三月成书中贪财好色的教习后 你发现自己很快就要领盒饭 因为接下来你会被天命之女残忍杀害 为了快速变强 你决定夺取女主的逆天机缘 于是按照书中剧情 你果然在湖底找到了上古鸿蒙塔的碎片 当鸿蒙塔的碎片认主后 你从一个普通人一步踏入宁园境巅峰 直接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修炼者 可这远远不够 于是你决定在收徒大典获得更大的机缘 因为这次收徒女主也会出现 此时的你正端着一杯香茶品尝 一位长老正拿着一个水晶球 给这些年轻人测试到一 你的目光落在两位女子身上 其中一位是天命之女颜落雪 大夏皇朝的五公主 与大多数小说一般 开局的颜落雪是一个废柴女 测试之时并未觉醒到一 后续得到造化觉醒强大到一 才一路逆袭无人能挡 而另外一位女子是恶毒女配颜沉鱼 大夏皇朝的三公主 此女虽然长得极为漂亮 但心性却百度无比 三年后她会成为大夏女帝 然后变成女主的魔刀石被残忍杀害 这时的她虽为皇朝公主 却因只是后宫婢女所生 从小到大没少被人欺负和嘲讽 更是从未享受过多少公主该有的待遇 正在你失神之际 颜沉鱼也恰好察觉到了你的目光 眼底深处不禁闪过一丝厌恶 她对你是有些印象 因为她是一名重生者 重生后的她意识到 所有的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枉人 于是决定这一世到圣道学院后努力修炼 而你在她上一世的印象中 只是一个一无是处好色诚信的败类 似乎是招惹了颜洛雪 结果就莫名其妙地在圣道学院消失了 至于细节上的事情她倒是不知道 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而已 根本没资格让她过多关注 就在此时轮到颜沉鱼测试到印 只见她将手伸向水晶球 下一秒水晶球瞬间闪过一道细薄的蓝色光芒 下品水属性到印 测试长老淡淡地道了一句 而颜沉鱼一言不发默默地退下 这是她预料之中的事情 下一位是颜洛雪测试 而此时你也紧紧盯着颜洛雪 因为你不确定剧情是否会发生一些变化 只见颜洛雪将手放在水晶球上后 咔嚓水晶球直接碎裂 那位测试长老也是神色一致 随后又拿出一个新的水晶球让她测试 可下一刻水晶球再次碎裂 见此你马上就看出了端倪 这是圣品刀印 只有超出了水晶球的测试范围 水晶球才会发生破碎 剧情果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虽然大机缘被自己夺走了 但却让她直接觉醒了圣品天赋 果然是气韵缠身之人 即使机缘被劫走 亦有全新的机缘出现 而那位测试长老也是见多识广之辈 见两枚水晶球都坏了 便知道此事不简单 接下来并没有让颜洛雪继续测试 你先退下吧 不久后当全部年轻人完成到印测试后 那位长老沉生道 除了颜洛雪外 其余没测出到印的都去外院 当一批年轻人走出去之后 场中还剩下二十几个年轻人 此时那位长老看向大殿中的众位教习 各位教习还是老规矩 每人挑一位弟子 一月之后进行学院新生考核 考核通过你们的资源增加三倍 考核不通过资源减半 文言众位教习的目光瞬间落在颜洛雪身上 虽然他们搞不懂测试水晶球为何会破锁 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五公主不简单 若是能够收她为弟子 对他们而言或许也是一场大机缘 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 各位不如让我先挑选一个弟子 只见一位脸色略带苍白的男子进入大殿之中 更为诡异的是 就连圣道学院的副院长赵无极 竟然也恭敬地跟在一旁 赵无极可是动玄境初期的强者 连他都对这白衣男子如此恭敬 那么这白衣男子的修为又该有多强 而你对这位强者却有印象 绝世无双神秘凤华 前世你为何觉得那本小说无头无尾 因为很多人物出现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再出现 恰好这凤华便出现过一次 按照书中内容 凤华是神秘势力的强者 不知为何会一直潜藏在圣道学院 其余再没有关于他的介绍 就在这时赵无极对众人解释道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凤华道友 亦是我圣道学院的新任教系 在圣道学院内他的地位与我相当 大家以后可得多多支持 众人一听连忙道 这是自然 凤华对着众人欣然一笑 各位教系 不知能否让我先选一位弟子 众教系姿势不敢拒绝 只见凤华的目光落在严洛学身上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唯一的弟子 严洛学反应过来之后 立刻对凤华行礼道 见过师傅 凤华笑着点头 很满意自己收的这个徒弟 当凤华走后 众位教系也立刻进行挑选 一盏茶之后 除了你之外 其余教系尽数选好自己的弟子 而场中只剩下严晨渝还被晾着 你盯着场中的严晨渝不禁暗自一看 天赋差性格扭曲心肠歹率 说实话谁愿意收这样的人为徒 不过你此刻还不得不选对方 严晨渝 你可愿当我的弟子 文言周围的众位教系不禁神色一阵厌恶 这家伙肯定是见严晨渝长得漂亮 所以生出了坏心思 真是个败类 不仅众教系就连严晨渝也这样认为 不过一番权衡后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若是没有被一位教系收为弟子 他便只能前往外院 而外院可不涉及修炼 他自然很是不甘心 你轻轻点头没有露出多余的神色 虽然严晨渝坏就坏一点吧 但经过自己疯狂的洗脑 想必也能让他稍微改改性子 并且把一个反派女配交出来 岂不是更有挑战性 离开大殿后 你把他带来了藏风殿后面 严晨渝一路上眉头紧锁 他本以为进入藏风殿后 你会对他动手动脚 结果你的行为却是出乎他的预料 这让他极为不解 你看出他的困惑后便开口问道 可知我为何会带你来这里 严晨渝摇头 可你脸上却浮现一抹笑容 我要教你修炼 随后你拿出一个木匣子递给他 以你的天赋想要踏入宁元境 最起码也得要三个月的时间 这里面有一颗丹药一门功法 可以让你在三日内踏入宁元境 闻言严晨渝一脸差异 可你莫等他发问直接解释道 这枚避水源单可以让你快速踏入宁元境 至于那门功法则是上善若水绝 虽然品级一般 但比较适合现在的 这原本是你家老爷子给你准备的 可惜你没有道应与大道无缘 东西也就搁置在这里多年 当然以你现在的眼界 自然瞧不上这两样东西 倒是可以给严晨渝 而他一看也知道这两样东西不简单 于是问道 这么珍贵的东西给我 你到底有何目的 闻言你只觉得无语 这丫头对自己的印象 还停留在斯文败类好色诚信阶段 你解释道 我现在是你的师尊 一月之后便是新生考核 你若是太差劲 我的资源会折半 所以你说我能有什么目的 其他的事情我也懒得说 往接下来的时间 你就在这里修炼 三日之后 我会来检查你的成果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你只要记住一点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唯有强大的实力 才是左右一切的关键 什么阴谋诡计都是虚妄 说完之后 你便直接离去 转眼三日过去 当你来到藏丛店后面时 忽然听到一句透新凉的话 忠神秀那败类竟然没有坑我 听完之后 你只是面无表情地回了句 我是你师尊 为何要坑你 闻言严晨渝神色瞬间尴尬了起来 背后说人坏话 结果被当众抓着了 直接射死现场 可你并没有理会严晨渝是什么表情 而是提醒到 严落雪在两天前 便踏入了明元记 他的天赋可比你强多了 你得好好努力 既然你已经突破 我便带你去一趟学院藏经阁 严晨渝好胜心极强 向来喜欢与严落雪争斗 或许可以用此事刺激一下他 从而激发他的修炼欲望 果然严晨渝在听到之后瞳孔一说 见此你也顺势安慰道 放心吧 你的天赋虽然不行 但也不要有太大压力 你可是我的徒弟 为师自然不会让你弱于他人之后 说完你 直接向藏经阁走去 而落在后面的严晨渝听到之后微微一愣 随后眼神瞬间便柔和了许多 也跟了上来 藏经阁胜道学院的重点 里面有各种强大的功法密保神兵 带他来也是为了为他寻异神兵 好助他修炼 神藏灵气 名曰寒雪之所以这么确定 就是因为前世的他就是死在这把剑下 我一定要得到这把剑 严晨渝按道一句 随后便立刻伸手去取剑 可下一秒发生的是让他差点暴走 正当严晨渝刚要抓住寒雪剑的时候 下一秒剑瞬间飞到了一旁的严落雪手中 严晨渝立刻看向严落雪 眼底深处藏着一丝阴翼 虽然这一次他不想用阴谋诡计对付严落雪 但是对方真的太可恶了 凡是他看上的东西对方都能轻易去走 上天似乎从未眷顾过他 他自己到我手中的 严落雪神色有些怪异 这件还会认人 而你却看得出来 自然不是剑认人 而是凤华出手了 你安慰严晨渝道 一柄破剑而已 没了就没了 可严晨渝却苦涩一笑 那可不是什么破剑 而是神藏灵气啊 一旁的凤华也是淡淡一笑 把灵气说成破剑 这位教戏倒是有点意思 然而一个普通人而已 眼里有限也可以理解 走吧 凤华对严落雪道了一句 东西已经到手可以离开了 严落雪乖巧的 跟在凤华身边往楼下走去 而你看向严晨渝淡然道 为何总要一直盯着眼前看 但凡你转身 就会发现身后 有一件真正的神兵在等你 闻言严晨渝神色恶然 转过身来 却发现一口残破的青色炉子 大概有巴掌大小 同样也秀气斑斑 你随手取下炉子 递给严晨渝 这是清炼炼虚炉 虽然已经破碎 但随手丢出去砸人 绝对比刚才那柄破剑要强百倍 即使严晨渝看着你这一波操作 简直无语道家 但还是默默地接过炉子 这炉子沉甸甸的 确实好用来杂人 没了寒雪剑 藏金阁第二层中的其他东西 他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就选这个炉子吧 藏金阁第二层最好的东西 都在你手中了 其余的都是垃圾 走吧 你带着严晨渝离开 在回家的路上你开口道 一个月后 你有把握击败严落雪吗 闻言严晨渝神色一致 击败他 对方觉醒的可是圣品刀印 修炼速度一日千里 即使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追不上对方的脚步 如何能击败对方 你轻语道 圣品刀印 修炼速度极快 而且还有那凤华帮助 一个月后 他一定可以踏入宁元境后期 一个月宁元境后期 严晨渝神色骇人 更加没有信心了 一月的时间 他能否踏入宁元境中期 都是一个问题 对方却能踏上宁元境后期 这怎么比 你平静地看向严晨渝道 天赋能决定上线 却不能彻底决定未来 论及天赋 你或许不如严落雪 但只要你肯努力 想要赢他其实也不难 严晨渝下意识地问道 如何赢他 他确实很想赢严落雪一次 不是使用阴谋诡计去赢 而是光明正大的赢 他想象识人证明 他严晨渝没有那么差劲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会助你 你只需要明白一点 作为我的弟子 你的成就不会比任何人差 随我来吧 你带着严晨渝往前面走去 半个时辰后 两人来到一个巨大的湖边 这片湖名为静心湖 极为不简单 湖水呈现一片蔚蓝之色 上面覆盖大镇 浓郁的灵气弥漫而出 传闻当年盛道学院的创始人 往湖中放入了不少好东西 湖边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正在钓鱼 见你们二人到来 老头子并未多看一眼 你的目光从始至终都在盯着自己的鱼竿 你随手从旁边拿起一根破木棍子 你也要钓鱼 钓一条老灯鱼老 只见你随手将棍子一头放入湖中 使得湖水浮现一丝丝波澜 老头子健壮 眉头一皱 眼中浮现一丝不悦 这小子是刻意找茬的吧 鱼钩鱼线都不用 只见拿着一根破棍子插谁 难道这鱼儿还能自己咬棍子不成 你是钟老头那个不成器的后背吧 老头子沉着脸道 钟神秀见过王前辈 你笑着打招呼 此人名为王虫 乃是一位子促进巅峰的强者 他在这里垂钓了二十年 只为钓一条特殊的鱼 那是一个突破的契机 小子 没事别捣乱 否则我可不会给钟老头面子 王虫板着脸道 前辈小声一点 不要打扰我钓鱼 你轻语道 王虫愣了一秒有些哑口无言 到底是谁打扰谁啊 钓鱼 你小子一枚鱼线 二枚鱼尔 拿着一根破棍子钓什么鱼 我看你就是存心来捣乱的 王虫冷声道 钟某钓鱼 愿者上钩 你摇摇头 故作玄虚 王虫不再理会你 你也没有多言 神色认真了起来 一丝鸿蒙之气涌向木棍 严陈渔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他也想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 烧情你一扯木棍 水面一晃水花飞进而起 王虫本在专心致志地钓鱼 被这突然的动静惹怒了 不禁怒声道 小子你 只是下一秒 他的声音突然一致 他看到了什么 一条五彩斑斓 覆盖着龙蚊的鱼儿 正咬着你那根破木棍 这不就他花了二十年 都没有钓起来的东西吗 目不是眼花了 五彩龙蚊鱼 王虫呼吸急促 眼中充斥着灼热之色 此鱼极为特殊 蕴藏着一丝龙溪 若是能够将其炼化 他定然可以窥视到 神葬镜的门迹 自己辛辛苦苦垂掉了二十年 用了各种领保领样 都没有钓到此鱼 结果你这小子 仅用一根破木棍 便将这鱼儿钓起来了 一时间王虫只觉得有些灵乱 钓到好东西了 一看就是大捕之物 陈鱼啊 为师带你去烤鱼吃 你笑眉眉的把五彩龙蚊鱼 抓在手中 便要离开 等一下 不能烤 王虫一听你要烤鱼顿时机了 连忙拦在你面前 你看向王虫道 王前辈怎么了 王虫深吸一口气 严肃的说道 小子 把这条鱼给我如何 这五彩龙蚊鱼虽然珍惜 但这壶中最起码有十几条 随时都可以掉 我用宝物和你交换这条鱼 如何 宝物 什么宝物 你故作好奇 听到有戏 王虫松了一口气 王虫轻轻挥手 一份古旧的卷轴飞向你 你不动声色的接过卷轴问道 这是什么 东西到手啊 王虫耸肩到 我也不知道 此物是我从这静心壶中掉起来 唯一的特点就是与众不同 他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只知道这卷轴上面的符文极为特殊 而且这卷轴的材质也很特殊 坚不可摧 反正他研究了一段时间 并未从卷轴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与众不同的一般都是好东西 成交了 你随手将五彩龙文鱼丢给王虫 王虫脸色大喜 连忙接过五彩龙文鱼 然后取出一个盒子 宝贵的将鱼放在里面 走了 你没有废话 对严晨鱼道了一句便要离开 小子 以后有事情 可以随时找我 王虫或许是觉得用一份破卷轴 骗了一条五彩龙文鱼 良心有些过意不缺 打算给你一个人情 好 你头也不回的带着严晨鱼离开 返回藏风店的路上 刚才你吊起来的是五彩龙文鱼 蕴藏着一丝龙溪 属于世间其真价值无穷 犹豫了一下严晨鱼缓缓开口 对于你用一根破木棍吊起五彩龙文鱼 他就感觉很离谱 更离谱的是 这家伙竟然用那等稀释之物 换了一份破卷轴 你倒是有点眼力近 你笑着点头 严晨鱼神色怪异的看着你 看来这家伙是知道五彩龙文鱼的 明知东西珍贵 却还是选择交换 难道那份卷轴有什么特殊之处 你随手将卷轴递给严晨鱼 这份卷轴是特意给你的 给我的 严晨鱼满脸不解 特意用一条龙文鱼交换的东西 竟然是给自己的 他发现自己有些看不懂你了 你但笑道 上善若水绝 属于心法 但想要让你变得更强 自然得有一门强大的武技 这份卷轴上面的武技 名为静连三世 前两世为攻击 森罗万象 玄妙无比 第三世为增幅 最为奇特 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提升一个境界 这样的武技本和配角无缘 但是此刻被你截下 正好可以给谁属性到印的严晨鱼使用 这门武技的玄妙 可不于此 它是某不圣经的残卷 唯有休息前三世 才有机会得到后面的东西 区区圣经 自是入不了你的眼 算是便宜严晨鱼了 这么玄妙 严晨鱼被震惊到了 提升一个境界 这岂不是可以在战斗之中 起到关键作用 你对这门武技似乎很了解 严晨鱼凝视着你 这家伙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此物 自然了解 我家那位对这份卷轴窥视了很久 可惜王虫根本舍不得拿出来 你随意编了一个借口 严晨鱼愣了愣 倒是没有过过怀疑 你的爷爷 确实是一个极为厉害的存在 严晨鱼满脸不解地看着你 如此贵重的东西 就这样轻易给了自己 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是去海中 亭子休息这门武技 一定要用你的鲜血 浸染卷轴上的每一个符文才能修炼 你挥挥手转身离去 严晨鱼来到海中亭子 他看了手中的卷轴一眼 没有犹豫 直接而拿出匕首 划破手掌 鲜血瞬间流出 浸染卷轴 修 卷轴上的符文化作一阵光芒 涌入严晨鱼的眉心 严晨鱼目光一鸣 连忙坐下认真感悟 炼药店 负责圣道学员日常的丹药炼制 一些拥有炼丹天赋的学员 也会被内入炼药店 学习炼丹之术 炼丹师乃是极为高贵的职业 很少有人敢得罪 中神秀 红灵不在 你快滚吧 炼药店店主 丹臣子满脸不耐烦地盯正 这小子每次来炼药店 都在打他那位宝贝徒弟的主意 若不是看在中藏风的面子上 他早就把中神秀废了 师父 怎么了 一道诧异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身材苗条 腰枝纤细 富如宁之 容颜娇美的红群女子走了出来 当红群女子看到中神秀的瞬间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他怒视着中神秀吧 中神秀 虽然你我有婚约 但我告诉你 你我绝无可忙 能不能不要再来这里烦我 中神秀神色平静地看着眼前的女子 为何剧情中他会领盒饭 导火索就是眼前的红群女子 此女名为苏红林 大夏皇朝的红林郡主 其父是一位疯王 他与苏红林有意一纸婚约 苏红林向来讨厌他 自然不会答应这场婚事 结果他霸王硬未成 这才招致了祸乱 因为苏红林是严洛雪的好闺女 严洛雪知晓此事之后 引路之下直接把中神秀弄死了 严洛雪又是夏皇最为疼爱的女 所以即使中藏风知晓此事 也无可奈何 久而久之 这事便不了了之 郡主倒是有些自恋 我来炼药店 一定是为了你吗 中神秀淡淡地问道 苏红林文言 不禁一愣 中神秀直接无视苏红林 对丹臣子道 炼药店外有几块不错的石头 我打算搬一块去藏风店做个装饰 丹店主应该不会拒绝吧 丹臣子不耐烦地挥手道 去搬吧 搬完快点走 中神秀淡然一笑 往外面走去 一座大殿中 中神秀一拳将西瓜石击碎 一阵刺目的血光 瞬间将整个大殿充斥 源源不断的力量弥曼而出 一块鸡蛋大小的血色金石出现 极品道源 中神秀伸出手 将血色金石封禁 大殿中的血光快速消散 道源 是一种极为珍贵的修炼资源 通常只会在一些特殊矿洞之中出现 而且大部分都是普通的下品货色 极品道源 则是稀缺无比 哪怕是指甲大的一块 都能卖出极高的价格 更别说这种鸡蛋大小的 完全就是无价之宝 练化这块极品道源 接下来应该就可以突破了 中神秀盘膝坐下 鸿蒙道经运转 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爆发 道源里面的力量 源源不断的涌入中神秀的体内 光阴四剑白鞠过戏 转眼半月逝去 大殿之中 一股恐怖的威压爆发 中神秀瞬间睁开双眼 一道玄妙的力量从他身上弥漫 抬手之间 仿佛可以打爆一座山岳 强大无比 练续境成了 中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唯有拥有强大的力量 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想要变得更强 必须要把那件东西弄到手 中神秀暗自道 练虚静 也就是相当于学院正常教习的水平 还给不了他足够的安全感 亭子中 严晨鱼捏动硬绝 周围出现一朵朵青色莲花 每一朵都带着可怕的杀气 威力巨大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将近连三十修炼成功 他的天赋比我想象中要强不少 中神秀暗自道 严晨鱼似有察觉 立刻收起身上的力量 看到中神秀的瞬间 他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此刻中神秀在他面前 依旧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但不知为何 他隐隐感觉对方与之前有所不同了 给他一种莫名的心迹之感 严晨鱼他开口道 我已将近连三十修炼成功 中神秀轻轻点头道 还不算太费 但不可自满 因为若是让颜落雪来修炼这门武器 可能他只需要三天便可掌握 他成为无上强者 武器你已经掌握 但境界还是有点低 我带你去一个可以快速提高修为的地方 中神秀转身离去 严晨鱼连忙跟上 半个时辰后 中神秀带着严晨鱼来到皇城天保楼 此阁楼包含的产业众多 出售拍卖斗兽于一体 在巨大的阁楼之中逛一下 中神秀找到了一枚秀迹斑斑的青铜戒指 花费十两银子 成功将这枚戒指拿下 中神秀没有多言 带着严晨鱼往天保斗兽场走去 半路上 中神秀用一丝鸿蒙之力将戒指打开 一滴要一发子的血液飞出来欲要顿走 严晨鱼立刻出手 将这滴血液抓住 下一秒这滴血液融入他的体内 一股恐怖的力量暴溺而起 严晨鱼脸色巨变 想要压制体内的力量 却根本无法 中神秀淡然道 斗兽场中有很多强大的妖兽 我刚才已经给你报了名 接下来你便和那些妖兽死都一番 这样可以让你快速突破 他又拿出一块面具 递给严晨鱼道 戴上这块面具 随后 严晨鱼进入斗兽场 准备与那些强大的妖兽厮杀 中神秀暗存道 一滴千年蛟龙精血 让他突破一个小境界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随着严晨鱼与那些妖兽厮杀 他身上的那一滴蛟龙精血正在不断被炼化 他的力量在疯狂暴涨 三个时辰后 严晨鱼离开了战斗台 他的修为已经提升到宁元静中期 只用了短短三个时辰 他知道是因为内滴诡异的血液 回到藏丰殿后 中神秀将一个破幕 箱子从床塌下拖出来 徒弟再努力 作为师傅 自然要更加努力才行 都是配角 若是不努力注定只能成为他人的陪衬 破幕箱子里面都是一些老爷子收藏的东西 将幕箱子打开之后 一堆泛黄的书籍出现在中神秀眼前 大概有十几本 军事武器 中神秀一本本的翻了一下 最终从里面挑出几本不错的 天荒碎云指 北斗游深部 流光占天拳 九霄斋新手 就这四门了 执法 身法 拳法 手法 没有多想他直接开始参舞 半月过去 盛道学院新生考核 也随之到来 整个学院之中的氛围莫名的有些紧张 各大教习带着自己的弟子走在学院之中 边走边嘱咐一些东西 藏风殿 中神秀已经出关 四门武器彻底掌握 严成瑜走了过来 相对于半个月前 他的境界已经没有突破 还是宁缘近中期 但他身上的气息更为雄混 而且还带着一丝细微的血沙之气 这半个月的时间 他每天都会去一趟斗兽场 也不知道与那些妖兽厮杀了多少场 进步极为神速 看来这半个月你努力了 不错 中神秀难得夸赞一举 严成于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很奇特 得到中神秀的夸赞 他竟然有一丝莫名的心悉 不一会儿两人来到内院的一个巨型炎武场 炎武场已经齐聚着不少人 有摩拳擦掌的新学员 还有神色懒散 准备看戏的老学员 副院长赵无极凤华以及众多教戏 已在观战戏座下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击败你所有的对手 中神秀看向严成于 他又拿出一串吊坠给严成于 把紫物戴上 这是从昨天那枚青铜戒指里面得到的东西 有隐藏修为的功效 还算不错 严成于接过吊坠戴上 神色坚定的点点头 他知道很多人都瞧不起他 所以他会借助这次新生考核 来证明自己 尽力而为 莫要有太大的压力 中神秀淡然一笑 便往观战席位走去 很快一位教戏飞入炎武场 他手持一份金色卷轴沉声道 接下来 我宣布一下新生考核的规则 此次共有40位新生 采用卷轴抽取的方式上场比试 胜利者可以进入下一轮 直到角逐出第一名 能入前十 便意味着考核通过 相应的教戏 能获得三倍的资源 而能入前三名的新生 亦有特殊奖励 其中第一名的奖励最丰厚 至于是什么奖励 后续再说 说完 这位教戏捏动硬诀 金色卷轴瞬间飞入上空 上面快速浮现出两个名字 五号孙龙 那位教戏开口 立刻有两位新生上场 金色卷轴继续浮现名字 两两一组 炎武场巨大 完全可以让20组 40人一起角逐 我宣布 新生考核 正式开始 那位教戏宣布完之后 轻轻挥手 没有废话战斗瞬间开启 观战席上 钟神秀正盯着颜晨鱼 颜晨鱼的对手 是一位神色高傲的年轻男子 钟神秀 还是让颜晨鱼快点认输吧 对上我那徒儿 结局已经没有任何悬念 莫要让他丢人现眼 一位姓张的教戏嘲讽说道 颜晨鱼的对手 正是他的徒弟 三天前已经踏入宁元镜 反观颜晨鱼 身上没有半分修炼者的气息 一个普通人对上修炼者 不过是自取其辱吧 凤华扫了这些教戏一眼 不禁暗自摇头 颜晨鱼早就踏入宁元镜 恐怕是要打这些教戏的脸了 不过在他看来 颜晨鱼是服用丹药才突破的 能入宁元镜已经极为不易 反观颜落雪 天赋绝佳 随便修炼一下 便踏入宁元镜巅峰 可不是颜晨鱼能比的 钟神秀神色自若 没有多颜 事实胜于雄辩 颜晨鱼到底怎么样 那边拭目以待吧 颜武场上 音乐的时间 竟然没有丝毫长进 颜晨鱼 你可真的是一个废物啊 实相的话 还是早点认输 否则容易丢脸 李峰冷笑连连的盯着颜晨鱼 颜晨鱼面无表情的看着李峰 此人是大下某位将军之子 与二皇子走得很近 而二皇子向来不喜欢他这个妹妹 见颜晨鱼无动于衷 李峰脸色阴沉了下来 他握紧拳头 一拳轰向颜晨鱼 打算给对方一点教训 结果下一秒 颜晨鱼化作一道残影 必把捏住李峰的脖子 然后将其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砰的一声 地面开裂 李峰惨叫连连 口中鲜血喷咬 身上的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根 窝灶 颜晨鱼眉头一条 没有多看一眼 一脚踢出 直接将李峰踢出炎舞场 战斗瞬间结束 观战席上 众教习神色呆滞 眼前的一幕 显然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也狠狠地给了他们一记耳光 他竟然是宁元晋 赵无极露出一抹差异之色 这小丫头身上 是有什么遮掩气息的法宝吗 他之前竟然没有看出丝毫异常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看向中卫教习道 我这弟子的表现 可还入各位的眼 就在这十一道气息爆发 众教习的目光瞬间落在颜洛雪身上 不经神色一惊 颜洛雪竟然踏入了宁元晋后期 此刻颜洛雪极为显眼 一招便击败了自己的对手 而他宁元晋后期的修为 也瞬间被众教习查探道 既然颜洛雪已经踏入宁元晋后期 倒也没有必要让他继续比下去 直接让他晋升最终决赛吧 赵无极轻语道 在场的新生 基本上都是宁元晋初期修为 颜洛雪在其中 就像是一头恶狼混入羊群 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一轮轮地进行下去 否则其余的新生定会绝望 众位教习轻轻点头 自然不会拒绝 颜洛雪修为已经踏入宁元晋后期 直接进入总决赛 颜武场上那位负责考核的教习大声道 什么 颜洛雪进入宁元晋后期 众星声闻颜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这才多久 他们拼死拼活服用丹药 也才勉强踏入宁元晋初期 对方竟然入了宁元晋后期 颜洛雪站在颜武场下 神色极为平静 此时终神秀已经告诉过他 他倒是没有丝毫惊讶 随着时间推移 后续的几闻比试 快速进行下去 颜洛雪离场 那么全场最为耀眼之人 自然变成了颜晨鱼 他的对手基本上都很难 从他手中撑过一招 看到这里凤华不禁看向终神秀 第一次觉得终神秀有些不简单 终神秀 你交出了一个不错的弟子 赵无极笑着道 心情极为不错 学院就需要这样的好苗子 颜晨鱼天赋差了点 但胜在心情坚韧 能花费时间去努力 还算不错 此时颜武场上的教习大声道 此战 颜晨鱼胜 他又道颜晨鱼 你下场休息一下 等会儿进行总决赛 我不用休息 本就没有什么消耗 现在便可与颜洛雪一较高下 颜晨鱼的目光落在场下的颜洛雪身上 这一次 他要光明正大的和颜洛雪争一争 那位教习诧异的看着颜晨鱼道 你确定 恳请教习答应 颜晨鱼神色认真 行 那位教习轻轻点头 他看向颜洛雪道 颜洛雪 现在你上场 由你和颜晨鱼 角逐出谁才是第一名 颜洛雪 踏上颜武场 地面出现一道道裂痕 呼 一招之后颜晨鱼和颜洛雪各退三步 四 颜晨鱼 这么强的吗 那些学员倒吸了一口凉气 初次交锋 竟然平分秋色 众教习神色一鸣 被颜晨鱼的力量震惊到了 宁愿进中期和宁愿进后期对碰 竟然没有落在下方 颜洛雪诧异的看着颜晨鱼 你竟然能挡住我五成的力量 刚才一击竟然用了五成的力量 倒是让我有些失望 或许你该用时程 否则你会输得很难看 颜晨鱼道了一局 只见他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颜洛雪面前 一记颠腿直接扫出 好快 颜洛雪心中一惊 躲避已经来不及 只能将双手放在身前抵挡 颜晨鱼的一脚 直接踢在颜洛雪的手臂上 一股距离袭来 颜洛雪身体一颤道退两步 颜洛雪身上爆发一股恐怖的威压 顿时将颜晨鱼震退 颜洛雪看向颜晨鱼 身上散发着恐怖的寒气 整个盐武场瞬间被冰冻 颜晨鱼淡然道 舍得用全力了 继续下去 太过无聊 还是早点结束战斗吧 颜洛雪捏动硬诀 周围出现密密麻麻的冰晶长剑 一眼看去 大概有上百根 是啊 热身结束了 颜晨鱼回了一局 刚才只是随便热一下身 接下来才要动真格的 冰霜之剑 去 颜洛雪一挥手 上百根冰晶剑矢 十二品清廉 颜晨鱼硬绝一年 随手一挥 十二片花瓣 犹如十二柄长剑 化作青色光芒 飞射而出 轰隆隆 百根冰晶剑矢和十二片花瓣 对碰在一起 一阵阵爆炸声响起 地面崩碎 冰箭不断爆裂 莲花瓣却锋利无比 没有丝毫损毁 这事 众位叫袭神色震惊 颜晨鱼能与颜洛雪激斗那么久 已经足够可怕了 此刻施展的武技 竟也如此不凡 他们不禁看向中神秀 他竟然能给颜晨鱼这样的武技 中藏风荡针如此富裕 凤华也是露出一抹意外之色 但也仅仅是意外 因为他也给了颜洛雪 一门无比强大的武技 对方还未施展呢 这两女都不错 赵无极轻轻点头 眼中露出暂雪之色 呼 冰箭消散 十二片花瓣飞射向颜洛雪 冰封之强 颜洛雪快速捏动硬绝 一道厚重的冰墙出现 将十二片青莲花瓣挡在 区区冰墙 挡得住吗 颜晨鱼冷声道 他随手一挥 十二片青莲花瓣 凝聚成一个钻天梭 疯狂旋转 咔嚓 冰墙被击碎 钻天梭轰向颜洛雪 颜洛雪站在原地不动 身上的力量疯狂暴涨 这一刻他不再留守 全身的力量彻底爆发 在钻天梭飞来的时候 他随手伸出 竟然一把抓住钻天梭 咔嚓 只见他使劲一捏 钻天梭被捏碎 化作青光消散 颜晨鱼身体一颤 目光微微一鸣 冰凤 颜洛雪眼神冷凛 青涂两字 揪 一头巨大的冰晶凤凰冲天而起 遮天蔽日 气势雄浑 周围的寒气 再次强烈树被 地面被彻底冰封 空间被冻结 森冷一场 去 颜洛雪一袭白裙 宛若冰雪女神 他轻轻抬起手 冰晶凤凤凰猛然 扑向颜晨鱼 翅膀挥动 带着一阵狂暴的进风 似乎要将空间撕裂 威势极为可怕 锋利的爪子 欲要划破天地 凶猛异常 这 这是宁原竞能施展的攻击 众位教习不禁头皮发麻 看向颜洛雪的眼神 充满了惊惧 凤华淡然一笑 这才哪里到哪里 更厉害的还未没有施展出来呢 终神秀也是玩味一笑 颜晨鱼更厉害的手段 同样没有施展出来 对方的终极底牌不是竞联三世 而是 颜晨鱼要败了 终位教习感慨无比 不认为颜晨鱼能够挡下颜洛雪的这一周 赵无极看着场中的良女 随时打算出手 都是不错的苗子 可不能折损在一场考核之中 冰凤扑来 恐怖的威压弥漫 颜晨鱼只觉得全身发凉 血液仿佛要凝固一般 但他并未退缩 而是快速捏动硬绝 一朵璀璨的青莲出现在他的双掌之间 他的力量疯狂涌入青莲之中 不断压缩再压缩 力量一层层叠加 连叠十八层 青色莲花的气息变得狂暴无比 里面仿佛蕴藏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花瓣的颜色逐渐变得深邃 宛若极平翡翠 仿佛要滴出水一般 诡异无比 静莲三世 第二世 青莲绽放 见力量不能继续叠加 颜沉鱼直接松手 这朵深邃的青色莲花 瞬间飞向那头冰凤 青莲绽放 一共可以叠加三十六层 以他现在的修为 叠加十八层已经是极致 若是继续下去 他全身的力量都会被瞬间抽干 呼 深邃青莲与冰凤对碰在一起 一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 天地瞬间一震 恐怖的力量席卷四面八方 周围的众多石柱 顷刻间灰飞烟灭 哇 众位叫吸脸色巨变 这两道力量太过可怕 那些学员恐怕要遭殃了 无妨 赵无极随手一挥 一道力量钢罩将盐武场包围 两道恐怖的力量撞击在钢罩上 发出一阵阵轰鸣声 爆炸持续了好一会儿才停下 众人看向盐武场中的两女 颜沉鱼呼吸急促 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头发凌乱 嘴角挂着一丝鲜血 消耗极大 而他对面的颜洛雪 更加不堪 雪白的裙子 已经被鲜血染红 气息凌乱无比 受了重伤 从眼前之局来看 颜洛雪处在了下方 颜洛雪竟然又落入了下方 众位叫袭目瞪口呆 有些难以置信 这颜沉鱼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须须下品刀印 硬是能在一月内 踏入凝园镜中期 更为可怕的是 与凝园镜后期的颜洛雪交锋 他竟然还占据了上方 赵无极却凝视着 颜洛雪神色有些惊异 他发现颜洛雪身上的气息 竟然在缓缓增加 伤势竟然也在快速恢复 颜沉鱼此刻也在盯着颜洛雪 神色凝重无比 显然他也察觉到了 颜洛雪的异样 颜沉鱼 你能将我逼到这一步 我承认 你确实很厉害 但你想要击败我 根本不可能 颜洛雪满脸平静地看着颜沉鱼 下一秒他的气息暴涨 修为竟然一步从凝园镜后期 踏入凝园镜巅峰 四凝园镜巅峰 中卫叫喜道吸一口凉气 只觉得头皮发麻 好戏才真正开始 凤华轻笑道 他就知道颜洛雪不会让他失望 钟神秀眼睛微微一瞇 对于颜洛雪的突破 他没有感到一丝意外 甚至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何为天命之女 那就是处在绝境的时候 总会有奇迹发生 不是有高人相助 就是境界突破 想要将其击败很困难 不过钟神秀还是对颜沉鱼 更为有信心 宁愿进巅峰 这便是你的依障吗 颜沉鱼盯着颜洛雪 就凭这一点 足够了 颜洛雪神色自若地说道 此刻他的伤势全部恢复 修为更上一层楼 反观颜沉鱼 刚才一击消耗巨大 更是差了他两个小境界 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除非有奇迹出现 可惜还真的有奇迹 是吗 颜沉鱼冷然一笑 只见他往前踏出一步 呼 他的气息瞬间暴涨 直接从宁愿进中期 一步踏入宁愿进后期 此刻他动用了 终神秀充满了感激 若不是对方 用一条龙文鱼 交换到了这门武器 他又有什么资格 来面对颜洛雪呢 宁愿进后期 颜沉鱼踏入了宁愿进后期 众位教系看到这一幕 又是一阵目瞪口呆 短短的时间内 两女给他们的震惊太多了 秘法 凤华眉头一条 颜沉鱼动用了秘法 并非真正的破镜 赵无极深深地看了 终神秀一眼 看到颜沉鱼踏入宁愿进后期 颜洛雪脸色一变 本以为是十拿九稳的局 这一刻却充满了变数 想到颜沉鱼刚才的可怕 此刻他更是忌惮无比 继续 颜沉鱼冷笑一声 快速捏动硬绝 又是一朵青莲出现 这一次 他要叠加36层青莲绽放 看颜洛雪如何抵挡 真以为我怕你 颜洛雪冷哼一声 同样捏动硬绝 他要施展的功法极为特殊 竟然瞬间将他的力量 抽走了一大部分 脸色变得更为苍白 冰封之门 天地间 一阵寒风吹拂 发出呼啸之声 只见被冰冻的炎武场上 突然出现了一座 巨大的冰封之门 冰封之门 厚重无比 上面刻着古老的符文 与奇特的图腾 神秘的威压弥漫 冰门之后 蕴藏着诡异的力量 此门若是开启 又会发生什么 片刻间的功夫 严晨鱼的36层青莲绽放 已经凝聚完成 青莲绽放 严晨鱼再次松手 这朵更为可怕的青色莲花 向着严洛雪冲去 所过之处 地面崩裂 冰晶融化 摧枯拉朽 霸道无比 见青色莲花飞来 严洛雪神色严肃无比 沉声道 冰封之门 开 轰隆咯 冰封之门 瞬间开启 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爆发 周围的力量源源不断地吞入门后 甚至连带着严晨鱼的那朵青莲 也被吞噬在其中 成了 严洛雪苍白的脸上 多了一抹喜色 他不敢大意 立刻捏动硬爵 想要将冰封之门中的青莲彻底镇压 天真 严晨鱼淡然道 此刻他与那朵青色莲花的感应 依旧存在 可见青色莲花并未被彻底吞噬 那边再加一把火 严晨鱼深吸一口气 他闭上双眼 眉心的到硬浮现 双指快速捏动 更为诡异的硬诀 他身上的力量疯狂消散 一瞬间就被彻底抽干 而冰封之门后的青莲 却在不断壮大 威力更为可怕 什么 严洛雪神色大惊 被冰封之门吞噬的青莲 竟然还在壮大 他此刻消耗巨大 已经镇压不住了 轰隆隆 冰封之门疯狂颤动 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不好 严洛雪瞳孔紧缩 根本控制不了冰封之门 赵无极闻言 也只能停下脚步 心中却有些着急 要是严洛雪和严晨鱼没了 那学院损失就大了 恐怖的爆炸 持续了好一会儿才停止 严武场此刻已经智力破碎 让人难以想象 这竟然是两位宁元静的修饰造成的 严武场中 严晨鱼单膝跪在地上 身上沾满了鲜血 力量消耗殆尽 已经没有一战之力 严洛雪则是躺在破碎的地面上 鲜血沿着地面流淌 双眸暗淡 气息微弱无比 连站起来都做不到 看来我赢了 严晨鱼看了严洛雪一眼 艰难的站起身来 想太多 中神秀摇摇头 天命之女 又岂会那么容易摆 如中神秀所料 突然一阵细微的声音响起 严洛雪身上出现一层冰茧 地面上的鲜血被冰茧快速吞噬 他的气息在疯狂增强 伤势不断恢复 严晨鱼察觉到严洛雪身上的变化 眼中不经浮现一丝失落 这样都不能赢吗 难道自己就该永远被严洛雪压一头吗 命运果然不会眷顾自己啊 咔嚓 冰茧破碎 严洛雪的修为恢复至巅峰状态 伤势全部恢复 一头冰凤冲天而起 崴弱太过凶手 恐怖无比 严洛雪他漠视着严晨鱼道 我说了 赢不了我 凶 还是不如严洛雪 这难道就是命吗 战斗可以结束了 严洛雪语气弹幕 挥动寒雪剑 一剑斩向严晨鱼 神藏灵气 威势滔天 这一剑下来 谁能挡住 严晨鱼情绪低落 缓缓从储物戒指里面掏出一个破旧的青色炉子 终神秀说过 这个炉子可以用来砸人 眼下他已经失去一战之力 将炉子丢出去 算是他最后的倔强 呼 没有犹豫 严晨鱼耗尽最后一丝力气 将破炉子丢了出去 跑 就是这么一丢 天地大震 空间晃动 整个炎武场 瞬间爆炸 赵无极射下的力量刚照 直接碎裂 炎武场下的众人 口吐鲜血 倒地昏泥 不好 赵无极和凤华脸色巨变 还有诸多叫喜 没有一丝犹豫 立刻冲向炎武场 这破炉子 果然适合用来砸人 终神秀自语道 并未离开座位 呼 凤华和赵无极出手 狂暴的力量被压制 叮咚破炉子掉在地上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严晨鱼神色呆滞地站在原地 也被眼前的荧幕吓倒 这破炉子 这么强大的吗 他只是随手一丢 竟然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此刻 整个炎武场已经彻底坍塌 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地方 对面的炎落雪 此刻已经鲜血淋漓地倒在地上 气息微弱无比 而他手中的那柄含血剑 更是被破炉子砸成粉碎 严晨鱼艰难地往四周看去 恰好看到观战席上坐着的钟神秀 我赢了 严晨鱼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整个人瞬间倒在地上 眼前一片漆黑 三日后 藏风垫 严晨鱼躺在床榻上 缓缓睁开眼睛 伸手一摸 恰好摸到身边的破炉子 他将破炉子抱在怀里 有一种满满的安全感 醒啊 钟神秀的声音响起 严晨鱼看过去 只见钟神秀正坐在屋子中品茶 他坐了起来 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之前的伤势全部恢复 我昏迷了多久 不多 三天 钟神秀随手放下茶杯 我赢了 严晨鱼轻语道 脸上浮现一抹甜美的笑容 这是他第一次光明正大的银颜落许 这种感觉非常棒 这次你做得很不错 但也不能因此懈怠 还得好好努力才行 钟神秀夸赞了一局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严晨鱼神色认真无比 他知道此番能奖幸获胜 是因为手中的破炉子 否则的话 他根本没有半点机会 想到这里 他不禁对钟神秀充满了感激 因为这个破炉子 是钟神秀亲自为他挑选的 果然是一件无上之宝 远比那含血剑强多了 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对钟神秀彻底幸福 钟神秀在外人眼中 一直都是一个废物 之前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现在 他可不会天真的以为钟神秀真的那么废 相反 他觉得钟神秀深不可测 浑身都是秘密 更像是个半猪吃虎的家伙 这不禁让严晨鱼怀疑 上一世钟神秀在圣道学院 无声无息的消失 真的是因为阎落血吗 钟神秀轻语道 随我去趟功德殿 考核第一名有奖励 不一会两人来到功德殿 赵无极见两人前来 微微一笑随手一挥两瓶 但要出现 这是第一名的奖励 十颗宁元单一颗破虚单 接着又拿出几本泛黄的书籍道 这是几门武技 你可以从中挑选一本作为奖励 严晨鱼看着眼前的几本武技 不知如何选择 他不禁看向钟神秀 钟神秀上前 看着赵无极拿出的几本书籍 随意从中挑出一本 递给严晨鱼道 这本吧 严晨鱼接过书籍 赵无极轻轻一渴 不再考虑一下选其他的 钟神秀给严晨鱼挑选的武技 叫青莲剑举 这是一本残缺的武技 是他偶尔所得 修炼难度巨大 威力却极为一本 属于一门鸡肋武技 严晨鱼认真地说道 就这门 行吧 赵无极也不再多缺 赵无极轻语道 接下来便是宗门子府进长老挑选弟子 一位姓汪的老玉走向严晨鱼 观察一番道 夏品谁属性道应 天赋倒是差了很多 未来的成就恐怕极为有限 不过能获得新生考核第一名 也算不错 你可愿意成为我的弟子 严晨鱼恭敬地行了义礼 多谢前辈厚爱 道我世尊是钟神秀 我想继续跟着他修炼 他虽然很想拜一位强者为师 但这些强者言语之中 充斥着莫名的嫌弃 让他有些不舒服 他知道自己天赋差 这是事实 同样是说他天赋差 钟神秀说的是 作为他弟子 未来不会比任何人差 但是这位长老 却觉得他未来的成就有限 如此对比 该怎么选择 严晨鱼自然明白 如此不可教掩 你天赋本来就差 钟神秀这小子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他又能教你什么 汪长老被拒 感觉很没有面子 不禁有些生气 钟神秀淡然道 我的认知确实有限 到我藏风殿 也有一位子附近的长老 汪长老能教的 我藏风殿也能教 汪长老神色一致 还真的反驳不了 是啊 藏风殿真正的主人 钟藏风那老家伙 可是子附近巅峰的存在 可比他要强多了 汪长老瞪了严晨鱼一眼 便随意挑选一个弟子 他要让自己的这位弟子 狠狠地打压一下严晨鱼 让对方明白 此刻的选择是多么的可笑 见重长老不再继续挑选弟子 赵无极神色严肃地说道 现在宣布最后一个事情 三月之后 便是三年一次的斩妖大会 排名前十的新生 需要一并去参加 大家在这段时间内 务必要好好准备一下 斩妖大会 众人心中一鸣 钟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机缘就在斩妖大会 斩妖大会 凶险莫测 自然不可能是学员单独参加 到时候相应的教习 也得前去掠阵 他正好图谋其中的东西 好了 事情说完 大家散场 赵无极挥手道 学院一条大道上 钟神秀看向严晨瑜 你会继续选择我当你的世尊 让我有些意外 严晨瑜昂着雪白的下巴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反正他就赖定钟神秀了 感动吗 钟神秀摇摇头 只是觉得你天赋太差 又得耗费不少资源 严晨瑜翻了一个白眼 将两瓶丹药拿出来 我现在有资源 这些丹药 还不足以让你踏入宁原境后期 钟神秀轻语道 我若是真踏入宁原境后期 可能严落雪踏入练虚境了 严晨瑜心情有些复杂 钟神秀是笑道 他之前突破速度太快 根基尚不牢固 经验也不足 这段时间 凤华肯定会带他巩固基础 应该不会那么快 让他踏入练虚境 宁原境正式打基础的时候 这里的基础若是不打好 后续的修炼 也容易出大问题 若是对方修炼鸿蒙道经 自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惜道经已经被自己截取 那我还有希望 严晨瑜眼睛一亮 离斩妖大会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你稍微准备一下就行 钟神秀轻语 严落雪在这段时间可能不会突破 但进入斩妖之地后 就说不准了 严晨瑜回道 好 上一世的斩妖大会 他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次他必须要好好准备一番 斩妖大会是盛道学院 与天舞学院联合举办 两大学院的一些妖孽都会现身 竞争极为激烈 钟神秀在安排好 严晨瑜的修炼事以后 便回到了皇城中家 钟神秀看着眼前巨大的府邸 心中不禁有些感慨 七十年前 老爷子中藏风孤身来到大厦皇城 在此安身立命 亲手创建了钟家 现在的钟家 算得上是一个一流家族 有不少修炼者坐镇 当然 与那些传承千年以上的世家相比 钟家的底蕴还略有不足 少爷 你终于回来了 家主他们正要去找你了 门后的护卫 看到钟神秀到来 不禁神色大喜 连忙上前 钟神秀淡然一笑道 是红灵郡主来退婚了吧 少爷 你都知道了 护卫有些愣然 多大点事情 钟神秀哑然一笑 便往里面走去 钟家大殿中 家主钟南天与一群长老脸色 阴沉无比 而在一旁的则是苏红灵 苏王爷以及苏王府的几位长老 苏木兄 此次退婚 是你的意思 还是苏老爷子的意思 钟南天沉声道 钟神秀与苏红灵的婚事 是钟藏风和苏老爷子定下的 此刻苏木却带着苏红灵来退婚 简直是不把钟家放在眼里 南天勃勃 此事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和钟神秀本就不合 若是强行在一起 只会让彼此难堪 苏红灵开口道 他已经受够了钟神秀 那个败类的纠缠 此刻只想把这婚退了 南天兄 红灵对这桩婚事极为抵触 甚至因此影响到了他的修炼 单臣子店主没少向我反映此事 做父亲的 自然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女儿 继续这样下去 所以退婚之事 还望南天兄答应 苏木轻语道 钟南天冷嘲道 真是这样吗 我怎么听说 红灵这丫头 似乎和秦王府的一个小子 走得很近呢 苏木和苏红灵为何赶来退婚 其 苏红灵已经拜世单臣子 靠山巨大 其二 苏家老爷子 此番出关 似乎已经步入子府境 其三 苏家现在有了一个全新的盟友 秦王府 论及抵御 秦王府比钟家还要强不少 就凭这三点 便足以让苏木妇女底气十足 苏红灵脸色有些不自然 苏木则是淡笑道 有些事情 强求不得 钟神秀是人中龙奉 未来注定不凡 我家红灵自是配不上他 所以这婚事 今日肯定是要退的 条件什么的 南天兄可以随意开 既然苏王爷都这样说了 那么这条件 我还真的得提一下 钟神秀的声音从店外响起 钟神秀神色自若地进入大店 钟神秀 看到钟神秀的一瞬间 苏红灵眼中不禁浮现一丝厌恶 这家伙来了 这婚怕是不好退 钟南天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自己这儿子虽然废了一点 但也不是没有丝毫优点 最起码脱皮无赖的功夫 还是很强大的 若是他虎脚蛮缠一番 这苏家还真的别想退婚 苏木打量着钟神秀 但笑道 不知嫌之有何条件 钟神秀面无表情的说道 一个小小的退婚而已 我也不想和你过多废话 只要你拿出三十颗宁元丹 十颗炼虚丹 那些叫戏也很难拿出来 但这次丹臣子之小 他来退婚 担心钟家狮子大开口 便给了他不少丹药 所以钟神秀提的这些丹药 他还真的能拿出来的 嘿嘿 贤侄这话是认真的吗 苏木轻轻一咳 若是付出点丹药便能把婚退 他们倒是赚大了 钟神秀神色淡漠 懒得废话 红灵 苏木看向苏红灵 苏红灵反应过来之后 立刻从储物戒指里面 取出一个白玉瓶子 递给钟神秀道 这是你要的丹药 钟神秀接过丹药 随手从钟南天面前 拿起一份婚书 撕了 他直接把这份婚书撕碎 丢在地上 婚已退 你们可以走了 钟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向苏红灵和苏木 一点迫失一个 无关紧要的人 没必要浪费他太多时间 这些丹药他也用不着 倒是可以给颜晨鱼 就凭颜晨鱼那点丹药 还很难突破 苏红灵神色恶然 若不是确信 这份婚书已经被撕碎 他还以为钟神秀 在搞什么鬼 对方这么容易就把婚退了 给他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 既然这婚已经退了 我等便告辞了 苏木起身 微微抱拳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随后 苏红灵等人离去 各位长老 你们先散了吧 钟南天轻轻挥手 众位长老离开大殿 就这么轻易把婚退了 钟南天疑惑地看向钟神秀 这小子改姓了 钟神秀随手伸出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他掌中弥漫 钟南天目光一鸣 震惊到 练虚境 他自己便是一位 练虚境后期的存在 自然知道钟神秀 这股力量代表着什么 我在圣道学院 得到一场大机缘 这才能逆天改命 不过此事你 暂时可得保密一下 钟神秀淡然一笑 将其吸收起来 有些事情 在自家人面前藏着掖着 反而会让人多想 还不如光明正大的展露出来 这样后续也能省去很多麻烦 哈哈哈哈 好啊 钟南天激动地大笑 眼中有泪水 自己的儿子 果然不是废物 这么快便入了练虚境 这哪里是什么废物 这完全就是妖孽啊 这婚事退得好 苏家狗眼看人低 曲曲苏洪林 如何配得上我 就这么一瞬间 钟南天突然觉得 钟神秀真的长大 哪个父亲又愿意 看到自己的儿子 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一直以来 因为钟神秀天赋上的事情 他这个做父亲的 没少被人病狗 压力也很大 此刻他的压力全消 只觉得浑身舒坦 呼 钟南天身上爆发 一股强大的气息 修为直接从练虚境后期 直接踏入练虚境巅峰 练虚境巅峰 钟南天握紧拳头 更是激动 第二个看来是双喜临门啊 你既然入了练虚境 可是需要资源 钟南天问道 钟神秀之前提药丹药 不免让他以为 此刻钟神秀缺资源 老爷子离开盛道学院 有段时间了 他留给钟神秀的资源 肯定早就消耗一空了 钟神秀轻轻点头 我要去画龙池 恐怖的力量从血池之中弥漫 此为画龙池 钟家秘笛 是老爷子寻一块蛟龙骨而造 每隔十年开启一次 一般只有钟家家主 才有资格在这里修炼 你想在这里修炼多久 就修炼多久 钟南天认真的说道 钟神秀轻轻点头 钟南天快速离去 此次突破 他也要巩固一下自己的修为 煽动之中寂静无比 钟神秀看着眼前的画龙池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纵身跃入其中 转眼 一跃过去 钟神秀的修为 已经从练虚境初期 踏入练虚境中期 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练虚境中期 钟神秀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他看了一眼画龙池 里面的力量被消耗一空 想要恢复之前的样子 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藏风垫 海中亭子 严晨鱼随手一挥 卷起一团海水 凝聚成一柄长剑 剑气弥漫而出 带着恐怖的威压 呼 他挥动长剑 一剑斩出 海面瞬间被劈开 这倒是一件好事情 见钟神秀的时候 严晨鱼苦笑道 我已经把那十颗凝原丹 全部炼化 修为倒是增强了不少 就是很难破镜 估计还是我天赋太差 钟神秀说的还是对的 这些丹药 还不足以让他直接 踏入凝原镜后期 他手中倒是还有一颗破续丹 不过此丹药 续留待破镜的时候使用 正常情况 钟神秀淡然一笑 这一幕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严晨鱼能越急而战 便意味着灵力远超同级 因此突破之时所需的力量 自然更加巨大 钟神秀轻轻挥手 两瓶丹药飞向严晨鱼 这里面有一些丹药 你继续服用 直到突破为止 你把丹药全部给我 你怎么办 严晨鱼神色复杂地看着钟神秀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丹药对我没用 钟神秀淡笑道 他说的也是实话 修炼鸿蒙到今 对于力量的要求 自然非常高 这些丹药蕴藏的力量太弱 对他没有太大的效果 严晨鱼默默地接过丹药 自然不会相信钟神秀 是什么普通人 好好修炼吧 钟神秀到了一句 便离开此处 严晨鱼看着手中的两个瓶子 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才将瓶带打开 看到里面丹药的时候 他瞬间呆滞了下来 这么多宁元丹 这么多练续丹 他竟然有这么多丹药 严晨鱼惊恶无比 钟长老给他的资源 还有学院美发的丹药 他全部给自己了吗 他竟然真的一点都不留 愣了一会儿 严晨鱼紧紧地握着丹药 难难道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管你是不是普通人 从今往后 你都是我严晨鱼唯一的世尊 从小到大 除了他的母亲外 从未有人对他这么好 这一刻 他的内心充满了温暖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以后谁敢嘲讽你 我就灭了谁 严晨鱼盘息作假 神色坚定无比 有了丹药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 连续耗费五颗宁元丹 十天之后 他成功踏入宁元境后期 但他并未就此松懈 而是继续服用丹药 将剩下的二十颗宁元丹服下 想要一举踏入宁元境巅峰 二十天后 宁元丹消耗一空 还差一点 严晨鱼按道一举 此刻他的修为离宁元境巅峰 还差那么一小步 罢了 做人不得贪得无厌 接下来该去斗兽场了 严晨鱼轻语道 接下来的一个月 严晨鱼每天待在斗兽场 不断与各种妖兽厮杀 虽然有几次差点丢了小命 但他的进步却极为神速 修为彻底巩固下来 对清廉剑局的掌握 达到极致状态 藏风殿中 终神秀睁开双眼 一股狂暴的力量 从他身上弥漫而出 弟子在努力修炼 他这个当师尊的自然也不会闲着 两个月的时间 他又寻了一些机缘 修为成功踏入炼虚境后期 斩妖大会即将到来 该出去走走了 终神秀自语道 一些暂时能寻的机缘 基本上都被他寻完 接下来就该轮到 斩妖之地的那个大机缘了 刚走出房间 便看到严晨宇走了过来 此刻他的身上 带着一股浓郁的血沙之气 气息更为雄浑 斩妖大会快要开始了 我们去广场吧 终神秀轻语道 严晨宇神色复杂地 看着终神秀道 我已经知道 你那些丹药是怎么来的 你竟然把退婚得到的 丹药都给了我 都说了那些丹药对我没用 终神秀淡笑道 我会让苏洪林那个贱人 付出代价的 严晨宇冷声道 这一刻 反派的属性 在他身上再次展露出来 终神秀哑然一笑 别想太多 走吧 随后 两人前往内院广场 广场上 摆放着一艘巨大的非洲 部分长老教习 新生齐聚在这里 赵无极和凤华也在其中 各位 接下来我们前往邀约 那里是斩妖大会进行之地 至于后续的一些细节 等与天舞学院的人会面后再交代 赵无极朗声道 随后 众人陆续登上非洲 非洲化作一道残茫 冲向天际 速度极快 中神秀和严晨宇站在甲板上 众人都在盯着他们 中神秀默默地看着远处 对于众人的目光 没有没有理会 他的修为 似乎更加强大了 严洛雪跟在凤华旁边 神色有些凝重 如中神秀所料 这三个月的时间 严洛雪并未忙着突破 而是巩固了一下修为 到时候严晨宇的距离 就会彻底拉开 这时人群中一道目光扫向严晨宇 带着一丝阴森 严晨宇顺着看过去 那是一位身着紫色长裙的女子 名为袁文静 某个尚书之女 对方之前被汪长老说为弟子 这突破速度倒是飞快 如今已踏入明元静后期 看来汪长老这是下了血本 见严晨宇看过来 袁文静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他的师父可是刻意交代 在斩妖大会的时候 让他给严晨宇一点颜色看看 甚至还刻意给了他一件强大的福保护身 哪怕严晨宇有一个诡异的破炉子 他也丝毫不拒 跳梁小丑 严晨宇按道一句 便不再理会对方 妖冤是一条位于大夏皇朝南部的巨大深渊 里面有山川湖泊沼泽森林等 宛若一个秘境世界 传闻妖冤连通妖界 因此常年有恐怖的妖气弥漫而出 滋生了无数凶残的妖兽 在过去百年间 妖冤之中有众多妖兽冲出来 杀向人类领地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后来圣道学院和天舞学院的强者出面 设下结界 才将妖冤封印 在大夏皇朝内 类似妖冤的地方 还有很多 因此时常会有妖兽作乱 每一次妖兽出动 都会进行血腥的吐露 所以大夏之人 对于妖兽极为憎恨 两个时辰后 中神秀等人抵达妖冤边缘 此处已经聚集着一批人 均是天舞学院的长老 叫习弟子 赵兄 别来无恙啊 一位身着紫巾长袍的老者 笑着走向赵无极 他是天舞学院的一位长老 与赵无极一般 都是动玄境初期的强者 从这里便可以看出 圣道学院和天舞学院的差距 人家随便来一位长老 便有媲美赵无极这位副院长的实力 若是人家的副院长来了 又得有多强呢 天舞学院的实力极为恐怖 招生条件也很特殊 他们通常只招奈天才 而且是主动招人 只要察觉到哪里有天才 便会立刻发出邀请令 从而将人带走 寻常之人若是没有得到邀请令 根本没资格进入天舞学院 相对而言 圣道学院的招生条件倒是稍微低一点 哈哈哈哈 英雄 你还是老样子啊 赵无极也笑着和对方打招 两人又是一番客头 应长老看向圣道学院的众人 摇头道 赵兄 圣道学院当真是没落了 竟然连个练须境的心声都没有 在他说完后 天舞学院的一些年轻人不禁抬头挺胸 看向圣道学院众人的眼神 轻笑道 还是先宣布一下斩妖大会的规则吧 行吧 应长老轻轻点头 随手一挥 一块块令牌飞向在场的所有心声 他解释道 此次斩妖大会 时间为半月 你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进入妖冤 与妖兽厮杀 然后想尽一切办法活下来 你们手中的令牌 会自动吸取你们的血液 到时候你们斩杀多少妖兽 积分显示在斩妖榜上 咻 应长老捏动法绝 一张金榜飞入半空中 不断变大 宛若一面巨大的金色镜子 众人的名字 全部在榜单最下方的同一水平线上 每个名字后面都是零 意味着斩杀妖兽的积分为零 应长老继续道 此次斩妖大会 凡是进入前五的心声 均有丰厚的奖励 若是有人能获得榜单第一 那么他将会得到一份天大的机缘 榜单第一天大的机缘 众人神色激动 兴奋无比 赵无极陈声道 妖冤极为特殊 只允许人类子府 静以下的修炼者踏子 所以两大学院 宁元静和炼须静的弟子 教习都可以进入其中 每次斩妖大会 都会伴随着死亡的发生 若是害怕的 现在可以退出 众人神色严肃 并不打算退出 妖冤虽然凶险无比 但里面也藏着很多的好东西 若是能够获得一二 也算是天大的机缘 见无人退出 赵无极轻轻点头 诱导 各位教习的任务 是暗中保护好你们的弟子 同时不要过多干涉 他们的斩妖任务 众人心中一动 所谓不要过多干涉 不代表不能干涉 若是教习将妖兽打残 再由弟子斩杀 这积分肯定也会记录在弟子身上 这些都是新赵不宣的潜规则 斩妖大会 可不单单学员在竞争 教习之间也在较量 事实上 也就圣道学院的教习会进入里面 天舞学院抵运强悍 能够成为教习的 基本上都是子府境的强者 自然不会进入妖院 那么此刻站在这里的 那些天舞学院教习 又是什么来历呢 其实他们并非教习 而是天舞学府的一些老学院 赵无极看向圣道学院的众人 他的目光落在中神秀身上 低声问道 你小子确定要进入妖院 有问题 中神秀反问道 没问题 赵无极深深地看中神秀一眼 这小子如此镇定 看来是有什么仪仗 既然如此就随他了 反正到时候人死了 中藏松那老家伙也无话可说 落雪 记住为师给你说的事情 凤华看向阎洛雪 以他的修为 自然不能进入妖院 不过他已经给了阎洛雪一些好东西 可让对方在妖院自保 好的师傅 阎洛雪认真的点头 应凶准备破开结界 赵无极看向阴长老 好 两人没有废话 瞬间出手 两道光柱轰向结界 呼 结界很快便出现一道口子 阴长老沉声道 各位教习学员 速速进入妖院 半月后 我们会再次开启结界 你们手中的令牌会带你们离开 众人没有犹豫 立刻纵身跃入妖院 进入妖院 可能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 阎晨鱼抓着忠神秀的手 直接跳了下去 周围的场景不断变换 阎晨鱼和忠神秀来到一片诡异的森林之中 四周散发着浓郁的妖气 让人头晕目眩 树木呈现诡异的迷幻之色 上空是一片血红色 给人的感觉无比压抑 松手 忠神秀开口 阎晨鱼立刻把手松开 他从储物戒指里面拿出一份地统 展妖大会举办了好几次 妖院的地图自然也是有售卖的 严晨鱼指着地图的一个位置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应该迷幻灵 属于低级妖兽出没的区域 妖院里面的妖兽众多 根据妖兽的等级 划分了不同的区域 低等中等高等禁忌 中低等适合学员历练 难度系数在可承受范围内 新生通常都会被传送到这两个区域 而高等难度系数巨大 妖兽兄弟无比 若是进入死亡的可能性巨大 至于禁忌区域 那是不能踏足的地带 若是不小心进入里面 就等死吧 中神秀轻轻点头 陈寅道 我现在有点事情要去做 迷幻灵深处有个花妖坛 你就去那里等我 三日之内我会去找你 记住一点 不要忙着去斩杀妖兽 明白吗 她现在要去夺取妓院 暂时顾不到严晨鱼 花妖灵绝对是整个妖院 最为安全的地方 明白 严晨鱼认真的点头 去吧 注意安全 中神秀轻轻挥手 严晨鱼没有犹豫 拿着地图快速离去 在严晨鱼离去之后 中神秀看向一个位置淡漠道 张教席 出来吧 呵呵 有趣 竟然能发现我 一道怪异之声响起 张教席从一棵树后走了出来 看向中神秀的眼神 带着一丝杀意 早就看着小子不爽了 现在既然撞上 那便送对方上路 反正这里是妖冤 死个人也很正常 中藏风可找不到自己头上 我既然能发现你 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 中神秀眼睛微微一眯 什么 张教席冷然一笑 猛然杀向中神秀 哄 不过中神秀的速度更快 刹那间出现在张教席面前 一把抓住对方的脖子 将其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碰 对面碎裂 张教席喷出一口鲜血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你 你 他可是练虚境后期的强者 竟然就这样被一招镇压了 中神秀根本不是什么废物 这完全就是披着羊皮的狼 他们都看走眼了 话都说不明白 还是闭嘴吧 中神秀的拳头 对着张教席的脑袋 张教席颤声道 我 我是圣道学院的教席 你若是我动我 哄 张教席话还未说完 脑袋便被中神秀一拳打爆 鲜血飞洒 脑浆四溅 中神秀缓缓起身 默然道 这里是妖约恩 死个人不是很正常吗 他没有过多理会 直接往迷幻林外走去 离开迷幻林后 再往东行了一百多里 中神秀看到了一座巨大的火山 火山口支离破碎 沟壳纵横 赤红色的岩浆喷涌而出 滚滚浓烟直入天际 就是这里了 中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大机缘就在这火山腹部 而在火山底下 则是有一个洞穴 那里便是入口 就在中神秀刚打算往入口走去的时候 一阵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他立刻找一个地方藏起来 长浩师兄 你说这洞穴里面会不会有宝物 摇原虽然凶险 但也不乏大机缘 我有种直觉 这里面肯定有质宝 我们进去看看吧 两位男子往这边走来 均是天舞学院的人 这倒是省去我一些功夫 中神秀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知道这里面有一头强大的妖兽 有这两人当诱饵 他倒是可以坐收于力 如中神秀所料 天舞学府的两人刚进入洞穴 里面便传出一阵恐怖的咆哮声 地面一阵颤动 逃啊 两人惊恐大叫 从洞穴里面逃出来 在他们背后 有一头烈焰蛟龙正在追赶 烈焰蛟龙追着两人消失 机会来了 中神秀果断进入洞穴之中 深入百米之后 一个巨大的岩浆池出现在他的眼前 一阵灼热的感觉袭来 仿佛要将他烤熟 中神秀立刻运转鸿蒙道经 一股鸿蒙之力将他笼罩 他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跳下岩浆池 周围的岩浆 根本奈何不了他身上的鸿蒙之力 下潜两百米后 一座赤红色小岛出现在中神秀眼前 秀 他化作一道残影 降临在小岛这小岛倒是玄妙 中神秀打量着四周的景物 小岛散发着一股特殊的力量 将周围的岩浆隔绝在外面 随后 他开始在小岛之中寻找 没过多久 他看到一具枯骨 枯骨呈现金黄之色 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万古不朽 根本不能靠近 枯骨上面有一团巴掌大小的金色火焰悬浮 一火榜排名第六的 天荒地落岩 中神秀深吸一口气 此次来这里 便是为了此物 别看这朵火焰很小 一旦它彻底爆发 可瞬间让这里化作虚无 天荒地落岩 乃是天荒大圣之物 传闻此物可让地落 凶威滔天 万年前 天荒大圣陨落妖冤 此一火便留在这里 而且受到了巨大的破坏 眼前这具金色枯骨 正是天荒大圣的 传闻其拥有强大的天荒圣体 精彩绝艳 可横推万古 同级无敌 可惜这样的绝代人物 最终也难逃一死 按照后续剧情 天荒地落岩 并未被女主炎落血所得 而是被他的一个强大对手取走 这一下倒是便宜自己了 想要取走这天荒地落岩 看来还得借助鸿蒙塔碎片 终神秀暗道一句 他捏动硬诀 将鸿蒙塔碎片寄出来 秀 鸿蒙塔碎片瞬间冲向天荒地落岩 吼 在鸿蒙塔碎片靠近的时候 天荒地落岩察觉到了危机 立刻抵抗 暴虐之气弥漫 恐怖的火焰 瞬间将整个小岛笼罩 哼 鸿蒙塔碎片爆发一股 更为诡异的镇压之力 天荒地落岩根本翻不起丝毫浪化 秀 鸿蒙塔碎片卷着天荒地落岩 飞入终神秀的眉心 终神秀立刻盘膝坐下 在鸿蒙塔碎片的镇压下 天荒地落岩快速进入他的丹田之内 原本暴虐的火焰 此刻温顺的像是一只小绵羊 对终神秀露出一丝轻易 彻底沉浮 还得是鸿蒙塔碎片 终神秀淡然一笑 心念一动 天荒地落岩出现在他的手掌之间 此一火微是恐怖 可用来对敌 炼丹 妙用无穷 嗡 就在这时 鸿蒙塔碎片微微一颤 一道烙印涌向终神秀的灵魂 终神秀正了一秒 收起天荒地落岩 闭上双眼 认真感悟 此刻他的灵魂深处 多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一门拳法 天荒神拳 一门击法 天荒击法 一门丹树 天圣炼丹树 据他所知 剧情中那位获得天荒地落岩的强大配角 似乎并未获得这些东西吧 两日后 终神秀缓缓睁开眼睛 身上的气息更为玄妙 他抬头看去 只见之前那头烈焰蛟龙正在岛屿外面 眼神嗜血地盯着他 终神秀站起身来 默视着烈焰蛟龙 滚 话音一落 天荒地落岩的气息弥马而出 吼 烈焰蛟龙感受到那股气息 眼中露出惊慌之色 连忙逃走 终神秀看了一眼天荒大圣的枯骨 行了一礼此番得前辈之物 自当为前辈注目立碑 随后 终神秀在这里铸造了一座墓穴 墓碑上刻有六个字 天荒大圣墓 做完这一切 终神秀化作一道残影 往上面冲去 第二十二章 一夜之秋 做得不错 妖冤外 赵无极等人正盯着斩妖榜 排名前五的 全都是天舞学院的人 赵兄 看来这次斩妖大会 你胜道学院又要空手而归了 应长老满脸调侃地看着赵无极 眼神之中充满了细血 赵无极轻语道 这才第三天 离斩妖大会结束 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 哈哈 所谓一夜之秋 从前三天便可以看出很多端倪 应长老大笑道 对天舞学院的学生充满了信心 赵无极笑了笑 没有多言 心中却有些莫名的担忧 此番他最为看好严陈渝和严洛雪 但是 现在已经第三天了 这两人的斩妖积分依旧为零 这让他有些不解 莫不是两人遇见了大麻烦 凤华神色极为平静 丝毫不担心严洛雪有危险 快看 严洛雪的积分开始增加了 圣道学院的一位长老惊喜地说道 此刻 严洛雪的斩妖积分再不断暴涨 正以每次十分的速度增加 这个速度极快 没过多久 便涨到了一百多分 要知道 此刻天舞学院排名第一的人 斩妖积分也不过才三百 这不禁让圣道学院的众人 对严洛雪充满了期待 这才多久 便斩杀了十几头二级妖兽 硬长老面露诧异之色 斩妖积分 是以妖兽等级而论的 一级妖兽一个积分 二级妖兽十个积分 三级妖兽百个积分 一级妖兽相对于人类宁缘境 二级妖兽相当于人类恋虚境 三级妖兽相当于人类子斧境 严洛雪这么快 便涨了一百多积分 倒是让人意外 之前他观察过那个小女娃 对方似乎只有宁愿进巅峰的修为吧 哈哈 好 赵无极大笑一声 心情非常不错 看来这次圣道学院 还是有点希望的 他不奢求第一名 只要有人能进前舞即可 凤华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快看 严洛雪的积分又增加了 众人震惊无比 严洛雪的积分不断暴涨 一斩茶后 直接涨到三百五 成功夺取了榜单第一名 这就说明 他一连斩杀了三十五头二级妖兽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斩杀这么多二级妖兽 这是中等难度区域了 英雄 看来我胜道学院的学生也不弱呀 赵无极摸着胡须大笑道 这才几天 不到最后时刻 谁又知道结果呢 应长老满脸不爽地回了一句 所谓一夜之秋 严洛雪的这番表现 倒是一个好兆头 赵无极笑眯眯地说到应长老 迷幻灵 花妖谈 严晨鱼 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倒是有趣 袁文静满脸冷意地盯着严晨鱼 所以呢 严晨鱼神色淡漠 呵呵 自然是奉我师父之命 给你一点惨痛的教训 当然 我更想将你弄死在这妖冤里面 袁文静冷笑道 说得好 所以 你还是去死吧 严晨鱼眼中闪过一丝森冷的杀意 身上的气息爆发 瞬间杀袁文静面前 你竟然踏入了宁渊静后期 袁文静神色大惊 连忙拿出一块宝玉 这是汪长老给他的宝物 只要捏碎 便可发出一道 子俯镜强者的攻击 哄 严晨鱼早就在提防 自然不会给袁文静 捏碎宝玉的机会 他一把抓住袁文静的手腕 咔嚓一声 直接将其折断 啊 袁文静发出一阵惨叫声 手中的宝玉顿时掉在地上 哄 严晨鱼再次伸出手 一把捏住袁文静的脖子 将其提起来 他只需用力一捏 便可送对方上路 别 别杀我 人色一阵惊恐 连忙开口求饶 咔嚓 严晨鱼没有废话 直接捏断袁文静的脖子 开玩笑 你都来杀我了 你以为自己还能活命 碰 随手将袁文静的尸体丢在地上 严晨鱼捡起地面上的宝玉 这块宝玉之中 封印着强大的力量 可以用来当做一个底牌 反派死于话多 这倒是给了他一个提醒 若是袁文静一开始 就将这块宝玉捏碎的话 或许此刻死的就是他 看来以后不能废话 有趣 圣道学院的弟子 竟然在自相残杀 此事若是传出去的话 应该会很有意思吧 一道玩味之声响起 三位天舞学院的弟子 满脸戏谑地走了过来 严晨鱼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瞬间捏碎手中的宝玉 哄 宝玉碎裂 一股恐怖的力量 骤然从里面冲出来 那三位天舞学院的弟子 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这道力量 轰尘飞灰 好强 严晨鱼难难道 这种不废话 直接秒杀敌人的感觉 真的很玄妙 可惜自己刚到手的底牌 还没捂热 就浪费在这三人身上 谁 突然 严晨鱼看向一个位置 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是我 忠神秀神色平静地走了过来 师尊 严晨鱼见来人是忠神秀 心中松了一口气 这三天 他就在这里等忠神秀 哪里都没有去 忠神秀挣了一秒 严晨鱼这一声师尊 倒是让他有些愣神 他看向袁文静的尸体 严晨鱼察觉到忠神秀的目光 他脸色微变 连忙解释道 是他想杀我 结果被我反杀了 忠神秀夸赞道 你做得不错 不过留下尸体容易出问题 丢去位妖兽吧 严晨鱼微微一愣 他还以为忠神秀会责骂他 没想到 对方不但没有责骂 反而夸赞了他 明白了 严晨鱼认真点点头 随手一挥 袁文静的尸体 飞入前面的一个寒潭之中 里面一群怪鱼冲出来 终神秀卿语道 好的 严晨鱼眼中涌现浓郁的战役 终于可以斩杀妖兽了 也不知道其他人杀了多少妖兽 严落雪现在又排在地级 第23章 二级妖兽 黑角犀牛 快看 严晨鱼的积分也在快速增加 遥远外 圣道学院的几位长老 满脸激动地盯着斩妖榜单 此刻严晨鱼的积分在快速暴涨 与严落雪每次涨十分不同 他每次只涨一分 但速度却极快 没过多久便达到了一百 不错 赵无极脸上露出一谋笑容 之前他还担心严晨鱼遇见了危险 现在见对方的积分快速增长 他心中旋起的石头也缓缓落下 同时也多了几分期待 不就是涨了一百积分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应长老皱眉道 并未将严晨鱼那点积分放在眼里 现在唯一能让他证实就是那颜落雪 对方的积分涨得太快 已经达到了八百多积分 占据榜首 而他天舞学院积分最高的一个弟子 也才七百多 而且应长老还发现 天舞学院有几位弟子的积分 已经静止不动 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迷幻灵中 严晨鱼手持一柄长剑 清廉剑决施展 不断斩杀妖兽 迷幻灵属于低难度区域 大多数妖兽都为一级 对他而言并无多大的威胁 没过多久 他斩杀了上百头妖兽 速度极快 周围的其他妖兽 感受到他身上的血煞之气 纷纷逃走 看来一级妖兽 已经对你没有任何威胁 可以换个地方了 终神秀走了过 这一路他都在观看 严晨鱼斩杀妖兽 并未出手帮助 严晨鱼现在是宁元后期之境 可轻松跃及 占宁元巅峰之境 若是施展禁连三世 甚至可以勉强与炼须境出气的 强者交锋几招 对付这些一级妖兽 自然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一级妖兽的等级实在太低 连妖丹都没有凝聚 终神秀打算弄点妖丹修炼 所以得换个地方才行 去哪里 严晨鱼拿出地图问道 他也觉得 继续待在迷幻灵 没有太大的意义 打算找更强的妖兽斩杀 终神秀随意看向地图上 标示的一个中等难度区域 去万妖灵吧 万妖灵在迷幻灵已稀 算起来 迷幻灵只是万妖灵最外围的一部分 倒是可以去那里试炼一番 好的 严晨鱼轻轻点头 又好奇地问道 也不知道严洛雪 现在斩杀了多少妖兽 他耽搁了一段时间 肯定没有对方斩杀的妖兽多 终神秀轻语道 他的积分最起码在五百以上 五百以上 那我要抓紧了 严晨鱼神色严肃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现在只是小打小闹而已 再过几天 妖冤会发生一件大事情 到时候会有一座神秘的大殿出现 里面藏着质宝 妖族的一些强者也会现身 作为天命之女的严洛雪 将会夺得大殿之中的宝物 惊艳八方 好的 严晨鱼也没有多想 一个时辰后 终神秀与严晨鱼穿越迷幻灵 成功抵达万妖灵 万妖灵的妖气更为浓郁 远不是迷幻灵可比的 刚入万妖灵 两人便感受到了几道恐怖的气息传来 前方五十米 有一头二级妖兽 实力相对较弱 你上去试试 不要一开始使用禁连第三试 先试试手 好好磨练一下 终神秀卿语道 若是单单靠积分拿个第一 那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斩妖的关键 就在于与妖兽厮杀 磨练 从而提升实力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 严晨鱼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立刻握紧长剑 杀向前面 好 一阵咆哮声响起 周围的树木不断倒地 一头三米高的黑角犀牛冲了出来 黑角犀牛浑身布满领甲 头顶长着尖锐的满脚 眼睛血红 身上的妖气极为暴虐 呼吸间 一阵阵妖雾弥漫 给人巨大的压迫之胆 二级妖兽 黑角犀牛 严晨鱼看着眼前的黑角犀 倒是极为镇定 没有多余的废话 他直接施展青莲剑爵 主动对着黑角犀牛发起攻击 一道道恐怖的青色剑气弥漫 带着森冷的杀意 好 黑角犀牛发出一声咆哮 立刻杀向严晨鱼 厮杀开始 周围的树木不断碎裂 尘土飞溅 浓烟滚滚 终神秀在不远处观战 眼中露出一抹赞许 严晨鱼的境界是稍微低了一点 但面对比自己实力强大的妖兽 还能如此镇定自若 这一点倒是可以加分 哄 临终一阵阵爆炸声响起 严晨鱼疯施展青莲剑爵 剑气纵横 极为霸道 但二级妖兽 毕竟是二级妖兽 实力更为可怕 严晨鱼的攻击 连他身上的灵甲都破不开 他立刻发起更为恐怖的反击 哄 没过多久 严晨鱼便被鸡飞 一口鲜血喷出来 脸色苍白无比 手中的长剑也直接肚断脸 宁元晋后期的实力 想要击败相当于练须境的二级妖兽 还是极为困难 不过他并未胆怯 而是再次杀上去 一番不要命的厮杀 严晨鱼浑身鲜血 已经杀红了眼 十二品青帘幻化万千 疯狂攻击 黑脚犀牛也被彻底惹怒 咆哮连连 身上的气息越来越恐怖 每一次攻击都带着毁灭之威 青帘绽放 严晨鱼直接叠加三十六层青帘绽放 哄 一阵剧烈爆炸声响起 方圆三十米内 直接化作一片废墟 哄 不远处 黑脚犀牛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他身上的灵甲碎裂不少 鲜血鼓鼓直冒 再来 严晨鱼眼神凶利 再次施展青帘绽放 主动攻击 以他现在的实力 连续施展两次青帘绽放 便是极致 但他无惧 哄 又是一阵爆炸 黑脚犀牛再次被击飞 身上的伤痕更多 所有灵甲全部粉碎 一道道深邃的血痕出现 不过依旧不致命 哄 黑脚犀牛疯狂扑向严晨鱼 他要将这个人类撕成碎片 然后一口口地吞下 连续两次青帘绽放 严晨鱼的力量已经被抽干 他倒在地上 面无血色 忠神秀默默地看着 并未出手 因为他知道严晨鱼有自己的打算 如他所料 在黑脚犀牛靠近的时候 严晨鱼身上瞬间爆发一股恐怖的气息 直接从宁原境后期 踏入宁原境巅峰 第24章 碧血灵芝 我躺一下 哄 黑脚犀牛刚靠近 便被严晨鱼身上的威压震飞 严晨鱼瞬间站起来 他握紧拳头 自语道 宁原境巅峰 之前离宁原境巅峰便只差一点 一番死斗倒是成功突破了 身上充斥着更为强大的力量 哄 黑脚犀牛察觉到严晨鱼身上的恐怖力量之后 眼中露出一丝畏惧 转身就逃 想逃 严晨鱼冷然一笑 一步踏出 瞬间挡在黑脚犀牛面前 他握紧拳头 一拳轰出 碰 黑脚犀牛被他一拳轰飞 连脚都被轰断了 严晨鱼不断挥拳 拳拳倒肉 一斩茶的功夫后 严晨鱼成功震杀黑脚犀牛 他的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自己竟然以宁原境巅峰的修为 斩了一头二级妖兽 这种感觉 很是微妙 我赢了 严晨鱼满脸笑容的看着中神秀 中神秀走过来 轻轻点头道 表现不错 不过你应该发现了 刚才这头黑脚犀牛并无一战的勇气 不然你很难斩杀他 嗯 严晨鱼神色认真 倒也没有怀疑中神秀的话 他虽然入了宁原境巅峰 可越级战略虚境的存在 但也只是一战 想要斩杀 极为困难 这次能斩杀这头二级妖兽 关键在于对方恐惧了 不敢与他正面一战 否则的话 胜负难料 刺了 中神秀拿出一柄匕首 直接割开黑脚犀牛的脑袋 从里面取出一颗黑色珠子 这是妖丹 里面蕴藏着狂暴的力量 可用来修炼 炼丹 炼气 制造战衣等 妙用无穷 不过很少有人敢用妖丹修炼 因为丹药蕴藏的妖气太过浓郁 力量过于狂暴 一个不小心 就会让人走火入魔 当然 这对修炼鸿蒙到精的中神秀而言 并无任何影响 接下来 你继续斩杀妖兽 可以使用禁连第三式 中神秀对严晨鱼叮嘱了一句 便往灵中走去 他也得去猎杀一些妖兽 严晨鱼深吸一口气 立刻往前面冲去 好 临终 一头血色剑齿虎 挡在中神秀面前 身上的气息极为可怕 远比之前严晨鱼斩杀的黑角犀牛 要强上很多 二级妖兽 也有强弱之分 眼前这头 最起码相当于人类练虚境后期 好 血色剑齿虎 猛然扑向中神秀 欲要品尝鲜美的血食 哄 中神秀看都不看 直接一拳轰出 碰 下一秒 这头血色剑齿虎 直接被他一拳轰爆 鲜血飞洒四周 一颗血色的妖丹掉落 中神秀随手拾起妖丹 便往前面走去 前行百米后 他看到了一个深邃的拳眼 拳眼旁边 长着一株血色的灵芝 灵芝散发着浓郁的灵气 极为不凡 碧血灵芝 看成色 应该有千年以上 中神秀眼睛一亮 这碧血灵芝 乃是天地灵物 蕴藏着强大的灵力 若是能得到 这株碧血灵芝 再加之众多妖丹 他便可以快速 踏入炼虚境巅峰 此处应该有一头 三级妖兽镇守 中神秀暗道一句 万妖灵虽然是 中等难度区域 但不代表 这里一头三级妖兽都没有 不过 三级妖兽而已 我又有何具 中神秀淡然一笑 瞬间出现在全眼旁边 好 就在这时 泉水喷涌而出 一头气息恐怖的 黑色墨胶冲出来 身躯巨大 妖气磅 三级妖兽 墨娇 实力极为强悍 看起气息 应该相当于 人类子府境中期的强者 好 墨娇发出一声咆哮 对着中神秀 张开血盆大口 欲要将中神秀 直接吞下 中神秀神色平静 在墨娇的大嘴撕咬来之际 他随手伸出一根手指 一缕天荒地落岩弥漫 哄 下一刻 墨娇的身躯 顷刻间被焚为灰烬 连妖丹都没有剩下 可惜了 中神秀收起地落岩 轻轻一叹 三级妖兽的妖丹 珍贵无比 竟然就这样没了 天荒地落岩的威力 果然可怕 没有多想 中神秀将旁边的 碧雪灵芝摘下 住手 就在他刚打算将 碧雪灵芝收起来的时候 一阵怒吼声响起 一位手持长剑 身着黑色长袍的男子 快步走了过来 这是天舞学府的一位老生 实力不弱 练须境巅峰 这株碧雪灵芝 是我先发现的 立刻放下 黑袍男子怒视着中神秀 眼中闪过一丝 贪婪之色 他竟然看到了 一株碧雪灵芝 只要有此物 他便可快速踏入 紫府境 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 过躁 中神秀眉头一挑 一巴掌拍出 哄 黑袍男子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一巴掌拍成血污 中神秀没有理会 收起碧雪灵芝 便转身离去 保险起见 他还得继续猎杀 一些妖兽 又是一番血腥杀戮 中神秀专门挑选 他斩杀了五十多头 十里强大妖兽 在一棵大树下 严晨宇脸色苍白 头昏脑胀 使用静连三十增幅 他快速斩杀了 十几头二级妖兽 现在副作用来了 他以筋疲力尽 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吧 中神秀走了过来 看到中神秀到来 严晨宇松了一口气 他将一些妖丹 递给中神秀 这是我得到的妖丹 都给你 中神秀微微一愣 结果妖丹 我躺一下 严晨宇此刻太过疲惫 闭上眼睛 便沉睡了过去 中神秀看向严晨宇 对方此番沉睡 最起码也得要明天 才能醒来 他在旁边坐下 将碧血灵芝 和众多妖丹拿出来 哄 鸿蒙道经运转 疯狂吞噬 碧血灵芝 和妖丹的力量 一转眼 血色天穷 暗淡了下来 已到晚上 万妖灵中的妖兽 都在肆虐 一阵阵咆哮声响起 震耳欲聋 嗡 中神秀身上 爆发一股玄妙的力量 周围的一些树木 瞬间化作激粉 炼虚静巅峰 中神秀按道一句 收敛身上的气息 修为再进一步 接下来便该考虑 子府静之事了 第25章 血妖草原 三级妖兽 第二天 一阵妖兽嘶吼声 将严晨宇惊醒 睁开眼睛 恰好看到中神秀 神色淡漠地坐在旁边 严晨宇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看到中神秀的瞬间 他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中神秀皱眉道 傻笑什么 今天继续裂杀妖兽 明月就换个地方 严晨宇依旧满脸笑容 他感受到了一下 自己身上的力量 不但彻底恢复 而且更加强大了一分 看来这种力量消耗一空 再次恢复后 会更加强大 这里 严晨宇又看向四周 四周的树木 已经化作激粉 难道最晚这里 出现了可怕的妖兽 中神秀随手将几个玉瓶子 递给严晨宇 这里面有一些丹药 还有一些灵草叶 接下来你继续与妖兽厮杀 尽量不要使用禁连第三世 若是使用了 就服用这些丹药和灵草叶 可以快速补充力量 这些丹药 自然是学院这几个月发给他的 反正对他没用 便移并给严晨宇了 谢谢师尊 严晨宇默默地接过丹药 起身便往前面走去 现在说什么感激的话 都是空的 唯有努力修炼 不断变强 这样才能真正报答忠神秀 万妖灵 厮杀开启忠神秀 依旧在暗处掠阵 看着严晨宇与妖兽激动 力量增强后 严晨宇与二级妖兽的厮杀 明显轻松了很多 时间推到后面 严晨宇浑身伤痕 只能使用禁连三世 力量耗尽之后 他立刻服用丹药和灵草叶 不断补充力量 继续厮杀 众多二级妖兽 不断被他斩杀 摇冤之外 众人神色惊奇地 盯着斩妖榜单 榜单排名 第一名 严洛雪 1000积分 第二名 李承锋 800积分 第三名 陆清柔 700积分 第四名 严晨宇 500积分 第五名 徐之源 400积分 第六名 严晨宇竟然入榜单第四了 这速度好快啊 盛道学院的众位长老激动无比 之前见到严洛雪的积分暴涨 他们极为兴奋 现在看到严晨宇在后面不断追赶 成功夺下榜单第四 他们感到非常震惊 不知这一次 严晨宇是否会如新生考核一般 给众人一个巨大的惊喜 往年的斩妖大会 圣道学院若是能有人踏入前五名 便算是天大的喜事 至于第一 他们根本不敢想 然而这一次 圣道学院不但有两位前五的学员 而且还有一个占据了第一名 这种惊喜 自然是无与伦比 风水轮流转 这下轮到圣道学院来表演一下了 英雄 不知我圣道学院的这两位学员 可还入你的眼 赵无极满脸笑容地看向英长老 往年都是这老逼灯来嘲讽奚落自己 而自己则是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 现在得让自己说说话了吧 这才第四天 还是继续往后看吧 英长老满脸不爽地说道 哈哈 赵无极开怀大笑 看到英老头这郁闷的样子 他的内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转眼 斩妖大会进行到第十天 榜单依旧在不断刷新 排在第一的依旧是严落雪 积分已经飙升到两千四 排在第三的是严晨宇 积分已经涨到一千八 速度极快 直接把原本的第三名挤了下去 不过离言落雪 还是有一些差距 而在两天前 终神秀已经带着严晨宇 换了一个高难度的区域 从万妖灵一路杀到了血妖草原 血妖草原 妖狼肆虐 恐怖的妖气充斥 使得天羽越发血红深沉 杀 严晨宇正在不断与一群二级妖狼厮杀 远处还有一头三级妖兽正在掠阵 这几天厮杀下来 她的实力不断增强 面对一般的二级妖兽 已经可以轻松斩杀 甚至都不需要使用五级增幅 就很强悍 这是直接越了一个大的等级 不远处的一座山丘上 终神秀轻轻点头 觉得时机成熟了 便道 扶下一颗破虚丹 三颗炼虚丹 好的 严晨宇没有犹豫 立刻将丹药拿出来扶下 四颗丹药扶下 四道狂暴的力量从她体内乱窜 把这些妖狼解决后 去东边和那头三级厮杀一番 可以使用力量增幅 终神秀淡然道 严晨宇没有废话 身上的气息彻底爆发 身影闪烁 不断震杀周围的血狼 很快 斩杀完周围的血狼后 她立刻向着东边冲去 那里有一头三级妖狼 实力非常强大 即使她使用近连三世的增幅效果 也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宁愿近巅峰 战相对于人类子附近的三级妖兽 这简直就是在找死 估计也就中神秀 敢让她做这种事情 但她无惧 因为她相信中神秀 很快 战斗开启 不出所料 严晨宇被狠狠地虐了一顿 浑身鲜血淋漓 力量消耗一空 受了重伤 好 那头三级妖狼 发出一声咆哮 便要继续扑上来 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恐怖的气息 瞬间将她锁定 这头三级妖狼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下意识地退后 中神秀出现在十米之外 她轻语道 再扶下两颗炼虚丹 继续使用静连三式 好 严晨宇连忙拿出丹药扶下 一般来说 很少有人敢在宁元镜 服用炼虚丹 在宁元镜巅峰 服用破虚丹 已经算是极致了 若是服用炼虚丹的话 可能会出大问题 比如暴体而亡 损坏根基等等 而严晨宇呢 除了一颗破虚丹外 再加上这两颗炼虚丹 已经是第五颗了 奢不奢侈 暂且不说 就单单终神秀敢 让她这样做 这就需要莫大的勇气 当然 这也是终神秀 知道严晨宇的情况 才会让她继续服用 严晨宇服下破虚丹后 消耗的力量快速回复 她施展静连三式增幅力量 再次杀向那头三级妖兽 没过多久 她的力量又一次被消耗一空 身体负荷已经达到极致 此刻服用丹药 已经没有丝毫效果 而且还会损害她的根基 严晨宇脸色苍白地站在原地 呼吸急促 大脑一阵昏沉 随时都会倒在地上 终神秀走了过来 淡然道 休息一下吧 嗯 严晨宇回了一句 便倒在了地上 草皮柔软 极为舒坦 滚 终神秀瞄了那头三级妖兽一眼 好 结果那三级妖兽 似乎在找死 竟然瞬间扑了过来 刺了 终神秀随手一挥 严晨宇手中的长剑飞出 瞬间将那头三级妖兽 劈成两半 终神秀看了严晨宇一眼 便去拾取周围的妖丹 第26章 陈渝第一 儒子之功 斩妖大会 第十一天 清晨 一阵妖风吹过来 带着浓郁的血腥味 严晨宇睁开眼睛 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舒坦 厮杀了一天 好好休息一下 这种感觉真的太舒服了 不对 突然 严晨宇坐了起来 立刻观察自身的情况 练须近初期 严晨宇眼睛一亮 没想到自己睡一觉 竟然就突破了 扶下一颗破须丹 五颗炼须丹 这样的突破方式 既奢侈 又奇特醒了 终神秀走了过来 严晨宇立刻站起来 认真道 我继续去猎杀妖兽 此刻他仿佛已经入魔 已经彻底喜欢上猎杀妖兽 然后提升修为的感觉 终神秀轻轻点头 可以去试试炼须近的力量 猎杀到五十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说到这里的时候 终神秀眼中 闪过一道幽光 今天是斩妖大会 进行的第十一天 按照剧情 今日会有一座神秘的大殿 从某个禁区出现 而原本十五天的斩妖大会 也会提前在今日结束 如此 倒是得让严晨宇 再猎杀一点三级妖兽 严晨宇握紧长剑 再次杀向远处 终神秀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消失 随后 血妖草原之中 有不少三级妖兽 莫名其妙的互相攻击 最终多败俱伤 竟带严晨宇去斩杀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五十到来 严晨宇一剑斩杀了一头三级妖兽 眼中露出一抹怪异 这已经第十五头三级妖兽了 每一头都在互相厮杀之中 身受重伤 就等着他去补刀 这一幕实在是诡异至极 三级妖兽都变成了大白菜吗 没有过多犹豫 严晨宇立刻将这头三级妖兽的妖丹挖出来 终神秀在收集妖丹 这些都给对方 练须境的力量如何 终神秀走过来问道 严晨宇脸上浮现一抹奄然的笑容 很强大 虽然他早就感受过练须境的力量 但是那种感觉根本没有此刻来的奇妙 这些妖丹给你 严晨宇将众多余妖丹给终神秀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收起来 他思索一下 轻语道 这血妖草原还有众多强大的妖兽 但现在没有必要继续斩杀下去 以你此刻的积分夺取榜丹第一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去凤云山脉 凤云山脉 严晨宇神色一惊 那可是禁忌区域 踏足其中 实死无生 害怕吗 终神秀问道 害怕 严晨宇诚恳地回答 禁忌区域 谁不害怕 倒也诚实 不过害怕没用 那里必须去 终神秀摇摇头 那就去吧 严晨宇神色严肃 嗯 终神秀淡然一笑 带着严晨宇离开血妖草原 外界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斩妖榜丹 这一下 即使是凤华也满脸怪异之色 斩妖榜单的排名 彻底变了 第一名 严晨宇 四千个积分 第二名 严洛雪 两千六百个积分 第三名 李承锋 两千一百个积分 第四名 这才两天的时间啊 这积分排行就彻底变了 严晨宇的追赶 众人已经看到 但是谁也没想到 他竟然能一举夺下第一 昨日还好 虽然对方的增长速度也很快 但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今日呢 瞬间变天了 直接一百一百的掌 掌了十五次 这是啥概念啊 严晨宇一连斩杀了 十五头三级妖兽 他什么境界 进入妖冤的时候 也才宁愿静后期 纵然是有大级元 踏入了练须境 也不能直接斩杀 三级妖兽吧 而且还是一连斩十五头 嗨嗨 应长老 不会这斩妖榜单出问题了吧 那小女娃 怎么可能这么快斩杀 十五头三级妖兽呢 天舞学院的一位长老 轻轻一咳 感觉有些不切实际 应长老瞪了一眼 这斩妖榜 是造化静强者所住的宝物 能出问题 天舞学院的其他长老 一阵苦笑 他们自然知道 这东西不会出问题 但是那圣道学院的小丫头 以宁愿静后期的修为 一连斩杀十五头三级妖兽 实在是不对劲啊 而且这妖冤 对人族有巨大的限制 子府静及以上的修饰 根本不能踏入 他又是如何斩杀 那么多三级妖兽的 难道是身上携带着 什么逆天的至宝 若是如此的话 倒是可以理解 难道是 圣道学院的一些长老 眼睛一亮 下意识地想到 严陈渝似乎有一个破炉子 之前新生考核的时候 他直接丢那个破炉子 差点把炎落雪砸死 那破炉子诡异莫测 眼下严陈渝能斩杀 那么多妖兽 或许就是那破炉子的功劳 如此来说 倒是可以解释眼前的情况 那个炉子嘛 赵无极也是暗自点点头 见严陈渝的积分暴涨得这么快 他下意识想到了的势中神秀 但是仔细思索一下 又觉得不切实际 看来还是那个破炉子的因素 凤华也是这样的想法 以他的实力 一般人想要在他面前隐藏修为 可能性为灵 那中神秀看起来确实有些特殊 但无论怎么看 都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除非对方有超越圣人的实力 这才能逃过他的双眼 但这种情况可能吗 根本不可能 赵兄 看来你圣道学院 为了这次斩妖大会 还刻意给了学员强大的质宝啊 印长老皱眉道 又没说不许使用宝物 难道天舞学院 没有给学员强大的宝物吗 赵无极反问了一句 印长老张了张嘴 竟然不知如何反驳 我圣道学院是没落了 但好歹也是圣人创建的 有点宝物不是很正常吗 有问题 赵无极笑着道 没问题 印长老瞪了赵无极一眼 这老家伙这是在嘚瑟吗 好吧 圣道学院确实是没落了 但根基还在啊 宝物什么的 自然不会少 第27章 凤允山脉 天妖试炼 妖渊以北 有一片被烈焰焚烧的巨型山脉 山脉呈现弯跃之状 宛若凤凤凰的一对翅膀 烈焰弥漫 沟壑纵横 周围没有任何植被 而在山脉中间的位置 则是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天坑 里面蕴藏着恐怖的力量 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这便是妖渊禁区之一的 凤允山脉 传闻曾有一头神凤陨陨落于此 最终造就了这片无边无际的山脉 在凤允山脉周围 栖息着众多强大的妖兽 寻常人一旦靠近 便会被那些妖兽撕成粉碎 此刻 在凤允山脉外万米之地 钟神秀和颜晨鱼现身 这便是凤允山脉吗 隔着老远便感受到了数道恐怖的气息 颜晨鱼神色凝重无比 这种压迫感 前所未有 远不是那些三级妖兽能给的 钟神秀副手往旁边的一个山洞走去 颜晨鱼愕然道 不直接去凤允山脉吗 钟神秀道 再等等 现在过去简直是找死 等一下那座大殿出来 周围的妖兽都会被清理干净 到时候再去也不迟 哦 颜晨鱼立刻跟上钟神秀 半个时辰后 山洞 钟神秀瞬间睁开眼睛 整个山洞瞬间摇晃起来 地面不断抖动 确切来说是整个妖冤都在颤动 来了 钟神秀暗道一句 颜晨鱼立刻起身 神色凝重无比 感受到了一股诡异的力量 将这片天地笼罩 让它感到极为压抑 与此同时 凤云山脉 那个天坑之中 一股狂暴的力量冲天起 空间瞬间崩碎 山脉坍塌 地面出现一道道巨大的裂痕 浓郁的烟雾冲天起 吼 凤云山脉 无数恐怖的妖兽 发出嘶吼之声 不要命地向着那座天坑冲去 似要夺取什么逆天的机缘 哼 就在这时 天坑被撕裂 一座巨大的赤铜大殿 从里面冲出来 此殿一出 便爆发一股极为可怕的吞噬之力 嗡 凤云山脉中的无数妖兽 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 直接被吸入大殿之中 哼 吞噬了整个凤云山脉的妖兽之后 赤铜大殿再次爆发一股凶猛的威压 一道血红色的光柱冲天起 妖云上空的封印结界 被轰出一个大洞 妖云之中 无数妖兽瑟瑟发抖 趴在地上 根本不敢抬头 怎么回事 远处为何有一道血色光柱 莫不是什么逆天之宝问世了 看样子 那里似乎是禁区之一的凤云山脉 两大学院的一些学员和教习 面露震惊之色 洞穴之中 天妖殿 终神秀眼中带着一抹沉思 天妖殿乃是一位妖圣的宫殿 不过那位妖圣已经陨落 现在的天妖殿由气灵镇守 里面有无上之宝 按照剧情 接下来妖族强者会现身 天妖试炼开启 妖冤之中子府境以下的妖族和人族 都可以参与 颜落雪作为天命之女 会在考核之中惊艳四方 最终夺取天妖殿之中的最大造化 天凤地印 天凤地印虽然强大 但终神秀盯上的却并非此物 他盯上的是天妖殿下面 天坑之中的其他东西 整个天妖殿的存在 便是为了镇压那件东西 至于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终神秀也不知道 因为书中只是一笔带过 并未详细介绍 出去看看 终神秀淡然道 两人走出洞穴后 那是 严晨鱼神色震惊地 盯着凤允山脉上空的天妖殿 与此同时 妖晕了一些禁区 三道恐怖的威压爆发 只见三尊大妖冲天起 化作道道残影 瞬间来到天妖殿前 大鹏王 孔雀王 金娇王 终神秀盯着那三尊大妖 这三位可不简单 均是造化镜的强者 他们撕裂禁区空间 自妖界而来 好可怕的威压 严晨鱼神色凝重无比 三尊大妖的气息太过可怕 让他感到神魂悸动 金翅大鹏 化作一个魁梧的中年男子 对着天妖殿抱拳道 敢问前辈 我等可否夺取天妖殿中的机缘 妖界强者 对于天妖殿 自然极为了解 此殿是妖界 一位无上妖圣所炼制 拥有强大的气灵 属于圣道之气 若是气灵不答应 除非圣人降临 否则无人可以进入天妖殿 天妖殿中 一道沧桑的声音响起 天妖试炼即将开 参与者限定在子府境以下 明白 金翅大鹏 恭敬地行了一礼 他随手一挥 几位大鹏鸟一族的年轻人出现 修为君在子府境之下 其余两尊大妖 也是将带来的妖族年轻人放出 转眼间 天妖殿前 出现了十几位妖族年轻人 哄 天妖殿爆发一阵恐怖的威压 妖冤之中 出现一道道血色光柱 天妖试炼开启 子府境以下 只要踏入血色光柱 便可进入天妖战斗台参与试炼 每胜利一场 便能获得各种功法 宝物 丹妖 天妖殿中的声音 传遍妖冤的每一个角落 天妖试炼 有各种功法宝物 我们也能参与 妖冤之中的众人神色震惊 连忙往附近的血色光柱冲去 你们去吧 三尊大妖 看向身边的年轻妖族 这些年轻妖族没有犹豫 立刻冲向血色光柱 师尊 我们要去参加这天妖试炼吗 严晨鱼询问道 等一下你可以去试试 不过不是现在 随我去前面 终神秀卿语道 天妖殿之中 确实有不少好东西 尤其是那天凤地印 不过那东西十有八九 会落到阎洛雪手中 甚至天妖殿的问世 也是在近代阎洛雪那位天命之女 她想要截取东西 难度非常巨大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一直盯着 还不如去那天坑看看 哦 严晨鱼也没有多问 两人立刻往前面走去 过了好一会儿 他们来到天坑边缘 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天坑巨大 身不见底 里面蕴藏着恐怖的力量 一起下去 终神秀轻语道 好 严晨鱼没有犹豫 抓住终神秀的衣袖 纵身跃下天坑 第二十八章 混沌清廉 干瘪种子 不好 结界破了 赵无极等人看到结界 被轰出一个窟窿 不经脸色聚变 立刻出手 想要将结界修复 凤华摇摇头道 不用麻烦 这结界等下会自动修复 众人一愣 赵无极疑惑地看向凤华 凤华叫习 你可是知道一些什么 众人也是满脸不解地盯着凤华 凤华看向那道冲破结界的血色光柱 沉映道 应该是天妖殿问世了 天妖殿 赵无极和应长老文言 似乎想到了什么 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传说中的天妖殿 真的在妖冤之中 凤华轻语道 天妖殿问世 对妖冤之中的众人而言 倒是一场天大的机缘 就看他们能否把握住了 颜落雪这次 应该会给他一个巨大的惊喜 所以这结界 真的不用修复 一位长老沉生道 凤华淡然一笑 没有多言 天坑底下 巨大无比 里面并非是想象中的岩浆 而是一片灰暗之色 灰色的岩石坚硬无比 诡异的灰色雾气从弥漫 封锁四面八方 让人感到莫名的心境 终神秀往四周看去 中央的位置 有一个直径十米左右的圆形池子 池中的液体漆黑如墨 一株青色的莲花 从里面浮现 花瓣上面布满奇特的符纹 看起来极为不简单 这事 终神秀目光一宁 神色有些惊奇 这株青莲 怎么像极乐传说中的混沌青莲 那黑色的液体是混沌液 生长在其中的 不是混沌青莲是什么 难道天妖殿镇压的 便是这株混沌青莲 不对 终神秀摇摇头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它有种直觉 很不凡 颜沉鱼盯着混沌青莲 眼中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终神秀看了颜沉鱼一眼 又看向那尊混沌青莲 沉吟道 这朵青莲是奇物 你尝试向它滴一滴鲜血 看看是否有特殊效果 混沌青莲 世间奇物 唯有有缘人才能夺取 颜沉鱼修炼静莲三世 青莲见绝 也不知与这混沌青莲是否有缘 倒是可以让它试一试 好 颜沉鱼随手一挥 瞬间化作一道青光 骤然飞入他的眉心 颜沉鱼一愣 果然有缘 终神秀暗道一句 立刻感悟 终神秀沉声道 颜沉鱼有一场天大的机缘了 这混沌青莲 可比那天凤迪印更为玄妙 颜沉鱼没有多想 连忙盘膝而坐 闭上双眼 认真感悟修 就在这时 混沌池中 一柄秀气斑斑的 长脊飞射向终神秀 终神秀伸出手 将长脊抓在手中 长脊极为沉重 宛若一座山岳 在上面 隐隐有两个字 天荒 终神秀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 眼中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天荒战己 传闻天荒大圣有一柄圣气 正是天荒战己 自己这运气不错 收起战己 终神秀继续盯着混沌池子 问 突然 混沌池中 混沌叶不断消失 一座青铜祭坛 从里面浮起来 青铜祭坛高三米 四周均有铜梯 在上面有三根青铜柱子 每一根柱子上面 都刻画着神秘的图腾 荒凉 古老的气息弥漫出 带着恐怖的寂灭之力 生灵一旦靠近 恐会瞬间被碾成飞灰 而在祭坛之上 则是摆放着一颗 干瘪的灰色种子 这颗种子看起来平平无奇 似乎并无任何特殊之处 终神秀凝视着那颗种子 这座祭坛本就不简单 能够出现在祭坛上的种子 又如何会简单 终神秀立刻调动 鸿蒙塔碎片的力量 想要将这颗种子取过来 以它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能靠近这座祭坛 一缕鸿蒙之力 将灰色种子笼罩 灰色种子却没有丝毫一样 终神秀连续尝试几次 发现都没有效果 不禁眉头一皱 连鸿蒙塔碎片的力量 都对这颗种子没用吗 这到底是什么种子 就在终神秀思索之间的时候 秀 灰色种子瞬间将一道 的鸿蒙之力吞噬 然后化作一道灰芒 飞向终神秀的眉心 哄 下一秒 终神秀的大脑一阵昏沉 灰色种子直接进入它的大脑 嗡嗡嗡 鸿蒙塔碎片震动 一道道鸿蒙之力 源源不断地涌向灰色种子 灰色种子不断吞噬鸿之力 上面隐隐多了一道红色的花纹 过了好一会儿 灰色种子才停止吞噬 它占据了鸿蒙塔碎片原本的位置 处在终神秀灵魂深处 鸿蒙塔碎片围绕它旋转 一丝丝鸿蒙之力将其笼罩 显得极为奇特 终神秀内视着灵魂深处的灰色种子 神色有些怪异 这颗种子似乎和鸿蒙塔碎片建立了某种联系 它极为特殊 地位不比鸿蒙塔碎片差 甚至还占据了鸿蒙塔碎片原本的位置 在终神秀的认知之中 鸿蒙塔碎片已经是世间极致之物 这颗种子却能抢占鸿蒙塔碎片的位置 一旁颜沉鱼身上爆发一股恐怖的威压 修为直接突破 踏入炼虚境中期 在他眉心的位置出现了一朵青色莲花烙印 烙印四周 还有一些谁属性烙印 玄妙无比 师尊 我突破了 颜沉鱼睁开眼睛 满脸惊喜地盯着终神秀 这么快便踏入炼虚境中期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而且在他灵魂深处 还有一朵青色莲花 那朵莲花蕴藏着可怕的力量 一旦牵引出来 定然有毁天灭地之威 那朵莲花 又是什么逆天之物 终神秀沉鱼道 先离开这里再说 好的师尊 颜沉鱼抓着终神秀的手 化作一道残影 往上面冲去 第29章 天凤地印 妖族天骄 离开天坑后 你现在去参加天妖试炼 先感受一下自身的力量 终神秀对颜沉鱼道 好 颜沉鱼轻轻点头 此番踏入炼虚境中期 他感觉自己 能与炼虚境后期的强者一战 若是使用禁连三世的话 或许能与炼虚境巅峰较量 他立刻冲向附近的 一根血色柱子 终神秀看了一眼 便转身离去 他对天妖试炼 可没有丝毫兴趣 待天妖试炼结束之后 好戏才算真正开场 回到之前那个山洞前 终神秀盘膝坐下 神色淡漠地 看着远处的天妖殿 大殿之中 一个巨大的战斗台上 那些妖族年轻人 和两大学院的人 已经在交战 战斗极为激烈 严洛雪的实力极为强大 一招震杀了一尊 炼虚境后期的妖族男子 炼虚境后期 严晨渝凝视着严洛雪 眼中露出一丝凝重 他知道 严洛雪肯定会在妖冤进行突破 却没想到 对方的突破速度如此之快 竟然直接踏入了炼虚境后期 11天的时间 一连突破三个境界 这个速度真的非常逆天 圣品倒映 果然可怕 不过严晨渝也不惧 他盯上一位妖族女子 立刻杀向对方 对方也是 炼虚境后期的实力 战斗瞬间开启 一会儿后 严晨渝将对方斩杀 甚至都没有使用禁连三室 嗯 看到严晨渝将那位妖族女子斩杀 严洛雪眉头微微一皱 没有过多犹豫 他继续对着其他妖族出手 天妖殿外 太弱了 三尊大妖摇摇头 他们带来的这些后背 还是不够看 想到这里 三位大妖不禁各自拿出一块玉符 往玉符里面注入妖力 似乎正在与什么可怕的存在沟通 转眼 半个时辰过去 天妖殿的最大机缘已经被人锁得 天妖试炼提前结束 天妖殿气灵的声音响起 咻 天妖殿中的众人被传送出来 进入里面的妖族全部覆灭 反倒是两大学院的人 此刻还剩下一批 哄 随即 天妖殿化作一道残影 消失在妖冤之中 错过了 三位大妖眉头微皱 看来妖族的那些年轻天骄 是错过这场试炼了 不过这无所谓 三位大妖不禁看向严陈宇等人 那是 突然 大鹏王的目光落在严洛雪身上 此刻严洛雪的眉心 多了一道凤凰烙印 看起来极为玄妙凤凰的烙印 另外两尊大妖也是神色一阵 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冲向严洛雪 凤凰乃是上古神兽 这烙印定然也是天大的造化 天妖殿里面的最大机缘 或许就是此物 哄 就在三尊大妖刚冲向严洛雪的时候 一道恐怖的威压自天而来 三尊大妖直接被这鼓威压震退 严洛雪面前出现了一位白衣男子 正是凤华 师尊 看到凤华的时候 严洛雪脸色一喜 其余人也是一愣 尤其是圣道学院之人 他们知道凤华实力深不可测 他怎么能进入这妖冤 洛雪 做得不错 你果然给了为师一个大惊喜 凤华宠溺地看着严洛雪 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自己这徒弟 天赋绝佳 气韵极为浓郁 竟然夺得了天凤地印 未来注定要成为无敌的存在 他对严洛雪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人族 分身 三尊大妖凝视着凤华 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眼前的凤华并非本尊 而是一道分身 但即使是分身 也让三尊大妖感到惊讶 妖冤极为特殊 对人类有巨大的限制 子府境及其以上的人类 有巨大的限制 即使是分身也不可踏足 那么眼前男子的分身 又是如何进来的呢 而且凤华身上的气息极为可怕 最起码也是和他们一个级别的存在 妖族血脉 洞穴前面 终神秀盯着远处的凤华 眼中闪过一抹世然之色 妖冤的限制 哪怕是圣人来了 也难以更改 除非这凤华有妖族血脉 当然 也不是没有特殊的存在 比如天荒大圣 他又是如何进入这里面的呢 唯一的解释 就是天荒地落严 此物虽然是天荒大圣之物 但原本却并不是属于他 而是属于天地间某座古老禁区 带着地落二子 足以说明 这朵一伙到底有多么不凡 凤华对着三位大妖 微微抱拳 但笑道 年轻人之间的争斗 三位道友可不能参与 否则坏了规矩 三位大妖眉头紧锁 秀 就在这时 多个禁区内 一尊尊妖族天骄冲出 向着此处及时而来 练须境 子府竟均有 很快 这些妖族天骄便抵达此处 神色恭敬地 对三尊大妖行礼 他们均来自这三个族群 三位大妖淡然一笑 对着凤华道 既然如此 就让这些年轻人 相互切磋一下吧 甚好 凤华笑着点头 大鹏鸟一族 一位身着金色战甲 手持长脊的男子 往前踏出一步 他冷冷地扫了言尘鱼等人一眼 一群卑贱的人类 无奈精湛 谁敢与我一战 众人脸色难看 妖族简直是狂妄至极啊 洛雪 你和他切磋一下 凤华看向严洛雪好的师尊 严洛雪往前踏出一步 练须静后期 金展满脸不屑 请 严洛雪缓缓开口 虽然差了对方一个境界 但他也不拒 哼 金展冷哼一声 挥动长脊 瞬间杀向严洛雪 他要一招将此女震杀 严洛雪立刻出手 交锋开始 其余的妖族天骄 往四周扫视了一眼 冷笑道 谁敢一战 在场的一些学员和教习 脸色微变 根本不敢上前 这些妖族天骄 随便一位都是 练须静巅峰 及子府境的存在 他们上去 不死也得惨 一般而言 同境界之下 妖族身躯强悍 寻常人族根本不是对手 一群恼肿 一头练须静巅峰的金娇满 讥讽道 我来和你一战 一位圣道学院的教习 听不下去了 立刻走了出来 他的实力不弱 同样失恋虚境巅峰 去死吧 这头金娇 拳头一握 立刻刹向 圣道学院的这位教习 好快的速度 这位教习脸色巨变 下意识地抵抗 哄 下一秒 他直接被轰飞几十米 口鼻喷血 受了重伤 连我一招都戒不住 真是废物到极致 人族果然卑微 同境界中 没一个能打的 这头金娇 神色嚣张无比 第三十章 你若不服 上前领死 你 众人 被金娇这嚣张气焰 彻底激怒了 却没有一点办法 那位教习的实力可不弱 练须尽巅峰 结果呢 连这金娇一招都挡不住 这金娇确实很可怕 一群废物 除了无能愤怒外 还能做什么 金娇讥讽道 碰 结果他刚说完 便看到金展被 阎洛雪一箭劈飞 嗯 这一幕 让在场的众人一惊 好 阎洛雪 干得漂亮 狠狠教训一下 这些狂妄的妖族 众人反应过来之后 又是一阵大喜 看向阎洛雪的眼神 充满了敬佩 以练虚境后期的修为 一件批飞练虚境巅峰的金展 阎洛雪的实力 真的太强了 刚才这些妖族如此狂妄 让他们感到异常的郁闷 这下阎洛雪 总算是为他们 找回了一点面子 金展 你真是废物 竟然连一个 练虚境后期的人族都拿不下 妖族的一群年轻人皱眉 觉得金展在丢他们妖族的脸 该死 金展稳住身躯之后 脸色非常难看 他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背后出现一双金色翅膀 化作一道残影 再次杀向阎洛雪 天鹏几法 金展大喝一声 长脊横扫而出 一头金翅大鹏出现 翅膀挥动 切割天地 爪子锋利 撕裂万物 气势雄浑 欲要将阎洛雪 直接撕成粉碎 阎洛雪神色平静 只见他捏动剑印 长剑悬浮在身前 不断颤动 剑身一层冰霜浮现 寒气弥漫 天地骤然结冰 黄暴的剑气疯狂凝聚 不断压缩 带着恐怖的威压冰凤剑斩 阎洛雪眼中闪过寒芒 一剑斩出 揪欧 长剑化作一头冰凤黄 瞬间扑向金翅大鹏 哄 冰凤和大鹏对碰 万道刺目光芒浮现 爆炸声不断响起 鱼波席卷四面八方 带着恐怖的毁灭之威 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好强 众人神色凝重无比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哄 一会儿后 光芒散去 金斩浑身鲜血淋漓 自上空坠落而下 背后的一对翅膀 已经化作血雾 身上多了密密麻麻的剑痕 碰 金斩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已然失去一站站立 练续境巅峰的妖族 不过如此 严洛雪淡然道 以他练虚境后期的修为 越即击败练续境巅峰的存在 没有丝毫问题 若是动用天凤低应的话 连子斧进来了他也不拒半分 好 众人神色激动无比 看到金斩被击败 他们只觉得无比的解气 而那些妖族天骄 则是陷入尘 若是之前的话 他们或许觉得金斩太废 连一个练虚境后期的人族女子 都拿不下 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 这人族女子 确实有几分本事 能如此轻易 将练虚境巅峰的金斩击败 此女倒是不简单 金斥大鹏一族 一位男子淡然道 他是一尊子斧镜的存在 或许吧 孔雀族 一位女子漫不经心地说道 就算再强 也只是练虚境 在子斧镜面前 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严晨渝往前走出两步 看向之前那尊 练虚境巅峰的金交道 可敢一战 严洛雪能做到的 他自然也能做到 嗯 众人一愣 不禁以为自己听错了 严晨渝要和练虚境的妖族 强者一战 他不过才练虚境中气吧 严洛雪也是微微一正 不过他并不认为 严晨渝是在找死 因为对方 有一种可以提升修为的秘法 还有一个非常变态的破炉子 不知所谓 众妖族冷然一笑 觉得严晨渝在自寻死路 之前那女子能击败金斩 实力确实不弱 但眼前这位 又是凭什么呢 凭他练虚境中气的修为 简直是可笑至极 还真以为他们妖族弱了 有趣 既然你找死 我倒是可以成全你 那尊金交冷然一笑 拳头挥动 修为瞬间踏入炼虚境后期 对着眼前的金交 便是一拳击出 哄 拳头对碰的一瞬间 天地陡然一震 恐怖的威压爆发 严晨渝身上的气息 再次暴涨一分 碰 那尊金交直接被轰飞十几米 什么 那尊金交瞳孔紧缩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力量比拼 他竟然处在了下风 哼 严晨渝冷哼一声 祭出一柄长剑 顿时杀到那尊金交面前 清廉剑绝施展 恐怖的青色剑气爆发 不好 那尊金交脸色巨变 面对这一剑 他竟然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根本不敢硬扛 只能下意识地躲避 可惜 已经晚了 哼 剑气斩下 清光笼罩 天地仿佛被劈开 啊 那尊金交 发出一声惨叫 身躯被一剑劈成血物 死得不能再死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神色震惊地 盯着颜晨渝 本以为颜洛雪能快速击败金斩 手段更为凶残狠辣 一拳 一剑 直接将一尊练须境巅峰的妖族强者斩杀 他到底什么怪物 他果然还是那么可怕 颜洛雪目光一凝 他感觉 若是自己不用天锋低应的话 或许也不是颜晨渝的对手 对方的秘法真的太过诡异了 而且除了秘法外 对方的真正战力也不容小觑 同样可以越即而战 颜洛雪发现 自从进入圣道学院后 无论是他 还是他这位三姐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提升修为的秘法吗 在场的一些妖族天骄眼中 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有种被打脸的感觉 虽然此女使用了秘法 但依旧不简单 因为秘法只提升了他一个境界 而他则是在越了一个境界 本以为之前那颜洛雪一剑 很不简单了 没想到此女更为不凡 这就是妖族天骄吗 连我一剑都接不住 简直废物到极致 颜晨渝手持燃血的长剑 神色不屑地说道 凭借秘法提升修为 也能让你这么狂妄吗 金骄一族 一位子府境的天骄 冷饰着颜晨渝 眼中带着浓郁的杀意 颜晨渝见指这尊妖族天骄 冷声道 你若不服 上千领死 第三十一章 王道师兄 这么强吗 你找死 那尊子府境的金骄 语气森冷 子府境的威压爆发 瞬间杀向颜晨渝 呵 颜晨渝冷然一笑 直接将那个青色的破炉子 寄出来 全身力量源源不断地 注入破炉子中 嗡 他身上的力量 顿时被抽干九成 颜晨渝目光一宁 没有丝毫犹豫 猛然将破炉子砸出去 不敢继续往炉子里面 注入力量 以他此刻的战力 练须境巅峰 已经是极致 面对子府境的存在 必败无疑 但他不拒 因为他有一个破炉子 上次用这个破炉子 砸颜落雪的时候 他并未注入力量 这一次破炉子 吸了他九成的力量 威力肯定更为可怕 是那个炉子 颜落雪看到颜晨渝 他不想再面对第二次 哼 破炉子砸出的瞬间 那尊子府境的金娇冷笑道 一个破炉子 能奈我何 他只手伸出 一道金色力量浮现 欲要将这个破炉子 直接镇压 然而他还没有明白 事情的严重性 哼 就在他的手 刚和破炉子接触的瞬间 他的手臂顿时化作血雾 根本挡不住这个破炉子 不对 那尊子府境金娇神魂颤动 神色大惊 哼 破炉子狠狠地撞在他的身上 嗡 那尊子府境的金娇直接被撞成飞灰 魂飞魄散 连渣都没有剩下 哼 破炉子威势不减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直接将地面砸出一个直径五十米的大坑 一阵阵浓烟生起来 现场寂静无声 众人瞪大双眼 头皮发麻 这破炉子到底是什么之宝 竟然可以轻松地将一尊子府境的妖族强者 砸成飞灰 那个炉子 颜落雪 额头浮现一丝冷汗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这破炉子比他想象中还要可怕 上次若是能爆发这等威势的话 估计他已经灰飞烟灭了 至宝 在场的妖族天娇反应过来之后 眼中顿时露出灼热之色 立刻冲向那个破炉子 欲要将其占据 远处 洞穴之前 终神秀眉头一皱 幻化成一个黑袍男子 这副面容 与之前那个抢夺碧雪灵芝 被他斩杀的天舞学院老生的一模一样 刺了 终神秀身影一闪 向着前方冲去 就在那些妖族天娇 刚要靠近那个大坑的时候 终神秀瞬间出现 挡在众位妖族面前 滚 一尊炼须境巅峰的孔雀族男子 怒吼一声 对着终神秀便是一拳 终神秀看都不看 直接一巴掌拍出 碰 那尊孔雀族男子 直接被他一巴掌拍成血舞 死得不能再死 嗯 这一幕让其余的妖族脸色一沉 那是 王道师兄 天舞学院的新生 看到终神秀的时候 不经神色一震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刚才都是圣道学院的弟子在表演 现在终于轮到他们天舞学院了 王道这家伙 这么强吗 天舞学院的一些老生愕然道 他们知道王道的修为 炼须境巅峰 还是靠丹药提升上去的 他竟能一巴掌拍死一尊 炼须境巅峰的妖族强者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悍了 以前都在藏桌吗 终神秀默视着周围的妖族天娇 你们一起出手吧 好狂 孔雀族的那位子府静女子 冷湿着终神秀 死了 终神秀瞬间出现在这位 孔雀族女子面前 一巴掌拍出 哄 这位孔雀族女子 尚未反应过来 便被终神秀一巴掌拍成肉泥 废话连片 终神秀冷声道 在场的众位妖族天娇脸色巨变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 这又是哪里来的怪物 之前的两位女子 已经足够惊艳了 没想到此人更加的可怕 好 王道师兄威武 我天舞学院果然派了强者 一路保护我们 王道师兄无敌 太强悍了 王道师兄 好好给这些妖族一点颜色看看 天舞学院的众人激动的大笑 眼中露出傲然之色 圣道学院出了两位天骄 他们天舞学院又起回弱了 有点实力 凤华神色诧异的盯着终神秀 倒是没想到 天舞学院还真的来了一位 实力强大的年轻人 能以练虚境巅峰的修为 一招碾杀一尊子府静的妖族 这战力可不低 三尊大妖神色平静地打亮着终神秀 眼中浮现一抹一色 相对之前那两个女子而言 眼前的人族男子 给他们的感觉明显更为不凡 终神秀扫了在场的众位妖族 天骄一眼 淡然道 子府静以下 太弱 没资格与我一战 话音一落 他随手挥了一下衣袖 哄 那些子府静以下的妖族 全部化作飞灰 出手 剩下的那些子府静妖族 脸色阴沉 立刻幻化本体 对着终神秀出手 金骄裂光波 一头子府静的金骄 张开血盆大口 一道恐怖的血色光柱 轰杀向终神秀 终神秀神色淡漠 在血色光柱轰杀而来的时候 他微微偏开头 血色光柱从他耳边擦过 将远处的一座山丘 轰出一个窟窿 反应好快 那尊金骄震惊道 刺了 终神秀一步踏出 瞬间出现在这尊金骄的头顶 一拳轰出 碰 这尊金骄的脑袋 直接被轰爆 巨大的身躯坠入地面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斩 一尊金骄大鹏 发出一道咆哮声 寄出一柄金色大剑 直接斩向终神秀 这一剑极为可怕 剑芒爆发 搅动久消 欲要将天地一分为二 金色大剑骤然斩来 终神秀眼中没有一丝波澜 他随手伸出 一把抓住金色大剑 让其难以往下嘶吼 什么 见自己的一剑 被终神秀徒手抓住 那尊金翅大鹏 发出一声惊呼声 咔嚓 终神秀手中微微用力 直接将金色大剑捏碎 咻 他一拳轰出 金色大剑的碎片 飞射向金翅大鹏 金翅大鹏挥动翅膀 他的翅膀挡在身前 形成一个天然防护盾 哄 碎片轰击在金翅大鹏的翅膀上 一阵阵火光弥漫 却难以击穿 终神秀骤然出现在金翅大鹏面前 一脚踢出 碰 金翅大鹏的翅膀爆裂 狂暴的力量将其震退数百米 直接撞击在一座山岳上 第32章 斩妖结束 沉于第一 王道师兄好强 天舞学院的众人瞪大双眼 被终神秀的恐怖力量震住了 一脚将紫斧镜的金翅大鹏踢飞 甚至还踢爆了对方的翅膀 这样的力量 太过吓人 不简单 凤华暗道一句 那尊金翅大鹏 有紫斧镜中期的修为 加之特殊的大鹏鸟血脉 这王道能以炼须镜巅峰的修为 踢爆对方的翅膀 这力量确实可怕 炼须镜内 绝对无人是他的对手 那三尊大妖眉头一皱 脸色有些难看 啊 那尊金翅大鹏 此刻陷入一座山岳中 他发出一声怒吼 全身血脉之力彻底爆发 化作一道金色残影 猛然杀向终神秀 浓郁的妖气笼罩天地 霸道无比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伸出手 周围的烈焰之力冲天起 化作一柄烈焰长矛 咻 这柄烈焰长矛 骤然爆射向那尊金翅大鹏 是 长矛刺入那尊金翅大鹏的身躯 直接将对方定在之前那座山岳上 哄 一阵爆炸声响起 那尊金翅大鹏 直接化作血舞 彻底陨落 在终神秀面前 就凭他区区子府境的修为 又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呢 放肆 突然 妖约某个禁区 一道怒吼声响起 咻 只见一位见眉心目的年轻男子 冲天而来 速度极快 瞬间来到终神秀面前 他握着一柄长剑 眼神凶利地盯着终神秀 眼中杀意浓郁到极致 子府竟巅峰 凤华缓缓道出 这年轻男子的修为 金翅 看到这年轻男子出现的时候 大鹏王微微点头 这金翅在金翅大鹏一族中 实力也还行 勉强能入眼 由他来对付那个人类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无名金翅 你竟敢杀我弟弟 实在是找死 金翅怒视着终神秀 刚才被终神秀斩杀的金翅大鹏 正是他的亲弟弟 废话太多了 出手吧 终神秀漫不经心地说道 并未将眼前的金翅放在眼里 杀 金翅咆哮一声 对着终神秀便是一剑 一道狂暴的剑气骤然爆发 哄 终神秀轻轻挥动衣袖 一股清风席卷 直接将这道剑气击散 嗯 金翅脸色一沉 神色也彻底认真下来 好 只见他发出一声咆哮声 直接化作一尊金翅大鹏 气势暴涨 长剑悬浮在头顶 不断变大 快速化作一柄巨剑 剑气镇压九霄 凶猛一场 大鹏斩翅恨天地 金翅大鹏挥动翅膀 那柄巨剑猛然斩向终神秀 欲要将天地劈开 极为恐怖 剑来 终神秀随手伸出 天地剑的烈焰不断凝聚 化作一柄火红色的长剑 斩 终神秀握住长剑 一剑斩出 哄 一道万丈烈焰剑气爆发 摧枯拉朽 震杀万物 烈焰剑气和那柄巨剑 骤然对碰在一起 哄 一阵爆裂声响起 咔嚓 随即 那柄巨剑出现一道道裂痕 不好 金语发出一道惊呼声 全身力量疯狂地注入巨剑之中 哄 可惜还是差了一点 巨剑快速碎裂 烈焰剑气直接将它吞没 金语发出一声惨叫 肉身覆灭 仅剩下一道残魂 烈焰剑气威势不减 将远处的一座大山 一剑劈成两半 大鹏展翅恨天敌 终神秀摇摇头 现场寂静无声 众人愣愣地盯着终神秀 刚才那金语出现的时候 气势极为可怕 他们还以为 接下来会有一场恶战 没想到 对方最终还是被终神秀单方面虐爆 根本没有翻起一丝浪花 我王道师兄 真的太强了 一位天舞学院的弟子南南道 眼中充满了敬畏 圣道学院的众人 则是神色复杂无比 与刚才的严晨愚和严洛雪相比 天舞学院的这位王道 明显更为可怕 咻 终神秀轻轻挥手 大坑之中的破炉子 飞回严晨愚手中 严晨愚怀抱破炉子 愕然地看着终神秀 只觉得对方身上 有一些熟悉的气息 咻 就在这时 金语的残魂逃向远处 刺了 终神秀一步踏出 直接追上去 恰好找一个脱身的机会 大鹏王眉头一皱 便要出手 不过想到旁边的凤华 他还是放弃了 堂堂造化镜的强者 若是连输都输不起 那就闹笑话了 三位道友 此事该结束了 凤华对着三尊大妖 微微抱拳 三尊大妖对视一眼 立刻冲向不同的禁区 此番他们跨越禁区来到妖渊 也有时间限制 不能待太久 见三尊大妖离去 凤华的身影也骤然消散 很快 妖渊之中 外界一道声音传入妖渊 此次妖渊一变 斩妖大会提前结束 嗡 众人手中的令牌 发出一道柔和的光芒 只要他们心念一动 便可以离开 嗖 不断有人化作残忙 离开妖渊 严辰渝没有立刻离去 而是冲向之前的那个洞穴 在洞穴门口 恰好见到终神秀 师尊 严辰渝脸色一洗 该离开了 终神秀轻语道 好的 严辰渝伸手抓着终神秀的衣袖 嗖 两人瞬间消失在此处 妖渊外 赵无极和应长老 正在清点院中的学员和教习 赵无极叹息道 此番我胜到学院死了四人 应长老满脸郁闷地说道 我天舞学院死了十二人 罢了 还是宣布一下 斩妖大会的结果吧 赵无极轻轻挥手 听赵无极这样说 应长老更加郁闷 只能不情不愿地宣布结果 斩妖大会结束 接下来宣布一下大家的成绩 第一名 严辰渝 4120个积分 740个积分 第三名 李承锋 2110个积分 第四名 应长老快速宣布了前五名的成绩 此番前五的名额 天舞学院占了三个 但应长老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因为第一 第二 都被圣道学院占据了 严辰渝竟然是第一名 众人震惊地看着严辰渝 第33章 王道死亡 造化本源 严辰渝也是一愣 他知道自己猎杀的妖兽很多 尤其是后续那一波 收割三级妖兽 更是让他赚了不少积分 没想到最终这第一还是到了他的头上 想到这里 他不禁看向终神秀 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这种喜悦之事 应该和师尊分享 终神秀对着严辰渝轻轻点头 眼中露出一抹赞许之色 算是对严辰渝的肯定 一旁的严落雪 则是满脸失落之色 此番他斩杀了不少妖兽 本以为凭自己的积分 肯定能夺取第一 没想到这第一 还是被严辰渝夺去了 没事 下次好好努力 凤华笑着安慰道 虽然这次严落雪没有夺下第一名 但他却夺去了天妖殿中的最大机缘 这才是最为珍贵的 可比什么第一名的奖励珍贵多了 嗯 严落雪轻轻点头 不对 怎么没有看到王道师兄 突然 天武学院的一些弟子开口 并未见到他们的王道师兄 这让他们感到不解 王道师兄去追杀那金羽的残魂 怎么还不回来 怎么了 应长老不悦地说道 长老 有人立刻将妖冤之中发生的事情 告诉应长老 王道他竟然这么强 应长老听完之后 不经神色一阵 那王道还有这等实力 长老 王道师兄还未出来 他可没有令牌啊 天武学院的弟子急切地说道 别慌 应长老眉头一挑 立刻捏动法绝 一道特殊的力量涌入妖冤 化作玄妙之音 让王道恢复 结果妖冤内根本无人回应 而原本被那道血色光柱击碎的结界 也快速恢复 该死 应长老脸色难看无比 赵无极沉声道 英雄 不如你我再次撕裂结界 让一位弟子下去看看 应长老没有说话 而是快速拿出一块玉符 传引给天武学院的一位长老 天武学院的弟子均有魂牌 一旦人死了 魂牌就会碎裂 他得先确定对方是否还活着 去追残魂 妖约那么恐怖 若是追入禁区里面 这不是找死吗 一会儿后 应长老得到了回复 他的脸色极为难看 魂牌碎裂 他死了 死了 王道师兄那么厉害 天武学院的众人先是一愣 继而神情低落 王道师兄那威武的身影 依旧在他们脑海里面回荡 没想到去追的残魂 竟然就死了 严陈渝等人也是神色复杂 王道实力那么强大 结果却陨落在妖约 让人惋惜啊 可惜了 凤华摇摇头 本以为那王道是一鸣惊人 没想到却是昙花一现 应长老沉声道 真以为自己有点实力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妖约是什么地方 乱来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又道 斩妖大会结束 此次前五名均有奖励 随后 应长老和赵无极给众人发放奖励 严陈渝得到了一些好东西 一柄神藏灵剑 一门身法武技 一颗子斧丹药 一滴特殊玉叶 小丫头 你那个瓶子里面的是一滴洞玄境修士 耗费百年时间凝聚的本源 极为珍贵 你可得好好使用 应长老瞄了严陈渝一眼 这东西极为珍贵 本打算给天舞学院弟子准备的 没想到 竟然被圣道学院的弟子夺走了 他就感觉很难受 谢谢前辈提醒 严陈渝落落大方地行了一礼 事情已经结束 各回的家吧 应长老心情不好 寄出一艘非洲 带着天舞学院的众人离去 也懒得和赵无极道别 此次你们做得不错 等回到学院后 我另行奖励 赵无极则是朗生大笑 心情非常不错 这一次圣道学院损失极小 而且还押了天舞学院一筹 爽啊 我们也回去吧 赵无极寄出非洲 众人登上非洲 消失在此处 回到圣道学院后 赵无极看向严陈渝和严落雪道 此番你们的表现非常不错 我打算让你们在一月后 去一趟学院密地 造化池 造化池 严陈渝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自然知道圣道学院的造化池 那是西年圣人铸造的灵池 里面蕴藏着恐怖的力量 若是能在里面修炼一番 定然可以脱胎换骨 修为暴涨 好了 此番斩妖大会 大家都累了 回去好好休息吧 有什么事情 我到时会让人通知 赵无极笑着挥手 众人各自回去 回到藏风殿后 严陈渝将一个白玉瓶子 递给终神秀 师尊 这低洞悬本源给你 对你有好处 终神秀但笑道 我用不上 你好好收着 用得上 严陈渝神色倔强 哪怕终神秀真的是一个普通人 若是能慢慢服下这低洞悬本源 也有诸多好处 最起码严年一寿 消除百病是没有问题的 终神秀笑了笑 没有去接东西 而是继续往前面走去 严陈渝立刻追上终神秀 在旁边道 那我让师尊去造画池 那里肯定对你有大用 终神秀没兴趣谈论此事 他轻语道 此次你接连破镜 境界尚不稳固 先去海中亭子 好好巩固一下修为 我有点乏 先去休息一下 没事不要去打扰我 说完 他便往自己的屋子走去 此刻他身上的腰单众多 他打算将境界提升到子府境 严陈渝神色复杂地 看着终神秀的背影 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 还是帮不到师尊丝毫吗 等我弄到更好的东西 到时候再给师尊 严陈渝握紧拳头 心中暗暗发誓 以后弄到真正的好东西 一定要给师尊 回到屋子中 终神秀随手布下一个阵法 盘膝坐下 他将众多腰单拿出来 均是二级 三级妖兽的腰单 其中三级腰单有二十多颗 先练化二级腰单 终神秀沉硬道 他立刻捏动硬绝 鸿蒙道经运转 一股恐怖的吞噬之力爆发 第34章 天凤地印 逊色不少 凤鸣殿 这是凤华的住所 师尊 我没心 这个是什么 严洛雪好奇地询问道 这个印记 是他杀死在天妖试炼的时候 杀死一尊妖族后 得到的奖励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觉得这印记非常玄妙 凤华轻然一笑道 这是天凤地印 天凤地印 严洛雪有些疑惑 之前那三位大妖 似乎就提及过这几个字 凤华轻语道 传闻曾有一尊 强大的太古神凤 坠落妖冤 而天凤地印 则是那尊神凤的传承 里面蕴藏着很多的东西 极为适合你 不过这些需要你慢慢去参悟 待你彻底参悟 透彻天凤地印之后 你将会成为这天地间的无上强者 太古神凤 天地间的无上强者 严洛雪神色震撼 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相信你自己 总有一天 你会成为那等存在的 凤华轻然一笑 严洛雪的未来 有无限的可能 师尊 将这天凤地印彻底参悟 不过短时间肯定是无法的 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慢慢领悟 凤华神色认真地说道 好吧 严洛雪轻轻点头 眼中充满了期待 这天凤地印如此不凡 自己若是好好参悟一番 应该可以剩自己那位三姐一次吧 一月后 屋子中 子府初七 终神秀轻吐一口浊气 成功踏入子府境 实力与之前相比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次突破 妖丹的消耗 也远超他的预料 所有二级 三级妖丹 一刻不剩 看看丹田的变化 终神秀内视丹田 此刻他的丹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座巨大的鸿蒙子府出现 比寻常的子府大是几倍 鸿蒙子府 终神秀眼中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每个境界都有其特殊之处 凌缘境以道应为基础 那天地灵气入体 运转周天 打通一些堵色的经脉 从而可以调用天地灵气 炼虚境将纳入的天地灵气炼化 使其储存在丹田之内 让其转化为强大灵力 能短暂遇空 不过消耗非常巨大 子府境 在丹田内开辟一座强大的子府 能长时间遇空飞行 这座子府可以用来储存 更为庞大的天地灵气 而且还有诸多妙用 能否踏入神葬境 就看子府开辟的如何 一般而言 正常人的子府 就是一座府底 而且府底属性和道应属性一致 府底越大 能储存的力量就越强 战力自然就越强 据终神秀所知 丹洛雪得到鸿蒙塔碎片 所开辟的子府 虽然也比寻常人大几倍 但并非鸿蒙子府 而且也没有他的这么大 不错的开头 终神秀淡然一笑 子府越大 好处越多 而且子府属性不同 带来的力量也不同 自己这鸿蒙子府 绝对可以碾压无数子府 当然突破的难度 自然也就越大 随手解除阵法 终神秀走出屋子 得去看看严晨渝的情况 海中亭子 严晨渝的修为彻底巩固 而且他还将那门身法武技 修炼成功了 进步非常大 让他极为不解的是 自己灵魂深处的 那株青色莲花是什么 那株莲花 蕴藏着恐怖的力量 神秘无比 师尊 突然 严晨渝抬头 看到终神秀往这边走来 灵力雄魂 境界巩固 不错 你那门身法武技 修炼得如何 终神秀清语道 已经修炼成功了 严晨渝立刻当着终神秀的面 施展了一下 他化作一道残影 冲向海面 一股恐怖的威压爆发 海水飞溅而起 秀 很快 他又来到终神秀面前 终神秀轻轻点头 这门身法武技挺不错的 以后有妙用 妙用 严晨渝有些疑惑 终神秀没有多言 师尊 我灵魂深处的那朵莲花是什么 严晨渝好奇地问道 他现在很想知道 自己大脑里面的那株青莲 是什么来历 或许自己这位师尊 可以给他答案 终神秀轻语道 混沌青莲 混沌青莲 严晨渝瞪大眼睛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混沌 天地间最为神秘的力量之一 至于混沌青莲 或许严晨渝没有多大的概念 但他也明白 这东西到底有多么不凡 终神秀道 此物的奥秘 需要你去慢慢挖掘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它现在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只要你不断去探索 后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师尊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 严晨渝满脸惊奇地看着终神秀 自己这个重生者 所知的东西都极为有限 没想到自己这师尊 知道的东西竟然这么多 终神秀淡然道 圣道学院有不少藏书 有时间就多去看看 对你有好处 明白了 严晨渝认真地点点头 他又问道 师尊 严落雪眉心的那天凤地印 又是什么 终神秀沉印道 那是一尊神凤的传承烙印 得到那个印记 他便能获得神凤传承 以后他的实力会越来越强 而且所掌握的手段 也会越来越多 神凤的传承 不用想就知道 到底有多么不凡 里面肯定有众多强大的功法 而且 那印记自带可怕的力量 在关键时刻 完全可以更改逆局 严晨渝神色凝重无比 那东西竟然如此不凡 难怪那三尊大妖 想要抢夺 终神秀道 你也不用太过担忧 天凤地印虽然不凡 但与你身上的混沌清廉相比 倒是逊色了几分 这样啊 严晨渝脸色一洗 看来自己获得的机缘更加厉害 终神秀道 再怎么好的至宝 也得看人怎么使用 你还得继续努力 这样才能将混沌清廉的 最大功效挖掘出来 明白 嗯嗯 严晨渝认真地点点头 虽然有宝物 但他依旧不敢懈怠 因为他的倒影一般 天赋相对于严洛雪而言 差了很多 唯有不断地努力 才能超越对方 在妖冤的时候 严洛雪便踏入了练虚境后期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得准备踏入子府境 而他却依旧处在练虚境中期 想到这里 严晨渝又是感觉压力巨大 看来自己还得继续努力才行 他或许还不明白 混沌清廉已经将他倒影 进行了一些更改 终神秀看着严晨渝道 你可以把严洛雪 当成一个强大的对手 但你永远不要把他 当做一个要超越的目标 因为你已经超越他两次了 严晨渝微微一愣 走吧 今日 你得去一趟造化池 终神秀轻声道 第35章 说我师尊 那就不行 前往一座广场的路上 终神秀轻语道 此次去造化池 你记住一点 不要用那池子里面的液体 锻造身体 严晨渝愕然地看着终神秀 造化池 传闻可以让人脱胎换骨 修为爆发 若是用那池子里面液体 锻造肉身 会有莫大的效果 终神秀却让他不要这样做 终神秀道 到时候试试 能否用混沌清廉 吞噬那造化池里面的力量 剧情中 严洛雪去过造化池 结果就是他一人 吸干了造化池的力量 修为得以暴涨 若是严晨渝慢慢地 去用那些造化池液体 锻造身体 速度太慢了 效果不会太好 估计他还没锻造好身体 力量已经被炎落雪 彻底吸干 所以 用混沌清廉去吞噬造化池的力量 自然是绝佳的选择 既然都是吞 就看谁吞得更多 好 我听师尊的 严晨渝轻轻点头 虽然不知道 终神秀让他这么做的真正意思 但他照办就行了 这一路走来 终神秀的决策 可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进入广场后 赵无极已经提前来到这里 严洛雪和凤华也在此处 去吧 终神秀对严晨渝道了一句 便转身离开 严洛雪盯着终神秀 眼中露出一抹异色 怎么了 凤华轻声问道 严洛雪道 他明明没有丝毫修为 却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很奇特 我师尊到底如何 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严晨渝冷声道 根本不给严洛雪丝毫面子 说我可以 说我师尊 那就不行 哼 严洛雪冷哼一声 不想理会严晨渝 下次再敢胡乱一轮我师尊 我直接一炉子砸死你 严晨渝冷冷地说道 严洛雪 嗨嗨 人既然到了 接下来我就送你们去造花池 那池子里面的力量太过狂暴 你们能在里面待多久 就待多久 赵无极轻轻一咳 嗡 他随手一挥 广场中出现一根光柱 一股恐怖的力量爆发 直接将严晨渝与严洛雪二人 纳入一个特殊的地带 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苏洪凌满脸不悦地盯着忠神秀 还以为忠神秀又来纠缠他了 忠神秀面无表情地扫了苏洪凌一眼 炼药店是你家的 别人来这里都是为了你 到底是你太过自恋 还是你父母没教过你 做人有懂自知之明 你 苏洪凌被忠神秀这话对得满脸战红 一时之间 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说 放肆 忠神秀 你竟然敢这么对洪凌郡主说话 不想活了 一道怒喝声响起 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正往这边走来 很显然 他是苏洪凌的一只舔狗 碰 忠神秀看都不看 直接抓起面前的一个罐子 猛然砸向那个男子 啊 魁梧男子发出一声惨叫 被砸得头破血流 哪里来狗东西 竟敢对我这般大呼小叫 连尊敬市长都不懂 圣道学院的规矩都忘了 忠神秀冷冷地看向那个魁梧男子 魁梧男子脸色一变 他只是一个学员 而忠神秀则是一位教习 哪怕对方是一个废物 也不是他可以开口训斥的 他突然想起来 忠神秀就是一个喜欢欺凌学员的家伙 这下心中有些发毛 下次若是闭不上嘴 我可以让你永远开不了口 忠神秀默然道 哟 忠教习好大的威风啊 一道阴侧侧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老者出现在这里 他是炼药店的一位长老 炼虚敬的修为 不过单道本领不弱 在这圣道学院内 很少有人敢得罪他们 这群炼丹师 师父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看到这位老者出现 魁吾大汉 连忙上前哭诉 怎么 你的学生破坏了规矩 你也不懂规矩 还是你觉得自己的实力很强 忠神秀看向这位长老 眼睛微微一眯 老者眉头一皱 冷笑到我的实力确实不强 也就一品后期炼丹师 忠教习每个月领取的宁愿丹 有一部分都是出自我之手嘛 哦 也就一品 竟然能让你如此沾沾自喜 看你这样子 我还以为你是九品啊 忠神秀讥讽道 单到九品 每一品划分初期 中期 后期三个小品级 纵观整个圣道学院 都没有一位九品 最强的也就一位五品 而且还不是在炼药店 你 老者脸色阴沉无比 忠神秀无视这位老者 直接往一间炼丹房走去 他看向炼丹房前的一位长老道 我要借用一下这间炼丹房 啊 你要炼丹 那位长老满脸怪异地盯着忠神秀 以为自己听错了 圣道学院的教习和长老 均可以使用炼丹房 但终神秀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他还要炼丹 怎么听起来那么诡异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得到天圣炼丹术 得尝试一下才行 以后的修炼 还得靠丹药来维持才行 行吧 这位长老倒也没有为难终神秀 毕竟这是学院的规矩 他也为难不了 哼 一个普通人 竟然打算炼丹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击吗 之前那位老者讥讽道 苏弘龄也是满脸恶人 以为自己听错了 哦 若是我炼制出丹药 你又能如何 终神秀看向那位老者 呵呵 你若是能炼制出丹药 我直接给你下跪 老者冷嘲道 炼丹房虽然供给地火和丹炉 但若是没有灵力控制火候 药材一旦进入炼丹炉 便会瞬间化为灰烬 那你就等着下跪 到时候别跑了 终神秀说完 便往炼丹房里面走去 那我就准备看笑话吧 那位老者不屑地说道 若丹药真的那么好炼 炼丹师岂不是遍地都是 在场的一些人也是满脸讥讽 不认为终神秀 真能炼制出什么丹药 对方不过是故弄玄虚罢了 若红林一言不发 只觉得终神秀在哗众取宠 没有修为 还想炼制丹药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不过这又和他有什么关系 丢脸的是终神秀 又不是他 第36章 三品丹师 要店长老 炼丹房中 终神秀将一些 提前准备好的药材拿出来 看来还得自己弄个丹炉才行 印象中倒是有个不错的丹炉 不过怕是要三年后才能弄到 终神秀盯着眼前的丹炉 怎么看都觉得丑拉巴唧的 连炼丹的兴趣都没了 真正的炼丹师 都有属于自己的炼丹炉 越是强大的炼丹炉 炼制出来的丹药 越是绝佳 终神秀打算弄一个强大的炼丹炉 否则的话 寻常的丹炉 可扛不住他的天荒地若言 算了 先将就这炼炼手 终神秀暗自道 哄 他捏动硬爵 打开丹炉盖子 将众多药材 一股脑的抛入里面盖上盖子 再次捏动法爵 问 灼热的地火瞬间被引出来 转眼 一炷香过去 外面 都聚在这里干什么 丹臣子进入大殿之中 见众人聚在一间炼丹房前 不禁眉头一皱 苏红灵道 师尊 我们都在等待 终神秀炼丹的结果呢 嗯 什么 终神秀炼丹 丹臣子闻言 脸色骤然一变 他立刻对那位看守炼丹房的长老道 快把炼丹房门打开 炼丹 起事儿戏 一个不小心 地火喷涌出来 亦或者药材力量排斥 导致炼炉爆炸 整个人瞬间就没了 终神秀只是一个普通人 无论是发生哪种情况 都是死路一条 就算那小子自己找死 也绝对不能死在炼药店 不然的话 中藏风那老家伙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毕竟那老家伙 可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那位看守炼丹房的长老苦涩一笑 只能老老实实地把炼丹房打开 丹臣子立刻冲入炼丹房之中 怒声道 终神秀 快住 只是他的话还未说完 整个人瞬间呆滞了下来 因为终神秀炼丹已经结束 正从炼丹炉里面 抓出一颗散发着浓郁药香味的丹药 看得出来 这颗丹药并不简单 大呼小叫什么 终神秀皱眉道 丹臣子往外瞄了一眼 随手一挥 立刻将炼丹房的大门关上 他来到终神秀旁边 盯着终神秀手中的丹药 眼中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你 你小子还真把丹药炼制出来了 作为一个炼丹师 他自然能够明白 这是一颗刚炼制出来的丹药 怎么 有问题 终神秀淡然道 能把这颗丹药给我看看吗 丹臣子神色认真地说道 看吧 终神秀随手将丹药丢给对方 对于自己炼制的这炉丹药 他并不是很满意 丹臣子连忙接过丹药 认真观察了一下 宁声道 二品高级炼虚丹 而且还出现了一道丹纹 你小子不是不能修炼吗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丹药 同样有一道九品之分 而根据丹药的橙色品质 又划分为高 中 第三个等级 此刻他手中这颗炼虚丹 便达到了高级品质 若仅仅如此 还不足以让丹臣子如此震惊 真正让他震惊的是 这颗丹药上面的丹纹 即使是三品炼丹师 让其来炼制炼虚丹 都很难炼制出丹纹 只有极少的几率 能炼制出来 因为丹纹是丹药达到 极致状态的表现 蕴含天地道蕴 可以将丹药最强大的药效 发挥出来 这是一般的炼丹师 很难掌握的 一般而言 丹纹越多 丹药效越大 丹臣子实在难以相信 中神秀这小子 不但炼制出了高级炼虚丹 还把丹纹都炼制了出来 但眼前的情况 却容不得他不相信这个丹药 就是刚刚出炉的 不会有任何问题 刚才这里只有中神秀一人 不是对方炼制的 又是谁炼制的 中神秀没有理会丹臣子 继续伸手在丹炉里面掏 他炼制的是一炉丹药 而不是一颗丹药 在丹臣子呆滞的目光中 中神秀一连掏出了四颗丹药 加上他手中的那一颗 就是五颗了 而且每一颗都是高级炼虚敬 均有一道丹纹 可惜 这地火和炼丹炉太废 中神秀嘀咕一句 从丹臣子手中将丹药抢过来 这五颗炼虚丹虽然一般 但对丹臣鱼而言 还是有些用处的 最起码比圣道学院发放的那些丹药 要好很多 若是拿到拍卖行去卖 也能卖个不错的价钱 五颗高级炼虚丹 五颗都有丹纹 中神秀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丹臣子反应过来之后 连忙热情地问道 作为一位四品炼丹师而言 他很难相信 一个普通人能够炼制出这样的丹药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奥秘 中神秀耸肩道 很简单啊 将药材丢在炼丹炉里面 直接开火 等火自动熄灭 打开炼盖子 炼药不就成了吗 我信你才怪 从这炼丹药来看 你最起码达到了三品炼师的水准 我现在正式邀请你 成为我炼药店的长老 你看如何 丹臣子神色严肃地说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他不想过多去剖戏 但是中神秀这样的人才 若是能成为炼药店的长老 这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情 如此年轻的三品炼丹师 这放眼整个大下眼 都是极为厉害的存在 这小子竟然藏得这么深 大意了 没兴趣 中神秀直接拒绝 开玩笑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才没有兴趣去做 见中神秀拒绝 丹臣子脸色微变 他连忙道 先别忙着拒绝啊 成为我炼药店的长老 好处多多呢 哦 什么好处 中神秀淡淡问道 丹臣子道 第一 学院的教习考核 你可以不用参与 直接晋升长老 学院的教习 也得要参加各种考核 考核通过了 才能晋升长老 毫无兴趣 中神秀不耐烦地说道 丹臣子又道 第二 成为炼药店的长老 炼药店内的一些珍稀药材 你有优先获取的权利 第三 你每月的资源 将会再翻两五倍 其他地方的话 可不敢说这种话 但炼药店感 因为炼药店是整个盛道学院 最为富裕的地方 中神秀这次 倒是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面带思索之色 丹臣子所说的三点 也就第二点 让他稍微心动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药材是炼丹师 必不可少之物 很多时候 一些药材是很难寻到的 即使见到了 也不容易弄到手 若是有优先选择的权利 倒是会省去不少麻烦 见中神秀再思索 丹臣子知道有戏 他又道 半个月后的南荒炼药师大会 圣道学院将会派两人前去参加 我给你一个名额 如何 炼药师大会 中神秀眼中 闪过一道金光 按照剧情 这个大会最起码 要在三年之后才会开始 现在倒是提前了 原本他还打算 以后再图谋那个炼丹炉 如今看来 事情似乎简单多了 如何 丹臣子搓着手问道 中神秀沉应道 我可以答应 成为炼药店的长老 不过事先说好 我平日里不会理会炼药店的事情 好 一言为定 丹臣子神色大喜 他立刻拿出一块令牌 递给中神秀 这是我炼药店的长老令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炼药店的长老 中神秀随手接过令牌 打开炼丹房大门 便往外面走去 第三是气账 他都能忍耐 我为何不行 中神秀出来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炼制出什么丹药 炼丹 开什么玩笑 就他这身板 能不能推开那丹炉盖子 都是一个问题 看到中神秀出来 众人一阵冷嘲 中神秀 你炼制的丹药呢 在哪里啊 拿出来给我们大伙看看吗 那位老者冷笑连连 等下跪好 中神秀淡淡地看了老者一眼 便副手离去 某人丹药炼制不出来 此刻灰溜溜离开的样子 真像条丧家之犬 笑死老夫了 那位老者讥讽的大笑 中神秀这家伙 真以为丹药那么容易炼制 丹药是靠双手炼制的 不是靠嘴上说的 说大话 容易闪了舌头 之前嘴硬 现在丢脸丢大了吧 在场的其余人 也是满脸不屑之色 苏鸿林眼中露出一抹讥讽 看来中神秀还是老样子 喜欢故弄玄虚 结果呢 还不是丢脸了 丹臣子沉着脸 从炼丹房之中走出来 他看了那位老者一眼 问道 你之前和中神秀的赌注是什么 那位老者满不在乎地说道 他若炼制出丹药 我给他下跪 但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 又如何能炼制出丹药 丹臣子冷声道 他不想理会面 算是给你留点脸面 下跪就不用了 从现在开始 你去守一下飞丹阁吧 那位老者一愣 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连忙问道 店主 这是为何啊 在场的其余人 也是满头雾水 明明说的是中神秀 为何要让这位长老去费丹阁 而且 是中神秀自己要进入炼丹房的 和其他人也没有任何关系吧 丹臣子默然道 多余的废话 我也懒地说 从现在开始 中神秀便是我炼药店的长老 以后谁敢再对他无礼 别怪我不客气 好不容易才让中神秀 成为炼药店的长老 若是因为这些人 把对方气走的话 那不是亏大了 什么 中神秀成为炼药店的长老 众人神色呆滞 眼中充满难以置信 想要成为炼药店的长老 最起码也得是一品后期炼丹师 中神秀 他何德何能啊 苏弘林也是瞪大双眼 对丹臣子的这个决定 感到震惊 不过 以他对丹臣子的了解 对方并不喜欢假公祭司那一套 也就是说 对方这样的决定 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刚才在炼丹房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丹臣子冷声道 同样的话 我不想说第二遍 众人不敢多言 丹臣子是炼药店店主 四品炼丹师 他的话谁敢反对 丹臣子看向苏弘林 犹豫了一下 问道 昏退了 退了 苏弘林轻轻点头 唉 丹臣子欲言又止 最终叹了一口气 便转身离去 圣道学院的一个密地中 有一座特殊的池子 池子弥漫着雾气 里面蕴藏着恐怖的力量 严臣渝和严落雪 站在池子边 两人没有犹豫 立刻进入池子里面 哄 池子之中的恐怖力量 顿时爆发 从四面八方袭来 欲要将它们撕裂 它们的肌肤 浮现一层血红色 鲜血正在溢出来 仿佛在洗水乏麦一般 连带着灵魂都在疼痛 四 严落雪倒吸一口凉气 额头冷汗直流 下意识地便要站起来 一旁的严臣渝 虽然也是眉头紧锁 却默不作声 正在缓缓适应这种疼痛感 这造化池果然不凡 若是能在里面 多待一段时间的话 尝试牵引灵魂深处的 混沌清廉 问 此法极为有效 混沌清廉瞬间爆发 一股吞噬之力 疯狂吞噬造化池之中的力量 有效 严臣于暗道一句 立刻静下心来 随着混沌清廉的吞噬 他身上的疼痛感逐渐减弱 他都能忍耐 我为何不行 严落雪见状 银牙一有 忍耐着造化池中的力量 哄 就在这时 他眉心的天缝地印 散发一阵火红色的光芒 竟然也在疯狂吞噬造化池的力量 不过这种程度的吞噬 根本不如混沌清廉 果然 严臣于感受到周围的力量 有一部分被严落雪吞噬 心中不禁有些庆幸 果然还是 师尊有先见之名 否则的话 自己这次绝对亏大了 转眼 一柱相过去 池子中八成的力量 被混沌清廉吞噬 问 混沌清廉微微一颤 一道玄妙的混沌之力 爆发着到混沌之力 每一条经脉 每一根骨头 严臣于的身体 正在疯狂变强 这种洗髓的效果 比造化池叶的洗髓效果 强大数倍 哄 突然 严臣于身上 爆发一股恐怖的威压 修为直接踏入炼虚静后期 战力越发可怕 炼虚静后期 一旁的炎落雪 呆滞地看着严臣于 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突破了 这让他对严臣于更为忌惮 此次他的体质 也增强了一部分 但远远还没有达到突破的境地 修为并未有太大的增长 片刻之后 严臣于身上的气息被收敛 他睁开眼睛 淡淡地看了严落雪一眼 这造化池的力量这么强大 你都突破不了 倒是有点废物 哼 我的倒映极为特殊 所需的力量更为庞大 严落雪不甘示弱地说道 造化池的力量是强大 但是刚才有大部分 都被严臣于吞噬了 他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吞噬的 只觉得很诡异 那吞噬效果 竟然比他的天凤地硬还要可怕 是吗 我怎么听说 倒映品质越高 吞噬天地灵气的速度越快 修炼速度也就越快 严臣于讥讽道 哼 要你管 严落雪极为不爽 直接离开造化池 这池子里面的力量 已经被他们吸干了 继续待在这里 也没有丝毫意义 废柴 严臣于站起身来 不懈地扫了严落雪一眼 化作一道残忙 直接消失在这片天地 可恶的严臣于 我回去就突破 严落雪极为生气 自己拥有圣品倒映 修炼速度极快 还拥有天凤地硬 却依旧被严臣于压一筹 这让他很是难受 第38章 谢谢师尊 皇族宴会 藏风殿 终神秀 立刻让严臣于出来见我 一道愤怒之声响起 汪长老正脸色冰冷地盯着终神秀 终神秀端着一杯香茶品尝 淡然道 汪长老找他有事 哼 此番我徒儿死在妖冤 我感觉这事情 严臣于有关 汪长老冷声道 感觉 就凭一点感觉 却无任何真凭实据 你如何能断定 此事是他做的 终神秀但笑道 此事到底是不是他做的 见了他我自会知晓 汪长老冷着脸道 汪长老请回吧 这里是我藏风殿 我的弟子 还轮到一个外人 来栽赃陷害 终神秀品了一口香茶 并未将汪长老放在眼里 放肆 终神秀 你真的以为 我不敢动你是不是 汪长老怒声道 你敢动我师尊丝毫 我定会让你灰飞烟灭 永世不得超声 一道森冷的声音响起 严臣于满脸杀意地出现在这里 他手持破炉子 正往里面注入力量 随时打算向着汪长老轰杀而去 汪长老感受到破炉子的威压 不经全身乍毛 他怒视着严臣于道 小丫头 你敢 这一刻 他有种一只脚踏入鬼门关的感觉 那破炉子若是砸过来 他必死无疑 你看我敢不敢 严臣于身上杀意 仿佛要凝聚成实质 破炉子微微颤动 威压更为恐怖 子府静又如何 感动我师尊 我让你永世不得超声 终神秀淡笑道 汪长老 还请回去吧 我这徒弟脾气大 若是不小心把这破炉子砸过来 你死了无关紧要 倒是我这座大殿就要遭殃了 那我徒弟陨落之事 谁给我一个交代 汪长老咬牙切齿地说道 不如你自己去趟妖冤吧 让那些妖兽给你一个交代 实在不行 就去找赵院长 要说法 没必要在我这藏风店大吵大闹 终神秀挥手道 你 汪长老脸色无比难看 再不离开藏风店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严陈渝冷声道 很好 你们给我等着 汪长老甩手离去 原本是来找麻烦的 没想到最终去灰溜溜地离开 不过那破炉子确实可怕 他还真的不敢乱来 严陈渝收起破炉子 连忙来到终神秀身边 认真说道 师尊你放心 有我在藏风店 谁也不能伤害你 终神秀哑然一笑 他将一瓶丹药递给严陈渝 你的修为再次突破 很不错 这里面有一些丹药 一并给你了 你好好修炼 争取三个月内 踏入炼虚境巅峰 谢谢师尊 严陈渝接过丹药 似乎想起了什么 严陈渝又道 师尊 刚才皇宫来人 让我明日回去参加皇族宴会 我想邀请你一起前往 你看可以吗 来圣道学院 似乎也有段时间了 也该回皇宫一趟了 此次皇族宴会 不少贵族都会去参加 甚至有一批 提前被天舞学院选定的皇子 公主也会到来 到时候肯定非常热闹 按照正常剧情走向 他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宴会 到时候只能躲在一边 眼巴巴地看着别人 不过现在他的修为不断提升 皇宫那边已经有所知晓 便让他参与此次宴会 这一次 他不但要参加 还要把他那位母亲也带过去 他要向皇宫的那些人证明自己 行 终神秀轻轻点头 多谢师尊 终神秀和严晨鱼前往大厦皇宫 今日的皇宫异常的喜庆 地面上铺着红红的长毯 周围挂着漂亮的灯笼 来往的宫女 侍卫 步伐匆匆 极为忙碌 皇朝之中的一些权贵 纷纷到场 非常热闹 严晨鱼 刚进入皇宫 严晨鱼便感受到了一道冰冷的目光 顺着看过去 只见一位身着宫装装裙的女子 正满脸阴沉地盯着她 严夕 严晨鱼眉头微微一挑 对方是大夏四公主 三年前便被邀请入天舞学院 拥有上品倒映 现在失恋虚境后期 此女向来和她不怎么对付 以前没少刁难过她 而且她还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对方的母亲极为不凡 我还以为你加入圣道学院那么久 能学到什么东西 没想到 却连练虚境都没有踏入 你可真够废的 这次皇族宴会 你应该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吧 严晨冷嘲道 她的母亲是当今皇后 可不是严晨鱼那卑贱母亲可以比的 所以 她向来瞧不起严晨鱼 严晨鱼没有理会严夕 带着终神秀往一边走去 今日心情不错 她不想破坏自己的好心情 否则的话 以她的脾气 定要给严晨一点颜色看看 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严晨脸色一沉 便要出手 突然 一道人影挡在她面前 严落雪 严夕眉头一挑 严落雪轻语道 今日是皇族宴会 来的人很多 目光不少 四姐做事可得谨慎一些 一天的时间 她的修为再次突破 踏入恋虚境巅峰 速度极快 哼 罢了 看在落雪的面子上 我便饶她一次 严晨淡淡地说道 严落雪在皇宫的地位极为特殊 深得父皇喜爱 她自然不会轻易得罪 严落雪微微摇头 看向严晨的眼神充满了一样 看来严晨还不知道一些事情 现在的严晨鱼 可不是以前的严晨鱼 得罪对方会很惨的 到时候 那个破炉子丢过来 严晨鱼带着终神秀来到青鸾殿 相对于皇宫的其他宫殿而言 青鸾殿极为冷清 一眼看去 根本找不到几个侍女和护卫 犹如冷宫一般 三公主你回来了 一道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身着宫装的中年女子 出现在这里 对方手中还拿着一些东西 看到严晨鱼的时候 她脸色微变 立刻将手中的东西藏在身后 你手中的是什么 严晨鱼冷声道 这是青鸾殿的一位姓许的嬷� 平日里手脚不怎么干净 没 没什么 许嬷嬷声道 找死 严晨鱼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抬手便给了许嬷嬷一巴掌 直接将对方轰飞四五米 第三十九章 狠辣一点 果断一点 三公主饶命 许嬷嬷眼神惊惧 顾不得脸上的疼痛 连忙磕头求饶 三公主天性淡漠 手段毒辣 青鸾殿中 无论是谁 一旦招惹到她 轻则打骂 重则断手断脚 下场会非常惨 所以在这青鸾殿内 谁都不愿意见到她 许嬷嬷也没有想到 自己这次偷东西 会被严晨鱼抓了一个正正 严晨鱼往前面走去 捡起刚才许嬷嬷手中拿的东西 是一个精美的檀木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有一株散发着浓郁香味的铃声 看其成色 大概有上千年的样子 青鸾殿的资源向来很少 这样的铃声 更是从未有过 这东西是怎么来的 严晨鱼冷视着许嬷嬷 她和她的母亲身份低微 向来不受下皇待见 所以对方给青鸾殿的资源 也非常稀少 如此铃声 严晨鱼更是从未在青鸾殿见过 许嬷嬷身体颤抖 低着头 一句话都不敢说 回答我的问题 严晨鱼眼中闪烁着幽光 一道恐怖的气息 瞬间将许嬷嬷笼罩 许嬷嬷全身发凉 惊恐地说道 这 这是陛下之前给萧贵妃的补品 严晨鱼瞬间明白其中的缘由 看来自己在圣道学院的表现 给自己那母亲带来了一些好处 不过一想到这里 严晨鱼的脸色更加难看 她一把捏着许嬷嬷的脖子 冷声道 我知道你的手脚向来不干净 但父皇给我母亲的东西 你肯定还没有那个胆子感贪磨 所以 此事是谁让你做的 许嬷嬷被吓破了胆 连忙道 是皇后让我盗取的 她打算用这株千年铃声 给四公主提升修为 三公主 我也是被逼无奈 求求你饶了我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下次 你还有下次吗 吃里扒外的东西 严晨鱼使劲一捏 直接将许嬷嬷的脖子捏断 看到许嬷嬷死亡 严晨鱼有种前所未有的舒坦感 不过她突然想到 终神秀还在旁边看着 她心中一慌 连忙向终神秀解释道 师尊 我 她害怕终神秀 将她当作一个杀人如麻的女魔头 从而远离她 终神秀轻语道 若有强识的势道 手段很辣一点 做事果断一点 往往可以让你活得更久 这次做得不错 严晨鱼正正地看着终神秀 还是如上次一般 师尊没有责骂她 反而夸赞了她 这让她极为感动 你去见你母亲吗 我随便逛逛 终神秀淡淡一笑 便往一边走去 那我等下去找师尊 严晨鱼连忙说道 嗯 终神秀轻轻回了一句 逛为一下青轮殿 终神秀便离开了 继续在皇宫的 其他地方游逛起来 作为大厦的皇宫 这片地带自然不简单 隐隐能够感受到 树道恐怖的气息在弥漫 而且还有一些强大的静止 阵法 若是敢在皇宫乱来 恐会瞬间灰飞烟灭 这皇宫下面有东西 终神秀来到一座广场上 脸上浮现一抹沉思 皇宫非常巨大 而在下方 则是镇压着一些诡异的东西 思索之间 两道目光向她看来 不远处 苏洪灵和一个面如关玉的男子 并肩站在一起 两人均在盯着她 终神秀没有理会两人 便要离开站住 突然 那个男子身影一闪 挡在了终神秀面前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着眼前的男子 他知道此人 对方是秦王府的柿子 秦浩 尚品金属性倒映 练须静后期地修为 天舞学院的学生 苏洪灵和秦浩走得很近 两人关系特殊 有事 终神秀缓缓开口 秦浩淡然道 秦浩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身上的气息瞬间爆发 苏洪灵眉头一皱 道 秦浩 别动手 终神秀现在是炼药店的长老 若是秦浩伤了他 恐怕不好交代 啪 终神秀抬手便给了秦浩一个嘴巴子 秦浩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被轰飞三四米 脸部一阵胀红 他捂着脸 愤怒地盯着终神秀道 终神秀 你敢打我 你找死 话音一落 便杀向终神秀 终神秀眉头一挑 眼中露出不耐之色 打算给对方点教训 住手 就在这时 一道阴柔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老太监 瞬间出现在这里 他身上的气息极为可怕 举手投足之间 有半山倒海之威 这是一位子府境的强者 黄公公 看到这位老太监出现 秦浩目光一宁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这老太监可不简单 是夏皇身边的人 实力非常恐怖 黄公公扫了秦浩一眼 语气阴柔地说道 秦师子 这里是黄公 千万别乱来 知道吗 秦浩明白 秦浩轻轻点头 身上的气息瞬间收敛 不敢继续动手 但是他把此事记住了 打算找个时间 给终神秀一点惨痛的教训 所以 出言挑衅我师尊的事情 就这样算了 一道阴森的声音响起 严晨渝出现在这里 眼中闪烁着森冷的杀意 严晨渝 看到严晨渝到来 秦浩眉头微微一皱 却没有将其放在心上 苏红灵则是瞳孔一皱 天舞学院的人 或许有一部分 不知道严晨渝的可怕 但作为圣道学院的人 他又如何不知道严晨渝的实力 见过三公主 黄公公见到严晨渝的时候 连忙恭敬地行了一礼 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怎么会 秦浩神色一愣 被黄公公的态度搞猛了 黄公公何许人也 作为夏皇身边的红人 哪怕是大夏的各位皇子 公主见到他 都得给他三分颜面 主动行礼 现在 他却对严晨渝如此恭敬地行礼 这是什么情况 严晨渝对着黄公公轻轻点头 淡淡地问道 秦浩挑衅我师尊 还对我师尊动手 敢问黄公公 这事情该怎么办 第四十章 蜀木寸光 废柴一个 这 黄公公神色有些犹豫 他轻声道 三公主 黄族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黄族宴会开始 到时候年轻一辈 会进行一番较量 有矛盾 可以等下解决 严晨渝明白黄公公的意思 他冷试着秦浩道 等下再给你点颜色看看 秦浩沉着脸 没有将严晨渝的威胁放在眼里 严晨渝又看向苏洪凌 冷笑道 蜀木寸光 废柴一个 你 苏洪凌脸色极为难看 怎么 我说你 你不服 严晨渝往前踏出一步 但凡苏洪凌敢说一个不字 他直接一巴掌呼上去 什么玩意儿 还敢主动和他师尊退婚 他苏洪凌配吗 蜀木寸光的东西 可笑至极 哼 秦浩 我们走 苏洪凌不想和严晨渝正面对上 快速和秦浩离去 严晨渝看向终神秀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师尊放心 等下你看我怎么打他就完了 等下保证 把那秦浩打得连他爹妈都不认识 好 终神秀笑着点头 黄公公苦涩一笑 对着严晨渝道 三公主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老奴先去忙碌了 你们也快点过去吧 嗯 严晨渝轻轻点头 黄公公离去之后 黄公 是檀木桌椅 上面摆放着各种美酒美食 大夏皇朝的权贵 全部齐聚在这里 喝美酒 品尝美食 小声交流 场面极为热闹 而一些年轻人 也是成群结队的在一起 不断谈论一些事情 在最前面的龙椅上 一位身着龙袍 神态威严的中年男子 正在端着美酒品尝 他的脸上浮现一抹温和的笑容 正与身旁一位身着凤袍的 成熟美人说话 他正是大夏之主 夏皇 一位动旋径巅巅峰的强者 实力比副院长赵无极还要强 父皇 一道娇笑声响起 一袭白裙子的严洛雪 出现在这里 这一次 凤华并未随他一并来皇宫 夏皇看到严洛雪的时候 立刻笑着挥手道 洛雪 来父皇这里 好的 严洛雪开心去到夏皇身边 一旁的长孙皇后健壮 也没有多言 夏皇对严洛雪非常疼爱 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 这种疼爱 与严洛雪的母亲有关 严洛雪的母亲 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他曾和夏皇有过一段奇妙的感情 后来 对方生下严洛雪之后 便离开了大夏皇朝 他的身份极为神秘 或许只有夏皇知道 若非对方离开 恐怕这皇后之位也不属于自己 在场的一些皇子和公主 心中虽然羡慕 却也不敢多言 从小到大 他们这位父皇对于严洛雪 都是极为偏爱 无论他们如何努力 这份疼爱终究落不到他们身上 洛雪 听说你的修为已经踏入炼虚境巅峰 非常不错啊 夏皇笑着夸赞道 心情很好 他家小五 这么年轻便入了炼虚境巅峰 而且还拥有传说中的圣品倒映 这是随了他那个娘亲 以后肯定会变成无上强者 想到这里 夏皇心中有些怅然 此生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见到严洛雪的母亲 那是他一生挚爱 谁也比不了 或许 待严洛雪足够强大之后 可以把此事告诉他 希希 多亏了我师父 他可厉害了 教了我很多东西呢 可惜他这次有事情 没有来这里 不然可以让父皇见见他 炎洛雪娇笑道 这凤华教习我倒是听说了 确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存在 夏皇大笑道 萧贵妃 三公主道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夏皇闻言 微微一正 神色有些复杂 一旁的长孙皇后 眉头微微一皱 随后 钟神秀和颜晨鱼走了进来 旁边还有一位中年美妇 对方正是颜晨鱼的母亲 萧贵妃 见过陛下 见过父皇 萧贵妃和颜晨鱼行礼 钟神秀则是随意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根本没有在意在场的众人 放肆 萧贵妃 今日是皇族宴会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还不快离开 一位嫔妃起身怒吃道 皇宫就是如此 喜欢踩低捧高 一旦哪位贵妃不得适 其余的贵妃都会主动与其划分界限 甚至狠狠地踩上一脚 如今在这后宫内 最为厉害的两个女人 分别是长孙皇后与赵贵妃 恰好这两位都对萧贵妃极为讨厌 所以 其他的嫔妃自然也会顺势而为 更为关键的一点 萧贵妃没有任何强大的背景 以前只是一个卑贱的婢女 哪怕被册封为贵妃 也不受下皇待见 所以 众人自然不会对她客气 萧贵妃脸色微变 不敢多言 心中有些忐忑不安 严臣于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位嫔妃 淡然道 我母亲是父皇亲自册封的贵妃 而我则是大厦的三公主 我倒是想问你一句 为何我们不能来参加皇族宴会 若是我们都不能参加 闭尘 闭嘴 夏皇语气一冷 一声训斥 吓得那位嫔妃不敢继续开口 夏皇往在场的众人看了一眼 淡默道 是我让他们来的 你们觉得有问题 众人脸色巨变 不敢多言 夏皇看向严臣于 声音温和地说道 臣于 来父皇身边吧 严臣于神色平静地对夏皇道 多谢父皇 不过女儿身份卑微 还是随意找个位置坐下吧 上一世 夏皇身中剧毒 修为尽尸 最终被他亲手斩杀 他侍父坐上了地位 成了世人眼中 桑尽天良的女暴君 这一世再见 他感觉心情有些复杂 他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做类似的事情 众人神色大惊 夏皇让严臣于去他身边 这份殊荣 在场的皇子 公主中 只有严落雪才有 更为诡异的是 严臣于竟然拒绝了 小贵妃要得势了 就这么一瞬间 有人反应过来 眼中闪过震惊之色 而一些嫔妃 则是脸色微变 这对他们而言 不是什么好事情 父皇为何会让他过去 严夕握紧拳头 脸色极为难看 他也想和严落雪一般 站在父皇身边 被万众瞩目 但根本没有机会 现在严臣于有机会了 竟然还拒绝了 可恶啊 第41章 母平子贵 宴会开始 夏皇一正 心中有些愧疚 他看向萧贵妃道 你在我旁边落座吧 来人 赐座 萧贵妃愣了一秒 不禁看向严臣于 这么多年来 夏皇从未过问 他们母女的情况 这次态度转变 又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严臣于吗 这么一瞬间 萧贵妃并未感到惊喜 反而感到无比的忐忑和不安 在后宫这样的地方 一位嫔妃突然得宠了 不见是一件好事情 若是没有足够的实力 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想要活得更好 那就要学会低头 他现在已经感受到了 周围一些人对他的目光 带着阴险 尤其是正前方的长孙皇后 虽然面无表情 但眼底深处 却在泛着忧光 严臣于对着萧贵妃 轻轻点头 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在想什么 对方这些年做事情战战兢兢 从不敢与后宫的任何人为敌 显得无比的卑微 但是这次不同 严臣于打算让自己的母亲 能够抬头挺胸 有尊严地活着 或许 母瓶子贵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此番下皇态度的改变 来源于他的实力提升 想要让自己的母亲 在这皇宫内过得更好 他便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修为 想到这里 严臣于不禁神色复杂 若是此次 自己实力没有提升 没有在新生考核 斩妖大会中 斩露头角 自己这位父亲 是否还会对他们母女改变态度 强者为尊 想要赢得他人的尊重 还得要足够的实力才行 简言臣于点头 萧贵妃心中明悟 对着夏皇恭敬地行了一礼 便往夏皇身边走去 坐吧 夏皇对着萧贵妃 轻轻点头 萧贵妃默默地在夏皇左手边坐下 他此刻能够感受到了长孙皇后 那若有深意的目光 他很忐忑 也有些如坐针毡 但他并未表露出来 因为他的女儿就在前面 他这个做母亲的 就算再怎么不堪 也绝不会给自己的女儿丢脸 那位便是钟长老吧 夏皇看向钟神秀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眼底深处 却有一抹意思 此人怎么看 都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他为何能让严晨鱼的修为 提升得那么快呢 到底是严晨鱼自己的努力 还是这位钟教系的 功劳众人的目光 落在钟神秀身上 刚才他们便看到了 钟神秀面对夏皇的时候 并未下跪行礼 显得有些肆无忌惮 见过夏皇 钟神秀微微抱拳 并未起身 依旧正经危坐 作为圣道学院的长老 自然没必要向夏皇下跪行礼 嗯 陈瑜这丫头性子顽劣 还望钟长老多多担待 夏皇轻笑道 心中却在嘀咕 这钟神秀不简单 在自己面前 还如此镇定镇定自若 这份心性就胜过了很多人 嗯 钟神秀轻轻点头 并未多言 师尊 严陈瑜来到钟神秀身边 乖巧地坐下 夏皇挥手道 我宣布 皇族宴会正式开始 今日来了不少年轻人 接下来便由你们来切磋一番 让我看看 你们在两大学院学到了什么东西 此次表现最佳的三人 均有奖励 严陈瑜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奖励倒是其次 更为关键的是 夺得前三之后 才有资格去参加后面的一场巨型盛宴 那时候 才是真正的龙争虎斗 而且还有巨大的机缘 严陈瑜起身 往天坛中央走去 他看向秦昊 秦昊 过来一站 严陈瑜要挑战秦昊 怎么想的 他身上并无任何修炼者的气息吧 连宁元镜都没有踏入 秦昊早年就被天舞学院选中 现在已经踏入练须境后期 严陈瑜必败无疑 呵呵 你们的消息落后了 现场有人嘲讽 严陈瑜不知所谓 也有人觉得 秦昊接下来要完蛋了 现在的严陈瑜 可不是之前的严陈瑜 敢轻视他 就是在找死 到时候 那个破炉子丢出来 连子府进的强者来了 都得死 秦昊 你不要和他打 你不是他的对手 秦昊身边 苏洪林神色凝重 示意秦昊不要应战 一个严陈瑜而已 我有何惧 秦昊身影一闪 直接出现在严陈瑜前方 根本没把苏洪林的话放在心上 完了 苏洪林苦涩一笑 严陈瑜 出手吧 秦昊冷然一笑 都主动来挑战他了 他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哄 严陈瑜根本不废话 瞬间杀到秦昊面前 根本不给秦昊一丝反应的余地 他一把捏住秦昊的脖子 砰的一声 直接将秦昊砸在地上 将白玉石板砸出一道道裂痕 异常的简单粗暴 啊 秦昊发出一声惨叫 鲜血喷涌而出 骨头碎裂不少 轰轰轰 严陈瑜不断挥拳 拳拳倒肉 他掌握着力道 不会直接把对方打死 但绝对可以让对方三个月下不了床 场面极度惨暴 拳头轰击声和秦昊的惨叫声响起 周围的众人看得头皮发麻 眼中露出惊惧之色 显然没想到 严陈瑜会这么可怕 人群中 一位年轻男子脸色苍白 身体在颤抖 那就是某位将军之子 李峰严陈瑜那招捏脖子 杂人的动作 他太熟悉了 因为他亲自感受过 其中酸爽 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对 现在得加上一个秦昊 秦昊是练虚境后期的强者 却被严陈瑜这样暴走 严陈瑜的修为竟然这么可怕 看走眼了 之前没有感受到他身上的气息 我还以为他连宁愿镜都没有踏足 他身上应该有什么遮掩气息的宝物 亦或者修炼什么特殊的拱法 他的修为最起码也到了练虚境巅峰 你们还是太小看严陈瑜了 区区练虚境算什么 众人神色震惊地盯着严陈瑜 被严陈瑜斩露的实力震住了 这一刻 他们似乎突然明白 为何夏皇会对严陈瑜母女改变态度了 原因在严陈瑜这里 陈瑜 萧贵妃捂着嘴巴 惊喜地盯着严陈瑜 自己的女儿竟然这么厉害 第四十二章 向着小丑 可笑至极 她竟然 长孙皇后与仲嫔妃脸色极为难看 母嫔子贵的道理 他们如何不懂 严陈瑜的实力越强 在夏皇心中的地位就越高 到时候 萧贵妃的地位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难怪这一次 夏皇会让严陈瑜和萧贵妃去她身边 原来她一早就知道了严陈瑜的实力 怎么可能 在场的一些年轻人 也是满脸震惊地盯着严陈瑜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而部分知晓严陈瑜实力之人 则是微微摇头 暴揍一个恋虚静后期的秦浩算什么 严陈瑜狠起来的时候 子府竟都得死 苏红龄脸色苍白 看着被暴揍的秦浩 一点办法都没有 三公主 还请住手 秦王连忙开口道 他也没想到秦浩会被严陈瑜一顿暴揍 此刻秦浩已经被严陈瑜 揍得连爹妈都不认识 满脸肿大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哪里还有之前的义气风发 严陈瑜冷声道 就你这样的废物 也敢挑衅我世尊 不知死活的东西 碰 话音一落 他直接一脚将秦浩踢飞十几米远 二 秦王立刻冲上 将秦浩抱着 见对方浑身的伤痕 他的脸色极为难看 看着严陈瑜道 三公主 切磋而已 何必要下这么狠的手呢 严陈瑜冷声道 秦浩之前挑衅我师父 还对我师父下手 我没有杀他就算好的了 你还怪我下手狠辣 众人一愣 显然没想到 严陈瑜下这么狠的手 竟然是因为中神秀 切 护尊女 严落雪翻了一个白眼 说的谁没有师尊似的 一直以来都是师尊保护我 你严陈瑜倒是反了 直接去保护你师尊 废柴 秦王脸色阴沉 抱着秦浩退下 夏皇端起眉酒喝了一口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苏洪凌神色一变 沉声道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认输 废柴 严陈瑜不屑地说道 就这样的渣渣 连跟废柴都不如 有什么资格来和他师尊退婚 苏洪凌脸色难看 却没有多言 他又不傻 完全没有必要去找揍 苏王爷苏目见状 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 严陈瑜扫视着四周之人 他的视线落在四公主严夕身上 严夕 过来一战 严夕身体一颤 并不打算出手 他也是练须静后期的修为 实力与秦浩相当 连秦浩都被严陈瑜揍得那么惨 他上去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不是很能吗 怎么现在连句话都不敢说了 严陈瑜讥讽道 你 严夕神色恼怒 却不敢出手 不服就出手啊 你看我揍不揍你就完了 严陈瑜冷笑道 严陈瑜何必咄咄逼人呢 一道不悦的声音响起 一位气质不凡的年轻男子走出来 他身上的气息极为可怕 练须静巅峰 二皇子要出手了 听人说 他在天舞学院已经踏入了练须静巅峰 众人心惊无比 二皇子三年前就败入了天舞学院 实力极为可怕 他若是出手的话 严陈瑜恐怕根本抵挡不住 练须静巅峰 呵呵 也有人冷然一笑 觉得不过如此 即使是子府进来了 在严陈瑜面前也翻不起多大的浪化 李峰欲言又止 他和二皇子走得很近 本能地想要提醒一下二皇子 但是想了一下 他还是没有开口 毕竟二皇子败入的是天舞学院 而他败入的圣道学院 若是继续得罪严陈瑜的话 他恐怕很难待在圣道学院 方二 二皇子实力强大 你和他关系不错 可得多多联络一下感情 李峰的父亲低声提点道 李峰一听 立刻道 父亲千万别乱说 我和二皇子关系一般 不对 我们根本就不熟 啊 李将军愕然地看着李峰 以前这小子 不是总向他炫耀 和二皇子的关系 怎么怎么样吗 怎么现在还主动划清界限了 李峰一言不发 他这是认清局势了吗 他这是随心 你若不服 达到你服为止 严陈瑜面无表情地看向二皇子 对方和严夕都是长孙皇后所生 向来与他不对付 今日正好教训一下对方 那我这个做兄长的 便教一教你如何尊重人 二皇子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击出一只翡翠毛笔 便杀向严陈瑜 春秋笔 在场的一些人目光一宁 这春秋笔 是一件极为强悍的神藏灵器 倒是没想到 二皇子一出手 便动用了这件灵器 灵器嘛又能如何 严陈瑜冷然一笑 二皇子虽然实力不错 但是与那些妖族相比 倒是弱了很多 他连那些妖族都不拒 何惧区区二皇子 见二皇子杀来 严陈瑜甚至都没有动用任何宝物 只是简单粗暴的一拳轰出 一力降使会 哄 这一拳用了八成的力量 极为可怕 一道青色拳硬瞬间轰出 拳硬和春秋笔对碰在一起 轰隆 狂暴的力量余波爆发 地面瞬间被震碎 一阵进风席卷四面八方 哼 严陈瑜冷哼一声 再次一拳轰出 动用了石城的力量 碰 二皇子连人带笔 被轰飞十几米 狠狠地摔在地上 一口鲜血喷出来 严陈瑜看着地面上的二皇子 冷声道 练须近巅峰 还用了灵器 结果就这点实力 丢脸 二皇子艰难地站起来 怒声道 你找死 碰 结果他刚说完 便被严陈瑜一脚踢飞二十多米 直接将一根石柱撞断 这下更加凄惨 实力不行 还却别人无能怒吼 向着小丑 可笑至极 严陈瑜满脸不屑之色 二皇子听了这话 一口溺血喷出 直接昏了过去 严陈瑜 你放肆 长孙皇后瞬间站起来 愤怒地盯着严陈瑜 第四十三章 事实如此 你害怕了 严陈瑜看向长孙皇后 淡然道 我哪里放肆了 长孙皇后怒声道 他可是你二哥 你竟然下这么狠的手 到底是谁叫你的 严陈瑜冷笑道 他有着炼虚境巅峰的修为 而且还用了灵气 我不过是炼虚境后期修为 自然要全力以赴 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废物 竟然被我一脚踢飞了 你 长孙皇后脸色阴沉 这么多人看着呢 下皇出言提醒 长孙皇后深吸一口气 坐下之后 对身旁的一个侍卫 吩咐道 快把二皇子带去太医院 可还有人要与我一站的 一群年轻人眉头微皱 却没有上台 连练虚境巅峰的二皇子 都不是严陈瑜的对手 想要和他交手 也得有子府境的修为吧 在场的年轻人 又有几个有子府境的修为 倒是有那么一个 那就是大皇子 严末 不过严末此刻正端着美酒品尝 似乎没有丝毫兴趣上去 与严陈瑜交手 下皇对严洛雪问道 洛雪 你觉得你三姐实力如何 很强 严洛雪直言道 严陈瑜的实力确实很强 姑且不谈那个诡异的破炉子 对方本身就能越急而战 加上秘书 还能再越一级 极为可怕 你若是和他交手 有几成胜算 下皇笑着问道 严洛雪愣了一秒 沉吟道 五成吧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掌握着天凤低音的部分力量 实力比之前强了很多 若是和严陈瑜交手的话 他还是有些把握的 但我听说 你三姐有一件奇特的制宝 下皇轻轻一笑 严洛雪神色一致 那个破炉子确实可怕 虽然他掌握着一部分天凤低音的力量 但他没有把握能绑住那东西 毕竟他可是亲眼见到过 严陈瑜用一个破炉子 轰杀了一位子附近的妖族强者 下皇将严洛雪的神色看在眼里 不禁哑然一笑 见无人上场 严陈瑜便退了下来 坐在终神秀身边 师尊 我给你倒酒 严陈瑜给终神秀倒酒 看到严陈瑜退下 众人心中松了一口气 若是严陈瑜继续在上面的话 他们连展露实力的机会都没有 下皇轻语道 在场的年轻人都不要藏着掖着 继续上场切磋吧 随后又有人上场 你来我往 极为卖力 师尊是不是很无聊 严陈瑜小声问道 终神秀淡笑道 能见到你在皇宫内展露锋芒 为师很欣慰 怎么会无聊呢 谢谢师尊 严陈瑜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今日展露拳脚 他的母亲和他的地位 都会得到巨大的提升 这种喜悦的时刻 他就想给终神秀分享 随着时间推移 在场的很多年轻人 都展露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严洛雪和严末也出了手 同样惊艳无比 大厦的三位皇子公主之中 严末 严陈瑜 严洛雪三人 今日注定被万众瞩目 众人看他们的眼神都不同了 尤其是严陈瑜 之前众人显然不会太过 把他放在眼里 但是经过今日展露头角 很多人看向他的目光 都多了几分凝重和忌惮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 没人敢忽视的存在 萧贵妃和严陈瑜得宠 已成定局 看来以后不能得罪他们了 之前我打压过萧贵妃 等下得去找他赔礼道歉才行 一些人眼中带着思索之色 长孙皇后的脸色 则是不怎么好看 今日他本以为二皇子和严夕 会表现得非常好 从而被夏皇看中 没想到最终的风头 却被严陈瑜三人抢走了 这让他极为不舒服 就在众人思索的时候 一位身着近卫军衣服的 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他对着夏皇行了一礼 道 陛下 今儿个见在场的年轻人切磋 臣也有些寄养难耐 不知可否让臣也找人切磋一下 众人看向这位中年男子 对方是近卫军的统领 长孙丰子府境的强者 同时他也是长孙皇后的亲弟弟 夏皇但笑道 长孙丰领打算和谁切磋 长孙丰指着忠神秀道 我想和忠教习切磋一下 他是三公主的老师 三公主实力那么强大 他这个当老师的实力肯定也不弱 什么长孙统领要和忠神秀切磋 这不是欺负人吗 忠神秀虽然是严晨鱼的师父 但他并无道应 根本不能修炼 算起来 忠神秀的年纪也和我们相当 他能成为圣道学院的教习 关键在于他的爷爷 和他自身实力无关 严晨鱼能变得这么强大 和忠神秀可没有多大的关系 一些了解内情的人小声交流 严晨鱼脸色森冷地盯着长孙丰 眼中闪烁着寒芒 这长孙丰是在刻意挑事啊 是打算为长孙皇后出头吗 抱歉 我不懂修炼 忠神秀淡淡地说道 不懂修炼 你可是圣道学院的教习 三公主的老师 三公主实力那么强 你这个做老师的 又怎么可能不懂修炼 长孙丰直视着忠神秀 言语之中带着几分逼迫的意味 严晨鱼让长孙皇后丢了脸 他也得让对方的师父丢丢脸 事实如此 忠神秀到了一句 便不再理会长孙丰 你害怕了 长孙丰冷笑道 我师尊岂会怕你 只是你太弱了 还没有资格让他出手 你想要和他切磋 最起码得胜过我才行 严晨鱼起身 满脸寒气地盯着长孙丰 他直接将破炉子寄出来 随时打算轰向长孙丰 看到这个破炉子的时候 在场的一些人脸色巨变 夏皇对长孙丰道 既然中长老不想和你切磋 你就别强人所难了 退下吧 长孙丰心中不爽 却不敢多言恭敬地说道 臣明白 退下的时候 他又满脸不屑地扫了终神秀眼 却不知道 自己离死已经不远了 夏皇朗声道 今日的宴会也差不多结束了 严墨 严晨鱼和严洛雪三人表现最佳 均能前往大夏宝库取一件宝物 同时 我还要宣布最后一个事情 第44章 废去四肢 准备看戏 夏皇沉声道 再过三个月 便是天幽会盟 我打算让严墨 严晨鱼和严洛雪三人一同去参加 各位可有什么意义 天幽会盟 众人目光一宁 心情沉重无比 所谓天幽会盟 是大夏与周边的三大皇朝 所联合举办的 每隔百年进行一次 目的很简单 争抢地盘 四大皇朝靠得很近 千年以来 没少为竞争地盘而发生大战 各方一边要对抗妖兽 一边要进行皇朝大战 这样若是持续下去 恐怕有一天 四大皇朝都会覆灭 反而让妖兽减了便宜 所以 四大皇朝便进行商议 举办了天幽会盟 通过比试切磋的方式 进行地盘所有权的分配 这样能以最小的商王 夺取最大的利益 也不至于 让妖兽钻了空子 天幽会盟 各方只能派三位年轻人去参加 无论是哪一方 只要能够站到最后 就是最终赢家 一般而言 派去参加天幽会盟的年轻人 必须是天交中的天交 否则的话 根本讨不了好处 一旦能在天幽会盟之中拔得头筹 那么 大夏给的奖励 也会异常地丰厚 众人彼此看着对方 神色有些复杂 严莫作为子府境的强者 去参加天幽会盟 倒是没有问题 但严晨渝和严洛雪 只有练须境的修为 虽然战力也不弱 但在那样的战斗中 估计很难获胜 不过夏皇已经开口 这基本上是定局 无人可以改变 也不敢反对 这不是和他们商量 而是在通知他们 严晨渝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此次参加宴会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天幽会盟 天幽会盟举办的地方 名为天幽山 寻常时候根本不能踏足 唯有在天幽会盟举办之时 才能踏入 那里藏着大纪元 天幽会盟 终神秀脸上浮现一抹沉思 那里确实藏着好东西 不过对他而言 意义不大 倒是可以让严晨渝去夺取一番 好 既然各位爱情没有意义 那么此事就这样定了 散场吧 夏皇轻轻挥动衣袖 臣等告退 众人恭敬地行了一礼 纷纷退场 皇宫的一个出口 终神秀对严晨渝道 你暂时不用回圣道学院 好好陪陪你母亲 好的师尊 严晨渝恭敬地说道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转身离去 大街上 终神秀背负双手 面无表情地行走 而在不远处 长孙丰带着一群人 在暗自跟随 统领 要我们怎么做 一位其貌不扬的男子低声问道 他们都是长孙丰找的大手 长孙丰冷笑道 你们去给他点惨痛教训 废去四肢 打断全身骨头 我得给严晨渝一个惊喜 严晨渝敢得罪他姐姐 简直是不知所谓 他也得给对方送分大礼 严晨渝不是很在意他这位师尊吗 那他就把对方废了 也好让严晨渝常常记性 好 这群人轻轻点头 立刻跟上终神秀 准备看戏 长孙丰神色玩味 找块面具戴上 也跟了上去 终神秀走了一会儿 直接进入一条身像之中 机会来了 这些打手立刻进入身像 跟了一会儿 便见终神秀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出手 这些打手没有多想 果断出手 嗡 终神秀眼中寒芒一闪 随手伸出 轻轻一捏 周围的天地灵气 瞬间挤压在一起 哄 这些打手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被捏成血污 死得不能再死 身像外 应该差不多了 长孙丰笑着进入身像 很快 他看到了满地的鲜血 还有站在原地等他的终神秀 嗯 长孙丰眉头一挑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多了一抹诧异 走眼啊 这终神秀 看来有点实力 不过无所谓 那些打手奈何不了对方 但他这位子辅近的强者 却能轻松拿捏对方想到这里 长孙丰不再犹豫 一个剑步杀到终神秀面前 抬手便是一巴掌轰出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着长孙丰 在对方冲过来的时候 他直接一记鞭腿扫出 速度之快 犹如电光 带着破空之声 让长孙丰没有丝毫反应的时间 碰 这一脚直接踢在长孙丰的胸口栽 将对方一脚踢飞十几米远 扑 长孙丰在半空中喷出一口鲜血 面具掉落 脸色一阵痛苦 胸口的骨头不知道断了多少 连内脏都被踢碎了一部分 刺了 终神秀身影一闪 出现在长孙丰面前 不带对方落地 他一脚踩下去 碰 长孙丰直接被终神秀踩在地面上 地面顿时开裂 出现一个大坑 啊 长孙丰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长孙丰领 声音太大了 还是永远闭嘴的好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长孙丰口鼻喷血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你 你 本以为终神秀是一个毫无威胁的小绵羊 没想到转眼间 对方就变成了一头恶狼 他这位子府境的强者 在对方面前 竟然难以翻起一丝浪花 而且 此刻他感受到了终神秀身上的杀意 这让他感到恐惧 我 我是大夏禁卫军统领 长孙丰还未说完 砰的一声 终神秀直接一脚将他的身体踩爆 禁卫军统领算什么 我要杀你的时候 你是夏皇也不行 终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自若地走出杭道 他继续走在大街上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 并未过多理会 去弄个炼丹炉 终神秀暗自道 再过半月 就要去参加南荒炼药师大会 好歹也得弄个像样的炼丹炉才行 走了一会儿 他来到担保楼前 这里与天保楼一般出现不少好东西 这位客人 请问需要点什么 担保楼的一位侍女 立刻走过来招待 终神秀轻语道 我随便逛逛吧 好的 有什么需要 随时吩咐我 侍女恭敬地说道 态度非常好 终神秀 突然 一道声音响起 带着几分轻浪 第四十五章 表妹容乐 炼制丹药 终神秀顺着看过去 只见一位女子正满脸 不善地走了过来 她身材高挑 肌肤雪白 身着一袭白色颈袍 头发用一条丝带随意竖着 手持着一柄白玉折扇 气质非凡 英气十足 看起来像是个风度翩翩的俊美公子哥 容乐 终神秀缓缓开口 对方是郑北大将军容景之女 容乐 而郑北大将军 正是终神秀的舅舅 对原主非常好 眼前之女 算起来也是终神秀的表妹 这些年 容乐都跟着容景 在北方抗击妖族 实力也不算太弱 练须静中期的修为 此番回黄兜 倒是让人意外 你又在鬼混 容乐来到终神秀面前 眉头微微一簇 对于自己这位表哥 他如何不了解 这家伙就爱鬼混 不学无术 整天无所事事 是一个十足的顽固 听说他还被钟老爷子 用关系送入圣道学院 还成为圣道学院的教习 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打压寒门学子 调戏女学员 你此番回来 北方局势缓解了 终神秀转移了话题 事实上 他知道北方的局势并不好 天忧会盟结束之后 北方便会出现 极为罕见的妖兽暴乱 到时候 镇北大将军容景 将会死于妖兽之口 此次容乐回来 或许是容景提前预感 到了一些事情 所以才会让他回到黄东 见钟神秀提到北方局势 容乐眼中露出一抹复杂之色 局势不妙 北方妖元似乎有些不对劲 我父亲让我提前回来 不用太过担心 问题不大 钟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北方妖兽暴乱 涉及到了一件特殊的宝物 到时候 他或许得去图谋一番 希望如此吧 容乐叹息道 你似乎受伤了 钟神秀看向容乐 对方的气息有些凌乱 体内有一股诡异的力量 嗯 容乐诧异地看着钟神秀 这家伙能看出他的情况 三个月前 他在北方与妖兽厮杀的时候 受了重伤 至今还没好 这次来担保楼 就是想要购买一些疗伤的担药 随我来 钟神秀背负双手 往前面走去 容乐神色一愣 怎么感觉钟神秀这家伙 变了一个人了 和他印象中的纹固子弟 似乎有些不同了 一会儿后 钟神秀找到一个灰色的炼丹炉 这个丹炉看起来极为粗糙 并不精美 但材质不错 比较牢固 倒是适合钟神秀使用 这个丹炉材质绝佳 应该可以勉强称一下 天荒地若严的力量 钟神秀暗道一句 你拿炼丹炉干嘛 容乐满脸不解地盯着钟神秀 钟神秀没有回复 往前面走去 随后 他又买了一些药材 支付完丹炉和药材的费用之后 钟神秀眉头微微一皱 这一次他穷了 身上一两银子都没有 不过问题不大 炼丹师可不会缺钱 随便一颗丹药都可以卖出天价 一个个都富裕无比 钟神秀 你不会打算炼丹吧 容乐目瞪口呆地看着钟神秀 有问题 钟神秀反问了一句 有必要大惊小怪吗 你可别乱来 要是出问题了 我可不好在你父母交代 容乐沉声道 没有修为 还想炼丹 这不是胡闹吗 钟神秀看向丹保楼的一位侍女道 可以给我安排一间炼丹房吗 自然可以 尊贵的炼丹师大人 请随我来 侍女一听钟神秀要用炼丹房 下意识地觉得 钟神秀是一位高贵的炼丹师 整个人更加恭敬了 大厦炼丹师非常携手 每一个的地位都非常高 很少有人敢得罪 显然他并未怀疑钟神秀的身份 一间炼丹房中 钟神秀 你别乱来 容乐神色严肃地盯着钟神秀 别说话 钟神秀看了容乐一眼 你 容乐银牙紧咬 气呼呼地盯着钟神秀 钟神秀没有说话 随手一挥炼丹炉飞到他的面前 哄 只见挥动衣袖 直接将一缕地火引出来 这是 容乐见状不禁一愣 难以置信地盯着钟神秀 钟神秀轻轻挥手 一些药材飞入炼丹炉之中 哄 顷客之间 一股狂暴的力量从炼丹炉中爆发 容乐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被震退几步 钟神秀则是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 他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捏动法觉 更为恐怖的地火 被他牵引出来 化作一条火龙 将炼丹炉全部覆盖 疯狂炼化里面的药材 药材化作液体 在钟神秀的力量控制下 快速融合 一阵阵恐怖的威压弥漫 将整个炼丹房充斥 容乐捂着嘴巴 满脸呆质之色 丹保楼 最高层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正在品尝香茶 他是丹保楼的幕后老板 同时也是圣道学院的 第一炼丹师徐福 担到五品 比丹臣子还要强上一筹 嗯 这股威压 有人在炼制五品天灵丹 徐福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瞬间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 他已经来到炼丹房前 不会错 就是天灵丹 徐福没有立刻闯入 而是满脸 好奇地站在炼丹房前面 到底是哪位炼丹师在里面炼丹 纵观整个大厦 只有三位五品炼丹师 他便是其中一位 另外两位则是在天舞学院 此刻在里面炼丹的 又是天舞学院的哪一位呢 一注香后 终神秀炼制结束 他拿出一个玉瓶子 轻轻挥手 炼丹炉中 三颗晶莹剔透的丹药 飞入瓶子之中 这三颗天灵丹给你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也能让你提升不少修为 终神秀将玉瓶子丢给荣乐 这炼丹炉果然不错 可以在炼丹师大会的时候使用 荣乐接过玉瓶子 正正地看着终神秀 还未回过神来 在他心中 终神秀是一个不学无术的 纹枯子弟 但是刚才 他却亲眼见到对方 炼制出了丹药 虽然他不知道 这丹药品级如何 但是从满屋子的芬芳来看 这丹药的品级不低 谁说终神秀不懂修炼的 谁说终神秀是纹枯子弟的 这么一瞬间 荣乐只觉得大脑一阵凌乱 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了 第四十六章 你认识我 五品丹师 房门开启 终神秀和荣乐走了出来 荣乐握着白玉瓶子 神色依旧一愣一愣的 徐福的目光 瞬间落在两人身上 眼中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此刻炼丹房中并无其他人 也就是说 刚才炼制天灵丹的是这二人之一 他本以为在炼丹房之中炼丹的 是天舞学院的两位 五品炼丹师之一 没想到 竟然是两个年轻人 看他们的年纪 似乎都没有超过二十岁 没有超过二十岁的五品炼丹师 敢问 刚才是你们哪位在炼制天灵丹 徐福好奇地问道 他 荣乐愣愣地看向终神秀 徐福立刻看向终神秀 神色惊奇 还感到不切实际 如此年轻便炼制出了天灵丹 这是什么怪物 而且 他总感觉在哪里见过眼前的年轻人 徐丰主好 终神秀对着徐福淡淡一笑 对于圣道学院的这位五品炼丹师 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徐福不单单是圣道学院的第一炼丹师 还是内院五丰之一 丹丰丰主 你认识我 徐福惊讶地看向终神秀 终神秀但笑道 在下圣道学院炼药店长老 终神秀自然是认识徐丹主的 徐丹主可是我圣道学院的五品炼丹师 五品炼丹师 荣乐心中一鸣 看向徐福的眼神多了一丝骇然 这位是圣道学院的第一炼丹师 徐丰主 除了五品丹道外 他还是一位神葬进的强者 终神秀 徐福瞬间反应了过来 那个靠关系进入圣道学院当教习的小子 难怪他觉得眼前的年轻人有些熟悉 不对 徐福瞳孔一缩 传闻之中 终神秀不能修炼 不学无术 整日欺负寒门学子 调戏女学员 人品极差 是一个十足的废物 但是此刻一见 徐福突然感觉不对劲 炼药店长老 一炷香时间内炼制出五品添丹丹 这哪里是什么废物 若这都是废物的话 他岂不是连废物都不如 毕竟让他来炼制天灵丹的话 他也不可能一炷香内炼制出来的 徐福压制住内心的震惊 他的目光落在荣乐手中的白玉瓶上 小丫头 可以让我看看这里面的丹药吗 荣乐自然不敢拒绝 将白玉瓶递给徐福 徐福连忙借过白玉瓶 将里面的三颗天灵丹倒出来 嘶 只是看了一眼 徐福便倒吸了一口凉气 三颗军事五品高级天灵丹 而且均有一道丹纹 丹 丹纹 徐福神色大惊 哪怕是他 这位五品后期炼丹师 也难以炼制出 拥有丹纹的高级天灵丹 除非他的水准 达到丹到六品之境 或许还有一丝希望 终神秀竟然炼制出了 拥有丹纹的五品高级天灵丹 地火品质太差了 只能勉强炼制出一道丹纹 终神秀摇摇头 心中有些不满 丹纹这种东西 自然是越多越好 三道为极致 每多一条丹纹 药效便会增强一分 可惜这里的地火太差 一道丹纹 已经是极致了 徐福听完 欲言又止 心中有些苦涩 他若是能炼制出一颗 有丹纹的五品天灵丹 估计要兴奋很长时间 没想到终神秀 不但炼制出来了 而且还不满足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就这么大吗 所以 你真的是一位 五品炼丹师 甚至有可能是六品 徐福满脸复杂地 盯着终神秀 去他妈的丸裤子弟 去他妈的废物 去他妈的败类 到底是谁在传谣 如此妖孽 竟然被外人传得那么不堪 就这么三颗拥有丹纹的天灵丹 便让徐福明白 终神秀的丹道品级 肯定在他之上 半珠吃虎 这小子在半珠吃虎啊 估计算五品吧 终神秀淡然一笑 有时候藏着很重要 但有时候 也得展露一下自己的不凡 这样才能让你 获得更多的东西 徐福沉默了好一会儿 才最终接受了 终神秀就是五品炼丹师的事实 其他的东西可以做假 但这三颗刚炼制出来的天灵丹 肯定不会有假 这么年轻的五品炼丹师 放眼整个南荒 也绝对是炸裂的存在 而且对方还是盛道学院的长老 想到这里 徐福眼睛一亮 这是好事情啊 五品 他也是五品炼丹师 荣乐再次震惊地盯着终神秀 他和徐福长老 是一个等级的存在 将丹药还给荣乐之后 徐福对着终神秀宁声道 终神秀 我们去三楼交流一下 兴致不大 终神秀摇摇头 表示没有丝毫兴趣 有好事 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徐福严肃地说道 好事 终神秀思索了一下 对荣乐道 你先回去 我和徐丰主聊聊 快跟我来 徐福连忙道 也没有理会荣乐 两人往楼上走去 荣乐依旧呆滞地站在原地 三楼 一个豪华房间中 徐福重新泡了一壶上等好茶 给终神秀倒了一杯 终神秀端起香茶 品了一口 问道 徐丰主有事就直说吧 徐福轻轻点头 你既然没有在我面前藏桌 那我也不藏着掖着 大院长卡在洞玄境巅峰多年 他想要寻一颗六品万象丹突破 便找上了我 但以我的实力 根本练制不出万象丹 徐丰主继续说 终神秀清语道 圣道学院已经没落了 最强的大院长 也只有洞玄境巅峰的修为 连一位万象镜都没有 让人唏嘘无比 对方想用六品万象丹 倒也可以理解 徐福陈应道 我通过寻找一些点籍 找到了一种容丹秘法 两位五品炼丹师配合 有三成的几率 炼制出万象丹 所以我想请你 和我一起炼制万象丹 你看如何 原本他打算邀请 天舞学院的五品炼丹师 但付出的代价 估计非常大 而且对方不见得会出手 毕竟天舞学院 和圣道学院本身就存在竞争 若是对方知晓 这丹药是给大院长使用的 估计不会出手出手 倒是没有问题 但前提是我能得到什么 终神秀把玩着茶杯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可没有太大的兴趣 第47章 一页经书 如道传承 院长给了我两枚五千年的菩提果 只要你肯出手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分你一枚 你看如何 徐福陈应道 菩提果 倒是好东西 终神秀面带思索之色 菩提果乃是天地灵果 极寒罕见 一枚菩提果 可让人提升五百年的寿命 同时也能用来炼制物到菩提丹 对于神葬镜 踏入洞玄境有巨大妙用 徐福的修为 就是神葬镜巅峰 菩提果对他而言 自然无比珍贵 舍得拿出一枚 倒也算大方 如何 徐福问道 终神秀摇摇头道 你应该明白 即使有荣丹之术 炼制六品万象丹 对你我而言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中危险系数太大了 要是不小心炸炉 就凭你我的修为 可能会直接灰飞烟灭 单单一枚菩提果 还不值得我冒险 大院长给徐福的报酬 肯定不单单两枚菩提果 这老灯想让自己出力 仅拿出一枚菩提果 自然不行 那你还要什么要求 可以说一下 徐福轻轻点头 他们都是五品丹师 却要炼制六品丹药 确实有巨大的危险 炼丹师为何少 一方面是炼丹需要天赋 能拦住不少人 另外一方面 有不少炼丹师 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 被活活炸死了 终神秀直言道 圣丰即将开启 我想去观摩一下 圣丰的那些传承石壁 这需要你和大院长商量一下 另外一点 我听人说 你曾得到一页经书 你小子 徐福翻了一个白眼 他多年前 确实从一个没落的 古老宗门中 得到一页经书 但这事情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 不过这一页经书 他观摩了多年 都没有发现其中玄妙 终神秀既然提到此物 他倒是可以拿出来 反正在自己手中 也没啥用 秀 徐福轻轻挥手 一个白玉盒子 和一页经书 商量一下 应该不会有问题 菩提果和一页经书 现在就可以给你 终神秀接过两样东西 轻轻点头 成交 什么时候开始练制 明日你去丹丰找我 我先和你研究一下 荣丹之术 便可以开始练制 徐福神色严肃地说道 好 终神秀汉手道 随后 两人离开房间 往楼下走去 荣乐还站在原地 并未离开 而丹宝楼中 则是出现了两位女子 严洛雪和苏洪凌 徐前辈 看到徐福的时候 两女脸色一洗 立刻走了过来 她们微微看了 终神秀一眼 眼中露出一抹差异之色 却没有多言 两个小丫头 有什么事情吗 徐福笑着问道 显然是认识 严洛雪和苏洪凌的 徐前辈 你有没有时间 我想请你给我 练制一颗四品荣羊丹 我已经准备好药材 严洛雪连忙道 荣羊丹 这倒是没有问题 徐福轻轻点头 又看向苏洪凌道 洪凌丫丫头 你呢 苏洪凌眼睛一亮 我想观摩前辈炼丹 您看可以吗 哈哈 自然没有问题 徐福大笑道 走吧 终神秀看了容乐一眼 便带着对方离开 终神秀 别忘了明天的事情 徐福立刻道 嗯 终神秀淡淡地回了一句 徐福看着终神秀的背影 心中有些感慨 如此年轻的五品炼丹师 让他汗颜 他笑着问道 洛雪 洪凌 你们觉得终神秀怎么样 两女一愣 严洛雪沉吟道 我觉得他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至于到底怎么都不简单 我也看不出来 苏洪凌满脸不爽地说道 一个不学无数的家伙罢了 就喜欢故弄玄虚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师父竟然让他当了炼丹店的长老 徐福脸上浮现一抹怪异的笑容 没有多言 大街上 终神秀和容乐并肩行 两人都没有说话 气氛有些诡异 终神秀 你 一会儿后 容乐率先开口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发现终神秀真的变了 和他印象中的根本不同 让他感到极度的陌生 印象中的终神秀是一个口舌花花 不学无数的废物 但是此刻的终神秀 给他的感觉则是性格淡漠 神秘无比 去哪里 终神秀问道 我想去看看南天伯伯 容乐回道 终神秀没有多言 没过多久 终神秀和容乐回到钟家府邸 回来了 咦 容乐也来了 钟南天看到容乐的时候 不禁脸色一喜 见过南天伯伯 容乐对着钟南天行了一礼 终神秀轻语道 我回屋子里面休息一下 不要让人去打扰我 说完 他便往前面走去 容乐看着终神秀的背影 微微一乐 钟南天笑着问道 是不是觉得他的变化非常大 非常大 差点都不认识了 容乐认真地说道 钟南天失笑道 人总是会变得 习惯就好 嗯 容乐轻轻点头 房间之中 终神秀布置下一个阵法 他直接将那一页经书拿出来 这是一位如到圣人的传承经书 按照原剧情 颜洛雪接下来会和徐福学习炼丹之术 而这一页经书 则是徐福给颜洛雪的见面礼 现在倒是便宜自己了 让我看看 这如到圣人的传承如何 钟神秀闭上眼睛 催动鸿蒙塔碎片的力量 问 请客间 鸿蒙塔碎片颤动 一道鸿蒙之力弥漫 将经书笼罩 问 经书疯狂震动 众多金色符文浮现 秀 随即 这些符文瞬间涌入钟神秀的灵魂深处 钟神秀立刻认真参悟起来 如到圣人的传承 极为不凡 里面蕴藏着琴棋书画 四门特殊大道 每一门大道都达到了极致状态 森罗万象 包含万千 玄妙莫测 第四十八章 你这丹风 人真少啊 傍晚时分 钟神秀缓缓睁开眼睛 身上散发着一股儒雅玄妙的力量 四门大道 尽数掌握 此刻他就像是一位红儒 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除屋内的阵法 他往外面走去 恰好遇见荣乐站在院中的一颗樱花树下发呆 看到钟神秀身上那儒雅的气质 荣乐又是一愣 这才多久 一个人的气质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钟南天走了过来 见到钟神秀身上的变化 他也有些惊讶 觉得钟神秀更加深不可测了 钟神秀看了一下天色 轻语道 得回圣道学院了 钟南天道 饭菜已经备好 吃完再回去 好吧 钟神秀也没有拒绝 一顿饭后 钟神秀返回圣道学院 藏风殿 见过师尊 严晨渝对钟神秀行礼 不多陪陪你母后 钟神秀问道 严晨渝神色严肃地说道 他暂时挺好的 我只有不断变强 才能更好地保护他 所以我要努力修炼 他的母后已经重新得势 想要维持这一切 他必须要不断提升修为 钟神秀轻语道 那就去修炼吧 争取早点踏入炼虚境巅峰 三个月后的天幽会盟 在天幽山举行 那里有件宝物 你可以去取一下 严晨渝一愣 惊讶地问道 师尊也知道天幽山的宝物 钟神秀诧异地看着严晨渝 你说的是什么宝物 严晨渝立刻道 天幽山有一块特殊的石壁 传闻石壁上藏着一部 造化镜强者所留的强大经文 好像叫天幽造化经 对于此事 他的印象极为深刻 因为严洛雪 就曾得到那一部经文 但不是我说的宝物 你到时候去天幽山 必须夺取一件东西 天蚕道医 天蚕道医 严晨渝微微一正 钟神秀道 天幽造化经可以放弃 但天蚕道医你 必须弄到手 到时候我会教你怎么夺取 好 我听师尊的 严晨渝神色严肃地说道 去修炼吧 钟神秀轻轻挥手 好的 严晨渝继续前往海中 亭子修炼 钟神秀给了他不少丹药 其中还有五颗 极为不凡的炼须丹 他觉得自己 将丹药全部炼化的话 应该可以踏入炼须境巅峰 严晨渝离开后 钟神秀将菩提果拿出来 直接炼化 钟神秀暗道一句 他并未打算用此物 炼制菩提物到丹 到时候神脏镜的突破 完全可以寻找其他的机缘 眼下还是先用这枚菩提果 突破一个小境界 有资源就直接用 没必要一直留着 若是让徐福知道 钟神秀这样使用菩提果的话 绝对会气得凸昔 哼 钟神秀运转鸿蒙道经 疯狂吞噬菩提果的力量 第二天 清晨 哼 大殿之中 一股恐怖的力量充斥 子府进中期 钟神秀握紧拳头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一枚菩提果 突破一个子府进的小境界 这样奢侈的事情 也只有他才能做出来 该去担风了 钟神秀起身 往殿外走去 没过多久 他来到一座传颂镇前面 圣道学院 有内院 外院划分 而在内院之中 又有五座特殊的山风 分别是圣风 武风 丹风 气风 阵风 五座山风 均在大阵笼罩之下 处在一片特殊的天地 在外界根本看不到 圣风 乃是西年圣人的住所 上面藏着圣道学院的 无数强大传承 自从那位圣人陨落之后 圣风就被封禁了 每隔二十年 圣风会开启一次 一些天赋和绝佳的年轻弟子 有资格前去参悟那些传承 至于其余四风 虽然也没有西年的辉煌 但基本上的底蕴 还是在的 钟长老可是要前往丹峰 一位看守传送阵的长老 客气地问道 之前徐福便交代过 钟神秀若是前往丹峰 任何人不能阻拦 嗯 钟神秀轻轻点头 钟长老准备好 我马上起站 这位长老也没有废话 捏动硬绝 直接激活传送阵 嗯 传送阵被激活 一道金色光芒爆发 钟神秀瞬间消失在原地 很快 钟神秀出现在一座 巨大的白玉广场上 这里是丹峰的某座广场 上面有诸多古老的建筑 大殿坐落 显得气势宏伟 周围的天地灵气 比外界浓郁了三四倍 都说圣道学院的武风 才是修炼圣地 今日一看 果然不假 钟神秀轻语道 这丹峰的人非常少 一眼看去 就没有几位弟子 显得极为冷清 一般而言 想要进入丹峰 必须要先加入炼药店 在炼药店之中表现绝佳 通过层层考核 才能进入丹峰 便要垫住丹臣子 便是丹峰之人 秀 徐福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这里 钟神秀 你来了 徐福大笑道 你这丹峰 人真少啊 钟神秀但笑道 没办法 谁让圣道学院衰败了呢 徐福苦笑道 以前的丹峰 何其辉煌 但是现在呢 连一位像样的弟子都没有 让人唏嘘 他又看向钟神秀 心中一动 问道 钟神秀 你要不要考虑来我丹峰 我可以给你一个 附峰主的位置 以钟神秀的丹道实力 完全可以胜任附峰主一职 何时 钟神秀神色诧异地看着徐福 若是能进入丹峰修炼 倒是会清静不少 此处灵气浓郁 确实极为适合修炼 会省去不少功夫 徐福笑着道 有什么不合适的 以你的的丹道实力 自然是有资格当这个附峰主的 等万象丹炼制出来后 我就去找大院长商议此事 也行 钟神秀轻轻点头 随我来 徐福轻轻挥手 两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 他们已经出现在 一座豪华的大殿之中 这座大殿 比钟神秀的藏风殿气派多了 秀 徐福挥手 一份卷轴飞向钟神秀 你先看看这荣丹之术 钟神秀接过卷轴 看了一下 如何 徐福问道 没问题 钟神秀轻语道 一颗六品万象丹而已 其实他自己就能炼制 不过既然徐福有这荣丹之术 那就按照对方的办法来 实在不行的话 自己再全力出手 也没什么影响 徐福凝声道 保险起见 我还想亲眼见你 炼制一颗五品丹药 你看如何 万象丹的材料 珍贵无比 只有一份 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这是自然 钟神秀倒也没有拒绝 总得让徐福亲自 见识一下自己的实力 才能让对方幸福 徐福拿出一份 五品丹药的材料 给钟神秀 你就炼制一颗五品浑天丹 可以 钟神秀接过药材 往前面的一个炼丹炉走去 第49章 极致控火 炼制万象 见钟神秀走向炼丹炉 徐福眼中多了一丝好奇 不过 当他看到钟神秀 接下来的动作 却是直接傻眼了 只见钟神秀 随手将药材 全部抛入炼丹炉之中 捏动硬诀 直接将地火引出来 嗡 地火喷涌出 犹如一条火蛇 瞬间将炼丹炉包围 这 徐福目瞪口呆地 看着钟神秀 一股脑将药材 全部丢入炼丹炉之中 这样的操作 绝对不是一般炼丹士敢玩的 要知道 不同的药材之间 可能存在着强大的力量排斥 若是这样一股脑地 丢在炼丹炉里面融化 很容易引起炸炉 炼丹也极为考验精神控制力 需要对药材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对于精神力的消耗极为巨大 将众多药材 同时丢入炼丹炉里面 便需要将精神力 分离在不同的药材上 进行融化 提取 这样的消耗 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一个不小心 就有可能让药材彻底暴废 不小心地看着中神秀 却没有打扰 大家都是无品炼丹师 对方肯定不会乱来 想到这里 他心中更是充满了期待 中神秀神色平静 继续控制地火 烈焰疯狂炼化里面的药材 药材化作液体之后 中神秀再次捏动硬爵 速度极快 让这些药液疯狂融合 地火不断焚烧药液 让其不断压缩 剃除一些没用的杂质 他的手法极为娴熟 没有一丝多余的地方 完美到极致 这控火术 徐福眼中闪过一道亥然之色 他沉浸担到多年 对于控火一道 自然是娴熟无比 但是看到中神秀 此刻的控火之术 他只觉得极为汗颜 与对方的控火术相比 自己的控火术 似乎充满了瑕疵 怪物 徐福按道一句 一注相后 哄 炼丹炉之中 传出一股恐怖的力量 整个炼丹炉风狂颤动起来 震 中神秀倾吐一字 抬手对着炼丹炉轻轻一压 炼丹炉被镇压 不再颤动 地火也开始散去 随后 一股浓郁的芬芳 从炼丹炉之中弥漫出 成了 徐福嗅到这股清香 不经神情一阵 又是一注香的功夫 中神秀这炼丹的速度 真的太吓人了 出丹 中神秀轻轻挥手 三颗赤黄色的丹药 从丹炉里面飞出来 每一颗丹药上面 都附带着可怕的力量 徐丰主 你看一下 飞到他手中 他认真观察了一下 又是满脸苦涩 三颗都是高级混元丹 每一颗上面 都有一道丹纹 香味浓郁 力量惊人 完美无缺 中神秀 你真的只是五品炼丹师吗 徐福神色复杂地 看着中神秀 一注香的时间内 炼制出三颗五品高级混元丹 而且均有一道丹纹 这样的水平 可不是五品炼丹师能有的 可以说 放眼整个南荒 没有任何一位五品炼丹师 可以做到如此 中神秀最起码达到了 炼制万象丹有没有问题 不过徐福也不敢乱来 毕竟炼制万象丹 可不是开玩笑的 还是得老老实实地 使用荣丹之术 姑且算五品 中神秀淡然一笑 炼丹 对于自身力量的消耗 是极为巨大 他虽然掌握了天圣炼丹术 但若是修为没有跟上的话 此刻他最多能炼制六品丹药 这是极限 毕竟一旦炼制更为高级的丹药 所需的力量就更为巨大 他的修为暂时还撑不住 五品 徐福轻轻一探 可以开始炼制万象丹了吗 中神秀看向徐福 徐福神色凝重 刚才消耗不小 你不打算休息一下 同时观摩一下万象丹丹方 没必要 我知道丹方 中神秀摇摇头 好吧 徐福不再多言 他随手一挥 大殿之中的炼丹炉被移到一旁 一个品质更为不凡的炼丹炉飞出来 秀 又有众多药材飞起来 悬浮在半空中 可以开始了 徐福凝声道 中神秀诧异地看着徐福 你有一团瘦火 不使用 丹火种类众多 反火 灵火 瘦火 一火等 其中反火最次 就如眼前的地火一般 炼制出来的丹药 质量有限 徐福摇头道 荣丹术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最好两位炼丹师 使用相同的丹火 也行 中神秀没有多言 他捏动法觉 引出一团地火 瞬间将炼丹炉罩 徐福将挥手 一株药材飞向炼丹炉 保险起见 他还是打算 将药材一株株炼化 药材飞入炼丹炉之后 徐福立刻出手 一道恐怖的力量 注入炼丹炉之中 在两人的力量加持下 里面的药材不断融化 后续的过程 如法炮制 将药材融化 这个过程极为简单 真正困难的是 后续融药液 凝丹过程 仅凭一位无品炼丹师的话 很难独自完成 两人联手 速度极快 一注相后 药材全部融化为液体 徐福沉声道 准备提穿药液 终神秀快速出手 药液不断被地火焚链 发出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音 没过多久 药液全部被提成 一鼓作气 融合药液 徐福深吸一口气 困难的步骤来了 是否能成功 就看这一步 哄 两人的力量 注入炼丹之中 将那些药液包裹 疯狂压缩 但这个速度明显非常慢 炼制万象丹的药材 所蕴含的力量太过狂暴 想要快速让其融合在一起 困难无比 若是太过急切 恐会造成力量排斥 产生巨大爆炸 到时候 可能整个大殿会在瞬间灰飞烟灭 所以只能一步步来 让其慢慢地融合 时间一分一秒地推移 半个时辰后 药液终于融合在一起 但步骤还未完成 接下来 需要在丹药上面刻画符文 使其力量升华 这样才能真正名单 徐福汗流加倍 冷汗直流 消耗极为巨大 终神秀倒是比较平静 并未太大的压力 终神秀 你来刻画符文 我负责压制丹药的力量 徐福神色严肃无比 第五十章 万象丹城 前往丹王城 终神秀看了徐福一眼 淡然道 你消耗太大了 压不住丹药的力量 我来压制 你负责刻画符文 话音一落 他身上爆发一股 更为恐怖的力量 直接注入丹炉之中 将那颗丹药镇压 好 徐福没有松懈 快速捏动硬绝 将一道道符文 打入炼丹炉之中 那些符文 向着丹药冲去 又要融入其中 但是过了片刻 徐福却是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苍白无比不好 这丹药排斥力太强了 我的符文刻不上去 哄 就在他刚说完 丹炉顿时一震 那些没有融入的符文 开始反扑 不断撞击炼丹炉 一阵狂暴的力量 喷涌出丹炉 徐福直接被震退几步 终神秀却是纹丝不动 咔嚓 炼丹炉上出现了 一道细微的裂痕 根本挡不住 那狂暴的力量 完了 徐福神色大惊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终神秀眉头一挑 你退下 他的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一丝天荒地落眼的力量 弥漫出 将炼丹炉包围 里面的狂暴力量 直接坟灭 丹炉内安静了下来 终神秀捏动硬绝 神秘的丹道符文 灌入丹炉 将那颗丹药包裹 一道道符文 融入丹药之中 绊炉箱过去 咔嚓 丹炉直接爆裂 化作一块块碎片 咻 一颗蔚蓝色的丹药 从里面冲出 又要逃出大殿 浓郁的药香味 弥漫大殿 恐怖的力量冲斥 大殿出现叨叨裂痕 下来 终神秀伸出手 一道大手印出现 将丹药擒下 呼 竟然 成功了 徐福瘫软在地上 不断抹着额头的冷汗 眼中有一抹激动之色 但更多的是庆幸 他知道这丹药为何能成 关键在于终神秀 终神秀轻轻挥手 丹药飞向徐福 徐丰主 万象丹炼制完成 徐福接过丹药 认真观察了一眼 这颗丹药并无单纹 但也没有任何瑕疵 是一枚极为完整的万象丹 他拿出一个白玉瓶子 将丹药放入里面 又看着终神秀道 终神秀 这次多亏了你 以你刚才展露的实力 应该可以独自炼制万象丹吧 徐福可以肯定 终神秀的丹药水平 百分百达到了六品之境 而且 刚才终神秀使用的那一丝诡异之火 让他感到莫名的心计 肯定极为不简单 终神秀淡然一笑 没有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他看着徐福道 丹药已经炼制完成 我就先到辞了 好 我也得马上将丹药给院长 关于丹风附风主的事情 我会和他商议 你等我消息即可 徐福神色严肃地说道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便副手走出大殿 什么是妖念 终神秀这家伙就是 如此年轻的六品炼丹师 而且修为也深不可测 实在是太可怕了 徐福满脸复杂之色 转眼 半月过去 终神秀并未等到徐福的消息 但是等到了丹臣子 因为炼药师大会将至 藏风殿钟 终神秀 兰荒炼药师大会即将开始 我们可以启程了 丹臣子沉吟道 好 终神秀轻轻点头 能否得到那个炉子 就看这一次了 没过多久 丹臣子和终神秀来到一座广场上 徐福 苏洪灵 还有一位身着黑袍的女子在这里 见过徐丰主 丹臣子立刻上前行礼 嗯 徐福点点头 他看向终神秀 笑着道 之前和你说的事情成了 回来之后 可以直接去担风 有劳徐丰主了 终神秀淡然一笑 徐福又看向身旁的那位黑袍女子 这是我徒儿 云瑶 此次也要去参加炼药师大会 还望你到时候照顾她一番 好说 终神秀轻轻回了一句 云瑶眉头一挑 不悦地说道 谁要她照顾 她能不拖后腿就算好的了 终神秀在圣道学院的恶名 她又如何不知 一个连倒映都没有的家伙 让她来照顾自己 这不是开玩笑吗 徐福和丹臣子 玩耳一笑 总得让这小丫头 亲眼见到终神秀的厉害 她才不会那么放肆 现在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终神秀则是神色自若 并未将云瑶的话放在心上 苏洪林满脸不解地看着丹臣子 师父 此次圣道学院 不是派了两人去参加炼药师大会吗 怎么只有云瑶姐姐一人 另外一人呢 南荒炼药师大会 只让25岁以下的炼药师参加 而且最低要求都是担到二品 很显然 丹臣子和她都是去观看的 在场的参赛者 只有云瑶一人 对方是二品后期炼丹师 至于终神秀 则是被苏洪林直接忽视了 她可不认为终神秀是参赛者 顶多认为对方和他们一样 都是观众 不过这家伙啥都不懂 就算去观看 又能看出什么呢 丹臣子淡笑道 另外一人还在路上 我们到时候再去寻找他 徐福已经给他稍微透露了一点 终神秀的丹道实力 远比他之前认为的三品丹道还要可怕 现在他对终神秀充满信心 哦 苏洪林倒也没有多想 秀 丹臣子寄出一艘非洲 几人登上非洲 丹臣子捏动法觉 非洲缓缓上升 他笑着道 南荒炼药师大会将在丹王城举办 我们这次直接去丹王城 苏洪林眼睛一亮 丹王城乃是南荒丹道圣地 传闻南荒最大的炼药师工会就在那里 同时丹王城之中 还有无数强大的炼丹师 你说的不错 这次有不少强者都会前往丹王城 到时候你们会看到各种舞蹈 丹道上的天骄保证让你们尽心 丹臣子笑着点头道 可惜我实力太低 不然的话 也想和那些天骄竞争一下 苏洪林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战意 丹臣子轻然一笑 放心吧 以后有机会的 钟神秀站在非洲边缘 神色平静地看着远处 云瑶漫不惊心地说道 听闻天舞学院也有两位年轻丹师会参加炼药师大会 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 哈哈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 丹臣子大笑一声 修非洲化作残影 向着远处冲去 第五十一章 姓名王座 圣道学院 藏风殿 海中亭子 海风声不断作响 哄 丹臣鱼身上爆发一股恐怖的威压 修为直接踏入炼虚镜巅峰 炼虚镜巅峰 师尊给我的丹药太强了 远不是那些普通炼虚丹能比的 丹臣鱼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按照预估时间 他感觉想要踏入炼虚巅峰 最起码也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 没想到服用钟神秀给的五颗炼虚丹之后 他的修为直接一步提升了 他很好奇 那五颗炼虚丹 是钟神秀从哪里弄来的 师尊真的太神秘了 接下来的时间 再修炼几门武技 丹臣鱼难难道 他自身还掌握着不少武技 只是那些武技 根本都比不上金莲三世和青莲剑决 反正现在闲着也是没事 倒是可以修炼一番 这样等天幽会蒙到来的时候 他也有更多的底气 大夏皇爵倒是一门强大的功法 不过只能等踏入子府境才能修炼 丹臣鱼面带思索之色 大夏皇爵是大夏皇室最强功法 唯有历代帝王才有资格修炼 同时最低修炼标准是子府境 上一世他称帝之后 曾掌握这门功法 可惜还未开始修炼就挂了 等师尊回来 我就把这门功法送他 希望对他有用 丹臣鱼眼中闪过一道光亮 一般的东西师尊瞧不上 若是把大夏皇爵给他 他应该不会拒绝吧 无尽续空中 非洲快速穿越云层 前方就是丹王城了 丹臣子指着前方一座巨大的城池 这就是丹王城吗 感觉好宏伟 苏弘灵面露震惊之色 在虚空中 依旧能感受到丹王城的宏伟 比大夏皇城还要大上几倍 云瑶轻语道 这里是炼丹师的圣地 自然巨大无比 丹王城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一眼 眼中没有丝毫不澜 秀 非洲化作残茫 向着下方冲去 一会儿后 他们来到丹王城外 丹臣子将非洲收起来 往城墙大门走去 他拿出一块令牌 守城的士兵见到令牌 行了一礼 立刻放心 走吧 我们进城 丹臣子轻轻挥手 带着几人往城中走去 城内极为豪华 白玉石板铺垫的街道 干净整洁 宽阔无比 一眼望去 看不到尽头 而在街道两侧 则是有众多的宫殿 气势雄浑 大气非凡 诸多酒楼 丹楼伶俐 行人络绎不绝 那座大殿 苏洪林盯着一座高耸的大殿 眼中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大殿助力在城中央的位置 高达三百米 散发着一阵阵烈焰光芒 在大殿之巅 悬浮着一口巨型炼丹炉 里面溢出恐怖的火焰 看起来极为不凡 丹臣子解释道 那是南皇炼药师工会的大本营 此次的炼药师大会 就在那里举行 苏洪林满脸期待 这次炼药师大会明天才开始 今天我先带你们去报名 到时候 你们可以在城中到处逛逛 丹臣子轻轻一笑 盛道学院参赛的 不是还有一人吗 不先去找他 云瑶疑惑道 丹臣子看了中神秀一眼 似笑非笑地说道 先让中神秀代替男人报名 他等会儿才来 中神秀既然在刻意隐藏 那么他也不会暴露对方的底细 哦 云瑶和苏洪林也没有多想 咦 这不是丹臣兄吗 一位中年男子 带着一对年轻男女走了过来 丹臣子笑着打招呼道 无奇兄 那两位前辈没来 无奇 天舞学院的四品炼丹师 无奇笑着道 他们太忙了 有我带他们的两位弟子 来参加炼药师大会 寻耀见过丹臣子前辈 黄仪见过丹臣子前辈 无奇身边的男女 对着丹臣子行礼 嗯 不愧是那两位前辈的弟子 果然不简单 丹臣子笑着点头 眼前的两人 是天舞学院的两位 五品炼丹师的弟子 这单道水平肯定也不会弱 云瑶扫了两人一眼 不知在想什么 寻耀和黄仪也在打亮云瑶 眼中浮现一色 无奇沉应道 我听说这次来了不少怪物 丹臣兄有什么想法 丹臣子诗笑道 丹到考核 做不得假 一切靠实力说话 若是我们两院的年轻人败了 我也无话可说 我倒是希望他们能赢 无奇轻语道 天舞学院和圣道学院 都属于大夏境内的势力 虽然二者在竞争 但无论是哪一院夺得头筹 对大夏而言 都是极为有脸面的 要知道 以往的炼药师大会 大夏这边的炼丹师 基本上都是垫底的存在 希望这一次 能夺得一个好成绩 多说无意 我们先带他们去报名吧 丹臣子轻然一笑 他对终神秀充满了信心 这一次的炼药师大会 圣道学院必定可以站起来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城中的一个报名点 姓名 所属失礼 登记人员看向终神秀 王座 圣道学院 终神秀淡然道 登记人员微微一愣 这名字倒是有意思 不过他也没有多问 快速记录 王座 云瑶和苏洪灵面带思索之色 圣道学院有这样一位炼丹师吗 他们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下一个 登记人员继续道 云瑶 圣道学院 云瑶开口 很快 众人的信息全部登记完成 无奇对丹臣子道 丹臣兄 我带他们两个去逛逛 好 丹臣子笑着点头 无奇带着寻耀和黄仪离去 你们觉得 那寻耀和黄仪怎么样 丹臣子见三人离去 他不禁看向终神秀等人 很强 苏洪灵认真道 能来参加炼药师大会的人员 最低都是二品炼丹师 而他不过一品初期 自然觉得对方强 一般般吧 不足为惧 云瑶满不在乎地说道 他有自己的依仗 自然不拒二人 他真正的对手 是那些怪物 丹臣子哑然一笑 我也去挥挥几位老友 接下来 你们就在城中到处逛逛吧 到时候 我在城南的同福客栈等你们 终神秀背负双手 往前面走去 丹臣子看向苏洪灵和云瑶道 你们和终神秀一起逛吧 三个人也有照应 第五十二章 拍卖开始 倒是值钱 大街上 终神秀副手往前面走去 对于周围的一切 没有丝毫兴趣 两女则是在一些摊位前 观看一些小玩意儿 吼 突然 一阵猛兽咆哮声响起 一匹银白色的狼 从远处冲来 向着云瑶扑去 云瑶姐 小心 苏洪灵脸色一变 哪里来的畜生 找死 云瑶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对着银狼便是一拳轰出 碰 银狼被他一拳轰飞 吼 银狼倒在地上 发出凄厉的叫声 放肆 竟然敢伤我的宠物 一道冷鹤声响起 一位身着粉裙的美艳女子 飞身而来 他怒视着云瑶道 哪里来的小贱人 竟敢伤害我的宠物 你找死吗 云瑶眉头一挑 瞬间出现在粉裙女子面前 赏了他一个耳光 啪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云瑶默视着对方 粉裙女子捂着脸 满眼怨毒之色 小贱人 你死定了 他身上的气息彻底爆发 宁愿静后期 去死吧 只见他祭出一柄长剑 猛然杀向云瑶 哼 云瑶满脸不屑 一股恐怖的气息爆发 练须静中期 哄 粉裙女子还未靠近 便被云瑶身上的气息 震飞十几米 练须静 粉裙女子稳住身体之后 脸色难看无比 曲曲宁愿静 也敢放肆 不想死就滚 云瑶冷声道 好 你给我等着 你死定了 粉裙女子狼狈地 带着她的银狼离去 不知所谓 云瑶讥讽道 钟神秀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刚才那匹狼不简单 有感知宝物之能 你身上的东西 被人盯上了 云瑶瞳孔一缩 默然道 那又如何 钟神秀没有多言 继续往前面走去 玄天拍卖阁 就是这里了 钟神秀盯着眼前的拍卖阁 这里面有好东西 也不知自己来的时间 对不对 两女见钟神秀 进入玄天拍卖阁 她们也没有犹豫 直接往里面走去 三位客人 请问需要点什么 一位侍女 立刻走过来迎接 钟神秀轻语道 今天有拍卖吗 侍女连忙道 有的 不过入场 需要缴纳一千两银子 苏弘林随手一挥 两张银票飞向侍女 她轻语道 两人 好 侍女接过银票 给苏弘林两个入场牌 云瑶姐 我们进去吧 苏弘林拉着云瑶的手 往拍卖通道走去 根本没有理会钟神秀 钟神秀拿出一个白玉瓶子 我要寄拍几颗丹药 寄拍丹药 侍女文言连忙道 贵客请稍等 我去请验丹师 寻常丹药自然不能被寄拍 所以需要对丹药进行一番鉴定 嗯 钟神秀轻轻点头 侍女快速离去 一会儿后 她带着一位老者出现在这里 老者对钟神秀道 您好 可以让我先验一下丹药吗 钟神秀随手将瓶子递给对方 老者打开玉瓶 将丹药倒出来 看着眼前的颗丹药 又拿出一个仪器检验品质 一会儿后 她瞳孔一缩 骇然道 一颗高级混原丹 而且竟然都有丹纹 如何 钟神秀问道 尊贵的客人 请问这丹药是您炼制的吗 老者连忙问道 钟神秀眉头微微一皱 老者瞬间反应过来 自己的话破坏规矩了 她欠然地行了一礼 然后道 五品混原丹 若是让玄天拍卖场收购的话 售价二十万两银子 若是拍卖的话 价格会更高 但玄天拍卖行 需要抽成百分之五 您看怎么样 拍卖吧 钟神秀轻语 品级地的五品混原丹 是售价三十万 但高级混原丹 而且还是有单纹的 价格更高 自然要拍卖 老者拿出一个牌子 给钟神秀 好 贵客您可以凭借此牌子入场 钟神秀接过牌子 便往拍卖通道走去 拍卖场中 此客人非常多 钟神秀随意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恰好苏洪林和云瑶就在旁边 两女看了他一眼 没有多言 此刻 一个包奸之中 小心干 你这脸怎么了 一位手持折扇 神色邪魅的男子 搂着粉群女子问道 粉群女子哭诉道 顾少 你可有做主啊 我被一个小贱人打了 哦 谁那么大胆子 竟敢打本少的女人 顾和眉头一挑 粉群女子往大屏幕上看了一眼 正好看到云瑶 她立刻愤怒地指着云瑶道 就是她 顾和看向大屏幕 眼睛一亮 长得还算不错 粉群女子连忙道 顾少 这个女人身上质宝 我的银狼都被惊动了 能惊动银狼的东西 肯定不简单 顾和心中一动 她斜笑道 看来本少这次运气不错 一会儿后 拍卖台上 一位身材火辣性感的女子出现 她娇笑道 废话不多说 现在拍卖开始 有请今日的第一件拍品 一位侍卫将一个白玉盒子端上来 性感女子对着众人妩媚一笑 将白玉盒子打开 里面有一个玉瓶子 她解释道 第一件拍品 一颗五品高级混元丹 而且有一道丹纹 起拍价三十万 每次加价不能低于一万 各位喊价吧 什么 第一件拍品 竟然是五品丹药 是五品高级混元丹 这种丹药对动玄境的强者也有大用 可以增强修为 竟然还有丹纹 这可是好东西啊 众人神色一惊 眼中露出灼热之色 三十一万 这颗混元丹 我要了 放屁 老子出三十五万 谁敢抢 三十六万 你算个什么玩意儿 四十万 众人疯狂喊价 拥有丹纹的高级混元丹 谁不行动 九十万 最终 有人喊出了九十万的天价 成功将丹药拿下 倒是之前 终神秀按道一句 原本他以为能拍出五十万就差不多了 倒是没想到 竟然差点翻了一倍 接下来第二件拍品 性感女子轻轻鼓掌 一个巴掌大小的抚目盒子被拿上来 终神秀盯着这个抚目盒子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看来时间没错 这东西倒是便宜自己了 第五十三章 送你上路 故何死亡 这是从某个古老遗迹得到的盲盒 里面可能藏着质宝 起拍价十万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万 性感女子娇声道 一个抚目盒子 要十万 怎么不去抢 开场卖了五品高级丹药 现在刻意拿出一个破盒子 这是把大家当成傻子啊 盒子里面真的有好东西 拍卖行难道不会取走 众人讥讽道 老套路瞧不起那种破烂的东西 性感女子看向众人 见众人对此物没有兴趣 她不禁苦涩一笑 这盒子可不简单 根本打不开 而且也不能放入储物空间 她觉得自己有必要 向众人继续讲解一下 十万 就在这时 终神秀开口了 嗯 性感女子眼睛一亮 倒是没想到 真的会有人喊价 众人看向终神秀 眼中露出一抹嘲讽之色 包间中 粉裙女子道 她和那个小贱人是一伙的 哦 有意思 顾和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吁吁 顾和的胸口 一只赤色小蛇爬出来 吐出蛇性子 顾和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立刻道 十一万 众人看了四周一眼 发现上方的包间 一位顾和正细血地盯着终神秀 顾家大少 顾和 一些人心惊地说道 顾家大少 很有名吗 有人疑惑地问道 顾家是丹王城的丹道大家族 有一位五品炼丹师坐镇 极为强悍 而顾大少 更是一位二品后期炼丹师 旁边一人宁声道 五品炼丹师 众人目光一宁 不敢多言 二十万 钟神秀淡然道 二十一万 顾和神色玩味 五十万 钟神秀继续加价 五十一万 顾和笑眯眯地说道 有趣 钟神秀脸上露出一抹森冷的笑容 不再喊价 还有没有人要加价的 性感女子问道 众人沉默 没有多言 害怕得罪顾和 既然没有人加价 那么我宣布 此物是顾公子的 性感女子娇笑着宣布道 随后 又是各种拍品上台 苏洪霖和云瑶出过几次手 但是每一次都被顾和压了一筹 这是故意的 苏洪霖沉着脸道 云瑶看向包间的位置 只见那粉裙女子 正满脸讥讽地盯着她 钟神秀起身 转身离开拍卖场 此人在针对我们 没必要继续待下去了 云瑶冷声道 也随之离去 对方的刻意针对 估计是因为她 苏洪霖连忙跟上 包间之中 顾和捏了一把 粉裙女子的腰肢 道 本少现在去给你报仇 谢谢顾少 粉裙女子脸色一喜 街上 云瑶对苏洪霖道 洪霖 你先去同府客栈 云瑶姐 你小心点 苏洪霖连忙点头道 她往四周看了一眼 并未看到钟神秀 那家伙离开拍卖场就不见了 跑得倒是很快 嗯 云瑶没有多言 转身进入一条航道 很快 顾和与那粉裙女子 带着一群护卫出现在航道外面 去教训一下她 两人玩味一笑 往航道里面走去 钟神秀随之出现在航道口 她背负双手 面无表情地盯着航道之中 有时候 与其耗费高价去拍卖 不如直接杀人夺宝 航道中 小剑人 这次你死定了 粉裙女子冷笑道 找死 云瑶眼中杀意弥漫 立刻冲向粉裙女子 在本公子面前 还敢逞胸 顾和神色不屑 轻轻挥动折扇 一股恐怖的力量爆发 直接将云瑶震退 练须静后期 云瑶目光一宁 后期 顾和摇摇头 云瑶立刻祭出一尊三足丹炉 这丹炉呈现赤红色 尚有二字 元魔 元魔炉 看起来极为不凡 吁吁 顾和胸口的赤色小蛇爬出来 死死地盯着云瑶手中的丹炉 原来是此物 看起来确实不错 本少就笑纳了 顾和淡笑道 哼 云瑶冷哼一声 全部力量注入元魔炉之中 向着顾和轰纱而去 以他的修为 配合上这元魔炉 即使是练须静后期的强者来了 他也能一战此物 是徐服给他的 乃是一位动动玄境强者 所练制的灵器 极为不凡 不错 不错呀 真的是件好东西 顾和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这丹炉的品级 比他使用的还要高很多 他必须要弄到手 看来今天这运气真的不错 山河扇 顾和挥动手中折扇 向着元魔炉镇压而去 他这柄折扇也是好东西 哼 下一秒 他却是被震退十几米 云瑶捏动硬绝 元魔炉再次轰向顾和 看来得用点实力了 顾和冷然一笑 身上的气息彻底爆发 直接踏入炼虚境巅峰 镇压 他冷喝一声 一道恐怖的力量爆发 哼 元魔炉一颤 被震飞 噗 云瑶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无比 送你上路 顾和顿时杀到云瑶面前 手中折扇散发着寒芒 切割像云瑶的脖子 锋利无比 不好 云瑶目光一宁 根本躲不开 就在他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 一道距离袭来 直接将他掀飞 嗯 顾和眉头一挑 立刻转身 看向杭道的入口 终神秀背负双手 往里面走来 是你 顾和眼中闪过一道杀意 来者不善 终神秀 云瑶也是一愣 杀了他 顾和一挥手 交给我 粉群女子祭出一柄长剑 率先杀向终神秀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 粉群女子一眼 在对方冲过来的时候 他瞬间一拳轰出 粉群女子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被轰成血污 是 终神秀身影一闪 其余的护卫 连丝毫反抗之力都没有 全部灰飞烟灭 你找死 看到终神秀 碾杀粉群女子和那群护卫 顾和神色大怒 立刻出手 手中的折扇 化作一道圆弧豹射向终神秀 终神秀神色淡漠 随手伸出 一把抓住折扇 然后轻轻一捏 哄 折扇被他捏爆 什么 顾和见状 不经脸色巨变 他这折扇 可是一见灵气 竟然就这样被捏爆了 这一刻 顾和心中 生出了一丝恐惧 终神秀一步踏出 瞬间出现在顾和面前 他一把 捏住顾和的脖子 直接将对方提起来 一道森冷的杀意 将对方笼罩 你 你想做什么 我是顾家大少 顾和瞳孔紧锁 颤声道 哄 终神秀一拳轰出 直接将顾和的脑袋打爆 鲜血飞洒 脑浆四溅 秀 终神秀伸出手 顾和身上的抚目盒子 飞到他手中 他随手将顾和的尸体 丢在地上 面无表情地看着 已经被吓傻的云瑶 皱眉道 蠢货 愣着干嘛 还不快走 第五十四章 神葬初七 不过如此 云瑶一愣 第一次被人骂蠢货 但他罕见地没有生气 而是收起原魔炉 快速离去顾和被杀 顾家强者肯定能快速察觉 继续留在这里就是找死 终神秀看了顾和的尸体一眼 青灰衣袖 顾和的一滴精血 飞入他的手中 秀 他瞬间消失在此处 与此同时 顾家一座大殿之中 该死 到底是谁杀了乌尔 顾家家主 顾明正愤怒地盯着一块碎裂的魂牌 眼中浮现浓郁的杀意 子府今后期的威压瞬间爆发 大殿的墙壁瞬间开裂 无论你是谁 我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滴血追魂 顾明随手一挥 一滴精血飞出来 他捏动发觉 恐怖的力量注入这滴鲜血之中 嗡 精血散开 演化出一个密林画面 画面之中浮现一道模糊的身影 找到你了 顾明语气森冷 化作一道残忙 冲出大殿 单亡城外 一片密林之中 终神秀坐在一块石头上 往天际看了一眼 嘴角露出一抹饥讽之色 他轻轻一捏 将手中的精血捏成粉碎 先看看这东西 终神秀将腐木盒子拿出来 他知道这并非什么盒子 而是一个储物戒指 剧情之中 此物后续会落到严落血手中 终神秀将一丝鸿蒙之力 注入盒子之中 嗡 腐木盒子发出一道青色光芒 一条条诡异的藤蔓 从腐木盒子冲冲出来 快速将终神秀的手掌包裹 其中一条藤蔓 刺入终神秀手指 吸食了一些精血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看着 并未去阻止 片刻之后 所有藤蔓消失不见 在终神秀的左手食指上 出现了一枚黑色的戒指 戒指上面浮现古老的符文 玄妙的空间之力弥漫 看起来极为不凡 虚空戒 以空间神术为原料 炼制的无上储物戒指 空间巨大 坚不可摧 终神秀看着食指上的戒指 此刻已经与戒指建立了联系 他的意识进入戒指之中 入眼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天地 巨大无比 可以说 纵观这片天地 将另外一枚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 全部移入虚空戒里面 随着他心念移动 虚空戒变成了灰色 上面的符文和气息彻底收敛 看起来极为普通 贼子 那命来 顾明突然出现在上空 只见他怒吼一声 捏动法绝 一道恐怖的烈焰光柱 瞬间轰向终神秀 哄 火光焚天 密铃千米内 直接被移为平地 所有的树木 全部化作积粉 终神秀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依旧坐在那块石头上 连发丝都没有乱 他缓缓起身 神色淡漠地看向顾明 等了那么久 就等来了一个废物 贼子狂妄 给我去死吧 灵台印 顾明寄出一块白玉印 紫斧镜的力量注入其中 灵台印快速变大 威压滚滚 向着终神秀震杀而去 终神秀冷然一笑 瞬间杀向上面 对着灵台印便是一拳 哄 一拳之后 灵台印直接被他轰爆 哟 宝物被毁 顾明受到反噬 身体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来 他神色骇然地 看向终神秀 却见对方已经杀到他的面前 恐怖的拳印 已经将他锁定 烈火箭 顾明连忙寄出一柄烈焰长剑 对着终神秀斩去 小道儿 终神秀再次挥出一拳 咔嚓 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出 顾明的烈火箭被轰碎 拳印威势不减 轰的一声 狠狠地轰击在顾明的胸口上 不 啊 顾明发出一道惊恐惨叫声 身体直接爆炸 化作漫天血雾 甚至连灵魂都没有剩下 蝼蚁 你找死 突然 天地间 传出一道森冷之声 咻 天际 一尊巨大的鲁顶降临 对着终神秀震压而去 轰隆隆 鲁顶自带可怕威压 乃是一尊神藏灵宝 里面弥漫着浓郁的烈焰 所过之处 空间颤动 爆裂声震震 正主来了 终神秀淡默道 顾家有一位无品炼丹师 同时对方也是 一尊神藏进初期的强者 要让这顾家没有威胁 自然得把这老家伙一并弄死 滚 见鲁顶镇压而来 终神秀握紧拳头 一拳轰出 东龙 鲁顶被他一拳轰飞几十米 却并未直接爆炸 区区子府进中期 却有如此力量 留不得你 虚空中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 他手持一根拳杖 背后浮现一道道烈焰符纹 身上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没走一步 脚下就多了一道力量波纹 这就是顾家最强者 顾海 神藏进初期的强者 神藏进而已 过来受死 终神秀莫然道 老朽这就送你上路 顾海轻轻挥动权杖 卢顶悬浮在他的面前 顶口对着终神秀 里面的烈焰不断颤动 悬顶控火树 去 顾海冷喝一声 好 卢顶之中的烈焰化作一条火龙 瞬间扑向终神秀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火龙还未靠近他 便凭空消散了 什么 顾海瞳孔一缩 他的空火树竟然失效了 是 终神秀一步踏出 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杀向顾海 玄灵顶 顾海的反应也极快 全杖一挥 卢顶向着终神秀砸去 犹如山月一般 带着极为可怕的力量 天荒神拳 终神秀眼中闪过森冷的沙翼 一拳轰出 拳头上附带着一丝天荒地若颜 金色拳硬浮现 凶猛无比 他的拳头轰击在炉顶上 巨大的炉顶 直接被他一拳轰爆 滔天烈焰 席卷四面八方 哄 金色拳硬透过烈焰 顿时洞穿顾海的胸口 鲜血喷涌而出 怎么会 顾海呆滞地看着自己胸口 碰 他的话还未说完 身躯猛然爆炸 化作积粉 消散在天地间神葬出七 不过如此 忠神秀淡淡地说了一句 便副手离去 第五十五章 炼妖大会 淘汰开启 同服客栈 云瑶姐 怎么在发愣 苏鸿林满脸疑惑地看向云瑶 不知发生了什么 云瑶一来到同服客栈 就一直在发愣 没事 云瑶默默地回了一句 心情有些复杂 他本以为忠神秀是一个废物 但事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巴掌 若不是忠神秀出现 可能他已经小命难保了 忠神秀能瞬间碾杀练须尽巅峰的骨盒 他的修为强的离谱 难怪师父让对方照顾一下自己 原来他早就知道忠神秀的实力 恰在此时 忠神秀副手进入大殿 苏鸿林看了忠神秀一眼 眉头一皱 这家伙之前跑哪里去了 云瑶则是神色一正 下意识地要说什么 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忠神秀没有理会两女 随意在旁边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点了一壶美酒 独自品尝 客栈里面的人很多 此刻大家都在谈论 此次炼药师大会的事情 大家觉得 此次炼药师大会 谁能拔得头筹 我认为是梅长秋 毕竟他是丹王城 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 年纪轻轻变入了三品单道之境 而且他的师父 还是丹王赵新和 这可不一定 我听说丹河谷的少谷主也来了 传闻那位也是三品炼丹师 但真正的实力却无人知晓 与赵新和丹河谷少谷主相比 天火皇朝的长公主 才是真正的深不可测 众人不断谈论 天火皇朝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天火皇朝可不简单 有一朵特殊的天地一火为原 所以 那个皇朝之人都极为擅长担到 而且大部分都修炼火属性功法 战力极为可怕 天皇帝洛言毕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 威力大不如从前 若是能找几朵一火给他吞噬 说不定可以让他恢复巅峰状态 在众人谈论之际 一群人走了进来 带队的是一个身着白袍的年轻男子 他腰间佩戴一块宝玉 神色有些桀骜 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丹河古少谷主 阎峰 众人目光一宁 满脸惊疑地盯着年轻男子 见众人都在盯着自己看 阎峰脸上露出一抹傲然之色 他往四周看了一眼 发现没有多余的位置 不禁眉头一皱 小子 把这个位置给我们 这是你的 阎峰走向终神秀 居高临下地看了终神秀一眼 随手将一颗炼须丹丢在桌子上 滚 终神秀冷声道 不给面子 阎峰见终神秀 竟然不给面子 不禁脸色一沉 眼中充满了杀意 你的面子 在这里不值钱 同福客栈的一位中年男子 走了过来 身边还跟着一群护卫 阎峰目光一宁 他子府近后期的修为 却根本看不透中年男子的实力 只觉得对方很强 阁下又是何人 阎峰沉声问道 我是同福客栈的老板 别在这里闹事 否则 杀无赦 中年男子冷冷地扫了阎峰一眼 一股子府近的气息爆发 阎峰被震退两步 他脸色阴沉地 瞪了中年男子一眼 挥手道 我们走 临走前 还满脸冷意地扫了终神秀一眼 不得不说 他有取死之心 中年男子对着众人抱拳道 各位继续吃喝 不要理会我等 说完 便带着众护卫离去 第二天 炼药师大会正式开启 来自南荒各大势力的年轻炼药师 纷纷进入大会地点 在一条通道前 苏红灵问道 师父 那人怎么还不来 丹臣子淡笑道 快了 一会儿后 终神秀出现在这里 对着丹臣子示意了一下 此刻他换上了一袭黑色长袍 幻化成一个面容冷峻 气质阴逸的男子 丹臣子淡淡一笑 并未感到意外 而云瑶和苏红灵则是一愣 看到这张面孔的时候 云瑶心中有些莫名的失落 而苏红灵则是满脸不解之色 他从未见过此人 此人气质太冷 给他的感觉不怎么舒服 王座 云瑶 你们进入大会通道 接下来好好救药 我和红灵去观众席位 丹臣子道了一句 便带着苏红灵离去 终神秀没有理会云瑶 直接往前面的通道走去 刚进入通道的时候 一股力量瞬间将他包围 他并未抵抗 这道力量是在探查他的年龄 唯有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才能参加炼药师大会 老油条炼丹师 想要混进来 可能姓为灵 18岁 过关 一道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往前走去 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上有众多的石桌 石桌上面摆放着药材 单方 而在广场旁边 则是齐聚着 一百多位年轻的炼丹师 广场四周 有众多的观众 正在欢呼大叫 显得极为兴奋 终神秀进入人群中 云瑶快速跟上来 砰砰砰 随即 天空出现一朵朵里花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飞身来到广场之上 肃静 白发老者沉声道 众人瞬间安静下来 白发老者满意地点点头 此次炼药师大会的规则 想必各位已经知道了 按照老规矩 分三轮进行 若是三轮不能决出第一名 那就加一轮 直到第一名出现 谁能最终夺冠 他将获得南荒炼药师公会 准备的三样东西 同时也能得到 炼药师公会颁布的名誉徽章 只需持着徽章 便可以在大陆的任何一个炼药师公会 享有一定的特权 说到这里的时候 白发老者轻轻鼓掌 只见上方观众席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台子 台子上面 坐着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这是炼药师公会的几位负责人 他们身上的气息极为强悍 均是神脏精的强者 而在他们面前 则是摆放着三样东西 坐在最中间的那位负责人站起来 朗声道 此番 我们准备了三件好东西 一朵六级妖兽的寿火 一个品质不错的炼丹炉 一张六品丹方 在场的各位年轻人 接下来是你们的主场 请好好努力 丹炉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此番来这里 便是奔着那个炼丹炉来的 广场上的那位老者沉声道 我宣布 第一轮淘汰赛开始 各位炼丹师 请前往相应的炼丹位置 第五十六章 有仇隔夜 别个太久 广场的桌子上 均有众人的名字 终神秀往自己的位置走去 此处并无地火 因此 众人只能使用自带的火焰 灵火 受火都可以 呵 这次我看 谁敢和我争第一 一道冷笑声响起 终神秀旁边的 正是严峰 严峰瞄了终神秀一眼 眼中露出一丝不屑 他并不知道 他马上就要死了 广场上 那位白发老者道 在你们面前 均有一份药材 还有一张丹方 你们需要在一个时辰内 按照丹方所示 炼制出相应的丹药 唯有成功 才能进行下一轮 记住一点 炼丹有危险 若是害怕 可以提前离场 若是没有问题 现在就可以开始 白发老者说完 众人立刻拿起丹方观看 并未离场 终神秀看了一眼 自己的丹方 每个人炼制的丹药都不同 而他要炼制的是 二瓶补原丹 这丹方有问题 上面刻意增加了 二位药材 明显是陷阱 终神秀又观察了一下 自己的药材 药材也有问题 多增加了三位药材 其中有两种形状相似 药效却完全不同的药材 同样是陷阱 不过这对终神秀而言 并无任何影响 连小打小闹都算不上 甚至 他哪怕一股脑 将所有药材丢入炼丹炉之中 也能炼制出好的丹药 难度在后续 他知道 现场会出现 一位极为不凡的炼药师 想要赢过对方 他必须要使用 天荒地落严才行 终神秀寄出 那个粗糙的炼丹炉 捏动法觉 催出一团灵气凝聚的火焰 开始熔炼药材 没有太过显眼 笑死了 这么垃圾的炼丹炉 也好意思拿出来 是穷吗 严峰看到终神秀的炼丹炉 不禁一阵嘲讽 终神秀没有理会一个将死之人 哼 见终神秀没有理会自己 严峰只觉得极为无聊 他随手拿出一个炼丹炉 催动一团强大的受火 便开始炼制自己的丹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不断有爆炸声响起 不少人失败了一炷香后 严峰脸上露出一抹轻松之色 炼制二品丹药 对他而言 真的太简单了 他捏动硬绝 便要凝丹 上路吧 就在这时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一道无形的力量 瞬间侵入严峰的炼丹炉 控制对方的受火 轰隆 严峰还未反应过来 炼丹炉爆炸 凶猛的受火喷涌而出 将它彻底吞噬 丹炉碎片飞射 洞穿它的身躯 啊 严峰发出一道惨叫声 瞬间化为灰烬 终神秀并未多看一眼 继续炼丹 有仇可以隔夜 但别隔得太久 否则这心念就不同达了 而周围的一些炼丹师 则是被严峰这一生惨叫吓了一跳 一个不小心直接炸炉 不过他们的情况还好 并未直接被炸死 只是受了一点小小的伤势 草 鬼叫什么 吓老子一跳 不会炼丹 就别来这里丢人现眼 害我炼丹失败了 以我的实力 炼制二品丹药 轻松无比 都怪他 一些人失败之后 脸色极为难看 他们想要发泄一通 却见严峰已经化为灰烬 又是一阵无语 被炸死也就罢了 还被自己的丹火烧成灰 而且这似乎是丹河谷的少谷主吧 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广场上 那位白发老者眉头一皱 眼中露出不解之色 他对严峰倒是有所了解 对方是一位三品丹师 炼制二品丹药 怎么可能会被炸死呢 他的受火倒是不简单 难道是控制不住 白发老者暗自道 他看向众人 沉生道 继续炼制 炼丹需要心无杂念 外界的干扰难不倒强大的炼丹师 众人没有多言 依旧在炼制 一些失败之人 则是黯然离场 转眼 一个时辰到来 停 白发老者开口 众人立刻停手 而一些还未炼制完成的 则是满脸苦涩 失败了 接下来 炼丹 白发老者轻轻挥手 炼药师工会的一群炼丹师出现 开始检验众人的丹药 二品终极补气丹 成色不错 过关 一位炼丹师 拿起忠神秀炼制的丹药看了一眼 轻轻点头 二品终极炼虚丹 过关 云瑶那边也过关了 没过多久 炼丹结束 一百多人 最终只有一半人过关 他们之中 有大不仁失败于陷阱 大家休息一下 一个时辰后 开始第二轮竞技赛 白发老者副手离去 剩下的五十多人 则是往旁边走去 找位置休息 我胜道学院的两人都过关了 丹臣子在观众席 露出一抹笑容 我天舞学院的两位弟子也不弱 无奇但笑道 这第一轮淘汰赛 自然难不倒他们的人 但是后续的两轮 就说不定了 听说这一次的炼药师大会 难度增加 对二品炼丹师极为不利 丹臣子满脸轻松之色 有终神秀正常 胜道学院这一次稳赢 希望下一次 我能参加这个大会 苏洪林握紧拳头 眼中充满了战意 放心 有机会的 丹臣子轻轻点头 苏洪林天赋也不错 下一次肯定能来参加炼药师大会 嗯 突然 丹臣子看向广场中的一个年轻男子 他眉头一挑 对方给他的感觉 似乎有些不对劲 无奇轻语道 那个年轻人叫魏玄 是玄天拍卖场请来的炼丹师 实力怕是不弱 不过相对而言 我觉得另外一人才是真正的可怕 他不禁看向广场中的一个女子 对方身着一袭火红色的长裙 身上散发着烈焰气息 犹如一朵烈焰中的玫瑰 让人不敢靠近 极为不凡 天火皇朝的大公主 占清烟 丹臣子道出对方的身份 话说回来 似乎并未看到丹王赵新河的弟子 以那人的丹道境界 估计是要直接进入决赛 不过无所谓 他对终神秀充满了信心 一个时辰后 白发老者再次出现在广场中 他看向众人道 接下来开始第二轮竞技赛 第57章 运魂丹城 败者离场 众人回到原本的位置 在桌子上 依旧摆放着一份药材 却没有丹方 白发老者看向众人 接下来 你们需要炼制二品运魂丹 时间依旧是一个时辰 炼制成功的人 才能进入第三轮决赛 什么 二品运魂丹 二品丹药之中 最复杂的丹药 运魂丹虽是二品 但其炼制难度 却达到了炼制三品丹药的地步 这下完蛋了 在场的大部分炼丹师 一听要炼制运魂丹 脸色顿时变了 运魂丹涉及到了灵魂方面 极为复杂 一般来说 若无三品丹到的水准 千万不要去碰运魂丹 二品炼丹师也不是不能炼制 但成功的概率只有1% 白发老者没有过多解释 好了 开始炼制吧 若是觉得自己不行 也可以提前弃权 一些炼丹师满脸苦涩 却没有弃权 就算再怎么难炼制 他们也得尝试一下 炼制运魂丹 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 希望他们运气好一点 众人不再犹豫 开始检查药材 第一轮他们的药材之中有陷阱 这一轮也得好好观察一下 让众人松一口气的是 药材并无任何问题 炼制开始 嗡 中神秀随手一挥 一团灵火出现 瞬间将炼丹炉包围 他不急不缓地将药材放入丹炉之中 一些人满脸怅然 不知该怎么下手 也有部分炼丹师神色平静 显然并未感受到太大的压力 这次只能看运气了 云瑶深吸一口气 祭出圆魔顶 一团瘦火从他手掌出现 观众席炼制运魂丹 无奇苦涩一笑 原本他对寻耀黄仪充满了希望 但是这一刻 他却感到几分无奈 这两人都是丹到二品后期 实力也不算弱 但炼制运魂丹的话 还真的只能看运气 师父 你觉得云瑶姐 他们能成功吗 苏洪林看向丹臣子 不急 丹臣子气定神闲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云瑶可能会失败 忠神秀却不会 丹臣兄 你似乎对圣道学院的两位弟子 充满了信心 无奇满脸疑惑地 看向丹臣子 那云瑶 他倒是有所了解 似乎也是一位二品后期练丹师 而且 对方的丹炉和丹火也不凡 倒是有些希望 至于另外那位叫王座的 无奇倒是不怎么了解 见在弦上 我敢着急也没用 只能看他们的实力和运气 丹臣子但笑道 啊 有道理 无奇不禁有些无语 转眼 一个时辰过去 第二轮炼制结束 成功了 云瑶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这次运气绝佳 圆磨顶配上兽火 勉强炼制出了一颗运魂丹 想到这里 他不禁看向中神秀 却见中神秀神色平静地 从炼丹炉中取出一颗运魂丹 同样成功了 他也成功了 他的丹道水平到底有多强 看起来很轻松 云瑶按道一句 心中有些意外 各位 准备炼丹 白发老者轻轻挥手 又有一批炼药施工会的丹师上场 他们开始检查 众人炼制的丹药 你这颗运魂丹 算是勉强炼制成功 过关 一位炼丹师来到云瑶面前 检查了一下他的那颗丹药 不禁轻轻点头 云瑶松了一口气 二品低级运魂丹 过关 中神秀面前的一位炼丹师 检查了一下丹药 轻轻点头 也是过关了 好 丹臣子见中神秀和云瑶都过关了 脸上不禁露出一抹大喜之色 中神秀过关在他意料之中 但云瑶过关则是运气绝佳 不管哪一种情况 都是非常不错的 只要能进入决赛 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虚此行 我们胜道学院的两位炼丹师都过关了 苏洪林也是满脸欣喜之色 无奇则是满脸苦涩 因为巡耀和黄仪都失败了 同样为五品丹师的弟子 他们与云瑶的差距只是一点运气 丹臣子但笑道 无奇兄别慌 天舞学院败了 不是还有我胜道学院吗 唉 无奇轻轻一叹 没有多言 他知道 这次炼药师大会 对于二品炼丹师极为不利 但没想到会如此不利 又有几人能成功 二品高级运魂丹 绝佳 过关 突然 一道声音响起 众人立刻看过去 只见一位炼丹师 正拿起战青烟炼制的丹药 眼中充满赞许之色 二品炼丹师 想要炼制出运魂丹 需要靠运气 想要炼制等级高的运魂丹 便需要三品及其以上的水准才行 战青烟不愧是天火皇朝的大公主 这丹道水平绝对不弱 最起码也是三品 竟然炼制出了高级运魂丹 不愧是天火皇朝的公主 丹道水平果然甚不可测 她应该达到了 丹道三丹品初七之境 三品初七 不可能 寻常的三品初七炼丹师 可炼制不出高级运魂丹 众人震惊地看着战青烟 眼中充满了骇然之色 如此年轻便入了三品之境 若是再给她一些时间 又会成长到何种地步 终神秀看向战青烟 此女的丹道水平为三品后期 天火皇朝年轻一辈中 还有一人比她更为不凡 不过这对终神秀没有丝毫威胁 终神秀又看向在场的艺人 那就是魏玄 她也炼制成功了 同样是低级运魂丹 此人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等下会是个劲敌 察觉到终神秀的眼神 魏玄也看了过来 她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对着终神秀轻轻点头 终神秀一开目光 眼中露出一抹玩味之色 又是一头不错的猎物 今天会有意外之喜 燕丹流程结束 那些丹师 快速向白发老者汇报情报 白发老者将信息记录下来之后 他大声道 失败者离场 剩下的继续等待 半个时辰后 开启第三轮总结赛 不断有人离场 原本有五十多人 此刻只剩下六人 第五十八章 紫天炫金 鱼儿上钩 休息时间结束 第三轮总结赛开始 原本的五十张桌子 此刻只剩下七张 上面摆放着密密麻麻的药材 而且每一种都是真品 终神秀等人 回到相应的位置 这时 一个身着蓝色长袍 气质儒雅 面如关玉 面带温和笑容的男子 出现在广场上 他身上的气息极为可怕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梅长秋 湛青烟立刻盯着此人 眼中多了一丝凝重 这人将会是他的大敌 那是梅长秋 难怪之前没看到他 原来他要决赛才出场 这对其他练丹师公平吗 他凭什么能月开两场 直接入决赛 因为他是三品练丹师 更是丹王城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他的师父是丹王赵星河 他也没有什么特权 众人一阵不满 觉得炼药师公会给梅长秋特权 白发老者看了众人一眼 但莫道 梅长秋在一年前 变入了四品单道之境 让他直接进入决赛 有问题吗 什么 一年前变入了四品单道之境 据消息称 他似乎才24岁 这就是丹王城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吗 真的太强悍了 四品单道啊 众人一听 不经脸色俱变 被白发老者的话吓到了 原本他们还对梅长秋 直接入决赛不满 但是这一刻 他们心中再也没有任何不满 四品炼丹师 根本没有必要参加前两轮的大赛 进入决赛也很正常 一年前就入了四品单道之境 那么现在又有多强吗 四品中期 还是后期 已经入了四品单道之境 在场的炼丹师 谁是他的对手 都是陪衬 四品后期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梅长秋一眼 剧情之中 此人是四品后期炼丹师 因为他曾得到过一位造化竞强者的 单道传承 灵魂极为不凡 魏璇也在盯着梅长秋 眼中闪过一道讥讽 并未将梅长秋放在眼里 白发老者上前 宁声道 第三轮总决赛 需要你们随意炼制一枚丹药 谁炼制的丹药等级越高 药效越强 谁就是第一名 在你们面前 摆放着各种药材 但每人只能从中选一份 时间依旧是一个时辰 我宣布 第三轮总决赛开始 白发老者轻轻挥手 众人开始检查药材 终神秀并未立刻开动 问 梅长秋寄出一个紫色炼丹炉 手中出现一团蔚蓝色的兽火 看起来品级非常高 烈焰之下 空间滋啦啦的作响 这是 众人神色一惊 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灼热之感 这团兽火 让他们有种神魂悸动之感 六品兽火 魏玄嘴角露出一抹讥讽之色 他随手伸出 哄 下一秒 一团紫金色烈焰喷涌而出 梅长秋的那团兽火 瞬间颤动起来 仿佛在恐惧 嗯 梅长秋目光一凝 立刻看向魏玄 眼中充满惊异之色 他手中的 乃是六品妖兽的兽火 魏玄手中的那团火焰 明显更为诡异 一伙榜第49的紫天炫金炎 终神秀暗道一句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这东西 必须要弄到手才行 一伙 那个台子上 几位炼药师工会的负责人 瞬间站起来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炼药师大会进行了数次 这是他们第二次遇见一伙 距离上次一伙出现 似乎已经有两百多年了 这人是什么来历 一位负责人沉声问道 拥有一伙的炼丹师 必须要拉入炼药师工会才行 他是玄天拍卖行 请来的炼丹师 魏玄 旁边一人回道 玄天拍卖行 那位负责人眉头微皱 玄天拍卖行可不简单 看来想要拉此人 入炼药师工会 非常困难 在众人谈论之间 场中之人 已经开始炼丹 梅长秋不再去理会魏玄 控制着自己的丹火 认真炼制起来 魏玄的速度更快 对他而言 一火一出 融化药材的速度极为迅猛 蓝黄炼药师工会 有让他迫切需要的东西 所以 此番必须要一鸣惊人 直接成为炼药师工会的长老 从而图谋那样东西 所以炼制的丹药 必须要足够不凡才行万象丹吗 看来剧情没错 钟神秀看着魏玄 丢入炼丹炉之中的药材 知道对方要炼制一枚万象丹 和剧情中的一样 对方接下来会炼成一颗六品 低级万象丹 钟神秀拿出炼丹炉 捏动法掘 一团灵火出现 随即一丝天荒地落眼的力量 围绕这团灵火 让其看起来浮现一抹赤金色 威势内敛 并无一火那种恐怖的威势 魏玄手中的一火微微颤动 他立刻看向钟神秀手中的火焰 眼中多了一丝诧异 灵火 不对 能让我的紫天炫惊炎产生感应 他这团火焰 极有可能也是一火 魏玄暗道一句 眼中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他掌握一火那么多年 对于一火自然无比熟悉 钟神秀身上估计藏着一朵一火 此刻展露的只是一丝力量 而且 那多一火的品级 估计比他的紫天炫惊炎更高 想到这里 魏玄心中更加激动 若是能得到这团一火 这对他而言 绝对是天大的造化 于而上钩 钟神秀暗自嘀咕 开始炼丹 魏玄已经成为他的猎物 逃不掉的 周围的众人并未有多余的发现 还以为自己火焰的异变 来自于魏玄的一火 半个石胜过去 除了钟神秀 魏玄 梅长秋三人外 其余人均炼制完成 但他们却没有一丝开心 反而满脸黯然之色 他们知道自己必败无疑 拼尽全力 也才炼制出二品丹药 反观场中的梅长秋 已经四品丹到水准 这怎么比 败了 战青烟看着自己眼前的一颗三品高级丹药 轻轻一探 不能炼制出四品丹药 必败无疑 王座这家伙 要炼制什么丹药 云瑶盯着钟神秀 眼中有些不解 钟神秀此刻炼丹的速度很慢 却非常稳 想来对方炼制的丹药也不简单 哼 过了一会儿 梅长秋的炼丹炉中爆发一股恐怖的威压 随即一阵浓郁的香味传出 第59章 低级万象 六品丹师 梅长秋炼制完成了 不知道是什么丹药 品级肯定不会低 众人满脸 好奇地盯着梅长秋 一年前便入了丹道四品 如今一年过去 不知丹道境界是否有所增加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梅长秋从炼丹炉之中 取出一颗弥漫着精光的丹药 浓郁的药香味瞬间弥漫 咻 那位白发老者瞬间出现在梅长秋面前 眼中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长老请宴丹 梅长秋将丹药递给白发老者 白发老者接过丹药 认真观察了一下 神色诧异地说道 高级神葬丹 没有丝毫瑕疵 你的丹道境界达到了四品后期 前段时间有所突破 梅长秋轻然一笑 不错 不错 不愧是丹王的弟子 白发老者连到两个不错 眼中充满了赞许 丹王赵星和是七品炼丹师 同时也是南荒炼药师工会的总负责人 梅长秋天赋绝佳 如此年轻便入了丹道四品后期之境 假以时日 或许能追上丹王 踏入丹道七品之境 难怪丹王对他的这个弟子 如此有信心 这样的丹道天赋 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多谢长老夸奖 梅长秋抱拳行礼道 白发老者沉吟道 考核还未结束 你再稍微等一下 现在还有两人 王作 魏玄 白发老者看向场中还在练丹的两人 心中有些莫名的期待 两人的速度越来越快 手法娴熟无比 从丹炉之中弥漫的气息来看 可知这二人练制的丹药肯定不简单 梅长秋也在盯着中神秀和魏玄 眼底深处藏着一丝凝重 观众席 梅长秋竟然练制出了四品高级神葬丹 他的丹道水平达到了四品后期之境 太强了 我感觉这一次炼药师大会 所有人都会成为他的陪衬 这可不一定 场中不是还有两人吗 他们看起来似乎也不简单 那魏玄手中的火焰倒是很不凡 估计丹道水平也不弱 至于另外一人 这就难说了 众人满脸惊奇之色 没想到梅长秋竟然如此变态 24岁的四品后期练丹师 这未免也太逆天了 师父 现在还剩下王座 你觉得他能赢吗 苏洪林小声问道 丹臣子一言不发 目光落在魏玄身上 相对于梅长秋而言 他觉得这魏玄才是真正的身不可测 拥有一朵一火 担到实力肯定恐怖至极 过了好一会儿 哄 一股恐怖的威压爆发 魏玄炼制完成 一颗蔚蓝色的丹药 从魏玄的炼丹炉之中冲出来 欲要逃向远处 过来 魏玄伸出手 一道手印出现 将那颗丹药抓下来 嗯 这是 上方的台子上 那几位负责人 骤然出现在魏玄面前 神情严肃地盯着魏玄手中的丹药 魏玄淡然一笑 将丹药递出 各位 劳烦检验一下我这颗丹药 几位负责人接过丹药 轮流观察 看了好一会儿 他们均是满脸震惊之色 六品低级万象丹 你是六品丹师 几人凝视着魏玄 眼中充满了惊疑不定 按照年龄测试数据来看 魏玄似乎也才24岁吧 这么年轻的六品炼丹师 本以为梅长秋已经足够逆天了 但是在这魏玄面前 梅长秋还得靠后 六品 梅长秋下意识地握紧拳头 看向魏玄的眼神充满了忌惮 他得到了单道传承 才能在短时间内踏入四品后期 本以为自己已经在开挂了 没想到此人更为可怕 半月前刚踏入六品之境 魏玄轻轻点头 不知阁下失臣何拍 一位负责人宁声问道 如此年轻的六品炼丹师 不可能没有师门 来历肯定不是一般的巨大 他们只知道 魏玄是玄天拍卖行请来的炼丹师 却不知道对方的真正底细 魏玄微微抱拳道 家师魏无名 魏无名 几人一愣 作为南荒炼药师工会的负责人 他们均是单道六品的存在 却从听过魏无名这个人 你竟然是魏无名的弟子 一道诧异的声音响起 广场中出现一位身着藏青色长袍的老者 他背负双手 气度不凡 身上的气息极为可怕 修为深不可测 见过丹王大人 几位负责人 见到这位老者出现 连忙行礼 丹王赵星河 来历极为不凡 他并非南荒之人 看到赵星河出现 魏玄抱拳道 丹王认识家师 赵星河叹息道 三百年前 赵某曾见过魏前辈一面 他可是一位八品炼丹师 不过他向来神出鬼没 极为低调 已经销声匿迹多年 没想到三百年过去 竟然能见到他的弟子 八品炼丹师 几位负责人心中一震 这魏玄竟然是一位 八品炼丹师的传人 这背景确实够大 原来如此 魏玄露出恍然之色 赵星河看向魏玄道 魏玄小友 你既有丹道六品之境的实力 可否愿意加入我炼药师公会 我会给你一殿负责人的职位 这 魏玄神色犹豫 哄 就在这时 一道爆炸声响起 一阵浓烟弥漫 众人眉头一皱 这丹炉也算是完成了他的使命 终神秀暗道一句 哪怕他在压制天荒地若延的力量 但这丹炉依旧扛不住 秀 一颗灰色的丹药 瞬间从浓烟之中飞出来 恐怖的威压爆发 让人众人感到心惊 那是 赵星河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立刻出手 一个大阵出现 将广场封锁 哄 灰色丹药撞击在大阵上 浮现一道道波纹 下来 赵星河伸出手 丹药入手之后 赵星河看了一眼 瞳孔皱缩 第六十章 大会结束 祖上鱼肉 六品终极天原丹 赵星河缓缓开口 声音之中带着一丝颤动 所谓五品天灵 六品天原 天原丹是一种补魂圆丹 效果比运魂丹要强大数倍 但这炼制难度自然也更加巨大 寻常的六品炼丹师 根本不敢去炼制 此刻 眼前这个年轻人 竟然炼制出了六品终极天原丹 什么 六品终极天原丹 在场的几位负责人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自然知道天原丹 哪怕是他们 也不敢轻易炼制 一个不小心很容易炸炉 炼制此丹 对灵魂力的需求太高了 寻常的炼丹师 根本掌握不住 这王座 竟然也是一位六品丹师 这有些吓人了 谁能想到 一个小小的炼药师大会 竟然惊现了两位年轻的六品炼丹师 这都是怪物 尤其是这王座 似乎才十八岁啊 这有些打击 似乎是属于年轻人的 天原丹 魏玄立刻看向中神秀 虽然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但眼中却闪过一道幽光 此人比他想象中还要不简单 难怪能拥有一朵一火 看来图谋一火之势 还得再好好准备一番 给先探探此人的底细 否则到时候阴沟翻船 那就闹笑话了 至于是否能夺得第一名 这对魏玄而言并不重要 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又是六品 梅长秋脸色有些不自然 本以为自己会独占凹头 没想到一连出现两位六品丹师 这不禁让他深受打击 大家都是年轻人 有必要这么狠吗 而观众席的众人 也彻底傻眼了 又是一位六品炼丹师 两位六品炼丹师 来参加炼药师大会 这什么鬼啊 这不是降维打击吗 一些年轻炼丹师 满脸苦涩 好家伙 原来他们只是来打酱油的 最终只是为了看 两位六品丹师表演 早知如此 他们还来参加什么炼药师大会 直接让那些老家伙上场多好 六品 云瑶心神一晃 哪怕是他师父徐福 也才五品丹道之境 这王座竟然是六品 圣道学院 什么时候有这么强大的炼丹师了 确定不是外援 但即使是外援 也足以证明对方的可怕 因为对方才十八岁啊 十八岁的六品丹师 放眼整个男荒 能找出几人 估计只有一个 那就是眼前的王座 云瑶看着自己面前炼制的二品丹药 不仅感到无比的羞愧 根本拿不出手啊 师父 丹师 苏洪林捂着嘴巴 神色一阵呆滞 丹臣子想说什么 却憋不出一句话 最终道了一句 牛叉 除了牛叉外 他真的找不到什么要说的 丹臣兄 你圣道学院什么时候 有这么强大的丹道妖念 藏得好深啊 无奇苦涩地看着丹臣子 难怪丹臣子这家伙 满脸的自信 原来是有压轴的人 丹臣子 广场中 王座小友是来自圣道学院吧 赵星河看向钟神秀 嗯 钟神秀淡淡地回了一句 不知你可愿入我炼药师工会 如魏玄一般 我给你一个负责人的职位 赵星河问道 赵丹王 你可不能抢我圣道学院的人啊 丹臣子连忙开口 圣道学院好不容易出了一位强大的炼丹师 可不能让人抢走了 赵星河没有理会丹臣子 而是继续看向钟神秀 没兴趣 钟神秀神色淡漠 直接拒绝 赵星河沉默了片刻 点头道 好吧 有想法的时候 可以随时来炼药师工会找我 说完之后 他看向魏玄道 魏玄小友 你呢 我答应了 魏玄沉吟道 他做了那么多 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刻吗 赵星河脸上露出一谋笑容 道 好 虽然钟神秀没有答应 但有一个魏玄答应 炼药师工会也算是血传 赵星河收起那颗天元丹 背负双手 飞身离去 大会之中炼制的所有丹药 都属于他们的炼药师工会 几位负责人回到高台之上 那位白发老者 看向几位炼丹师道 而等炼制的丹药 可否有超越六品 终极天元丹的 几人默不作声 既然没有 那我不要宣布一下 此次炼药师大会的 第一名人选了 白发老者沉生道 他看向钟神秀 道 我宣布 本次炼药师大会的第一名 是来自圣道学院的王座 啪啪啪 现场一阵热烈的鼓掌声响起 六品炼丹师 值得他们尊敬 接下来 有请几位负责人 为大会第一名颁发奖励 白发老者继续道 四位负责人 拿着三样东西 飞尸而下 一团被封印的寿火 一个灰色的炼丹炉 一张六品丹方 一枚炼药师工会的名誉徽章 钟神秀神色平静地 接下四样东西 东西终于到手了 好了 我宣布此次炼药师大会 就此结束 各位没必要急着离去 可以在我丹王城多逛逛 白发老者宣布完之后 轻轻挥手 众人默默地离场 今日的大会 太过精彩 他们短时间内 还难以反应过来 同服客栈 师尊 王座呢 苏洪林好奇地问道 他离开了 丹臣子漫不经心地说道 离开了 苏洪林一愣 他是我请的外援 大会结束 自然要离开 你别多问 丹臣子低声道 苏洪林和云瑶同事一正 还真的是外援 他们就说 圣道学院 哪里会有那么强大的炼丹师 只是如此强大的外援 又是来自哪个超级势力 倒是让人无比好奇 一会儿后 终神秀走了进来 回来了 丹臣子看向终神秀 极力压制内心的情绪 嗯 我打算在丹王城晚几天 你们可以提前回去 终神秀轻语道 他要等魏玄得到 炼药施工会的那样东西再出手 这样可以一举多得 魏玄把他当作猎物 他又何尝不是 把对方当作祖上鱼肉 好 丹臣子轻轻点头 没有多问 第61章 魏玄道友 别来无恙 房间之中 终神秀不下一个阵法 将那个炼丹炉拿出来 丹炉呈现灰色 非常古朴 炉身有一些古老的铜锈浮现 上面有奇特的花纹 若隐若现 玄妙至极 古老的气息弥漫 显得极为不凡 六道炉 终神秀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东西终于到手了 这丹炉极为神秘 坚不可摧 纵然是强大的一伙 也难以损毁嘶吼 原剧情之中 炼药师大会 需要在三年后才会开启 那时候 丹洛雪作为天命之女 会在炼药师大会之中 得到这个炼丹炉 不过按照终神秀 对剧情的了解 丹洛雪得到此炉之后 只是用来炼丹 偶尔用来砸人 并未研究出其中玄妙 总之这东西非常神秘 用来砸人的话 绝对比严晨于手中的 清廉炼须炉 要强大数倍 哼 终神秀寄出天荒地洛炎 直接将六道炉笼罩 诡异的是 六道炉没有丝毫异样 连上面的铜锈都没有脱落 依旧古朴无比 有了此炉 以后用天荒地洛炎炼丹 就没有丝毫问题了 到时候再琢磨一下 此炉的秘密 希望能有巨大收获 终神秀自语道 转眼 塞日过去 房屋之中 得手了吗 准备上路吧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脸上浮现一抹冷力之色 他立刻离开房间 魏璇已经得手 此刻正离开丹王城 前往城外的一片山谷 他需要去截杀一番 离开童福客栈后 秀 终神秀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消失不见 丹王城外 百里之地 一片烈焰山谷中 魏璇盘旋坐在地上 激动地将一个白玉瓶子拿出来 瓶子里面有满满的 一瓶圣髓叶 我夺射的这具躯体太弱了 有着大道圣髓 便可以彻底改变这具躯体 到时候 我定要挣到圣人 魏璇呼吸急促 便要将瓶子打开 魏璇道友 别来无恙 就在这时 一道淡漠之声响起 前方百米之地 出现了一位身着黑袍的男子 他正背负双手 神色平静如水 来人正视终神秀 魏璇目光一宁 瞬间起身 看着终神秀道 王座 是你 此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他还未去截杀对方 对方这事主动送上门来 魏璇感觉有些不对劲 终神秀淡然道 我是该叫你魏璇 还是该叫你魏无名 夺射的这具肉身应该差点意思 这大道圣髓 倒是可以为你铺平道路 恰好我也需要你说该怎么办 魏无名身体一震 只觉得头皮发麻 他死死地盯着终神秀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的秘密 竟然被此人知道了 这让他感到惊惧 此人必须死 魏璇眼中闪过一道凶利的杀意 刺了 终神秀的速度更快 没有继续废话 骤然祭出天荒战己 瞬间杀向魏无名 身上的力量彻底爆发 此人修为不弱 虽是夺射之身 但修为已经入了神葬境 而且曾是八品炼丹师 手段众多 池泽生变 不能给对方反应的机会 必须要快速轰杀才行 你找死 魏无名怒吼一声 神藏镜的威压彻底爆发 他还没有去截杀终神秀 没想到对方先杀上来了 这让他感到有些莫名的恼怒 怎么感觉有些到反天罡了 谁他妈才是坏人 金燕塔 给我杀 魏无名寄出一座金色宝塔 捏动法觉 宝塔快速变大 瞬间轰向终神秀 周围的空间不断颤动 霸道的镇压之力 横扫四面八方 这宝塔不简单 乃是一尊万象灵器 塔身符纹弥漫 带着毁灭之力 天荒击法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浓郁的杀意 长戟狠狠地轰击在宝塔之上 哄 长戟和宝塔对轰在一起 宝塔骤然爆裂 哟 宝物被毁 魏无名收到巨大反噬 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苍白无比 一丝圣道气息 这是 圣 圣气 魏无名神色大惊 瞬间反应过来 不禁头皮发麻 这天荒战己 乃是一柄无上圣气 虽然还未爆发圣威 但也不是他一味神脏镜可以对抗的 终神秀面容森冷 没有多言 长戟对着魏无名的脑袋轰去 紫天炫金炎 魏无名连忙祭出紫天炫金炎 一火化作一条紫金火龙 向着终神秀扑去 哄 终神秀身上的天荒地洛炎瞬间冲出来 滔天之威爆发 直接而将紫天炫金炎镇压 什么 你这多一火 天荒 魏无名瞪大双眼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天荒地洛炎 这是一火榜上排名第六的天荒地洛炎 传闻此物曾落到天荒大圣手中 最终不知所踪 对了 天荒大圣 这柄长戟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荒战戟 想到这里 魏无名彻底恐惧了 砰 可惜他的话还未说完 终神秀的手中的长戟便轰击在他的脑袋上 魏无名连惨叫声都没有传出 身躯顿时被轰成血雾 一个白玉瓶子掉在地上 秀 魏无名的一道残魂瞬间冲向远处 禁锢 终神秀随手伸出 直接将魏无名的残魂禁锢 王座道友 在下无意以你为敌 还请放过我 魏无名的残魂连忙求饶 哄 终神秀不为所动 随手一捏 直接将这道残魂捏成粉碎 大家都想杀人夺宝 没什么好说的 啊 狗贼你不得好死 魏无名残魂覆灭的时候 传出一道怨毒的咆哮声 道友一路走好 说来你与我还是同道中人 终神秀淡然一笑 收起天荒战己 随手一挥 白玉瓶子到了他的手中 这里面的大道圣髓 对他而言也有妙用 嗡嗡嗡 天荒地洛言正在疯狂吞噬紫天炫金炎 排名第四十九的紫天炫金炎 在第六的天荒地洛言面前 根本翻不起一丝浪花 一会儿后 天荒地洛言彻底吞噬完紫天炫金炎后 再次回到终神秀的丹田内 此刻他的颜色更为深沉 气息强大了一倍不止 恐怖无比 终神秀轻轻挥手 抹出了此处的气息和痕迹 快速离去 第六十二章 天地灵雾 能者得知 一个半山腰上的洞穴之中 先把这大道圣髓炼化 终神秀拿出白玉瓶子 脸上浮现一抹沉思之色 大道圣髓 乃是天地间的一种圣物 可断体 灵魂 效果绝佳 对圣人级别的强者也有妙用 珍贵无比 极为罕见 他修炼鸿蒙道经 体质也不算弱 若是再把这大道圣髓炼化的话 肉身强度会增加不少 打开瓶塞 一股凶猛的力量瞬间喷涌出来 充斥整个山洞 其中有一部分侵入终神秀的大脑 让他感觉灵魂一阵冰凉凉的 非常舒坦 终神秀轻轻挥手 瓶中的大道圣髓 全部飞出来 将他笼罩 此物力量太过狂暴 一时之间 他只觉得有一种恐怖的撕裂感袭来 肉体竟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鲜血弥马出 不愧是大道圣髓 这力量果然狂暴 终神秀按道一句 立刻运转鸿蒙道经 疯狂炼化大道圣髓 转瞬间 三天过去 终神秀全身覆盖着赤红的血痂 身体一动不动 没有丝毫气息传出 过了一会儿 问 一股恐怖的威压 从终神秀身上爆发 所有的血痂全部脱落 他的身躯露了出来 肌肤雪白无暇 犹如温润宝玉 散发着淡淡的光泽 身上蕴藏恐怖的力量 整个人看起来更为俊美 气质更为出尘 犹如一尊超凡脱俗的圣人 终神秀睁开眼睛 双眸深邃无比 里面闪烁着幽光 一股极为危险的气息 从他身上爆发 举手投足之间 仿佛有毁天灭地之威 终神秀自语道 他占据这具身体后 灵魂与肉身之间的契合度 并不是特别完美 短时间内看 或许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若是时间久了 肯定会出大问题 炼花大到盛水后 缺陷已经被弥补 灵魂和肉身都在增强 契合度极为完美 不错 终神秀站起来身来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也该回盛道学院了 走出洞穴 一阵刺目的阳光照射而来 入演的是无边无际的森林 秀 中神秀从半山腰上飞升而下 进入森林之中 好 刚踏入地面 便见到一头浑身鲜血淋漓 散发着浓郁的妖气的黑熊 向他扑来 黑熊身上布满伤痕 同龄大眼弥漫着胸利的血光 巨大的爪子挥动 一巴掌拍出 欲要直接将中神秀拍成肉泥 三级妖兽 中神秀神色平静 随之伸出 对着黑熊的脑袋轻轻一点 哄 黑熊的爪子还未落下 脑袋上就多了一个争鸣的血洞 巨大的身躯 直接倒飞十几米 气息消散 直接死透 中神秀走向黑熊的尸体 一把从对方的脑袋里面 掏出一颗黑色的腰单 蚊子再小也是肉 把腰单放下 就在这时 一阵怒吼声响起 只见前方有十几人正往这边扑来 他们手持长刀 满脸寒气地盯着中神秀 其中一位练须境的男子怒声道 这头黑熊已经被我们重伤 是我们的猎物 识相的话 立刻将腰单放下 滚 中神秀冷冷地道出一个字 放肆 我等乃是天刀圣地的弟子 你不想活 那位男子眼中闪过一道杀意 结果他的话还未说完 扑的一声 他的脑袋直接中神秀摘下 鲜血鼓鼓直冒 变成了一句无头诗 天刀圣地 很强吗 中神秀微微用力 直接将手中的头颅捏爆 他看向剩下的那群人 你 你竟然杀了赵师兄 你死定了 此人实力很强 大家快逃啊 立刻去找文人诗书 让他来杀了这个贼子 众人一边惊恐逃命 一边出言威胁 国造 中神秀眉头一挑 一巴掌拍出 哄 众人还未逃远 便被一巴掌拍成血雾 中神秀没有多看一眼 背负双手 往前面走去 森林深处 一位性感的女子 正和一位手持长刀的老者对视 两人均是子辅尽后期的修士 此刻 他们均在盯着一颗 散发着乳白色光芒的果子 文人老鬼 这没玄灵果是 我先发现的 你还想抢夺不成 女子语气森冷 她持着一柄长剑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寒意 文人语握紧长刀 冷笑道 天地凌雾 能者得知 不是谁先看到 就是谁的 好一个能者得知 女子立刻挥动长剑 杀向文人语 两人快速交手 破坏力极为巨大 周围的树木不断断裂 众多鸟兽四散而逃 过了好一会儿 两人均已负伤 但是文人语实力明显 更为强大 长刀疯狂挥舞 黄暴的刀气爆发 地面不断坍塌 那位女子根本不是对手 连连吐血 去死吧 天玄刀 文人语宁笑一声 对着那位女子 便是更为霸道的一刀轰 那位女子 被一刀劈飞十几米 艰难地稳住身体之后 身上已经被鲜血染红 哼 文人语没有立刻杀向那位女子 而是转身夺取玄灵果 咻 就在文人语的手 刚要触碰到玄灵果的时候 这枚果子瞬间飞向远处 嗯 文人语脸色一沉 立刻看过去 只见一位俊美的男子 正神色平静地握着玄灵果 贼子 交出玄灵果 文人语怒声道 手中的长刀震动 杀意滚滚 钟神秀看向文人语 淡淡地问道 你是天刀圣地的 是又如何 文人语沉声道 钟神秀瞬间出现在文人语面前 一拳轰出 哼 文人语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钟神秀一拳轰成血污 连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吃 长刀坠落 插入地面 散发着寒芒 那位女子见到这一幕 不禁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钟神秀淡淡地看了对方一眼 那位女子连忙道 多谢道友相救 我是清河谷谷主 陈都灵 钟神秀没有理会陈都灵 转身便要离开 陈都灵盯着钟神秀的背影 眼底深处闪过一道寒芒 刺了 下一秒 那柄长刀瞬间冻穿她的脑袋 第六十三章 大夏黄诀 教习考核 圣道学院 藏风殿 当钟神秀回来的时候 发现徐福和丹臣子正在殿外等候 他们已经来藏风殿好几次了 钟神秀 你终于回来了 两人看到钟神秀的时候 不禁脸色一喜 进去一续 钟神秀对着二人淡淡一笑 三人进入大殿 钟神秀泡了一壶茶 炼药师大会的事情 我已知晓 厉害 徐福忍不住对钟神秀 伸出一个大拇指 眼中充满了佩服 六品炼丹师 放眼整个圣道学院 绝对是丹道第一人 而且对方还如此年轻 才十八岁 想到这里 徐福和丹臣子都是一阵叹息 十八岁的时候 他们还在炼制一品丹药呢 钟神秀端起香茶喝了一口 没有多言 对于这些话题 他没有丝毫兴趣 徐福也没有继续废话 他将一枚令牌拿出来 递给钟神秀道 这块令牌给你 从今往后你 就是我丹风的复风主 此事会在十天后的教习考核中宣布 其实以你的实力 完全可以当正风主 钟神秀接过令牌 淡然道 复风主足矣 我没那么多时间 去理会其余的事情 徐福道 放心吧 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不会去麻烦你 丹臣子连忙道 炼药店的事情 你可以不用理会 说起来炼药店也属于丹风 嗯 钟神秀放下茶杯 不用处理一些无聊的事情就好 圣丰会在教习考核结束后开启 徐福又提醒道 钟神秀一言不发 不知在想什么 他为何要去圣丰呢 因为圣丰上有一门强大的秘法 那门秘法不属于圣道学院 是圣道学院的创始人 从外界弄来的 无尽岁月过去 却无一人可以参悟那门秘法 这倒是可以便宜他 能被他称之为强大的秘法 自然不简单 一壶茶喝完后 徐福和丹臣子便要离开 徐福抱拳道 我在丹丰随时恭候你来 嗯 钟神秀轻轻回了一句 藏风店的灵气太过稀薄 自然得去丹丰那等地方才行 随后 徐福和丹臣子离去 钟神秀往海中亭子走去 海中亭子 天宝印 严晨鱼正捏动硬诀 一轮宝印轰向海面 轰隆 海面瞬间爆炸 海水不断震动 巨浪飞溅 成了 严晨鱼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本就修炼过这门武技 现在自然可以快速掌握 嗯 师尊 严晨鱼立刻转身 恰好看到钟神秀走过来 练须近巅峰 你的修炼速度现在挺快的 钟神秀眼中露出一抹赞许 虽然有他给的几颗高级练须单 但严晨鱼能在短短半月多的时间内突破 还是让他有些意外 他还以为对方最起码需要两个月才能突破 严晨鱼快速走向钟神秀 他感觉师尊才是最为深不可测的 因为对方总是能一眼看透他的修为 这只能说明一个事情 师尊的修为比他的还要强大 师尊 我给你一样东西 严晨鱼献宝般从储物戒指里面取出一张卷轴 这是他连夜写出来的大下皇绝功法 大下皇绝 钟神秀结果看了一眼 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对于严晨鱼得到这门功法 他并不意外 但按照进程来算的话 应该是下皇死亡 严晨鱼称帝之后才得到这门功法 结果对方现在就得到了这门功法 严晨鱼解释道 我之前在皇族大会表现绝佳 父皇给了我这门功法 他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钟神秀哑然一笑 将卷轴还给严晨鱼 为师用不到此物 严晨鱼一愣 没想到钟神秀还是这句话 他低声道 这门大下皇绝 适用于子府经到万象经的修饰 真的对师尊没用吗 没办法 谁让你师尊我 只是一个普通人呢 钟神秀淡淡一笑 师尊又在开玩笑 严晨鱼神色复杂 只觉得师尊是不想要他的东西 师尊给了他那么多东西 结果他却没有给师尊任何一样东西 这让他有些莫名的失落 钟神秀沉应道 大下皇绝还算不错 但不适合你 你若听为师的 就不要修炼这门功法 严晨鱼一正 认真回道 我听师尊的 师尊说什么 就是什么 如此可教言 钟神秀轻轻点头 算起来 严晨鱼只是这个世界中 微不足道的配角原剧情中 他虽能成为大下的女帝 却也只是一个世俗皇朝的女帝 连大下都没有走出去过 寿命极为短暂 刚称帝不久就挂了 命运也很悲惨 反观严洛雪 对他而言 大下不过是一个最普通的起点 他最终会离开大下 踏出南荒 前往更为广阔的天地 修为越来越强 如此对比 严晨鱼真的只是一个 渺小又可笑的垫脚石 不过 既然他已经成为自己的弟子 那就没有让他走老路 要走 就走无敌大道 区区大下皇绝 在终神秀演中什么都不算 根本没必要让严晨鱼去修炼 师尊 我现在已经踏入炼虚境巅峰 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严晨鱼看着终神秀 再过几天 圣锋就会开启 到时候 一些天赋不错的年轻弟子 会获得前往圣锋的名额 若无意外 你也会有一个名额 尽在圣锋开启吧 终神秀轻语道 圣锋 好 严晨鱼眼睛一亮 他自然知道 圣锋是什么地方 那里面有圣道学院的 众多强大传承 上一世 他可没有资格踏入其中 这一世可不能错过 自己出去散散心 终神秀轻轻挥手 又到了圣道学院 三年一次的教习考核 众位教习都得前去参与 若是考核过关 就能晋升长老 资源翻几倍 广场上 齐聚着众多的长老 教习和学员 终神秀带着严晨鱼前往广场 师尊 你这次考核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 严晨鱼问道 我不用参加考核 终神秀淡然道 哼 不用参加考核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一道讥讽之声突然响起 第六十四章 性格直率 这样挺好 哼 不用参加考核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一道讥讽之声突然响起 严晨鱼听到这道声音 不禁眉头一簇 顺着看过去 只见一位老玉 正往这边走过来 见过汪长老 一些教习看到老玉之后 连忙上前行礼 教习与长老之间的地位 还有一些差距 毕竟在圣道学院之中 除了炼药店等特殊地方外 长老基本上 都有子辅进的实力 汪长老冷笑道 今日是圣道学院的教习考核 每一位教习必须要参与 我倒是想看看 谁能例外 你算什么东西 我师尊就算不参加考核 你又能如何 严晨鱼冷视着汪长老 眼中带着一抹杀意 这老婆子接二连三的挑衅 是当他们藏风店的人 没有脾气吗 若非这里是圣道学院 他定然会让对方生不如死 放肆 你一个小小的弟子 竟敢对长老出言不屑 你找死吗 汪长老怒吼一声 子府尽的威压爆发 瞬间袭向严晨鱼 我看你才找死 严晨鱼丝毫不惧 一步踏出 骤然来到汪长老面前 抬起手便是一巴掌怕 一道清脆的声音传出 汪长老直接被轰飞 众人见到这一幕 君是神色呆滞 子府尽初期的汪长老 竟然被严晨鱼一巴掌轰飞了 啊 小畜生 我要是杀了你 汪长老稳住身体之后 面部胀痛 堂堂圣道学院的长老 竟然被一个弟子打了一耳光 这让他如何能够忍受 他面容扭曲 眼中充斥着怨毒之色 身上的气息彻底爆发 浓郁的杀意弥漫 杀我 就凭你子府尽初期的修为 严晨鱼神色不现 对付着汪长老 他甚至都不需要使用那个破炉子 单单凭自身修为便可以碾压 小畜生 去死吧 汪长老立刻一声 立刻冲向严晨鱼 滚 严晨鱼一拳轰出 碰 一拳之后 汪长老被震退十几米 扑 汪长老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他竟然被一个练虚境的弟子击伤了 汪长老竟然被击退了 严晨鱼的实力好强 他不是才练虚境吗 应该踏入了练虚境巅峰 他自身便有跃及而战的能力 而且还掌握着提升境界的秘法 一般的子府境估计不是他的对手 众人神色凝重地盯着严晨鱼 此女真的要逆天了 这才多少岁 便有媲美子府境的实力 而且他的修为才练虚境 若是他踏入子府境又得有多强 不远处 他的修为又提升了 严洛雪满脸复杂地看着严晨鱼 对方的境界已经追上来了 而且战力更为可怕 他想压严晨鱼一筹 看来还是非常困难 无妨 凤华笑着安慰 严晨鱼神色不屑地盯着汪长老 你若不是圣道学院的长老 此刻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 再敢对我师尊出言不逊 我定斩你 你 汪长老脸色阴沉 心中却有些无力 刚才的交锋让他对严晨鱼充满了忌惮 真要生死一战 哪怕对方没有拿出那个破炉子 估计他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嗨嗨 都停手吧 一道倾壳声响起 赵无极走了过来 见过院长 众人连忙行礼 嗯 赵无极轻轻点头 他看向中神秀无语地说道 你小子是怎么回事 不会好好管教一下自己的弟子吗 中神秀淡然道 我这徒儿性格直率 就这个脾气 我为何要管教他 我觉得这样挺好 赵无极翻了一个白眼 他算是看出来了 中神秀这小子就是在刻意纵容 当师父的一个臭脾气 这弟子也是一样 而众人则是心中一宁 看来以后真的不能去招惹中神秀了 他们可以瞧不起中神秀 却不敢忽视言成于 这是个护尊女啊 接下来开始教习考核吧 赵无极轻轻挥手 王主席位走去 众人立刻安静了下来 教习考核的内容极为简单 只需要各位教习 展露一下自己的实力即可 若是他们达到了学院设定的考核标准 便可以过关 依旧维持原本的资源 如果达不到标准 那资源就得减少 若是他们踏入了子府境 便可晋升长老 当然 若是以练虚境的修为 展露出子府境的战力 同样可以晋升长老 中神秀带着颜晨渝 找了一个席位坐下 颜晨渝端起旁边的茶水 递给中神秀 师尊 你真的不参加这次考核吗 不参加 中神秀接过茶水 品了一口 我师尊也不参加 一旁颜落雪立刻到 他昂着雪白的下巴 得意地看着颜晨渝 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 他的师尊 已经被大院长任命为 武道锋的副封主 待考核结束后 便可以直接宣布此事 他会跟着凤华 去武道锋修炼 听说武道锋的灵气极为浓郁 远不是外界可比的 若是去了武道锋 他的修炼速度定然会更快 到时候直接碾压颜晨渝 颜晨渝看都不看颜落雪一眼 他的眼中只有终神秀 哼 可恶的颜晨渝 竟然无视我 颜落雪攥紧拳头 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在场的一些长老 神色怪异地看着终神秀和凤华 这两人真的不参加考核 凤华实力深不可测 不参加考核 倒是可以理解 但终神秀又凭什么呢 而且看赵无极的样子 似乎并未在意此事 这就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不过终神秀这小子 毫无半点修为 即使参加考核 也没有丝毫用 中神秀连续喝了两杯茶 没有丝毫兴趣 继续待在这里 场上 各位教席都在卖力 展露自己的实力 一旦晋升长老 他们的地位和修炼资源 都能得到巨大的提升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一个时辰后 教席考核才结束 这次大部分教席都顺利过关了 其中有六位教席 成功晋升长老 赵无极站起身来 笑着道 这次大家的表现都不错 尤其是还有六位教席晋升长老 大家恭喜他们 啪啪啪 现场一阵热烈的鼓掌声响起 掌声停止后 赵无极又道 接下来另外宣布两件事情 第六十五章 你若不服 可去找他 众人立刻看向赵无极 赵无极但笑道 第一件事情 凤华教席从现在开始 将担任武道锋副锋主一职 钟神秀将担任 丹锋副锋主一职 从今往后 大家可得好好支持他们的工作 凤华教席 竟然直接成为了 武道锋的副锋主 什么 钟神秀这家伙 竟然也变成了 丹锋的副锋主 凤华教席的实力深不可测 当这个副锋主 我倒是不敢多言 但是钟神秀这家伙 凭什么 这不是乱来吗 众人目瞪口呆 满脸不解 被赵无极的话惊住了 他们实在搞不懂 学院到底在做什么 竟然让钟神秀 去当丹锋的副锋主 他有那个资格吗 难怪钟神秀那家伙 说自己不用参加考核 可恶啊 他 丹锋副锋主 严落雪呆滞地看着钟神秀 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之前 他还为自己的师尊 会成为武道锋副锋主 而沾沾自喜 没想到转眼间 严陈鱼的师尊 便成为了丹锋的副锋主 这让严落雪 有种仿佛在做梦的感觉 谁来当这个丹锋副锋主 似乎都轮不到钟神秀吧 能成为学院的教习 凭借的是钟老爷子的关系 但当副锋主 凭什么呢 总不能继续凭关系吧 虽然他觉得 钟神秀很奇特 但是当丹锋副锋主 看来这其中发生了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 这钟神秀有些诡异啊 严陈鱼看向钟神秀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就知道自己的师尊不简单 想到这里 严陈鱼不禁看向严落雪 同样昂了一下下巴 带着一丝挑衅和讥讽 似乎再说 不就是一个副锋主吗 你师尊能当 我师尊为何当不了 你 严落雪感受到了严陈鱼的挑衅 不禁有些恼怒 我不服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众人看去 只见汪长老沉着脸道 赵院长 我对你的决定不服 凤华教习当武道锋的副锋主 我无话可说 但是钟神秀呢 他凭什么能当丹锋的副锋主 这是大院长的决定 你若不服 可以去找他 一道淡漠之声传来 徐福副手而来 徐锋主 看到徐福的时候 众人目光一宁 连忙上前行礼 徐福冷视着众人 钟神秀从今往后 就是我丹锋副锋主 他的地位与我相当 而等见到他 最好恭敬一点 你招惹武道锋或者其余几锋的人 我徐福管不着 但你招惹了我丹锋之人 那么很抱歉 丹锋的事情 自己想办法 丹锋好不容易来了一位六品炼丹师 岂容他人放肆 众人脸色一变 不敢继续多言 也有人深深地看了钟神秀一眼 第一次觉得 这家伙极为不简单 他们也不是真正的蠢材 自然能够明白这里面 藏着什么特殊的门道 总之 从今往后 是真的不能招惹钟神秀了 甚至遇见了 还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句中风主 徐福扫了汪长老一眼 眼底深处 浮现一丝不屑 钟神秀不想理会对方 但他却由不得对方肆无忌惮 制裁必须要好好制裁一下这老婆子 汪长老心中一慌 突然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没错 这是大院长的决定 赵无极轻轻点头 既然是决定 那他来这里 就是在通知众人 而不是在和众人商议 什么不服 反对 都是屁话 他又道 接下来宣布第二个事情 三日之后 圣丰将会开启 圣道学院将会挑选 十位天赋绝佳的弟子 前往圣丰 各位年轻弟子 请静待消息 今日内学院会把名额选出来 到时候会通知你们 赵无极说完之后 一些弟子眼睛一亮 他们自然知道 圣丰是什么 一时之间 心中充满了期待 长老 傅丰主这样的存在 离他们还太远 他们自然不敢多言 进入圣丰 得到一些强大的传承 这对他们而言 才是天大的事情 事情宣布完成 大家可以离场了 赵无极回首 一些人心情复杂 默默地离去 尤其是那些教习 更是满脸失落之色 同样是教习 人家中神秀 能够凭借关系当教习 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成为丹丰的丰主 而他们呢 还在参加苦逼的考核 人与人之间 果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中丰主 我在丹丰等你 徐福对着中神秀 露出一抹笑容 嗯 中神秀轻轻点头 藏丰殿 师尊 我真的得到了 进入圣丰的名额 师尊 我们什么时候去担风啊 师尊 严晨鱼心情非常不错 对着中神秀说个不停 一口一个师尊 叫得可甜了 圣丰之事结束后 再去担风 终神秀轻轻挥手 示意严晨鱼 不要继续吵 好的师尊 严晨鱼脸上露出 一抹甜美的笑容 中神秀思索了一下 可还记得我对你说过 你修炼的那门身法有妙用 心急不吗 严晨鱼眼睛一亮 那门身法是斩妖大会的奖励 终神秀说过会有妙用 终神秀沉应道 圣丰藏着一门强大的身法 想要获得那门身法 需要先修炼心急不 三天后 我会再告诉你一些细节 嗯嗯 严晨鱼连忙点头 现在无论终神秀说出什么话 他都不会太过震惊 因为他的师尊 就是这么的深不可测 一转眼 三天过去 圣丰即将开启 一座广场传送镇上 赵无极 终神秀和十位弟子齐聚在一起 大家准备好 我接下来直接送你们去圣丰 记住一点 前往圣丰之后 你们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赵无极神色严肃地说道 他快速捏动法绝 激活阵法 问 众人瞬间消失 第66章 残缺圣术 小人得志 圣丰 曾是圣道学院武风之首 灵气极为浓郁 同时巨大无比上面有诸多破败的古老建筑 地面长着湿润的青苔 众多宫殿被藤腕覆盖 一些青铜铸造的大殿则是出现了斑驳的铜秀 给人一种荒凉之感 圣丰的一座古旧的广场上 出现了七块古老的石壁 石壁上面刻画着众多神秘的符文和图腾 均是圣道学院的强者传承武学 荒谷之气弥漫 道运浮现 让人神魂颤动 有种莫名的心迹之感 秀 一道金光注入广场 终神秀等人出现在广场之中 这就是武风之首的圣丰吗 看起来好壮观 这里的灵气好浓郁啊 圣丰以前是武风之首 但是现在已经没落 如今的武风之首是武风 若是能够长时间在这里修炼的话 修为提升速度一定非常快 此事暂时就别想了 我们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看到这些石壁没有 上面记载着圣道学院的众多强大传承武学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认真参悟这些传承武学 若是能够得到其中之一的话 那定然是天大的造化 众人神色兴奋无比 人群中轰 阎落雪神色自若地 往最中间的那块石壁走去 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牵引他过去 师尊 严晨渝看了严落雪一眼 小生对终神嗅到了一句 严落雪这个女人的运气 一直都很好 这次肯定不会例外 说不定对方很快便可以得到 一门强大的传承 随我来 终神秀副手往最左边的石壁走去 严晨渝连忙跟上 其余人则是快速往其他石壁走去 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他们必须要抓紧才行 七块石壁 最左边的石壁 上面也有诸多符文和图腾 荒凉古老的气息弥漫 让人感到莫名的心境 终神秀对严晨渝道 接下来你就参悟这块石壁 上面有一门身法 需要按照星级部的运转路线来参悟 至于其余的石壁 你就别想了 不属于你 剩下的六块石壁 唯有严落雪这个天命之女可以参悟 其余人就不要想了 这里的武学也会挑人 非大机缘者 很难夺取 明白 严晨渝立刻在这块石壁前坐下 认真参悟起来 终神秀见严晨渝开始参悟 他也没有闲着 快速离去 他的目标并非是这七块石壁 没过多久 终神秀出现在盛风一片 破败的遗址之中 这里的建筑就没有一座完整的 全部支离破碎 有不少已经坍塌 而在遗迹中央 则是注立着一尊残破的青铜鬼纹顶 此顶看起来比较大 上面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一些藤腕覆盖在表面 哄 终神秀来到青铜鬼 稳定前面 随手一挥 上面的藤腕全部消散 铜顶上面的鬼纹彻底浮现出来 隐隐可以看到一个古老的弃子 他伸手抚摸着这尊铜顶 这其实只是一尊普通的铜顶 并非什么宝物 但顶身上的鬼纹却极为不简单 乃是一门特殊的残缺圣术 算起来只是那门完整圣术的三分之一 若只是普通的残缺圣术 自然入不了终神秀的眼 但眼前这门残缺圣术 终神秀却必须要弄到手 因为他知道 剩下的两门残缺圣术在哪里 一旦得起之后 那他将会拥有一种无比变态的底牌 圣图术一分为三 空气 引灵 圣微 眼前的只有空气篇 终神秀按道一句 立刻闭上眼睛 调动鸿蒙塔碎片的力量 问 鸿蒙塔碎裂微微一颤 一股恐怖的威压弥漫 铜顶上面的诡异符文 发出一道道金色光芒 悬浮在铜顶之上 秀 这些符文瞬间被纳入鸿蒙塔碎片之上 被鸿蒙塔碎片不断烙印 推演 排列 过了一小会儿 鸿蒙塔碎片将一篇玄妙的经文 传入终神秀的灵魂 空气篇 到手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立刻盘膝坐下 认真感悟这篇经文 半个时辰后 终神秀睁开眼睛 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他缓缓站起身来 眼前的青铜鬼纹顶 此刻已经彻底碎裂 化作几大块堆积在地上 没有过多停留 终神秀直接转身离去 七块石壁坐在了广场 成了 严陈鱼眼中浮现一道道神秘的符文 终于还是得到了 这块石壁上面的身法 这块石壁上的 所记载的是一门强大的身法武技 名为踏星 修炼到极致 甚至可以一步踏出星空 横跨星辰之间 强悍无比 严陈鱼往严落雪看去 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之色 严落雪在他参悟这块石壁的时候 已经在其余六块石壁之间徘徊了几次 所得到的造化 绝对不止一门 见严陈鱼看过来 严落雪昂了昂下巴 眼中带着一丝得意 除了严陈鱼所在的那块石壁 他没有去参悟外 其余的六块石壁 他均参悟了一遍 上面的强大武学 全部到手 哼 小人得志 严陈鱼冷然一笑 严落雪一听 顿时不爽了 他立刻瞪着严陈鱼道 我小人得志怎么了 你就是个废柴 那么久的时间 估计连一块石壁上的传承 都没有参悟透彻吧 严陈鱼缓缓站起来 面无表情地走向严落雪 你 你想做什么 严落雪心中一宁 下意识地退后 他嘴上的功夫不错 但是对于严陈鱼的话 他还是非常忌惮地 不愿轻易动手 损祸 废物 严陈鱼停下脚步 不懈地扫了严落雪一眼 天赋再强又如何 参悟的速度再快又如何 我只需要往前稍微走一步 都能让你没有面对我的勇气 严落雪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才怂 不服气 就打架啊 你看我到底怕不怕你就完了 打架 你也配 败在我手中之人 就没有资格被我当作对手 我给你追赶的时间 你却连我的影子都看不到 甚至我的脚印 都注定是你遥不可及的梦 严陈鱼冷然一笑 你 可恶 严落雪攥紧拳头 恼怒无比 好气啊 这么瞧不起自己吗 第67章 入住担风 控火之术 恰在此时 终神秀出现在这里 师尊 严陈鱼不再理会严落雪 立刻走向终神秀 脸上浮现一抹甜美的笑容 与刚才的样子 完全不同 切 你师尊给你灌迷魂药啊 对他的态度 和对别人的完全不同 严落雪心中嘀咕 终神秀看向严陈鱼 淡淡地问道 如何 成了 严陈鱼轻轻点头 那门踏心身法武技 玄妙无比 他只是刚弄到手 还未完全掌握 这需要花时间去继续领悟才行 还有一点时间 感兴趣的话 就去其余的石壁看看 终神秀轻语道 瞧不上 严陈鱼扫了严落雪一眼 眼中露出一抹讥讽 你以为我不能仓悟那六块石壁吗 我就告诉你 那是我瞧不上 嘴硬 严落雪撇撇嘴 终神秀也没有多言 一点武学传承而已 瞧不上就瞧不上 多大点事情 很快 又过去半个时辰 嗡 圣风爆发一股恐怖的排斥力 众人瞬间被挤出圣风 广场中 参悟的如何 赵无极看向众人 其余八人满脸苦涩 参悟了一个时辰 他们没有丝毫收获 严落雪娇声道 我参悟了几门武学 感觉还不错 好 赵无极眼中露出欣慰之色 忍不住对严落雪伸出大拇指 他又看向严陈鱼 问道 严陈鱼 你呢 严陈鱼道 没有收获 啊 赵无极愣了一秒 深深地看了严陈鱼一眼 不再多问 他可不认为严陈鱼真的会毫无收获 你呢 赵无极对忠神秀道 没参悟 忠神秀淡然道 赵无极翻了一个白眼 没参悟 你还去盛牙 去看那里荒凉的风景吗 你骗鬼呢 好吧 都散了 他轻轻挥手 也不再多说什么 藏风垫 收拾下东西 我们去丹风 忠神秀轻语道 好 严陈鱼立刻去收拾东西 对丹风也极为向往 那里的灵气 绝对不是外界能比的 没过多久 两人出现在丹风上 龙玉的灵气扑面来 严陈鱼欣喜地看着四周 这里的灵气好浓郁 这丹风同样巨大无比 众都宫殿坐落 极为气派 环境也非常美丽 远不是外面可以比的 更为关键的是 这里的灵气无比浓郁 在这里修炼一月 抵得上外界三年 哈哈 欢迎你们来到丹风 徐福飞尸而来 满脸笑容地看着 终神秀二人 从现在开始 丹风就多了一位 六品炼丹师 保不准以后 他还得找终神秀 请教一下丹道 终神秀轻语道 徐丰主 先带我们去住的地方吧 已经提前给你们准备好了 随我来 徐福笑着在前面带路 原本他打算召集 丹风的所有人 给终神秀师徒 来个欢迎仪式 不过想到终神秀 可能不喜欢这些虚无的东西 他就果断放弃了 一会儿后 徐福带着终神秀师徒 来到一座独立的山峰上 山峰之巅 有一座极为豪华气派的大殿 周围全是古老的树木和花朵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味 而且还有一个宽阔巨大的后山 后山有湖泊 瀑布 灵兽等等 非常美丽 这座山峰 是丹风灵气最为浓郁的两峰之一 从今往后 你们就住这里 有任何需求 都可以和我说 徐福笑着介绍道 这里确实不错 有劳徐丰主了 终神秀轻轻点头 对于这里倒是比较满意 闲聊了一番之后 徐福道 我还有点事情要解决 便先去忙碌了 徐丰主去忙吧 不用理会我们 终神秀轻语道 告辞 徐福笑着离去 终神秀看向四周 在这里 一夕可以看到另外四峰 除圣峰被禁止封锁 显得有些暗淡外 其余三峰 均散发着奇特的光芒 看起来也极为不简单 圣峰 武峰 气峰 阵峰 阎晨鱼盯着远处那四座山峰 在这里可以将四座山峰收入眼底 终神秀的目光落在大殿的牌匾上 牌匾上面是空的 尚未取名 师尊 这座大殿 你来取个名字吧 阎晨鱼轻声道 就叫藏峰殿吧 这事情交给你来做 终神秀说完 便副手进入大殿 嗯 阎晨鱼寄出一柄长剑 剑气弥漫 对着牌匾挥去 快速雕刻 一会儿后 藏峰殿三个字出现 这样就顺眼多了 阎晨鱼脸上露出一某笑容 收起长剑 往大殿里面走去 大殿里面极为宽阔 装饰豪华无比 里面有药材格 藏书格 丹药格等等 非常齐全 在大厅的位置 还摆放着一个炼丹炉 可以在这里牵引地火 直接炼制丹药 很是方便 可以在这里炼丹 好地方 阎晨鱼眼睛一亮 终神秀陈应道 你想要学习炼丹术吗 阎晨鱼一愣 问道 我可以吗 炼丹需要的是天赋 他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只要你想学 都可以 终神秀淡然道 天赋固然重要 但后天的努力 以及一位合格老师的教导 才是最为关键的 那我要学 阎晨鱼神色严肃地说道 既多不压身 尤其是对于修炼者而言 时常需要服用丹药 若自身就是一位炼丹师的话 那倒是能省去不少麻烦 终神秀从储物戒指里面 取出一份卷轴 这是他从天圣炼树上 推演出的一门普通控火术 暂时倒是可以给严晨鱼使用 半月内 掌握这门控火术 时机成熟 我会传你炼丹之术 终神秀将卷轴递给严晨鱼 严晨鱼接过卷轴 认真地看了一下 点头道 我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接下来的半月时间 你就在这里休息这门控火术 待你掌握之后 我再给你一样东西 终神秀说完之后 便往旁边的藏书阁走去 控火术 严晨鱼盘膝坐下 开始参悟这门控火术 前期需要先熟练 之后便要尝试牵引这里的地火 第六十八章 朱雀神火 都退下吧 藏书阁中 终神秀随手拿起一本大陆意志 这片大陆 名为天荒 天荒大陆 巨大无比 被划分为众多板块 熟知的分别是一周四荒 中周 东荒 西荒 南荒 北荒 每一个板块都巨大无比 藏着诸多古老境区 纵然是天地间的一些强者 若无特殊办法 都很难跳脱板块 前往外界的天地 而在五大板块外 还有一些未知地带 不可踏足 无人去探查过 极为神秘 每一个板块之间 均有戒壁 若是没有传颂阵 很难跨越 除非是圣人级别的强者 才能破开戒壁 横跨各域 终神秀所在的南荒 只是一个极为巨大 且偏僻的地带 但即使如此 这里依旧有诸多的圣地 宗门 动天伏地助力 算起来 圣道学院和天舞学院 只是南荒各大势力之中 两个处在中游的存在 因为两大学院 都没有圣人坐镇 分量极为一般 终神秀随手翻开大陆之意 随便看了一下 里面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他所了解的 这著作大陆之意的人 或许还没有我了解这片大陆 他摇摇头 将大陆之意放下 半月之后 哄 大殿中 传出一道细微的声音 严陈渝牵引出地火 地火化作一条火蛇 围绕着炼丹炉旋转 半月的时间 他终于将控火树掌握 终神秀走了过来 师尊 你快看 我彻底掌握控火树了 严陈渝欣喜地说道 终神秀轻轻点头 还算不错 虽然严陈渝的控火树 在他眼中充满了无数的瑕疵 但对方能在短短半月的时间 掌握到如此程度 也还算不错 嗯哼 得到终神秀的夸赞 严陈渝非常开心 感觉一切的努力 都是值得的 终神秀出储物戒指里面 取出一个白玉瓶子 打开瓶盖之后 嗡 一团浓郁的火焰瞬间冲出来 带着狂暴的力量 周围的温度骤然提升 这团火焰 正是终神秀在炼药师大会 获得的六级妖兽的授火 上面的力量极为可怕 终神秀淡然道 这是六级妖兽的授火 上面设下了封印 接下来的几天 你就炼化这团授火 后续的一个月 我带你去天忧古玉 炼丹之时 往后再说 天忧惠盟在天忧山举行 而离天忧山最近的 就是天忧古玉 那里是三不管地带 众多黑市 黑暗势力齐聚 极为复杂 对终神秀而言 天忧山并未任何特殊的大造化 唯有那天残道一 还算能勉强入眼 前往天忧古玉 也只是顺路去一个禁区 那里藏着圣徒术第二部分 按照剧情走向 天忧惠盟后 会有一些大势力的强者 攻打那片禁区 他倒是可以去看看情况 六级妖兽的兽火 严晨渝神色一愣 这东西太过珍贵了 六级妖兽 相当于万象镜的强者 一尊六级妖兽 完全可以将圣道学院 屠戮一遍 根本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挡 师尊又是如何获得此物的 他真的太神秘了 有问题 终神秀眉头一挑 没问题 严晨渝连忙摇头 以他此刻的掌握的控火术 炼花这团被封印的兽火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中神秀轻轻点头 便不再理会 这点小事情 应该难不住严晨渝 哄 突然 大殿微微一震 中神秀眉头一挑 往大殿外走去 远处有一股恐怖的力量传开 天眼塔 中神秀按道一句 立刻飞升而去 丹丰深处 有一座七层烈焰宝塔 这是丹丰重地之一的天眼塔 传闻瓷塔里面有一朵八级妖兽的兽火 名为朱雀神火 起初丹丰的一些强者炼制丹药 便要驱动阵法 丹丰衰败并无人可以操控朱雀神火 所以 这朵火焰也陷入了沉寂状态 天眼塔上空 烈焰冲天起 狂暴的威压爆发 震得天穷颤动 护风大震咔咔作响 此刻 在天眼塔外 站着十几位丹丰的长老和弟子 怎么回事 这朱雀神火怎么会暴动 因为长老神色凝重无比 在这朵朱雀神火的威压下 他们没有丝毫办法 云瑶立刻联系徐丰主 有人沉声道 我师父之前出去了 赶回来还需要点时间 其余几封的强者呢 无法 三日前大厦边境出现一头可怕的六级妖兽 赵院长带着学院子府镜以上的强者前去阻拦 暂无音讯 现在除了闭关的大院长外 学院并无多余的强者 众人脸色难看 这朱雀神火之前还好好的 今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竟然直接暴动了起来 恰好胜到学院的强者还出去了 完全没有办法 不管了 我们一起出手 先修补封印 一位子府镜的长老深吸一口气 子府镜修士 面对八级售火 根本没有半点底气 好 其余的长老点点头都退下吧 就在这时 一道淡漠之声响起 终神秀副手出现在这里 中风主 看到终神秀的时候 众人一愣 终神秀 云摇眼中则是闪过一道光亮 谁能想到 终神秀现在会变成单风的副风主 不过终神秀这家伙的实力 确实很强大 终神秀扫了众人一眼 淡漠道 阎洛雪 今日可是来过丹风 来过 云摇连忙道 之前徐副剑阎洛雪天赋不错 打算传授对方一些炼丹之术 今日阎洛雪曾来过丹风查阅点击 终神秀并无丝毫意外 原文之中 天眼塔一变 便是那朵朱雀神火 感受到了阎洛雪身上的天凤地印 朱雀遇见凤凰 自然会有所暴动 这里交给我即可 终神秀淡然道 这 众人一听 不经神色一正 虽然不知道终神秀 如何成为丹风附风主 但他们对终神秀的印象 还停留在过去 这家伙说 这里交给他 能行吗 终神秀皱眉道 退下 大家都退后 这里交给终风主 云摇凝声道 他见识过终神秀的实力 知晓对方能够成为丹风附风主 肯定是有特殊原因的 或许他真的可以解决 这朱雀神火的暴动 众人犹豫了一下 还是默默地退后 他们倒是想看看 终神秀会怎么办 若是到时候真的出了问题 他们也只能继续想办法补救 只希望学院的强者 能够快点赶回来 第69章 大惊小怪 镇压神火 哄 天眼塔内 一阵巨响传出 阵法被冲开 天眼塔最上面的一层碎裂 更为恐怖的烈焰喷涌出 咔嚓 护风大阵出现一道道裂痕 火焰灌入虚空 撕裂苍穹 焚烧久消 天语化作一片火海 无数云层疯狂颤动 黄蜂之声不断作响 不好 众人脸色巨变 下意识地要出手 钟神秀淡淡地看了众人一眼 示意众人不用动手 中风主 再不出手就晚了 一位子府境的长老沉声道 阵法已破 朱雀神火很快便会出来 到时候一旦发起攻击 整个丹风恐怕会在瞬间灰飞烟灭 朱雀神火 来是八级妖兽朱雀的火焰 而八级妖兽 则是相当于问道境的强者 一旦他出来 整个圣道学院 无人可挡 慌什么 钟神秀背负双手 语气淡漠 众人见钟神秀这样子 不禁眉头紧锁 揪 突然 一阵高亢的鸣叫声响起 一道烈焰光柱 从天眼塔中冲出 直入虚空 天眼塔瞬间爆裂 狂暴的气浪 席卷四面八方 整个丹风瞬间摇晃起来 虚空不断碎裂 哄 一头烈焰朱雀 冲天起 扶摇直上 翅膀挥动 万丈烈焰扫向四周 道文浮现 波纹阵阵 割裂空间 横掘九天 凶力无比 这并非真正的朱雀 而是朱雀神火 正在演化朱雀的样子 非常可怕 这下真的完了 众人双腿一软 满脸死尽 大惊小怪 钟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一步踏出 瞬间出现在虚空中 站在朱雀神火面前 他的眼中 没有丝毫波澜 朱雀神火的威压 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因为他身上的天荒地落眼 更为恐怖 这 众人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盯着钟神秀 对于钟神秀 能够成为单风附风主 众人还是极为震惊的 但也隐隐明白 钟神秀肯定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此刻亲自见到钟神秀 展露修为 他们还是非常惊愕 若是以后 谁还敢说 钟神秀式的普通人 他们绝对一记大逼兜子甩过去 而且 此刻钟神秀 竟然不惧朱雀神火的威压 这就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这家伙到底有波强 难怪他能成为单风附风主 看来大院长和徐风主 果然没有在此事上乱来 云瑶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些什么 众人不禁看向云瑶 云瑶眼中闪烁着光亮 似乎早就知道钟神秀的修为 我见过他展露修为 但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强 他竟然不惧朱雀神火的威压 云瑶眼神悠悠 他见过钟神秀的实力 但是此刻看到对方无惧八级妖兽的受火 他其实还是感到无比的震撼 就 虚空中 朱雀神火发出一声高昂的叫声 翅膀挥动 瞬间扑向钟神秀 似乎要将钟神秀吞噬 钟神秀神色淡漠 随手伸出 手掌快速按在朱雀神火的脑袋上 天荒地落岩的威压骤然爆发 朱雀神火感受到天荒地落岩的威压 身体一颤 竟然直接安静了下来 神火身上的威压不断消散 周围的烈焰快速消失 一会之后 虚空归于平静 漫天烈焰消失不见 护风大阵自动修复 朱雀神火变得只有八掌大小 化作一只小火鸟 在钟神秀的手掌之中 欢快地跳动 显得非常活跃 钟风主竟然这么轻易 就制服了朱雀神火 朱雀神火乃是八级妖兽朱雀的火焰 就这样被制服了 朱雀神火是学院圣人镇压在这里的 可重伤问道尽的强者 钟风主却能随手将其镇压 他到底有多强啊 众人神色呆滞地看着钟神秀 钟神秀看向化作一片废墟的天眼塔 他伸出手 一道力量轰入天眼塔之下 咻 下一秒 一颗赤红色的蛋飞出来 这颗蛋看起来极为不凡 有西瓜大小 上面有古老的火焰图腾 犹如丝网浮现 道运浑然天成 散发着荒谷之气 弥漫的威压 竟比朱雀神火还要可怕 赤色蛋飞到钟神秀面前 钟神秀轻轻挥手 朱雀神火飞向这颗蛋 被不断吞噬 上面的火焰图腾闪烁着光芒 道运弥漫着恐怖的威压 片刻之后 朱雀神火彻底被吞噬 这颗蛋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威压全部消失 甚至连火焰图腾都被隐藏了起来 看起来极为普通 钟神秀神色平静地 看着手中的蛋 其实朱雀神火便是源自这颗蛋 这里面有一头沉睡的朱雀 钟神秀将朱雀蛋收起来 看了下方的众人一眼 但没道 剩下的事情你们解决 说完 他便副手离去 众人依旧满脸呆滞地看着钟神秀消失的背影 久久难以反应过来 本以为是一场蔑视灾难 没想到 却被钟神秀轻易解决了 过了好一会儿 众人才反应过来 他们互相看了彼此一眼 眼中依旧充斥着骇然 钟风主 到底有多强 一位子府进的长老开口 声音有些嘶哑 谁知道呢 反正很强大 另外一位长老摇头道 秀 就在这时 一道残影飞尸而来 来人正是徐福 见过徐风主 众人快速行礼 天眼塔被毁了 朱雀神火呢 徐福神色急切地问道 一听说朱雀神火暴乱 他便快速赶回圣道学院 没想到 还是晚了半步 云瑶连忙道 朱雀神火被钟风主镇压了 啊 徐福一听 不禁愣了一秒 细说一下 徐福凝声道 云瑶立刻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徐福听完之后 满脸的震惊之色 钟神秀那家伙 单到实力强大也就罢了 修为也这般恐怖的吗 深吸一口气 徐福看向众人 神色平静地说道 这毕竟是我单风自己的事情 钟风主出手之事 大家莫要乱传 知道吗 一位长老苦笑道 这倒是没有问题 但若是其他人问及朱雀神火的事情 我们该怎么说 毕竟今日动静太大了 你们合力出手 不敌朱雀神火 让他跑了 徐福淡淡地说道 懂了 众人连忙点头 第七十章 六级妖兽 火焰鸟蛋 三日之后 五风上空 一头六级青鸾展翅飞过 滑开云层 威势滔天 高亢的叫声 震动九霄 在青鸾的头顶上 站着一位白裙女子 白裙飘逸 长发舞动 正是阎洛雪 她的脸上带着欣喜之色 几天前 这头青鸾在大厦边界作乱 圣道学院的强者前去抵抗 结果却根本不是对手 最终凤华出手 青松将这头六级妖兽镇压 还将其带回了圣道学院 现在这头青鸾是阎洛雪的宠物 这就是那头青鸾吗 看起来太可怕了 六级妖兽 相当于万象镜的强者 自然很恐怖 相对而言 凤华丰主才是真正的可怕 因为这头青鸾 就是被他抬手镇压的 四 抬手镇压六级妖兽 凤华丰主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到底有多强 我倒是不知道 但有人称他为圣道学院第一人 五峰的一些人 抬头看向虚空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还有一丝莫名的羡慕 阎洛雪不但拥有凤华这样的师傅 而且还拥有一头六级妖兽宠物 以后谁还敢招惹他 一般人饲养灵兽 都是那种妖气极为稀薄的 很好养熟 而强大的妖兽 则是很少有人敢养 更别说将其当作宠物 阎洛雪站在青鸾头顶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师尊给他准备的这头宠物 真的太厉害了 阎晨鱼纵然有那个破炉子又如何 难道面对自己的青鸾 那个破炉子 还能翻起多大的浪花不长 以后那个破炉子 对自己将会毫无威胁 青鸾 去丹丰 阎洛雪嘴角上扬 得带着自己的青鸾 去找回面子 之前总是被阎晨鱼 用那个破炉子威胁 他感觉很郁闷 这次得把面子找回来才行 就 青鸾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远处的丹丰冲去 藏风垫中 成功了 阎晨鱼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犹如青帘绽放 光彩照人 美丽无比 他伸出鲜鲜玉手 一团火焰在他手掌上跳动 灼热的气息弥漫 带着可怕的威压 周围的空气在颤动 三天的时间 他成功练化这朵六级兽火 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底牌 嗯 速度比我想象中快不少 终神秀副手走过来 师尊 我是不是很厉害 严晨鱼昂着雪白的下巴 眼中充满了骄傲 还算不错 但离厉害二字 差得很远 终神秀摇摇头 天地辽阔 强者无数 纵然是他 掌握着强大的底牌 他也不敢说 自己有多厉害 哦 严晨鱼依旧满脸笑容 他知道 师尊是怕他太过骄傲自大 他会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因为这是师尊教给他的东西 但他肯定不会过于自负 因为自负的人 往往下场都会非常惨 终神秀伸出手 朱雀蛋飞出 他将朱雀蛋递给严晨鱼道 这颗蛋给你 想办法调动你灵魂深处的混沌清廉 每日以混沌清廉的气息温养 里面有一头不错的小宠物 就看你能否让他孵化 让他认可你 将太古凶兽之一的朱雀 说成是小宠物 估计也就终神秀一人了 严晨鱼眼睛一亮 脸上露出一个小酒窝 他将朱雀蛋接过来了 抱在怀里 轻轻抚摸了一下 只觉得这颗蛋极为不简单 不禁好奇地问道 师尊 这是什么灵兽的蛋 饲养灵兽 在这片天地并不少见 甚至有一些宗门 就是以玉兽为主 拥有一头强大的灵兽 可以在战斗之中 起到决定性作用 灵兽 终神秀正了一秒 太古凶兽和灵兽可不同 灵兽性格温和 饲养起来非常简单 而太古凶兽 则是性格极为暴力 若是没有 让其幸福的力量 一般很难饲养成功 也就一只普通的火焰鸟 在没有孵化之前 你可以用这颗蛋杂人 终神秀淡然道 哦 严晨鱼脸上浮现甜美的笑容 不管是什么灵兽 只要是师尊送他的 他都会好好地孵化 好好地饲养 他也很好奇 师尊说的 这火焰鸟长什么样子 竟然还需用混沌之气去温养 颜晨鱼 出来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从丹丰响起 颜落雪 颜晨鱼眉头一挑 那个废柴又要做什么 皮子痒了吗 师尊 我出去看看 颜晨鱼立刻走出大殿 山峰之上 青鸽展开翅膀 体型巨大 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妖气 使得天地一阵颤动 丹丰的众人 感受到青鸽的气息 不经神色大惊 纷纷冲出 徐浮神色凝重地 盯着虚空中的青鸽 之前 他们就是 去解决这只青鸽 可惜一群人联手 都不是这青鸽的对手 六级妖兽 自然非常可怕 相对于这头青鸽而言 那凤华才是真正的深不可测 抬手之间 便可镇压这头六级妖兽 那等实力 让人震撼 不过 我担风的中风竹也不弱 徐浮脸上露出一抹怪异的笑容 凤华抬手可镇六级妖兽 而终神秀 则是挥手之间 镇压八级妖兽的兽火 更胜一筹 严晨瑜 你终于出来了 严洛雪站在青鸽头顶 傲然地看着严晨瑜 就 青鸽鸣叫 恐怖的威压爆发 好强的妖兽 严晨瑜目光一凝 面对这头青鸽的威压 他只觉得 全身血脉仿佛要停滞一般 问 就在这时 他灵魂深处的混沌青鸣 微微一颤 一道青光浮现 那股席向他的威压瞬间消散 严晨瑜往前踏出一步 冷视着严洛雪道 废物 你又发什么疯了 你 你才是废物 看到我这头青鸽没有 他现在是我的宠物 你可敢与我一战 我允许你用那个破炉子 严洛雪迎牙一咬 一口一个废物废柴 他哪里废了 钟神秀副手走出大殿 不能让他们乱来啊 问题不大 钟神秀淡淡地回了一句 徐福文言 哑然一笑 也不再多言 有钟神秀镇场子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青鸽再强 难道还能强过朱雀神火 第71章 可敢一战 废柴一根 严晨瑜 可敢一战 严洛雪站在青鸽头顶 神色傲然 他可不认为 严晨瑜真的敢和他一战 毕竟此刻他脚下的 可是六级妖兽 相当于万象镜的强者 哪怕是圣道学院的大院长 都没有踏入这个境界 带着青鸽来这里 只是为了压一压 严晨瑜的嚣张气焰 嚣张 严晨瑜脸色阴沉无比 面对这头凶威滔天的青鸽 他还真的没有丝毫办法 哪怕是身上的那个破炉子 也给不了他多少安全感 嗡 就在这时 严晨瑜怀中的那颗猪雀蛋 微微颤动 欲要脱离严晨瑜的手 直接砸向那头青鸽 青鸽的威压 仿佛冒犯到他了 严晨瑜紧紧地抱着猪雀蛋 眼中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这颗蛋竟然传出了 一抹细微的意识 让他不要怂 他又看了一旁的中神秀一眼 却见中神秀神色平静 似乎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严晨瑜有所明误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看向严落雪 冷笑道 废柴一根 不就是一战吗 你真以为我怕你 啊 严落雪闻言 不禁神色一乐 以为自己听错了 严晨瑜竟然真的要和他一战 我 我的青鸾可是六级妖兽 相当于万象镜的强者 你真的要和我一战 严落雪神色犹豫 他来这里 只是为了吓吓严晨瑜 压一压对方的嚣张气焰 可没打算真正和严晨瑜一战 六级妖兽何其可怕 一旦发威 恐怕严晨瑜会在瞬间灰飞烟灭 若是对方真的死了 他还不好交代 你觉得我在和你开玩笑 严晨瑜脚踏连步 衣美飘飘 长发舞动 身影一闪 残影浮现 瞬间出现在虚空中 宛若话中仙子 陈鱼落雁 气质清朗 这都挑衅到丹风来了 若是不给对方点教训 还以为他好欺负 严落雪见严晨瑜 那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心中有些恼目 他咬牙道 很好 找念事吧 青鸾 教训一下他 就 青鸾瞬间挥动翅膀 两道青色飓风出现 骤然冲向严晨瑜 周围的空间不断挤压 六级妖兽实力强大 哪怕只展露出一点点威压 依旧凶猛无比 见飓风袭来 严晨瑜没有多言 直接将手中的朱雀弹砸出去 哄 当朱雀弹飞出去的时候 那两道飓风陡尖崩碎 空间骤然碎裂 倒到裂痕浮现 嗡 朱雀弹悬浮在空中 爆发一道太古凶威 烈焰冲出 焚烧天穷 天雨化作一片火海 周围的温度不断增加 青鸾的羽翼上出现了一团烈焰 快速燃烧起来 揪 青鸾顿时犹如惊弓之鸟 身体一颤 不断挥动翅膀 直接将严洛雪甩下去 然后便是一阵悲鸣大叫 疯狂万壮 青鸾 严洛雪稳住身躯之后 神色一荒 根本控制不住青鸾 严晨瑜也是一愣 这颗猪雀弹的威压 超出他的想象 竟然让这头六级妖兽 如此狼狈 普通的火焰鸟 师尊又在骗人 不好 突然 严晨瑜瞳孔一缩 因为那头青鸾惊恐逃窜之际 正冲向藏风殿 钟神秀此刻就站在大殿前 师尊 小心 严晨瑜神色惊慌 连忙冲上去 却是晚了一步 那头青鸾速度极快 巨大的身躯 即将将中神秀撞成血污 中神秀依旧背负双手 神色平静无比 在青鸾撞来的时候 他的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一股天荒地落眼的凶微弥漫 瞬间将青鸾锁定 就 青鸾身体一颤 眼中露出金锯之色 竟然在中神秀面前 直愣愣地停了下来 哪怕是虚空中的猪雀弹 此刻也安静了下来 收敛所有威压 将周围的烈焰吸回去 根本不敢露出丝毫暴力之气 显然是感受到了 天荒地落眼的威压 中神秀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青鸾的脑袋 青鸾身上的烈焰纷纷消散 就 烈焰散去 青鸾发出一道鸣叫声 气息内敛 轻轻蹭了一下中神秀的手掌 显得极为温顺 若是不温顺 中神秀一巴掌拍下来 他的脑袋就爆炸了 这 颜沉鱼和颜落雪都是一愣 我的青鸾 颜落雪呆呆地看着青鸾 自己的青鸾好像要被拐跑了 颜沉鱼心中则是松了一口气 师尊真的太神秘了 这坨强大的青鸾 竟然在他面前如此温顺 他到底有多强啊 去吧 终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青鸾飞身来到颜落雪面前 他看了一眼朱雀蛋 眼中还有一丝慌乱 青鸾 你没事吧 颜落雪连忙伸手抚摸着青鸾的脑袋 颜沉鱼伸出手 朱雀蛋回到他手中 他不屑地扫了颜落雪一眼 我说过了 被我击败之人 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无论是拼修为还是拼法宝 宠物 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没用的废柴 这杂后我师尊没事 否则我不介意包了你的皮 哼 可恶的颜沉鱼 我不想理会你 青鸾 我们走 颜落雪有些颓废 灰溜溜地带着青鸾离去 他打算快速突破紫府境 到时候看颜沉鱼怎么说 圣品天赋 竟然被颜沉鱼挂上了废柴的标签 退一步越想越气 大家都散了吧 徐福的声音响起 丹风的众人笑着离去 心情莫名的不错 纵然是一头六级妖兽来他们丹风 也翻不起一丝浪花 这是不是在说明 他们丹风已经开始雄起了 藏风垫前 颜沉鱼抱着朱雀蛋 对终神秀道 刚才吓死我了 还好师尊没事 终神秀神色弹幕 没有说话 颜沉鱼又问道 师尊 这颗蛋到底是什么灵兽的 竟然那么可怕 都说了是一头普通的火焰鸟 终神秀轻轻挥手 没什么兴趣谈论这个话题 哦 颜沉鱼伸了一下粉蛇 有些俏皮 或许师尊的意思是 对他来说是一头普通的火焰鸟 第七十二章 深不可测 有些诡异 武风 一座大殿中 师尊 颜洛雪垂头丧气地走向凤华 凤华坐在一个蒲团上 缓缓睁开眼睛 但笑道 吃亏了 颜洛雪绝了一下嘴 那颜沉鱼不知 从哪里弄来了一颗火焰蛋 一阵烈焰爆发 我的青鸽根本不是对手 火焰蛋 凤华眼中露出一抹思索 师尊知道那颗蛋吗 颜洛雪好奇地问道 传闻西年圣道学院的圣人 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尊朱雀 后来丹丰便有了朱雀神火 但那尊朱雀却是不知所踪 或许 你说的那颗火焰蛋 里面的就是朱雀 凤华轻语道 之前那道气息 就是朱雀的 青鸾血脉品级也很高 纵然是寻常的七级妖兽 也不一定能够镇住它 但若是那尊朱雀的话 倒是可以理解 朱雀 颜洛雪微微一愣 本以为自己拥有一头六级妖兽很厉害了 没想到颜沉鱼更厉害 竟然有一颗朱雀蛋 这是要把自己压得死死的呀 凤华摇摇头 朱雀乃是太古凶兽 性格凶利 很难孵化 纵然是圣道学院的那位圣人 也没有被其认可 颜沉鱼倒是不错 但想要让朱雀认可 很难 那还好 颜洛雪松了一口气 要是颜沉鱼真的养了一尊朱雀 他还真的会被一直压制 若只是一颗尚未孵化的蛋 那他还有机会搬回面子 对了师尊 这次青鸾扑向中神秀的时候 青鸾竟然变得无比温顺 他好像非常害怕中神秀 颜洛雪又道 中神秀 凤华眼中浮现一抹沉思 过了一会儿 他沉吟道 那位中风主深不可测 你可不要去招惹他 暂时也不要去招惹颜沉鱼 他们师徒有些诡异 可不是吗 颜沉鱼本就是下品谁属性倒映 结果呢 自从拜师中神秀之后 就一路开始逆袭 甚至还一直压制 拥有圣品刀印的颜洛雪 这让凤华感到意外 当然 其中的关键 肯定在于那中神秀 相对而言 那中神秀才是最为神秘的 师尊 你可知中神秀是什么境界 我不相信他没有半点修为 颜洛雪好奇地问道 我看不透他的修为 凤华摇摇头 师尊都看不透 颜洛雪有些诧异 凤华到底有多强 颜洛雪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点 那就是 他的师尊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凤华轻语道 一般而言 只要对方的修为 没有超越圣人之境 你师尊我都能看透 但中神秀却是一个例外 我根本看不透他的修为 若是说他有 超越圣人的修为 我却有些不相信 这才是让我感到诧异的地方 不过无论如何 这人都不简单 莫要轻易招惹 既然是看不透的人 那就该保持几分理智 莫要随意挑衅 谁知道对方 到底有什么强大的底牌 年轻人之间的交锋 如果能够进到对方头上 那就说不定了 嗯嗯 我暂时也打不赢颜尘鱼 师尊 我想突破了 颜落雪神色严肃地说道 寻常人想要踏入子府境 极为困难 需要做各种准备 但是他有种直觉 自己想要突破 就可以轻松突破 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没有丝毫瓶颈可言 凤华但笑道 暂时不用忙地突破 你得在练须境好好沉淀一下 离天幽会蒙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接下来 师尊带你去天幽谷域历练一番 你现在最为关键的 不是提升境界 而是挖掘天凤低应的力量 这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里面藏着诸多奥妙 你得好好挖掘才行 好吧 我听师尊的 颜落雪认真的点头 单风 终神秀背负双手 清语道 接下来 我带你去天幽谷域 嗯 颜沉鱼轻轻点头 他已经让人给夏皇传过消息 到时候 直接去参加天幽会蒙 就 山空 清卵之声响起 凤华和颜落雪站在上面 凤华但笑道 中风主 你也要带弟子去天幽谷域吗 一并如何 也好 终神秀轻轻点头 随手抓住颜沉鱼的手腕 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清卵背部 好快 感受到终神秀的速度 颜沉鱼心中一惊 这样的速度 是他难以理解的 师尊好厉害 颜落雪也是神色一愣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算起来 对方似乎也才十八岁吧 凤华但笑道 中风主藏得好深啊 凤某竟然难以看透嘶吼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说道 凤华道友也不赖 你来自的那个古族 更加深不可测 凤华瞳孔一缩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惊疑 对方知道他的底细 终神秀淡然道 凤华道友不用如此紧张 我知道的也不多 凤华深吸一口气 对着终神秀微微抱拳 对终神秀充满了忌惮 所谓知道的不多 但肯定是该知道的全知道 看来以后是不能继续试探 终神秀这家伙了 否则对方要是当众 透露出一些东西 那就糟糕了 严晨渝和严洛雪盯着两人 明显感受到了一丝诡异 九 青鸾速度极快 滑破虚空 冲向远处 从大厦前往天幽谷域 以青鸾的速度来算 最多只需要一个时辰 天幽谷域 巨大无比 处在大厦 北梨 天兰 玄丰 四大皇朝的交界处 东靠玄魔陵 南陵赤焰沙漠 北街天幽山 属于一个三不管地带 因此 这里助力着诸多的黑暗势力 极度混乱 杀人夺宝 西松平常 各种黑暗交易参差不齐 对很多人而言 这里是一个禁区 轻易踏足 容易把小命丢在其中 半个时辰后 青鸾出现在赤焰沙漠上空中 神秀清语道 凤华道友 我就带小徒 在这赤焰沙漠历练一番 暂时不入天幽谷玉 也好 凤华轻轻点头 他打算带阎落雪去玄魔陵 那里面的东西 立于阎落雪 感悟天凤地印 告辞 终神秀身影一闪 带着阎晨鱼 飞向下面的无尽大漠 第七十三章 赤焰沙漠 赤观火蟒 广袤无垠的烈焰沙漠中 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 吞噬万物 仿佛要将一切生命烤熟 让人感到窒息 赤红色的沙粒 反射着耀眼的光芒 犹如一片无边无际的火海 不见彼岸 远处的沙丘连绵起伏 像是一座座巨大的沙山 高低不一 错落有致 这便是赤焰沙漠 一片古老的地带 号称沙海境地 传说中 这里曾经是生灵的战场 无数的强者在这里战斗 最终形成了这片沙漠 这里有无数强大的妖兽 但也藏着诸多的宝藏 所以 时常会有一些修士前来探索 一座沙丘上 中神秀和阎晨鱼现身 周围有一股极为厚重的压力 狠狠压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行动受阻 这是赤焰沙漠的特征 越是靠近深处 压力越大 师尊 你到底有多强 阎晨鱼好奇地问道 中神秀神色淡漠 这种无聊的话题 他没有兴趣谈论 救命 救命啊 突然 不远处传来一阵求救声 只见一群人 正在急匆匆地往这边跑来 而在他们身后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追赶 地面上的沙粒不断凸起 沙尘冲天 遮掩视线 那群人看到中神秀和阎晨鱼之后 更是加快了速度 找死 中神秀与其一冷 一巴掌拍出 哄 一道虚空大手印出现 那群人还未靠近 便被一巴掌拍成血雾 连根毛都没有剩下 甚至连带着周围的几座沙丘 都被夷为平地 想要霍水东营 这不是找死吗 我师尊 好残暴 阎晨鱼正正地看着中神秀 自己这师尊 似乎不打算继续装下去了 好 一头火焰巨蟒 从沙粒之中冲出来 漫天沙粒飞溅 沙尘升起 滔天威压席卷四面八方 狂风呼啸不断 火焰巨蟒 身躯长达三十多米 体型有三四个成年人 怀抱那么粗 身上布满赤色灵甲 头顶还长着两个凸起的血色肉关 胸微滚滚 一双凹陷的眼睛 散发着嗜血幽光 妖气浓郁 射人心魂 四级妖兽赤光火蟒 中神秀眉头微微一挑 这里算不得赤焰沙漠深处 为何会有四级妖兽出现 看来刚才那群人士 得到了什么特殊的东西 严晨鱼也是目光一鸣 这头妖兽身上的气息极为可怕 好 赤光火蟒盯上了中神秀二人 发出一道凶利的咆哮声 血盆大口张开 欲要将他们所在的这片沙丘 直接吞下严晨鱼 立刻将破炉子寄出来 中神秀神色淡漠往前走出一步 随手伸出 倾吐一字 且 哄 顷刻间 地面上的沙粒凝聚 化作上百根锋利的沙粒柱子 从地面高高凸起 将赤光火蟒笼罩 其中有几根沙粒柱子 刺破赤光火蟒的灵甲 乌黑恶臭的血液弥漫而出 吼 赤光火蟒彻底怒了 恐怖的威压爆发 周围的沙粒柱子 全部被镇成粉碎 他的眼中充斥着暴力之气 啪的一声 天地爆炸 地面坍塌 一道恐怖的烈焰将赤光火蟒笼罩 吼 赤光火蟒发出一声咆哮 身躯瞬间化作虚无 连血液都被烈焰焚烧殆尽 连渣渣都没有剩下 可惜了一颗不错的妖丹 中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天荒地若延的力量太过可怕 妖丹很难留下 师尊 好强 严晨鱼满脸振奋地盯着中神秀 眼睛眯起来 犹如月牙一般 师尊的实力好强大 伺急妖兽 抬手便可震杀 太凶残了 算起来 今日是他首次见到师尊 展露强大的修为 真的太震撼了 举手投足之间 竟有滔天之威 让人感到神魂颤动 他没有太过意外 唯有震撼 中神秀没有理会严晨鱼 他往前面走去 刚才那群人死亡的位置 出现了一枚火红色的令牌 这枚令牌上面布满古老的花纹 看起来极为不简单 中神秀拾起令牌 看了一眼 但莫道 原来是此物 难怪那赤光火马会追过来 这赤焰沙漠可不简单 在其深处 藏着一片谷的遗址 名为赤天遗址 里面倒是有一些好东西 至于这枚令牌 则是赤天令 一共有三块 齐聚三块 便可开启那片遗址 倒是可以顺道过去看看 中神秀看向严晨鱼 赤焰沙漠带着特殊的重力 从先开始 你就在这片沙漠中修炼踏心 这里面的妖兽不少 你好好磨练一下 好的师尊 严晨鱼深吸一口气 将破炉子收起来 脚下一踏 瞬间冲向远处 看完师尊表演 现在轮到他来历练了 踏心武技 极为强悍 也很复杂 他现在只是感悟到一点皮毛 想要快速提升 还得靠实战才行 看来我也得寻一门 身法才行 中神秀暗道一句 他倒是知晓几门 强大的身法 随便一门 都是属于万古传承的类型 若是能弄来 倒也不错 说到这里 中神秀一步踏出 缩地成齿 周围的环境不断变化 没过多久 他的眼前出现一片巨大的湖泊 在湖泊周围 盘踞着一群沙漠羚羊 一眼看去 大概有上百头 均为一级 二级妖兽后 突然 湖中传出一声咆哮 湖水冲天起 犹如沸腾了一般 一头巨大的鳄鱼 从里面冲出来 浑身布满厚重的灵甲 巨大的嘴巴张开 里面布满了 嗜血锋利的巨齿 周围的沙漠羚羊 被吓了一跳 纷纷逃窜 吼 巨鳄一口撕咬而下 十几头沙漠羚羊 直接被他一口咬下 吞入肚子里面 场面极为震撼 巨鳄嘴巴里面冒出鲜血 四级妖兽 流沙巨鳄 中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淡漠地走过去 这巨鳄并非是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是这湖中的一条泥丘 那条泥丘的实力更为可怕 这巨鳄只能算小弟 第七十四章 玄黄龙丘 玄黄之气 看到中神秀靠近 流沙巨鳄眼中闪过嗜血之光 妖气弥漫 笼罩天地 吼 他发出一声咆哮 声波剧烈 湖水飞溅 进风席卷 周围的一些沙石被镇成粉碎 念你修行不义 一边待着 钟某不喜沙生 中神秀神色平静地 看向流沙巨鳄 四级妖兽也有强弱之分 之前那赤关火蟒 应该就相当于人类神脏境初期 这流沙巨鳄应该相当于神脏境中期 现在钟神秀是子府境后期 单套他自身的修为 加之鸿蒙道经的特殊之处 应该可以跃一个大吉 媲美神脏境后期 若是级别更高的存在到来 单套他自身的修为 倒是有些不够看 当然 若是祭出天荒地落言的话 纵然是洞玄境 万象境的强者来了 估计也得隐恨 在钟神秀身上 还有一柄圣气 天荒战己 可惜现在的天荒战己 对他而言 只是一柄坚不可摧的重器 以他此刻的修为 根本不可能让天荒战己 爆发真正的圣道之威 否则的话 圣威爆发 圣人之下 谁能抵抗 想到这里 钟神秀有些迫切 想要得到圣图术 一旦得到圣图术 他便可以将天荒战己 真正的圣威爆发出来 也有了真正自保的无上底牌 到时天地之大 尽数可去 那些熟悉的机缘 也能快速获取 钟神秀爆发 瞬间将钟神秀锁定 这里是他的地盘 启用一个卑微的人类来放肆 国造 钟神秀眉头一挑 手中浮现金色烈焰 一巴掌拍出 哄 流沙巨鳄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一巴掌拍成血雾 连带着巨大的湖泊 都被瞬间蒸发殆尽 周围的沙丘化作积粉 一阵金色烈焰弥漫 胸威滚滚 流沙巨鳄 说好的不喜杀声 结果反手就把我一巴掌拍成血雾 好好 这么玩是吧 钟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向被蒸发殆尽的湖泊 下面是无尽的淤泥 有一条泥丘 就在淤泥之下小泥丘 出来 否则我灭了你 钟神秀默然道 手中的天荒地落盐开始跳动 金光弥漫 一旦彻底爆发 可以方圆百里 在寝刻间化作虚无 咻 淤泥飞溅 冲天起 一条金黄色泥丘 顿时从淤泥之中冲出来 它的体型极为巨大 浑身布满古老的符纹 弥漫着神秘的金光 璀璨无比 背上长着一对金黄色的翅膀 身躯前长出了两条爪子 犹如龙爪一般 看起来极为锋利 仿佛可一刹间将虚空撕碎 它身上散发的气息极为可怕 形成阵阵波纹 震荡四周 远不是刚才那流沙巨恶可比的 五级妖兽 玄黄龙秋 终神秀缓缓道出这泥丘的名字 五级妖兽 相当于动玄境的强者 实力自然不弱 人类 回我地盘 杀我小弟 过分了 玄黄龙秋身躯一阵 发出一道怒吼之声 声波席卷 周围的空间不断挤压 凶悍异常 妖兽和妖族 其实是有区别的 寻常的妖兽性格暴力 喜好杀戮 纵然有点灵智 但也不多 更别说口吐人言 眼前的玄黄龙秋 却能口吐人言 就很奇特 进风袭来 终神秀长发舞动 衣衫作响 眼中却没有衣衫波澜 他淡笑道 这可不是你的地盘 你不是来自赤天遗址吗 你 你怎么知道 玄黄龙秋背后的翅膀一晃 双眼瞪大 死死地盯着终神秀 这个人类怎么知道他的来历 终神秀轻语道 念你修行不义 我 说吧 你到底有什么目点 玄黄龙秋 看到终神秀手中的金色烈焰 瞳孔一缩 立刻打断了终神秀的话 什么修行不义 什么不喜杀生 都是胡说八道 刚才那流沙巨恶之死 就是铁证 显然是怀着某种特殊的目的 终神秀但笑道 你倒是聪明 你在赤天遗址 偷吃了不少玄黄之气 给我一团吧 什么 你要我的玄黄之气 门都没有 玄黄龙秋急眼了 果断拒绝 那玄黄之气 就是他的命根子 他九死一生 才弄到一点点 正是吞服了玄黄之气 他才能口吐人言 诞生翅膀和爪子 若是能弄到更多的玄黄之气 他或许还能化龙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终神秀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 脸色多了几分阴沉 变脸速度非常快 手中的天荒地洛言 散发一股狂暴的威压 这玄黄龙秋速度极快 善于土盾 一旦对方逃跑 他也只能用天荒地洛言 碾杀对方 若是这样的话 那些玄黄之气就彻底散了 不然的话 他根本不会与玄黄龙秋废话 直接震杀多好 玄黄龙秋脑袋一缩 立刻道 我现在只剩下一团 我知道你还有两团 我只要一团 终神秀漠然道 玄黄龙秋有些害怕 这家伙 怎么连他有几团玄黄之气都知道 你应该明白 我若是想走 你根本拦不住我 玄黄龙秋试探性地说道 你可以试试 终神秀冷然一笑 你 玄黄龙秋有些恼怒 不过犹豫了一下 他还是设于天荒地洛言的威势 乖乖地将一团玄黄之气吐出来 玄黄之气 玄指天 黄指地 二者交汇 一黑一黄 阴阳变幻 极为不凡 终神秀伸出手 将这团玄黄之气 拘禁在手中 玄黄之气已经给你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玄黄龙秋不爽地瞪着终神秀 再给一滴惊血吧 终神秀沉应道 算你狠 玄黄龙秋的眉心 飞出一滴金色血液 这滴血液极为不凡 里面蕴藏着强大的真龙之力 仿佛有龙银之声传出 让人神魂悸动 这种真龙之力 可不是龙温于能比的 终神秀拿出一个玉瓶子 将金血和玄黄之气收入其中 秀 玄黄龙秋顿时钻入地面 向着远处顿去 第75章 暂时不急 先随我来 大漠之中 黄沙漫天 秀 一道残影闪过 犹如流光一般 不断在无边大漠之中穿梭 速度极快 一群群妖兽疯狂追赶 片刻之后 却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短短三天的功夫 便可将踏心身法 掌握到如此地步 严晨渝的悟性确实不错 终神秀站在一根高耸的纱柱上 眼中带着一抹沉思 秀 严晨渝身影一闪 来到终神秀身边 他欣喜地说道 师尊 我修炼得如何 踏心身法已经掌握 现在他的速度非常快 施展踏心 周围的重力根本束缚不了他 当然 若是继续深入赤焰沙漠深处的话 倒是还会有巨大影响 还算不错 终神秀轻轻点头 严晨渝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心情非常不错 他又道 师尊 这里的重力 已经对我没有丝毫用处 我想去赤焰沙漠深处修炼 周围的重力和妖兽 已经奈何不了他 没必要在这里继续修炼 暂时不急 先随我来 终神秀身影一闪 往远处冲去 严晨渝立刻跟上 一会儿后 两人来到一片沙柱群中 周围全是尖锐高耸的沙柱 在中央的位置 有一个沸腾的小型温泉 终神秀拿出白玉瓶子 将里面的玄黄之气 和玄黄龙丘精血 倒入温泉之中 接下来的三天 你就在这温泉之中修炼 将肉身强度好好提升一下 终神秀看向严晨渝 好的 严晨渝轻轻点头 进去吧 终神秀轻语道 严晨渝没有犹豫 立刻进入温泉之中 一股灼热之感袭来 随之而来的 便是狂暴的玄黄之力 和龙丘精血微压 两种特殊的力量 疯狂侵入他的血脉之中 欲要将他的身体 撕裂严晨渝心中一宁 立刻坐下 快速捏动硬绝 不断炼化玄黄之气 和龙丘精血 这里面的力量 比造化吃得更为可怕 若是全部炼化 他的肉身强度 定然会提升不少 终神秀看了严晨渝一眼 提升肉身强度只是其一 看他那朵混沌清廉 是否会有所亦变 才是关键 玄黄之气 对混沌清廉而言 应该会有一丝效果 问 终神秀随手一挥 一个大阵将周围笼罩 他随意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捏动硬绝 天地灵气将他笼罩 三天之后 哄 严晨渝身上爆发一股恐怖的微压 一道青色力量光柱 直入天穷 终神秀布置的大阵破碎 云层翻涌 天穷山空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 疯狂吞噬天地间的力量 终神秀缓缓睁开眼睛 随手伸出 严晨渝身上的微压被震下去 但天穷中的异变却没有停下 严晨渝也睁开了眼睛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眉心 在他眉心的位置 多了一朵青莲烙印 这个烙印并非是倒映 明显更为玄妙 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并未隐藏起来 温泉中的力量已经被他全部炼化 他的境界并未一步踏入子府境 但力量提升了不少 肉体强大增加了几倍 身体感觉轻飘飘的 这片赤焰沙漠的束缚之力 仿佛彻底消失了 严晨渝离开温泉 一群上的水泽自动蒸发 他看向中神秀 脸上露出一谋笑容 不过下一秒 他脸色一致 往四周看去 眼中闪过一道冷力的光芒 此刻正有一群人往这边靠近 显然刚才闹出的动静 吸引了不少的注意 一会儿后 便有一群人出现在这里 将中神秀和严晨渝包围 看他们的穿着 好像是赤焰沙漠的沙匪 这片沙漠藏着无数的宝藏 会吸引众多的探索者 而沙匪则是喜欢 干截杀探险者的勾当 泽泽 竟然是一个大美人 搁几个有口福了 动静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看来宝物被这两人夺取了 女的留下 男的杀了 这些沙匪眼神灼热地 盯着严晨渝 脸上带着争鸣的笑容 这小美人是我的 一位身材魁梧的沙匪 宁笑着冲向严晨渝 找死 严晨渝一步踏出 瞬间来到那位沙匪面前 对着对方的脑袋便是一拳 砰的一声 那位沙匪的脑袋直接被轰爆 脑浆飞溅 鲜血飞洒 变成了一具无头尸 杀了他 其余的沙匪先是一愣 继而眼睛血红 满脸愤怒之色 纷纷杀向严晨渝 上路 严晨渝伸出手 一道恐怖的威压 瞬间将这些沙匪笼罩 他轻轻一捏 哄 所有沙匪 全部被捏爆 血雾飞洒 染红四周有点实力 就在这时 一道阴冷的声音响起 只见四道残影 出现在四根石柱上 他们神色冷利地盯着严晨渝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沙翼 身上的气息雄浑无比 四位子府静后妻 终神秀起身 面无表情地看向那四道残影 我等乃是天虚洞天之人 这里动静不小 肯定是宝物问世 宝物应该被你们夺取了 交出来吧 其中一位子府静后期的中年男子 冷声道 他身着古老的长袍 背后悬浮着一道紫色眩光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向那位中年男子 随手伸出 咻 下一秒 他骤然出现在中年男子面前 一把抓住对方的脖子 使劲一捏 哄 中年男子连一丝反抗之力都没有 直接被捏成血污 不好 此人实力很强 快走 其余三位子府静的修士 见情况不对劲 不经脸色俱变 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逃向三个方位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面前的血雾化作三柄血色长剑 顿时暴射而出 血影浮现 空间一颤 啊 一阵惨叫声响起 那三位子府静的修士 被血色长剑劈成粉碎 终神秀背负双手 淡淡地看了严晨渝一眼 现在去赤焰沙漠深处 赤天遗址 有不少好东西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玄黄之气 若是能多弄到一点 倒也不错 想来另外两股 持着赤天令的势力 应该已经到了 明白 严晨渝奄然一笑 立刻跟上中神秀 第七十六章 普天之下 通天本领 赤焰沙漠深处 赤色沙丘连绵起伏 如同一片片烈焰的海洋 热浪扭曲着空气 形成一层层虚幻的景象 地面上堆积着密密麻麻的尸骸 万古不朽 隐隐散发着幽光 一些是人类的 一些是妖兽的 威压强劲 让人神魂悸动 不敢轻易靠近 沙力浮现着热气 四周出现诸多古老的杀柱 看起来犹如成群的碉堡一般 厚重的力量弥漫 碾压着空间和地 古老的气息席卷 充斥着四面八方 荒凉 寂寥 让人神魂悸动 血脉停滞 莫名心悸 终神秀和颜晨鱼 出现在远处的一根杀柱之下 越是靠近杀柱 重力越发强大 这些杀柱自带特殊的重力 众多杀柱排列在一起 仿佛组成了某种特殊的阵法 师尊 我的肉身强度提升了几倍 这里的重力 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颜晨鱼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若是按照之前的肉身 抵达这里 估计会比较费力 需要全力抵抗四面八方的重力 但是此刻 他却感受不到丝毫的重力束缚 这便是肉身增强的好处 终神秀背负双手 看了颜晨鱼一眼 轻语道 大到万千 各有不同 有人断体 有人修法 有人练魂 想要真正走向极致 单单修其一可不行 还得全面发展 寻常修士 注重修法 以练化灵气 提升修为境界为主 做到以竖法碾压一切 但这样是有巨大缺陷的 想要走得更远 还得体 法 魂三修 你现在的修为也不低 肉体和灵魂则是差一些 还得继续让这二者跟上修为才行 颜晨鱼面带沉思之色 我这样的肉体强度还不够吗 终神秀摇摇头 虽然不错 还达不到我的要求 你要明白一点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的强大体质 特殊血脉 与那些体质和血脉相比 你此刻的肉身强度还不够看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一切由我 嗯嗯 我明白了 颜晨鱼轻轻点头 他思索了一下 又道 我看过很多点集 体修 魂修极为吸手 所以大部分人都主张修法 因为只要修为境界提升上去了 肉体和灵魂也能相应地提升 终神秀淡然道 短时间内 看 修法速度快 也能以境界碾压同级 带来相应的肉身和灵魂增幅 但是从长远来看 修法者不如三修者强大 修士不该只看到眼前 更应该考虑长远 能走多远 就看你前期的基础 打得有多么牢靠 如道印一般 很多人都觉得 单系 双系道印绝佳 而多系道印则是很难修炼 提升缓慢 事实上 只要有足够多的资源来消耗 多系道印才是最为可怕的 因为它爆发出来的力量 是单系的数倍 这片天地 人们以道印来划分很多东西 而很多势力 通常不喜欢多系道印 因为多系道印 对于资源的消耗太大 一般的势力 哪怕耗尽全部底蕴 都不一定可以 将一位多系道印修士培养起来 久而久之 便有人认为多系道印是废物 严晨于眼中露出一丝恍然之色 看来以前还是他想得太简单了 也对 既然重来一次 他自然要看得更远 变得更强 自然不能只盯着眼前 得老老实实地 按照师尊的步骤来 原本他的目标 是和阎洛雪好好地竞争一番 从而证明自己 但是此刻 他好像已经超越对方 那么他应该有更加远大的目标才行 师尊 你是什么道印呢 严晨于好奇地看向中神秀 眼中浮现一道光芒 师尊的实力那么强大 想来他的道印 定然极为不简单 中神秀神色自若地说道 我没有道印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的确没有道印 与这片天地的其他修史有所不同 算是一个例外 若是以道印有无来区分 修炼者和普通人的话 算起来 他确实是一个普通人 这也不算自迁 因为这就是事实 严晨于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普通人 普天之下 有通天本领之人 中神秀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他往赤岩沙漠最中央的地带看去 那里有一些特殊的石山 那些石山按照特定的规律排列 组合成极为特殊的阵法 阻止生灵靠近 而在那个特殊阵法外百米之地 此刻正齐聚着三群人 大概有一百多人的样子 其中一群人身着古老战甲 骑着烈焰雄狮身上散发的气息极为可怕 有炼虚静 子斧静 神葬静的强者 看起来极为不简单 另外两群人也不简单 君身着古老的长袍 身上的气息同样不弱 那是 严晨于看向那三群人 荒谷周家 天刀圣地 天虚洞天 终神秀缓缓道出那三群人的身份 剧情之中 天刀圣地和天虚洞天 得到了另外两枚赤天令 自然会出现在这里 倒是没想到 荒谷周家的人也会到来 还算热闹 荒谷世家吗 严晨于目光一宁 这片天地巨大无比 其中有些巨大的家族 被称为荒谷世家 因其诞生过圣人级别的强者 所以底蕴极为强悍 不差那些宗门和圣地丝毫 无人敢小觑 甚至某些荒谷世家的圣人 至今还活着 更是可怕无比 蓝黄之地 有四大荒谷世家 周家便是其一 大夏皇朝虽然也不弱 但是在荒谷周家面前 倒是有些不够看 因为周家的那位圣人 似乎还活着 只是年纪太大 处在沉迷之中 外人根本不知道 其真正的情况 区区荒谷世家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的 以后带你见到圣族 帝族 太古兄族 你会更加震撼 不过 也就那样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并未将这些所谓的世家 放在心上 严晨于心中一阵 师尊所看到的天地 所站着的高度 绝对不是他可以理解的 言语之间 世家也就那样 纵观整个南荒 又有几人敢说这种话 还得是我师尊 过去看看 终神秀身影一闪 往前面飞去 第77章 千年王朝 万年世家 站住 就在终神秀和严晨于 靠近的时候 荒谷周家的一位 骑着烈焰雄狮 手持长矛的护卫 立刻挡在两人面前 此处已经被我等掌控 胆胆往前一步 杀无赦 这位护卫冷声道 身上的气息爆发 练须境巅峰 不愧是荒谷世家 随便一个护卫 都有如此修为 严晨于暗道一句 荒谷世家 出现了不少天骄 其中有一些逆天之辈 踏入了极高的境界 实力极为强大 他并不知道 这些护卫 并非荒谷周家的内卫 而是外围的护卫 实力最弱的存在 属于庞戏之人 终神秀无视这个侍卫 静止往前踏出一步 找死 这个侍卫见忠神秀敢无视自己 不禁脸色一沉 手中长矛弥漫一道凶威 杀意爆发 终神秀眉头一挑 一巴掌拍出 哄 下一秒 这个侍卫直接被拍成血雾 死得不能再死 放肆 荒谷周家的其他人见状 神色一冷 一群护卫立刻将终神秀包围 手中的兵刃 均散发着可怕的威压 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倒是没有多言 只是淡淡地看了终神秀一眼 眼中带着一丝审视 哪里来的爬虫 竟然敢杀荒谷世家的护卫 不想活了 终神秀神色平静 并未将周围的众人放在眼里 师尊 好霸气 严晨于眼中闪烁着异彩 直接当面震杀荒谷世家的人 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师尊真的好威武 不过想到荒谷世家的强者 他心中还有些忐忑 而天刀圣地和天须洞天的人 则是满脸怪异 一副看戏的表情 哪里来的愣头青 竟然敢当众震杀荒谷周家的人 这胆子可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接下来 他的下场肯定会非常凄惨 千年王朝 万年世家 世家威压 不可挑衅 尤其是对荒谷世家而言 抵御雄魂 圣人坐镇 天地之间又有多少势力 敢轻易招惹 倒是有那么一些不知死活的家伙 但是现在坟头草都长得一米多高了 一位子府境中期的中年男子 默视着忠神秀 语气森冷地说道 你可知你杀的是什么人 话音一落 子府境的威压瞬间爆发 指尖碾压向忠神秀 忠神秀面无表情地看了中年男子一眼 抬手便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 中年男子的脸上 多了一个心红的巴掌印 你 找死 中年男子满脸屈辱之色 眼中杀意弥漫 立刻记出一柄长刀 杀意骤然将忠神秀笼罩 这是一柄子府境灵气 上面覆盖着特殊的黑色花纹 胸微滚滚 极为不凡 作为荒谷世家的人 这是他第一次 被一个不知名的家伙打脸 这完全就是在挑衅他的尊严 忠神秀莫然道 荒谷世家而已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好别在我眼前叫嚣 否则 我不介意 让你直接灰飞烟灭 那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眼睛微微一眯 眼中带着一抹凶光 他是周家的一位长老 此番负责赤天遗旨之事 神葬进中期的修为 杀了周家之人 还当众打了周家的子府境修士 这人倒是有点意思 不过 此人实力肯定不弱 最起码比周家 这位子府境的修士 要强上不守 否则安能当众打对方的脸 当然 无论此人有何实力 今日都得死 杀 中年男子怒吼一声 挥动长刀 凶威爆发 整个空间仿佛都被撕裂开来 一道耀眼的黑色光芒 从刀身中迸发而出 烈焰般的沙漠 多了几分暗淡和压抑 在这道刀器的冲击下 周围的空气都被扭曲了 形成了一个个漩涡 似乎要将整个世界 都吞噬进去地面上的沙土 和石块被扬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尘暴 让人无法睁开眼睛 刀器锁过之处 催枯拉朽 霸道无比 中神秀随手伸出 刀器袭来的瞬间 被他一把抓住 难以往前嘶吼 咔嚓 只见他轻轻一捏 刀器顿时爆裂 什么 中年男子身体一颤 脸色有些苍白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没想到自己全力一刀 竟然就这样被对方徒手捏碎了 他不敢大意 便要再次出手 长刀散发着凶威 中神秀却根本不给他 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一巴掌拍出 哄 中年男子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被拍成飞灰 连血舞都没有剩下 嗯 如此一幕 让在场的众人目光一宁 那些护卫眼中充斥着凶光 便要出手 都退下吧 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那位周家长老轻轻挥手 示意他们停下 抬手间便可震杀一位 子府境中期的存在 这人的实力 最起码在子府境后期 或者巅峰以上的修为 单单凭借这些家族外围的护卫 根本不是对手 可惜他的级别太低 家族不可能给他配备那位 周家的护卫 纷纷退后 而周家长老身边的几位 子府境强者 则是冷视着中神秀 他们的实力 比刚才那人更为强大 均是子府境巅峰的存在 并未太过将中神秀放在眼里 中神秀神色平静地往前面走去 周家长老的气息 瞬间将他锁定 神葬境的气息 自然更为强大 天刀圣地 和天须洞天之人 均是心中一宁 此番他们来这里的最强者 也不过才几位子府境 可没有神葬境的强者跟随 这次天刀圣地和天须洞天 得到两枚赤天令 原本打算寻找另外一块赤天令 悄悄开启遗址 倒是没想到 荒谷周家也是冲着此物而来 纵然是得到什么好东西 估计也是周家先夺取 他们只能喝点汤汁 杀我周家之人 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得把命留下才行 周家长老神色淡漠地说道 国造 周家这位神葬境周期的长老 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忠神秀一脚踢爆脑袋 鲜血和脑浆飞洒一地 一具无头师坠落地面 第78章 赤天遗址 诡异莫测 周一长老 看到周家长老被忠神秀 一脚踢爆脑袋 化作一具无头师 周家的那些子府境修士 先是一愣 继而脸色俱变 眼中露出金句之色 一位神葬境中期的强者 就这样被震杀了 天刀圣地和天须洞天的人 也是脸色俱变 下意识地退后 看向忠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戒备 哄 忠神秀大手一挥 直接将周家的众护卫 和子府境修士 全部震杀 一个不留 天刀圣地和天须洞天的人 见到这一幕 不禁头皮发麻 浑身发毛 荒谷周家的人 竟然全被此人震杀了 难道他就一点都不忌惮周家吗 严诚于神魂一颤 被忠神秀的手段震住了 师尊出手真的太果断了 根本没打算放过周家之人 想到这里 他不禁看向天刀圣地 和天须洞天的人 眼中闪过一道杀意 这些人见到了这一切 也必须死 否则此事传到荒谷周家耳中 恐会有大麻烦 忠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向天刀圣地 和天须洞天的人 把你们身上的赤天令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师尊 严诚于连忙开口 前辈 这是赤天令 两大势力之人 根本没有犹豫 敢忙将他们手中的赤天令交出来 根本不敢有丝毫有余 此人能一脚踢死一位 神葬境中期的存在 实力之可怕 绝对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 甚至在此人面前 他们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忠神秀没有多言 他接过两枚赤天令 然后将身上的那枚赤天令拿出来 秀 只见他随手一挥 三枚赤天令 飞向前方的石山 问 石山瞬间晃动 一阵阵古老的威压弥漫 大阵陡然瓦解 一道黑色光门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里便是赤天遗址的入口 古老神秘的气息 从里面弥漫出 犹如巨兽的嘴巴 等待着猎物踏入里面 忠神秀看向天刀圣地 和天须动天的众人 你们走前面 两大势力的人瞳孔一缩 难怪对方要留下他们 这是让他们探路者 不过此刻他们没有选择 立刻冲入黑色光门之中 此地还剩下忠神秀和阎晨鱼 师尊不能放过他们 他们必须死 阎晨鱼语气沉重地说道 我不惜杀伤 忠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便进入光门里面 啊 严晨鱼一愣 有些哭笑不得 不喜杀生 那你一来就把荒谷周家的人 全部震杀了 他没有犹豫 立刻跟上忠神秀的步伐 与此同时 赤焰沙漠 一个特殊的地带 一位身着战甲的年轻男子 缓缓睁开眼睛 在他周围 全是妖兽师孩 每一尊妖兽的脑袋都被打爆了 里面的妖单全部被挖出 神葬经后期 兄长传我的士林宫 果然可怕 年轻男子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名为周玄仓 周家的年轻天骄 而他的兄长 则是周家的圣子 一个更为可怕的存在 士林宫 乃是他兄长传他的功法 可吞噬天地万灵之力 寻常之人得到妖单 根本不敢吞噬 但是修炼此功之后 他却百无禁忌 一切妖单 均可吞噬 他感觉 若是在吞噬点强大的妖单 他便可以踏入神葬经巅峰 公子 赤天遗址已经开启 另外 周易长老死了 一位身姿恶劳的女子 出现在这里 恭敬地对着周玄仓行了一礼 她是一位神葬境初期的强者 周玄仓的侍女 周易倒是废物 连点小事都办不好 周玄仓眉头微微一皱 让对方负责赤天遗址 结果人却死了 这人确实废物 女子恭敬地说道 赤天遗址 诡异莫测 公子还得小心为上 周玄仓起身 淡然道 这倒也是 看来我还得再等一下 不用等了 现在便可以进入里面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只见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在这里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老头子 身上没有一出一丝气息 有点反扑归真的感觉 见过周丰前辈 女子连忙行礼 周玄仓也是微微行了一礼 这位是他的护道人 动玄境中期的强者 周丰轻轻点头 没有多言 这赤天遗址 乃是对周玄仓的考验 若是对方没有遇见生死危机 他一般不会轻易出手 我们现在就去赤天遗址 周玄仓沉应道 三人化作残影 瞬间冲向赤燕沙漠深处 赤天遗址中 古老的遗址 静静处立在旷阔无比的大地上 踏入遗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残垣断壁 天地被一片灰暗之色笼罩 仿佛随时都会压下来 诡异的气息弥漫 听不到丝毫的声音 寂静无比 给人一种无尽的压抑之感 雄伟壮观的建筑 如今只剩下了残骸 墙壁上爬满了藤蔓 岁月在他们身上 留下了斑驳的痕迹 犹如青铜铸造 与遗址融为一体 地面上堆积着密密麻麻的尸骸 还有诸多古老的冰刃 气息极为恐怖 钟神秀和颜晨鱼出现在这里 颜晨鱼盯着眼前无边无际的遗址 眼中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处在这里 他感觉莫名的难受 那诡异的气息会吞噬凌凌 前方可以看到 一座古老的石殿 石殿的建筑风格独特 上面有股古老的符纹和图腾 虽然历经沧桑 但大殿主体结构依然保存完好 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显得神秘无比 石殿的周围 长着血红色的古树 随便一株都有超越3000年以上的年龄 这些古树高大挺拔 叶片新红 树冠如盖 上面长着赤红色的果子 灵果 天刀圣地和天须洞天的人 看到这些果子后 眼中闪过一道光亮 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冲过去 并无任何阻拦 他们快速来到古树下 想到中神秘还在后面 他们一咬牙 心一横 立刻摘下果子 直接服用 这里的果子这么多 他们吞服几枚 对方应该不会多说什么吧 啊 众人刚吞下赤红色的果子后 他们顿时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不断抓着身躯 他们的身体 以不可逆的速度开始腐烂 化作血水布 片刻之后 两大势力的人 全部化作血水 连灵魂都没有剩下 中神秘神色平静 对此没有一丝意外 什么不杀人 完全是鬼话 纵然这些人没有服下果子 他也不会放这些人离开 第79章 运气不错 遇见了我 师尊 这 严陈鱼满脸愕然地 看着地面上堆积的血水 显然没想到 这些人会是这样的死法 这倒是省去了不少麻烦 看师尊的样子 如此镇定 并没有丝毫意外 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看来他根本就没打算留下这些人 这次他们使用真面目示人 已经彻底暴露 师尊怎么可能会留活口 之前是他多虑了 中神秀淡莫道 这是血尸果 人族服用 必死无疑 对尸体而言 却有巨大的妙用 他看向前方的石垫 这石垫极为不凡 里面有一具强大的尸体 在石垫之中 有众多玄黄之气 当然 最为诡异的还属石垫之下 这下方仿佛有某种禁忌之物 西年这赤天遗址覆灭 便与那禁忌之物有关 石垫大门紧闭 密不透风 外面还覆盖着一个强大的阵法 看起来很难开启 中神秀握紧拳头 全力一拳轰出 一道巨大的拳硬爆发 哄 拳硬轰击在大阵上 大阵微微晃动 却没有丝毫裂痕 至于石垫更是纹丝不动 那玄黄龙丘所获得的玄黄之气 并未来自这座石垫 而是石垫下面 这下面有更多的玄黄之气 不过中神秀并不打算往下探查 有些禁忌 还是不要轻易招惹为好 否则容易把小命丢掉 这阵法好强 颜沉鱼宁声道 一般 中神秀摇摇头 手指上出现一道天荒地洛言 他随之一弹 咻 这道天荒地洛言飞射向阵法 原本坚固的阵法 犹如纸张一般 瞬间碎裂 轰隆隆 石垫之门自动开启 一团玄黄之气从里面喷涌出来 中神秀伸出手 便要将这团玄黄之气禁锢 哄 就在这时 一道恐怖的力量瞬间向他轰杀而来 中神秀随手抓住颜沉鱼的手腕 往后退了一步 这道力量从他身前飞过 将地面轰出一个大坑 秀 一道人影骤然出现 一把将中神秀禁锢的玄黄之气抓在手中 玄黄之气 本公子的运气倒是不错 周玄苍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倒是没想到 自己会在这里遇见玄黄之气 玄黄之气乃是天地间的至宝 随便一小团 都能引起无数的血祸 让诸多强者争抢 此物是从石殿里面出来了 看来里面还有不少 这是天大的造化 他的运气真不错 若是能再弄到一点 他便可踏入神脏境巅峰 甚至冲击一下 洞玄境你的运气确实不错 中神秀淡然道 敢虎口夺食 此人有取死之心 周玄苍漫不经心地看了中神秀和颜沉鱼一眼 眼中充斥着不屑 那位女子飞升而来 出现在周玄苍身边 问道 公子 可要送这两人上路 嗯 周玄苍轻轻点头 这里出现了玄黄之气 估计量很大 可不能传出去 这两人既然看到了 那就不能留 那位女子瞬间杀向颜沉鱼和中神秀 抬手镇压 速度极快 中神秀面无表情地往前踏出一步 随手伸出 在那位女子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一把捏住对方的脖子 什么 那位女子神色大惊 哄 中神秀随手一捏 那位女子的脖子直接被捏爆 脑袋和身躯分裂 鲜血飞洒而出 碰 中神秀一把抓住对方的头颅 公子 救我 女子还未死亡 眼中露出金锯之色 满脸鲜血 嗯 你找死 周玄苍见状 脸色一沉 瞬间杀向中神秀 哄 中神秀微微用力 将那位女子的脑袋捏爆 在周玄苍杀过来的时候 中神秀反手一巴掌拍出 啪的一声 周玄苍被轰飞上百米 一张脸彻底爆裂 血肉模糊 看起来极为甚人 啊 卑贱的畜生 我杀了你 周玄苍怒吼一声 立刻击出一个白玉瓶 白玉瓶悬浮在她的面前 瓶口对着中神秀 她催动法觉 白玉瓶疯狂吞噬周围的力量 这白玉瓶最起码也是一件洞玄灵器 上面刻画着古老的符文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威压弥漫 笼罩四面八方 杀 周玄苍立声道 下一秒 一道黑色光柱从里面轰出来 中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这道黑色光柱还未靠近 顷刻间她出现在周玄苍身后 周玄苍的脑袋被她摘下 她随手捏着周玄苍的脑袋 而那白玉瓶子骤然爆裂 哄 周玄苍的身体直接化作血污 只剩下一颗头颅 你运气还不错 遇见了我 我送你上路 中神秀语气淡漠 你 你想要做什么 周玄苍神色惊具 作为神脏镜后期的强者 他就这样被一招摘下头颅 连肉身都毁了 中神秀没有多言 手中微微用力 咔嚓 周玄苍的脑袋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头骨破碎 鲜血一出 啊 周玄苍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周锋长老救我 周玄苍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连忙开口求救 道友 还请手下留情 周玄苍的那位护道人出现在这里 动玄境的气息弥漫 将中神秀锁定 他的眼底深处闪过一道幽光 随时打算发起灵力的攻击 你在叫我做事 中神秀使劲一捏 直接将周玄苍的脑袋捏爆 所谓的天骄就此陨落泥 周锋眼中充斥着血光 地面疯狂颤动 威压彻底爆发 他瞬间杀向中神秀 动玄境倒是有点看法 可惜 不多 中神秀神色淡漠 一巴掌拍出 天荒地若延的威压爆发 哄 天地一震 四面八方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地面凹陷十几米 连带着那座石垫都碎裂了 周锋还未来得及反应 便被一巴掌拍成飞灰 咻 就在此时 周锋仓的一滴鲜血冲天起 演化出一尊模糊的人影 竟敢杀我弟弟 你找死 这尊模糊人影怒吼道 中神秀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一掌拍出 这尊模糊人影顿时被拍散 并未翻起丝毫浪花 第八十章 强大圣尸 禁忌存在 严晨宇有些诗神 师尊出手 太凶残了 竟然一个都没有剩下 而且 刚才他似乎说 那老者是动玄境的强者 一位动玄境的强者 就这样被他一巴掌拍死了 自己这师尊 到底有多强啊 中神秀没有多言 随手将刚才那团玄黄之气收起来 他看向眼前 出现裂痕的石殿 看不清里面的一切 但能够感受到 里面有众多玄黄之气 随便一团 都有着极高的价值 若是能够 将那些玄黄之气 全部夺取的话 那么他想要快速提升修为 倒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直接进入石殿之中 并不现实 因为里面有一尊恐怖的存在 纵然是寻常圣人踏入里面 都不见得可以脱身 以鸿蒙塔碎片 牵引出玄黄之气 中神秀暗存道 没有犹豫 立刻调动鸿蒙塔碎片 问 鸿蒙塔碎片震动 一股特殊的力量 顿时侵入石殿之中 将一团玄黄之气卷出来 中神秀立刻伸出手 便要去取那团玄黄之气 秀 就在这时 他灵魂深处的那颗种子 化作一道灰色光芒 猛然冲出来 竟瞬间将那团玄黄之气吞噬 随即又冲入石殿之中 这颗种子 中神秀瞳孔一缩 石殿之中有特殊的力量阻隔 他看不清里面的场景 但他能感受到 里面的玄黄之气正在不断消失 碰 片刻之后 石殿彻底破碎 里面出现了一口腐木棺材 玄黄之气一丝都没有剩下 全部被灰色种子吞噬 但他并未罢手 而是冲入地面 麻烦了 中神秀神色凝重无比 一把抓着颜沉鱼的胳膊 随时打算撤退 单单在腐木棺材里面的存在 便让他忌惮无比 更别说下面的禁忌之物 若是这梅种子惊动了禁忌 到时候 他们就危险了 这事 颜沉鱼则是浑身颤抖地 盯着那口腐木棺材 棺材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让他灵魂悸动 心跳好似要停止一般 那棺材随便溢出的一丝气息 仿佛都会让他直接覆灭一般 轰隆 过了一会儿 石垫所在的地面往下坍塌 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出现 腐木棺材悬浮在大坑之上 咻 灰色种子瞬间从坑里面飞出 再次回到中神秀灵魂深处 走 中神秀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拉着颜沉鱼飞身离去 咔嚓 在他们刚走 那口腐木棺材发出一道细微的声音 棺材被推开一脚 一只枯皱的手从里面伸出来 哄 恐怖的威压瞬间爆发 整个赤天遗址顿时不断颤动 地面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疯狂坍塌 空间碎裂 碎片坠落 大倒悲鸣 天地失色 那只大手对着虚空伸出 一个大手硬出现 将整个赤天遗址封锁 他一下子盖下 赤天遗址顷刻间灰飞烟灭 连地面都被打成了一片虚无 下方唯有一个巨大的天坑 诡异的禁忌气息从天坑之中弥漫后 天坑之下 发出一道咆哮声 显得极为愤怒 拂木棺材出现无数裂痕 那只大手化作血雾 一道残影从棺材里面冲出来 撕裂空间 匆忙离去 赤焰沙漠中 终神秀拉着严沉鱼不断横渡 速度极快 这一刻 他将自己最快的速度都施展出来 不行 那东西似乎追来了 终神秀一咬牙 立刻催动鸿蒙塔碎片的力量 秀 他的速度瞬间增加了几倍 眨眼间消失不见 他所谓的东西 不是那棺材里面的生灵 而是那天坑之下的禁忌之物 那鬼东西出来 纵然是棺材里面的生灵都不够看 很快 终神秀和严沉鱼冲出赤焰沙漠 出现在一座高山之巅 差一点就出不来了 终神秀凝声道 在这里依旧可以看到赤焰沙漠 此刻的赤焰沙漠异常诡异 空间崩碎 地面坍塌 之前是一片烈焰之色 但是此刻却变成了一片黑暗地带 诡异的力量在里面充斥 显得极为可怕 从今往后 这赤焰沙漠将是一片禁区 纵然是圣人踏入其中 也必死无疑 终神秀暗道 心中有些发毛 他虽然有几分实力 却不是自负之人 在那等禁忌面前 他所谓的实力根本不够看 刚才但凡慢那么一点 他们两人必死无疑 师尊 刚才那棺材里面的是什么 严陈渝心有余悸地看着远处 变成一片黑色的沙漠 那棺材里面的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那是一句诞生灵智的圣诗 终神秀陈英道 那句圣诗强大无比 可不是一般的圣人能比的 生前与天荒大圣 是同一个级别的强者 死后肉身不朽 加之特殊地势因素 诞生了强大的神奇 圣诗 严陈渝瞳孔紧锁 圣人一直都在传说之中 他从未见过 但沾染一个圣字 便代表着某种极致 圣人一怒 浮尸百万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赤焰沙漠的一变 就是那圣诗引起的吗 终神秀知道 严陈渝想什么 他摇头道 这赤焰沙漠的一变 不是那句圣诗引起的 不是圣诗引起的 严陈渝眼中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终神秀道 那天坑之下 藏着可怕的禁忌 拂木棺材里面的圣诗 在其面前 根本不够看 那句圣诗能够诞生灵智 便与那天坑有特殊关系 这片沙漠 也是那禁忌存在引起的 玄黄之气 来自天坑之下 可想而知 那里面的禁忌 到底有多么可怕 严陈渝只觉得头皮发麻 对于禁忌 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在他看来 圣人就是禁忌 圣人不可辱 圣威不可处 但终神秀所谓的禁忌 可不是圣人能抵的 那是更为可怕的存在 这里马上就要大乱了 现在我们前往天幽谷玉 想必要不了多久 便会有诸多强者赶到此处 终神秀带着严陈渝 飞身离去 第81章 天幽谷玉 鱼龙混杂 南荒 一座古老的圣山上 灵气浓郁 紫气环绕 道运充斥 笼罩天穷 里面有诸多古老的建筑 气势如虹 散发着荒谷之气 偶尔出现一头灵兽 都有着极为可怕的修为 这便是荒谷周家地盘 某座古老大殿之中 一位身着金色长袍的年轻男子 瞬间睁开眼睛 眼中充斥着凶光 他怒声道 是谁杀了我弟弟 他正是荒谷周家的圣子 周玄天 动玄境后期的强者 亦是南荒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拥有强大的周天霸体 战力滔天 而且他还修炼某种特殊的功法 实力深不可测 放眼南荒 周玄天在年轻一辈中 绝对可以排名前五 我倒是要看看 到底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他立刻开始推演 大到气息弥漫 灵气化作一条条秩序链子 疯狂演化 一注相后 周玄天喷出一口鲜血 力声道 竟然连血魂之术 都察觉不到对方的存在 难道此次玄仓死亡 并非人为因素 周玄天立刻起身 化作一道丛残影 消失在大殿之中 他打算去赤焰沙漠 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荒谷周家的一些强者 也纷纷离开 三天后 天幽谷玉 一片密林之中 二位朋友 看你们的样子 应该是出入天幽谷玉 可是要去前方的天幽城 那里混乱无比 不如和我们一起 大伙也好有个照应 当中神秀和严晨渝 进入密林之后 一位身材魁梧 面容憨厚的壮汉 带着一群人走过来 不用了 谢谢 严晨渝淡然道 壮汉闻言 失笑道 二位不用如此防备 我们没有恶意 既然你们不和我们一起 那还请小心一些 不要相信天幽城的任何人 说完之后 壮汉等人把路让开 中神秀神色淡漠 和严晨渝往前面走去 壮汉盯着两人的背影 憨厚的笑容不减丝毫 眼中却闪过一道幽光 而其他人 则是露出一抹冷笑 中神秀一言不发 继续往前走去 严晨渝却是停下了步伐 他转过身来 神色淡漠地看了壮汉一眼 刺了 他的身影一动 一道谢光闪过 壮汉还未反应过来 脑袋就搬了架 严晨渝握着壮汉的头颅 随手丢在地上 一脚踩下去 扑的一声 壮汉的头颅 犹如西瓜一般 被他一脚踩爆 在场的其他人 神色一愣 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 杀 严晨渝语气森冷 随手一挥 十二片青莲花瓣 飞射而出 啊 一阵惨叫声 这些人全部被青莲花瓣 轰成血雾 死相极为凄惨 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严晨渝看着四周的血雾 眼中露出一丝冷笑 没有过多理会 他立刻跟上 终神秀的步伐 师尊 刚才这群人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是天忧古域的劫掠者 喜欢杀人劫财 若是遇见落单的女性 甚至有可能会被她们 卖去天忧城当奴隶 严晨渝向终神秀解释道 天忧古域 属于三不管地带 自然混乱无比 其中有诸多黑暗的产业 杀人劫财 买卖奴隶 在这里极为常见 嗯 做得不错 终神秀轻轻点头 优柔寡断之人 注定走不远 严晨渝的心性不错 做事果断 手段很辣 倒是让他刮目相看 师尊你放心 我不会乱杀人的 严晨渝奄然一笑 心情非常不错 对他而言 没有任何事情 比师尊的理解更为重要 两人继续往前 穿越密林之后 一座黑色的城池 出现在两人眼前 城池巨大无比 里面有密密麻麻的建筑 让人眼花缭乱 一层厚重的黑色迷雾 笼罩在山空 带着死寂之气 让城池显得有几分神秘 这便是天忧城 天忧古域的核心地带 里面鱼龙混杂 齐聚着诸多强者 秀 两人身影一闪 飞向那座城池 城门口 当两人靠近的时候 几个身着盔甲 手持长矛的士兵走了过来 站住 这些士兵眼神森冷地 盯着终神秀和严晨渝 有事 严晨渝语气一冷 一股威压碾向这些士兵 在这天忧城 唯一的规矩 就是看拳头大小 天忧城属于三不管地带 根本没有所谓的将军和士兵 这些人都是城中天忧盟的人 刻意穿着士兵的衣服 用来唬一下外行 真正懂这里规矩的人 根本不会给他们丝毫面子 若敢拦路 直接震杀 感受到严晨渝身上的气息 这些士兵脸色巨变 连忙道 没事没事 寻常修士出现在这里 少不得被他们狠狠地搜刮压榨一番 若是遇见漂亮的女修士 那么或许会被他们直接卖去奴隶场 但是遇见强大的修士 他们自然不敢多言 严晨渝神色淡漠 和终神秀往城门走去 等一下 就在这时 一道阴沉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身着金色盔甲 满脸阴翼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这里 他背负双手 身上散发着练须境巅峰的气息 看向严晨渝的眼神充满了灼热 见过赵守卫 那些士兵立刻行礼 此人名为赵虎 是天忧萌某位大人物的亲信 在场的众人都得给他面子 赵虎没有理会这些士兵 他冷视着终神秀和严晨渝道 天忧城有天忧城的规矩 我怀疑你们携带私货入城 现在要带你们前去接受盘查 对对对 他们一定携带了私货 必须要盘查 那些士兵连忙点头附和 看向中神秀和严晨渝的眼神带着冷意 一旦被赵虎盯上的人 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中神秀和严晨渝停下脚步 赵虎脸上露出一抹得逞的笑容 都杀了 中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便往里面走去 严晨渝没有一丝犹豫 眼中寒芒浮现 瞬间杀向赵虎 一拳轰出 哼 还敢对守卫动手 最佳一等 赵虎冷然一笑 一拳迎上去 哼 两拳对碰在一起 一阵狂暴的威压爆发 周围的士兵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被碾成血污 啊 赵虎发出一声惨叫 一条手臂炸裂 化作血污 他的身躯倒飞十几米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严晨渝往前踏出一步 身影一闪 来到赵虎身旁 再次轰出一拳 砰的一声 赵虎的脑袋被轰爆 血肉飞洒 变成了一具无头尸 哼 严晨渝一脚踢出 将赵虎的尸体踢飞 狠狠地撞击在城墙上面 血水飞洒 他没有多看一眼 神色自若地往城中走去 第82章 点子扎手 换个目标 天幽城 大街上 中神秀和严晨渝并肩而行 城中扑面而来的是 浓郁的血腥味 地面周围的一些墙壁 被鲜血染红 带着几分恶臭 行道之中 时常会传出一阵阵惨叫声 鲜血从里面流淌出来 当街打斗 身像中杀戮 劫掠 在此随处可见 周围的一些人 看起来均是穷凶极恶 面目争鸣 正满脸凝笑地盯着 中神秀和严晨渝 显然将两人当做了肥羊 严晨渝轻语道 天幽城 共有三大势力 分别是天幽黑市 天幽盟 天幽阁 天幽黑市 负责做一些黑暗的生意 比如奴隶买卖 交易见不得光的私物 很多外界见不到的东西 都可以在黑市之中得到 不过一般人 纵然在里面得到东西 也容易成为他人的目标 很难活着将东西带着离开 天幽盟 则是一个强大的黑恶势力 笼络着无数穷凶极恶的修士 一些修士在外界走投无路 逃入天幽谷欲 会被天幽盟收留 替天幽盟解决一些麻烦的人和事 他们也参与各种肮脏的交易 烧杀劫掠 贩卖奴隶 一般而言 天幽黑市之中的奴隶 都是天幽盟弄来的 最终卖给天幽黑市 天幽黑市又以极高的价格 卖给一些需要的人 至于天幽阁 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势力 他们不会参与任何的奴隶买卖 也不会去做劫掠勾当 显得极为神秘 他们只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寻找一些特殊的宝物 而且他们弄来的宝物 不会对外售卖 而是运往一些特殊的地方 除了三大势力外 天幽城还有诸多小型势力 错综复杂 终神秘一言不发 继续往前走去 似乎是肥扬 跟上 在一个茶棚中 一位提着茶壶的中年老板 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茶棚之中的其他人宁笑一声 立刻站起来刺了 就在此时 一道清光暴尸而来 那位中年老板的眉心 瞬间被冻穿 一股鲜血喷涌出来 他神色呆滞地站在原地 生机全无 已然魂飞魄散 头儿 看到中年老板陨落 茶棚中的其他人脸色巨变 严晨鱼面无表情地看了过来 以巴掌拍出 轰隆一声 茶棚和那些人全部覆灭 严晨鱼神色淡漠地扫了周围一眼 便跟上终神秀的步伐 点子扎手 换个目标 一些不怀好意之人脸色一变 果断离去 他们喜欢捏软柿子 遇见不好惹的 自然不会去送死 严晨鱼跟上终神秀的步伐 师尊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严晨鱼好奇地问道 天幽盟 那里有一门还算不错的功法 终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哦 严晨鱼不再多问 天幽盟 助力在天幽城以东 数十座大殿林立 这里都是天幽盟的地盘 众多高手齐聚在这里 此处是出了名的兄弟 寻常人根本不敢靠近这里 一座古老的大殿中 一位面容阴柔的年轻男子 正满脸银鞋地 搂着两位美人的腰肢 轻轻柔捏 此人名为优业 是天幽盟的少盟主 练虚静中期的修为 少盟主 属下有事禀报 殿外 一道恭敬的声音响起 进来吧 优业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一位美人的下巴 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恭敬地行了一礼 禀报少盟主 赵虎被人杀了 嗯 谁做的 优业眉头一挑 赵虎是他的人 平日里负责给他敛财 整个天幽城 谁不知道 竟还有人敢动他 是一对男女做的 属下暂时还未探出他们的底细 中年男子道 优业嘴角微微上扬 这倒是有趣 赵虎有着炼虚静巅峰的修为 寻常人可杀不死他 看来那两人实力不弱 想来也是子府静的存在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中年男子问道 优业冷笑道 子府静又如何 敢在天幽城杀我的人 哪怕他们有三头六臂 都得给我乖乖趴着 联系一下印钱长老 让他去把那两人解决 嗯 男的杀死 女的留下 属下这久 中年男子的话还未说完 他的脑袋瞬间爆裂 鲜血飞洒而出 染红了优业面部 啊 优业身边的两位女子 神色惊恐 发出一阵惊叫之声 吵死了 优业眼中浮现一道寒芒 一柄长剑飞射而出 顿时将这两位女子斩杀 长剑飞回他手中 他舔了舔嘴角的鲜血 呸 优业满脸嫌弃地吐了一口唾沫 他冷笑连连地盯着大殿外 看来有人不知死活 挑衅到天幽门来了 殿外 一男一女走了进来 正是终神秀和严晨鱼 则则 竟然还有一位大美人 优业眼神灼热地盯着严晨鱼 丝毫不在意 眼前的两人是否有威胁 因为这里是天幽门 严晨鱼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瞬间出现在优业面前 一把抓住优业的手腕 使劲一折 咔嚓一声 优业的手臂被折断 长剑飞射而出 插在墙壁上 啊 优业发出一阵惨叫声 严晨鱼再次出手 死死地捏住优业的脖子 哈哈 优业疼痛之余 发出一阵凝笑声 他盯着严晨鱼道 这里是天幽门 我是天幽门的少盟主 你若敢动我 碰 严晨鱼没有废话 一拳轰出 直接将优业的脑袋轰爆 血水飞洒 染红四周的墙壁 一具无头尸躺在地上 又能如何 严晨鱼默然道 无二 突然 一道惊天怒吼声响起 一座大殿之中 一道人影冲出 天幽门中的其他强者 察觉到了不对劲 立刻冲向优业所在的大殿 很快 一位身着黑色长袍 满脸阴翼的中年男子 带着一群人出现在这里 中年男子 有着神葬境中期的修为 跟随他的人中 还有三位子辅境后期的修士 第八十三章 杀就杀了 又能如何 无二 中年男子盯着优业的尸体 眼中露出悲痛之色 他瞬间盯着中神秀和严晨鱼 怒声道 竟敢杀我 你们找死 他正是天幽盟盟主 忧恒 杀就杀了 你又能如何 严晨鱼冷然一笑 根本没把忧恒放在眼里 毕竟有师尊作证 他又有何惧 好 很好啊 拿下他们 我要将他们剥皮抽筋 用他们的血支点天灯 忧恒怒吼道 一群人瞬间杀向中神秀和严晨鱼 找死 严晨鱼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十二品青莲化作寒芒 暴射而出 啊 一阵惨叫声响起 那些人寝客间被青莲轰成血污 有点实力 三位子府境后期的强者健壮 顿时出手 并未太过将严晨鱼放在眼里 他们能够感受到 此女的修为并不高 见三位子府境后期的强者杀来 严晨鱼冷然一笑 立刻将破炉子寄出来 嗡 力量全部注入炉子之中 破炉子的威压骤然爆发 清光弥漫 符文呈现 空间一阵颤动 哄 他没有一丝犹豫 猛地将破炉子砸出去 轰隆一声 整个大殿化作虚无 方圆三百米 瞬间灰飞烟灭 一阵阵浓烟冲天起 遮掩视线 那三位子府境后期的强者 被轰成血污 魂飞破散 彻底死亡 啊 你找死 龙烟之中 忧恒飞升而出 此刻他全身的衣衫破烂 劈头散发 看起来有些狼狈 但并未受伤 严晨鱼脸色有些苍白 这破炉子太过可怕 请客间便抽干了 他全部的力量地面上 出现一个直径五十米的 圆形大坑 破炉子在大坑之中 大坑四周开裂 凶猛的威压弥漫 极为吓人 幽恒看了一眼 大坑之中的破炉子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没有 立刻对严晨鱼出手 而是立刻冲向大坑 想要将破炉子收起来 宝物 我的 幽恒满脸贪婪之色 哪里还有 刚才那覆死了儿子的悲痛 就在他刚靠近大坑的时候 忠神秀瞬间出现在他的面前 嗯 幽恒瞳孔一缩 下意识地出手 忠神秀伸出手 一个拳轰向幽恒的下巴 咔嚓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幽恒的下巴碎裂 头骨突出 整张脸直接爆裂 鲜血飞洒 他的身躯被轰入上空 忠神秀身影一闪 出现在虚空中 一脚踢出 碰 幽恒的身躯 被忠神秀一脚踢爆 化作漫天血舞 忠神秀眼中 没有丝毫波澜 一步踏出 来到严晨鱼面前 轻轻挥手 破炉子飞到严晨鱼身前 谢谢世尊 严晨鱼苍白的脸上 露出一抹笑容 他接过破炉子 将炉子收起来 蒙 蒙主他们死了 四周出现一大群人 他们神色惊惧地 盯着忠神秀 啪 忠神秀神色淡漠 随手打了一个响指 一阵烈焰爆发 整个天忧盟 顷刻间灰飞烟灭 所有人全部覆灭 去前面 忠神秀 副手往前面走去 我师尊才是真正的狠人 人狠话不多 严晨鱼按道一句 连忙跟上忠神秀 前行三千米后 忠神秀停下步伐 他一拳轰向下面 轰隆 地面顿时碎裂 一条地下通道出现 忠神秀 带着严晨鱼 往下面走去 入眼的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里面的东西非常多 堆积如山的金银 各种冰刃 功法 药材等等 忠神秀对严晨鱼道 将这里的药材全部收起来 嗯 严晨鱼轻轻点点头 将周围的诸多药材 全部纳入储物戒指之中 忠神秀往前走去 他轻轻推动一个货架 咔嚓 一道轻微的声音响起 货架自动往旁边移开 一个石室出现在忠神秀眼前 忠神秀神色自若地 往石室之中走去 石室里面有一份卷轴 一块巴掌大小的道园 忠神秀随手拿起那份卷轴和道园 卷轴表面上有三个古老的大字 炼魂术 这是一门灵魂修炼功法 玄妙无比 勉强能入他的眼 不过这门功法 还没有让他修炼的资格 此法倒是可以给严晨鱼 至于忠神秀自己 他有更好的选择 到时候会寻找一本特殊的书 那才是真正的灵魂大道 师尊 药材收好了 严晨鱼走了进来 忠神秀将卷轴递给严晨鱼 这是一门灵魂修炼功法 给你了 谢谢师尊 严晨鱼欣喜地接过卷轴 师尊给他的东西 肯定不是寻常之物 走吧 忠神秀清语 炼魂术可以让严晨鱼的灵魂大幅度提升 接下来还有一篇特殊的经文 也可以一并弄给对方 相对于炼魂术而言 那篇经文对严晨鱼妙用更大 天幽城 一条身像之中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靠着一张桌子睡觉 在他旁边 还有两位首持常见的魁梧大汉 等一下 你们可有入黑市的令牌 若是没有的话 需要缴纳万斤补办一款 其中一位魁梧大汉冷笑道 看向忠神秀和炎晨鱼的眼神 充满了阴影 想入黑市 没问题 先缴纳让他们满意的钱财 炎晨鱼默然道 你觉得我们需要缴纳吗 话音一落 他身上的威压瞬间爆发 碾压向那位魁梧大汉 找死吗 魁梧大汉后退一步 脸色阴沉无比 另外一位大汉则是踏出一步 死死地盯着炎晨鱼 眼中充斥着寒意 让他们进去吧 那位老者懒散地挥挥手 哼 两位大汉闻言 心中有些不爽看向忠神秀二人 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杀意 找死 炎晨鱼瞬间出手 两位大汉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他一巴掌拍成血污 忠神秀没有多言 禁止往前走去 仿佛这一切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刚往前走出机密之后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不见 炎晨鱼看了那位老者一眼 也没有多说什么 不急不缓地往前面走去 如此果断的年轻人 有意思 老者打了一个哈欠 继续睡觉 第84章 藏地皆影 九死赦命 黑市之中 来往之人络绎不绝 比天幽城街上的人还要多 各种摊贩 各种店铺 应有尽有 吆喝声不断 看起来极为热闹 这里是天幽黑市的地盘 无论是谁 只要进入这里面 就得受到天幽黑市约束 若是有人敢在这里闹事 那么下场一般都会非常惨 钟神秀和颜晨鱼 并肩走在大街上 周围之人并未赤裸裸地盯着他们 因为很少有人敢在这里闹事 颜晨鱼轻语道 这黑市之中 最为热闹的 应当属天幽拍卖行 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奴隶 秘宝 功法 师尊 我们要去拍卖行吗 钟神秀摇摇头 不去拍卖行 我带你去前面换一样东西 当然 得看你的运气 两人往前面走去 走了一会儿 一间通体黑色的商铺 出现在两人眼前 颜晨鱼顺停下脚步 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商铺 怎么感觉这间商铺 像急了一口黑色的棺材 这外形 这颜色 简直就是棺材 甚至连上面的屋顶 都是棺盖的类型 上面挂着一块白色的牌匾 有一个字 是 能见到这间商铺 看来你的运气不错 钟神秀轻语道 颜晨鱼愕然道 师尊 这商铺有什么讲究吗 你往周围看一看 钟神秀道 颜晨鱼立刻往四周看去 下一秒 却是瞳孔紧锁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刚才还是人来人往的街道 转眼之间 变成了一片乱葬岗 天地一片灰暗 黑色的迷雾笼罩远处 根本看不清这片天地 到底有多大 周围那里还有什么人 唯有一座座古老的墓碑 地面上全是赤红色的土壤 还有一些苍白 腐烂的手 从里面伸出来 散发着阴森的气息 随便一丝 仿佛都可以让人瞬间覆灭 诡异无比 这事 颜晨鱼心中一宁 连忙贴近钟神秀 有些莫名的恐惧 他自认为 自己是见过大风大浪之人 但是此刻 却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你的感觉没错 这商铺就是一口棺材 里面的老板 也是一个死人 钟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没有过多犹豫 他带着颜晨鱼 往里面走去 进入商铺之后 入眼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 老者躺在长椅上 穿着青色兽衣 身上散发着浓郁的死气 他的嘴中叼着烟杆 双眼紧闭 双腿轻轻挥动 显得极为惬意 除此之外 这商铺里面 还有几个货柜 货柜上面摆放着 一个个瓶瓶罐罐 不知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非常神秘 钟神秀二人进入 老者并未理会 依旧在抽着自己的汗烟 吐出的烟雾 呈现一片漆黑之色 严晨鱼下意识地 抓着钟神秀的手臂 而是鬼 游走在诸多古老禁区 百无禁忌 神秘无比 若是你兽缘将至 恰好遇见了奢命鬼 那么你可以找他奢命 百年 千年 万年 均有可能 当然 一旦你找了奢命鬼 奢了兽缘 你的晚年可能会发生 诡异变化 需要承担某种因果 最终会去往哪里 谁也不知道 白发老者闻言 缓缓睁开眼睛 他的眼睛呈现白色 看不到丝毫的黑色 诡异无比 倒是来了一个行家 说吧 你需要奢多少兽缘 奢命鬼放下烟感 严晨鱼脸上 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兽缘也能奢 奢命鬼怪笑道 什么都能奢 功法 宝物 灵药 兽缘 应有尽有 当然每种物品的价格不同 不知 你想要奢什么 严晨鱼立刻闭嘴 连兽缘都能奢 就感觉很诡异 付出的代价 估计不是一般的大 终神秀淡然道 我不奢命 也不奢宝物 我要和你交换一样东西 哦 你需要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甚至那代价 大到你根本承受不起 找他交易 需要付出一些特殊的东西 比如器官 灵魂 气韵等等 终神秀背负双手 眼神平静无比 我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只需要告诉一个 可以助你摆脱藏地的方法 所谓藏地接引使 只是藏地的奴隶 永生永世都得为藏地服务 难以摆脱藏地的束缚 他们生前 可能是各方的强者 死后被接引到藏地 为藏地做各种诡异的生意 生命鬼身体一震 他呼吸急促 颤声道 助我摆脱藏地 你认真的吗 我知道一艘幽冥船的所在地 你若是能登船 踏上幽冥 藏地契约便束缚不了你 终神秀清语道 幽冥船 生命鬼下意识地握紧拳头 身体再不住地颤动 作为藏地的接引使 他行走过很多古老的禁区 但是有些地方 不是他可以踏足的 那就是幽冥 幽冥到底在哪里 到底有多大 谁也不知道 那是禁忌和不祥 很少有人敢提及 你若告诉我 幽冥船在哪里 我可以把混沌引给你 终神秀淡然道 神墨灵园 希望你没有骗我 生命鬼思索了一下 随手一挥 一块硅甲飞向终神秀 这便是终神秀要的东西 终神秀接过硅甲 轻轻点头道 交易完成 说完 便要带着颜沉鱼离开 你说你知道我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那么我想问一下 我的未来如何 生命鬼下意识地问道 代价太大 你承受不起 终神秀莫然道 第85章 混沌残篇 无上造化 大街上 人来人往 吆喝声不断 颜沉鱼神色茫然地看着四周 刚才还在一片乱藏岗 转眼周围的环境 就发生了变化 哪里还有什么黑色商铺 哪里还有什么老人 他看向终神秀 只见终神秀手中 拿着一块硅甲 刚才发生的事情是真的 他所看到的一切 并非是幻境 师尊 刚才呢 颜沉鱼犹豫一下 开口问道 真的 终神秀轻语 那位老人有多强 颜沉鱼满脸疑惑之色 能施展如此诡异的手段 那老人的实力绝对不弱 比赤焰沙漠的 那句圣尸强术呗 钟神秀漫不经心地说道 颜沉鱼神色一宁 钟神秀将硅甲递给颜沉鱼 这上面有一篇经文 你好好研究一下 对你有巨大的好处 谢谢师尊 颜沉鱼接过硅甲 看了一眼 硅甲上面有一些古老的符文 看起来极为不凡 在触碰硅甲的瞬间 他发现自己灵魂深处的混沌清廉 竟然发出了一阵柔和的光芒 这让他有些惊奇 姑娘 你手中这硅甲有些不简单 不知可否给频道看看 一道惊疑之声响起 一位身着盗袍的钟年道士 出现在这里 目光正盯着颜沉鱼手中的硅甲 颜沉鱼收起硅甲 冷声道 我的东西凭什么给你看 啊 钟年道士愣了一秒 不知该说什么 钟神秀和颜沉鱼 没有理会这个道士 两人往出口走去 东西已经到手 没必要继续待在这里 钟年道士盯着两人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立刻跟上去 走出黑市 两人出现在一个杭道之中 那位钟年道士 也恰好走了出来 看到钟神秀和颜沉鱼的时候 他轻然一笑道 二位 好巧啊 是挺巧的 钟神秀没有犹豫 一拳轰出 这钟年道士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一拳轰爆 血色飞洒四周 不知死活 颜沉鱼讥讽一声 敢打他们的主意 简直是找死 钟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平静地往行到外走去 好像刚才的事情 根本不曾发生 一会儿后 两人来到一座客栈 天忧客栈 客栈之中的人不少 看到钟神秀和颜沉鱼出现 也只是看了一眼 却没有多言 这是天忧阁的产业 在这天忧城内 这里相对而言 倒是比较安全 不过这里的花费也非常高 两人点了一些美酒美食 钟神秀端起酒杯 品尝了一口美酒 周围的众人正在小声谈论 各位听说没有 赤焰沙漠发生了诡异变化 原本的沙漠已经消失不见 诡异的黑色迷雾 笼罩了四面八方 这事情我倒是听说了 似乎还有荒谷世家的强者 前去探查 好像还动手了 不单单荒谷世家 还有一些大势力的强者 他们联手攻打赤焰沙漠 最终只有荒谷周家的圣子 活着离开 其余人全部陨落 损失惨重 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禁区 还是莫要轻易踏足 众人议论纷纷 赤焰沙漠的一变 已经彻底传开 果然有强者前去查探赤焰沙漠 可惜那里已经变成禁区 有师尊所言的禁忌生灵 纵然是大能去了 都不见得可以活着出来 吃饭 钟神秀淡然道 严晨渔埋头夹菜吃 不再多言 一顿饭后 两人花费极高的价钱 在天忧客栈住下 打算直接住到天忧会门开启的那天 好好琢磨那块硅甲 钟神秀对严晨渔道 笨 严晨渔严肃的点头 钟神秀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剑钟神秀离开 严晨渔将硅甲拿出来 认真观察 过了好一会儿 问 严晨渔灵魂深处的混沌清廉 爆发一阵混沌之力 硅甲发出一阵幽光 上面的符文晃动 纷纷进入严晨渔的眉心 这事 严晨渔瞳一缩 不敢大意 立刻认真参悟起来 一转眼 天忧会盟举办之七到来 客栈之中 参悟得如何 钟神秀看向严晨渔 这段时间 对方的境界并未突破 依旧是炼虚境巅峰 但气息却强了几倍不止 实力提升巨大 严晨渔欣喜地说道 师尊 我已经得到了混沌影 这篇经文玄妙无比 竟然和我灵魂深处的混沌清廉有所联系 我发现修炼此经文 我隐隐能够控制混沌清廉的一丝力量 虽然只是控制一丝力量 但依旧极为不凡 混沌清廉的一丝力量 碾杀子腐静的修饰 他感觉不会有丝毫问题 意料之中 钟神秀淡淡一笑 混沌影 只是一部经文的残片 若是能够通过混沌清廉 推演出那门无上经文 那对严晨渔而言 才是真正的大造化 谢谢师尊 给我这么玄妙的经文 严晨渔神色认真的说道 钟神秀淡笑道 混沌影只是某部经文的残片 算不得有多么玄妙 不过对现在的你而言 倒是比较合适 接下来好好运用这门经文 认真挖掘一下 混沌清廉的妙用 你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嗯嗯 严晨渔握紧拳头 神色严肃地点头 只是他很好奇 师尊说的某部经文 是指哪一门经文 钟神秀知晓 严晨渔想什么 他轻语道 混沌影是混沌经的残片 混沌经 严晨渔神色一愣 钟神秀轻轻点头 混沌经是上古无上经文之一 蕴藏混沌大道 你若是能够通过混沌影 挖掘混沌清廉 从而得到混沌经的话 你的努力还不行 还得靠你的运气 若是严晨渔得到混沌经的话 那么他的体质 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甚至有可能成长为混沌体 上古至强体质之一 混沌经天大的造化 严晨渔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呼吸有些急促 只觉得热血沸腾 浑身充满了浓浓的斗志 若是能够得到那等无上经文 未来的路也能走得更远 钟神秀但孝道 先做好眼前之事 没必要想得太远 天忧会盟即将开始 我们现在前往天忧山 好的师尊 严晨渔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第八十六章 这种神秀 不简单啊 天忧山 位于天忧古域最北边的位置 连边的山脉一望无际 在山脉中央的位置 有一座高五千米的巨大山岳 山岳助立在天地间 呈现漆黑之色 周围有黑色迷雾笼罩 让人看不清里面的景物 神秘无比 这便是天忧山 上面有古老静置笼罩 寻常之人根本进不去 放眼难慌 天忧山或许算不上禁区 但绝对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地带 传闻十万年前 曾有一尊圣人级别的强者 在天忧山玷污道 留下了神秘的大道宝藏 十万年来 有不少强者前来探查这片地带 甚至攻打过天忧山 结果却被挡在境之外 难以登上山岳 天忧会盟 便在天忧山脚下进行 此番参加会盟的 一共有四大皇朝 大夏皇朝 北黎皇朝 天兰皇朝 玄丰皇朝 山脚下 一个平坦的地带 四大皇朝的一些强者齐聚在一起 美酒美食均已经备好 还有歌姬在翩翩起舞 大夏皇朝的阵营 此番来了不少人 圣道学院的副院长赵无极 天忧学院的应长老均在其中 世尊 我给你倒酒 严晨宇给忠神秀到了一杯酒 非常乖巧 忠神秀端起酒 看了一眼高耸入云的天忧山 眼中露出一抹沉思 按照时间节点来算 三年后 天忧会盟开始 天忧山上面的静置 也会随之开启 到时候才可以登山 现在天忧会盟提前开始 不知者天忧山上的静置 是否会开启 若是不开启的话 他也只能自己动手了 这静置虽然强大 但是挡不住他的天荒地若延 忠风主 这次其余三大皇朝 来了不少厉害的年轻人 你可有想法出手 赵无极笑着问道 眼底深处却有一抹意思 之前的忠神秀 还是靠关系 当了圣道学院的教习 没想到转眼间 这家伙就变成了单风的副风主 实在是让人唏嘘 最为关键的是 这家伙才十八岁 十八岁就当副风主 让他这老家伙有些汗颜 忠神秀轻语道 此事交给年轻人即可 赵无极苦涩一笑 年轻人 说的你不是年轻人似的 不过这片天地 以实力为尊 衡量一切的标准 不是年纪 而是修为 只要你修为足够强大 那么你就是前辈 纵然是一些年纪 比你大几百岁 上千岁的老家伙 若是修为不如你 遇见你也得老老实实地叫一声前辈 忠风主 应长老也是满脸怪异地 盯着忠神秀 对于圣道学院的事情 他也有所耳闻 没想到一个关系户 竟然变成了担风的副风主 不过他也不是愚笨之人 虽然圣道学院没落了 但也不至于让一个关系户 轻易去当担风的副风主 这其中肯定是有特殊缘由的 这忠神秀不简单 夏皇深深地看了忠神秀一眼 上次他就觉得忠神秀不简单 这一次更是如此 对方深不可测 严陈渝看了众人一眼 轻语道 这样的小场面 我师尊没必要出手 夏皇哑然一笑 心中对严陈渝却充满了期待 大皇子严默端着一杯酒 默默地品尝 也不多言 外人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 就在这时 上空出现一尊庞然大雾 青鸽飞升而下 带着一阵强大的禁风 严洛雪和凤华站在青鸽背上 来了 夏皇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这便是那尊青鸽吗 这位凤华教习更加不简单 应长老按道一句 天舞学院也探查过凤华的底细 却没有查出丝毫有用的信息 但是天舞学院的院长已经下过命令 万万不能得罪此人 此人极度危险 连院长都忌惮无比 这是 其余三大皇朝的人看到青鸽飞升而下 不禁脸色一变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六级妖兽的气息极为可怕 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 六级妖兽 三大皇朝也出来了一些强者 看到青鸽的时候他们瞳孔一缩 六级妖兽相当于万象镜的强者 战力极为可怕 竟然有人能驯服这样的妖兽 实在是让人震惊 就 青鸽来到上空五十米的位置 缓缓停了下来 咻 严洛雪和凤华飞升而下 青鸽 自己去玩吧 严洛雪对着青鸽挥手 就 青鸽挥动翅膀 往天际冲去 见过父皇 严洛雪开心地往夏皇走去 夏皇打量着严洛雪 眼中露出一抹激动之色 你踏入子府境了 严洛雪欣喜地说道 多亏了我师尊 夏皇看向凤华 眼中浮现一丝凝重之色 终神秀和凤华都极为诡异 但二人给他的感觉完全不同 终神秀给他的感觉是 不显山不漏水 让他难以看出任何东西 但凤华不同 仅仅是看一眼 夏皇便明白 此人的实力非常可怕 修为极有可能超越了他 对方身上带着某种特殊的道运 绝对不是动玄境修是能有的 凤华轻然一笑 微微抱拳道 见过夏皇 夏皇宁声道 凤华风竹请落座 凤华轻轻点头 随意在终神秀旁边坐下 他看了终神秀一眼 轻声问道 终丰主 之前你们去赤焰沙漠 可知那里发生了什么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说道 一尊禁忌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凤华神色一致 眼底深处露出一丝凝重 禁忌 之前他去过赤焰沙漠 但是那里面的力量太过诡异 即使是他都难以踏入其中嘶吼 终神秀所谓的禁忌 绝对是超越圣人级别的存在 禁忌存在 那是他都不敢轻易触碰的东西 终神秀却说得如此轻松 一尊禁忌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想到这里 凤华不禁深深地看了终神秀一眼 这位中风主的修为到底有多强 之前他认为 终神秀纵然修为再强 也不会超越圣人之境 但是此刻 凤华心中似乎有些细微地动摇了他 看不透对方的修为 而对方提到禁忌之时 又如此的平静 似乎并未将其放在心上 这让他感到震惊 第87章 没有突破 你好废啊 颜洛雪给下黄到了一杯酒后 便在凤华旁边坐下 他看向颜晨鱼 傲然道 颜晨鱼 你似乎还未突破呀 颜晨鱼身上有脸器的宝物 他根本看不透对方的修为 不过颜洛雪隐隐感觉 颜晨鱼可能并未突破 那又如何 颜晨鱼神色淡漠 颜洛雪娇笑道 果然没有突破 你好废啊 你已经被我碾压了 或许吧 颜晨鱼淡淡地回了一句 又道 不过打你这样的 一巴掌可以打死十个 切 吹牛谁不会啊 真要一战 现在我可不惧你丝毫 颜洛雪满脸高傲 踏入子府境之后 他的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且 他挖掘了一部分天凤地硬的力量 掌握的手段比之前更多 对方若是动用那个破炉子 他便动用天凤地硬 鹿死水手 尚未可知 自以为是 废柴 颜晨鱼一开目光 懒得理会颜洛雪 已经被他超越多次的人 没有资格当他的对手 哪怕对方的境界超越了他 依旧难以成为他的劲敌 你 好可恶啊 颜洛雪见颜晨鱼无视自己 又是一阵恼怒 可恶的颜晨鱼 非得让自己把他打趴下 他才明白 谁才是真正的废柴 见个方之人来得差不多了 下皇看向其余三皇道 各位 按照老规矩 接下来每个皇朝划定出三块疆域 其余三皇轻轻点头 好 此番他们带来参战的年轻人 都是皇朝内的佼佼者 他们对那些年轻人充满了信心 下皇看向旁边的 一位身着紧袍的老者 这是大夏皇朝的国师 玄天成 玄天成往前走去 他随手一挥 一份大夏疆域地图悬浮而起 疆域上有三个板块被画上红圈 玄天成轻语道 此番我大夏 拿出了幽云苍三周做赌注 幽云苍三周 其余三大皇朝的人轻轻点头 这三周处在边界 倒是不错 恰好适合他们 到你们了 玄天成看向三大皇朝之人 三大皇朝的国师上前 各自拿出了一份地图 同样划分了三个周 四大皇朝 十二个周 每个皇朝派出三位年轻人 可以对其余三大皇朝的发起挑战 赢一场便是一个周 若是能够将全场赢一次 那么九大周将全部被拿下 废话不多说 此次便先由我大夏 来开局吧 夏皇轻语道 他看向严诚于三人 但笑道 你们谁先出手 我先来吧 严莫起身 往前方走去 他身上散发出 子辅境初期的气息 子辅境初期 幽云苍三周 离我北离最近 便由我北离皇朝参战吧 北离皇轻语道 他看了身旁的 一位年轻人一眼 那位年轻人 神色自若地走出来 北离 烟幕 请赐教 烟幕对着严莫微微抱拳 眼底深处却藏着一丝不屑 他在半月前 已经踏入子辅境中期 区区子辅境初期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是 他的对手 请 严莫神色平静 烟幕没有废话 立刻出手 两位子辅境的强者 立刻交锋 地面顿时一阵晃动 恐怖的力量 席卷四面八方 世尊 我大皇兄 才有子辅境初期的修为 他能赢吗 严洛雪低声问道 凤华淡笑道 谁告诉你 他只有子辅境初期的修为 难道不是吗 严洛雪 满脸疑惑之色 凤华轻语道 你这大皇兄可不简单 他真正的境界 应该是子辅境后期 什么 子辅境后期 严洛雪瞪大双眼 在他印象中 大皇兄的天赋 一直都很强 拥有大下传承的 大下皇体 八岁的时候 便入了天舞学院 被一位强者收为弟子 但是对方极为低调 一年见不到几次 每次见到对方 对方都是不显山不露水 显得非常神秘 没想到 对方竟然踏入了 子辅境后期 真的太厉害了 嗯 凤华轻轻点头 严晨鱼看着严沫 眼中浮现一抹复杂之色 这位大皇兄 确实天赋绝佳 可惜爱上了一位 不该爱的女子 最终也是惨败收场 或许该提醒一下对方 否则要不了多久 对方便会走向负面 哄 严沫和烟幕交手片刻 一阵巨响声传出 烟幕便被一拳轰飞 一口鲜血喷出 直接落败 承让 严沫对着烟幕微微抱拳 你 稳住身体之后 烟幕脸色难看无比 本以为自己可以轻松镇压对方 没想到竟然反过来了 对方哪里是什么子辅进初期 明明是在伴珠吃虎 子辅进后期 三大皇朝强者轻轻一叹 大夏皇朝 当真是人才辈出 好 夏皇大笑一声 心情非常不错 赵无极轻轻一笑 看向严沫的眼神 充满了赞许 严沫的师尊可不简单 那是一位万象进后期的强者 是天舞学院的副院长 实力可比圣道学院的大院长强多了 第一场 是我北厘败了 北厘皇陈应道 此番北厘来了一位子辅进初期 另外子辅进中期 本以为有不小的把握 现在看来 三场估计都要败 严沫轻语道 在下还想和北厘的另外两位道友切磋一番 可以一起上 显然 他打算一个人拿下北厘的三周 北厘皇轻轻一叹 对着身边的两位年轻人道 你们出手吧 那两位年轻人对视了一眼 没有犹豫 立刻出手 他们纵然联手 也肯定不是严沫的对手 但是既然都来了 自然要展露一下实力 三人快速交手 没过多久 北厘皇朝的两位年轻人被击败 严沫对着北厘皇行了一礼 便转身退场 夏皇笑着道 北厘皇 黄州 瑶州和宇州 我便收回了 嗯 也算是物归原主吧 北厘皇轻轻点 这三周 原本就是上一次会盟 从大夏皇朝迎过来的 这一次倒也算是物归原主 想要重新夺取过来 也只能等到百年之后的下一次天幽会盟 而且 北厘皇朝也并非直接被淘汰了 因为接下来 他们依旧可以对另外两个皇朝发起挑战 若是能夺取另外两个皇朝的疆土 也不算亏 当然 这需要等大夏皇朝挑战结束之后 他们才能进行挑战 你们谁第二赏 夏皇看向严沉瑜和严洛雪 我来吧 严洛雪立刻往前走去 第八十八章 天赋一般 倒映一般 子府近初期 看来我玄丰皇朝还有机会 玄丰皇立刻对着身边之人挥手 这一次 玄丰皇朝来了三位子府近中期的年轻人 若是严末出手的话 他们自然没有丝毫机会 不过现在大夏皇朝那边出战的 是一个子府近初期的小丫头 而且并未隐藏修为 玄丰想要夺取一周 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天兰皇刚要开口 便见玄丰的一位年轻女子飞升而出 这让她眉头微微一皱 机会难得 却被玄丰抢了 天兰皇朝的情况也差不多 这一次派来的三位年轻人 同样只有子府近中期的修为 一个子府近后期都没有 若是等下严末再次上场 他们的情况可不妙 毕竟天忧大会可没有规定 不能让参赛者轮流参战 玄丰皇朝 玄丫 请 玄丰皇朝率先出场的是一位年轻女子 气息很强 子府近中期 放眼年轻一辈中 也算是不弱的存在 甚至能媲美一些老家伙 大夏皇朝 严落雪 严落雪微微抱拳 两人对视眼 立刻出手 这严落雪的突破速度倒是很快 斩妖大会的时候 似乎也才练虚境后期吧 应长老神色惊讶地看着严落雪 此女上次在斩妖大会排在第二 她还是极为有印象的 赵无极但笑道 圣道学院的弟子自然不弱 应长老翻了一个白眼 你圣道学院的弟子 能拿得出手的就那么几个 此女修炼速度如此之快 关键点不在于圣道学院 而在于那位凤华丰主 对方现在可是圣道学院武道锋的副丰主 与终神秀有些相似 都是莫名其妙地成为了副丰主 极为诡异 想到这里 应长老不禁看向严陈渝 上次此女夺取了斩妖大会的第一 不知此次会如何 不过此女的气息内敛 身上有宝物 她倒是看不出对方的真正修为 这倒是让她有些好奇哄 十招之后 场中传出一声巨响 一柄长剑坠落在地上 玄风皇朝的玄鸟败了 她的兵刃脱手 严落雪的长剑正抵在她的脖子上 承让 严落雪轻语道 玄鸟微微一愣 眼中充满难以置信之色 对方不过子府境初期 但战力却极为可怕 她甚至都没有看清对方的动作 她就莫名其妙地败了 而且 对方似乎并未动用权力 这让她心中有些苦涩 大夏皇朝 都是这样的妖孽吗 越个级战斗 就如喝水一样简单 倒是有点实力 严陈渝淡淡地说道 终神秀陈应道 严落雪的综合战力 应该达到了子府境中期巅峰 隐隐可以战子府境后期 看来又参悟了一部分天凤地印 隐隐可战子府境后期吗 确实很强 严陈渝面带思索之色 她本身的战力就能越一个级 若是动用近连三世 还能再越一个级 似乎可以战斗子府境中期的存在 至于子府境后期 若是不动用破炉子的话 她倒是没有太大的把握 当然 也不是不能一战 想要获胜 可能性很小 但隐隐一战的话 她感觉自己还行 凤华轻然一笑道 小徒机缘不错 不过相当对于中风主的弟子而言 恐怕还是差了一些 终神秀看了严陈渝一眼 神色平静地说道 我这徒弟天赋一般 倒映一般 突破速度一般 恐怕还是比不得凤华 叫习的弟子 一旁的赵无极哑然一笑 知道这两人都是谦虚的说法 不过她也很好奇 此刻的严陈渝和严落雪 到底谁更强 若是严陈渝同样踏入了子府境 严落雪估计要逊色几分 但若是对方还未突破 这倒是有些不好说 这一场我玄风败了 不知夏皇想要哪一周 玄风皇看向夏皇 夏皇但笑道 不急 再等等 玄风皇闻言神色一致 他明白夏皇的意思 看来这严落雪还要继续出手 严落雪看向玄风剩余的两位年轻人 没必要浪费太多时间 二位可以一起出手 玄风皇眉头一皱 夏皇但笑道 没事 可以一起出手 若是这场我大夏败了 你们依旧只赢一周 他对严落雪充满了信心 这一站大夏肯定不会败 行吧 玄风皇也没有拒绝 他对着身边的两位年轻人挥手道 你们一起出手 那两位年轻人没有废话 直接出手 而且还祭出了领宝 没有丝毫犹豫 都动用了权力 这一次 严落雪用了三十招 三十招之后 玄风二人落败 他们脸色苍白 眼中充斥着不甘两位子府进中期联手 竟然不是一位子府进初期的义和之敌 这让他们有些莫名的绝望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真的就这么大吗 放眼他们所在的玄风皇朝 年轻一辈中 他们最起码可以排名前三 没想到在这里却根本不够看 大夏不愧是圣人诞生的皇朝 实在可怕 承让 严落雪收起长剑 转身离场 夏皇笑着道 玄风皇 西州 洛州 河州 这三州我大夏便收下了 玄风皇轻轻点头 道 还望夏皇善待三州百姓 夏皇神色严肃地说道 玄风皇请放心 三州归属我大夏之后 百年内除了玄风退兵这一点外 大夏不会干预三州百姓的正常生活 若是百年后 玄风引走三州 三州依旧是现在的三州 嗯 玄风皇汉手 为何大家都愿意来参加天幽大会 就因为 几方可以兵不血刃地划分疆域 而且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夏皇笑着道 我大夏还有一人 众人瞬间看向大夏阵营 这最后一人 作为压阵的存在 实力肯定不弱 难道比炎末还要强 想到这里 天兰皇不禁有些苦涩 现在还剩下他天兰皇朝的三州 去吧 钟神秀看向颜晨鱼 好 颜晨鱼神色自若地往场中走去 他身上的气息弥漫 炼须境巅峰 没有丝毫隐藏 大夏皇朝 北离皇朝 天兰皇朝 玄风皇朝 第八十九章 谁是废柴 你倒是说 炼须境巅峰 众人感受到颜晨鱼身上的气息后 不经神色一乐 本以为颜晨鱼是压轴的存在 没想到 对方只有炼须境后期的修为 这让他们一阵哭笑不得 炼须境巅峰吗 赵无极神色有些怪异 他还以为颜晨鱼已经突破了 看来是他多想了 虽然颜晨鱼没有突破 但是不知为何 他对颜晨鱼却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这种期待 比对炼落雪的还要强烈不少 因为他知道炼落雪的倒映 那是传说中的圣品倒映 修炼速度快也很正常 而颜晨鱼不同 如终神秀所言 他倒映一般 天赋一般 突破速度一般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 踏入炼须境巅峰 确实让人感到无比震惊 炼须境巅峰的修为 使用秘法之后 真正战力又得有多强 看来他真的没有突破 颜落雪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这是被自己碾压了呀 谁才是废柴 颜晨鱼 你倒是说话 凤华笑着摇摇头 你可别太过开心 他虽然没有突破 但真正一战的话 你也不见得是对手 以他的眼力 自然能够发现颜晨鱼的特殊 此女的肉身 似乎经历了特殊的锻造 丝毫不弱 对方单凭肉身的力量 应该可以碾压一般的子辅境修饰 那可不一定 颜落雪吐了一下舌头 他可不认为自己会弱于颜晨鱼 刚才与那三人交手 他可没有动用权力 颜晨鱼来到中央地带 他看向天兰皇朝的阵营 轻语道 天兰皇朝可以三人一起出手 三人 天兰皇朝的三人 都是子辅境中期啊 他练须境巅峰的修为 竟然要挑战三位子辅境中期 这是疯了吗 他是不是和颜末一样 也隐藏了修为 练须境和子辅境之间 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 他能跃及战子辅境初期的存在 也算是逆天之辈了 若是战三位子辅境中期的修饰 我感觉他有些自负了 众人神色惊讶地盯着颜晨鱼 夏皇 你看 天兰皇满脸无语地看着夏皇 之前颜末和颜落雪 似乎也没有这么狂妄嘛 他天兰皇朝 看起来像是软柿子嘛 夏皇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大家没必要浪费时间 若是此战我大下败了 戏 和三周 可以一并给天兰 什么 一场三周 众人瞪大双眼 夏皇这是对颜晨鱼有多大的信心 才会说这种话 要知道 刚才颜落雪已一敌二 似乎夏皇也才得一周吧 父皇他 颜落雪微微一愣 这是对颜晨鱼有十足的信心吗 事实上 夏皇对颜晨鱼没有丝毫信心 但不知为何 他莫名地选择相信颜晨鱼 他觉得颜晨鱼肯定会给他一个惊喜 天兰皇闻言 神色有些凝重 他可不认为夏皇是糊涂之人 对方敢如此豪赌 显然是有巨大的把握 他看向天兰的三位年轻人 既然夏皇都这样说了 你们就一起出手吧 记住 莫要轻视你们的对手 那三位年轻人行了一礼 便飞升而出 他们看向颜晨鱼的眼神 充满了凝重 一个练须境巅峰的修士 却要挑战他们 三位子府境中期的修士 这不是疯了 就是有十足的医仗 很显然 后者的可能性很大 颜晨鱼往前踏出一步 修为瞬间暴涨 一步踏入子府境初期 同时他运转混沌影 嗡嗡嗡 在他灵魂深处 混沌清廉微微颤动 一股恐怖的混沌之力弥漫 在他的齐精八脉之中运转 极为顺畅 并未给他带来丝毫不适 这是肉身力量提升的好处 他只觉得一拳下去 仿佛可以打爆一座山岳 颜晨鱼握紧拳头 身上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涌入拳头之上 一道黑色混沌之力 浮现在他的拳头上 形成黑色的诡异权映 那是 凤华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以他的眼力 自然知道 那黑色的气息是什么 他曾在一片古老的禁区 远远地见过类似的力量 他不禁看向中神秀 却见中神秀神色平静地喝酒 对这一切似乎 并未感到丝毫意外 谁凤华好似明白 为何中神秀提到禁忌之时 那么的漫步惊心了 出手吧 颜晨鱼看向眼前的三人 他不喜欢废话 也不喜欢浪费时间 既然要出手 那便一招结束战斗 出手 天蓝皇朝的三位年轻人 感受到了颜晨鱼 拳头上的恐怖力量 不禁脸色巨变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寄出法宝 向着颜晨鱼杀去 颜晨鱼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对着冲来的三人便是一拳 哄 这一拳轰出后 空间瞬间发出一阵爆裂声 地面疯狂开裂 黑色的拳印扑面而出 璀璨黑光 笼罩天地 黄暴的气浪席卷 净风声不断呼啸 混沌眼花 天地化作一片漆黑之色 让人看不清眼前之景 恐怖的混沌气息弥漫 好似碾压天地万物 寂灭众生 凶利异常 咔嚓 混沌一出 凶威滚滚 那三人手中的法器 被混沌之力浸染 顷刻间碎裂 霸道的混沌之力 将它们笼罩 让它们难以动弹丝毫 仿佛灵魂都要被撕裂了 生不出任何的抵抗之心 完了 这是三人内心的想法 眼中露出惊惧之色 不好 当严晨鱼这一拳轰出的时候 天蓝黄不禁瞳孔紧缩 他立刻出手 一道力量屏障 瞬间出现在严晨鱼 和那三人中间 咔嚓 严晨鱼的拳头 狠狠地轰击在那道力量屏障上 力量屏障直接被它轰碎 全硬的力量减弱了不少 却有一部分轰击在那三人身上 碰 那三人被一拳轰飞上百米远 狠狠地坠落地面 他们衣衫破烂 浑身鲜血 身上的气息虚弱无比 直接丢了半条命 若不是刚才天蓝黄出手 估计这三人会直接灰飞烟灭 第九十章 气死我了 给我等着 严晨鱼收回力量 天地间的混沌之气有所减弱 却并未消散 混沌纵横三百里 不断演化各种神秘的异象 古老的声音响起 犹如诸天神明正在吟唱 天蓝黄来到那天蓝 那三位年轻人身边 立刻拿出丹药给三人服下 三人身上的气息有所恢复 严晨鱼看了天蓝黄一眼 沉吟道 刚才一拳 有些说不住 还望见谅 天蓝黄深深地看了严晨鱼一眼 并未多言 他随手一挥 带着三位年轻人退下 刚才严晨鱼的一拳 绝对不是练须镜可以发出来的 即使是子辅镜巅峰的修士 也不见得可以施展出 那么可怕的一拳 此女实在诡异 夏黄眼中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继而轻笑道 天蓝黄 蓝峰 蓝台 蓝寻三周 我大下便收下了 此刻他的心情非常好 严晨鱼果然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 自己这个 嗯 天蓝黄轻轻点头 倒也不会在这种事情上 耍赖严晨鱼退下 在终神秀旁边坐下 脸色有些苍白 终神秀淡然道 你的灵魂力虽然不错 但还承受不住这种力量 还得好好修炼一下 刚才严晨鱼运转混沌营 调动了混沌清廉的力量 这种强大的力量 并未对他的真元和肉身 造成丝毫影响 但是对于灵魂的消耗 却极为巨大 这也是终神秀说 要体 法 魂三修的原因 越是使用强大的力量 越需要强大的灵魂控制力 若是灵魂力量太弱 很容易被反噬 这和炼丹 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严晨鱼的体质 在玄黄之气 龙丘精血 混沌影三者的加持下 提升到了一个极为强大的境界 自然可以适应混沌之力 至于他的灵魂 虽然比寻常修饰要强上很多 但依旧承载不了强大的混沌之力 还得继续修炼炼魂术 我明白了 严晨鱼轻轻点头 这次的消耗 也让他明白 强大的力量 并非是那么容易掌控的 还要继续努力才行 师尊给他的练魂术 他还未修炼 接下来倒是可以派上用场 他 好强 严洛雪脸色有些苍白 看向严晨鱼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 刚才那一拳 若是轰向他的话 他不认为自己的下场 会比那三人好多少 严晨鱼不屑地扫了严洛雪一眼 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废柴 严洛雪犹如被踩了脚的猫一般 瞬间炸毛 他咬牙切齿地盯着严晨鱼道 不服 单挑啊 你看我做不做你就完事了 就你 能不能挡住我一拳都难说 严晨鱼闭上双眼 不再理会严洛雪 小小菜鸡又菜又爱玩 迟早一巴掌 把你拍地上爬不起来 你 气死我了 你给我等着 严洛雪恼怒地攥紧拳头 英雄 不知我胜道学院的弟子 可还能入你的眼 赵无极满脸笑容地看着应长老 岂止是入眼 简直让我惊掉下巴 应长老神色严肃地点头 就刚才严晨鱼施展的力量 让他这位动玄境的修士 都感到无比心境 这还只是练虚境巅峰啊 若是此女修为继续提升的话 又得有多么可怕 赵无极满足的大笑 心情顺畅无比 只要这些年轻人不夭折 胜道学院复苏 也是迟早之事 想到这里 赵无极不禁看向中神秀 做弟子的已经那么不凡 这做师傅的又得有多么可怕 可惜他家伙太过低调 向来不暴露自己的修为 让人很难看透 中神秀并未理会赵无极 此刻他的视线正在盯着天幽山 阵法的力量有所减弱 虽然天幽大会的时间提前了 但是剧情的走向 似乎并无太大变化 今日这天幽山肯定能开启 凤华也在盯着天幽山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显然也是察觉到了什么 严晨渝的视线也落在天幽山上 若无意外的话 今日天幽山肯定会开启 嗯 突然 中神秀眼睛一眯 天地间的混沌之力并未消散 正在疯狂汇聚 不断腐蚀天幽山的阵法 看来要提前了 中神秀按道一句 咔嚓 一阵清脆的碎裂声响起 天幽山的阵法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碎裂 一股股黑色雾气 从里面喷涌出来 带着古老神秘的气息 让人莫名的心计 如此惊变 让在场的众人一惊 夏皇等人立刻起身 死死地盯着天幽山 眼中露出一抹灼热之色 天幽山的传闻 他们自然知晓 曾有强大的圣人 再次悟到 还留下了大道宝藏 天地之间 谁不心动 看来天幽山的阵法 要解除了 其余三皇眼中 闪过一道金光 呼吸急促无比 若是能够得到 圣人留下的道藏 他们定然可以更进一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一注相后 天幽山的阵法 彻底解除 巨大的山岳 里面传出一阵阵 猛兽的咆哮声 哪里还有之前的寂静 师尊 严落雪看向凤华 凤华看了众人一眼 话音一落 他随手一挥 立刻带着阎落雪 冲向天幽山 夏皇看向忠神秀道 忠风主 劳烦你照顾一下陈鱼 随后他对阎末道 阎末 随我登山 好 阎末轻轻点头 咻 两人立刻冲向天幽山 赵无极和应长老 也没有丝毫犹豫 天兰皇等人快速跟上去 大造化就在眼前 他们自然不会错过 忠神秀刚要带着阎陈鱼上去 却是眉头一皱 他看向阎陈鱼道 我之前给你说的话 你可记住了 记住了师尊 阎陈鱼神色严肃地点头 忠神秀已经将那天蚕道一的所在地 和获取方法告诉他 接下来他不用登上山巅 只需再半山腰即可 相对于山巅而言 半山腰倒是安全不少 忠神秀沉饮一秒 随手将一块宝玉递给阎陈鱼 你先去夺取天蚕道一 若是遇见危险 便捏碎这块宝玉 记住暂时不要登山 我现在有点事情 到时候再去找你 好的 阎陈鱼接过宝玉 去吧 忠神秀轻轻挥手 阎陈鱼立刻冲向天幽山 忠神秀化作一道残影 转身离去 第九十一章 天蚕道一 天幽山巅 离天幽山万米的一座高山之巅 忠神秀盘膝而坐 立刻闭上眼睛 观看自己灵魂深处的那颗灰色种子 之前吞噬诸多玄黄之气候 这颗种子没有丝毫一变 现在倒是突然有了变化 灵魂深处 鸿蒙塔碎片正在围绕灰色种子旋转 鸿蒙之气弥漫 源源不断地涌入灰色种子之上 道运浮现 古老的力量一出 二者似乎建立了某种联系中 神秀内饰灰色种子 此刻灰色种子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 原本是干瘪的种子 此刻饱满了不少 上面出现七道古老的花纹 呈现七彩之色 看起来极为诡异 忠神秀凝视着这七道花纹 只觉得灵魂有些刺痛 它的灵魂估计会在瞬间被撕裂 这种子到底是何来历 忠神秀暗存道 灰色种子已经有所亦变 现在是七彩之色 它是否会发芽呢 从而变成一棵神秘的大树 原本鸿蒙塔碎片处在它灵魂的最深处 此刻却是围绕着这颗种子旋转 隐隐是以这颗种子为核心 单凭这一点 便足以说明这颗种子到底有多么不凡 忠神秀运转鸿蒙道经 想试试看能否调动这颗种子的力量 忠神秀所在的山岳顿时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空间也在碎裂 忠神秀立刻停止运转鸿蒙道经 它睁开眼睛 眼中露出一抹金仪之色 可以用鸿蒙道经调动七彩种子的力量 但是这股力量太过可怕 带着毁灭之威 一旦爆发的话 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似乎多了一个底牌 不过这底牌肯定不能轻易动用 忠神秀面带沉印之色 若是动用这股力量 它不知道自己是否会直接兵解 还得继续研究研究 轰隆 就在忠神秀思索之际 远处天幽山传来一阵巨响 远处有几道残影 正冲向天幽山 看来又来了一批强者 天幽山 山腰上 严陈渝正盯着一口镶嵌在岩石中 露出半截的玄铁棺材 按照师尊所言 这口棺材里面便藏着天蚕道医 刺了 它立刻划破手掌 一股鲜血飞向玄铁棺材 轰隆隆 玄铁棺材瞬间颤动起来 逐渐往外移动 周围的岩石不断碎裂 碰 片刻之后 玄铁棺材脱离岩石 坠入地面上 咔嚓一声 棺材自动开启 露出边缘一角 严陈渝的手掌 按在棺材上 使劲一掀 哄 棺材直接被它掀飞 棺材之中并无尸骸 唯有一件蔚蓝色的道衣 这件道衣非常漂亮 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极为不凡 严陈渝只是看了一眼 身上便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鲜血一出 浸染它的青色长裙 好可怕的道衣 严陈渝神色凝重无比 难怪师尊会让它来夺取这件道衣 它银牙一咬 没有退后 而是顶着浑身的疼痛 去触碰道衣 好 就在此时 地底深处传出一阵刺耳的咆哮声 地面顿时碎裂 一只巨大的森森白骨手 从里面冲出来 一巴掌向着严陈渝 拍去着白骨手的附带的力量 太过可怕 在这股威压之下 严陈渝发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破损了 嘴角溢出鲜红的血液 这一巴掌若是落下 它必死无疑 但它并未慌乱 而是立刻将一枣握在手中的宝玉捏碎 哄 宝玉碎裂之时 一股金色烈焰瞬间喷涌出 嗡 严陈渝只觉得自己失去了听觉 眼前化作一片火海 方圆五百米内 顷刻间被焚烧殆尽 而那只白骨手 更是直接灰飞烟灭 根本挡不住这金色烈焰 严陈渝没有理会那覆灭的白骨手 它咬了一下舌头 让自己提起一些精神 再次对着道一伸出手 随着手掌靠近道一 它手臂上的衣衫不断碎裂 血肉消散 只剩下森森白骨 白骨出现一道道裂痕 钻心的疼痛袭来 严陈渝身体一颤 却没有停下动作 它瞳孔一缩 一把按在道一上 嗡 下一秒 道一疯狂颤动 一阵蓝色光芒 将严陈渝笼罩 片刻之后 天蚕道一出现在严陈渝身上 严陈渝身上的伤势全部消失 原本只剩下白骨的手臂 此刻也彻底恢复 一股暖洋洋的气息袭来 严陈渝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成功了 天蚕道一 终于到手了 严陈渝欣喜无比 此刻他已经和天蚕道一 建立了联系 只见他心念一动 天蚕道一化作一件青色的裙子 看到终神秀的时候 严陈渝脸色一洗 终神秀看着严陈渝身上的天蚕道一 轻轻点头道 这件道一极为特殊 穿上之后 还能让你无条件提升一个小境界 也能遮掩你的气息 让你随意进行幻化 除此之外 他自带的威压也很可怕 而且 这是一件可成长的道气 若是再进一步 他便是圣气 可成长的道气 严陈渝眼中露出一抹惊怡之色 这件道一 还能继续成长吗 道气 那是比灵气更为高等级的存在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又道 其中妙用 你慢慢去琢磨 现在随我去山巅吧 话音一落 他换了一张面孔 身上笼罩着一层鸿蒙紫气 让人看不清他的身形与样貌 严陈渝心念一动 他的体型和容颜 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甚至连天蚕道一 都随之变成了一条黑色的裙子 走 终神秀随手一挥 带着严陈渝往山巅冲去 天忧山巅 这一块石壁 石碑上面有一些特殊的黑色符文 是某种神秘的文字 苍进古老 散发着荒谷之气 而在石壁之后 则是有一间茅草屋 草屋前面有一个院落 里面种着一些神秘的灵药 灵果树第92章 周天霸体 周家圣子 天忧山巅 此刻齐聚着不少人 除了四大皇朝之人外 还有四群神秘的存在 他们均身着古老的服饰 身上的气息极为强悍 赵无极眼睛微微一眯 清语道 天忧黑市 天忧阁 天刀圣地 天须洞天 赵院长 别来无恙 天忧黑市 一位身着黑袍的中年男子 微微抱拳 他是天忧黑市的主人 名为黑翼 神脏镜巅峰修为 赵无极轻轻点头 又看向天忧阁的一群人 带队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亦是神脏镜巅峰 天忧阁背景不简单 背后站着的似乎是玄天圣地 放眼难慌 玄天圣地绝对是一个极为强大的存在 兴须洞天的带头之人 分别是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中年美妇 均有神藏镜巅峰修为 四大势力 四位神藏镜巅峰 当然 在他们四大皇朝面前 倒是有些不够看 印长老但笑道 这山巅有不少好东西 各位可是要争抢一番 黑翼摇摇头 叹息道 或许我等来此 只是为了当陪衬 夏皇陈应道 看来还会有强者前往这里 赤焰沙漠一变 有不少强者前去探索 最终唯有荒谷周家的圣子 活着离开 动静如此之大 那些大势力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肯定会有更多的前往 赶往天幽谷域 这天幽山如今开启 那些强者 估计也不会错过 天幽阁的那位老人沉声道 老朽只是来探路的 接下来自会有大人物上阵 随着他刚说完 远处的空间瞬间碎裂 六尊恐怖的巨兽 从里面冲出来 每尊巨兽的背上 站着一群更为强大的存在 来了 六尊巨兽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出现在天幽山上空 他们悬浮在虚空 翅膀缓缓挥动 带起阵阵径风 咻 十几道残影飞山下 三位万象径初期 六位动玄境 九位神葬境 凤华神色自若地说道 荒谷周家 玄天圣地 天刀圣地 天须动天 沾王城 应长老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这次倒是热闹 真正的强者已经来了 天幽阁 天刀圣地 天须动天的人 纷纷对着一些强者行礼 不愧是圣人道场 确实不凡 一位身着金色长袍 见眉心目 气度不凡的年轻人 背负双手 神色平静地 打量着那块石壁 和那间茅草屋 他身上的气息极为强悍 笼罩着一层霞光 动玄境后期的修为 道运天成 无形之中露出一种无敌 霸道之气周天霸体 荒谷周家圣子 周玄天 赵无极凝视着这位年轻人 眼中露出无尽的忌惮 慈子极为逆天 年纪尚未超过25 却已是动玄境后期的强者 极为妖念 而且 对方还拥有强大的周天霸体 战力滔天 进入赤焰沙漠的强者不少 最终唯有他一人活着出来 单单从这一点 便可知晓 慈子到底有多么可怕 而在周玄天身旁 还站着一位 身着蓝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这位更为恐怖 是一尊万象镜强者 不过这并非是周玄天的护道人 周玄天的护道人更加可怕 乃是一尊造化镜强者 众人神色凝重地 盯着周玄天和那位中年男子 周家 不愧是荒谷世家 果然可怕 周家 严晨渝按道一句 心中却没有露出丝毫一色 师尊之前 可杀了不少周家之人 终神秀神色淡漠 并未太过将此事放在心上 这里杂鱼太多 不如将神藏镜以下的清除如何 玄天圣地 一位神色极傲的年轻莫然道 他身上的气息也不弱 动玄境初期的修为 众人看向这位年轻人 玄天圣地 有一位强大的圣女 四位御选圣子 眼前这位便是其中一位御选圣子 名为玄光 在玄光身旁 也跟随着一位万象镜的强者 这是他的护道人 哦 你要清理谁 夏皇一步踏出 一股恐怖的威压 瞬间碾向玄光 玄光眉头一皱 他身边的那位万象镜的强者 神色淡漠地看向夏皇 夏皇爆发的威压 瞬间被震散 狼多肉少 确实该清理一批人 玄天圣地的这位万象镜强者 默然道 道也没有必要 一位身着藏青色长袍的老者 淡淡地说道 他正是丹王赵星河 丹王赵星河 玄天圣地的那位万象镜强者 看向赵星河 眉头微皱 赵星河的背景也不简单 他自然不愿轻易招惹 既然大家都到了这里 那就平实力说话吧 周家万象镜强者清语道 有道理 周玄天轻轻点头 玄光和玄天圣地的万象镜强者 眉头一挑 不再多言 纵然拼实力 他们又有何惧 周玄天背负双手 神色平静地往那块石壁走去 这石壁上有诸多古老的文字 应该是某种强大的经文 而且还带着强大的威压 寻常人估计很难靠近 严陈渝看向中神秀 这石壁上面的正是天幽造化经 也是他一开始想要夺取的经文 中神秀一言不发 并未将这天幽造化经放在眼里 整个天幽山 唯一能入眼的也就天残道医 而且眼前的经文 严陈渝不一定能够获得 不出所料的话 这经文还是会落到严洛雪手中落雪 你去试试看 凤华对着严洛雪轻然一笑 好的 严洛雪立刻上前 你们也上去试试 在场的一些强者 看向身边的年轻人 一群年轻人立刻上前 哄 结果他们还会靠近石壁 便被一股恐怖的威压震飞 纷纷口吐鲜血 狼狈无比 严洛雪和周玄天 则是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成功来到石壁前面 嗯 众位强者神色诧异地 看着严洛雪 周玄天能够靠近这块石壁 他们没有丝毫意外 但此女又凭什么呢 他似乎才子府境初七吧 第93章 想试的话 就去试试 有趣 周玄天淡淡地看了严洛雪一眼 却没有露出丝毫意思 以他所处的地位 这样的事情 还不足以让他惊讶 悬光见周玄天和严洛雪 已经靠近石壁 他也没有犹豫 到石壁前面 并未被震飞 严洛 你也去试试 夏皇看向严洛 严洛摇摇头 我有种直觉 此处机缘不属于我 夏皇一愣 却也没有多言 他往四周看了一眼 并未见到严晨鱼和中神秀 那两人没有登山吗 严晨鱼盯着前方的石壁 想试的话 就去试试 中神秀淡淡地说道 好 严晨鱼轻轻点头 立刻上前 离石壁十米的时候 他便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威压 成功来到石壁前面 又一个 众人眼中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神脏镜的修饰 也可以去试试 赵星河沉印道 石壁上面的经文倒是不凡 但还不至于让他们这样的 万象镜修饰心动 毕竟能够踏入万象之境 他们修炼的功法 自然也不简单 倒是那间茅草屋 以及外面的灵果 灵药 让他们有些心动 去试试 在场的神脏镜修饰 没有犹豫 纷纷上前 哄 结果在他们刚靠近石壁的时候 直接被石壁上面的 威压震退 看来这石壁上面的经文 和他们无缘 有意思 动玄境的也可以试试 赵星河轻语道 你们去试试 凤华看向赵无极等人 赵无极 应长老 夏皇三人上前 哄 石壁震动 恐怖的威压爆发 三人被震退几步 看来这机缘也不属于我们 赵无极摇摇头 其余的动玄境修饰 也尝试了一下 依旧是一样的结果 靠近石壁之后 严晨渝发现 石壁上的文字发生了变化 从远处看和近处看 所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同 不过很奇怪 看着石壁上的文字 他并无任何特殊的感觉 甚至还感受到了一丝排斥感 很显然 这造化与他无缘了与我无缘吗 严晨渝按道一句 难怪师尊没有过多提及这块石壁 他不禁看向严落雪 却见严落雪已经闭上双眼 正对着石壁伸出手 眉心浮现一道烈焰符文 问 在他伸出手的时候 石壁再次震动起来 一阵狂暴的威压爆发 严晨渝三人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直接掀飞 唯有严落雪还站在原地 石壁上的文字发出黑色幽光 源源不断地涌入严落雪的眉心 上天倒是眷顾他 稳住身躯之后 严晨渝面无表情地看向严落雪 周旋天一言不发 看向严落雪的眼神多了一抹意思 看来此女比他想象中还要不凡 对方身上似乎藏着某种极为特殊的东西 刚才那一瞬间竟然让他的周天霸体有所异动 该死 玄光脸色阴沉地盯着严落雪 眼底深处闪过一道幽光 他握紧拳头 便要一拳轰杀向严落雪 啪 结果他还未出拳 便被一巴掌拍飞 脸上浮现一道星红的巴掌印 凤华缓缓收回手 眼中没有一丝波澜 你找死 玄光怒吼一声 死死地盯着凤华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玄天圣地那位万象镜的修士 也瞬间将凤华锁定 凤华淡淡地看了玄光一眼 再敢有下次 我送你上路 阁下口气倒是不小 玄天圣地的万象镜强者冷声道 凤华看向玄天圣地的万象镜强者 淡然道 你也可以试试 万象镜而已 在下也杀过不少 此话一出 在场的强者均是心中一震 周家万象镜强者和赵星河 立刻看向凤华 眼中露出一抹惊疑之色 此人的实力确实不简单 他们难以看透嘶吼 对方似乎是大夏皇朝之人 不知是来自天舞学院 还是圣道学院 这两大学院 似乎并无这样一位强者吧 玄天圣地的万象镜强者 下意识地握紧拳头 万象之威爆发 瞬间碾向凤华 凤华面无表情 不受丝毫影响 嗯 玄天圣地的万象镜强者瞳孔一缩 看向凤华的眼神 多了一丝忌惮 看来此人真的很不简单 他缓缓收回手 抱拳道 年轻人不懂事 还望道友见谅 他自然不敢继续叫板 一会儿后 石壁停止颤动 严洛雪睁开眼睛 转身来到凤华面前 他欣喜地说道 师尊 我得到了一部经文 感觉很厉害 凤华轻然一笑道 不错 严洛雪往四周看了一眼 并未看到严晨鱼的影子 他心中有些莫名的失望 如此场景 理当给严晨鱼看看 可惜那女人竟然没到场 可恶啊 经文已经被人得到 众人不再盯着那块石壁 而是落在茅草屋上 其余的机缘便给各位了 凤华轻语并不打算 继续夺取其余的机缘 多谢道友 周家的万象镜强者 和玄天圣地的万象镜强者 微微抱拳 此人既然不出手 他们的机会就大了 老夫最近要炼制一些丹药 不知可否 让我先采摘几株药 岂没灵果 其余的东西 我也可以不要 赵星河开口 他盯上那些灵药和灵果 周家万象镜强者但笑道 平时里说话 他刚说完 便率先冲向那间茅草屋 赵星河与玄天圣地的万象镜强者 反应也很快 立刻冲上去 师尊 严陈渝暗自对终神秀传音 无妨 终神秀淡淡地回到 想要夺取那里的灵药 灵果 哪里有那么容易 碰 就在三位万象镜强者 刚靠近茅草屋的时候 茅草屋中顿时爆发一股恐怖的圣威 空间陡然崩碎 大到气息弥漫 天地悲鸣 三人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震飞十几米 噗 他们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无比 身上出现了一些裂痕 鲜血一出 圣威 三人声音颤抖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第九十四章 圣尸降临 天幽消失 凤华脸上浮现一抹温和的笑容 对这一切似乎并不意外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盯着那间茅草屋 西年那位圣人 在此处布置了另外一个阵法 以茅草屋为阵眼 带着一丝圣道威压 那位圣人并未陨落 怎么可能会轻易留下强大的道藏 哪怕是那块石壁上的天幽造化精 也不是来自那位圣人 而是来自一位造化精修饰 圣威 难道那茅草屋之中 还有圣人留下的后手 看来此处的机缘 还是与我等无关 那位圣人留下的大道宝藏 肯定就在茅草屋之中 众人死死地盯着茅草屋 神色凝重无比 圣人留下的东西 又岂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终神秀背负双手 往前面走去 不过这人身上 笼罩着一层紫色光芒 看起来极为不简单 估计也不是什么善差 在终神秀离茅草屋的十米的位置 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袭来 阵法 这一次众人看到了 一个白色的阵法浮现 将茅草屋和院子笼罩 一旦继续靠近 便会被这阵法震退 刚才那道圣威 便是这阵法爆发的 终神秀随手伸出 手掌按在阵法边缘 轻轻一捏 咔嚓 这个阵法顿时破碎 随后他进入院落之中 采摘里面的灵药 灵果阵法碎了 众人神色一惊 凤华看向终神秀 神色有些诧异 就在众人思索之间 所有的灵药灵果 全部入了终神秀的储物戒指 他没有犹豫 身影一闪 便出现在阎晨居身边 走 终神秀沉印道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存在 正在往这边靠近 站住 就在这时 玄光飞升而出 挡在两人面前 他盯着终神秀道 阁下一个人 采摘了那么多的灵药灵果 胃口未免也太大了 不如交出一部分 玄天圣地的万象镜强者 眉头微微一皱 却没有阻止 滚 终神秀语气森朗 放肆 玄光怒吼一声 找死 终神秀一巴掌拍出 玄光还未反应过来 身体便爆裂了 血雾飞洒 神魂俱灭 玄天圣地的其余人见状 神色一怒 终神秀身影一闪 拳头挥动 玄天圣地的其余人 全部被震杀 嘎二 那位万象镜强者 瞳孔一缩 立刻对着终神秀出手 终神秀没有理会对方 拉着颜沉鱼果断离去 离开 凤华显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对着夏皇等人道了一句 便快速带着颜落雪离去 快走 夏皇等人连忙离去 逃得了吗 玄天圣地的那位万象镜强者 怒吼一声 冲天起 恐怖的威压顿时爆发 将天地封锁 哄 就在这时 虚空爆裂 那六尊巨兽化作血雾 一只苍白的大手 从虚空中探出来 一把抓向玄天圣地的那位万象镜强者 碰 那位万象镜强者 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大手捏成血雾 不好 周玄天等人脸色骤变 纷纷化作残影逃命 轰隆 那只大手一巴掌拍向天幽山 整个天幽山在寝刻间化为灰烬 方圆百里 直接被夷为平地 寸草不生 咻 一位浑身腐烂 脸色苍白的中年男子出现在这里 他眼中闪烁着幽光 身上弥漫着浓郁的死气 妖气和圣道威亚 只见他随手伸出 划破空间 刚才逃离的一些人 直接被他抓入手中 这里面就包含了 荒谷周家的那位万象镜强者 中年男子使劲一捏 众人全部被捏成血雾 他张开嘴 将这些血雾吞噬 太弱了 中年男子开口 声音嘶哑无比 他一拳轰暴虚空 再度飞身离去 他盯上了凤华 没过多久 天忧谷域爆发了一场旷世大战 巨大的谷域被打得四分五裂 无数山岳化作飞灰 南皇一些强者感受了圣威 纷纷撕裂虚空 杀到天忧谷域 更为恐怖的战斗开启 天忧谷域 直接覆灭 消散在天地间 周边的四大皇朝 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板块碎裂 山岳坍塌 离天忧谷域三百里的 一座高山之巅 钟神秀和严晨渝现身 已经恢复了原本的样貌 师尊 之前那是什么 严晨渝心有余悸地问道 若不是师尊反应快的话 估计他们已经覆灭了 钟神秀沉应道 赤焰沙漠的那具圣尸 看来对方是在寻找食物 圣尸 严晨渝瞳孔一缩 倒是没想到 那具圣尸会出现在天忧山巅 不知夏皇等人情况如何 钟神秀淡然道 放心吧 有凤华在 他们死不了 他盘膝坐在地上 取出一株灵药 这次得到的灵药品级都不错 倒是可以用来炼制强大的丹药 哄 突然 虚空一阵 似到人影狼狈地从上空坠落而下 他们军事动玄境的修饰 正是之前出现在天忧山巅的强者 灵药 看到钟神秀手中的灵药 四人脸色一洗 眼中露出贪婪之色 此刻他们身受重伤 正需要此物 钟神秀缓缓收起灵药 神色淡漠地看向四人 哄 只见他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四人面前 一拳轰出 啊 四人的身躯直接被轰爆 血雾弥漫 魂飞魄散 钟神秀默视着眼前的血雾 淡然道 不知死活 没过多久 此处又出现了一人 正是周玄天 此刻他狼狈无比 浑身鲜血淋漓 气息非常微弱 钟神秀的目光落在周玄天身上 眼睛微微一眯 一股沙意弥漫 周玄天察觉到了钟神秀的目光 心中一宁 没有丝毫犹豫 快速离去 倒是谨慎 钟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道也没有继续上前追杀 他看向阎晨于道 接下来去玄天古城 第95章 玄天古城四大禁区 玄天古城 是一座坐落于南荒中部的巨型城池 城池巨大 建筑错落 紫色云雾笼罩山空 玄妙莫测 一眼望去 让人眼花缭乱 护城河围绕四周 犹如银河镶嵌 分流涌入城中 纵横交错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名曰玄天山 玄天圣地便坐落在圣山之下 城中人很多 贪犯无数 各种嘈杂声不断 显得极为热闹 偶尔能见到一些气息强大的修士走过 让人心惊无比 钟神秀和颜晨于并肩行走在大街上 师尊 你觉得那周玄天如何 颜晨于有些好奇 之前钟神秀露出的那股杀意 他自然感受到了 但师尊却没有对周玄天动手 就很奇特 钟神秀轻语道 那人不简单 属于大气运者 很难杀死 周玄天乃是荒谷周家的圣子 身上的底牌自然有很多 而且还有造化竞强者互道 想要震杀对方 难度巨大 最为关键的一点 周玄天修炼的功法极为特殊 与某位老魔有因果 一旦动他 只不定那老魔就会降临 诡异至极 此人在原文之中 自然是一个大反派 颜落雪后期成长起来之后 周玄天成了他的劲敌 两人数次交手 都奈何不了对方 颜晨于神色有些凝重 能被师尊如此评价的 自然不会简单 终神秀将颜晨于的神色 看在眼里 微微摇头 很难杀死 不代表不能杀死 这片天地 谁敢言不败 谁敢说不死 碧落黄泉不可见 有一个死一个 颜晨于闻言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果然还是师尊 霸气十足 他又问道 师尊 我们来玄天古城做什么 终神秀沉应道 找一个进入太古阴坟的机会 太古阴坟之中 藏着圣徒术第二部分 引灵篇 他必须要弄到手 太古阴坟 兰荒四大禁区之一 严晨于心中一阵 兰荒地带 禁区诸多 但能够称得上无上禁区的 唯有四个 龟须之海 太古阴坟 天法岛 圣允山 这四大禁区 极度凶险 里面均藏着大凶 纵是圣人 踏入其中 也有覆灭的凶险 而太古阴坟 则是一座古老的坟墓 被死期笼罩 生灵不可入 凶险异常 万古岁月 曾有不少强者 攻打过太古阴坟 但大多数都覆灭了 也有人成功进入太古阴坟 甚至还从里面 得到了逆天造化 晚年却发生了不祥 似乎是沾染了阴坟诅咒 下场非常凄惨 十尊竟然想去那里 终神秀轻语 过几天会有人带着一枚 太古阴坟的钥匙来这里 我们先找个客栈住下 两人就近找了一个客栈 客栈之中 终神秀对严晨于道 接下来 你好好修习练魂术 嗯 严晨于神色严肃的点头 今日天幽山出现了诸多的强者 给了他巨大的冲击 他感觉自己 这点修为还是不够看 还得努力修炼才行 终神秀没有多言 返回自己的房间 随手布置下一个阵法 问 终神秀祭出六道炉 和天荒地落岩 此刻身上有一些灵药 灵果 他打算炼制一点丹药 先将自己的修为 提升到子府境巅峰 轻轻挥手 灵药 灵果出现 涌入六道炉之中 哄 烈焰将炼丹炉包裹 终神秀开始炼丹 屋子之中被恐怖的力量充斥 一柱香过去 屋子里面的力量逐渐消散 终神秀手中拿着一颗紫色丹药 丹药散发着浓郁的香味 上面有三道丹纹 五品高级紫积丹 终神秀看着手中的丹药 紫府丹只是三品丹药 而紫积丹则是五品丹药 效果比紫府丹强大数倍 倒是较为适合现在的他 盘膝坐在地上 终神秀没有犹豫 一口将丹药吞下 一股恐怖的力量 瞬间席卷他的四肢百骸 紫光弥漫 璀璨夺目 将整个房间充斥 阴云以待 久久不散 终神秀快速运转鸿蒙道经 疯狂炼化这股力量 灵魂深处 鸿蒙塔碎片旋转的速度加快 一缕鸿蒙紫气爆发 大道气息溢出 道则演化 道运天成 血液快速流动 气血澎湃 发出一阵阵磅礴的轰鸣声 犹如雷鸣一般 使得周围的空间不断震动 转眼 七天过去 轰隆 屋子中传出一声巨响 终神秀身上爆发一股恐怖的气息 修为成功踏入紫府境巅峰 紫府境巅峰 终神秀握紧拳头 身上的力量极为狂暴 举手投足之间有无上神威 接下来倒是不用急着突破 终神秀按道一句 此番踏入紫府境巅峰 下一步便是神葬境 神葬境与紫府境有巨大的关系 唯有在紫府境做好一切准备 将基础锻造到极致 神葬境才能爆发更为恐怖的威势 对终神秀而言 想要突破 其实并不困难 但现在完全没有必要 既然知道各种大纪元的存在 那么他要走的路 自然也得是极致的无敌之路 多想无意 现在当务之急 还得是夺得完整的圣徒术 终神秀收敛身上的气息 缓缓起身 屋子中恐怖的力量快速消散 一边 严晨鱼的房间 这练魂术果然玄妙莫测 短短七天 我的灵魂力就提升了不少 只要灵魂力源源不断地增强 我便可以适应混沌清廉的力量 严晨鱼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逐渐喜欢上了这种疯狂修炼的感觉 看到自己的实力不断提升 他只觉得前所未有的满足 只啊 他上前去降门打开 终神秀走了进来 师尊 我的灵魂力又提升了不少 严晨鱼笑着道 终神秀赞许道 不错 不过还得努力修炼 嗯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严晨鱼攥紧拳头 神色严肃无比 接下来我们去个地方 终神秀幻化了一张面孔 当严晨鱼看到这张面孔的时候 顿时一愣 因为这张面孔 他在妖冤的时候见过 和天舞学院的王道一模一样 很快 严晨鱼便反应了过来 妖冤出现的那个王道 就是师尊 难怪对方当时会帮他 也只有师尊 才有那么强悍的战力 想通之后 严晨鱼脸上浮现甜甜的笑容 他也幻化了一张面孔 看起来倒是很普通 走吧 终神秀清语道 两人离开客栈 第九十六章 桃山设宴 玄天圣女 桃山 位居玄天古城以北 漫山遍野 桃花灼灼 坠满枝头 花瓣粉嫩 绚丽多彩 娇艳欲滴 犹如少女羞涩的脸颊 清风吹拂 香气四溢 让人心旷神怡 沉醉其中 难以自拔 在诸多桃花灵中 有一座庭台 情音渐渐 清脆悦耳 清光笼罩 百鸟齐鸣 灵兽打闹 灵蝶兮兮 充斥着一片生机灵中 此刻来了不少修士 他们身上的气息都很强悍 没有一味低于子辅境 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终神秀和颜晨宇也在其中 他们跟随那些修士往前走去 来到庭台的位置 十几座庭台中 摆放着各种美食 美酒 还有恶诺多姿的侍女 在平平无奇 彩裙飘逸 舞姿轻盈 给人无限的遐想 终神秀和颜晨宇 随意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最中央的庭台 一位身着白裙的女子 正在抚情 鲜鲜玉手 洁白无瑕 手指拨动情弦 犹如仙音弥漫 洗涤灵魂 玄妙无比 白裙女子 盘膝而坐 腰间系着一条丝带 清风徐徐 丝带随风而动 一头乌黑的长发 犹如瀑布一般 披散腰间 她的肌肤雪白 容颜绝世 带眉婉婉 美眸皎洁 宛若秋水一般 波澜不惊 穷鼻高挺 朱唇鲜艳 耳垂晶莹剔透 悬挂着一串白玉耳坠 整个人看起来 就似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让人不忍亵渎 她身上散发出一阵 柔和的白色光芒 玄妙无比 实力深不可测 玄天圣女 严晨鱼盯着场中的女子 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上一世 她曾远远地见过这个女子一面 对方极为不简单 实力很强大 与周玄天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属于男皇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玄天圣帝 助力男皇十万年 一直以来都不设圣子 唯有圣女 因此每一个圣女 都是精彩绝艳之辈 百年前 玄天圣帝打破古老的规矩 设置了圣子之位 如今玄天圣帝有四大准圣子 却无一味真正的圣子 想要成为玄天圣帝的圣子 修为必须要跟上圣女的步伐 可惜到现在为止 玄天圣帝的年轻人中 尚无一人能追上玄天圣女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 打量着玄天圣女 眼前的女子 有动玄境初期的修为 但这只是一道法身 并非玄天圣女的真身 对方身上 便有一枚太古阴坟的钥匙 此番玄天圣女出现在玄天古城 还邀请了不少年轻人来此聚会 便是打算带一批人进入太古阴坟 太古阴坟凶险莫测 哪怕是圣人踏足 都不见得能活着出来 所以动用法身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此处风景绝佳 有美人 有桃花 甚好 一道淡笑声响起 咻 天际 两道残影飞升而来 速度极快 刹那间出现在停台之中 他们均很年轻 一人身着黑色长袍 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玩弱一柄绝世神刀 锋芒毕露 灵力至极 让人不敢靠近 一人则是气质儒雅 身着浅灰色长袍 脸上带着何须的笑容 这两人均是神葬镜巅峰的存在 是天刀圣子和天须圣子 他们也来这里了 天刀圣子极为可怕 听闻他天生刀意 融合了一柄绝世凶刀 那柄凶刀一旦问世 必定八方染血 九霄失色 天须圣子也不简单 他很少出手 实力深不可测 藏得非常深 传闻他有某种古老的体质 极为不凡 众人神色惊奇地 盯着天刀圣子和天须圣子 虽然这两位 没有玄天圣女那般经验 但也无人敢小视 作为圣帝 动天的圣子 这两人的战力 自然不会弱 二位道友 请落座 玄天圣女轻语 并未停止抚琴的动作 天刀圣子和天须圣子 看了玄天圣女一眼 笑了笑 便要找位置坐下 我都没有落座 你们又有什么资格落座呢 就在这时 一道冷傲之声响起 咻 虚空中 一柄锋利的黑色长剑 自天而降 瞬间斩向天刀圣子 和天须圣子 天刀圣子和天须圣子 眉头一挑 正 玄天圣女手指微微一弹 琴弦一阵 一道玄妙的力量爆发 将那柄黑色长剑震退 他轻语道 剑痕道友 还请给个面子 咻 一位神态孤傲的年轻男子 飞身而来 他随手一挥 黑色长剑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看了玄天圣女一眼 玄天圣女的面子 我自然要给 是他 万剑中的剑痕 此人也是一位 神脏镜巅峰的强者 传闻前段时间 他斩了一尊 动玄境初七的强者 什么 神脏镜巅峰 斩杀动玄境初七 这么可怕的吗 剑修极为特殊 战力强悍 不能以境界而论 据我所知 剑痕能斩杀那位 动玄境强者 是因为他有一枚特殊的剑符 无论使用了什么底牌 能以神脏镜修为 镇杀动玄境的强者 这便是一种实力 众人神色凝重地盯着剑痕 万剑宗 乃是一个古老的剑道宗门 底蕴强悍 强者无数 万剑宗只收剑修 一般出自这个宗门的弟子 战力都很恐怖 天刀圣子和天须圣子 看了剑痕一眼 也没有太过理会 此人的挑衅 随意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真要一站 管他什么剑修 斩杀即可 剑痕神色不屑地 扫了天刀圣子 和天须圣子一眼 他往四周看了一眼 发现这个亭台中 都坐满了人 并无多余的位置 这不禁让他眉头一皱 你 把位置让出来 剑痕的目光 落在忠神秀身上 语气霸道 根本没把忠神秀 放在眼里 忠神秀正端着美酒品尝 没有理会剑痕 严陈渝冷视着剑痕道 滚 你找死吗 剑痕语气一冷 手中的长剑 瞬间指着严陈渝 黑色长剑 弥漫着诡异的符文 一道凶利的剑气爆发 黑光闪耀 杀气滔天 哄 忠神秀眉头一挑 随手一挥 手中的酒杯 顿时飞向剑痕 第97章 你这名字 倒是很狂 哼 看到酒杯飞向自己 剑痕冷哼一声 一道森冷的剑气 瞬间爆发 仿佛要将空间切割开 锋利无比 带着可怕的威压烹 酒杯顿时被震碎 酒水飞洒 破开那道剑气 泼入剑痕的脸上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惊恶地看着 剑痕满脸的酒水 没想到 剑痕挡住了酒杯 却没有挡住酒水 玄天圣女等人 则是看向终神秀 眼中露出一抹异色 此人不简单 咔嚓 剑痕握紧拳头 双眸散发着浓郁的杀意 他随意擦了一下 脸上的酒水 继而满脸寒意地 盯着终神秀道 好胆 但你是在找死 好 话音一落 他手中的黑色长剑 瞬间化作一条黑色蛟龙 向着终神秀扑去 终神秀神色淡漠 随手伸出 黑色长剑袭来之际 他一把抓上去 什么 他竟然想徒手抓剑 剑痕的这柄剑不简单 似乎是一剑洞悬灵器 锋利无比 这人未免有些拖大了 接下来估计要吃亏 众人神色震惊地 盯着终神秀 觉得他有些拖大了 不过接下来的场景 却是让众人一愣 在黑色长剑 飞射而来之际 终神秀一把抓住剑刃 黑色长剑幻化的 黑色巨龙被捏爆 锋利的长剑 难以再进丝毫 直接被镇压 这 众人目瞪口呆 剑痕的剑 就这样被镇压了 剑痕剑状 也是瞳孔紧锁 神色凝重无比 神葬镜之中 可没人敢徒手接他的剑 想要徒手接他这一剑 最起码也得有 动玄境的修为才行 碰 终神秀随止一弹 黑色长剑顿时暴射向剑痕 黑芒冲斥 璀璨异常 剑气更为凶利 剑痕目光一凝 立刻伸出手 一把抓住剑柄 哄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长剑上袭来 他连人带剑 被震退十几米 这才堪堪稳住脚步 但手臂却一阵剧痛 骨头竟然碎裂了几根 死 众人见此一幕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剑痕何其强大 连动玄境的强者都斩杀过 此刻却被震退了 他们惊疑不定地看着终神秀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难道是某个圣地的天骄 剑痕看了自己微微颤动的手臂 瞳孔紧锁 心中震撼无比 他死死地盯着终神秀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蓝黄年轻一辈中的天骄 他基本上都认识 但眼前之人 他却从未见过 终神秀一言不发 一个小小的剑痕 还没有资格让他浪费口舌 剑痕见中 神秀无视自己 他心中一怒 冷然道 在其眉心的位置 出现一枚剑符 黑色光芒浮现 剑气冲斥 杀伐滔天 凶力异常 这是他偶尔得到的剑符 可以爆发三次攻击 上次斩杀那位洞玄境的强者 便是凭借此物 今日动用剑符 他定要斩杀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剑符 看到剑痕眉心的符文 众人脸色微变 下意识地退后 这是剑痕的底牌 谁敢轻视 问 剑符被催动 发出一阵轰鸣声 中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瞬间出现在剑痕面前 他随指伸出 对着剑痕的眉心轻轻一弹 哄 顶刻间 剑痕眉心的剑符爆炸 狂暴的气浪充斥四周 啊 剑痕发出一阵惨叫声 身躯顿时爆裂 化作漫天血雾 直接死透 唯有一柄黑色长剑 坠入地面 散发出一阵幽光 中神秀再次回到原本的位置 严晨渝已经给他换了一个新的酒杯 往里面倒了酒 严晨渝神色讥讽地看了那漫天的血舞 反派死于话多 好好的剑符 若是对方不废话的话 或许还能展露一点威势 可惜废话太多 连动用剑符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碾杀 现场一阵寂静 众人正正地看着中神秀 眼中骇然之色 更多的是忌惮 此人竟然随指尖便将剑痕震杀了 剑痕死了 他竟然杀了剑痕 他难道不怕万剑宗的报复吗 剑痕那家伙狂妄至极 被杀也是活该 不过万剑宗确实可怕 此人刚才动手 并无一丝犹豫 看来是有恃无恐 众人头皮发麻 心中一阵颤动 这人实力深不可测 天刀圣子和天须圣子 凝视着中神秀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这人到底是何来历 玄天圣女看着漫天的血舞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他轻轻抚琴 这些血舞快速消散 清风袭来 一阵桃花香味弥漫 血腥味被覆盖 他看着中神秀 清语道 这位道友 不知高姓大名 蓝黄的年轻天骄 他全部知晓 但眼前之人 他却从未见过 此人的手段太过诡异 他难以看透嘶吼 中神秀淡然道 王道 王道 玄天圣女正了一秒 眉眸之中闪过一抹一色 这个名字倒是特殊 显得很霸气 其余人也是满脸怪异的 盯着中神秀 这样的名字 取得太过狂妄 不过这人确实有狂妄的资本 王道 你这名字倒是很狂 就在这时 一道冷嘲声响起 咻 远处 三道残影飞升而来 带头的是一位 身着金色长袍的年轻男子 正是荒谷周家圣子 周玄天 而在他身边 跟着一男一女 两人均是神葬镜巅峰的存在 这也是周家的翘楚 三人瞬间出现在亭台之中 他们是荒谷周家之人 气息好强大 带头那位是周家圣子周玄天 他是动玄境后期的强者 放眼男皇年轻一辈 他可排名前五 传闻赤焰沙漠之行 就他活着逃出来了 听说各大势力前往天幽山 结果遭遇圣人袭杀 周玄天也安然无恙 后续圣人大战 天幽谷御直接消失不见了 众人神色震惊地 盯着周玄天等人 没想到 荒谷周家之人 也会出现在这里 也只有玄天圣女 这样的存在邀请 这些大人物才会到场 第九十八章 我不喜欢 改名如何 钟神秀神色自若地 看向周玄天 此人意识法身 并非本尊 身上的气息也不弱 动玄境初期 与玄天圣女一样 周圣子 别来无恙 玄天圣女 对着周玄天轻然一笑 风华绝代 漫山桃花 直接失去了颜色 寻常之人 可没有资格见他笑 圣女相邀 周某自当道场 周玄天淡淡一笑 宛若折仙降临 气质出尘 道文弥漫 长发舞动 眼神深邃 身上的气息极为雄浑 给人一种无敌的霸道之感 请落座 玄天圣女 对着周玄天轻轻点头 年轻一辈中 周玄天绝对算得上一个劲敌 周玄天看了周围一眼 众人心中一宁 立刻有人让出了位置 他神色自若地坐下 而他身边的一对男女 则是神态高傲 屁腻四周 根本不把众人放在眼里 荒谷周家之人出行 理当如此 谁敢不让座 周玄天身旁的那位年轻男子 神色傲然地盯着忠神秀道 我乃周家周傲 你叫王道对吧 你这名字很狂妄 我很不喜欢 改名如何 掌嘴 忠神秀淡然道 秀 严晨渝立刻施展踏心步 陡然出现在周傲面前 抬手便给了对方一巴掌 周傲脸色一沉 眼中杀意弥漫 便要出手 却被一股恐怖的威压锁定 难以动弹嘶吼 啪 严晨渝一巴掌 抡在周傲的脸上 他瞬间回到自己的位置 管你什么荒谷世家之人 打了又如何 周傲脸部多了一个巴掌印 半张脸红肿起来 嘴角一出鲜血 看起来极为狼狈 周玄天看向中神秀 眉头微微一挑 随手一挥 封锁周傲的那股威压散去 啊 我要杀了你们 周傲感受不到束缚之后 他恼怒无比 怒吼一声 拳头握紧 瞬间杀向中神秀 一道恐怖的脸影爆发 笼罩天地 胸威浓郁 霸道绝世 中神秀神色淡漠 在周傲的拳头轰来之时 他瞬间伸出 一把抓住对方的拳头 什么 周傲脸色一变 碰 中神秀使劲一捏 周傲的一条手臂 直接化作血污 周傲被恐怖的力量 震飞数十米 中神秀一步踏出 骤然出现在周傲身前 一脚踢出 砰的一声 周傲的身躯被踢爆 化作一团血污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周玄天也没有反应过来 他脸色一沉 猛然杀向中神秀 金色全印爆发 横角百米 震碎虚空中神秀丝毫不拒 抬手便是一拳迎上去 哄 两人的拳头对碰 气浪席卷 漫山桃花凋落 下一秒 周玄天倒退十几米 脸色有些阴沉 中神秀则是纹丝不动 高下几分 周圣子竟然被击退了 这王道好可怕 连荒谷世家的周圣子 都不是他的对手吗 蓝黄年轻一辈 似乎没有这样一号人物吧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此人太强悍了 难怪敢取这样一个名字 众人神色骇然地盯着中神秀 玄天圣女也是面露好奇之色 中神秀能震杀剑痕与周傲 他没有丝毫意外 但此刻对方击退周玄天 则是让他感到惊奇 虽然周玄天来的是一道法身 战力有限 但也不是一般的洞玄境修 是能够抵挡的 这王道竟然能将其击退 且纹丝不动 这就很不简单 八宝金光塔 周玄天立刻祭出一尊宝塔 宝塔六层 金光弥漫 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扶纹颤动 空间不断被挤压 发出一阵咔咔之声 苍龙剑 跟随周玄天一起来的那位女子 也立刻祭出了一柄赤黄色的龙剑 龙剑长一米 上面盘着一条苍龙 看起来也极为不简单 这同样是一件万象灵器 杀 两件万象灵器被激活 顿时轰杀像中神秀 宝塔变大 镇压而下 碾碎空间 寂灭万物 喉 苍龙咆哮 张牙舞爪 所过之处 空间节节碎裂 威压强盛 赤黄之光 冲天而起 两件万象灵器 他挡得住吗 玄天圣女凝视着中神秀 想看看 此人接下来会如何抵挡 哄 两件万象灵器杀来 中神秀眼中没有露出一丝波澜 他随意伸出一只手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一股烈焰之力顿时爆发 哄 这两件万象灵器 顷刻间爆裂 火光冲天而起 磅礴的力量横贯八方 漫山桃树全部化为灰烬 压制这股余波 噗 万象灵器爆裂 那位女子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无比 周玄天的身影显得有些虚幻 气息衰弱了不少 他深深地看了中神秀一眼 没有犹豫 立刻拉着那位女子的手臂 便要离开此处 刚才的交锋让他明白 他根本不是这王道的对手 眼前之局 走为上侧 刺了 两人向着天际冲去 眨眼便剩下两道残意 中神秀淡淡地看了一眼 随手打了一个响指 啪 和那位女子直接灰飞烟灭 众人愣在原地 荒谷周家的圣子 就这样被震杀了 这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 有种不切实际的感觉 玄天圣女也是瞳孔紧缩 看向中神秀的眼神充满了忌惮 对方能抬手间震杀周玄天的法身 自然也能震杀他 对此 他没有丝毫怀疑 这到底是什么人啊 中神秀神色平静地 看向玄天圣女 陡然来到对方面前 玄天圣女立刻退后 中神秀淡漠道 听闻圣女有一枚太古阴坟的钥匙 给我如何 玄天圣女心中一宁 此事她尚未告诉其他人 此人是如何知晓的 怎么 有问题 中神秀眼睛微微一眯 眼中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玄天圣女深吸一口气道 我身上确实有一枚太古阴坟的钥匙 恰好也打算进入太古阴坟 道友若是想要进入太古阴坟 明日可以与我一道 如何 此番邀请南荒一些年轻人来这里 便是打算找一批人进入太古阴坟 那里太过诡异 即使有钥匙 她也不敢独自深入 至于老一辈的前者 哪怕有钥匙都很难进去 因为那里有一些特殊的限制 可 中神秀淡淡地回了一字 她看了颜尘渝一眼 便背负双手离去 颜尘渝身影一闪 跟上中神秀的步伐 第九十九章 太古阴坟 太古战场 离玄天古城十万里地的一个洞府中 王道 竟能灭我法身 倒是有点意思 周玄天瞬间睁开眼睛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她身上的气息不断暴涨 一股霸道之微弥漫 之前受的伤势 此刻全部恢复 她起身 往洞府外走去 一缕清风袭来 周玄天长发舞动 瞳孔深邃 她神色自若地看着远处 刺了 空间被撕裂 胸威弥漫 一位中年男子 神色淡漠地从里面走出来 她身着古老长袍 头顶浮现一道蓝色的道文光圈 身上的气息很强 是一尊洞玄境巅峰的强者 见过圣子 这位洞玄境巅峰强者 对着周玄天行礼 脸色有些阴沉 他是周傲的父亲 周湛 此番周傲被震杀 魂牌碎裂 他立刻横渡而来 荒谷周家 内部竞争也很激烈 周傲被他寄予厚望 没想到却陨落在玄天古城 这让他异常愤怒 周玄天知道周湛的来意 他轻语道 周傲生死 此事怪我 不过那人不简单 敢问圣子 出手之人是谁 周湛握紧拳头 陈生问道 不管对方是谁 胆敢杀他子嗣 他定要让对方生不如死 周玄天看了周湛一眼 摇摇头 对方名为王道 来历极为神秘 实力也很强 他斩了我一具法身 还毁了两件万象灵器 周湛瞳孔一缩 能斩杀周玄天的法身 那人的实力绝对很强悍 不过他还是道 此番我找一位前辈 借来了造化灵器 不管他有何三头六臂 都得给我死 周玄天知道劝不了对方 脸上露出一抹沉阴之色 明日那王道 应该会去太古英焚 周湛文言 抱拳道 多谢圣子道之 说完之后 他立刻离去 周玄天看着周湛消失的背影 一言不发 次日 玄天古城 一座白玉广场上 此刻齐聚着不少人 问 空间颤动 虚空中出现一个庞然大物 遮天蔽日 只见一艘巨型非洲快速降临 非洲上插着一枚赤红色的战旗 上有玄天二字 这是玄天圣地的非洲 非洲上此刻站着几人 戴对的是玄天圣女 他一袭白裙 衣美飘飘 瀑布般的长发随风而动 肌肤雪白 面如桃蕊 气质出尘 一双美眸 宛若皎洁的明月 身上散发着柔和的霞光 身姿婀娜 宛若仙女 美艳不可芳物 在他身旁的人 全部是动玄境的修饰 这是玄天圣地的强者 非洲稳稳地降落在广场上 玄天圣女 看向广场上的众人 清语道 各位道友 请登上非洲 我们即将前往太古战场 十几道人影 飞身登上非洲 天刀圣子 天须圣子君在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几位极为神秘的存在 没有一人的修为 低于神藏境 见过圣女 天刀圣子和天须圣子 对着玄天圣女轻轻一笑 他们身边同样跟着圣地 动天的动玄境强者 玄天圣女轻轻点头 秀 就在这时 终神秀和颜晨于飞身而来 瞬间登上非洲 看到两人到来 非洲上的众人目光一宁 天刀圣子和天须圣子 深深地看了终神秀一眼 眼中露出一丝忌惮 见过王道友 玄天圣女对着终神秀 微微抱拳 嗯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 玄天圣女一眼 并未多言 玄天圣女心中有些怪异 这王道的性格好淡漠 这不禁让他有些 怀疑自己的魅力 非洲上 一位年轻男子眉头一皱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带着一丝不悦 此人是谁 竟敢对玄天圣女如此冷漠 莫要冲动 这王道不简单 昨日刚震杀了周家圣子的一句法身 还杀了两个周家年轻天骄 万万不可招惹 旁边立刻有人低声提醒 那位年轻男子闻言 脸色微变 下意识地退后一步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不敢多言 玄天圣女轻语道 启程吧 已经有一部分 道友赶往太古阴坟 到时候再和他们会合 问 非洲冲天起 滑破虚空 向着远处冲去 离玄天古城五十万里地 在古老的时代 发生过万族大战 那一战天崩地裂 万古无光 血流成河 最终形成了巨大的太古战场 战场之中杀气浓郁 残兵无数 尸骸众多 生灵一旦踏入 便有覆灭的危险 而在太古战场最中央的位置 有一座古老的巨型坟墓 正是太古阴坟传闻 太古阴坟存在的岁月 比太古战场还要古老 有强者曾言 那一场万族大战 动静太大 影响到了太古阴坟 最终阴坟之中 出现诡异的存在 将参战的万族生灵 全部覆灭 也有人说 万族生灵覆灭 是沾染了阴坟之中的诅咒 说法各异 并无确切的答案 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 都在强调一点 那就是 太古阴坟诡异莫测 莫要轻易踏足 非洲速度极快 不断穿越虚空 三个时尚后 非洲抵达太古战场外围 在外围降落 众人凝视着眼前的战场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无边的战场 被血光笼罩 血腥味弥漫 压抑无比 里面充斥着浓郁的沙翼 这些沙翼凝聚成实质 甚至幻化成英灵 让人感到神魂悸动 毛骨悚然 除此之外 还能看到诸多的残兵 尸骸 那些残兵古老异常 上面浮现一层厚厚的绣迹 威压却不见嘶吼 而那些尸骸 更为可怕 符文密布 散发着幽光 万古不朽 若是靠近 恐会瞬间被碾成血雾 太古战场 已然这般可怕 那么里面的太古阴坟 又得有多么吓人 众人心情凝重无比 这里面藏着大纪元 但也凶险至极 一旦踏入里面 便有覆灭的凶险 吼 一阵刺耳的咆哮声响起 虚空中出现一尊黑色蛟龙 蛟龙气息雄浑 身上布满灵甲 竟是一尊五级妖兽 胸威滔天 震动九霄 黑色蛟龙 正拉着一辆青铜战车 飞驰而来 战车上面 布满神秘的符文 四尊巨像图腾呈现 通体镶嵌着一颗颗青铜珠子 铜光深邃 图腾耀眼 古老的气息弥漫 挤压着虚空 让空间一阵作响 这战车是一件万象灵器 四项青铜碾 万剑宗的剑王体来了 众人盯着虚空中的青铜战车 神色有些忌惮 第100章 这人不弱 一般般吧 四项碾车中 一位身着青铜战甲的年轻男子出现 他宛若一柄绝世神剑 身上的剑气极为浓郁 横绝添酒 欲要斩断长河 双眸深邃 犀利无比 气血磅礴 体内发出阵阵轰鸣之声 在其身边 还跟着两位美人 趴在他旁边 恭敬地给他捏腿 此人正是万剑宗天骄 剑星河 传闻其拥有剑王体 战力无双 同时他也是一尊 动玄境中期的强者 放眼万剑宗年轻一辈中 他可排第二 因为在万剑宗 还有一位更为神秘的剑道天骄 不过外界从未见过那人真容 也未见其出过手 不知是否真的有那样一号人物 这人不弱 严陈渝沉印道 昨日那剑痕 与眼前的剑王体相比 完全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 一般般吧 万剑宗的那位剑王体 若是现身 倒是还能勉强入眼 终神秀神色淡漠 并未将这剑王体放在眼里 严陈渝哑然一笑 对师尊而言 似乎什么天骄都是一般般 不过 昨日师尊杀了剑痕 不知这人是否会跳出来 剑王体 剑星河 在男皇年轻一辈中 也排得上号 虽然不如周圣子 玄天圣女等人惊艳 但也绝对不弱 能以五级妖兽拉车 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 听闻万剑宗 似乎有一个更为神秘的存在 好像是一位剑王体 那位才是真正的可怕 或许只是传闻罢了 迄今为止 也只是听到万剑宗 有那一号人物 但谁又真正见过呢 众人轻语 他没有看向终神秀 昨日此人镇杀了 万剑宗的剑痕 不知剑星河 是否会为剑痕出面 若是他出手的话 接下来定然有一场好戏 剑星河神色淡漠地 看向非洲上的众人 他的视线在终神秀身上 停留片刻 却没有出手地打算 太古英坟 号称南荒四大禁区之一 自视凶险莫测 既然打算进入其中 自然没有必要在外面 做过多消耗 而且 今日的劲敌也不少 剑星河 想不到你竟能掀我一步 传闻你剑王体战力滔天 不如今日切磋一番如何 一道玩味之声响起 虚空中出现了一道残影 是一位浑身笼罩 星辰之灰的神秘男子 刺了 神秘男子一步踏出 瞬间出现在四项碾车旁边 好 随着神秘男子靠近 黑色蛟龙顿时发出一声咆哮 一股胸威碾压向神秘男子 神秘男子淡淡一笑 无视黑色蛟龙的威压 剑星河轻轻挥手 示意黑色蛟龙安静 他看向神秘男子道 今日即将进入太古阴坟 不宜出手 神秘男子闻言 笑着点头 好像有道理 这人是谁 听见星河的话 似乎对着神秘男子有些忌惮 估计是哪个大叫的天骄 众人又是一阵惊疑地盯着神秘男子 不知这位又是什么来历 玄天圣女 则是神色平静地 看向那位神秘男子 他知道对方的来历 男荒星陈宗之人 名为洛元星 也是他邀请的一位年轻天骄 此人的战力 绝对不弱于剑星河 还差荒谷周家的人 玄天圣女暗道 除了荒谷周家的人外 他邀请的人 基本上都到场了 谁是王道 突然 一道怒吼声响起 咔嚓 虚空骤然碎裂 只见一位身着古老长袍的 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他神色冷力地扫视着四周 双眸犹如利剑 森冷无比 他身上的气息极为雄浑 威压阵阵 来人正是荒谷周家的周战 荒谷周家的人 众人心中一宁 又看向非洲上的中神秀 昨日周家死了两人 甚至连周玄天的法身都被斩了 这位周家强者 肯定是来报仇的 有趣 剑星河嘴角上扬 眼中露出一抹玩味之色 他虽然不打算现在出手 却不会放过那王道 现在有荒谷周家的人出手 倒也省去他一番手脚 周战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 满脸沙翼地盯着中神秀 此人便是那王道吗 你便是王道 周战语气森冷地问道 师尊 严晨鱼看向中神秀 中神秀淡然道 区区洞玄境罢了 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我而周傲可是死于你之手 周战冷声道 双眸之中充斥着浓郁的沙翼 恨不得将中神秀千刀万剐 中神秀淡淡地看了周战一眼 一步踏出 瞬间出现在周战面前 一脚踢出 他的速度太快了 周战根本没有躲避的时间 只能双臂挡在身前 砰 中神秀一脚踢在周战的手臂上 周战被踢飞上百米 好可怕的力量 周战手臂一阵剧痛 他不敢大意 立刻击出一柄三叉戟 这是他借来的造化灵气 全力激活 可爆发出造化镜的力量 玄冥三叉戟 去 周战捏动法掘 力量源源不断地涌入三叉戟之中 嗡嗡嗡 玄冥三叉戟化作一道百米光柱 猛然轰杀向中神秀 三叉戟锁过之处 空间不断碎裂 爆炸声作响 震耳欲聋 镇压 中神秀神色平静 在三叉戟轰杀而来的时候 他随手伸出 一股诡异的镇压之力爆发 玄冥三叉戟在离他一米之地 直接停下 上面的威势全部被镇压 百米光柱 彻底消散 中神秀往前走出一步 随手抓住三叉戟 淡然道 这柄三叉戟还算不错 可惜这周战想多了 区区造化净灵器 又岂能奈何到中神秀 纵然是一剑圣器都不行 因为他此刻掌握着圣图术的空气篇 即使是圣器都能控制 更别说这小小一剑造化净灵器 什么 周战瞳孔紧锁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一剑造化净灵器 竟然被徒手镇压了中神秀手中微微用力 天荒地洛言的力量弥漫 将玄冥三叉戟笼罩 三叉戟疯狂颤动 上面出现密密麻麻的裂坟 根本承受不住天荒地洛言的力量 中神秀看向周战 玄冥三叉戟已然将对方锁定 不好 周战脸色巨变 没有一丝犹豫 转身就逃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若是三叉戟轰杀向他 他必死无疑 晚了 中神秀语气淡漠 随手一致 哄 破空声响起 三叉戟暴射而出 周战还未逃远 便被三叉戟洞穿身躯 定在虚空中 鲜血飞洒 啊 周战发出一声惨叫 他所在的那片虚空骤然爆裂 三叉戟和他的身躯 直接灰飞烟灭 第101章 阴坟钥匙进入阴坟 一战之后 中神秀再度出现在众人面前 众人看着毫发无损的中神秀 不禁心中一宁 周战并未再次出现 看来刚才一战 周战已经败了 他们并不知道 周战不但败了 而且连骨灰都被养了 荒谷周家周战 有着动玄境巅峰的修为 竟然也败了吗 玄天圣女神色凝重地 盯着在中神秀 周战作为动玄境巅峰的存在 肯定还有强大的底牌 结果却没了丝毫动静 而且此人还毫发无损 这就让人感到震惊 这王道的修为 到底有多强 连荒谷周家的强者 都不是他的对手 剑星和眉头一皱 觉得这王道有些棘手 看来他之前没有动手是对的 接下来要动此人 还得寻找最佳的机会 没事吧 严晨宇小声问道 动玄境巅峰罢了 又能翻起多大的浪花 中神秀淡然道 严晨宇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师尊真的好厉害 中神秀看向玄天圣女 可要动身了 玄天圣女轻声道 想要进入太古阴坟 需要进入太古战场深处 接下来大家跟紧我 他随手一挥 一颗灰色的珠子 悬浮在他的身前 这便是太古阴坟的钥匙 并非是一枚钥匙 而是一颗蕴藏着 诡异力量的珠子 太古战场同样凶险莫测 但持着这颗珠子 可避开各种杀机 走 玄天圣女到了一句 立刻往前面冲去 众人快速跟在他身边 同时运转法觉 抵御这战场之中的 诡异气息 哄 众人刚往前 太古战场之中 便爆发各种恐怖的杀意 一尊尊枯骨 一具具干尸 一头头英灵 纷纷冲天起 不过 或许是忌惮玄天圣女 手中的那颗珠子 根本不敢太过靠近 这颗珠子好奇特 竟然可以抵御 太古战场之中的大凶 众人有些惊讶 难怪玄天圣女 敢邀请他们来这里 这片战场 凶险至极 正常情况的话 别说动玄境修饰 哪怕是万象镜 造化镜的强者踏足 也有负面的凶险 若是继续深入的话 或许圣人也难以活着出来 如今有这颗珠子 便可抵御各种杀机 倒是让人心惊 好 突然 太古战场中 发出一声凶猛的咆哮声 空间一阵颤动 震耳欲聋 只见地面碎裂 一尊巨型金色人骨 从里面爬出来 凹陷的眼眶之中 浮现一抹血红色 他死死地 盯着横度的众人 手中持着一柄 袖极斑斑的黄金巨剑 似乎是打算出手 这是巨人族的尸骨 最起码有造化镜的实力 大家小心一点 玄天圣女宁声道 这片战场埋葬的生灵太多 随便一尊踏出来 都不是他们可以抵抗的 好 巨人枯骨盯着众人 好似也在忌惮那颗珠子 并未动手 但他也没有停下 而是跟在众人身后 寻找时机 碰 就在这时 地面一只大手伸出来 一把将巨人枯骨拍成粉碎 这 众人倒吸了一口冷气 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 本以为巨人枯骨 已经强得很变态了 没想到战场之下 还有更为可怕的存在 忠神秀淡淡地往下看了一眼 眼中没有露出丝毫波澜 太古战场之中 虽然藏着不不少强大的存在 但也没有那么吓人 真正吓人的是 太古阴坟 圣人踏入也必死无疑 这次踏入里面的人 估计大部分都难以活着出来 不过这和他没有太大关系 他只负责严晨渝的安全即可 严晨渝下意识地靠近忠神秀 处在这片地带 他感觉全身发毛 很是难受 唯有忠神秀能够给他安全感 古战场 无边无际 各种恐怖的生灵 在战场之中不断咆哮 好在那颗珠子极为特殊 阻挡了诸多生灵 众人并未遇到危险 半个时辰后 众人眼前出现一座青铜山岳 山岳高百米 直直地 助力在太古战场中央地带 铜光浓郁 映照青天 镇碎空间 久久难以愈合 背部被诡异的黑色迷雾笼罩 若隐若现 虚幻飘缈 仿佛不是处在这片空间 让人看不清全貌 极为奇特 太古阴坟 众人神色凝重地 盯着眼前的青铜山岳 这看似是一座山岳 实则是太古阴坟的一角 单单一角便有如此之大 那么真正的太古阴坟全貌 又得是什么样子呢 咻 众人找了一个位置停下 此刻他们只觉得浑身发凉 血液仿佛要被冻结一般 呼吸困难无比 杀气 死气 煞气 阴寒之气 各种诡异的气息充斥 让人感到极度的压抑 各位 我们即将进入太古阴坟 都准备一下 阴坟异常诡异 手持阴坟钥匙 只能让万象镜以下的修士踏足 玄天圣女宁声道 若不是这枚钥匙 只能让万象镜以下的修士踏入 玄天圣地 早就把更为可怕的强者派来了 不过此番也来了一些强者 均在暗处观望准备 玄天圣女催动法觉 咻 只见那颗灰色珠子 化作一道流光 瞬间冲向太古凶坟的一个位置 咔嚓 珠子仿佛撞击在空间上面 那片空间顿时出现裂痕 无尽幽光从裂痕之中传出来 随之便是一阵恐怖的吞噬之威 走 玄天圣女看了身边的众人一眼 化作一道残影 骤然冲向那道裂痕 终神秀一把拉着严陈鱼的手臂 快速跟上去 其余人也没有犹豫 纷纷冲上去 片刻之后 在场的众人进入裂痕 那道裂痕开始缓缓愈合 太古阴坟 老夫入定了 一道冷喝声响起 只见一位枯瘦如柴的白发老者 猛然冲向那道裂痕 他身上的气息极为强悍 竟是一尊造化镜的老古董 死气极为浓郁 属于寿源将至之人 太古阴坟是他机会 他自然不会错过 能否更进一步 延续寿命 就看这一次 哄 就在他刚靠近那道裂痕的时候 便被一股恐怖的力量 直接碾成飞灰 第102章 幽冥祭坛 是很诡异 太古阴坟内部 没有想象中的各种墓灵 墓道 入眼的是一片 无边无际的灰色天地 天地寂静无比 时间仿佛停滞一般 天穷之中 唯有一片压抑的灰暗之色 而在地面上 则是有密密麻麻的墓碑 一眼看去 没有镜头 让人眼花缭乱 十万墓碑 还是百万墓碑 每一座墓碑 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并且墓碑之上 并无任何名字 属于无名碑 不知其中葬着那些可怕的存在 师尊 其他人不见了 严陈鱼紧紧地拉着 中神秀的手臂 神色凝重地看向四周 并未看到玄天圣女等人 中神秀没有多言 而是观看周围 这里就像是一个迷宫 密布各种杀机 一步踏错 便会瞬间灰飞烟灭 当然 这些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这下面的一些生灵 以及某种诡异的诅咒 一旦沾染那种诅咒 直接无解 观察了片刻 中神秀看着一个方位道 去那里 圣徒术引灵篇 就在这里面 不过引灵篇 并非是这阴坟之中的东西 而是一位强者带进来的 西年那位强者 也是精彩绝艳之辈 可惜踏入太古凶坟 直接覆灭了 引灵篇就在对方的尸骸上 两人往前走去 走了好一会儿 他们看到了一个 古老的黑色祭坛 祭坛被铁链封锁 上面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铁锈 而在祭坛四周 则是有密密麻麻的尸骸 两人止步 严陈鱼脸色苍白地问道 师尊 这太古阴坟之中 为何有这么多墓碑 他本以为太古阴坟 是某位强者的坟墓 现在看来 这完全就是一个墓葬群 里面有无数的墓碑 埋葬着无数强者中 神秀轻语道 可知幽明 严陈鱼一愣 从一些古老典籍上 看过之言片语 属于禁忌 不可妄谈 终神秀陈英道 传闻踏上幽明 便可让人走向长生 而这太古阴坟 我一试 长生 真的存在吗 严陈鱼神色复杂 他这个段位 似乎还没有资格 提及这两个字 但看到眼前这些墓碑 他心中不禁感慨无比 这么多强者埋葬在这里 谁又得到了长生 长生镜头一场空 是否有长生 我也给不了你真正的答案 或许有一天 你变得足够强大 强大到可以改变万物的时候 能够窥视到一些秘密 终神秀摇摇头 按照他看的内容 严落雪确实走上了一条无敌大道 但是离长生二字 还是太过遥远 所以 是否真的存在长生 终神秀也不知道 不过这并不重要 长生离他还太远 正是眼前的路 才是真正的关键 他又看向眼前的祭坛 这个祭坛 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幽冥祭坛 在一些古老的禁区 都能看到幽冥祭坛的影子 有古老存在层年 踏上幽冥祭坛 便可前往幽冥之地 事实上 这些都是幌子 这祭坛是禁忌布置的大局 凡踏上祭坛的生灵 必死无疑 看祭坛周围的那些尸骸 生前肯定是 想要踏上祭坛 通往所谓的幽冥之地 但是他们全部死了 他们实力太弱 连踏上祭坛的资格都没有 师尊 这祭坛看起来好诡异啊 严陈于凝视着前方的黑色祭坛 这座祭坛给他的感觉非常奇特 竟然让他有种 想要踏足的冲动 是很诡异 圣人都没有资格踏足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回了一句 看来王道友很了解这里啊 事实 一道淡笑声响起 只见一位身着青铜战甲的男子 出现在这里 来人正是剑星河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剑星河一眼 剑星河下意识地退后一步 淡笑道 剑痕之死 是他旧游自取 在下无意与王道友为敌 哄 终神秀没有丝毫废话 瞬间杀到剑星河面前 一拳轰出 碰 剑星河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终神秀一拳轰击在胸口上 他身上青铜战甲直接碎裂 整个人倒飞百米 接连撞倒了十几座墓碑才停下 刺了 终神秀一步踏出 骤然出现在剑星河头顶 一脚踩下去 哄的一声 地面烟尘升起 剑星河被终神秀踩在脚下 胸口凹陷 血肉模糊 骨头断裂 嘴角一出鲜血 他神色惊惧 颤声道 王道友 你这是做什么 终神秀默然到接连露出杀意 你以为自己还能活吗 哄 话音一落 他直接一脚踩爆剑星河的身躯 剑星河的身体 化作血物 所谓先下手为强 为何要等他人来找麻烦 才被动反击呢 有麻烦 自当早点扼杀 秀 就在此时 一道金色剑芒从血物之中飞射而出 猛然刺向终神秀 终神秀随手一挥 直接将剑芒震飞 剑芒顿时向着远处冲去 上面附带着剑星河的神魂 走得了 终神秀随手伸出 手印覆盖虚空 一把将剑芒抓住 直接扯了过来 他握住剑芒 随手一捏 哄 剑芒直接被捏爆 啊 你敢杀我 万剑宗不会放过你的 剑星河神魂覆灭的时候 传出一道怨毒的声音 万剑宗 多大个宗门 图了便是 终神秀眼中 没有丝毫波澜 别说区区万剑宗 纵然是荒谷周家 也吓不到他 站在原地不要动 终神秀看了颜臣于一眼 天荒地若延 将他全身笼罩 他往祭坛靠近 好的 实则你小心一点 颜臣于祭出破炉子 神色戒备地盯着四周 哄 就在终神秀刚靠近 祭坛附近的时候 一具尸骸 猛然伸出干枯的手臂 一把抓住他的脚腕 带着浓郁的死气 既然已经死了 就该早点上路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一脚踩在那条手臂上 咔嚓 那条手臂被他踩碎 碰 他又一脚踢出 那具尸骸被他踢飞 撞击在一块墓碑上 化作粉碎 第103章 何须挣扎 一杯黄土 地面上 还有诸多尸骸 终神秀的视线 落在其中一具尸骸上 他随手一挥 天荒地若延 将那具尸骸笼罩 嗡 那具尸骸在烈焰焖烧下 不断颤动 凹陷的眼裤楼中 浮现一抹诡异的血光 一阵阵金色符纹弥密码出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着眼前的荧幕 那具尸骸诞生了怨灵 若是刚才他 直接触碰的话 那头怨灵会 瞬间侵入他的神魂 夺取他的肉身 好 片刻之后 尸骸被焚烧殆尽 一阵怨毒的声音响起 怨灵竟然还未覆灭 终神秀淡默道 何须挣扎 到头来 还不是一杯黄土 天荒地若延的力量 再度增强 哄 那道怨灵 寝刻间覆灭 一枚枚金色符纹 悬浮在地面上 终神秀轻轻挥手 这些金色符纹 被他收起来 这正是圣图术第二篇 隐灵 圣图术 极为强悍 可以将圣气的力量 彻底爆发出来 而隐灵篇 就是强制控制圣气之灵 昔年这得到隐灵篇之人 也算是精彩绝艳之辈 可惜他穷尽一生 都没有寻到完整的圣图术 隐灵篇到手 接下来就是圣微篇 终神秀面带沉吟之色 天荒地落岩 虽然吞噬了一朵一火 增强了不守 但毕竟是残缺的 所能爆发的威力有限 并不能给他太多的安全感 唯有得到完整的圣图术 他才算有真正傲视八方的底气 终道友 就在这时 严晨宇耳边 响起了一道清悦的声音 好似是玄天圣女的 严晨宇下意识地 要转过身去看 不对 突然 严晨宇心中一宁 师尊隐藏身份 玄天圣女根本不知道 所以这声中道友 很诡异 秀 终神秀随手一挥 天荒战己 从严晨宇耳畔飞射而过 吃 天荒战己 仿佛洞穿了什么东西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 走到严晨宇身边 严晨宇这才敢转过身去看 他看到了一尊 浑身长满绿毛的怪物 绿毛怪物被战己 钉在一块墓碑上 乌黑恶臭的血液 咕咕直冒 将墓碑俯视出 深深的沟壑 绿毛怪物的眼睛 血红无比 看向终神秀 和严晨宇的眼神 充满了怨毒 师尊 这是什么 严晨宇下意识地问道 这怪物盯着他的时候 让他感觉浑身难受 终神秀轻语 沾染了诅咒的生灵 沾染了诅咒 严晨宇心中一宁 终神秀摇头 太古阴坟藏着很多好东西 但最好不要轻易触碰 否则容易变成他这个样子 今日进入这里的人 基本上很难活着出去 说完之后 他伸出手 顶刻间灰飞烟灭 终神秀随手将天荒战己收起来 严晨宇神色犹豫 师尊 你刚才是不是娶了什么 终神秀淡笑道 我娶的东西 不属于太古阴坟 原来如此 严晨宇尴尴尬一笑 他又问道 师尊 你似乎得到了想要的东西 我们现在离开吗 终神秀摇头 去娶一样东西 啊 严晨宇哑口无言 不是说好 不要轻易娶太古阴坟里面的东西吗 难道他接下来去娶的东西 终神秀知晓严晨宇想什么 他点点头 又摇摇头 我要取的东西 属于太古阴坟 但又不属于太古阴坟 严晨宇有些猛圈 随我来 终神秀背负双手 寻了一个方位 便静止走过去 这里虽然藏着各种杀机 但是暂时对他没有太大的威胁 严晨宇连忙跟上 他倒是很好奇 师尊接下来要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半个时辰后 终神秀和严晨宇来到墓碑中央地带 这里除了墓碑外 还有一座诡异的灰色大殿 但整体看起来 这更像是一座更为奇特的墓穴 其余的墓只有一块墓碑 这却是一座大殿 极为诡异 玄天圣女等人 此刻就站在灰色大殿外 一动不动 除了之前被终神秀震杀的剑星河外 其余人均在此处 师尊 他们好像不会动 严晨宇低伤到死了而已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这座阴坟埋葬着诸多强大的生灵 别说是万象镜以下的修士 哪怕圣人到来 也有可能莫名其妙的负面 就在他刚说完 除了玄天圣女外 其余人瞬间转过身来 他们面容扭曲 脸色泛黑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一双眸子血红无比 杀 天刀圣子宁笑道 众人瞬间杀过来 区区英灵罢了 活着的时候翻不起丝毫浪花 死了又能如何 终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随手一挥 天荒地若言爆发 那些人全部灰飞烟灭 死了 终神秀瞬间来到 玄天圣女身旁 玄天圣女转过身来 满脸惊恐之色 王 王道友 快 快救我 这大殿之中有诡异的东西 终神秀瞬间伸出手 一拳轰向 玄天圣女的脑袋 碰 玄天圣女的脑袋被轰爆 变成一具无头尸 狠狠地撞在灰色大殿上 下一秒 这具无头尸爬了起来 他猛然扑向终神秀 身上弥漫着浓郁的灰色雾气 一旦沾染 会让人瞬间发生诡异变化 终神秀没有多看一眼 一脚踢出 这具无头尸顿时被踢爆 四分五裂 最终消散在阴坟之中 随后他对着灰色大殿伸出手 鸿蒙塔碎片 悬浮在他的手掌之中 哄 鸿蒙塔碎片爆发一股威压 侵入大殿之中 咔嚓 灰色大殿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终神秀收起鸿蒙塔碎片 果断退后 一把拉着炎尘鱼的手臂 倒退三百米 灰色大殿很快变化作一片废墟 哄 就在这时 废墟下陷 一个直径两百米长的幽暗天坑出现 天坑之中 诡异的灰色力量喷涌而出 太古阴坟中 诸多墓碑不断碎裂 地面不断开裂 一只只苍白的大手 从地面伸出来 埋葬在墓碑之下的生灵 即将问世 第104章 青铜神殿 鲜红血液 咻 天坑之中 一座青铜殿冲出来 铜殿高三十米 犹如一整块青铜雕刻而成 浑然一体 上面布满神秘的花纹 散发着荒谷之气 禁忌之力弥漫而出 欲要吞噬万物 青铜殿有一道紧紧关闭的铜门 密不透风 仿佛不能开启 此殿一出 周围的空间不断崩碎 严陈鱼神色惊疑地盯着眼前的青铜殿 他曾从一本古老书籍上 看过一些记载 传闻这世间 藏着一座神秘的青铜大殿 那是禁忌之物 里面藏着可以让人永生的秘密 有无数强者都在追逐那座大殿 却无一人成功过 极为神秘 眼前这座青铜殿 怎么有点像书中记载的那座 钟神秀看了严陈鱼一眼 解释道 这是青铜神殿 会游走在不同的天地 不同的禁区 其实它来自幽冥 属于世间禁忌之一 青铜神殿 真的是青铜神殿 严陈鱼心中一震 钟神秀差一道 你也知道青铜神殿 严陈鱼神色严肃地说道 我曾从一本古老典籍中 看过关于他记载 刚才看到这座青铜殿的时候 我便在猜测 是不是那座青铜神殿 没想到 竟然真的是 他又好奇地问道 师尊 典籍之中记载 青铜神殿之中 藏着可以让人永生的秘密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钟神秀轻语道 随之 他又解释一句 不过青铜神殿给的永生 和你理解的永生有所不同 那是一种诡异的永生 严陈鱼一愣 他所谓的永生 就是生命永恒 寿缘没有尽头 得到什么 就要失去什么 永生的代价太大 而且 那并非真正的永生 钟神秀摇摇头 天地之间 无数强者 都在追逐永生 但纵观万古 谁又真正成功过 或许 站在大道的尽头 踏上时间长河 隐隐可以看到一抹光亮 严陈鱼不理解钟神秀的话 他问道 师尊 你不会要在这青铜神殿里面 取东西吧 嗯 钟神秀轻轻点头 就接下来 他没有理会严陈鱼 而是盯着前方的青铜神殿 这里面虽然藏着巨大的布局 但也有一些好东西 若是可以得到的话 对他有巨大好处 好 就在两人交流之间 阴焚之中 诸多恐怖的尸骸爬了出来 他们有的是骨架 有的是干尸 有的是肉身不朽的恐怖存在 随便一尊 都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这些恐怖的存在 不断咆哮 疯狂向着青铜神殿冲去 他们埋葬于此 便是为了永生 青铜神殿问世 他们依旧执念不散 欲要进入神殿之中 夺取永生奥秘 钟神秀眼睛微微一眯 再次带着严陈鱼 后退三百米 严陈鱼紧紧地靠着钟神秀 脸色苍白无比 这里随便一尊尸骸 都让他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好 无数恐怖存在 疯狂冲向青铜神殿 结果就在他们刚靠近 青铜神殿的时候 青铜神殿爆发一阵铜光 这些恐怖存在 请客间灰飞烟灭 化作一阵阵灰色雾气 被青铜神殿吞噬 这 严陈鱼心神颤动 这青铜神殿好可怕 那么多恐怖的存在 竟然就这样覆灭了 咔嚓 这时 青铜神殿的大门自动开启 哪里都别去 等我出来 钟神秀对严陈鱼道了一句 立刻冲向青铜神殿内部 进入青铜神殿内部之后 钟神秀手中悬浮着鸿蒙塔碎片 抵御这里的诡异力量 他进入了一个密室 里面布局很简单 极为漆黑 唯有一阵微弱的血光弥漫 在密室中央 有一尊三族圆顶 圆顶非常厚重 上面布满古老的花纹与图腾 玄妙的气息弥漫而出 射人心魂 而在三族圆顶中央 则是有鲜红的液体 宛若血液一般 蕴藏着磅礴的力量 钟神秀往圆顶靠近 他盯着圆顶之中的鲜红液体 他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刚才那些恐怖存在覆灭之后 就会变成这样的液体 这种鲜红液体 藏着恐怖的力量 随便一滴 都可以造出一位超越圣人的强者 他不敢奢求太多 只想取一滴 钟神秀深吸一口气 立刻催动鸿蒙塔碎片 欲要夺取一滴鲜红液体 咻 结果就在此刻 他灵魂深处的那颗七彩种子 猛然飞射而出 直接进入圆顶之中 疯狂吞噬里面的鲜红液体 钟神秀看到这一幕 瞬间傻眼了 这七彩种子又作妖了 和之前赤岩沙漠的情况 何其相似 吞噬完众多玄黄之气后 又对着鲜红液体下手了 就在这么一愣神的功夫 七彩种子已经将鲜红液体 吞噬殆尽 你给我留一滴啊 钟神秀沉着脸 这可是万古大造化 哪怕只要一滴 都可以让它直接起飞 现在却被七彩种子全部吞噬 这就很操弹 七彩种子根本没有理会钟神秀 再次回到钟神秀的灵魂深处 吞噬完一顶的鲜红液体后 七彩之色更为浓郁 哄 突然 三足圆顶震动 一股寂灭之力猛然爆发 直接沿着钟神秀的手臂 侵入他的体内 连鸿蒙塔碎片 都难以抵御这股力量 不好 钟神秀脸色一变 只觉得自己的身躯 即将灰飞烟灭 嗡 七彩种子发出一道光芒 一股更为可怕的力量爆发 三足圆顶的那股毁灭之力 直接被震出钟神秀的身躯 咔嚓 三足圆顶被七彩种子的力量影响 出现一道道裂痕 哄 青铜神殿猛然震动 将钟神秀排斥出大殿 师尊 看到钟神秀被轰出大殿 严陈鱼连忙上前 钟神秀稳住身躯之后 满脸郁闷地说道 青铜神殿里面的好东西 被吞了 我没有得到 那造化太大了 是他难以拒绝的东西 没想到 竟然被七彩种子全部吞噬了 这让他有些莫名的郁闷 严陈鱼有些愣神 第一次见师尊如此郁闷的表情 青铜神殿里面到底有什么呀 咻 青铜神殿化作一道幽光 向着天际冲去 咔嚓一声 太古阴坟上方的虚空碎裂 先离开这里 等以后足够强大了 再来太古阴坟取点东西 钟神秀没有犹豫 一把拉着严陈鱼的手臂 向着虚空冲去 第105章 永生二字 何其诱人 这是 青铜神殿 太古战场中 一些大势力隐藏的强者 纷纷现身 他们神色震惊地盯着 从太古阴坟之中 冲出的青铜神殿 青铜神殿 此刻悬浮在太古阴坟上空 古老的气息弥漫 铜光浮现 万古不朽 诡异异常 在古战场的一个位置 凤华和阎洛雪出现 师尊 那座青铜殿 是不是极为不简单 阎洛雪好奇地盯着凤华 那座青铜殿一出来 师尊就死死地盯着 甚至眼中 还露出了一丝忌惮之色 他可是很少见师尊 露出如此神色 凤华沉印道 这是禁忌之物 号称藏着永生之谜的青铜神殿 圣人踏入 也必死无疑 青铜神殿虽然藏着大秘密 但他却并不心动 因为凡是心动之人 基本上都死了 这座青铜神殿 来历太过神秘 在历史长河中 曾出现过数次 每一次出现的地点 都是各种禁区 禁地 如此 自然也有无数 镇朔古今的大人物杀入其中 但迄今为止 尚无一人活着出来 这么可怕吗 阎洛雪满脸震惊之色 圣人级别的强者 对他而言 已经是世间极致 连圣人踏入都会死的铜殿 自然非常吓人 岂止是可怕那么简单 更古以来 曾有不少超越圣人的强者 进入过青铜神殿 但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过 风华摇摇头 永生二字 何其诱人 有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强者 修为难以再进半步 但寿源却不断流逝 所以进行万古布局 在追寻所谓的永生 阎洛雪瞪大双眼 只觉得头皮发麻 看向青铜神殿的眼神 也充斥着无尽的忌惮 与此同时 不远处 终神秀和阎晨鱼现身 已然恢复了原本的容貌 阎晨鱼 阎洛雪恰好看到了 终神秀二人 眼中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倒是没想到 终神秀和阎晨鱼 会出现在这里 秀 凤华和阎洛雪身影一闪 出现在终神秀二人面前 阎晨鱼淡淡地看了阎洛雪一眼 看来天幽山出现的 那尊可怕生灵 并未伤到你丝毫 阎洛雪傲然道 我师尊那么强大 那尊生灵如何能伤到我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不禁有些得意 自己师尊可强大了 纵然面对圣人级别的生灵 都丝毫不惧 那等战力 绝对不是他可以理解的 阎晨鱼心中讥讽 你师尊再强又如何 难道彼得上我师尊 我师尊不断杀入了青铜神殿 还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 你师尊敢吗 阎晨鱼 你们怎么会出现在太古战场 阎洛雪打量着阎晨鱼和终神秀 不想回答你 阎晨鱼淡然道 你 可恶 阎洛雪迎牙一咬 凤华玩耳一笑 他看向终神秀 中风主 这青铜神殿问世 不知你可否有什么想法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没什么想法 里面有一尊顶 凤华道友若是感兴趣 可以进去看看 凤华文言顿时瞳孔一缩 他神色震惊盯着终神秀道 里面有一尊顶 中风主是怎么知道的 终神秀淡然道 自然是进入过里面 凤华心中一鸣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充斥着亥然 对方进入过青铜神殿 而且还安然无恙地活着出来了 看终神秀的神色 似乎并未在开玩笑 这不禁让他感到头皮发麻 但是最终谁活着出来了 根本找不到一个 眼前竟然就有一位 凤华满脸惊议不定 这终神秀到底有多强 竟然可以进入青铜神殿 还能活着出来 此事若是传开 估计无数臣民的活化石 都会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严落学也是满脸呆滞的 盯着终神秀 师尊提及青铜神殿 言语之中均是忌惮 但是终神秀这家伙 不但进入了青铜神殿 而且还如此的云淡风轻 这实在是让人震惊 大惊小怪 不就是一座青铜神殿吗 我师尊何处不能去 严辰于不屑地扫了 严落学一眼 就喜欢这废柴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哼 我也不想理你 讨厌鬼 不许和我说话 严落学冷哼一声 走了 终神秀没有兴趣 继续谈论下去 带着严辰于快速离去 太古阴坟之中 倒是有不少好东西 可惜暂时还动不了 倒是可以等以后再来看看 至于青铜神殿 此番问世 估计很快便会消失 或许下次出现 又是在某个禁区 极为诡异 当务之急 还是把完整的圣徒书弄到手 眼下还剩最后一篇 也得去取一下 我们也离开吧 凤华随手一挥 撕裂虚空 带着严落雪离去 此次本打算带严落雪 在太古战场历练一番 如今这里一变 估计很快便会发生大事 倒是不好 继续待在这里 三天之后 圣到学院 终神秀和严辰于返回 两人行走在学院大道上 师尊 我想回趟皇宫 严辰于轻语 天优惠盟结束之后 接下来大夏会发生一件大事 他得提前叮嘱一下夏皇 虽然他对那位父亲 没有太多的感情 但有些事情 既然他知道了 就不能坐视不理 嗯 去吧 终神秀轻轻点头 好的师尊 严辰于行了一礼 便转身离去 终神秀背负双手 一个人独自行走在学院之中 终神秀 就在这时 一道复杂的声音响起 苏洪林正巧走了过来 看到终神秀的时候 他的神色极为复杂 谁能想到 终神秀这家伙 竟然从一个教习 摇身一变 成为了担风的副风主 身份地位 直接翻了数倍 而他不过是 一个小小的弟子 与对方之间的差距 犹如鸿沟一般 难以跨越 现在整个苏王府 对退婚之事 都极为后悔 甚至王府的一些老人 让他继续和终神秀 好好交流一下 可惜此事根本不可能 他也拉不下那个脸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了苏洪林一眼 没有过多理会 便继续往前走去 对他而言 一个无关紧要之人 没有资格让他过多注视 苏洪林咬着嘴唇 脸色有些不自然 第106章 子府之路 畅通无足 丹丰 见过中风主 中风主好 丹丰的一些长老和弟子 看到终神秀回来 连忙上前行礼 之前天眼塔一变 他们已经见识到了 终神秀的实力 自然不敢施力 众人此刻对终神秀 充满了敬畏 嗯 中神秀对着众人轻轻点头 便往自己的山峰走去 回到藏风殿之后 中神秀立刻盘膝坐下 那是灵魂深处的七彩种子 七彩种子 吞噬那尊三足原顶里面的 星红液体之后 七彩之光更为浓郁 散发的气息更为可怕 看起来极为不简单 除此之外 倒是没有多余的变化 吞噬了那么多的星红液体 我倒是很期待 你接下来能变成什么样子 中神秀脸上浮现一抹淡笑 三足原顶之中的液体 全部被七彩种子吞噬 他虽然并未得到那场大造化 但是七彩种子 未尝不是他的造化 他有种直觉 七彩种子会带给他巨大的好处 没有继续观察七彩种子 中神秀沉吟道 算算时间 估计再过半月 北方妖兽暴乱就会开启 到时候得去趟北方才行 圣徒书最后一篇 就在妖兽暴乱之地 中神秀站起来 在大殿之中寻了一些药材 直接炼制一批丹药 两个时辰后 中神秀离开丹丰 前往中家 中家大宅 回来了 看到中神秀回来 钟南天脸色一洗 立刻走了过来 圣道学院的事情 他自然也知晓了 他也没有想到 中神秀会成为丹丰的富丰主 如今的中家 因为中神秀一人 地位已然提升了几倍 各大势力都主动来交好 甚至就在昨天 苏木那家伙 还主动来中家 约要重续之前 中神秀和苏洪凌的婚事 但他自然不会理会对方 现在的中神秀 又岂是区区苏洪凌能配得上的 中神秀笑了笑 将几瓶丹药递给钟南天 这是一些丹药 应该可以让你的子府之路 畅通无阻 这份因果 既然已经接下 有些事情自然也得去做 力所能及的帮中家一把 也是应该的 钟南天满脸笑容地将丹药收下 丹丰富丰主 自然不会缺丹药 他也不会客气 我发现越发看不透你了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 钟南天好奇地看着钟神秀 钟神秀沉应道 子府静巅峰 什么 子府静巅峰 钟南天神色一阵 继而又是一阵大喜 继老爷子之后 钟家又出了一位子府静的强者 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钟神秀但笑道 你很快也能踏入这个境界 没什么好惊讶的 话说老爷子现在在哪里 提到老爷子的时候 钟南天神色有些复杂 他摇头道我也联系不上他 不知他去哪里了 临走前他留下一块魂牌 魂牌暂时无恙 应该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无事即可 老爷子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钟神秀轻语 钟沧峰来历神秘 绝对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表哥 就在这时 容乐快步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一抹甜甜的笑容 原本在他心中 自己这位表哥 是一个不学无数的败类 但是自从上次见到钟神秀 展露单道之后 他对钟神秀的看法 已经彻底改观 现在钟神秀 还是盛道学院担风附风主 这地位可高了 让他极为佩服 钟神秀看向容乐 问道 你可要继续前往北方 容乐愣了一秒 点头道 再过几天 我便前往北方 我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想去见见我父亲 钟神秀轻语道 过段时间我也会前往北方 到时候可以和你一起 好 容乐脸色一洗 有钟神秀跟随 他感觉北方之势 或许会简单不少 钟神秀思索一下 将一瓶丹药拿出来 递给容乐道 你秀位太低了 用这些丹药 好好提升一下 容乐接过丹药 欣喜地说道 谢谢表哥 去修炼吧 钟神秀轻轻挥手 容乐开心地拿着丹药离去 我也要去闭关一下 钟南天神色严肃地说道 他打算一鼓作气 直接踏入子府境 也好 钟神秀笑着点头 大夏皇宫 夏皇正在看奏折 天幽山遇见一尊恐怖的生灵 还好凤华出手 否则的话 他已经尸骨无存了 启禀陛下 三公主求见 一位太监走了过来 夏皇放下奏折 笑着道 让他进来吧 很快 严陈鱼走了进来 参见父皇 严陈鱼对着夏皇行礼 夏皇笑着道 无需多礼 你此番来皇宫 可是有什么事情 他知道 严陈鱼性子倔强 来皇宫见他 肯定不是为了叙旧 估计是有什么事情 严陈鱼直言道 父皇最近 可是打算开启万妖井 嗯 夏皇目光一宁 神色诧异地盯着严陈鱼道 你知道万妖井 在大夏皇宫之下 藏着一个奇特的秘境 里面藏着诸多好东西 而秘境的入口 则是一口井 名为万妖井 在万年前 便被大夏强者封印 不过知道此事的人非常吸手 严陈鱼是怎么知道的 严陈鱼撒了一个谎 此事是我世尊告诉我的 他让我转告你 千万不要开启万妖井 否则会有可怕的妖兽问世 中风主所言 此事可真 夏皇立刻站起来 若是其他人说此话 或许他不会太过放在心上 但若这是忠神秀的意思 那他就得思考思考了 毕竟忠神秀 万妖井一旦开启 便会有七级妖兽问世 上一世 夏皇为何会身中剧毒 修为尽尸 就是因为 他开启了万妖井 沾染了可怕的剧毒 最终死于严陈鱼之手 严陈鱼所言的七级妖兽 只是其中之一 万妖井极为诡异 里面藏着 某种无比神秘的存在 七级妖兽 夏皇瞳孔紧缩 又凝声道 恐怕已经晚了 大夏的一位素老兽员将至 他想要去下方的秘境 寻找改命之法 万妖井已经被他开启 第107章 小小爬虫 安能放肆 什么 万妖井已经被开启了 严陈鱼目光一宁 只觉大事不妙 原本万妖井是夏皇开启了 这也让其身重剧毒 修为尽尸 甚至连整个大夏皇宫 都差点灰飞烟灭 他本以为自己提前告知夏皇 可以规避此事的发生 没想到万妖井没被夏皇开启 反而被一位素老开启了 看来剧情的走向 还是没有太大变化 夏皇宁声道 你先不要慌 我立刻联系圣道学院和天舞学院 若只是七级妖兽 两大学院出手 应该可以抵挡 他立刻拿出一块玉符 传讯给两大势力 结果下一秒 夏皇脸色一变 玉符已经失效 不好 玉符失效了 有特殊力量 隔绝了这片地带 夏皇沉着脸 轰隆 整个大夏皇宫 瞬间发出一声巨响 地面不断颤动 一些大殿请客间碎裂 坍塌 滚滚浓烟冲天气 夏皇和颜辰鱼 立刻冲出大殿 出现在一座广场上 整个大夏皇宫 被一股黑色的力量笼罩 黑色结界出现 诡异无比 皇宫之中 诸多强者现身 他们神色凝重地 盯着虚空中的黑色结界 夏皇则是看向脚下 地面正在疯狂颤动 广场出现一道道裂痕 恐怖的气息弥漫出 仿佛有什么可怕的存在 即将问世 弯腰警就在广场之下 果然还是出问题了 陈瑜 你立刻去找你母后 务必保护好她 夏皇宁声道 广场下一出的气息太过可怕 让她感到心机无比 整个皇宫 估计无人能挡下面的存在 希望两大学院的强者 能够察觉到这里的情况 快速赶来 严陈瑜没有犹豫 果断离去 按照剧情走向 此次大难发生 她的母后也会陨落 这一次 她必须要保护好对方 与此同时 忠家大院 忠神秀放下酒杯 目光落在皇宫的方位 万妖颈开启了吗 有趣 话音一落 她的身影瞬间消失在这里 再次出现 她已经来到皇宫之外的虚空中 恐怖的黑色力量 将整个皇宫笼罩 忠风主 一道声音响起 凤华和阎落雪 也出现在此处 忠神秀对着凤华轻轻点头 凤华轻语道 有一尊七级妖兽即将问世 不过在你我面前 应该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忠神秀沉应道 七级妖兽 自然不够看 真正的威胁 是一尊超越圣人的存在 以及某种特殊的东西 超越圣人的存在 凤华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若是圣人级别的生灵 她倒是不惧丝毫 但若是超越圣人的存在降临 她就没有丝毫办法了 凤华真正的修为是什么 圣人吗 并不是圣人 她只是一尊准圣 但她手段进出的话 可逆战圣人 也算是战里滔天之辈 放眼这片天地 又有几位准圣可逆战圣人 但凡有一位 都是镇朔古今之辈 终神秀摇头道 确切来说 只是一句枯骨 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先进去看看吧 她随手伸出 一把按在黑色结界上面 轻轻一捏 咔嚓 黑色结界被她捏碎 走 三人立刻进入皇宫 广场之上 中风主 凤华风主 夏皇看到两人的时候 脸色一洗 终神秀轻语道 你们先离开皇宫 这里交给我们即可 师尊 严晨渝的声音响起 她正带着萧贵妃和一群人 出现在不远处 看到终神秀的时候 严晨渝脸上露出喜色 有师尊道场 事情或许没有那么麻烦 终神秀看了严晨渝一眼 等下随我下去 其余人离开 母后 你们先离开 严晨渝对萧贵妃道了一句 立刻来到终神秀身边 夏皇沉吟道 你们小心一点 她随手一挥 卷起萧贵妃和皇宫之中的众人 瞬间冲出皇宫 嗡 那个黑色结界再次恢复 哼 地面疯狂颤动 更为巨大的裂痕出现 血色妖气从里面冲出来 气息凶利无比 严晨渝和严落雪感受到这股气息 不经脸色巨变 终神秀和凤华倒是极为镇定 这是七级妖兽的气息 虽然可怕 但还吓不了他们 滚出来 终神秀语气一冷 脚下一阵 一股恐怖的威压轰入地面 整个广场顷刻间坍塌 化作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天坑 哼 一阵恐怖的咆哮声响起 七级妖兽浑身布满赤红色的灵甲 背上背着一个甲铐 看起来类似蜗牛 极为奇特 他双眸血红 充斥着暴虐气息 血光浮现 符纹密布 胸微爆发 震得虚空开裂 七级妖兽 赤寻碧天莽 凤华眼睛微微一眯 七级妖兽 相当于造化竞强者 战力可不弱 他看了终神秀一眼 中风主 这赤寻碧天莽交给我即可 行 终神秀轻轻点头 好 赤寻碧天莽发出一声咆哮 眼中杀意弥漫 猛然扑向终神秀等人 死了 风华一步踏出 顿时出现在虚空中 他淡淡地到了一具小小爬虫 安能放肆 他随手伸出 一道大手印出现 一把抓住赤寻碧天莽的身躯 巨大的蟒身 在他的大手印之下 显得渺小无比 好 赤寻碧天莽疯狂咆哮 不断挣扎 眼中露出惊惧之色 死 赤寻碧天莽直接被他捏爆身躯 鲜血飞洒 染红虚空 师尊威武 看到凤华随手震杀七级妖兽 严洛雪一阵欣喜 开心地挥着拳头 终神秀随手一挥 一颗赤红色的妖单飞入他手中 凤华健壮 倒也没有多言 严洛雪傲视着严晨鱼道 严晨鱼 看到没有 我师尊很强 七级妖兽都能随手捏死 又不是你强 严晨鱼讥讽讽道 你 不服来打架呀 让你看看 我到底强不强 严洛雪气呼呼地说道 幼稚鬼 懒得理你 严晨鱼满脸不屑之色 你 严洛雪满脸胀红 一个废柴称呼也就罢了 现在又给他一个幼稚鬼的称呼 严晨鱼他好可恶啊 第108章 太古凶兽 一道烙印 下去看看 终神秀到了一句 化作残影 率先冲向天坑之下 严晨鱼连忙跟上 洛雪 我们也下去 凤华对严洛雪道了一句 两人快速跟上 往下三千米 来到天坑底下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秘境 天穷灰暗 地面血红 里面堆积着诸多湿海 形成一座座巨大的山岳 鲜血流淌 形成一条条无边的血河 万载不枯迹 恐怖的妖气弥漫 血光阵阵 覆盖天地 让人感到呼吸困难 素老 严晨鱼盯着一个位置 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正跪在一座古山之前 身体不断颤抖 他正是大厦的那位素老 或许是听到了 严晨鱼的声音 那位素老转过身来 随后一幕极为吓人 那位素老的面部 已经消失不见 血肉模糊 他突然站起来 疯狂扑过来 刺了 终神秀身影一闪 骤然出现在对方面前 他一把 捏住对方的脖子 使劲一丢 碰 那位素老的身躯 顿时撞向前面的古山 鲜血飞洒而出 是 古山之中 一根锋利的骨刺伸出 东川那位素老的身躯 只见那位素老的身躯 不断干枯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具枯骨 连血肉都没有剩下丝毫 轰隆隆 这时 周围的古山不断颤动 地面也在疯狂震动 好 一阵更为可怕的咆哮声响起 周围的古山不断碎裂 地面碎裂 只见一尊巨大的烈焰鸟 冲天起 古山消融 化作积粉 血和枯竭 被蒸发殆尽 好 烈焰巨鸟发出一声咆哮声 爪子锋利 嘴巴宛若阴沟 翅膀挥动 璀璨光芒 横扫八方 火焰封天 将天地笼罩 胸威滚滚 焚烧万物 天地化作一片火海 除了无边烈焰之外 还有可怕死气在弥漫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终神秀等人 处在火海之中 凤凰 阎洛雪震惊地盯着烈焰巨鸟 眼前的烈焰巨鸟 看起来和凤凰极为相似 威压极为可怕 让他感到全身发毛 血液仿佛都停止了流动 此刻他的天凤对应受到了影响 正在不断颤动 一股玄妙的气息弥漫 好似要与眼前的烈焰巨鸟激斗一番 严晨鱼心中也有些惊奇 因为此刻 他处无戒指里面的那颗猪鹊蛋 也在震动 这不是凤凰 而是太古凶兽之一的不死鸟 终神秀淡然道 确切来说 这并非是不死鸟 只是不死鸟的一缕天地烙印 地面下有一句不死鸟枯骨 那是超越圣人级别的存在 不死鸟 严晨鱼和严落雪不禁一愣 凤华解释道 不死鸟是太古凶兽之一 这种凶兽极为特殊 它们寿源将至之时 会焚火自燃 焚灭身躯 留下神魂 从而涅槃重生 与凤凰和朱雀有些类似 但又完全不同 终神秀摇头道 不死鸟并非真正不死 涅槃重生也有危险 很显然 眼前的不死鸟已经失败了 仅剩下一道天地烙印 它看向严晨鱼和严落雪道 你们上去去试试 看看能否收服这道不死鸟烙印 原剧情中 不死鸟烙印是被严落雪收服的 最终成了严落雪的一个底牌 甚至它还得到了 那尊不死鸟的传承 啊 严落雪一愣 收服不死鸟烙印 这不死鸟的气息这么可怕 它们上前 不是找死吗 严晨鱼倒是没有怀疑终神秀的话 它立刻上前将朱雀蛋拿出来 果然是朱雀 凤华暗道一句 它看向严落雪 落雪 上前吧 若是能收服这道烙印 对你有巨大好处 这道不死鸟烙印 看似凶威滔天 实则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下面的骨骸 那骨骸的气息太过可怕 它也不敢靠近 严落雪连忙点头 好的师尊 两女来到不死鸟烙印面前 好 不死鸟烙印 发出一阵凶猛的咆哮声 烈焰瞬间轰向严晨鱼和严落雪 灼热只赶袭来 两女神魂悸动 仿佛要直接消融在天地间 嗡 严晨鱼身上的天蚕道一 浮现一道柔和的光芒 抵御着这股灼热之力 严晨鱼只觉身上的不是减轻了不少 它抱着朱雀蛋继续往前 朱雀蛋不断颤动 上面烈焰图腾在线 火焰气息弥漫 不断吞噬不死鸟烙印的力量 严晨于这一刻压力更小 严落雪则是愣在原地 瞳孔紧缩 一动不动 它眉心的天凤地印浮现 古老的符文闪烁 终神秀看了严落雪一眼 又看向地面 天命之女 还是天命之女 不死鸟烙印 或许与它无关 但是不死鸟的传承 估计还是得落到它的手中 凤华脸上浮现一抹淡笑 显然它也察觉到了严落雪的异样 此刻地面 有一道玄妙的气息弥漫 咻 突然 地面冲出一道细微的火焰之光 这不是烙印 而是不死鸟的一缕金火 里面蕴藏着不死鸟强大的传承 这道金火 猛然飞入严落雪的眉心 与天凤地印不断融合 严落雪闭上眼睛 认真感悟 一边 咻 一阵高亢的鸣叫声响起 竹雀弹之中 一尊烈焰猪雀冲天起 大嘴张开 近一口将不死鸟烙印吞噬 烙印被吞噬之后 烈焰猪雀身上的气息更为强悍 烈焰猪雀抬头看向严落雪 眼中充斥着暴虐的杀意 猪雀和凤凰 一尊是太古凶兽 一尊是白鸟之王 二者对上自然会爆发大战 回去 严陈渝连忙开口 好 烈焰猪雀发出一声不满的咆哮 却也没有对着严落雪发起攻击 而是乖乖地回到蛋壳之中 咔嚓 在他回到蛋壳之中的时候 蛋壳上出现一道道细微的裂痕 丰华盯着猪雀蛋 看来离猪雀真正问世 也不远了 咻 严陈渝退回忠神秀身边 他看着手中的猪雀蛋 又将其收起 对欧忠神秀道 师尊 这颗蛋好像快要孵化了 嗯 忠神秀轻轻点头 一会儿后 严落雪睁开眼睛 他返回凤华旁边 得意地说道 师尊 我刚才得到了一门强大的传承 不错 凤华赞许地说道 严落雪气韵太过浓郁 走到哪里 都有大机缘伴随 严陈渝看了严落雪一眼 在气韵方面 他确实不如严落雪 对方从小到大 似乎一直都在受上天庇佑 左右逢圆 若非有师尊的话 此刻自己已经被对方甩很远了 哼哼 严陈渝 怎么说 我得到了不死鸟的传承 严落雪挑衅般地看着严陈渝 太古凶兽的传承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的 严陈渝淡然道 连混沌清廉他都得到了 严陈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严落雪伸出粉嫩的舌头 对着严陈渝扮了一个鬼脸 幼稚 严陈渝神色淡漠 又加一句 废柴 第109章 灰色雾气 逆先诅咒 轰隆 地面突然一阵颤动 不断开裂 更为恐怖的气息弥漫 滚烫的岩浆喷涌而出 赤红色的泥土疯狂下陷 被岩浆坟灭 岩浆的犹如妖异的鲜血 向着四面八方吞噬而去 忠神秀等人 飞升而起眨眼间的功夫 地面全部被岩浆覆盖 这里仿佛变成了一片巨大的岩浆之海 一阵阵烟雾冲天起 将天地笼罩 吼 咆哮声响起 岩浆疯狂晃动 飞溅 一具血红色的巨型骨架 从岩浆之中冲出来 他身上看不到丝毫血肉 唯有一具骨架 犹如鸟兽一般 浑身覆盖着烈焰图腾 符文看起来极为神秘 眼眶之中 根本没有眼珠子 唯有一阵灰色的雾气 诡异无比 骨翅挥动 胸威弥漫 带起一阵阵禁风 切割空间 镇压天地 气势极为可怕 咔嚓 咔嚓 空间碎裂 根本承受不住 这具骨架散发的威压 不死鸟 凤华瞳孔一缩 立刻挡在岩落雪身前 眼前这具骨架 正是那尊不死鸟的 生前是超越圣人境的无上存在 气息太过可怕 让他感到神魂悸动 凤华的肉身 出现一道道裂痕 腥红的血液弥漫出 染红他的一袭白袍 即使是准圣级别的强者 也挡不住这不死鸟的威压 师尊 严落雪看着凤华身上溢出的鲜血 不禁脸色一变 眼中露出惊慌之色 没事 凤华轻轻挥手 示意严落雪不要上前 他神色凝重地 盯着不死鸟骨骸 心中忌惮无比 对于这种超越圣人级别的存在 纵然他手段进出 也不可能是对手 甚至单单对方的威压 也能让他灰飞烟灭 钟神秀和颜沉鱼并肩站着 天荒地落檐浮现 形成一个力量屏障 将两人笼罩 不死鸟的威压 并未波及到他们 钟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着不死鸟骨骸 这不死鸟眼中的灰色雾气 极为奇特 眼前的骨骸 已经被那灰色雾气控制 凤华凝声问道 这不死鸟骨骸 有些不对劲 除了不死鸟的气息外 我好似感受到了 一股更为诡异的力量 他的视线 落在不死鸟的眼睛上 那股诡异的力量 来自那灰色雾气 只是看了那灰色雾气一眼 他便感觉眼睛一阵刺痛 神魂不断颤动 全身站立 灵魂深处 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 让他快点离开这里 钟神秀神色自若地说道 那灰色雾气 是天地间一种极为诡异的诅咒 名为逆仙诅 逆仙诅 凤华目光一宁 诅咒二字 对于天地间的生灵而言 便带着极为可怕的震慑力 无论是多么强大的生灵 一旦沾染了诅咒 下场都会非常凄惨 人们已然将诅咒 当作一种禁忌之物 敬而远之 而在诅咒之上 加上一个仙字 更是让人感到惊惧 世人都在追逐长生 传闻唯有仙人 才能真正长生 但是世间可有长生 天地间是否有仙 这些仿佛都是秘密 没有人可以给出确切的答案 逆仙诅咒 极为诡异 生灵触碰 会瞬间灰飞烟灭 传闻哪怕是高高在上的仙人 一旦沾染了这种诅咒 下场也是生不如死 终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他看向严晨鱼三人 你们退后 这里交给我即可 师尊 你小心一点 严晨鱼连忙开口提醒道 终神秀没有多言 继续往前走去 六道炉出现在手中 看起来依旧古朴无比 并无特殊之处 但是此刻六道炉 仿佛感知到了逆仙诅咒的力量 某种神秘的气息正在复苏 终神秀隐隐察觉到了六道炉的异变 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提及诅咒 世间生灵 君事必让 根本不敢沾染 但终神秀却打算用六道炉进行收取 若是能够将逆仙诅 收入六道炉之中 他也多了一个 可以横扫万古的强大底牌 好 在终神秀靠近的时候 不死鸟骨骸发出一声咆哮 一股恐怖的威压 顿时席卷向终神秀 空间坍塌 眼眶中的灰色雾气疯狂颤动 诡异无比 一时之间 黄蜂大作 终神秀的长发和衣衫随风而动 但他的眼中却没有丝毫波澜 只见他随手一震 六道炉骤然轰向不死鸟骨骸 六道炉更为诡异 轰出之际 直接将不死鸟的威压震散 紧接着 一股毁天灭地的荒谷气息猛然爆发 欲要埋葬诸神 覆灭众仙 震碎空间 蒸发天地 向着不死鸟轰杀而去 吼 不死鸟发出一声怒吼 翅膀挥动 欲要将六道炉撞碎 哄 六道炉和不死鸟的翅膀撞在一起 没有想象中的六道炉被撞飞或者撞碎 反倒是不死鸟的翅膀 在接触六道炉的瞬间 犹如纸张一般 顿时化作积粉 碰 六道炉狠狠地撞在不死鸟的身躯上 不死鸟的身躯 顷刻间灰飞烟灭 纵然是超越圣人级别的生灵骨骸又如何 根本挡不住六道炉 轰隆 六道炉轰击在地面上 这片天地顿时被打爆 无数岩浆直接被蒸发殆尽 化作气息消散在天地间 如此一幕 阎晨鱼三人目瞪口呆 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 那不死鸟可是超越圣人的强者 纵然陨落 依旧恐怖无比 结果就这样被轰成飞灰了 这炉子 好诡异 凤华神色凝重无比 刚才六道炉轰出的一瞬间 他竟有一种即将灰飞烟灭的感觉 非常诡异 严落雪也是正正地看着终神秀 算起来 这应该是他第一次见到终神秀真正出手 他完全没有想到场面会如此震撼 简直太残暴 太凶残了 终神秀这家伙 到底有多强啊 这还是自己印象中的终神秀吗 这一刻 严落雪不禁想到了严晨鱼的那个破炉子 是不是和终神秀学的 他们师徒 一人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炉子 不过很显然 终神秀的这个炉子 更为可怕 连超越圣人级别的强者都能轰爆 恐怖异常第110章 七彩种子 来者不拒 师尊威武 严晨鱼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我师尊真的太厉害了 想到这里 他不禁扫了严落雪一眼 带着一丝异尾身长 仿佛在说 之前你不是在夸你师尊很厉害吗 现在我师尊更厉害 一炉子砸爆了一尊超越圣人的大胸 你 严晨鱼 你得意什么 你师尊厉害 又不是你厉害 严落雪如何看不懂严晨鱼的眼神 立刻气呼呼地出言反驳 之前他说自己师尊厉害的时候 严晨鱼就是这样嘲讽他的 哼哼 我师尊厉害 我就是很得意 怎么了 严晨鱼昂着雪白的下巴 我师尊厉害 我就是很骄傲 很得意 哼 严落雪冷哼一声 心中不爽 不想理会严晨鱼这个护尊女 不对 现在是仗尊女 终神秀伸出手 六道炉悬浮在身前 他看了一眼身前的炉子 这六道炉 虽然来历极为神秘 藏着大秘密 但是在剧情之中 六道炉在严落雪手中的时候 也只是用来炼丹 杂人 而且杂人的威力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但是这一次 六道炉竟然展露了可怕的威压 直接将不死鸟骨骸砸成飞灰 这倒是让他有些惊讶 看来六道炉此次显微 是和逆仙诅咒有关 不死鸟尸骸已经覆灭 逆仙诅咒却依旧悬浮在半空中 灰色雾气浓郁 宛若一朵跳动的灰色火焰 诡异莫测 咻 突然 逆仙诅咒向着忠神秀冲去 忠神秀随手一挥 六道炉对着逆仙诅 在逆仙诅冲过来的瞬间 顿时被六道炉纳入其中 成了 忠神秀按道一句 立刻捏动法诀 将炉口封印 秀 结果就在这时 他灵魂深处的七彩种子 传出一股细微的力量 忠神秀设下的封印瞬间破碎 灰色雾气冲出六道炉 顷刻间进入忠神秀的眉心 涌入神魂深处 忠神秀目光一宁 却没有慌乱 立刻调动鸿蒙塔碎片的力量 随时打算镇压逆仙诅咒 不过逆仙诅咒进入他的灵魂深处后 并未激起多大的浪花 直接被七彩种子吞噬 连逆仙诅咒也能吞噬 这颗种子到底是什么来历 忠神秀压制住内心的震惊 这一路走来 七彩种子都在吞噬 先是吞噬赤天遗址中玄黄之气 之后又吞噬青铜神殿中的星红液体 没想到现在 竟然连逆仙诅咒都能吞噬 完全就是来者不拒 简直太变态了 逆仙诅咒 可是号称连仙人都闻风丧胆的存在 竟然就这样被吞噬了 就问 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吞噬的师尊 言成鱼连忙来到忠神秀身边 忠神秀轻语道 没事 凤华神色惊疑地盯着忠神秀 连诅咒进入身体都没事 这家伙实在是太诡异了 难怪提及禁忌之物之时 他那般漫不经心 连诅咒之力都奈何不了的人 又岂会忌惮区禁忌 忠神秀道 这里的危机已经解除 接下来劳烦凤华道友将此处封印 自然没问题 凤华轻轻点头 他捏动硬诀 天地封锁一道道秩序之恋出现 玄妙异常 片刻之后 凤华收手 他轻语道 可以了 嗯 忠神秀点头 拉着颜沉鱼的手臂 身影一闪 便向着上空冲去 皇宫广场之外 夏皇已经返回 看到忠神秀等人出来 他心中松了一口气 中风主 凤华风主 下面情况如何 夏皇客气地问道 凤华轻语道 麻烦已经彻底解决 从今往后 这里不会有任何危险出现 劳烦二位了 夏皇眉头舒展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事情已经解决 我便先告辞了 忠神秀道了一句 又看了颜沉鱼一眼 瞬间消失在这里 颜沉鱼看着忠神秀的背影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师尊仿佛真的无所不能 凤华看向颜洛雪 但笑道 洛雪 在这里陪陪你父皇 为师 先回圣道学院 好的师尊 颜洛雪乖巧地点头 凤华化作一道残影 消失不见 现场 还剩下夏皇和颜沉鱼 看向颜沉鱼 颜沉鱼神色平静地说道 我师尊会保护我 夏皇微微一愣 神色有些复杂 颜沉鱼道 这里的事情已经解决 我去接我母后回来 问题已然解决 看来事情不会继续重蹈覆辙 这倒也不错 没过多久 众人返回皇宫 颜沉鱼和萧贵妃 回到青丸殿 现在的青丸殿 与之前的冷清状态 完全不同 里面全是侍女 侍卫 见到颜沉鱼和萧贵妃 连忙上前行礼 恭敬无比 根本不敢有丝毫放肆 大殿之中 颜沉鱼对萧贵妃道 母后 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 我现在要回圣道学院修炼了 萧贵妃拉着颜沉鱼的手 柔声道 傻丫头 你现在更加懂事了 不过修炼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太过疲劳 颜沉鱼轻声道 唯有不断变强 才能保护母后 傻瓜 母后这里 你不用太过挂念 我现在挺不错的 萧贵妃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作为一个母亲 所谓的富贵 对她而言 此刻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她只希望 颜沉鱼平平安安地活着 仅此而已 嗯 我回圣道学院了 颜沉鱼轻轻点头 便离开了青鸾殿 行走在皇宫之中 颜沉鱼恰好遇见了颜沫 三妹 颜沫对着颜沉鱼打招呼 大皇兄可是要回天舞学院了 颜沉鱼开口 嗯 颜沫轻轻点头 颜沉鱼思索了一下 大皇兄是不是喜欢了一个特殊的女子 颜沫神色一愣 看向颜沉鱼的眼神 多了一丝怪异 对方是怎么知道此事的 颜沉鱼沉应道 那女子身份不简单 大皇兄虽然是我大下的皇子 但是在他的背景面前 还是不够看 还望莫要身陷其中 严禁于此 大皇兄好自为之 说完之后 颜沉鱼便快速离去 颜沉鱼神色复杂地站在原地 久久不语 第111章 万象演画 一个奇人 三天之后 圣道学院 哄 武风 一股恐怖的威压爆发 恐怖的力量冲入九霄 云层翻涌 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 漩涡旋转 吞噬天地间的灵气 里面弥漫着凶猛的威压 武风 飓风出现 声势浩大 切割天地 万象丛生 大道符文弥漫 不断推演 化作一口青铜大钟 镇压天地 横绝九天 东龙 钟声响起 虚空崩碎 磅礴的力量 席卷四面八方 雄威滔天 霸倒绝伦 万象演画 大院长成功了 圣道学院 一些强者露出惊喜之色 咻 虚空中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出现 他身着一袭古朴的灰色长袍 双眸深邃 身上弥漫着恐怖的气息 仿佛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 神秘莫测 这位老人 正是圣道学院的大院长 道无牙 道无牙轻轻挥动衣袖 青铜大钟消失 四周的力量消失 天地快速归于平静 恭喜大院长突破 圣道学院 诸多强者现身 纷纷对道无牙道贺 道无牙在圣道学院的地位极为特殊 他是圣道学院那位圣人的子嗣 不过他并未见过那位圣人 从出生的那一刻 便被封印在一块道园之中 直至七千年过去 他才真正问世 道无牙看向众人 境界刚突破 我还需要巩固一下 学院的事情 还得继续劳烦各位 说完之后 他再次飞回武风 单风 终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平静地看着武风的位置 大院长是一个奇人 此番突破 实力定然更为可怕 严晨渝站在终神秀身边 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道无牙是一个极为奇特的存在 他虽然是圣人的子嗣 却并未继承圣人的血脉 他问世的那一刻 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他却不甘平庸 一步步地踏出 九死一生 进入各种境区 夺取改命之法 最终硬是以凡人根骨 踏入万象之境 确实是一个奇人 踏入万象境之后 纵然是造化境的强者 他也能一战 终神秀清语道 剧情之中 道无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 踏入万象境之后 他的大道势不可挡 横击各方强者 甚至还曾与圣人叫板 为阎洛雪保驾护航 是阎洛雪最为尊敬的人之一 属于一个可歌可泣的人物 当然 最终他的下场 是为阎洛雪的成长祭道 作为天命之女 若是不死几个最为尊敬的人 又如何能真正成长起来 如今剧情已经改变 凤华成为阎洛雪的师父 道无牙 未来的大道之路 或许能走得更远 秀 就在这时 两道人影飞身而来 正是凤华和赵无极 见过中风主 凤华和赵无极 对着终神秀 微微抱拳 终神秀看向赵无极 问道 二位可有什么事情 赵无极沉应道 大厦北方局势有些诡异 似乎有可怕的妖兽即将问世 夏皇感觉不对劲 特邀请圣道学院和天舞学院去解决此事 恰好圣道学院也想让几封弟子去历练一下 我想让中风主负责带领学院弟子前往北方 终神秀看向凤华 你不去 凤华笑着道 凤华有点事情 暂时脱不了身 到时候劳烦中风主照顾一下洛雪那丫头 也行 终神秀轻轻点头 严陈瑜站在旁边 一言不发 眼中却闪过一丝凝重 北方之事 他自然了解 很快那里便会爆发恐怖的兽巢 无数妖兽冲出 为祸四方 到时候 镇北大将军荣景 与镇守北方的诸多将士 全部覆灭 而北方之地 也化作一片炼狱 无数百姓变成妖兽的食物 之后妖兽南下 一路吞噬与杀戮 造就了滔天血祸 凶残无比 如今两大学院的弟子 即将前往北方历练 而且圣道学院还有师尊坐镇 或许血祸便不会发生 见中神秀答应 赵无极脸上露出一谋笑容 若是中风主没其他事情的话 明日便可以带领学院弟子启程 好 终神秀回了一句 新的一天 圣道学院一座巨大广场上 数十位年轻弟子齐聚 他们来自圣道学院四风 妖兽太过凶残 没少引发血祸 此番北方之行 我定要狠狠地斩杀妖兽 这一次 两大学院的弟子在北方历练 纵然妖兽再多又能如何 在我等面前 难道还能翻起多大的浪花不成 天舞学院这次派出了不少天骄 我等倒是和那些天骄争一争 听闻圣道学院 此次会有一位封主亲自带队 不知是哪一封的封主 倒是让人好奇 四风弟子小声交楼 眼中露出浓浓的战意 对于妖兽 他们自然无比憎恨 这一次前往北方 倒是可以多猎杀一点妖兽 速静 就在这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 响起赵无极瞬间出现在广场之中 众人立刻安静下来 秀 随即 又有一批强者出现在这里 他们身上的气息都极为可怕 君是各封封主 钟神秀 凤华 严陈渝 严洛雪 也在其中 赵无极轻轻挥手 一艘非洲出现在广场之中 赵无极看了众人一眼 沉声道 你们是不是很好奇 这次谁会带领你们前往北方之地 众人闻言 眼中露出一丝期待 他们倒是希望自己山峰的封主能够带队 这样也能对他们多一些照顾 赵无极道 此次北方之行 由中封主带领大家前往 你们必须听从他的指挥 谁若是敢乱来 到时候就别回圣道学院了 什么 由中封主带队 我突然有种不妙的感觉 能不能换一个带队人啊 哈哈 我丹封的副封主带队 这次吻了 其余几封之人心中一凸 感觉大势不妙 毕竟他们没有见过钟神秀展露修为 甚至钟神秀这个副封主是怎么来的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 这家伙是一个关系户 真正的实力如何 让人怀疑 而丹封之人 则是满脸笑容 轻松无比 他们见识过钟神秀的实力 知道北方之行 有对方带队 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 第112章 北方之行 妖兽进犯 闭嘴 一群蠢货 中封主能带你们前往北方 这是你们的福气 谁敢再废话半个字 赵无极眉头一皱 一股威压爆发 众人连忙站直身体 不敢继续多言 其余几封的封主 看着他们各自的弟子 冷声道 北方之行 全部听从中封主的 谁敢放肆 愿归处置 对这些弟子而言 中封主成为 单封的副封主 充满了戏剧性 但是对他们这些封主而言 他们知道 大院长和徐福的脾气 这两位让钟神秀 成为单封副封主 说明钟神秀 肯定有特殊之处 众人见他们的封主发作 更加不敢多说 钟封主 劳烦你了 赵无极对中神秀道 钟神秀轻轻点头 纵身飞上非洲 他看了众人一眼 淡然道 既然没问题了 便速速上来吧 秀 严晨鱼和严落雪 立刻跃上非洲 其余人对视了一眼 也纷纷登上非洲 其 严晨鱼捏动法绝 一道力量 注入非洲之中 秀 非洲瞬间冲天起 一会儿后 非洲来到钟家府邸上空 院落中 荣乐顿时冲向上空 踏上非洲 表哥 荣乐看向钟神秀 嗯 钟神秀轻轻点头 启程吧 钟神秀轻语道 严晨鱼控制非洲 向着远处冲去 非洲不断在云层之中穿梭 速度极快 严晨鱼沉应道 师尊 按照非洲的速度 三个时尚后 我们应该可以抵达北方之地 辽园城 这是大厦北方的一座城池 属于前线城池 城中有三万百姓 辽园城极为特殊 以北是妖兽盘踞的兰荒妖园 而以南则是大厦的诸多城池和村庄 所以 它是一道巨型屏障 阻断兰荒妖园的妖兽 进犯大厦 地位独特 是大厦最为重要的城池之一 古老的城池 速杀一片 厚重的城墙 星红一片 高三十多米 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 城墙上 站着一位位身着盔甲 手持兵刃 神色严肃的士兵 将军 正有三千多妖兽靠近 城墙的一个位置 一位手持战俘 身着黑色盔甲的魁梧大汉 神色凝重地说道 而在他旁边 则是站着一位气度不凡 面容刚毅的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 手持一柄金色长剑 气息磅礴 身上弥漫着恐怖的威压 他是一位子辅静后期的强者 此刻他的脸色 有一些苍白和疲倦 这段时间 他接连与妖兽厮杀了十几场 小好非常巨大 此人正是镇北大将军 容景 容景握紧长剑 鸣声道 情况越来越不对劲了 让大家准备好 以往妖兽进犯 都会间隔很长一段时间 才会继续发起攻击 但是这段时间却不同 打退一波妖兽之后 很快下一波妖兽就会出现 基本上隔一天 便会有一波妖兽进犯 频率非常高 极为诡异 将军 上方有两艘非洲靠近 好像是圣道学院 和天舞学院的非洲 突然 那位魁梧男子 抬头看向上空 眼中露出一抹惊喜之色 容景立刻抬头 眉头顿时舒展 他激动地大笑道 哈哈 我们的援兵来了 嗡 两艘非洲快速降落 众人飞身来到城墙之上 两大学院 共有一百三十多人 圣道学院这边 由忠神秀带队 天舞学院那边 则是由一位 洞玄境中年男子带队 父亲 容乐立刻走过来 容景看向容乐 眉头一挑 你这丫头 怎么又回来了 不是让你好好待在黄东吗 容乐一言不发 容景见状 不禁有些无奈 他的目光落在忠神秀身上 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之色 圣道学院之事 他也有所耳闻 知晓忠神秀 已经是单风附风主 这小子实在是诡异 成为教习之事 是忠老爷子托关系所为 至于单风附风主之职 可不是靠关系能获得的 看来这里面发生了一些奇特的事情 而且看眼前圣道学院的阵容 此次带队的似乎就是忠神秀 见到忠神秀的瞬间 容景只觉得 对方似乎有些陌生 让他难以看透嘶吼 不过他并未当着众人的面询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还是别轻易顾问 此刻 天舞学院的那位动玄境的中年男子 也是满脸怪异地打量着忠神秀 心中不知在想什么容景将军 我是天舞学院的一位长老 白千 说说这里的情况吧 白千看向容景 容景对着白千抱拳 沉声道 最近半月 妖兽进犯越来越频繁 基本上一天一次 与以往根本不同 其中缘由 暂时还未查清楚 白千面带思索之色 他虽然是动玄境的修士 却不敢轻视这种异变 这蓝黄妖元妖兽众多 五级 六级妖兽 也会现身 中风主 你觉得此事如何 白千看向忠神秀 想听听忠神秀的看法 忠神秀轻语道 据圣道学院查探到的消息 此次妖元一变 可能与大荒山有关 大荒山 白千微微一愣 他不解地问道 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山 白某竟然没有丝毫印象 忠神秀沉应道 大荒山来自天外 不属于这片天地 百万年前凭空出现在妖界 有十二祖妖曾登陵其上 均得到了无上大造化 白千满头雾水 如此奇山 他天舞学院 竟然没有得到丝毫印象 而且忠神秀所言的十二祖妖 他也没有丝毫印象 这让他有些感慨 忠神秀淡然道 天舞学院成立的时间不长 与圣道学院相比 基础底蕴还是差了不少 不知道一些特殊的信息 也很正常 这倒也是 白千苦涩一笑 虽然现在圣道学院已经没落了 但毕竟是圣人开创的势力 其中自然藏着诸多古老的典籍 这一点 倒是天舞学院比不了的 忠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大荒山问世 那些妖兽受到惊吓 只能逃离蓝荒妖园 估计要不了多久 这里便会有很多强者降临 至于现在 先抵御这些妖兽吧 他看向远处 地面不断震动 尘土飞溅 妖兽咆哮声不断 正有三千多头妖兽冲向辽园城 第113章 三千妖兽 猛马巨像 妖兽来了 大家准备战斗 荣锦握紧长剑 沉声道 城中将士死死地握着长矛 眼中露出凌厉的杀意 每次与妖兽厮杀 都不会死不少人 或许下一个死亡的就是他们 但他们却不能后退半步 纵然是死 他们也要死在战场上 因为身后是他们的家园 妖兽数量不少 压迫感太强了 这些妖兽的气息好强 其中有好几头强大的妖兽 接下来 我等要与这些妖兽狠狠地厮杀 两大学院的弟子 神色凝重地盯着远处冲来的妖兽 接下来肯定有一场大战 三级妖兽石头 四级妖兽两头 五级妖兽一头 白千瞳孔一缩 倒是没想到 这次竟然会有五级妖兽进犯 以他动玄境中期的修为 面对三级 四级妖兽自然不惧丝毫 但若是遇上五级妖兽 那便得有一场恶战了 远处扑来的那头五级妖兽 是一尊巨像 气息非常可怕 最起码相当于人类动玄境中期 恰好和白千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接下估计要进行死战 终神秀淡然道 城中将士可以退下 这三千妖兽 由两大学院来解决 这 城中将士微微一愣 白千轻轻点头 中风主说的有道理 这场战斗 交给两大学院即可 容景文言倒也没有多想 面对四级 五级妖兽 城中的将士若是出动 也只有被单方面屠杀的份 他看向城中将士 沉声道 接下来的战斗 大家围观即可 遵命 众将士神色严肃地点头 他们站在城墙上 满脸戒备地盯着远处冲来的妖兽 虽然是围观 但他们也要做好随时迎战的准备 中神秀看向白千 四级 五级妖兽 你我解决即可 其余妖兽 便交给两大学院的弟子 如何 白千笑着道 好 温室的花朵 注定难以成长起来 眼前恰好是一个绝佳的历练机会 虽然妖兽数量很多 但此番他带来的弟子也不弱 未尝没有一战的实力 中神秀对圣道学院的众人道 面对三千多妖兽 你们害怕吗 圣道学院的一些弟子 心中一宁 若是面对十几头 上百头妖兽 他们或许也不拒 但若是面对三千妖兽 他们若是说不拒 倒也不真实 中神秀看向严晨鱼和严洛雪 那石头三级妖兽交给你们 能解决吗 严晨鱼往前踏出一步 满脸自信地说道 师尊 那石头三级妖兽 交给我一人即可 保证让他们全部负面 严洛雪不满地说道 凭什么都交给你 说得我没有实力似的 石头三级妖兽罢了 我抬手便可镇压 那就看谁猎杀的妖兽数量多 严晨鱼身影一闪 主动杀向妖兽群 严洛雪立刻跟上去 不愿落后嘶吼 白千健壮 不禁感慨地说道 圣道学院的弟子 都这么变态的吗 寻常的弟子 面对妖兽大军 早就被吓得腿软了 这两位倒好 见到石头三级妖兽 却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就很诡异 中神秀看向圣道学院的 其余弟子道 都愣着干嘛 出手 和阎洛雪都不拒 他们此刻又如何能退缩 你们也别愣着 去吧 白千看向天舞学院的众弟子 这些弟子一咬牙 也只能祭出兵器 猛然杀向前面 中风主 我们也出手吧 先解决那两头四级妖兽 再联手对付那头五级妖兽 白千神色凝重地说道 好 中神秀没有废话 一步踏出 骤然出现在妖兽大军之中 他的视线落在两头四级妖兽身上 一头是面目猙獰 浑身覆盖领甲 头上长着两个青色大脚的蛮牛 这是青玉蛮牛 双眸宛若血色大灯笼 张口之间 一阵阵雾气弥漫而出 吞出山河 气势凶猛 另外 一头是浑身沾染鲜血的赤色妖虎 赤色妖虎体型巨大 身躯健壮 身上散发着血光 咆哮声响起 胸威震天 霸道绝世 两尊妖兽 气息都很可怕 放在四级妖兽之中 绝对是极强的存在 最起码相当于 人类神藏境巅峰的存在 而在妖兽大军最后面 则是有一尊通体灰色 覆盖着神秘符文的巨像 巨像高二十米 两颗象牙呈现血红之色 散发着可怕的威压 仿佛可以瞬间洞穿空间 锋利无比 这是猛马巨像 五级妖兽 战力滔天 每走一步 地面就一阵颤动 一个巨大的脚印出现 周围的山岳崩碎 滚滚浓烟升起 射人心魂 恐怖如斯 好 轻欲蛮牛和赤色妖虎剑 终神秀来到他们对面 顿时爆发震天咆哮 地面被震碎 一道道裂痕出现 好 轻欲蛮牛眼睛血红 大嘴张开 死死地盯着终神秀 青色大脚凝聚一阵青色光芒 疯狂吞噬天地间的灵气 狂风声响起 空间不断颤动 轻色大脚凝聚好力量之后 瞬间一阵 一道巨大的青色光柱 轰杀向终神秀 所过之处 尘土飞溅 一些妖兽受到波及 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青色光柱轰成血雾 小心 城墙上 容颈连忙开口提醒 他握紧长剑 神色凝重地盯着终神秀 和那两尊四级妖兽 青色光柱轰杀而来 终神秀眼中却没有一丝波澜 一道玄妙的力量屏障 挡在他的面前 哄 青色光柱轰击在屏障之上 一阵阵爆炸声响起 余波席卷向四面八方 周围的一些妖兽再次覆灭 片刻之后 青色光柱消失 威压笼罩四面八方 久久不散 终神秀闻丝不动地站在原地 好 好个终神秀 好个终神秀 容额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你表个好强 哈哈 容颈见终神秀 轻松挡下四级妖兽的攻击 不禁一阵大喜 朗声大笑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说不出的兴奋 第114章 五级妖兽 要蜕变了 看到了 表哥威武 容额也是满脸激动之色 表哥不但单到本领强大 实力也是深不可测 那可是四级妖兽的攻击啊 相当于人类神脏进强者的攻击 结果却连终神秀的防御都没有攻破 表哥真的太厉害了 以前他在我眼中 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子 没想到几年不见 他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真的太让人震惊了 容颈满脸笑容地说道 眼中露出浓浓的自豪 自己这外甥 真的长大了 不过他也很好奇 以前终神秀并无倒映 根本不能修炼 如今却能轻松挡下四级妖兽的攻击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让他重新踏上修炼之路 好 城中将士见状也是一阵大喜 被接下来的战斗充满了期待 以往的战斗 哪怕他们胜利了 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一次战局或许会发生巨大变化 中风主 好实力 看来四级妖兽根本奈何不了你 既然这样 另外一头也交给你了 我先去试试 那尊五级妖兽的站联 白千出现在虚空中 对着中神秀道 中神秀轻轻点头 白千没有犹豫 寄出一个紫色葫芦 直接杀向猛马巨像 面对五级妖兽 他可不敢有丝毫大意 必须要动用权力 好 清玉蛮牛见一击 并无轰杀中神秀 彻底暴怒了 发出一声咆哮 巨大的身躯 猛然撞向中神秀 那双青色大脚不断蓄力 恐怖的毁灭之威弥漫 仿佛要将一座山岳撞碎 凶猛异常 中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了清玉蛮牛一眼 下一秒 他骤然出现在清玉蛮牛身前 随手伸出 一把抓住清玉蛮牛的一个脚 然后使劲一扯 咔嚓 一声巨响传出 清玉蛮牛的一个脚 直接被中神秀扯下来 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喉 清玉蛮牛身体一颤 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脑袋不断晃动 中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清玉蛮牛的脑袋瞬间被打爆 鲜血犹如水柱一般 鼓鼓直冒 权硬并未消散 威势不减丝毫 狠狠地轰入清玉蛮牛的身躯 哄 清玉蛮牛的身躯直接爆炸 鲜血飞洒 血肉肆意 彻底死透 唯有一颗青色妖丹 悬浮在血雾之中 中神秀随手将妖丹抓住 他面无表情地看向赤色妖狐 哄 赤色妖狐眼中露出一丝金锯之色 下意识地退后两步 中神秀神色淡漠地往赤色妖狐走去 周围的其余妖兽根本不敢靠近 纷纷让开 吼 见中神秀在靠近 赤色妖狐血红的眸子中闪过一丝暴虐 他没有继续退后 而是一个剑步向着中神秀扑去 巨大的爪子挥出 欲要一巴掌将中神秀拍成粉碎 哼 中神秀冷哼一声 一拳轰出 哄 拳头和赤色妖狐的爪子对碰在一起 黄暴的力量爆发 赤色妖狐的身躯瞬间被打爆 血雾弥漫 魂飞魄散 中神秀抓住一颗血色妖丹 两尊四级妖兽直接覆灭 好 城墙上 容景等人激动的大笑 那可是四级妖兽啊 寻常时候 他们若是遇上了 也只能主动避让 根本没有一战的余地 没想到中神秀拳头挥动 随手震杀两头 实在是让人心惊 这位圣道学院的前辈好厉害 众将士心中震动 满脸兴奋之色 看到两尊四级妖兽 被中神秀抬手震杀 他们只觉得前所未有的畅快 容景满脸自豪地说道 他叫中神秀 是我的外甥 自然很厉害 哄 一边 白千正和那尊猛马巨像激动 他催动紫色葫芦 一口森冷的白色长剑 从葫芦里面飞射而出 剑气横爵八方 切割天地 杀气滚滚 周围的温度骤然降低 这紫色葫芦不简单 乃是一件万象灵宝 可以用来温养灵气 而那口森冷的白色长剑 也不简单 上面覆盖着神秘的符纹 寒气弥漫 仿佛要将天地冻结 雄力无比 这是一件洞玄灵气 这在紫色葫芦的温养下 杀意越发浓郁 看起来极为不凡 斩 白千冷喝一声 剑指一挥 白色长剑 顿时斩向猛马巨像 一道三百米长的剑气爆发 好 猛马巨像发出一声咆哮 在其眉心的位置 一道神秘的灰色符纹出现 这道符纹不断吞噬天地之力 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灰色圆形阵印 嗡嗡嗡 灰色阵印挡在猛马巨像身前 不断旋转 恐怖的力量从里面一出 哄 三百米剑气狠狠地 斩在灰色阵印上 剑气和阵印对碰在一起 一阵巨响传出 震动九霄 横扫八荒 黄暴的力量余波不断席卷 周围的诸多妖兽 顷刻间灰飞烟 轰隆隆 地面崩碎 化作积粉 尘土飞洒 山月爆裂 天地无光 霸道异常 吼 猛马巨像 发出凶利的咆哮声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血光 那个灰色阵印 传出一阵吞噬之力 三百米剑气 竟然被灰色阵印快速吞噬 甚至连带着那口白色长剑 也被吞入阵印之中 什么 白千剑状 不经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此刻他和那口长剑的联系 极为微弱 根本难以控制 不愧是五级妖兽 这手段果然诡异 猛马巨像往前踏出一步 脑袋一阵 灰色阵印旋转得更快 白色长剑 和那道三百米剑气 再次从阵印之中出现 向着白千暴射而去 不好 白千脸色一变 知道自己很难挡住这一剑 他没有丝毫有余 立刻丢出紫色葫芦 紫金葫芦 吞 白千疯狂捏动法觉 紫色葫芦 竟也爆发一股吞噬之力 欲要将长剑和剑气吞噬 三百米剑气和白色长剑 离白千不到十米之时 瞬间紫色葫芦吞噬 咔嚓 紫色葫芦上面出现一道细微的裂痕 噗 白千身体一颤 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无比 不对 这猛马巨像 似乎不是一般的五级妖兽 白千抹了一下嘴角的鲜血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此刻猛马巨像的气息 正在不断暴涨 隐隐要踏入六级妖兽范畴 这似乎是在蜕变阶段 嗯 要蜕变了 若是成功 他便可成为六级妖兽 终神秀出现在白千身边 神色自若地打量猛马巨像 第115章 橙色不错 太强悍了 六级妖兽 白千神情凝重 五级妖兽便让他感到压力巨大 若是让其成功蜕变成六级妖兽 那么他们在场的所有人 估计都得逃命 中风主 不能让这猛马巨像继续蜕变 我们必须要阻止他 白千沉着脸道 交给我就行 终神秀缓缓到了一句 身影一闪 顿时出现在猛马巨像身前 吼 猛马巨像发出一声咆哮 嗡嗡嗡 身前的灰色阵影疯狂旋转 一根巨大的灰色力量光柱 从里面冲出来 凶猛地向着 终神秀轰沙而去 璀璨夺目 笼罩苍天 毁灭气息爆发 横扫巴慌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向猛马巨像 眼中闪过一道金色烈焰光芒 天荒地洛言的威压爆发 哄 这根巨大的灰色力量光柱 还未靠近终神秀 瞬间被天荒地洛言的威压震碎 恐怖的力量余波席卷四面 撕裂天地 寂灭久消 威压滚滚 久久不散 终神秀随手伸出 天荒地洛言疯狂凝聚 化作一柄金色烈焰长剑 长剑一出 空间崩碎 毁灭之力一出 周围的诸多妖兽 还未反应过来 顷刻间化作鸡粉 斩 终神秀握紧长剑 一剑斩向猛马巨像 一道万丈金色剑气爆发 灼热的气息横扫而出 天地化作一片金黄之色 九霄被一分为二 碎片不断坠落 云层荡开 道运不绝 异象浮现 大倒崩碎 哄 天地一震 猛马巨像被一剑劈成两半 鲜血喷涌而出 化作一条条血河 猛马巨像的两半身躯倒在地上 将地面砸出两个大坑 诸多妖兽被惊吓到了 纷纷退后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终神秀收起天荒地落岩 随手一挥 一颗灰色的妖丹出现在她的手中 橙色不错 终神秀看了一眼手中的妖丹 轻轻点头 比较满意 现场则是一片死寂 众人神色呆滞地看着终神秀 一尊五级妖兽就这样被一剑斩了 五级妖兽相当于人类动玄境的强者 竟然被她一剑斩了 她到底有多强 容景喃喃自语 眼中充斥着震惊之色 常年镇守在这里 她自然知道这些妖兽到底有多么凶残 每次出现三级妖兽都会死很多人 至于预计四级 五级妖兽 他们也只有被单方面屠杀的份 但是就在这么片刻之间 便有两头四级妖兽 一头五级妖兽被终神秀镇杀 这让容景感到头皮发麻 这小子的真正修为到底有多强 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容乐也是捂着嘴巴 满脸的震撼之色 那可是五级妖兽就这样被终神秀一剑斩了 这一刻 他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若他没有记错的话 终神秀似乎才十八岁 十八岁便可以斩杀相当于人类动玄境修士的五级妖兽 城中将士看向终神秀的眼神充满了敬畏 强者为尊的世界 终神秀用实力赢得了他们的尊敬 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修士 简直是战力滔天啊 太强悍了 好强 白千也是神色骇然的站在原地 这可不是一般的五级妖兽 结果却挡不住终神秀一剑 这一刻 他仿佛知道了为何终神秀能够成为单丰富丰主 终丰主他好可怕 圣道学院的一些弟子健壮 也是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难以置信之色 在此之前 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怀疑终神秀的实力 但是刚才 见到终神秀出手 他们彻底明白了 中丰主的实力真的强得离谱 四级 五级妖兽多么可怕的存在 结果却被中丰主随手震杀 真的太过吓人了 赵院长说得对 中丰主能够带他们来北方 是他们的福气 哼 一群无知的家伙 我们单丰的中丰主 自然很强大 单丰的一些弟子冷哼道 眼中却是浓浓的自豪之色 谁说他们单丰之人只会练单的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看了终人一眼 愣着干嘛 还不继续猎杀妖兽 对对对 猎杀妖兽 兄弟们 冲啊 胜道学院的弟子 千万不要丢学院的脸面 随我冲杀 杀 众人不再犹豫 连忙杀向那些妖兽 他们眼中充斥着浓浓的战役 热血沸腾 刚才中神秀的一战 极为鼓舞士气 中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平静地站在虚空中 一阵腥风掠过 他的长发舞动 眼神深邃无比 宛若绝带神魔 给人莫名的敬畏之感 此刻严晨鱼和严洛雪 正在对战那石头三级妖兽 他们的战力都很强大 对付三级妖兽 自然没有丝毫问题 十二品清廉 严晨鱼捏动硬绝 十二品清廉飞射而出 锋利无比 不断轰杀向周围的妖兽 所过之处 妖兽血肉飞溅 惨叫不断 他的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对于力量的掌握也极为巧妙 所以消耗非常小 反观严洛雪 虽然也在快速收割 但他战斗经验太过粗糙 时常会露出破绽 若非他的实力处在碾压状态 他都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当然 作为天命之女 肯定没那么容易死 绝处逢生 对于天命之女而言 自然是家常便饭 圣道学院的这两位弟子 果然很妖念 白千来到终神秀身边 满脸惊讶地盯着严晨鱼和严洛雪 斩妖大会的事情 他倒是有所耳闻 似乎最终就是被这两女 承包了天幽会盟的时候 这两女也展露了极为强大的实力 让人心惊无比 看来圣道学院是真的出了两位天骄之女 终神秀摇摇头 大到永无止境 这天地间的强者数不胜数 他们不过刚起步罢了 离妖孽二字还太远 白千文言不禁哑然一笑 拳当中神秀在谦虚 哄 片刻之后 严晨鱼和严洛雪的战斗结束 石头三级妖兽全部被震杀 第116章 所有妖兽全部震杀 他们好强 城中众将士神色震惊地盯着严晨鱼和严洛雪 石头三级妖兽在他们面前 犹如白菜一般被随意切割 场面太过震撼人心 容景朗声道 各位将士 你们恐怕还不知道 他们二位 可是我大夏皇朝的三公主与五公主 什么 竟然是我大夏皇朝的两位公主 两位公主进来到北方 和我一起抗衡妖兽 众人神色激动地盯着战场中的严晨鱼和严洛雪 连皇朝的两位公主都亲自来北方抗击妖兽 可见大夏对于这前线是非常重视的 这一刻 他们突然觉得所做的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 六头三级妖兽 战场中 严晨鱼扫了严洛雪一眼 哼 不过多两头罢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去猎杀其余的妖兽来捕 严洛雪冷哼一声 立刻吃着长剑杀向其余妖兽 哼 严晨鱼化作一道残影 十二品清廉暴射而出 疯狂切割周围的妖兽 有了他们两人的加入 众人的压力小了很多 转眼 半个时辰过去 战场中 严晨鱼一拳轰爆最后一头妖兽的脑袋 所有妖兽全部覆灭 三级以下的妖兽 我猎杀了940头 你呢 严洛雪站在对面 挑衅地看着严晨鱼 1200头 严晨鱼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 严洛雪有些恼怒 自己真的不如严晨鱼吗 明明自己的境界已经碾压了对方 手段也有很多 但为何就是被对方压一筹呢 很快 众人回到终神秀面前 圣道学院的众人神色兴奋地对着终神秀道 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已经负伤 身上沾染着血腥 但他们却极为激动 这种与妖兽厮杀的感觉 真的太爽了 刚开始或许是恐惧 但是逐渐杀红眼之后 他们只觉得前所未有的畅快 实力也在战斗中提升了不少 终神秀看了众人 轻轻点头 你们这次做得不错 圣道学院前来历练的弟子 共有65人 现在却一个都没有陨落 这就很不错 白千看了天舞学院的弟子一眼 沉吟道 这次天舞学院死了七人 损失也比较小 在接受范围内 往后这样的战斗 大家必须要小心再小心 与妖兽战斗 可不是二戏 明白了 天舞学院的人神色严肃地说道 终神秀看向圣道学院的众人 淡然道 刚才不过是热身罢了 你们在城中休息两个时辰 等一下我会带没有受伤之人 进入蓝荒妖园 妖兽暴乱 一波接着一波 根源就在蓝荒妖园 想要彻底解决那些妖兽 自然不能一直在外面抵抗 直接进入蓝荒妖园 将麻烦彻底解决 才是上策 进入蓝荒妖园 圣道学院众人心中一鸣 那里可是妖兽的地盘 里面有无数可怕的妖兽 凶险无比 作为圣道学院的弟子 你们此刻没有选择 终神秀扫了众人一眼 语气不容拒绝 温室的花朵 注定走不远 唯有在血腥之中杀戮出来 才能走得更远 即时历练 那就要有效果 否则来这里做什么 圣道学院的众人神色严肃 没有多言 连忙向着城中飞去 得好好恢复一下 城墙上 终神秀背负双手 默默地看着远方的蓝荒妖园 师尊 这些妖丹给你 严陈鱼轻轻挥手 一颗颗丹药出现在终神秀面前 严落雪猎杀的妖丹也在其中 终神秀将丹药收下 严落雪在旁边 撑着下巴 看着终神秀的 中风主 我的表现怎么样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严落雪一眼 你的天赋绝佳 圣品倒映 天凤地映 加上不死鸟传承 和凤华传授 倒也还算不错 不过 严落雪听到终神秀前面的话 不禁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不过听到终神秀的那个转折 他的笑容一致 不过什么 严落雪连忙问道 终神秀淡然道 你的战斗经验太过粗糙 天凤地映 不死鸟传承 以及风华地教你的东西 你可能连千分之一都没有误到 我 严落雪神色有些尴尬 他感觉自己已经很厉害了呀 为何在终神秀宴中 如此的不堪 终神秀淡莫道 你也别觉得我在打击你 圣品倒映虽然不凡 但终究只是圣品 这片天地有多大 天地之外又有多大 这天地间 从来就不缺妖孽 怪物 但大多如允星 昙花一现 真正能走到最后的人 除了靠强大的天赋外 还得靠不断努力 你的路或许很长 但若是听不进我的话 你注定要走很多的弯路 纵观这片天地 若问谁能真正当好严落雪的老师 终神秀敢说第二 绝对没有人敢说第一 凤华或许不错 但他所能看到的天地 终究有局限 自然不如终神秀 终神秀见证过一次 严落雪的成长之路 弯路无数 最终死了不少尊敬的人 才慢慢成长起来 若是能一早就纠正那些问题 自然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不过这些事情 终神秀也只能随便提一提 严落雪是否能听进去 这是对方自己的事情 和他没有太大的关系 终神秀看向严晨瑜 这句话不单单是对严落雪说的 也是对你说的 你的天赋 倒映或许不如别人 但只要你肯努力 未来同样可以 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无上大道 严晨瑜深吸一口气 神色严肃地说道 师尊放心 我一定努力的 他不会质疑师尊的话 因为他能一路走到现在 全靠师尊的指点 严落雪有些不自然 他低着头道 我也会努力修炼的 被终神秀一番教育 他只觉得自己 像个小孩子一样 竟然生不出 丝毫反驳的想法 哪怕是凤华 都没有给他这种怪异的感觉 终神秀淡然道 等一下我带你们去蓝黄妖园 你们就会明白我话中的意思了 第117章 蓝黄妖园 沼泽之地 半个时辰后 众人恢复得差不多了 哄 一阵巨响声传遍天地 天须震动 波纹密布 五光石色 一道道恐怖的力量波动弥漫 随之便是树道 残影掠过 向着蓝黄妖园冲去 速度极快 刹那极势 每一道残影 都带着毁灭般的威压 让人神魂颤动 辽原城中 众人抬头看向虚空 见到那些残影飞过的时候 他们只觉得头皮发麻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这些都是哪里来的强者 威压太可怕了 终神秀看了众人一眼 但莫道 这是蓝黄一些荒谷世家 圣地 宗门的强者 你们是不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众人神色凝重无比 岂止是压力 刚才那一瞬间 他们只觉得自己渺小如蝼蚁 若是对上那些强者 他们甚至伸不出对抗的勇气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这些人其实也没有多强 真正强大的存在 就在蓝黄妖园之中 很快你们便会见到 希望你们到时候 不要感到绝望 众人神魂悸动 但眼中却伸出了浓浓的战意 生在这样的时代 谁又甘愿成为他人的陪衬 若是能与那些强者交锋 纵然是死 也没有多大的遗憾 终神秀沉阴片刻 道 没有受伤之人 现在站出来 我随即带你们前往蓝黄妖园 圣道学院的众人对视了一眼 最终除了几位受了重伤的弟子外 其余人全部站了出来 终神秀看向圣道学院的这些弟子 轻轻点头 不错 你们长年待在学院 眼力终究有限 接下来我便带你们去见见世面 白浅走过来 大笑道 中风主 我也想带天舞学院的弟子 去见见世面 不知能否一起 天舞学院的弟子也是摩拳擦掌 圣道学院的弟子都不拒 他们又岂能畏惧 好 终神秀看向了天舞学院的弟子一眼 轻轻点头 荣景这时带着一群将士走过来 将士手中均端着美酒 蓝黄妖园凶险莫测 让大家喝完酒吧 荣景看向终神秀和白浅 每人喝一碗 终神秀对众人道 将士们立刻摆上桃碗 倒上美酒 都喝吧 喝完之后 我们去杀妖兽 若是你们到时候死了 我会学院给你们请功 白浅笑着道 率先端起一碗酒 一口喝下 众人没有犹豫 纷纷端起美酒 大声道 呵 一碗酒下毒 众人明显感觉 状态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 秀 终神秀随手祭出非洲 登上非洲 淡然道 都上来吧 走 众人快速登上非洲 荣景沉声道 蓝黄妖园凶险莫测 你们务必要小心一点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一道力量弥漫 非洲化作残影 骤然冲向蓝黄妖园 城墙上 无数将士神色严肃地 盯着消失的非洲 希望此行之人 都能安然无恙地活着回来 蓝黄妖园 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巨大草原 这里是妖兽的地盘 恐怖的妖气充斥 覆盖天地 吞噬万物 让人感到绝望 妖园之中 有沼泽 湖泊 高山 荒漠等等 寻常生灵踏入 必死无疑 这里虽然凶险 但也藏着诸多好东西 灵药 灵果 天地一宝等东西 也时常会出现 所以也会吸引不少 强大的修士前来探索 在一片沼泽边缘 众人离开非洲 飞升而下 这蓝黄妖园 不愧是妖兽的地盘 妖气太过浓郁 竟让我有些窒息之感 前方这片沼泽也不简单 里面似乎藏着可怕的存在 众人神色凝重地打量四周 这里并未看到出没的妖兽 但没有人敢大意 妖园之中 不缺妖兽 或许强大的妖兽 就藏在沼泽之下 中风主 这片沼泽下有五级妖兽 而且不止一头 白千对中神秀传音 不止五级妖兽 还有一头六级妖兽 终神秀回道 六级妖兽 白千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终神秀淡然道 无妨 白千闻言 这才松一口气 终神秀的实力深不可测 或许六级妖兽在其面前 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终神秀看向众人 轻语道 蓝黄妖元虽然凶险 但也藏着各种灵药 灵果 若是能得到 对你们也有巨大的好处 接下来 你们尽管历练厮杀 生死关头 我会出手 但仅局限生死关头 众人一听 心中顿时有了底气 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有中风主保驾护航 他们还怕什么 干就完了 去吧 终神秀轻轻挥手 严陈瑜 接下来再比试一下 看谁猎杀的妖兽数量多 一挥天地灵气化作一柄长矛 瞬间轰向沼泽的一个方位 沼泽一阵 出现一个大坑 一股血溅冲天起 第一头 严陈瑜面无表情地 看了严落雪一眼 身影一动 出现在沼泽之中 嗡嗡嗡 顷刻间 沼泽不断晃动 一些藏在沼泽之中的妖兽 开始行动 吼 一阵咆哮声响起 只见一头浑身泥沼的怪鱼 冲出沼泽 巨大的嘴巴张开 向着严陈瑜一口咬去 大嘴挽入血盆一般 里面血红一片 一排排锋利的牙齿 犹如钢铁锯齿 极为吓人 三级妖兽 严陈瑜语气淡漠 他握紧拳头 一道青色的力量 在他的拳头上浮现 带着可怕的威压 他一拳轰下去 青色全硬爆发 哄 怪鱼的身躯 顿时被他一拳打爆 黄暴的力量席卷四周 整个沼泽震动 泥水飞溅而起 诸多植物化作鸡粉 第二头 严陈瑜淡淡地道了一句 真的是个变态 练须境巅峰 便可轻松震杀三级妖兽 吓人啊 白千感慨无比 这又什么 严落雪一步踏出 残影浮现 他轻轻挥手 九柄冰晶长剑出现 猛然射向沼泽 轰隆一声 九道蟹剑冲天气 九头 严落雪瞄了严陈瑜一眼 兄弟们 杀呀 其余人也不甘忍后 纷纷祭出灵气 向着沼泽冲去 第118章 荒谷王家 什么东西 钟神秀背负双手 站在沼泽之上 眼中却在盯着远处的一片冰山裙 中风主在看什么 白千笑着问道 钟神秀神色平静地回道 大荒山就在那片冰山裙之中 不过那座山刚问世 暂时还不能踏足 再等等吧 白千苦笑道 关于这座山 白某从未听过 不知钟风主可否再多透露点信息 钟神秀皱眉道 大荒山是一座禁忌之山 论及恐怖程度 它绝对不若与南荒的任何一个禁区 因为传闻 它其实不是一座山 而是一头凶兽的爪子 凶兽的爪子 白千目光一宁 只觉得头皮发麻 一个爪子便不若与南荒任何一个禁区 这有些吓人啊 钟神秀思索一下 那头凶兽 有一个奇特的名字 被称之为荒 从未有人真正见过它的长相 但它很可怕 与混沌是同一个级别的存在 白千倒吸了一口凉气 钟神秀所言的强大 它依旧没有太大概念 但是混沌二字 它却明白 那是一种它不能理解的存在 所以 这荒兽与圣人相比 孰强孰弱 白千下意识地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刚问完 它就露出了一丝尴尬 一个爪子的恐怖程度 就不弱于南荒任何一个禁区 那荒兽 自然不是圣人能比对 钟神秀倒也没有嘲讽白千 对方的修为境界摆在这里 认知有限 也是正常的 别说是圣人 纵然是圣人之上 在网上 在荒兽面前 依旧如蝼蚁般渺小 灵药 快看 好多灵药 大概有上百株 发财了 死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灵药 果然是危险和机缘并存了 两大学院的地方 在沼泽的一片地带 发现了一个凸起的地方 那里长满了一株株灵药 灵气极为浓郁 看起来品级不低 严陈渔轻轻挥手 示意众人 不要继续往前 前方灵药那么多 肯定有强大的妖兽守护 看来我运气不错 竟然有这么多灵药 突然 一阵大笑声响起 秀 远处 十几道人影飞升而来 七位神葬镜 五位洞玄镜 两位 万象镜 白千眉头紧锁 眼中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如此阵容 已经可以组合成一个宗门了 这是哪一个大势力之人 哦 这里竟然还有其他人 一位身着紫色战甲的年轻男子 冷然一笑 神色不屑地扫了白千和 终神秀一眼 他身上的气息也不弱 动玄境后期 白千抱拳道 我等是圣道学院和天舞学院之人 不知各位道友来自哪个圣地 圣道学院 天舞学院 什么东西 连个圣人都没有的势力 也好意思自报家门 年轻男子不屑地说道 白千眼睛微微一眯 心中不悦 却不敢发怒 年轻男子往前踏出一步 他冷然一笑道 我等乃是荒谷王家之人 我是王家六少 王臣 此地被我王家掌控了 不想死的立刻滚 天舞学院如今的底蕴也不弱 但是在荒谷世家面前 确实不够看 毕竟荒谷世家 可是有着圣人坐镇 无人敢招惹 竟然是荒谷世家的人 难怪这么可怕 两大学院的弟子 也是脸色俱变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他们自然听过荒谷世家的大明 这样的大势力 若是想要灭大夏 也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呵呵 王臣见众人神色 嘲讽之色更为浓郁 一群软柿子罢了 听闻荒谷世家的大明 直接的腿软 简直无趣 嗯 王臣突然眉头一挑 因为他发现 现场还有一人极为镇定 听闻世家大明 眼中竟然没有露出一丝忌惮之色 这让他感到有趣 他嘴角微微上扬 指着忠神秀道 前方灵要很多 你去替本少采摘来 他的语气霸道无比 不容拒绝 忠神秀文言 淡淡地看了王臣一眼 看来你有取死之心 哈哈 王臣一听 顿时一阵大笑 他看向身旁的众人细血地说道 你们听到没有 此人说 我有取死之心 真的太有趣了 哈哈 哪里来的爬虫 竟然也敢大放厥词 估计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吧 王家之人 一时一阵大笑 眼中露出看戏的表情 挑衅荒谷世家 这不是找死吗 王臣满脸不屑地 盯着忠神秀道 本少就站在这里不动 你若有本事 就来 结果他的话还会说完 突然觉得脖子一紧 一只大手直接捏住了他的脖子 荒谷王家 什么东西 忠神秀声音淡漠 随手将王臣提起来 放肆 立刻放开尘少 王家之人怒吼一声 立刻将忠神秀包围 那两位万象竟强者身上的气息爆发 将忠神秀锁定 他们冷声道 年轻人 你虽然有几分本事 但世家不可辱 莫要自悟 你所谓的实力 在世家面前 微如蝼蚁 王臣挣扎了一下 发现根本正脱不开忠神秀的手 他却没有愤怒 而是宁笑道 本少倒是看走眼了 你敢动我吗 忠神秀瞬间松开手 一拳轰出 砰的一声 王臣的脑袋瞬间被打爆 变成了一具无头尸 坠入沼泽之中 所以 动了你又能如何 忠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向王臣坠入沼泽的尸体 眼中没有一丝波澜 王家的其余人先是一愣 继而怒吼道 你找死 他们瞬间杀向忠神秀 白千健壮也从震撼之中反应了过来 他一咬牙 立刻站在忠神秀身旁 鸣声道 忠风主 我拦住这些动玄境修饰 其余的交给你了 忠神秀往前踏出一步 轻语道 你退下吧 这里交给我即可 话音一落 他直接祭出天荒战绩 虽然圣图书第三篇还未到手 但以这柄圣气震杀眼前这些人 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第119章 惊艳不行 束手束脚 杀 荒谷王家 两位万象镜强者 怒吼一声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身上的威压爆发 将天地封锁 他们握紧拳头 瞬间杀到忠神秀面前 拳头挥动 凶猛的权硬覆盖 欲要击穿天羽 震碎万古 极为霸道 忠神秀眼中 闪烁着一道森冷的光芒 天荒地洛言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注入天荒战绩之中 嗡嗡嗡 天荒战绩不断颤动 上面的铜锈脱落一部分 一部分灼热的金色光芒一出 在天荒地洛言的催动下 战绩爆发一丝圣道之威 犹如平地惊雷 荡破天地 气静席卷 空间浮现一层层涟漪 好似要破碎一般 斩 忠神秀瞬间挥动手中战绩 横扫而出 荒谷之力爆发 空间顿时炸裂 恐怖的力量横贯四方 哄 两位万象镜的强者 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天荒战绩 狠狠地轰击在身躯之中 万象之躯 骤然爆裂 血雾飞洒 神魂破碎 圣 圣妾 其中一位万象镜强者 死亡之际 残魂发出一道惊恐之声 作为万象镜强者 高高在上的存在 他从未想过 自己会被一个 不知名的家伙震杀 而且对方还掌握着 一件圣器 这让他不甘有绝望 啊 圣器之威 自然可怕 虽然还未彻底爆发 但也绝对不是 一般人可以抵挡的 王家其余之人 被圣妾吞噬 顷刻间灰飞烟灭 圣妾不减 轰入沼泽之上 沼泽崩碎 千疮百孔 一道道深深的沟壑出现 久久难以愈合 秀 虚空中 终神秀手持天荒战己 眼中没有一丝波澜 手中的战己却不断震动 威压不散 镇压天宇 欲要征战万古诛天 不愧是圣器 果然厉害 可惜不能完全动用 天荒地洛言催动 还得得到圣图术第三篇才行 终神秀暗道一句 刚才用天荒地洛言 调动了一丝圣威 但也仅仅是一丝 这柄战己的真正威压 并未彻底爆发出来 天荒地洛言太过霸道 纵然是圣器 也不见得可以承受得住 否则的话 动用天荒地洛言的全部力量 将这柄圣器催动 定然可以爆发 真正的无敌圣兵之威 现场一片死寂 白浅等人神色呆滞的 看着中神秀 两位万象镜 诸多动玄镜 神葬镜 就这样被一己轰杀了 那两位可是万象镜强者 那不是大白菜 就这样没了 中神秀轰杀那尊不死鸟骨骸 那才是真正的可怕 中神秀神色淡漠的 看向沼泽深处 里面还有几头五级妖兽 一头六级妖兽 好 那些强大的妖兽 发出一声咆哮声 纷纷逃离此处 根本不敢逗留 刚才的圣道之威 镇住了他们 留下就是找死 中神秀健壮 倒也没有去追杀 随手收起战戟 他看向众人道 采摘完灵药之后 继续历练 众人一听 脸色一喜 不再犹豫 纷纷冲向前方 开始采摘那些灵药 这里的灵药有上百株 每人一株也不错 采摘完灵药 众人继续历练 两个时尚后 众人穿越大沼泽 来到一个湖泊边缘 他们身上沾染着血腥 均受了伤势 即使是严晨渝和严洛雪两女 此刻也是气息凌乱 受了重伤 脸色苍白 无比之前 他们遭遇了几头四级妖兽的袭杀 中神秀和白千并未出手 两女动用了一点底牌 才将那几头四级妖兽击退 能将几头四级妖兽击退 他们果然不简单 纵观前来的两大学院弟子 他们两人绝对是最为惊艳的存在 白千惊奇地看着两女 之前见两女震杀三级妖兽 犹如切菜一般简单 便知晓 他们战力极强 没想到 他们竟然连更为可怕的四级妖兽都能击退 简直就是两个怪物 他隐隐有种直觉 这两女并未将最终手段拿出来 尤其是那严晨渝 之前身上爆发一股玄妙的力量 若是她动用那股力量的话 估计那四头妖兽得全部覆灭 一个练须近巅峰的修士 竟可与四级妖兽对抗 简直惊掉她的下巴 这若是说出去 外人如何能相信 终于离开那片沼泽了 众人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一番厮杀下来 虽然他们受了伤 但各方面的提升也极为显著 在此休息半个时辰 中神秀看向众人 众人连忙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 同时也在认真消化 这次厮杀之中带来的各种好处 中神秀的目光 落在严晨鱼和严洛雪身上 两女立刻站直身体 师尊 严晨鱼开口 中神秀轻轻点头 她看向严洛雪 严洛雪心中一宁 神色不自然地问道 中风主 怎么了 中神秀淡淡地说道 这次和那些四级妖兽厮杀 你可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 严洛雪低着头 尴尬地说道 我战斗经验不行 面对四级妖兽束手束脚 不如严晨鱼 之前的一战 她确实束手束脚 因为她只有子辅境的修为 面对相当于神脏境的四级妖兽 而且还是好几头 她的出手非常被动 甚至一直在躲避 反观严晨鱼 即使面对四级妖兽 依旧主动出手 寻找那些妖兽的弱点 不断发起灵力的攻击 凶残无比 很难让人想到 她只有练须境巅峰的修为 可以说 这次那些妖兽退走 关键就在于严晨鱼的凶狠 震慑住了那些妖兽 这才能让他们实战底牌 否则的话 结局难料 论及战斗经验这一点 她确实不如严晨鱼 她反驳不了 第120章 绝境逢生 不死便赢 终神秀摇摇头 经验不足 束手束脚 这很正常 但你最大的问题 不是经验不足 而是你没有一颗无敌的心 你面对四级妖兽的时候 本能地觉得自己修为太低 不可能战胜那么多四级妖兽 所以你畏惧了 我说的可对 按照原本的剧情 阎洛雪所走的是一条无敌大道 但是这条无敌之路 并不是一开始就走的 而是到乌鸦死亡之后 阎洛雪受到巨大刺激 心性成熟了 无敌之路才逐渐开始 一个人 唯有走投无路的时候 才知道咬牙向前 很显然 现在的阎洛雪 还没有到达那种境地 对 阎洛雪低着头 满脸窘迫 事实就如终神秀所言 她面对四级妖兽的时候 确实觉得不可能会胜利 终神秀陈生道 我知道你天赋绝佳 也明白你修炼速度很快 但你需要知道一点 这片天地很大 你可能会面对各种各种的修饰 有的实力比你弱 你可以用修为碾压 有的实力和你相当 你也可以用底牌震杀 但若是遇见比你强大的 底牌比你更可怕的修饰 你又当如何 难道还要胆怯和躲避吗 你哪怕退后半步 估计也会瞬间丢掉小命 这种时刻 就需要你与对方死斗到底 而必胜的信念 无敌的心 往往可以决定战斗的结果 明白吗 阎洛雪深吸一口气 神色严肃地说道 我明白了 终神秀犹豫了一下 继续道 我不管你未来的道路如何 也不管凤华教了你什么东西 但你给我永远记住一点 绝境可逢生 不死便可赢 若是遇见危险 死斗到底 不要退让半步 对于天命之女而言 终神秀后面的两句话 便可胜过世间一切机缘 天命之女 想死都难 往往身处绝境之时 便会出现大纪元大造化 不是修为突破 就是宝物出现 纵观每一个天命之人 乃次九死一生的战斗 不是都活到了最后 对阎洛雪而言 他根本不可能 知道自己是什么天命之女 也不知道自己的情况 而终神秀作为局外人 知晓世界观 若是给对方一点指示 也能让其受用无穷 至于阎洛雪是否会听进去 终神秀也不会太过在意 绝境可逢生 不死便是赢 阎洛雪心神一震 只觉得身上充斥着一种 极为特殊的力量 仿佛终神秀说的这句话 就是世间真理 引起了他的灵魂共鸣 连带着天凤地印都在颤动 兴奋 一番思索之后 阎洛雪握紧拳头 只觉得浑身上下充斥着浓浓的战意 他对着终神秀恭敬地行了一礼 多谢终风主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能明白一些 也不算太蠢 终神秀轻轻点头 他又看向阎晨鱼 神色严肃地说道 给阎洛雪说的话 同样也是给你说的 阎洛雪的道路很好预测 你给我的期待更大 知晓颜洛雪的道路 终神秀感觉平淡无奇 未来可见 但阎晨鱼不同 她只是一个短命的反派女配 却能一步步成长起来 给终神秀的期待感 自然更为强烈 到底是天命之女更强 还是反派逆天改命之路更强 时间会给出最佳答案 阎晨鱼眼中充斥着金光 他认真的说道 师尊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众活一次 而且还有终神秀这样的师尊 他对自己未来的路 同样也充满了期待 你们休息一下吧 等一下我带你们去大荒山 让你们见识一下 那些强大的天骄 终神秀面带沉阴之色 有些东西 用嘴说 两女纵然能悟 也悟不了多少 还得实践一下 两大学院的弟子 此刻也是满脸严肃之色 认真思索终神秀的话 若是之前的话 或许他们不会在意终神秀说的话 但是自从见识到终神秀的实力之后 他们已经将终神秀的话 当做了大道之音 能听到一点 对他们而言也算是大造化 白浅苦涩一笑 平日里他们也会对这些弟子说道 但是又有几个会去认真思索 这次终神秀的话 众人却在认真思考 这不禁让白浅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能否将终神秀 请到天舞学院去授堂课 这想法刚升起 就被他否决了 人家圣道学院的一位富丰主 岂能去天舞学院授课 转眼 半个时辰过去 众人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哄 一阵爆炸声骤然响起 恐怖的力量余波袭来 巨大的草原 寝刻间碎裂 无数植被化作积粪 虚空中 两道残影正在疯狂激斗 咻 很快 两人出现在草原之上 众人看清了他们的面容 是一男一女 男子身着血色长袍 满头赤红色长发 双眸幽深 手持一柄布满符温的血色长毛 背后悬浮着一轮血月 锋利莫测 诡异无比 血光充斥久消 笼罩天地 吞噬万物 看起来极为可怕 而在血袍男子对面 则是一位满头银白色长发的女子 她身着一席月颜长裙 面容清冷 眼眸闪烁着寒芒 嘴唇鲜艳 脖子上挂着一串墨色宝石 手持一柄奇特的三尺长剑 身上眼花着极音之力 大到气息弥漫 恐怖异常 这一男一女 均是万象镜的强者 看他们的面容 似乎也很年轻 两位万象镜 白千目光一宁 看向这对男女的眼神 充斥着惊疑 不知这两个年轻人 来自南荒哪个大势力 钟神秀淡然道 他们不是南荒之人 不是南荒之人 白千心中一凸 眼中带着一丝凝重 南荒之地 虽然也有诸多大势力 但论及底蕴 可不如其余几大天地中神秀道 他们来自东荒血月皇朝 和太阴圣地 大荒山问世 肯定有诸多大势力坐不住了 等下还会有更为可怕的强者问世 甚至连妖族也会降临 第121章 强者齐聚 东荒之人 东荒之人 白千微微失神 天荒大陆 太过巨大 划分为诸多板块 每个板块之间 均有戒壁 若无圣人之境的修为 根本破不开戒壁 而修士想要跨界 唯有通过大型传送阵 不过那种传送阵 均被一些古老势力所镇守 寻常之人 可没有资格使用那等传送阵 他虽然是洞玄境的修士 却连南荒都没有踏遍 更别说南荒之外的世界 对于外界的了解 也仅仅是来自于一些古老的典籍 据典籍记载 东荒是一片极为神秘的天地 那里有无数古老的势力 无数强大的族群 舞蹈极为昌盛 诞生了诸多震慑万古的大人物 是无数修炼者向往的天地 倒是没想到 眼前这对男女 竟然来自东荒 白千深深地看了 终神秀一眼 这位中风主太过神秘了 竟然连东荒之人都知道 让人震惊 严晨鱼和严落雪 盯着前方的那对男女 神色有些凝重 这就是终神秀所言的天骄吗 看起来果然很可怕 这两人一出的一丝气息 都让他们如临大敌 若是与这样的人对上 他们有存活的机会吗 我还是太弱了 严落雪神色有些复杂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自己的 修炼速度非常快 也有越急而战的实力 心中不免有些骄傲 但是遇见眼前这两人 他突然发现自己弱小的可怜 与人家根本不在一片天地 这种感觉很不好受 给他一种挫败感 严晨鱼则是握紧拳头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战役 还得继续努力修炼 总有一天 他会追上这些人 甚至将其碾压 终神秀将两女的神色看在眼里 不禁暗自点头 有压力 才会有动力 若是不见识一下 那些强大的天骄 他们又岂会明白自己 到底有多么弱小 不单单两女 此刻两大学院之人 也是满脸黯然之色 放眼大厦两大学院 他们也算是不错的弟子 能够加入两大学院 他们心中自然带着几分自得 但是进了一趟兰荒妖园 他们不禁受到了一些打击 无论是这里的强大妖兽 还是这里出现的天骄 都让他们感到喘息困难 面对这样的存在 他们心中不禁有些颓废 以往的骄傲 在这一瞬间被打击得荡然无存 与那些真正的强者相比 他们又算得了什么 太阴圣女 交出那株造化灵药 本皇子可饶你不死 血月皇子手中的长矛 直指太阴圣女 言语极为霸道 就平免 太阴圣女眼神依旧冷立 手持的长剑散发着森冷的寒气 周围的天地快速结冰 看来是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血月皇子眼中浮现浓郁的杀意 背后的血月不断颤动 血光浓郁 战意弥漫 杀气滚滚 便让我见识见识 血月圣体是否真的如传闻中那般不凡 太阴圣女秀发舞动 气质出尘 清冷的面容散发着霞光 如你所愿 血月皇子握紧长矛 轰隆 就在两人刚要出手的时候 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远处的那片冰山群 顷刻间被恐怖的力量震成粉碎 整个蓝黄妖园疯狂震动 一座诡异的灰色大山 从地面悬浮而起 遮天蔽日 碾碎所在的虚空中 气势雄浑 威压震震 大荒山 即将再次交手的血月皇子和太阴圣女 看到那座灰色大山的时候 不禁目光一宁 他们不再出手 而是快速冲向大荒山 此番来了不少强者 他们若是拼得你死我活 到时候 大荒山的机缘就轮不到他们了 钟神秀看了众人一眼 清语道 随我来 秀 他带着众人向着大荒山冲去 一会儿后 众人来到大荒山脚下 周围的冰山全部消失 唯有大荒山悬浮在半空中 荒谷之气弥漫 震慑九天十地 让人感到神魂悸动 心中生出莫名的畏惧 此处已经齐聚着不少人 大概有上百只树 一眼看去 全部都是洞玄境 万象境的修士 根本找不到一位低级修士 在虚空中 还隐藏着一些更为恐怖的存在 荒谷周家 荒谷王家 玄天圣地 三大势力 均有强者在这里 周家带队的是周玄天 他一袭金色长袍 目光如炬 身上散发着雄浑的气息 这一次来的是本尊 周天霸体正在运转 无形的战役在弥漫 荒谷王家带队的是 一位笼罩在雷霆光芒之中的神秘男子 他被雷光覆盖 看不清具体长相 身上的气息极为磅礴 同样是一尊洞玄境后期的强者 此人名为王庭 王家绝代天骄 拥有强大的雷霆圣体 玄天圣地带队的 则是玄天圣女 他一袭白色长裙 肌肤雪白 容颜绝世 宛若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神灰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神秘势力的存在 其中有几位年轻人 气息极为强境 均已到达万象境 东荒之人 周玄天眼中闪过一丝战役 南荒之地 撑得上天骄的人 屈指可数 而东荒神秘莫测 那边过来的天骄 才是真正的可怕 他倒是想要找人切磋一下 南荒年轻一辈 真的无人了吗 简直没有几个能看的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虚空碎裂 一位身着赤色长袍的白发老者 副手走出来 每走一步 虚空中便多了一道符文 三步之后 符文演化 变成玄妙大道 悬浮在天穷之中 这老者身上的气息极为可怕 竟是一尊造化镜的强者 人群之中 血月皇子对着老者抱拳行礼 这位是血月皇朝的一位老祖 也是他的护道人 既然你觉得 年轻一辈不够看 不如我和你切磋一下 一道淡漠之声传出 另外一处空间碎裂 只见一位身着白色粗布长袍 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他背负悬浮着一柄巨剑残影 整个宛若一柄无敌神剑 杀气滚滚 玄天圣女 见到这位中年男子现身 微微拱手 这是他的护道人 玄天圣地的一位强者 第122章 没在这里 有点意思 造化镜 有意思 白发老者看了中年男子一眼 淡淡地回了一句 却并未将其放在心上 造化镜也有强弱之人 他是造化镜后妻 而眼前的中年男子 不过造化镜中妻罢了 还没有资格被他放在心上 别说对方只是造化镜中妻 纵然是造化镜后妻 在他面前也不够看 虽然你年纪大了 但我以造化镜中妻 对你造化镜后妻 也不算是欺负你 不如切磋一下 中年男子缓缓开口 眼中浮现一抹屁腻之色 男黄的舞蹈 或许不如东荒 但并代表说男黄没有人 真要一战 他自然不惧对方丝毫 也就是越级一战的事情 在场的一些男黄强者 轻轻点头 倒也没有觉得对方拖大 因为眼前的中年男子 可不是一般人 他名为玄北城 玄天圣地的绝代人物 曾以万象镜的修为 镇杀过造化镜强者 战力很是恐怖 这么想切磋吗 你看起来倒是有点实力 可惜在我等面前还不够看 不如让其他人也出来吧 一道冰冷之声响起 现场又有三道残影 从虚空中出现 他们身着古老长袍 威压可怕 军是造化镜后妻强者 他们同样是来自东荒 四位东荒造化镜强者降临 让男荒之人感到压力巨大 咔嚓 空间碎裂 又有两位身着紧袍的 中年男子走出来 他们看向东荒 四位造化镜强者 身上气息爆发 同为造化镜中期 他们来自南荒两大世家 周玄天和王庭 看向那两位中年男子 微微拱手 这是荒谷周家和王家的 造化镜强者 南荒荒谷世家之人吗 血月皇朝的那位老者 打量着后续出来的 两位中年男子 眼中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倒也不敢轻视 荒谷世家 有圣人坐镇 底蕴可不弱 血月皇朝在东荒 也算是一个势力 有圣人级别的强者坐镇 但也仅仅是圣人 并无更为强大的强者 七位造化镜强者的气息爆发 瞬间对碰在一起 周围之人脸色巨变 纷纷退后 三打四而已 不如再下以一敌二 剩下两位交给你们 玄北城看向周家和王家的 造化镜强者 东荒的强者又如何 这里是南荒 胆胆挑衅 那便一战 荒谷周家和王家的 造化镜强者对视了一眼 他们又看向东荒的 造化镜强者 眼中露出一丝战意 或许可以切磋一下 也好让他们看看自己 和东荒之人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他们会开战吗 远处 严陈于神色凝重地盯着 那七位造化镜强者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这等存在一旦交手 必然是毁天灭地的 开战 这才哪里到哪里 眼前的七位造化镜 也就玄北城和周家那位 勉强有点看法 但也很勉强 在接下来出场的 那些强者面前 他们差了不少 终神秀摇摇头 白千惊奇地说道 难道还会有 其他强者出现 终神秀没有回复 而是看向一个方位 此番东荒来了四大势力 蓝荒有三大势力 还缺少妖族登场 妖界十二祖妖 曾在大荒山 得到滔天造化 秀为纷纷超越圣人 如今大荒山再次问世 妖族一些强者 肯定不会错过 哄 就在这时 蓝荒妖园 被一柄巨剑劈开 一道万丈深渊出现 天地纷纷震动 咻 几道残影 从深渊之中冲出来 死了 那几道残影 刹那间来到众人上空 妖族 在场的七位造化敬强者 眉头一皱 这里挺热闹的 一道温和之声响起 一位身材魁梧 身着金履衣的中年男子 笑着开口 他背后有一对金色翅膀 上面布满古老的符纹 他是一尊大妖 正是在妖冤出现的大鹏王 大鹏王一出 在场的七位造化敬强者 均是目光一宁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大鹏王作为造化敬巅峰强者 曾在东荒 与一股老大叫的 问道敬强者一站 并未落在下方 战里滔天 无人敢小事 大鹏王 看到大鹏王现身 血月皇朝的那位老者 神色凝重无比 大鹏王对着那位老者 淡淡一笑道 原来是你 上次见我一妹就逃了 你 血月皇朝的老者 脸色有些难看 上次大鹏王在东荒 与一股老大叫的 问道敬强者一站 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他还打算去捡便宜 没想到 却被对方一个眼神经退了 这让他感到无比耻辱 哦 一个眼神经退 一位人族造化敬后期休士 不愧是大鹏王 又有一位造化敬大妖 往前走出一步 他身着一系蓝色长袍 身上覆盖着蓝色羽毛 气质独特 妖气浓郁无比 孔雀王 众人又是目光一鸣 这位同样造化敬巅峰的强者 与大鹏王一个级别的存在 他也在东荒造就过滔天血火 凶名震天 两尊造化敬大妖出现 这让众人感到压力巨大 他们在场的七位造化敬强者 估计加起来 也不是这两尊大妖的对手 是他们 严落雪看向大鹏王和孔雀王 眼中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上次妖冤一剑 这两尊大妖 还想抢夺天凤地印 大鹏王和孔雀王的目光 落在严落雪身上 他们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小丫头 你那位师尊可在这脸 大鹏王笑着问道 眼底深处却带着一丝忌惮 妖冤出现的那人 确实很不凡 真要一战 他们估计还不是对手 在场众人的视线 瞬间落在严落雪身上 此女适合来历 竟然能让大鹏王开口询问 是他们 周玄天则是盯着中神秀和严晨鱼 上次在那座高山之巅 那人似乎还想对他出手 严落雪冷声道 我师尊没在这里 造化镜又如何 他师尊连圣人都无拘 没在这里 有点意思 那你不怕我们把你那东西抢走吗 大鹏王笑着问道 严落雪下意识地退后一步 站在中神秀旁边 神色冰冷地看着大鹏王和孔雀王 大鹏王和孔雀王健壮 不禁看向中神秀 他们眼睛微微一眯 这小丫头的依障难道是此人 阁下看来有点实力 不如切磋切磋 大鹏王轻语 他看不透中神秀 可以肯定对方不简单 中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淡漠地扫了大鹏王一眼 你们还不够看 让你们身后的妖帝后人出手 或许还能让我勉强尽兴 第123章 夜帝之子 东方夜落 大鹏王和孔雀王瞳孔一缩 心中震惊无比 他们惊疑地盯着中神秀 两道恐怖的威压爆发 将中神秀锁定 妖帝之子 最近才问世 妖族将此事当作大秘密 根本没有向外透露丝毫信息 此人又是如何知道的 一时之间 两尊大妖对中神秀声 出了一丝莫名的忌惮 面对两尊大妖的威压 中神秀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依旧背负双手 丝毫不受影响 大鹏王和孔雀王见状 不禁眉头一条 而在场的人族强者 则是神色凝重 中神秀的话 透露出了很多信息 妖帝之子 何为帝 那是圣道之后的一个神秘境界 一个时代 只能有一人正道称帝 纵观整个妖族纪元长河 也才出现过五尊大帝 一棵桃树 一尊昆鹏 一尊凤凰 一尊黑龙 一尊麒麟 强如十二祖妖 虽然在大荒山得到滔天造化 修为超越圣人之境 却没有正道称帝 一代时代 一尊大帝 能正道称帝者 无疑不是精彩绝艳之辈 妖帝之子 不知是哪一尊妖帝的子嗣 倒是让人好奇 有趣 一道温润的声音响起 大鹏王和孔雀王身后 一位身着黑色长袍 气质独特 面如观玉 眼眸狭长 挺笔薄纯的年轻男子走了出来 他气息内敛 让人看不出他真正的境界 整个犹如无边星海 深不可测 众人的目光瞬间落在黑袍男子身上 他难道就是那位妖帝之子 看起来确实不简单 黑袍男子看向终神秀 轻语道 阁下似乎知道我的底细 终神秀淡然道 夜帝之子 东方夜落 夜帝 便是妖族那尊黑龙 传闻黑龙一出 天地化作一片黑暗 诸多生灵寂灭 极为凶利 东方夜落 在原剧情中 则是一位出场率极高的人物 与女主颜落雪 有着特殊的关系 什么 他竟然是夜帝的子嗣 放眼妖族五位大帝之中 夜帝的战力绝对不弱 他的子嗣肯定也极为可怕 一位妖族大帝之子问世 这有些吓人啊 蓝黄和东方众人神色凝重 满脸骇然地盯着东方夜落 一位大帝的子嗣 所掌握的手段 肯定是极为恐怖的 东方夜落深深地看了 终神秀一眼 心中也生出了一丝惊讶 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真的知道他的底细 严陈渝和严落雪 凝视着东方夜落 神情凝重无比 此人就这样站在这里 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或许这才是终神秀所言的天骄 之前他们所遇见的那些天之骄子 与眼前之人相比 差距太大 大鹏王沉吟道 这大荒山既然已经问世 里面藏着大机缘 不如还是先登山吧 这人族男子太过诡异 此刻倒是不宜出手 等下登陵大荒山 倒是可以讨教一下对方的实力 东方夜落对着终神秀轻轻一笑 他的目光落在严落雪身上 轻语道 姑娘与我妖族有缘 若有机会 可以去探我妖族 哼 我才没兴趣去你妖族 严落雪冷哼一声 妖兽对于人族而言 乃是不死不休的大敌 妖族也好不到哪里去 人族与妖族之间 同样存在巨大的争斗 东方夜落笑了笑 没有多言 秀 他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大荒山冲去 大鹏王等人快速跟上 走 可不能让这些妖族抢占先机 蓝黄和东方的强者对视一眼 倒也没有继续动手 而是化作一道道残影 冲向大荒山 现场很快便剩下终神秀等人 师尊 那东方夜落有多强 严陈于宁身问道 终神秀回道 万象静 才万象静 严落雪下意识地说道 之前看到那家伙的时候 他感觉压力巨大 觉得对方估计 是和大鹏王等大妖 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没想到只有万象静 终神秀淡然道 虽然是万象静 但他修炼地数 而且还掌握着一尊极道地气 纵然是造化镜强者 也奈何不了他 堂堂大帝之子 自然不简单 这样啊 严落雪轻轻吐了一下粉蛇 严陈于扫了严落雪一眼 那东方夜落说 你和妖族有缘 严落雪耸肩道 他肯定是在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与妖族有缘呢 我最讨厌妖兽和妖族 终神秀看向严落雪 妖族共有五尊大帝 其中有一尊神凤 而你的天凤地印 便是来自那尊神凤 算起来 这也是地道传承 自然与妖族有缘 严落雪愣了一秒 关于天凤地印的事情 凤华只告诉他 这是一尊太古神凤 陨落妖渊所留 却并未说 这是一尊大帝的传承 大帝 对于严落雪而言 他同样没有任何概念 在他印象之中 最厉害的就是圣人 因为南皇诸多传说 都是围绕圣人展开的 而圣人之上的存在 则是少之又少 估计这也是凤华 没有提及地道传承的原因 毕竟他还不知道何为地 终神秀没有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他看向白千道 这大荒山周围并无妖兽 你们接下来就在周围观看吧 我带严晨渝和严落雪 去登大荒山 白千点头道 好 秀 终神秀随手一挥 卷起两女便冲向大荒山 接下来他要去寻找 圣徒术第三部分 圣威篇 见终神秀三人离去 在场的两大学院弟子 均是一阵遗憾 他们也很想登灵一下大荒山 白千看向众人 沉生道 此番那么多强者前往大荒山 而且山中肯定还藏着诸多杀鸡 以你们的修为 若是过去 必死无疑 纵然是中风主 估计也难以完全护住你们 能来这里一观就不错了 莫要太过贪心 眼前这座山岳 看起来极为诡异 白千虽然也比较感兴趣 但他却不敢登灵 连造化镜的强者都来了 他区区动玄境 上去估计也只是炮灰 众人闻言 心中一阵 压下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们神色凝重的大荒山 第124章 大荒山中 杀鸡密布 大荒山 一座小型山丘上 终神秀与两女现身 两女神色凝重地盯着四周 从外面看大荒山 和从里面看 完全是不同的景象 从外界看 只是一座悬浮在半空中的孤立飓风 从里面看 则是能看到无数的山丘 古老的密林 瀑布等 山丘数百座 排列在一起 有的呈现碧绿之色 有的呈现金黄之色 有的呈现紫色 颜色各异 均蕴藏着特殊的东西 轰轰轰 瀑布飞流直下 气势如红 坠入幽深的寒潭之中 发出一阵阵咆哮之声 震耳欲聋 而在这些山丘最中央 还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 大山被迷雾笼罩 紫色霞光 隐隐从里面弥漫出来 欲要穿透迷雾 非常神秘 密林之中 各种各样的植被无数 有些古老的大树 极为粗壮 有几个成年人 怀抱那么粗 五颜六色的藤蔓覆盖四周 宛若巨蟒的身躯一般 这大荒山看起来极为漂亮 但是漂亮的景物之中 往往蕴藏着致命的沙鸡 有种神魂悸动之感 那座大山带给她的压迫感 太过强烈 我也有这种感觉 阎洛雪深吸一口气 那座山上 似乎藏着极为恐怖的东西 估计很难靠近 钟神秀轻语道 感觉压抑很正常 毕竟那是连大地 都不能踏足的地带 梁女只觉得头皮发麻 神情更为凝重 对你们而言 现在还没有资格 去了解那座大山 先随我来吧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钟神秀背负双手 带着梁女离去 梁女跟在她身后 眼中露出怪异之色 钟神秀似乎对任何事情 都了如指掌 让他们极为惊讶 还有什么事情 是她不知道的 一注香之后 钟神秀带着梁女 来到大荒山 一片古老的遗迹之中 这里看起来 曾有诸多建筑 但是此刻建筑坍塌 废墟一片 只剩下一个破败的广场 还有一根秀迹斑斑的青铜柱子 这里是 梁女一靠近 这片遗迹 便发现全神秀为被禁锢了 根本不能调动丝毫灵力 唯有肉身之力可以动用 钟神秀往四周看了一眼 沉吟道 在古老岁月中 曾有大能与此创建道场 可惜那位大能 触犯了大荒山的禁忌 最终生死盗销 道场也在时间长河中破败 不过那位大能 留下了一些传承 你们若是能够得到 对你们而言 也是天大的造化 说吧 他便带着两女 往广场上的那根青铜柱子走去 钟神秀看向阎洛雪 道 取一滴精血 注入这根青铜柱子中 阎洛雪没有犹豫 立刻咬破指尖 一滴鲜红的血液 飞向青铜柱子 嗡 在阎洛雪的血液 接触青铜柱子的瞬间 整个广场瞬间颤动起来 哄 随即广场破碎 一块块古老的青铜骨碑 从地面冒出来 每一块青铜骨碑上面 均有古老的图腾和符纹 看起来很是不简单 这些图腾和符纹 正是钟神秀所说的传承 钟神秀看了阎洛雪一眼 和剧情中一样 天命之女的血液 果然可以开启 这座道场的传承 钟神秀对着阎洛雪道 这里传承武学有一百多种 对你而言 想要全部获得 根本没有丝毫问题 不过武学这种东西 并不是越多越好 哄 他随手一挥 一道烈焰之力爆发 眼前的青铜骨碑 顷刻间灰飞烟灭 且 钟神秀捏动硬绝 一道玄妙的力量轰入地面 欲要将某种东西抓出来 嗡嗡嗡 破碎的地面不断震动 两座黑不溜秋的诡异雕像 悬浮而起 这雕像飞人飞摇 形状怪异 看不清面容 唯有黑色气息弥漫 非常奇特 钟神秀对阎洛雪道 你去右边那座雕像感悟 他又看向阎晨鱼道 你去左边感悟 好的师尊 阎晨鱼没有一丝犹豫 立刻冲向左边那座雕像 阎洛雪也连忙上前 钟神秀看向两女 接下来 你们就在这里好好感悟 不要担心 有人会来这里影响你们 明白了 两女神色严肃 钟神秀没有多言 副手离去 他要去取圣徒术第三部分 大荒山 一片密林之中 啊 一阵惨叫声响起 南荒和东荒的一些修士 疯狂逃命 周围的藤蔓沾染了鲜血 疯狂飞射而出 将一尊尊修士的身躯洞穿 吞噬血液 极为凶猛 花朵犹如巨兽的嘴巴 将活生生的修士吞下 这一刻 密林之中 沙鸡遍布 一只小虫子 一朵花 一根藤蔓 都藏着致命的沙鸡 一些洞玄境修士 还未反应过来 身躯顿时被洞穿 化作一具枯骨 神魂魄散 连丝毫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还有两位万象境修士 站立也很可怕 结果却被一只血红色的甲壳虫子 从地面冲出来 直接洞穿了眉心 片刻之中 密林之中堆积着诸多骨骸 死气沉沉 阴森森地 随即地面晃动 犹如沼泽一般 那些骨骸 沉入血红色的泥土之下 藤蔓鲑鱼平静 看起来没有丝毫杀鸡 化作依旧绽放 美丽无比 小虫子在地上爬来爬去 谁能想到 他们能杀死万象境的修士 三百米之外 终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淡漠地看着前方 刚才发生的一切 在他的预料之中 并无任何惊讶 修 他身影一闪 骤然出现在密林之中 在他踏入密林的一瞬间 修罗场再起 周围的藤蔓疯狂飞射而来 妖艺的花朵颤动 花似飞舞 犹如蛇性子一般 地面上浮现一只只血红色的甲壳虫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扫了四周一眼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哄 天荒地落岩的威压爆发 放眼千米内 所有的藤蔓 花朵 甲壳虫 瞬息间灰飞烟灭 咚咚咚 这时 一阵急促的轰鸣之声 从下方传来 好似某种恐怖生灵的心跳一般 地面不断开裂 水柱般的鲜血喷涌而出 犹如大洞脉被割开 密林之中 无数恐怖的生灵 疯狂咆哮 惊恐四散 第125章 大地不出 地气无微 哄 一具沾染鲜血的石棺 从地面悬浮而出 石棺古老 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图腾和符纹 荒谷之气弥漫 里面似乎藏着恐怖的大胸 终神秀盯着前方的石棺 眼中闪烁着幽光 他知道 这具石棺材里面有什么 那是一尊极度危险的生灵 而圣图术第三篇 就在石棺表面 石棺里面的生灵 便是圣微篇的上一任主人 可惜他的晚年出现了大问题 最终连人代官 顿入大荒山之中 变成了大荒山的奴隶修 终神秀随手一挥 直接动用鸿蒙塔碎片 碎片飞射而出 一道鸿蒙紫气弥漫 将石棺笼罩 镇压里面的生灵 嗡嗡嗡 石棺颤动 上面的图腾和符纹 弥漫着幽光 被鸿蒙塔碎片不断吞噬 片刻之后 石棺上面的图腾和符纹消散 鸿蒙塔碎片 飞入终神秀的眉心 终神秀没有一丝犹豫 转身便走 圣微篇被取走 关中生灵也会问世 咔嚓 就在终神秀刚离开之时 石棺发出一道清脆的声音 棺盖自动开启 一具身着腐烂长袍的无头狮 无头狮从棺材中爬出来 哄 无头狮踩在地面 恐怖的微压爆发 地面下陷 空间崩碎 密铃三万米 顷刻间化作鸡粉 无头狮身影一闪 出现在一座山丘之巅 他对着山丘伸出手 砰 山丘爆裂 一柄秀迹斑斑的灰色长矛 出现在他的手中 哒哒哒 随之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 只见大荒山中的某个位置 一匹白骨战马踏空而来 白骨战马眼睛血红 浑身都是骷髅架 看不到丝毫血肉 他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来到无头狮面前 无头狮纵身白骨战马后背 有如一尊威武的将军 手中长矛散发着幽光 杀气雄魂 威压滔天 吼 白骨战马 发出一声咆哮 向着一个方位冲去 大荒山 一条瀑布后的洞府中 终神秀盘膝坐在地上 双眼闭上 身上散发着玄妙的气息 圣图术第三篇已经到手 接下来得好好参悟一番 嗡嗡嗡 鸿蒙塔碎片不断震动 图层和符文快速融合 化作一道道灰色光芒 向着终神秀的灵魂烙印而去 清风袭来 时间流逝 一个时辰后 洞府之中 终神秀瞬间睁开眼睛 一道金光闪烁而过 他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他微微握紧拳头 轻语道 从今往后 蓝荒之地 大地不出 地气无微 我可横着走 秀 他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消失在此处 那片破碎的广场上 严晨鱼和严洛雪 正对着两座黑不溜秋的雕像感悟 两座雕像之中的传承太过可怕 此刻他们眉头紧锁 身上的气息越发雄浑 这里好诡异 竟然能压制我等的修为 只有肉身力量可以用 灵力难以调动丝毫 那两座雕像不简单 似乎藏着大机缘 这时 一群人出现在这里 见身上的力量被压制 众人神色一惊 随即他们看到 正在参悟的严晨鱼和严洛雪 众人对视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狠辣 看样子 那两座雕像藏着大机缘 可不能让这两人夺走 出手 众人没有犹豫 立刻向着严晨鱼和严洛雪冲去 灵力不可用 但肉身无阻 轰结果 他们还未靠近两女 便被广场之中的一股诡异力量 震成血雾 严晨鱼和严洛雪 并未受到丝毫影响 继续在感悟 过了一会儿 咔嚓 两座雕像骤然碎裂 两女同时睁开眼睛 她们脸上露出喜色 显然是得到了强大的传承 秀 广场之外 终神秀副手而现 师尊 看到终神秀的时候 严晨鱼满脸欣喜 立刻向着终神秀奔去 严洛雪也连忙跟上 终神秀看了两女一眼 轻轻点头 看来 你们已经获得了那两门传承 还算不错 师尊 我获得了一门执法 严晨鱼轻声道 严洛雪道 我得到了一门肉身修炼法 没有名字 也不知道是什么等级的功法 终神秀看着严洛雪道 你得到是大荒神体修炼方法 此法对现在的你而言 倒是有巨大妙用 严洛雪天赋绝佳 掌握的传承也不少 但是在肉身方面 倒是有巨大缺陷 这门大荒神体恰好适合她 大荒神体 厉害吗 和严晨鱼的大荒指相比 谁等级更高 严洛雪下意识地问道 严晨鱼轻声道 大荒神体等级自然比大荒指高 呵呵呵 严晨鱼听到没有 我的大荒神体 比你的大荒指等级高 严洛雪昂着下巴 傲然地看着严晨鱼 呵呵 蠢货 严晨鱼不懈地扫了严洛雪一眼 倒也没有太过在意此事 师尊让他参悟左边的雕像 肯定藏着深意 事实上 也确实如严晨鱼所想 终神秀让他参悟大荒指 而没有让其参悟大荒神体 是考虑到了他体内的混沌清廉 有此物在身 严晨鱼有机会成长为混沌体 那可不是大荒神体能比的 终神秀自然不会让他 去参悟大荒神体 得不偿失 你才蠢 蠢蠢严晨鱼 严洛雪攥紧拳头反驳道 终神秀看了两女一眼 轻语道 接下来我带你们去抢其余的机缘 得到完整的圣徒术之后 此刻终神秀说话也硬气了 倒也没必要继续畏手畏脚 随我来 终神秀转身离去 两女连忙跟上他 一座紫色山丘之下 诸多强者齐聚在这里 他们眼神灼热地盯着紫色山丘 因为山丘上有不少奇异的紫色灵果树 上面长满了鲜艳的果子 每一颗果子都附带着恐怖的紫色闪电 看起来极为不简单 这是万年雷霆果 蕴藏着恐怖的雷霆道泽 一枚果子便可吸水乏脉 大幅度提升肉体强度 若是能获得更多的雷霆果 甚至可以从中感悟无上雷道 血月皇朝的那位造化静强者开口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这山丘上的雷霆果 大概有几十枚 无论是用来炼丹 还是用来提升修为 感悟雷霆道泽 都是极为有妙用的第126章 血月圣体 血尽领域 大荒山遍地杀鸡 眼前这座山丘也不简单 上面肯定凶险莫测 谁去采摘雷霆果呢 血月皇子扫了在场的众人一眼 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此处有南荒和东荒之人 一些东荒之人 神色平静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他们能从东荒来自南荒 身份地位自然不简单 背靠万古大教和圣地 有强者互道 血月皇子之言 并未被他们放在心上 南荒的一些修饰 则是脸色微变 此番南荒 唯有三大势力 有造化镜强者到场 其余势力 尚无一位造化镜强者正常 而且三大势力的强者 此刻都在其他地方寻找机缘 并未来这边 这种时候 他们这些人 很容易被当作炮灰 血月皇子的视线 落在南荒众人身上 他指着一位万象镜 初期修饰 你去替我等采摘雷霆果 若是采摘的数量 让本皇子满意 我可以给你一枚灵果 那位万象镜修饰文言 心中愤怒 不惊道 凭什么 他是南荒某个皇朝的老祖 作为万象镜的强者 他也算得上一方强者 地位尊崇 受人敬畏 此刻却被人指着脸 让他极为不悦 哄 结果他刚说完 便被血月皇朝的那位 造化镜强者一巴掌拍成血舞 万象镜在造化镜面前 连丝毫反抗之力都没有 血月皇朝的造化镜 白发老者冷声道 凭什么 就凭你们这群人实力太弱 一群蝼蚁罢了 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南荒众人心中一紧 连忙退后 眼中露出金锯之色 这东荒之人实在霸道 一言不合 便将一位南荒万象镜 强者震杀 这让他们感到恐惧 白发老者 看向南荒众人 漠然道 你们所有人 立刻上前去 采摘雷霆果 谁敢不从 杀无赦 一位南荒洞玄境修士 连忙开口 这位前辈 在下乃是南荒天刀圣地的 太上长老 还望 他还未说完 便被血月皇子 一拳轰爆脑袋 郭灶 天刀圣地 什么垃圾玩意儿 血月皇子满脸不屑之色 别说南荒一个小小圣地 纵然是东荒一些 古老圣地之人前来 又能如何 给你们三秒的时间考虑 是上前采摘雷霆果 还是我送你们上路 白发老者 冷逝着南荒众人 众人头皮发麻 不敢回复 这紫色山丘 一看就极为凶险 若是上去 他们同样难以活命 看来 你们是想死了 白发老者 眼中闪过森冷的杀意 阁下倒是霸道 就在这时 一道淡漠之声响起 终神秀带着 颜沉鱼和颜落雪 出现在此处 嗯 看到终神秀三人的时候 白发老者眼睛一眯 他的视线落在终神秀身上 眉头微皱 之前 此人面对大鹏王和孔雀王 不但没有丝毫忌惮 反而还不把那两组大妖 放在眼里 甚至还将妖帝之子的身份 道出来 此人的背景和实力 倒是有些深不可测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向白发老者 这山丘上的雷霆果不错 你上去替我踩来 白发老者脸色一沉 还未开口 血月皇子就不满了 血月皇子 寄出一柄血色长矛 长矛直指终神秀 他冷声道 你算什么东西 这理论的道你来撒野吗 血月皇朝 乃是圣道强者坐镇的大势力 横绝东荒 谁敢对血月皇朝之人放肆 纵然是造化尽强者也不行 秀 他刚说完 手中的血色长矛 就不受控制地 飞到终神秀面前 血月皇子目光一鸣 眼中露出一丝亥然之色 与血色长矛的联系 已经被抹去 这是造化灵器 是他祭练多年的兵刃 上面蕴藏着他的神魂 此刻却被悄无声息地抹去 这让他的心情有些凝重 白发老者也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身上气息弥漫 随时打算出手 终神秀随手握着血色长矛 神色淡漠地看着血月皇子 你的胆子 比你的实力更让我感到意外 当然你的愚蠢 才是最让人惊讶的 秀 话音一落 血色长矛骤然爆射向血月皇子 血光弥漫 杀气席卷 化作一条血龙 刺了 长矛爆发一道滔天之威 血月皇子还未反应过来 身躯就被长矛洞穿 恐怖的力量袭来 血月皇子整个道飞 被钉在前方的一面石壁上 鲜血沿着石壁低落 这一幕 让众人神色一震 血月皇子何等存在 万象镜的强者 就这样被自己的长矛洞穿了 东荒的一些人 神色凝重地盯着终神秀 这人果然诡异 可惜血月皇子狂妄惯了 纵然再东荒 也不把一些强者放在眼里 这次怕是踢到铁板了 啊 你找死 血月皇子双手紧紧地 抓着血色长矛 神色愤怒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血月圣体 血进领域 他怒吼一声 直接将血色长矛拔出来 一轮血色月亮悬浮而起 森冷异常 血光瞬间将天地笼罩 形成一个巨大的领域 符文弥漫 道文浮现 诡异莫测 血月一出 血月皇子身上的气息不断暴涨 而处在领域之中的众人 则是感到呼吸困难 实力受到了巨大的压制 血月皇朝的传承之体 血月圣体 果然可怕 世间体质诸多 而领域则是极为诡异的存在 一旦处在领域之中 力量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制 除非有绝对碾压的实力破除 要么就是 有能与之相抗衡的体质 此人不简单 我感觉血月皇子开启血月圣体 估计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众人神色凝重地盯着血月皇子 杀 血毛疯天 血月皇子咆哮一声 双眸之中闪烁着浓郁的血光 手中长矛挥动 向着忠神秀轰杀而去 处在血境领域之中 忠神秀却并未受到丝毫影响 仿佛万法不清 可免疫一切领域之威 剧情中 颜落雪得到鸿蒙塔碎片 和鸿蒙道经之后 似乎也不能免疫一切领域压制吧 忠神秀随手握紧拳头 天荒地落颜浮现 一拳轰出 第127章 血月圣体 弱不禁风 杀 血月皇子眼中充斥着浓郁的血光 天穷之中悬浮的血月 弥漫着森冷的寒气 血色长矛振动 洞穿虚空 镇压天宇 向着忠神秀轰杀而去 忠神秀的金色全硬爆发 狠狠地轰击在血色长矛上 轰的一声 血色长矛被轰爆 直接化作积粉 碰 黄暴的力量袭来 血月皇子被震退上百米 连带着空间都一阵晃动 他艰难地稳住身躯 脸色一阵苍白 眼中露出愤怒之色 血月降临 血月皇子满脸寒意 他快速捏动法掘 嗡嗡嗡 天穷之中的血月颤动 血色星红 寒气滔天 自天而降 向着忠神秀碾压而去 心语摇晃 九霄崩碎 血月降临 寂灭万物 天荒神拳 忠神秀神色平静 对着那轮血月便是霸道一拳 碰 金色全硬再次爆发 猛然轰击在巨大的血月上 嗡 血月一阵 停滞在虚空中 难以往下丝毫 金色全硬的威压 却越发强大 金光暴射 烈焰席卷 咔嚓 随即 血月出现一道道裂痕 犹如一面镜子 不断碎裂 坠落 轰击在地面上 好似隐星一般 将地面轰出一个个大坑 爆炸声不断 血进领域 请客间崩碎 噗 血月皇子身体一颤 喷出一口鲜血 身上浮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眼中露出金锯之色 这一次 他彻底怕了 连他的血月圣体 血进领域 竟然都被打爆了 这让他感到神魂颤动 上路 终神秀根本没有给 血月皇子喘息的余地 瞬间来到对方面前 一拳轰出 拳头轰击在 血月皇子的胸口上 不好 白发老者健壮 脸色一变 立刻出手 可惜却晚了一步 啊 血月皇子瞳孔紧缩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声 身躯骤然爆裂 化作漫天血雾 连带着神魂都直接覆灭 一味东荒天骄 就这样被乱拳打爆 血月圣体 若不惊风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 站在虚空中 轰杀一尊所谓的圣体 对他而言 毫无乐趣 现场一片死寂 无论是南荒之人 还是东荒之人 此刻都满脸呆滞地 看着终神秀 缓了一会儿 众人回过身来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他竟然三拳 轰杀了血月皇子 血月皇子虽然狂妄 战力却不容小事 血月圣体一出 战力无双 结果却被他轻松轰杀了 连血月圣体都被打爆了 这人好可怕 众人盯着终神秀 不禁头皮发麻 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你 放肆 白发老者握紧拳头 死死地盯着终神秀 面容扭曲 血月皇子 是他极为看好的后辈 此番跟随他来南荒历练 没想到却被震杀了 这让他愤怒到了极致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向白发老者 给你一个生存的机会 去采摘雷霆果 九天血印 白发老者怒吼一声 直接祭出一轮诡异的血色大印 血色大印悬浮在山空 血光夺目 符文密布 大道之威弥漫 镇压天地 霸道无比 杀 白发老者眼中充斥着寒芒 他快速捏动法觉 源源不断的力量 注入血印之中 哄 九天血印疯狂颤动 好似一座山岳 向着终神秀震杀而去 看来你想找死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随手一挥 天荒战己出现在身前 终神秀义把握着天荒战己 圣徒树施展 嗡 天荒战己 顿时爆发璀璨的铜光 圣气有灵 气灵被调动 圣威横贯而出 万古圣威将天地笼罩 碾压九天 横绝八荒 动乱诛天 凶威滚滚 霸道绝伦 咔嚓 周围的空间不断碎裂 连带着周围的山丘 都在崩碎 圣徒 终神秀宴中闪过一道杀意 天荒战己爆发一道恐怖的力量 骤然向着白发老者轰杀而去 轰隆 圣道之力爆发 遮掩苍穹 封锁天地 宛若囚犹灯天 气势磅礴 催枯拉朽 咔嚓 九天血印被圣威笼罩 顿时爆裂 圣道之力不减丝毫 将白发老者锁定 圣 圣气 轰 可惜还不带他逃走 他所撕裂的那片虚空中直接爆炸 整个人也被轰成积粉 连一丝血物都没有剩下 碰 巨大的山丘 被圣道之力轰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从中洞穿 圣威不绝 终神秀手持天荒战己 神色自若地站在虚空中 死 血月皇朝那位老祖死了 他 他竟然轰杀了一位造化镜的强者 那柄战己 看起来好诡异 似乎是一箭圣气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就这样被一己轰杀 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恐惧 终神秀的目光落在众人身上 逃 不知是谁惊恐地大叫了一声 连忙向着四周逃去 终神秀并未去追 转眼间 此处便只剩下他们三人 他没有犹豫 收起天荒战己 身影一闪 直接出现在紫色山丘上轰隆 就在他刚踏上紫色山丘的时候 山丘之中 顿时爆发一阵恐怖的雷霆之力 数百道毁天灭地的雷电 向着终神秀轰来 终神秀神色淡漠 随手一挥 六道炉出现在手中 去 终神秀轻轻挥手 六道炉飞出 炉子旋转 周围的雷霆之力 被疯狂吞噬在其中 终神秀没有过多理会 他快速采摘雷霆果 接触雷霆果的时候 一阵雷霆之力袭来 却奈何不了他嘶吼 片刻之后 终神秀采摘了九枚雷霆果 他没有继续采摘 而是快速收起六道炉 转身便离开紫色山丘 中风主 还有好多雷霆果呢 怎么不继续采摘 炎洛雪疑惑地看向终神秀 这山丘上有几十枚雷霆果 终神秀却只摘了九枚 这让他有些不解 终神秀淡然道 有些东西是不能全部取走的 否则会出大问题 会出大问题 炎洛雪满脸不解 炎晨鱼皱眉道 我师尊做事 自有他的道理 何须你这个废柴来指手画脚 哼 炎洛雪瞪了炎晨鱼一眼 继续去下一个地方 终神秀带着两女离开此处 第128章 神秘湖泊 急到地气 大荒山腹地 有一个被九座山丘包围的巨型湖泊 湖泊鬼斧神宫 浑然天成 湖水呈现灰暗之色 死寂一片 纵是清风吹拂 湖水依旧没有丝毫波闻 寂静的吓人 在湖泊周围 诸多强者齐聚在这里 南荒 东荒六位造化镜 加之大鹏王 孔雀王君在这里 倒是没有看到妖帝之子和周玄天 这湖水有些诡异 孔雀王随手一挥 一片羽毛飞向湖面 诡异的是 这片羽毛并未悬浮 而是瞬间下沉 咻 大鹏王寄出一件灵器 向着湖面丢去 结果这件灵器刚接触湖水的时候 顿时碎裂 最终化作粉末 沉入湖水之中 还能腐蚀灵器 大鹏王面带沉吟之色 孔雀王轻语道 看来那位所言之地 就是这里 十二祖妖 曾踏入大荒山 得到了滔天大造化 据某位祖妖所言 大造化就藏在大荒山的一片奇特湖泊之中 看来就是眼前的湖泊 接下来 需要等待一番才行 刺了 一阵破空声响起 钟神秀三人出现在这里 看到钟神秀出现 大鹏王和孔雀王目光一鸣 在场的六位人族造化镜强者 也纷纷看向钟神秀 眼底深处浮现一抹异色 此人倒是神秘 不知来自哪个大势力 钟神秀带着两女 站在百米之外 并未继续往前 她盯着前方的湖泊 眼中露出一抹沉思 这湖泊之中 藏着不少好东西 还有一座特殊的坟墓 接下来只能等待 等里面的东西自己出来 大荒山问世 会有不少东西 从里面喷涌出 剑钟神秀三人没有上前 众人也并未多言 这湖中 好像 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 阎洛雪正正地盯着湖泊 眼中露出一丝迷茫之色 不用理会她 钟神秀淡然道 她知道 是什么东西在呼唤阎洛雪 那不是什么大造化 而是一道残魂 阎洛雪文言 连忙凝神静气 谨守神魂 不去听那道声音 时间缓缓流逝 众人均在等待 哄 突然 湖面晃动 一阵爆裂声响起 只见一道 寒芒破开湖面 冲向外面 来了 大鹏王和孔雀王 早就在等待 见到那道寒芒出现 他们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出手 人族这边的六位造化进强者 也快速出手 哄 他们还未靠近 便被大鹏王一巴掌拍飞 孔雀王则是去抢夺那道寒芒 大鹏王 你 六位造化进强者 怒视着大鹏王 大鹏王默然道 胆敢上前半步 休怪本王不客气 众人脸色难看 却不敢上前 大鹏王的战力极为可怕 他们纵然夹起来 估计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更何况 旁边还有一个同样恐怖的孔雀王 近过 孔雀王此刻 已经将那道寒芒抓在手中 他看了一眼手中的东西 微微皱眉 手中的是一颗散发着幽光的珠子 看样子是一剑造化镜灵宝 造化镜灵宝 孔雀王摇摇头 随手一挥 这个珠子飞向一位妖族男子 对他而言 这样的东西 没有太大的用处 多谢孔雀王 那位妖族男子 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消消消 随后 湖面再次震动起来 一道道光芒从里面冲出来 气势如红 均不是凡物 大鹏王 东西这么多 你们妖族要独吞不成 玄北城背后的巨剑 虚影颤动 森冷的剑气弥漫 是又如何 大鹏王淡然道 并未将玄北城放在眼里 玄北城的气息不弱 战力也不凡 但是在他面前 对方倒是有些不够看 咻 就在这时 一道光芒主动飞射向阎洛雪 阎洛雪下意识地伸出手 将那道光芒抓在手中 众人的目光落在阎洛雪身上 他们看清了阎洛雪手中的东西 那似乎是一个茶壶的盖子 但上面散发的气息 却让众人感到莫名的心悸 这 这是 急到地冰的气息 大鹏王和孔雀王对视一眼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他们见过地气 东方叶洛身上便有一尊急到地气 眼前这个茶壶盖子的气息 和那尊地气的气息有些类似 急到地气 在场的众人瞳孔紧缩 竟而眼中露出灼热之色 恨不得立刻震杀炎落雪 将那盖子抢过来 钟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淡漠地看着众人 他倒是想看看谁在找死 众人察觉到钟神秀的眼神 不禁心中一宁 立刻压制内心的贪婪 他们还不知道钟神秀的底细 也不知道对方的真正战力 此刻出手倒是不合适 这位姑娘与我妖族有缘 这东西我们不抢 大鹏王淡淡一笑 他觉得这个女子很诡异 上次有一个实力恐怖的师尊 这次又有一位深不可测的人在旁 极为奇特 孔雀王也一言不发 并不打算抢夺炎落雪的东西 对方得到了天凤地印 便是那尊大帝的传人 他们若是在此刻出手 到时候说不定会被清算 那位大帝是去 但谁敢保证 他没有留下什么后手 见众人没有出手 钟神秀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他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湖面上空 随手一抓 将一道灰色光芒抓在手中 见钟神秀出手 大鹏王和孔雀王也不再犹豫 立刻冲向其余的光芒 这里的光芒大概有上百道 想要独吞并不现实 出手 玄北城等人也快速出手 秀 钟神秀再次伸出手 将两道光芒抓住 随后他并未继续出手 而是转身来到两女身旁 此物给你 钟神秀将那道灰色光芒 给颜晨鱼 其他东西 均是食物 唯有这道灰色光芒 真的就是一道光芒 世尊 这是 颜晨鱼接过灰色光芒 好奇地打量 这道灰色光芒 蕴藏着某种诡异的力量 让他神魂刺痛 先收起来 到时候再道送你 钟神秀轻语道 好的 颜晨鱼连忙将灰色光芒收起来 钟神秀则是看向自己手中的另外两样东西 分别是一面秀极斑斑的铜镜 一柄粗糙无比的石剑 看起来只是一柄剑胚 第129章 太虚之镜 石剑胚胎 太虚镜 钟神秀暗道一句 这面秀极斑斑的铜镜 名为太虚镜 是一剑特殊的圣器 它是中周一位古圣 仿照某剑及到地气铸造 威势极为不凡 剧情之中 此镜落入阎洛雪手中 起到了不少用处 意外之血 钟神秀轻轻挥动手中石剑胚 只觉得此物不简单 沉甸甸地重达万金 刚才握住此剑胚的时候 鸿蒙塔碎片还出现了一些异动 很是诡异 按照剧情的走向 似乎此物并未出现过 此物从表面上看 倒是很普通 就是一柄普通的剑胚 极为粗糙 很是不起眼 得慢慢找时间研究一下 一边 大鹏王等造化镜强者 已经将其余东西全部禁锢 当他们看到手中之物时 脸色有些难看 他们手中的东西都很一般 称死也就造化灵气 这样的东西 对他们而言意义不大 给你们了 众人随手一挥 将这些东西 给一同而来的后背 随后 大鹏王等强者 又盯着钟神秀手中的 两件东西 圣气 当他们看到钟神秀手中的 铜镜之时 不禁目光一宁 神色有些震惊 这铜镜面散发的 百分百是圣气的气息 没想到 阎洛雪刚得到部分的 极道地气 转眼钟神秀 就得到了一件完整的圣气 这面镜子 怎么有点眼熟 孔雀王盯着钟神秀手中的镜子 眼中露出一抹沉思 他好像在哪里见过这面镜子 大鹏王沉声道 中州有一个圣地 便有一尊极道地气 名曰昆仑镜 这面镜子 与昆仑镜有些相似 对 就是摇持圣地的昆仑镜 孔雀王瞬间反应了过来 古老岁月中 中州有一尊大帝 曾吃一面镜子 杀入过妖界 差点将妖界打崩 而那面镜子 也出现在了妖界的一些图层之中 你们倒是有点见识 钟神秀轻轻点头 他手中的太虚镜 正是昆仑镜的防瓶 虽是防瓶 但好歹也是盛气 威力自然不容小觑 大鹏王和孔雀王文言 却没有生气 若是一般人敢这样对他们说话 他们绝对一巴掌拍过去 将对方拍成飞灰 但眼前之人 他们有些看不透 之前还打算见识一下对方的手段 在场的一位造化镜强者 先是看着钟神秀手中的太虚镜 又看向阎洛雪手中的那个茶壶盖子 眼中浮现一丝贪婪和灼热 圣气 集到地气 这天地间又有多少人可以拒绝 大鹏王等人察觉到了此人的神色 不禁露出一抹玩味之色 此人正是荒谷王家的造化镜强者 此人似乎对圣气和集到地气 极为有想法 若是他能试探出钟神秀的底细 似乎也不错 想到这里 大鹏王等人瞬间退后 维留荒谷王家的造化镜强者 站在中央 见众人退后 王家的造化镜强者眉头一皱 但他却没有退后 而是气定神贤地站在原地 他依旧在打量着钟神秀和阎洛雪手中的东西 很是大胆 因为他有所倚仗 钟神秀神色平静地对两女道 今天给你们上一课 嗯 两女一愣 不明所以 钟神秀眼中闪过一道森冷的沙翼 圣徒树运转 瞬间催动手中的太虚镜 嗡 太虚镜被激活 身上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灰色龙铃 极为清晰 宛若真正的巨龙一般 同龄般的眼睛 散发着寒芒 张牙舞爪 气势如虹 盛微滚滚 嗡 苍龙咆哮 气吞山河 爪子锋利 撕裂酒消 空间骤然炸裂 恐怖的盛道之威爆发 在场的众人心中一宁 被威压锁定 难以动弹丝毫 背后冷汗直流 他们瞪大双眼 露出恐惧之色 灰色苍龙挥动力爪 大嘴张开 直接向着王家那位造化镜强者扑去 不好 王家造化镜强者 脸色俱变 断魂剑 来不及多想 立刻将一只黑色箭矢寄出来 这是一位王家 一位问到强者给他的进气 里面封印着恐怖的力量 一旦爆发 连造化镜巅峰的强者 都很难挡住 这是他最大的底牌 进气与寻常领导不同 只能使用一次 但威力极为可观 咻 黑色箭矢被激活 瞬间轰杀向前 威势霸道 带着毁灭之力 可惜 区区静气 在盛气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好 苍龙咆哮 盛微爆发 黑色箭矢顿时被震碎 哄 苍龙巨大的身躯 顿时将王家造化镜强者吞噬 盛微弥漫 磨灭身躯 寂灭神魂 各位道友 救我 不 王家造化镜强者 发出一道凄惨的叫声 身躯骤然化作鸡粉 魂飞魄散 一位造化镜强者 就此死亡 哄 五百米外 一座山丘 直接被盛道之威打爆 现场寂静 众人愣在原地 一位造化镜强者 就这样死了 大鹏王等人 更是头皮发麻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和难以置信 普遍的兵器划分 通常就释凡器 灵器 盗器 盛器 极道地器 而盛器和极道地器 极为特殊 一般而言 盛人之下 是不可能催动盛器的 同样的道理 大地之下 通常也不能催动极道地器 终神秀所言 大地不出 地器无威 意思很明显 大地之下的修士 纵然掌握着地器 也只是将其当作重器 根本不可能将真正的极道地威 催动出来 东方叶洛手中掌握着极道地器 却难以真正使用地器 所以威胁也有限 当然 好歹也是地器 或许不能将真正的威力爆发 但哪怕是一丝威压 都不是寻常修士能够抵抗的 大鹏王等强者 惊疑不定地盯着终神秀 对方是一尊圣人吗 否则为何能将 盛气之威爆发出来 圣人 在场的造化镜强者 想明白之后 连忙暴退 额头不满汗珠 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一尊圣人 竟然混在了他们中间 第130章 无所顾忌 凶残至极 大鹏王和孔雀王对视一眼 这一刻 他们似乎明白 为何终神秀之前 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了 若对方是一尊圣人 确实不用将他们放在眼里 圣人一怒 浮尸百万 圣人之下 皆为蝼蚁 其余五位造化镜强者 心情凝重 浑身站立 谁也没有想到 眼前的竟然是一尊圣人 纵观整个南荒 存活于世的圣人 就那么几位 而且大部分都在沉迷之中 眼前之人 他们却是从未见过 难道对方并不是南荒的人 震杀王家造化镜强者之后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向严晨鱼和严洛雪 当一个人对你们露出敌意的时候 不用管他是谁 直接杀了便是 否则迟早他会找你们的麻烦 这一刻 懂了 懂了 两女连忙点头 终神秀都亲自实践给他们看了 他们怎么能不懂 在场的一些修士 则是胆战心惊 根本不敢继续去看终神秀三人 要是他们的眼神 被对方当成敌意 那么下一个死的 估计就是他们 太狠了 此人真的太狠了 面对荒谷世家之人 说杀就杀 完全没有一丝废话 无所顾忌 凶残至极 这就是圣人吗 或许连那王家造化 竟强者都没有想到 他还未动手 就被终神秀率先震杀了 哄 在众人心计之时 湖水顿时发出一道 更为剧烈的响声 随即湖水疯狂上涨 一道四周 灌溉方圆百米 一块巨大的灰色石碑 从湖水里面冒出来 石碑高百丈 上面有古老的文字 荒谷之气弥漫 神秘无比 而在石碑之下 则是一座巨大的白玉广场 广场悬浮在湖面上 周围均有古老的雕像 雕像共有上千尊 每一尊都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让人感到心静 这是 众人神色震惊地 盯着眼前的广场 没想到这湖中 竟然还有一座巨大的广场 而广场上的雕像和石碑 看起来也不简单 大鹏王和孔雀王 彼此对视一眼 眼中闪烁着金光 他们知道 真正的大造化来了 十二祖妖 就是在广场浮现之时 得到了逆天造化 师尊 严陈渝看向终神秀 广场上的那块石碑和雕像 给他的感觉极为特殊 终神秀收起太虚镜和剑胚 他背负双手 淡淡地说道 那块石碑名为大荒武神碑 若是能在上面留下名字 可以得到大造化 至于那些雕像 他的话并未说完 因为这座广场之下 藏着一座大幕 那些雕像 就与下面的大幕有关 众人则是紧紧地看着他 希望他再透露出一些东西 此刻在他们眼中 终神秀就是一尊圣人 知道的东西肯定很多 不过剑中神秀 没有继续往下说 众人心中有些失落 大鹏王和孔雀王 也是有些遗憾 他们知道 这广场藏着大造化 也知道大荒武神碑的存在 至于其余的东西 倒是所知有限 因为那位祖妖 也没有给出太多的信息 大荒武神碑 一道温润的声音响起 东方夜落飞身而来 瞬间出现在众人面前 大鹏王和孔雀王 看向东方夜落 轻语道 大荒武神碑问世 弟子可要试试 这块武神碑 能够在碑上留名者 如今最起码 都是圣道级别的强者 这上面还有一些名字 乃是某些大帝 年轻时候所留 无尽岁月过去 他们依旧占据古碑前列 名字附带着古老的威压 被神秘的力量笼罩 极为恐怖 根本不能观看 若是强行观望 神魂会被撕裂 恐怖异常 东方夜落轻轻点头 他看向众人 但笑道 大荒武神碑 玄妙无比 唯有精彩绝艳之碑 才能在上面留名 在场的各位也可以试试 能够在此碑上留名者 未来或许有正道之姿 众人闻言 不禁心中一动 正道之姿 尤其是一些年轻天骄 眼中生出了浓郁的战役 生在这个时代 谁有甘于人后 若是能够在此碑上留名 岂不是可以当着南荒 东荒 妖族三方强者的面 来证明他们 想到这里 一位妖族男子 率先冲向大荒武神碑 他修为也不弱 是一尊万象镜的天骄 看着近在眼前的武神碑 他突然瞳孔一缩 只觉得那些蚊子震动 一阵恐怖的力量袭来 还未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被震退了上百米 噗 妖族男子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无比 眼中露出一丝骇然和惊惧 东方夜落摇摇头 星星差了点 这位妖族男子握紧拳头 满脸的不甘心 还想继续试一试 大鹏王轻轻挥手 淡然道 尝试一次即可 没必要进行第二次 这是大荒武神碑 纵观历史长河 能够在上面流民者 如今基本上都是成圣 正地之辈 你们不能成功 也很正常 那位妖族男子闻言 也只能默默地退后 我去试试 随即 东方一位年轻男子上前 但与那位妖族男子的结果一般 刚靠近 就被震飞 连动手流民的资格都没有 只配在一旁观望 都去试试 其余人按耐不住 纷纷上前 甚至连几位造化精的强者也上场了 却无一人成功 东方夜落笑容依旧 对于这个结果 并不意外 她的目光落在严洛雪身上 这位姑娘 可要试试 天风大地 也曾在大荒武神碑上面留过名 严洛雪扫了东方夜落一眼 兴致全无 懒得理会这个妖族 终神秀看向严晨渝和严洛雪 你们可以去试试 记住一点 无论听到什么诡异的声音 都不要理会 好 对于终神秀的话 两女倒是没有拒绝 她们同时上前 终神秀看向两女 面带沉吟之色 她知道严洛雪一定能留名 想要留名 不一定需要有多强的实力 更为关键的是 天赋 气韵 潜力 很显然 严洛雪三者皆有 至于严晨渝的话 倒是有点悬 哄 两女刚靠近五神碑 一阵恐怖的威压 顿时向她们袭来 第131章 天赋不行 情能捕捉 哄 两女刚靠近五神碑 一阵恐怖的威压 顿时向她们袭来 严洛雪身体一颤 倒退一步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脸色苍白 无比严晨渝同样脸色苍白 但她却直直地站在原地 眼中充斥着坚定之色 她五神碑的威压虽然可怕 但还在她的承受范围内 她一咬银牙 继续往前 若是连接触五神碑的资格都没有 又何谈在上面留名 严洛雪见严晨渝继续上前 她眼中浮现一丝战意 深吸一口气 顶着巨大的压力 往前踏出一步 严晨渝都行 她严洛雪凭什么不行 问 在严洛雪往前踏出一步的时候 她眉心的天凤地印瞬间浮现 一道玄妙的力量弥漫 她身上的压力 顶刻间消失不见 嗯 严洛雪眼睛一亮 她再次踏出几步 快速超越严晨渝 来到五神碑前面 她转过身来 看向严晨渝 却见严晨渝此刻压力非常大 额头不满冷汗 却依旧在咬牙往前 严洛雪本能地想要嘲讽一番 但是见严晨渝神色坚定 她终究还是没有开口嘲讽 有趣 东方叶洛盯着严洛雪 脸上浮现一抹温和的笑容 对于这个结果 她似乎并不意外 拥有天凤地印 对方身上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此女倒是不简单 众人也是满脸诧异地盯着严洛雪 此女不过区区子府境初期 竟然能够抵达五神碑的威压 这倒是让人惊讶 不过 这只是五神碑自身的威压 算不得什么 真正可怕的是 石碑上面的文字 那些文字均是强者所留 附带的威压极为恐怖 至于后面在咬牙坚持的严晨渝 此刻只是陪衬 并无多少关注的目光 忠神秀盯着严晨渝 眼中露出一丝赞许 一块五神碑而已 严晨渝是否能够在上面留名 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对方身上的坚定 这才是忠神秀最为希望看到的东西 天赋不行 情能捕捉 气运不行 便去掠夺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信念坚定 道心无敌 一切均有可能 五神碑 严洛雪站在五神碑前面 他抬头看向上面的文字 哄 突然 这些名字震动 一道道更为恐怖的威压 撵向严洛雪 天凤地印散发着烈焰之光 将这些威压挡在外面 严洛雪神色自若地站在原地 并未受到丝毫影响 竟然挡住了这些文字的威压 众人惊奇地盯着严洛雪 有天凤地印在身 这很正常 孔雀王淡淡地说道 噗 严晨鱼则是受到巨大的波及 身体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来 他死死地握紧拳头 眼中闪烁着幽光 一个个名字散发的威压而已 难道还能阻挡他的脚步 将他撵杀不成 他心中充斥着愤怒 继续往前 不死便是赢 他倒是要看看 这一道道威压 是否真的可以将他震杀 咔嚓 随着他往前踏出一步 体内发出一道清脆的声音 骨头被震碎 但他依旧没有理会 不要命地往前 此女的毅力也不凡 竟然还敢上前 自取其辱罢了 有些事情 不是靠坚持就能完成的 若努力就有用的话 这天地间 为何还有那么多平庸之辈 众人随意瞄了严晨鱼一眼 倒也没有过多理会 此女能够顶着威压 继续往前踏出一两步 也算不错了 至于想要留名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东方夜落身影一闪 静止来到阎洛雪身边 他看着阎洛雪 轻笑道 将手按住五神碑 若是感受到了一丝牵引力 便可心中默念自己的名字 从而留名 事实如何 要你教吗 阎洛雪不爽地看着东方夜落 东方夜落笑了笑 也没有太过在意 阎洛雪懒得理会东方夜落 他直接对着五神碑伸出手 结果五神碑没有丝毫动静 嗯 不行吗 阎洛雪眉头一皱 他立刻闭上眼睛 调动天凤低音的力量 哼 下一秒 天凤低音爆发一股恐怖的威压 烈焰气息席卷四面八方 五神碑猛然震动起来 上面的文字爆发一阵阵刺目的金光 脱落五神碑 悬浮而起 一股牵引力从五神碑之中传出 留下你的名字 五神碑中 一道仿佛来自天地万古的声音 轻然响起 阎洛雪脸色一喜 立刻默念自己的名字 很快 五神碑上面出现阎洛雪三个字 火焰光芒弥漫 天穷之中出现一道烈焰光柱 自天而降 将五神碑笼罩 哼 这个名字犹如一条球龙一般 向着上面冲去 将众多名字压在下面 最终阎洛雪的名字 来到五神碑最上方的区域 这是地级强者名字所在区域 被神秘的力量笼罩 外人根本不能观看 此刻阎洛雪的名字 却出现在这个区域 弥漫着浓郁的火焰光芒 他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了 地级强者所在的区域 大鹏王和孔雀王对视一眼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有人曾说过 大荒五神碑 可以预测一个人未来的成就 那几位大帝 年轻时候在五神碑上面留名 直接碾压诸多人物 占据最上方的位置 后来 他们纷纷正道 成为镇朔古今的绝代强者 阎洛雪此刻 却在上面留下了名字 这是否说明 此女有大帝之姿 想到这里 两尊大妖只觉得莫名的心迹 甚至有种想要将此女抓到妖界 让其变成妖界之人 东方叶洛轻然一笑 不愧是天凤大帝选中的人 天赋 气韵 潜力 你都具备 未来的道路 让人期待 说完之后 他随手按在五神碑上 哄 五神碑微微一颤 东方叶洛的名字也随之出现 这个名字同样在往上冲 出现在最上方的位置 弟子 大鹏王和孔雀王健壮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作为妖帝之子 东方叶洛未来的道路 同样让人无比期待 第132章 叶帝之子 绝代之姿 叶帝之子 果然有绝代之姿 众人又是满脸震惊地 盯着东方叶洛 作为妖帝之子 体内流淌着大地血脉 他的道路 同样是无敌的 颜洛雪和东方叶洛的名字 闯入最上方区域的时候 仿佛触犯了某种禁忌 哄 只见其中两个名字疯狂震动 上面的力量 变得更为浓郁 其中一个名字 浮现烈焰之光 另外一个名字 则是浮现漆黑的质色 两个名字冲天起 演化成两尊伟案的虚影 无敌之为弥漫 将空间震碎 颜洛雪 正正地看着那道烈焰虚影 只觉得无比的熟悉 天凤地印不断颤动 显得极为兴奋 这是 众人神色震惊地 盯着虚空中的两道虚影 眼中露出金具之色 这两道虚影的气息太过可怕 随便一丝 都让他们有种 即将灰飞烟灭的感觉 面对这两尊虚影 他们竟有种想要下跪膜拜的感觉 有人瞬间跪下 身体根本不受控制 仿佛感受到了 来自灵魂深处的威亚 天凤大地 夜地 终神秀缓缓开口 正到成地后 便会留下天地烙印 一些昔日的痕迹 也会随之演化 虽然只是两尊年轻大地的虚影 但也不弱 能够正到成地之后 谁不是绝代之辈 纵然是年轻时候 也有碾压同级之力 什么 这两道虚影 是那两尊大地的 众人心中一颤 呼吸急促无比 有生之年 他们竟然能见到大地虚影 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天凤大地 夜地 大鹏王和孔雀王 立刻抱拳行礼 眼中充满尊敬之色 其余的妖族也纷纷行礼 参见二位大帝 这一刻 哪怕是一些人族 也心生敬畏 忍不住行礼 每一位大帝 都是镇朔古今之辈 他们留下的故事 让人敬畏且向往 复见 东方夜落盯着夜地的虚影 眼中露出一抹感伤之色 他曾见过自己的父亲 那位横绝万古的存在 他也曾想跟随在对方身旁 追逐对方的步伐 可惜 他太弱了 他的父亲 要前往更为广阔的天地 便将他封印 静待这一纪元的到来 这个纪元 与以往的纪元不同 注定会出现无数的大纪元 唉 夜地的虚影 低头看了东方夜落一眼 发出一道细微的叹息声 东方夜落身体一颤 他握紧拳头 直接冲入天际 站在夜地虚影面前 满脸战意地说道 父亲留下的神话 我或许难以打破 但是 我一定会追逐你的步伐 今日便让我要挑战你 夜地虚影 缓缓伸出一根手指 一道恐怖的威压 瞬间轰向东方夜落 这道威压并无地威 只是大帝年轻时候的 一道烙印演化 但依旧可怕 天地间谁又敢轻易面对战 东方夜落挥动拳头 猛然迎战上 终神秀看向阎落雪 淡然道 能与天风大帝年轻时候的 烙印一战 也算不错 别愣着了 出手吧 阎落雪反应过来之后 他深吸一口气 立刻杀向天风大帝的虚影 他得到了对方的传承 也想看看对方年轻时候 到底有多强 哄 一时之间 阎落雪和东方夜落 与两尊虚影激战起来 阎晨宇则是步伐艰难 缓步上前 离武神背不过两米的距离 但是对他而言 这仿佛是天欠 难以跨越 尤其是此刻 还有两尊恐怖的虚影 更是让他感到压力巨大 我会止步于此吗 这里就是我的极限吗 不 这不是 阎晨宇咬牙牙齿 银牙碎裂 嘴角溢出鲜血 但他身上的战意 却越发浓郁 他握紧拳头 眼中充斥着无尽的寒芒 管你是圣人还是大帝 区区一个名字 也想让他止步于此 可能吗 别人都觉得 你只是陪衬 你是不是很失落 看到他们在与大帝虚影一战 你是不是很羡慕 你是不是无比渴望着变强 只要你告诉我 你想要变强 我便可以瞬间 让你变成天地间的至强者 让你轻松在武神碑上面留名 就在这时 一道诡异的声音 传入阎晨宇的灵魂深处 带着无尽的诱惑力 滚 严晨宇语气森冷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战役浓郁到了极致 哄 下一秒 他灵魂深处的混沌清廉 爆发一道恐怖的混沌之力 他身上的压力全部消失 混沌之力涌入他的四肢百骸 一股滔天战意猛然爆发 天地顿时化作一片漆黑 被无尽混沌笼罩 哄 严晨宇身影一闪 瞬间来到武神碑前面 一块石碑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严晨宇眼神森冷 杀意滚滚 对着武神碑便是一拳 什么武神碑流明 完全就是狗屁 他今日就要打爆这块石碑 就要让上面的名字全部消失 碰 一拳下去 武神碑发出一声巨响 疯狂震动 上面的那些名字 也在不断跳动 严晨宇满脸寒气 再次对着武神碑轰出一拳 混沌之力 侵入武神碑之中 咔嚓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武神碑出现一道细微的裂痕 嗡 裂痕一出 上面的诸多名字 纷纷化作云烟 快速消散在天地间 而在最上方的区域 那些大地西年留下的名字 则是受到了影响 瞬间化作一道道光芒 冲入天穷 一共有十道 这些光芒快速演化 化作十尊虚影 气息霸道 镇压天穷 哄 十尊虚影一出 威压爆发 在场的一些人 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恐怖的威压震飞 口吐鲜血 脸色苍白 眼中充斥着惊慌之色这一刻 他们连抬抬头都做不到 大地虚影 我让你们化作虚无 杀 严晨虞也感受到了恐怖的威压 浑身军裂 鲜血飞洒 染红了他的青色长裙 甚至在撕裂他的神魂 让他一阵头昏脑胀 意识仿佛都要被磨灭一般 但他并未理会 而是红着眼睛 不要命地杀向这些虚影 不就是一战吗 不就是一死吗 他严晨虞 何惧 嗯 不错 终神秀健壮 脸上露出了一抹温和的笑容 也就是几道大地年轻时候的虚影而已 虽然不弱 但说白了 也终究是虚影 没什么了不起的 看不顺眼 直接让虚影变成虚无便是 第133章 严晨虞他 竟然疯了 他竟然 众人神色呆滞的 看着严晨虞 刚才他们并未太过关注此女 本以为对方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没想到转眼时间 对方便打碎了五神碑 甚至还经出了十尊大地虚影 更为吓人的是 此刻他竟然主动杀向着十尊大地虚影 这未免也太生猛了吧 这不禁让他们有种 被啪啪打脸的感觉 大鹏王和孔雀王也是满脸震惊 被严晨虞的行为震住了 那可是五神碑啊 竟然被他打碎了 严落雪和东方夜落流明 也只是让天风大地和夜地虚影浮现 但是此女却直接让十尊大地虚影降临 这太过惊世害俗了 这一刻 严落雪和东方夜落 直接成了严晨虞的陪衬 杀 严晨虞握紧拳头 对着一尊大地虚影便是一拳 那尊大地虚影也是随手一拳击出 哄 两道拳硬对碰 严晨虞被震退十几米 手臂沾染着鲜血 骨头碎裂了不少 他并未过多理会 再次杀向前面 除非将他打爆 让他魂飞魄散 否则的话 他会死战到底 严晨虞疯狂挥拳 在这些大地虚影面前 他的力量明显不够看 每次挥拳都注定鲜血飞洒 骨头碎裂 血肉模糊 片刻间的功夫 严晨虞已经变成了一尊血人 全身军事裂痕 鲜血直冒 白骨凸起 惨烈无比 若非天蚕道一挡住了一部分威压 估计此刻他已经化作血物了 他身上的战衣越来越强盛 甚至凝聚成了实质 混沌之力不断在他身上流淌 洗碎他的肉身 增强他的体质 让他有用之不竭的力量 继续 严晨虞声音嘶哑 直接运转混沌影 身上的混沌之力更为浓郁 这一刻他忘记了疼痛 只想挥动拳头 将这些虚影全部打爆 混沌清廉的力量 正在以某种神秘的轨迹运转 仿佛在勾画古老的图腾 很是玄妙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 看着疯狂厮杀的严晨虞 不禁轻轻点头 混沌清廉的力量在自动运转 加之混沌影的牵引 力量更为磅礴 不断洗碎严晨虞的肉身 与严晨虞的联系越发紧密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混沌精混沌体 希望你运气好一点 终神秀暗道一句 此女疯了 众人见血肉模糊 却依旧在不要命厮杀的严晨虞 都觉得她疯了 她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吓人 这样的意志 太恐怖了 大鹏王神色凝重无比 天赋绝佳之辈 他们见多了 但是意志逆天之辈 在大道之路上 则是少之又少 天赋绝佳 若无无敌的意志 最终往往会夭折 成为他人的垫脚石 注定走不远 而那些意志坚定之辈 或许修炼速度缓慢 但却能稳步前进 用时间磨平一切 大道争锋 若无坚不可摧的意志 很难走远 孔雀王也是宁声道 可惜我族圣子没在这里 周家造化尽强者轻轻一探 若是周玄天在这里 或许也能见证一下 对方未来的道路 玄北城也是满脸遗憾之色 玄天圣女同样也没有在这里 不然他也想看看 对方能否与这些大地虚影争斗一番 哼 另一边 阎洛雪和东方夜落的战斗已经停止 两人根本不是两尊虚影的对手 他们同样浑身鲜血 身体军裂 气息溃散 脸色苍白 天凤大地和夜地的虚影 也没有继续出手 咻 只见两尊大地虚影 对着两人伸出手 两道玄妙的烙印飞向两人 一道火焰符文飞向阎洛雪的眉心 与天凤地印融合在一起 这里面掺杂着大地感悟 玄妙无比 阎洛雪立刻闭上双眼 符文和天凤地印融合的瞬间 哼 阎洛雪身上的气息猛然暴涨 境界快速突破 狂暴的力量席卷四面八方 子府进中期 子府进后期 子府进巅峰 阎洛雪一连突破三个境界 而且境界突破还未停止 恐怖的力量再继续暴涨 欲要将它推入神脏境 终神秀眉头一皱 随手一挥 一道镇压之力爆发 阎洛雪身上的那股力量直接被镇压 阎洛雪身上的伤势快速消失 犹如涅槃重生一般 一旁的东方夜落倒是没有突破 但他身上的气息却变得更为玄妙 眼中闪烁着金光 显然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他立刻看向虚空中 正与十尊虚影一战的阎晨鱼 眼中露出一丝震惊和难以置信 与一尊大帝虚影一战 他们都不是对手 阎晨鱼此刻却和十尊虚影一战 而且看起来还越战越勇 简直是诡异 稍轻 阎洛雪睁开了眼睛 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竟然这么快就踏入了紫府境巅峰 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 不过当他看到虚空中浑身鲜血的 阎晨鱼之时 他又是一阵愣神 阎晨鱼他 竟然 疯了 阎洛雪下意识地捂着嘴巴 被眼前一幕震住了这一刻的阎晨鱼 身上的气息太过可怕 让他感到头皮发麻 还有对方那不要命的自杀式打法 更是让他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太狠了 阎晨鱼真的太狠了 若是自己此刻面对对方 是否会被他一拳打爆 杀 阎晨鱼一袭染血的青色长裙 头发凌乱 眼神疯狂是血 身上战意雄魂 此刻他已经一时模糊 坚持他出手的 只是那不屈的意志 念 那十尊大帝虚影 仿佛已经失去了耐心 他们同时出手 十道毁天灭地的攻击 骤然轰杀向阎晨鱼 哄 阎晨鱼还未反应过来 瞬间被十道攻击洞穿 身上的天蚕道衣直接碎裂 鲜红的血液飞洒而出 染红天际 阎晨鱼身体被击飞 往下坠落 他瞳孔紧缩 艰难地伸出手 失落地说道 师尊 我好像 太差劲了 碰 阎晨鱼坠落地面 血肉模糊 身上的气息快速消散 阎晨鱼 阎洛雪脸色聚变 立刻冲向阎晨鱼 终神秀则是默默地看着 并未上前 混沌清廉的力量已然运转 对方自然没有那么容易死亡 第134章 急到地气 永夜之塔 哄 就在阎洛雪刚靠近阎晨鱼的时候 阎晨鱼身上 顿时爆发一股恐怖的威压 阎洛雪还未反应过来 瞬间被震退 阎晨鱼 阎洛雪稳住身体之后 愣愣地看着阎晨鱼 阎晨鱼的身躯已经被冻穿 五脏六腑碎裂 鲜血流淌而出 将地面染红 她的眼眸暗淡无比 看不到丝毫的光泽 气息消散 生机流逝 看起来无比惨烈 她眉心的清廉印记 却在不断跳动 弥漫着一阵阵青色光芒 这些青色光芒将她的身躯笼罩 不断修复她身上的伤势 她的气息快速增强 生机逐渐恢复 原本破碎的天残道一 也在疯狂重组 这事 众人满脸震撼之色 面对十尊大地虚影 身躯已经被打残 竟然还能快速恢复 那朵青莲烙印 东方夜落 盯着严陈鱼眉心的青莲烙印 眼中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此女太过诡异 她若不死 恐怕对我族圣子 是个巨大的威胁 周家的那位造化镜强者 凝视着严陈鱼 眼底深处闪过一道幽光 大道争锋 一个纪元只能有一人能够正道 荒谷周家对周玄天充满了期待 觉得她未来有望正道 所有对她有威胁的人 都该铲除 不单单周家那位造化镜强者这样想 东方那三位造化镜强者 也是下意识握紧拳头 因为他们族中也有无上天骄 若是一般的动静 或许他们还不会理会 但是此刻 此女与十尊大帝虚影一战 却依旧不死 这就有些吓人了 谁敢真正忽略 此女不死 未来百分百是危险 玄北城默默退后 大鹏王和孔雀王对视一眼 不禁有些失笑 觉得这些人类太过愚蠢 天地何其之大 天骄何其之多 若是随便遇见一位 都要去铲除的话 你又能铲除多少 试问这天地间 哪一位正道者 不是靠自己一步步杀出去的 若是连无敌之心都没有 弹劾正道 更为关键的是 这里还有一丝圣人的强者坐镇 但对严陈瑜动手 简直就是找死 哄 就在众人思索之际 一道恐怖的力量 顿时轰杀向周家造化镜强者 啊 周家那位造化镜强者 发出一声惨叫 身体骤然爆裂 化作漫天血舞 他身边的那些年轻人 还未反应过来 全部化为灰烬 众人瞳孔一缩 瞬间看向中神秀 只见中神秀手持太虚镜 圣道之威弥漫 符文冲天 霸道无比 谁也没有想到 他会突然动手 之前轰杀荒谷王家造化镜强者 这次静又轰杀了周家造化镜强者 手段简直是很辣 完全没有丝毫留守 既然你们想死 我便成全你们 中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向东荒那三位造化镜强者 再次催动太虚镜 打出一道圣徒 哄 一道更为恐怖的圣道之威 轰杀向东荒三位造化镜强者 不好 这三位造化镜强者 发出一道惊恐之声 转身便要逃走 可惜已经晚了 在他们产生异样想法的那一刻 便注定了他们的结局 啊 圣道之威瞬间将他们笼罩 凄惨的声音响起 三人寝刻间灰飞烟灭 甚至连他们带来的那些年轻人 也全部被轰杀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浑身颤抖地盯着中神秀 四位造化镜强者 竟然就这样被轰杀了 连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 场面太过瘆人 而且中神秀做事非常绝 直接将那些年轻人 都一同轰杀了 意思很明显 你们想要抹杀我的弟子 我自然也要抹杀 你们带来的年轻人 手段极为狠辣血腥 根本没有丝毫道理可言 中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着在场的众人 想死的 可以不用排队 众人连忙退后 根本不敢多言 害怕说错一句话 直接被轰杀 见众人退后 中神秀也懒得理会 他神色平静地 看向严晨鱼 问 严晨鱼眉心的青莲烙印 发出一道吞噬之力 虚空中 十二道大地虚影 纷纷看向严晨鱼 咻 随即 他们化作一道道光芒 涌入严晨鱼的眉心 严晨鱼身上 伤势恢复的速度更快 气息疯狂暴涨 不断冲击子腹境 即将破镜 还差点火后 中神秀摇摇头 大手一挥 将严晨鱼身上 暴动的气息压下 过了一会儿 严晨鱼身上的伤势 彻底恢复 他缓缓睁开眼睛 眼中闪烁着一道玄妙的光芒 师尊 严晨鱼看向中神秀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这一次 他似乎得到了不少好东西 虽然没有在五神碑上面留名 但他似乎做了 比留名更厉害的事情 严洛雪冷哼一声 双手插腰 满脸不爽 刚才可是我在担心你 你师尊根本就没有理会你的死活 结果你现在活过来了 率先看到的 就是你师尊 讨厌的严晨鱼 咔嚓 咔嚓 就在这时 广场上传出一道道声音 广场上的雕像 瞬间睁开眼睛 血光弥漫 他们顿时活了过来 恐怖的威压弥漫 将整个广场笼罩 某种禁锢之力 从广场之下传出 让人感到呼吸困难 不对 快退 大鹏王目光一宁 下一秒 他却发现自己的身躯 被某种力量禁锢 难以动弹嘶吼 该死 孔雀王也是脸色微变 同样被禁锢了 就这么一瞬间的功夫 广场上的大部分人 顿时被禁锢 咻 东方夜落眉头一挑 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一尊漆黑如墨的九层宝塔 从他眉心飞出 哄 此塔一出 他身上的禁锢之力 瞬间解除 急到地气 永夜之塔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 看向那座飞出的宝塔 此为急到地气 永夜之塔 夜帝曾持此塔 杀入诸多古老的禁区 打得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可惜夜帝已经离去 这尊急到地气 也难以再现昔日之威 哄 那些雕像发出咆哮声 向着广场上的众人杀去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寒芒 太虚境震动 圣徒爆发 向着那些雕像轰杀而去 第135章 苍天地毛 还算不错 哄 一道圣徒之威爆发 光芒璀璨 横绝万古 瞬间将广场上的 上千座雕像 轰成鸡粉 嗡 下一秒 一道玄妙的力量 笼罩广场 那些化作鸡粉的雕像 再次恢复原样 极为诡异 哄 上千座雕像疯狂咆哮 再度冲向众人 这是 众人神色震动 没想到这些雕像 化作鸡粉 竟然还会恢复如初 难道不会覆灭 他们瞳孔紧缩 头皮发麻 此刻被禁锢 他们根本动弹不得 一旦这些雕像杀过来 他们必死无疑 有趣 钟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只见他往前踏出一步 眼中闪过一道金色光芒 天荒地落眼 顿时爆发 哄 巨大的广场 顿时千疮百孔 化作一片废墟 唯有五神碑还在助力 至于那上千座雕像 直接人间蒸发 连灰都没有剩下 钟神秀看向 颜晨鱼和颜洛雪 颜洛雪正挡在颜晨鱼身前 他持着那个茶壶盖 盖子弥漫着一丝 急到地气之威 阻挡着周围的禁锢之力 咻 钟神秀随手一挥 一道力量卷着两女 将他们移出广场 东方叶洛也快速将 大鹏王等妖族移出广场 至于其他的人族 这和他没有多大关系 东方叶洛看着钟神秀道 这位道友 这广场之下藏着大胸 此刻若不离开 接下来恐会有大麻烦 这广场之下 正有某种古老的力量复苏 十有八九藏着一尊大胸 钟神秀淡淡地 看了东方叶洛一眼 身影一闪 瞬间来到五神杯之上 他脚踩着五神杯 面无表情地盯着地面 东方叶洛见状 微微一愣 轰隆 广场猛然震动 快速往上升起 更为可怕的威压 从广场之下传出 将周围的空间震碎 广场之下的湖水 快速下沉 不好 东方叶洛目光一鸣 没有丝毫犹豫 快速退离广场 广场之上的其余人 则是脸色巨变 想要逃离 却根本做不到 只能神色惊恐地 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轰隆隆 广场上升 直入虚空三百米才停下 这 这是 严洛雪捂着嘴巴 神色呆滞地 看着广场之下的东西 在广场之下 有一座通体青色的巨型山岳 山岳之巅 有一口被粗壮铁链 缠绕巨大青铜棺材 铁链之上 悬挂着密密麻麻的小型棺材 青铜棺 石棺 斧木棺 各种棺材排列 大概有上万之数 让人眼花缭乱 每一口棺材 都散发着荒谷之气 里面似乎葬着荒谷前的强者 诡异莫测 而大荒武神碑 则是洞穿广场 插入那座巨型山岳内部 整体看起来 像极了一块巨大的墓碑 没错 就是墓碑 巨型山岳 犹如一座坟墓 而大荒武神碑 则是墓碑 坟墓 严陈鱼瞳孔紧缩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哄 巨型山岳 弥漫着恐怖的威压 巨大的广场 顷刻间化作飞灰 上面的人还会反应过来 直接变成振振血舞 唯有大荒武神碑 还直直地助力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站在上方 眼中没有一丝波澜 嗯 那是 东方夜落 则是死死地盯着巨型山岳上的那口 巨大铜棺 铜棺上面 插着一柄秀极斑斑的长矛 赤红色的血液 浸染长矛 万古不朽 杀气滔天 地道之威弥漫 镇压九天 凶利无比 这似乎是传说中的 苍天地矛 东方夜落颤声道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在太古时代 曾出现过一尊无上大帝 名为苍天大帝 一柄苍天地矛 曾洞穿九天十地 横扫禁区无敌手 关于苍天大帝的传说非常多 纵观纪元长河之中的大帝 论极战力 苍天大帝绝对可以排在前列 但对方也是极为神秘的存在 无人知晓他的来历 他在天荒历史长河之中 逗留过一段时间 最终销声匿迹 年幼之时 东方夜落 曾听过他父亲提及苍天大帝 每次一提到对方 夜地言语之中 总是充满了感慨和敬佩 恨不得与对方 生在同一个时代 眼前那柄秀极斑斑的战毛 百分百是苍天地毛 没想到苍天大帝消失无尽岁月 他的极道地气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苍天地毛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那口青铜棺材里面的 又是何等存在 棺材被苍天地毛洞穿 这件极道地气留在这里 是为了镇压棺材之中的存在吗 一时之间 东方夜落不禁有些失神 苍天地毛 大鹏王和孔雀王也是瞪大双眼 眼中充满震撼之色 这柄极道地气 竟然也问世了 苍天地毛还算不错 苍天大帝也排得上号 终神秀轻轻道了一句 苍天地毛 是文中一个极为不凡的存在 留下过诸多神话传说 无数大纪元留存之地 都能见到对方的影子 对方所在的种族 也异常可怕 诞生了无数的年轻天骄 其中有几尊天骄 战力无双 同极少见敌手 终神秀往下看去 此处真正可怕的 不是苍天地毛 也不是那口巨大的青铜棺材 而是脚下的山岳 和山岳之中的存在 那是属于禁忌级别的东西 这山岳是一座坟墓 确切来说 它是一只老乌龟的龟壳 有禁忌存在 将坟墓建在老乌龟的龟壳之中 极为变态 这里面涉及到了古老的布局 若是有人敢打主意 绝对死路一条 苍天大帝曾登临过大荒山 也曾打过这座坟墓的主意 但它并未成功 单单是坟墓上放那口巨大铜棺 便让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九天藏灵棺 这是这句青铜棺材名字 传闻它涉及到了长生 所以万古以来 有无数强者前赴后继地追寻它 它不知道埋葬了多少生灵 凡是葬于其中的生灵 基本上都是生死到消 当然 也有一尊生灵有些例外 它运气不错 恰好遇见苍天大的开关 它的一丝残魂逃了出来 不过 它并未成功逃离 而是被苍天大帝 镇压在地毛之下 人类 你想要正道成帝吗 你想要无上道法吗 只要你拔出苍天地毛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甚至让你成为这天地间的主宰 就在这时 一道诡异的声音传入中神秀的灵魂深处 第136章 故弄玄虚 找死罢了 诡异的声音 唯有中神秀听到 故弄玄虚 找死罢了 中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向苍天地毛 这道诡异的声音 来自苍天地毛镇压的生灵 确切来说 只是一缕残魂罢了 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拔出苍天地毛 我赋予你永生 让你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 那道声音再次响起 带着无尽的诱惑之力 国造 中神秀眉头一挑 天荒地洛言的力量弥漫 顿时涌入苍天地毛之中 嗡 苍天地毛仿佛被激活了 微微颤动 一股震动天地万古的 几道地位爆发 夹杂着天荒地洛言 坟灭万物之力 霸道无比 啊 不 苍天地毛之下 一道凄惨的叫声响起 那尊生灵顷刻间 灰飞烟灭 终究只是一道残魂 被镇压在苍天地毛之下 无尽岁月 却没有覆灭 也足以自傲了 但想要在这里 翻起多大的浪花 他还没那个资格 中神秀没有过多理会 他的目光落在 大荒山的一个方位 那尊无头狮 和白骨战马要过来了 吼 大荒山中 一阵剧烈的咆哮声响起 哄 虚空陡然震动 一具身着腐烂长袍的 无头狮正骑着 白骨战马而来 他手持袖迹斑斑的 灰色战毛 身上散发着 寂灭之威 杀气滔天 在无头狮出现之后 天穷瞬间失去了光芒 唯有一片灰暗 这是 见无头狮 骑着白骨战马出现 大鹏王不禁脸色巨变 有一种蝼蚁面对 巨像的感觉 别说是那无头狮 纵然是那白骨战马 散发的气息也无比可怕 给他一种神魂俱灭之感 大 大 大 无头狮骑着白骨战马 踏着空间 白骨战马没走一步 空间就碎裂一分 马蹄之声 诡异无比 让人心跳加速 血液疯狂流淌 甚至连带着灵魂 都有种即将被撕裂的感觉 不好 大鹏王和孔雀王瞳孔紧缩 他们也挡不住这股威压 身上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痕 鲜血从里面溢出来 啊 突然 一阵惨叫声响起 一些妖族还未反应过来 身躯骤然炸裂 化作漫天血舞 东方夜落 手持涌夜之塔 沉声道 你们先离开 大鹏王和孔雀王大手一挥 卷起其余妖族 便往远处冲去 此刻他们也顾不得什么机缘了 保命才是关键 快走 还剩下的一部分人族健壮 也没有犹豫 快速离开 这无头师和白骨战马的气息 如此可怕 一旦出手 谁能抵抗 现场此刻就剩下终神秀 严陈渝 严落雪 东方夜落四人 严落雪持着茶壶盖子 站在严陈渝身旁 抵挡着来自白骨战马的威压 白骨战马 缓缓靠近中神秀 更为可怕的威压爆发 师尊 小心 严陈渝连忙开口提醒 中神秀站在大黄武神碑之上 神色平静地 看着过来的白骨战马和无头师 倒也没有出手 白骨战马在离中神秀 二十米的虚空中停下 无头师身体微轻 似乎是在打量中神秀 看起来极为诡异 过了片刻 他握紧灰色长毛 直指下方巨型山岳 嗡嗡嗡 苍天地毛疯狂震动 似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即到帝威再次爆发 嗅 无头师骑着白骨战马 杀向下方山岳 碰 随着无头师和白骨战马靠近 除了九天藏林关外 巨型山岳之间的奇余棺材 纷纷碎裂 一尊尊诡异的干尸出现 他们犹如妖邪一般 眼睛血红 獠牙锋利 身上长满灵甲 指甲尖锐 抓着一根根粗壮的铁链 抬头看向无头师和白骨战马 邪魅之气从他们身上散发 射人心魂 诡异莫测 好 白骨战马嘶吼 头顶浮现一抹森蓝色的烈焰 犹如鬼火一般 正在不断跳动无头师 手持灰色长矛 身上的战役疯狂暴涨 他即将与这些干尸 进行一场死战 终神秀思索了一下 身影一闪 便来到严晨鱼和严落雪身边 下方的大幕 倒是藏着一些逆天的机缘 不过这里马上就会开启大战 看来那些逆天机缘 暂时与他无缘 走了 终神秀对两女道了一句 随手一挥 一道魔仪之力传出 带着两女瞬间消失在这里 此番能得圣徒术第三篇 就算是极为不错了 至于其他的机缘 倒是可以以后再考虑 东方夜落 看着三人消失的背影 他倒也没有犹豫 化作一道残影 消失在此处 大荒山外 蓝荒腰圆 一座荒芜的山丘上 终神秀看着远处的大荒山 大荒山即将出现诡异变化 接下来想要登山 会非常困难 中风主 白千带着两大学院的弟子飞过来 见中神秀三人无事 他微微松了一口气 嗯 中神秀对着白千轻轻点头 好 蓝荒腰圆中 诸多妖兽在嘶吼咆哮 向着外面冲去 先把这些妖兽解决 中神秀轻语道 他祭出天荒战己 圣徒 中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天荒战己瞬间冲入苍穹 圣道之威爆发 巨大的战己之影助力九霄 猛然向着蓝荒腰圆轰杀而下 轰隆 一声巨响传出 天穷爆裂 大道坍塌 日月无光 九霄失色 蓝荒腰圆寝刻间被打爆 所有的妖兽 植物纷纷化作飞灰 这里变成了一片死寂之地 圣道之威不绝 万古不朽 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秀 做完这一切后 中神秀收回天荒战己 白千等人则是瞪大双眼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蓝荒腰圆被一击打爆了 这有些惊世骇俗啊 中神秀轻语道 可以离开了 好 白千连忙点头 随后 众人快速离开 沿途还能见到一些 逃出蓝荒腰圆的妖兽 众人立刻出手 就地进行斩杀 如之前一般 强大的妖兽 由中神秀和白千解决 其余的妖兽 则是由两大学院的弟子来解决 第137章 危机解除 即到神石 辽元城 禀报将军 有最新消息 一位将士恭敬地对着荣颈行礼 说 荣颈神色严肃 这位将士连忙道 蓝荒腰圆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打爆了 里面的妖兽全部覆灭 荣颈文言并未感到欣喜 而是赶紧问道 两大学院的人呢 之前他便感受到 一股恐怖的力量从蓝荒腰圆传来 很显然 打爆蓝荒腰圆的便是那股力量 这让他更为担忧 中神秀等人进入了蓝荒腰圆 不知现在情况如何 不知 这位将士摇摇头 蓝荒腰圆太过凶险 他根本不敢深入 只是在远处观察蓝荒腰圆 恰好见到蓝荒腰圆被打爆 无数妖兽灰飞湮灭 至于中神秀等人 他倒是没有看到 该死 容颈脸色有些难看 此刻他只希望两大学院的人没事 在这里与妖兽厮杀数年 他见惯了生死 但也不想中神秀受到丝毫损伤 一旁的容乐眼中 也生出了一丝担忧 秀 就在这时 一阵破空声响起 中神秀等人出现在辽元城上空 残影阵阵 气息强大 犹如过来的勇士 快看 他们回来了 两大学院的人回来了 两大学院的人 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一道惊喜之声响起 众将士立刻抬头看向上空 好 没事就好 容颈连忙往上面看去 见到中神秀安然无恙的时候 他激动地握紧拳头 心中松了一口气 脸上多了一抹笑容 表哥 容乐眉头舒展 眼中闪烁着光亮 秀 中神秀等人来到城墙之上 接下来 大家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中神秀看向圣道学院的那些弟子 你们也好好休息一下 白千满脸笑容地 看向天舞学院的弟子 这次带来的弟子都很不错 敢于与妖兽厮杀 成长速度很快 众人连忙找位置坐下 蓝黄妖元之行 他们也确实有点累了 接下来得好好休息一下 中神秀被容颈道 蓝黄妖元的危机已经解除 不过那片地带 现在有些诡异 最好不要轻易靠近 大荒山还住立在那里 接下来肯定有诸多强者会前去探索 后续肯定会开启诸多大战 嗯 容颈神色严肃地点头 他不知道蓝黄妖元之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肯定不简单 接下来 还得好好布置一下辽元城 轰隆 突然 蓝黄妖元身处 传来一阵阵剧烈的声音 很显然 那尊无头师 正在与那些干尸厮杀 众人抬头 神色凝重地盯着远处 那股威压袭来的时候 他们只觉得毛骨悚然 心迹无比 终神秀倒是很镇定 大荒山里面的恐怖大凶 一般不会轻易离开 影响不了辽元城 营杖中 这是万年雷霆果 蕴藏着雷霆规则 对于提升肉身有妙用 也能增加修为 终神秀各自给了容颈 容乐一枚雷霆果 大荒山之中 灵果灵药非常多 不过有些暂时不能取走 涉及到了某种因果 一旦取走 恐怕会出现大问题 灵果 两人接过雷霆果 眼中露出惊喜之色 果实之中 蕴藏的力量非常强大 若是炼化 或许不单单 可以提升肉身强度 还能让他们的修为 提升不少 有了这枚果子 我接下来应该可以 踏入子府境巅峰 容颈神色激动地说道 终神秀淡淡一笑 对方还是太过 小看雷霆果的力量 一枚雷霆果 最起码也能让容颈 踏入神脏境 他看向两人道 此处危机已经解除了 我接下来 我打算离开辽园城 完整的圣徒术已经到手 接下来 他还要去图谋一些特殊的机缘 大到永无止境 不加把劲 很多机缘都会被人取走 容颈神色严肃地说道 一切小心 嗯 你们也是 终神秀轻轻点头 便转身离开营帐 容额看着终神秀的背影 满脸认真的说道 父亲 这次我想回黄兜 好好修炼一番 哈哈 你早该有这种想法了 容颈笑着道 蓝黄妖园已经被打爆 妖兽禁术覆灭 容额留在这里 也没有多大意 回去好好修炼也好 而且他这个镇北大将军 估计也会被调回黄兜 毕竟这里的威胁已经解除 营帐外 终神秀看向白千 白千道有 接下来我打算去其他地方逛逛 圣道学院的这些弟子 就劳烦你了 白千拍着胸口保证道 中风主放心 我一定会把他们 安全送到圣道学院 终神秀轻轻点头 他看向旁边的颜尘鱼 和颜落雪道 随我来 一座高山之巅 凤华一袭白袍 眼神深邃 气质出尘 师父 看到凤华的时候 颜落雪脸色一洗 子府静巅峰 不错 凤华满脸赞许的 看着颜落雪 颜落雪轻声道 这次多亏了中风主呢 他悄悄打亮中神秀一眼 此刻中神秀在他眼中 就是深不可测和强大 似乎面对任何危局 对方都可以轻易解决 手段滔天 仿佛就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难住他 凤华看向中神秀 抱拳道 多谢中风主照顾小图 凤卯感激不尽 中神秀淡然道 他自己的机缘罢了 和我其实 没有多大的关系 他说的倒也是实话 有些东西 纵然他不在场 该属于颜落雪的 依旧会属于颜落雪 凤华沉应道 落雪这丫头 已经踏入子府境巅峰 我打算带他去某个地方 寻一场机缘 不知中风主 可否有兴趣一同前往 中神秀婉拒道 我还有其他事情 也罢 凤华倒也没有抢求 闲聊一番 他便带着颜落雪离去 中神秀看向颜沉鱼 轻语道 还记得我之前 给你的那道光芒吗 颜沉鱼连忙 将那团光芒拿出来 好奇地问道 师尊 这是什么 中神秀沉应道 这是一缕纯粹 集到神石 可以将你的神魂力 增强数倍 珍贵无比 接下来你就用炼神术 将这道神石炼化 好的师尊 颜沉鱼没有多问 立刻盘膝坐下 炼神术运转 疯狂炼化手中的光芒 中神秀背负双手 默默地在一旁护倒 第138章 十二大帝 推演经文 七天之后 哄 高山之巅传出一声巨响 颜沉鱼身上浮现一道青色力量 青色力量 犹如光柱一般冲入天际 天穷之中云层翻涌 形成一个漩涡 疯狂吞噬周围的灵气 集到神石已经被炼化 颜沉鱼的灵魂增强数倍 修为也即将即突破 身上的力量不断暴涨 一念之间便可踏入子斧境 修 中神秀随手一挥 一道力量掩盖天穷 遮掩异象 他看着颜沉鱼道 先别急着突破 立刻运转混沌影 调动混沌清廉的力量 将至融入丹田之中 不断压缩 以此来开辟子斧 修行 每一步都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子斧这一个境界 子斧开辟的程度 会影响到后续的修炼 子斧开辟的越强大 后续爆发力越恐怖 颜沉鱼若是正常开辟子斧 自然没有丝毫问题 不过中神秀 肯定不会让他做 这种愚蠢的事情 既然要开辟子斧 那么就得开辟之强子斧 否则以后 如何与那些真正的天骄争斗 混沌清廉载体 若是不是时 开辟一番混沌子斧 那岂不是走偏了 颜沉鱼神色严肃 立刻按照中神秀的话办 混沌影运转 混沌清廉的力量被他调动 涌入他的四肢百骸 这些力量在他体内运转周天 最终进入丹田之内 被他不断压缩 灵魂深处 混沌清廉圣洁无比 混沌之力极为浓郁 万古不朽 任由颜沉鱼调动 压缩 这一次调动混沌清廉的力量 颜沉鱼明显发现更为容易了 这是炼化极到神石的好处 他的灵魂力 终于能够适应混沌之力 呜呜呜呜 随着颜沉鱼将混沌之力 压缩在丹田之内 他身上的气息也越来越恐怖 眉心的清廉烙印不断颤动 青色力量与黑色混沌相容 涌入天际 阴云征腾 璀璨夺目 演化天地大道 玄妙无比 时间流逝 三日之后 轰隆 又是一声巨响传出 颜沉鱼身上的气息暴涨 他直接踏入子府境 身上浮现着浓郁的混沌之力 混沌子府 成功了 还算不错 不过 终神秀凝视着颜沉鱼 眼中闪过一抹沉思 单单混沌子府 还达不到他的要求 混沌清廉 混沌银 混沌鲸 按照终神秀所想 踏入子府境 混沌银已经会被自主推演 从而演变混沌鲸 但是从颜沉鱼的情况来看 混沌鲸似乎与他无缘 让我帮你一把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紫色光芒 他随手一挥 鸿蒙塔碎片 瞬间飞向颜沉鱼的眉心 与那清廉烙印贴在一起 哄 不断颤动 青色力量与混沌之力疯狂一出 出来 终神秀语气一冷 大手一挥 鸿蒙塔碎片爆发一股犀利轰 强如混沌清廉 在鸿蒙塔碎片的犀利下 竟然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直接被吸出来 混沌清廉 十二片花瓣 混沌之力强大无比 鸿蒙塔碎片 悬浮在混沌清廉上空 不断压制混沌之力 让其难以影响到周围的天地 运转混沌银 终神秀开口 严陈鱼立刻捏动法诀 运转混沌影 在他运转混沌影的时候 鸿蒙塔碎片微微颤动 一道玄妙的力量 涌入严陈鱼的清廉烙印之内 混沌影经文被扯出来 化作一个个黑色字符 围绕着混沌清廉旋转 咻 随即 严陈鱼眉心的清廉烙印震动 十二尊虚影出现 这正是之前那十二尊大帝虚影 这一刻 他们起到了妙用 十二尊大帝虚影一出 便将严陈鱼包围 他们盘膝而坐 捏动法诀 竟然在推演混沌影 混沌清廉仿佛也受到了共鸣 缓缓旋转起来 混沌之力将十二尊大帝虚影笼罩 鸿蒙塔悬浮在上空 镇压天地万古 终神秀默默地看着 推演混沌影的十二尊大帝 鸿蒙塔碎片 混沌清廉 十二尊大帝虚影 三者齐聚 若是这都不能将完整的 混沌清推演出来 那只能说严陈鱼运气不好 轰隆隆 虚空震动 推演不断 十二尊大帝虚影实力强劲 推演速度极快 黑色字符不断增加 不过他们推演的 也并非是完整的混沌清 每一尊大帝虚影 只推演其中一部分 看来有希望 终神秀见到那些黑色字符出现 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笑容 严陈鱼闭上双眼 神色严肃无比 此刻的推演太过玄妙 他根本看不透 只能等待 三个时辰后 十二尊大帝虚影 推演完成 密密麻麻 数百个黑色字符 围绕混沌清廉旋转 十二尊大帝虚影 则是化作残影 来到混沌清廉的十二片花瓣上 每尊大帝虚影 占据一片花瓣 宝箱庄严 混沌笼罩 场面看起来极为诡异 嗡 鸿蒙塔碎片震动 混沌清廉周围的 数百个黑色字符 直接被他抽出来 这数百个字符 不断碎裂 重组 融合 片刻之后 数百个黑色字符 直接少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 围绕鸿蒙塔碎片旋转 被鸿蒙塔碎片疯狂推演 混沌之力和鸿蒙之力弥漫 映照诸天 气势雄魂 霸道异常 一注相过去 黑色字符又少了一部分 化作一道道黑色残影 涌入颜沉鱼的眉心 这是完整的混沌经 放眼万古 也是极为恐怖的经文 一旦传出去 定然会有无数古族 大能出手抢夺 秀 鸿蒙塔碎片 发出一道柔和的光芒 混沌清廉 回到严沉鱼的灵魂深处 终于成了 终神秀将鸿蒙塔碎片收回 天地间的异象 逐渐消失不见 严沉鱼紧闭双眼 眉头紧锁 大脑里面的东西 太过复杂玄妙 这需要他花费时间 去慢慢参悟异象消失了 宝物难道被人夺走了 快看 那里有两个人 他们定然知道什么 不想活了 我成全你 轰隆 虚空震动 一艘古老的非洲滑破云层 出现在天穷中 非洲插着碧波色的旗帜 旗帜上面刻着落河二字 非洲之上 齐聚着上百人 修为参差不齐 最强者是一位洞玄境的老者 一位身着桃花色长袍的男子 坐在椅子上 身上散发着紫辅境的气息 他神态慵懒 脸上浮现一抹邪魅的笑容 看得出来 这群人是以这位男子为核心 他正是南荒落河门的少主 骆秋迟 异象消失 宝物不见 把那两人抓来问问情况 骆秋迟端着美酒 神色玩味地盯着高山之巅的 颜晨鱼和钟神秀 少主 此事交给我 一位神葬境的中年男子 主动请应 身影一闪 便来到钟神秀和颜晨鱼对面 我等是落河门之人 我家少主要找 你们问话 随我走 中年男子 神色淡漠地盯着钟神秀和颜晨鱼 语气不容拒绝 他能够感受到 颜晨鱼身上的气息就紫腐静 这倒是没有丝毫威胁 抬手便可镇压 至于旁边的男子 身上没有丝毫修炼者的气息 想来也没有多大的威胁 滚 钟神秀语气冷利地 扫了钟年男子一眼 放肆 钟年男子见钟神秀 竟然训斥自己 不禁心中一怒 身上的气息顿时爆发 放眼南荒 落河门或许算不得超级势力 但好歹也是传承万年的门派 抵运不容小事 今日竟然有人赶不给面子 简直是找死啊 不想活了 我成全你 钟神秀随手伸出 轻轻一捏 哄 钟年男子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被捏爆 化作漫天血雾 非洲上的落河门之人见状 不禁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有趣 骆秋迟淡淡一笑 眼底深处却浮现一丝阴冷 他轻轻挥手 秀 非洲的人瞬间冲向下方 将钟神秀和颜晨鱼包围 那位动玄境的老者 倒是没有动手 他神色淡漠地盯着钟神秀 显然并未将对方放在眼里 竟敢对落河门之人下杀手 你不想活了吗 仗着有点实力 就不知天高地厚 简直就是找死 何须与他废话 直接震杀了事 落河门这些人 满脸杀意地盯着钟神秀 严晨鱼缓缓睁开眼睛 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师尊 把他们交给我 严晨鱼轻声道 正好事事突破后的力量 嗯 钟神秀轻轻点头 以严晨鱼现在的境界 混沌之力配合天残道一 碾杀这些人倒是没有丝毫问题 呵 区区子府境也敢大放厥词 落河门一人冷笑道 刺了 结果他刚说完 严晨鱼便来到他的面前 对着他的脑袋便是一拳 砰的一声 此人的脑袋顿时被轰爆 鲜血和脑浆飞洒 无头师坠入地面 找死 一位神脏镜初期修饰健壮 怒吼一声 一柄三尺长剑猛然飞射向严晨鱼 三尺长剑爆射而来 剑气纵横 封锁天地 气势凶利 严晨鱼神色淡漠 随手伸出 骤然握住那柄三尺长剑 什么 那位神脏镜修饰 见自己的长剑被抓住 脸色一变 立刻捏动法掘 想要发起攻击 咔嚓 严晨鱼使劲一捏 直接将长剑捏碎 化作十几刀碎片 噗 那位神脏镜修饰 灵气被毁 受到巨大反噬 一口鲜血喷涌出来 脸色苍白无比 死 严晨鱼弹指一挥 一块长剑碎片 骤然轰杀向那位神脏镜修饰 修 那位神脏镜修饰 还未反应过来 眉心就多了一个猙獰的血洞 灵魂直接碎裂 就此陨落 斩杀第二位落河门修饰之后 严晨鱼瞬间握紧拳头 向着其余人杀去 杀呀 落河门的那些人怒吼连连 各种灵气寄出 疯狂对着严晨鱼发起攻击 一时之间 天地被五颜六色的光芒猛罩 严晨鱼施展踏心步 化作道道残影 那些攻击根本奈何不了他 啊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突然响起 严晨鱼快速靠近一位神脏镜修饰 抬手便是一拳 那位修饰的胸口 被轰出一个血洞 发出一声惨叫后 身躯炸裂 化作漫天血舞 又一位神脏镜修饰覆灭 严晨鱼面无表情地 看向圣鱼的落河门修饰 再次出手 啊 又是一阵阵惨叫声响起 不断有修饰被严晨鱼震杀 子府静 神脏镜根本挡不住他一拳 短暂之间 便有二十几位修饰被严晨鱼震杀 其余的修饰都被吓破了胆 不断后退 眼中露出惊惧之色 一群废物 骆秋迟眉头一挑 神色有些不悦 子府静而已 虽然能跃及而战 但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让老朽解决他 那位老者眼中闪过一丝森冷的杀意 他随手一挥 一柄锋利的血色长刀 猛然斩向严晨鱼 严晨鱼微微醋眉 终神秀往前踏出一步 挡在严晨鱼身前 那柄血色长刀 离两人仅有半米之时 直接停滞 难以往前嘶吼 嗯 那位老者瞳孔一缩 就这么一瞬间的功夫 他与血色长刀的联系已经消失 血色长刀 好像被一股诡异的力量所镇压 想到这里 他不禁死死地盯着忠神秀 眼中露出一丝惊疑不定 忠神秀伸出手 自然地抓住血色长刀 血色长刀并无丝毫反抗之意 忠神秀看向那位老者 一道森冷的杀气弥漫 不好 那位老者只觉得神魂颤动 头皮发麻 仿佛被一头远古巨兽盯上一般 他下意识地想要逃离此处 忠神秀瞬间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刀劈出 血光夺目 刀印璀璨 将天穷劈开 一分为二 霸道绝伦 哄 那位老者连一丝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直接被劈成血物 眼老 看到老者死亡 骆秋迟脸色巨变 立刻起身 转身便要逃走 他知道 这次踢到铁板了 留下必死无疑 吃 忽然 一柄血色长刀 冻穿他的脑袋 鲜血飞洒 染红他的面部 第140章 天出古城 太古凶足 骆秋迟神色一致 瞳孔灰暗 眼中露出一丝不甘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堂堂洛河门少主 有着大好的前程 会就这样死在这里 碰 骆秋迟气息消散 倒在了地上 终神秀随手一挥 血色长刀一震动 骆秋迟的身躯化作飞灰 他站在非洲之上 神色自若的对严晨渝道 继续杀 一个都不要放过 好 严晨渝不再留守 身上的气息暴涨 十二品清廉浮现 长老被杀了 大家快逃啊 洛河门剩余人 已经被吓破了胆 惊恐逃命 可惜注定是徒劳 十二品清廉一出 锋利无比 疯狂收割 所过之处 鲜血飞洒 啊 片刻之后 惨叫声停止 这些人全部被严晨渝斩杀 十二品清廉消散 天地间充斥着浓郁的血腥味 严晨渝站在高山之巅 气息内敛 青色长裙随风舞动 长发飘逸 他精致雪白的脸上 浮现一抹甜美的笑容 啪 终神秀打了一个响指 脚下非洲化作积粉 消散在天地间 他飞身来到严晨渝身边 师尊 我开辟的混沌子斧 好像很奇特 严晨渝满脸认真的 对终神秀道 子斧开辟的越大 储存的力量就越多 后续爆发的战力 自然也就越发强悍 他的子斧 比寻常人的子斧大七八倍 而且还是混沌子斧 里面充斥着浓郁的混沌之力 爆发的力量更为恐怖 终神秀轻轻点头 对于这一切 没有丝毫意外 他轻语道 你拥有混沌清廉 理当如此 不过大道永无止境 子斧镜其实只是一个起步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努力修炼混沌精 修炼混沌精之后 严晨渝的体质 有望成长为混沌体 一旦成长为混沌体 那才是真正的强悍 这天地间 有无数的妖孽怪胎 他们拥有各种强大的 传承体质和血脉 严晨渝若是能够获得混沌体 严晨渝炼化一缕 及到神石 灵魂暴涨了不少 但灵魂这种东西 玄妙无比 自然是越强越好 我会努力的 严晨渝神色严肃地说道 他对着眉心伸出手 一道符文烙印出现 他将符文烙印 递给终神秀道 师尊 这是混沌精 我们一起修炼 终神秀正了一秒 摇摇头 混沌精适合你修炼 但对我而言 意义不大 可是 严晨渝神色有些倔强 一直以来 接下来 我们去天出狱 修 说完 他便化作残影 往天际冲去 严晨渝看着忠神秀的背影 默默地将符文烙印收起 快速跟上去 纵观南荒 地狱辽阔 万遇纵横 无边无际 很多修士穷极一生 都难以踏遍南荒地狱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 南荒这片天地有多大 更不知道南荒之外 还有更大的天地 天出狱 位于南荒以东 乃是南荒一大谷狱 底蕴强劲 极度繁华 天出狱中 有四大势力 分别是天出圣地 踏天古国 东陵圣教 青木圣山 四大势力 底蕴强悍 在这天出狱内 很少有人敢招惹 传闻这四大势力 均有圣人坐镇 至于那些圣人是否还活着 外界倒是不知晓 毕竟没有人敢去轻易试探 天出古城 乃是天出狱最大的城池 城池巨大 城墙厚重 呈现一片赤黄之色 犹如被鲜血浸染过一般 散发着古老神秘的气息 上面笼罩着一些特殊的符文 浑然天成 道运浓郁 玄妙无比 城中街道由白玉石板铺垫而成 干净整洁 每一块石板上面 都有奇特的花纹 仔细观看 好似某种阵法 极为复杂 大街上 车水马龙 人来人往 各种商贩络绎绎 吆喝声不断 街道两侧 均是一些古老的建筑 九四茶楼 十方宝阁 应有尽有 看起来繁华无比 热闹非凡 钟神秀和颜晨鱼 并肩走在街上 师尊 我感觉这城中 好像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颜晨鱼眼中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刚踏入天出古城的那一瞬间 混沌清廉明显出现了一丝异动 钟神秀轻语道 这城下封印着一尊太古凶足 你仔细观察一下 脚下的这些白玉石板 上面均有特殊花纹 其实这些花纹 组成了上百个玄妙的封禁大阵 颜晨鱼看向白玉石板 这些花纹组合起来 确实像是某种阵法 不过这阵法太过玄妙 他根本看不透嘶吼 一尊太古凶足 又得有多强 颜晨鱼好奇地问道 能以凶足著称的 肯定不会弱 钟神秀看了脚下一眼 大圣镜 大圣镜 颜晨鱼又是一愣 圣人之镜 他倒是知晓 但钟神秀所言的大圣镜 他倒是从未听过 整个圣道学院和大厦 都没有涉及到 这个境界的典籍 钟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自若地往前走去 他轻语道 所谓圣道之镜 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 圣人之上 还有大圣 圣王 纵观南荒 一些强大的圣地世家 最强者也不过才圣人 至于大圣和圣王 根本找不到一位 当然 那些古老的禁区 亦或者天出古城 这样的特殊地带 倒是会有超越圣人的生灵出现 颜晨鱼心神一颤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只觉得眼前的道路 更为漫长辽阔 他不过才区区 子府境初期 猴年马月 才能踏入圣道之境 师尊所言的大道 永无止境 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想到这里 他不禁生出一种 要疯狂修炼的感觉 天地间的强者那么多 他现在依旧只是蝼蚁 唯有不断修炼 才能让他看到 更为广袤的天地 才能跟上师尊的步伐 事实上 单论境界来说 他已经和终神秀 走到了同一条道上 第141章 天出矿驱 活血生灵 未来之事 没必要去过多想象 做好眼前之事即可 终神秀摇摇头 嗯 严晨鱼轻轻点头 他又好奇地问道 师尊 这城下的太古凶族 为何会被封印在这里 又是谁封印的 那尊太古凶族境界那么高 怎么会被人封印在这里 封印他的人 实力肯定很恐怖 想到脚下有一尊可怕的大凶 他就有些莫名的心境 终神秀道 看到四周的石方没有 严晨鱼往四周看去 这天出古城之中确实有很多石方 终神秀道 在天出域北部 有一座特殊的矿驱 名为天出矿驱 虽然不如四大禁驱出名 但也凶险莫测 矿驱之中盛产特殊石料 石料里面有道元 宝药 秘法 灵宝等等 数十万年来以来 此域之人不断在天出矿驱采集石料 这也造就了天出古城赌诗行业的兴盛 可是这和下面的大凶有关系吗 严晨鱼眼中露出一抹沉思 终神秀轻轻点头 关系大了 天出矿驱的石料极为特殊 尤其是深处的石料 里面除了有道元 宝药 秘法 灵宝外 甚至还有活血生灵封禁在其中 他微微顿了一下 又倒 古老时期 天出域四大势力的圣人联手 在天出矿驱深处 挖出一块特殊石料 解开之后 里面有一尊活血生灵 正是城下的太古凶族 那四位圣人 自然镇压不住那尊活血生灵 整个天出古城差点覆灭 后来一位老瞎子出现 抬手将那尊活血生灵 镇压在下方 天出矿驱 活血生灵 老瞎子 严晨渝心神颤动 上一世 他根本没有资格接触这些东西 终神秀轻语道 此番来天出域 也是为了天出矿驱之中的一件东西 一件东西 严晨渝有些好奇 能被师尊图谋的东西 定然不简单 终神秀倒也没有隐瞒 直言道 天荒大陆有四大道书 魂 体 法 行 天出矿驱就藏着四大道书之一的体书 如今 他以子辅境巅峰 下一步就是神脏境 在破境前 他需要夺取魂 体两大道书 既修大道 便要修极致大道 否则岂不是对不起他知晓的万般机缘 不过想要在天出矿驱驱走体书 可没那么容易 还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才行 走着走着 两人来到一座石方前面 东陵石方 终神秀盯着这座石方前面悬挂的牌匾 天出古城石方众多 但大多数都是由四大势力所掌控的 眼前这座石方正是东陵圣教的产业 师尊 你要赌石吗 严晨鱼也在打量眼前的石方 眼前这座石方规模看起来倒也不小 先在这里弄点道元 终神秀神色平静 道元后续有妙用 需要提前准备一点 想在东陵石方弄道元 你有那个实力吗 事实 一道鸡翘声响起 一位身着橙色长裙 面容高傲的女子 正带着一群护卫走了过来 女子打量着严晨鱼 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极度和怨毒 很显然 严晨鱼的面容和气质 让她感到不爽 严晨鱼眉头微微一挑 看向女子的眼神带着一丝阴森 哪里来的白痴 无脑挑衅 找死吗 方银小姐 你来了 东陵石方的两个护卫 见到女子出现 眼睛一亮 立刻上前迎接 这方银可不简单 她的父亲是东陵石方的一位负责人 这是他们需要巴结的存在 方银昂着雪白的下巴 神色不屑地扫了严晨鱼和终神秀一眼 东陵石方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的地方 想要进入东陵石方 还得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格 不知死活 严晨鱼眼中寒芒毕露 瞬间来到方银面前 抬手便是一巴掌 啪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方银还未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飞了出去 面部涨红 鲜血一出 倒飞三米 方银堪堪稳住身躯 她捂着脸 神色愤怒 满脸怨毒地盯着严晨鱼道 你 你竟敢打我 你找死 给我拿下他 杀 跟随她来的那些护卫眼中杀意爆发 骤然祭出兵刃 向着严晨鱼杀去 找死 严晨鱼随手一挥 一道清色寒芒爆发 犹如月刃一般切割而出 锋利无比 哄 那些护卫还未靠近 便被拦腰斩成两半 鲜血飞洒 内脏一出 场面极为吓人 方银健壮 不禁脸色难看无比 眼底深处的怨毒之色更为浓郁 连她的护卫都敢杀 简直就是找死了 你们愣着干嘛 杀了她 方银立刻对东陵十方的两位 护卫开口 东陵十方护卫的实力 自然不弱 两人均是练须境巅峰的存在 严晨鱼眼中杀意浓郁 一挥手 一道清光骤然爆射向方银 刺了 方银还未反应过来 她的眉心就被青色光芒 轰出一个血洞 我 方银神色呆滞地站在原地 鲜血一出 染红她的面容 她的眸子逐渐暗淡 眼中露出一丝迷茫 似乎没想到自己会死在这里 一个脑残 没有活着的必要 严晨鱼神色淡默地说道 东陵十方的两个护卫 见方银被震杀 显示愣了一秒 继而脸色阴沉地盯着严晨鱼 你 你竟然杀了方银小姐 你可知她是谁 你难道不想活了吗 啪 严晨鱼一巴掌甩出 直接赏了这两个护卫一个耳光 她冷视着两人 她是谁并不重要 但是你们再给废话半个字 我可以送你们上路 两个护卫心中一宁 竟然真的一句话都不敢说 严晨鱼身上的气息很强大 似乎是一位子辅进的强者 让他们感到忌惮无比 师尊 我们进去吧 严晨鱼声音轻柔地对终神秀道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背负双手往十方里面走去 对于严晨鱼所作之事 并未过多在意 方鱼死了 这可怎么办 一个护卫看着忠神秀和严晨鱼的背影 脸色有些苍白 还能怎么办 如实告诉那位 这两人死定了 另外一个护卫沉着脸道 第142章 这个够吗 道元标价 东陵十方内部非常巨大 各种阵法静置密布 浮光渐渐 绚丽夺目 玄妙之气弥漫 封锁天地 让人心悸 十方四周摆放着密密麻麻的石料 每一块石料都标着价格 动辄就是十万 百万银两起步 标价千万的石料 也有不少 寻常人连观望的资格都没有 石方里面的人很多 他们神色认真地观察身前的石料 石料之中藏着很多好东西 若是能得到其中一样 那么也算是天大的造化 忠神秀并未观望眼前的这些石料 而是继续往前走去 能以金银标价的石料 基本上都很一般 有的石料并非来自天出矿区 是在其余矿洞采来充数的 用来糊弄一下外行 倒也没必要多看 严晨鱼乖巧地 跟在忠神秀身边 眼中多了一丝期待 他也想看看 师尊赌师的本领如何 继续往前走了三百多米 两人来到一个特殊区域 这里的石料稍微少一点 不过每一块石料的标价 都不是以金银来标价 而是以道元标价 以金术来论 从一金到百金不等 百金道元级别的石料 属于最为顶尖的存在 很少有人能拿下 毕竟百金道元可不少 这里摆放的石料 才是真正从天出矿区采摘来的 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看起来神秘无比 这个区域有几十位修士 他们身上的气息更为强悍 最低者都是神葬镜 其中还有几位深不可测的存在 二位客人 此区域是我东陵石方的核心地带 在此赌石 需要燕姿 标准是一金道元 一位娇俏的侍女走了过来 恭敬地对着两人行礼 若是只带着金银 根本没有资格踏入这个区域 唯有带着道元 才能在这个区域走动 忠神秀随手拿出一块八掌大小的道元 这个够吗 侍女看到忠神秀手中道元 这块道元最起码有一金 自然是有资格踏入这块区域的 够了 侍女神色更为恭敬 道元非常特殊 蕴藏的力量强大无比 属于最为顶尖的修炼资源之一 哪怕只是一小块 都能引起无数人的掠夺 更别说一金道元了 很多强大的修士 都不见得可以拿出一金 二位贵客 看你们的样子 应该是出来东陵十方 请问需要我带你们逛逛吗 侍女恭敬地问道 忠神秀收起道元 轻轻挥手 我们自己看看即可 好的 二位贵客有任何需要 都可以随时叫我 侍女行了一礼 便躬身退下 忠神秀带着颜晨鱼 往前走了几步 你看看 这里的石料有何特殊之处 忠神秀对颜晨鱼道 颜晨鱼打量着周围的石料 眼中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这些石料 蕴藏着特殊的力量 这便是天出矿区石料的特殊之处 他走向一块石料 将手按在上面 同时调动鸿蒙塔碎片 碎片并无任何一样 说明石料之中没有特殊的东西 他继续走向下一块石料 与此同时 东陵十方 一个雅间之中 一位气质不凡 身着白色长袍的年轻男子 正端着美酒品尝 脸上露出一抹阴柔之气 他是一位神脏进巅峰的修士 在其旁边 还跟着几个年轻男女 他们均是东陵圣教之人 而那位身着白袍的年轻男子 则是东陵圣教的一位天骄 韩沐云 他的师父是东陵十方的一位造化镜强者 方毅 最近东陵十方的收入大打折扣 教终让我来探查一下此事 你说该怎么办 韩沐云把玩着酒杯 脸上浮现一抹阴险的笑容 在他面前 有一位中年男子 子辅尽后期的修为 他是东陵十方的一位执事 方毅 方毅也很上道 连忙从储物戒指里面取出一个盒子 将其递给韩沐云 添出矿区的石料 采摘困难 最近才补上货 还望韩师兄理解 强者为尊 哪怕他的年龄比韩沐云大了很多 但是对方修为和地位都远超于他 这声师兄 他不得不喊 韩沐云见方毅 只是给了一个盒子 眉头微微一挑 眼中露出一丝不悦 这东陵十方有水风后 他方毅在这里这些年 肯定捞得盆满钵满 现在只给自己这么一点点 有点不合适吧 方毅见韩沐云的脸色 低声道 里面的东西不简单 韩师兄先看看 嗯 韩沐云眼睛一亮 立刻接过盒子 将盒子打开 哄 请客间 一股磅礴的力量扑面而来 韩沐云瞳孔一缩 紧紧地盯着里面的东西 那是三块道源 还有一滴凝固的鲜血 犹如红马脑一般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和微压 上面还有道纹浮现 一看就知道 这低鲜血很势不凡 韩沐云呼吸急促 这低鲜血出现的瞬间 给了他一种巨大的压迫感 甚至连带着自身的血液 都停滞了流动他 连忙关上盒子 心中震动无比 好东西 果然是好东西 若是炼化这低鲜血 他定然可以一步踏入洞玄境 甚至更近一步 方毅道 前段时间 有人从一块石料之中 开出了此物 我觉得此物特殊 便给韩师兄留下了 东陵十方油水封后 想要继续捞油水 自然要把上面打点好 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你倒是有心了 韩沐云眉头舒展 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方之士 大事不好了 突然 门外响起一道急切的声音 方毅脸色一沉 怒声道 何事 方 方英小姐被人杀了 门外颤声道 什么 方毅身体一阵 瞬间握紧拳头 子府境的威压顿时爆发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血光 凶手此刻就在石方之中 门外之人又道 方毅深吸一口气 对韩沐云道 韩师兄 你们先休息一下 我去处理点事情 韩沐云轻语道 方师弟是我东陵圣教的人 林千金自然也是 我东陵圣教的人 有人敢对他下杀手 此时韩某管定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 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下的手 第143章 相信感觉 再赌运气 东陵石方内 终神秀在一番探查下 盯上了一块西瓜大小的石料 这块石料呈现灰暗之色 表面坑坑洼洼的 非常粗糙 犹如被腐蚀过一般 除此之外 并无任何特殊之处 这块石料标价为一金道元 师尊 你看好这块石料吗 见忠神秀盯着这块石料 严陈鱼面露怪异之色 忠神秀轻轻点头 反问道 你觉得这块石料如何 严陈鱼神色认真地说道 老实说 这块石料并未给我丝毫特殊的感觉 所以我感觉它很一般 凭感觉而言 他并不看好这块石料 忠神秀文言 但笑道 相信感觉 就是在赌运气 很显然 你的运气不会太好 若是换作严洛雪说 他感觉哪块石料不错 哪块石料不行 那么对方的感觉 很有可能是准确的 因为对方是天命之女 哪怕随意赌一赌 好运都会站在他这边 啊 这一点倒是 严陈鱼苦涩一笑 一直以来 他的运气都不好 唯一的好运 就是自己重生了 而且还拜了忠神秀为师 或许这是上天 唯一偏向他的一次 忠神秀看向一旁的侍女 这块石料我要了 侍女连忙走过来 他拿出一个布子 找到相应的西瓜石料 在上面做了标记 然后恭敬地对忠神秀道 贵客您好 这块石料售价一斤到圆 您若是要在石方内切实的话 可以等切开之后再支付 行 忠神秀轻轻点头小兄弟 这块石料不行 你若是买下 绝对会血本无归 皮糙则肉糙 这块西瓜石料表面太过粗糙 里面一般不会有东西 周围的石料众多 这块西瓜石料 是我最不看好的 周围的一些修士 见忠神秀打算拿下这块石料 都是一阵摇头 并不看好这块石料 忠神秀不为所动 他对侍女道 去找个切实师傅来 小兄弟 老朽陈静赌食多年 也精通切实之术 不如你这块石料 让我来切如何 这时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了过来 他身上的气息极为雄浑 竟是一尊万象镜的强者 众人见他过来 眼中露出一抹恭敬之色 连忙让开一条道 这老人可不简单 是青木圣山的一位长老 好称青萧子 他时常在天出古城各大石方走动 也是石方的老熟人 不过他的运气似乎不好 购买了不少石料 迄今为止 尚无一块石料回本 很多人都觉得他太美了 也行 忠神秀漫不经心地说道 好好好 青萧子哭咒的老脸上 多了一抹笑容 他随手一挥 西瓜石料到了他的手中 他持着西瓜石料往前走去 来到一个切实场地 众人连忙上去观望 不远处 韩木云等人出现 就是那两人 一个护卫指着忠神秀和颜沉鱼 咔嚓 方毅眼中杀意弥漫 他握紧拳头 手指咔嚓作响 反正他们死定了 暂时不用急 先过去看看吧 韩木云缓缓开口 嗯 方毅深吸一口气 压制内心的杀意 韩木云脸上露出一抹淡笑 带着众人往前走去 各位看好 老夫要切实了 青萧子神色严肃地对众人道 他手持一柄解实刀 青萧子前辈 快点动手吧 众人淡淡一笑 他们本就不看好这块石料 尤其还是青萧子来切实 霉运十足又岂能开出什么好东西 不过看切实的过程 确实很养眼 大家都乐得看 小兄弟 若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要动刀了 青萧子认真地看着终神秀 其实他对自己的运气 也不怎么看好 若是终神秀说一个不字 他就不会切实 终神秀淡然道 切吧 输赢都算我的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青萧子深吸一口气 他不再废话 整个人瞬间严肃下来 宁神尽气 直接对着石料下刀 咔嚓 一刀下去 石料被切开五分之一 并未见到丝毫东西 里面依旧是坑坑洼洼的石料 唉 我就知道 这块石料内没有东西 若是外面粗糙 还有一点希望 但若是内部也粗糙的话 那就无法了 这是一块废料 这可不一定 没有彻底解开这块石料 谁又知道 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呢 这倒也是 我们继续看吧 众人神色凝重 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石料 虽然他们不看好这块石料 但他们本能地希望 这块石料里面有东西 这一刻 他们甚至比终神秀还要紧张 仿佛此刻堵食的 就是他们一般 此刻紧张的还有一人 那就是颜沉鱼 他也在认真地盯着石料 眼中生出一丝期待 能够被师尊 看中的石料 不可能是废料 呵呵 不远处 寒木云嘴角露出一抹不屑之色 一块废料而已 又能如何 咔嚓 青霄子继续动刀 第二刀下去 石料之中 瞬间爆发一阵浓郁的血光 道元 看到血光的瞬间 青霄子心中一震 没想到却能切出道元 这倒是让他震惊 不过想到是他切出的道元 他就心情大好 看来他青霄子的运气 也不是一直都那么差 真的是道元 好浓郁的气息啊 看走眼了 我被打脸了 没想到这块坑坑洼洼的西瓜石料里面 竟然真的藏着道元 这才第二刀就出现了道元 这石料还有大部分没解开 里面的道元个头肯定不小 彩字天出矿区的石料 本就奇特 自然不能以常理来判断 众人神色震惊地盯着石料 呼吸急促无比 师尊厉害 严陈于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师尊选中的石料 果然不简单 若是让他来选择的话 他根本不会选这块石料 韩木云脸色有些阴沉 刚才他还觉得这是一块废料 没想到转眼就被打脸了 这让他的心情莫名的不爽 第144章 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青霄子继续下刀 显得极为谨慎仔细 过了好一会儿 石料彻底被解开 里面有一大团球体状的道元 浓郁的血光弥漫 充斥四面八方 磅礴的力量一出来 让人神魂颤动 仿佛只需要吸上一缕 便可破镜一般 这块道元最起码有石精 青霄子看着眼前的道元 脸上不禁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虽说这块道元不是他的 但毕竟是他切出来的 倒是要看看 谁还敢说他青霄子运气不好 开出这么大一块道元 这难道不就是一种运气吗 众人看着眼前的道元 微微失神 这么大的道元 他们也不是没有见过 只是非常罕见 正常情况来说 能从石料里面切出一小块道元 也算是天大的机缘了 至于这种 动辄就是石精起步的 很多人更是想都不敢想 想要切出这种道元 实力是一方面 关键还得看运气 石精重的道元 寒木云剑这块道元竟然这么大 眼底深处浮现一抹贪婪之色 若是能够得到这块道元 或许他根本不需要 练花那滴神秘的血液 也能踏入洞玄境 想到这里 他的心情有些激动 小兄弟 这块道元不错 我用一件子斧灵器 和你交换如何 子斧灵器 交换石精重的道元 你他妈红鬼呢 小兄弟 我用一株灵药 和你交换这块道元 我有一门不错的功法 也想和小兄弟 交换这块道元 周围的一些修士纷纷开口 遇见这么大的道元 谁又不心动 都滚开 青霄子瞪了众人一眼 他拾起道元 递给终神秀 神色严肃地说道 小兄弟 这是你的道元 这么大一块道元 自己留着最好 没必要交换 终神秀接过道元 收入储物戒指内 轻轻点头 多谢道友提醒 这块道元 恰好还能换几块石料 青霄子文言 心中一动 小兄弟还要继续 趁热打铁 终神秀往前走去 单单十斤道元 还达不到他的要求 这次最起码 也得弄到一百斤道元才行 他竟然还要继续 好气魄啊 天出矿区的石料 本就奇特 里面藏着大造化 若是我有那么多道元 我也会多购买几块石料 我觉得他冲动了 可能最终会血本无归 众人惊讶地看着终神秀 有人觉得他有气魄 也有人觉得他太过冲动 所谓赌石 一刀天堂 一刀地狱 很多人上一秒或许运气好 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下一秒 会直接血本无归 这种情况 在石方之中极为常见 没过多久 终神秀看上了一块石料 这块石料有一米高 呈现人形状 表面石皮松散 灰中带白 带着一些风石痕迹 甚至有细微的沙粒掉落 没有紧实度 这块石料 标价两斤道圆 比西瓜石料贵了一倍 嗯 他要选择那块石料 众人见终神秀战 在那块石料前 不禁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这种石皮松散的石料 一般没有人会去碰 因为石皮松散 就意味着石料密闭性很差 就算里面有道圆等东西 也会因为密闭性差的缘故 导致力量流逝 不过想到刚才的西瓜石 他们还是没有多言 那块西瓜石料 他们也不看好 结果开出了石斤重的道圆 这种事情 谁又说得准呢 机会来了 韩木云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副手走向终神秀 但笑道 这位朋友 在下韩木云 东陵圣教的弟子 也是这十方的一位负责人员 看你的样子 你似乎比较看好这块石料 不如我们来赌一把如何 赌 终神秀看向韩木云 韩木云满脸自信地说道 没错 就是赌一把 我赌这块石料里面 没有任何东西 我若是赢了 我需要你身上那块石斤重的道圆 若是我输了 你便无需支付这块石料的费用 如何 呵呵 这小子打得好算盘 用售价两斤的石料 去和人家的石斤道圆对赌 简直无耻啊 这韩木云可不简单 是东陵圣教的一位天骄 他的师父是一位造化敬抢者 原来是造化敬抢者的弟子 难怪这么无耻 他明明可以抢的 却还要和人家赌 在场的一些修饰 神色玩味地盯着韩木云 在场一些修饰 背景都不简单 自然不会太把韩木云当回事 韩木云将众人的言论听在耳里 脸色有些不自然 却还是故作微笑地看着中神秀 可敢与我赌一把 你什么身份 我什么地位 你也配合我赌 滚一边去 中神秀神色淡漠 对赌 区区跳梁小丑 也有资格和他赌吗 你 韩木云脸色一沉 没想到中神秀会说这种话 这简直就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再狠狠地打他的脸 这里是东陵十方 是我东陵圣教的地盘 阁下在别人的地盘也这般狂妄 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韩木云冷试着中神秀 郭躁 中神秀抬手就给了韩木云一个大嘴巴子 啪 韩木云还未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如炮弹一般倒飞 狠狠地撞在墙壁上 一张脸已经爆裂 鲜血直流 血肉模糊 看起来凄惨无比 放肆 看到韩木云被打 东陵圣教的那些年轻人顿时大怒 纷纷祭出兵刃杀向中神秀 找死 严臣于眼中杀意爆发 随手一挥 十二品清廉飞射而出 化作一道道寒芒 锋利无比 啊 一阵惨叫声响起 东陵圣教的那些年轻人 纷纷被清廉轰成血污 死得不能再死 一些十方护卫也握着兵刃 神色有些惊具 想死的 可以上前一步 严臣于眼神森冷地盯着东陵十方的那些护卫 那些护卫心中一宁 不敢上前 你 你们竟然杀了东陵圣教的弟子 难道是要和东陵圣教为敌吗 方毅死死地盯着严臣于和中神秀 神色震怒 立刻将一块宝玉捏碎 显然是在向上面传递消息 这两人先是杀了他的女儿 又在十方内杀人闹事 简直就是肆无忌惮 这无疑是在挑衅东陵圣教 试文万年以来 又有几人敢在东陵十方闹事 哦 差点把你忘了 之前你杀意倒是不小 看来那方毅与你有些关系 严臣于瞬间来到 来到方毅面前 对着方毅的脑袋便是一拳 此人之前接连对他们露出杀意 真当他没有感受到吗 小鬼不死 麻烦不断 既然是麻烦 那就该早点解决 碰 方毅还未反应过来 脑袋直接被轰爆 变成一句无头诗第145章 跳梁小丑 内心戏多 方直视 看到方毅被轰杀 那些护卫发出一道惊恐的声音 哦 原来姓方啊 倒也没有杀错你 严臣于脸上浮现一抹冷艳的笑容 不知为何 在杀人的时候 他的血液竟然在沸腾 内心生出一种变态的兴奋之感 就仿佛他天生就适合当个反派 适合做一些血腥杀戮的勾当 在场的众位修士 凝视着终神秀和颜臣于 倒是没想到 这二人如此果决 竟然直接在东陵十方那杀人 这是有所依仗 还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 不过这两人的修为都不弱 尤其是那男子 抬手便可将神葬进巅峰的寒木云击飞 最起码也得是动玄境的修士 倒是让人惊讶 看来这两人的来历也不简单 唉 他们惹大麻烦了 有人轻轻一叹 不认为终神秀和颜臣于 能翻起多大的浪花 东陵十方乃是东陵圣教的产业 很少有人敢在这里闹事 更别说直接在这里 杀死东陵圣教的弟子 这已经不是挑衅 东陵圣教那么简单了 这完全就是在打东陵圣教的脸 刚才那方毅似乎将消息传出去了 想必东陵圣教的强者 很快便会到来 这两人的实力或许不错 但也能抵挡东陵圣教的强者 青霄子神色复杂地 看向终神秀道 小兄弟 在东陵十方杀了人可不是小事情 我觉得 你们此刻可以离开了 东陵十方 作为东陵圣教的聚宝盆之一 这里出了事 肯定会有强大的修士来正常 这两人估计很难活命 离开 哪里有那么容易 今日他们必死无疑 一道怨毒之声响起 韩木云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眼神森冷 面部的伤势快速恢复 只见他祭出一张金色符纸 符纸弥漫着一股造化之威 这里面封印着造化镜强者的力量 哄 终神秀瞬间来到韩木云身前 一把捏住对方的脖子 然后一手按住对方的手臂 使劲一折 咔嚓一声 韩木云的手臂断裂 符纸掉在地上 连催动的资格都没有 啊 韩木云发出一道淒厉的惨叫声 你身上似乎有好东西啊 打开你的储物戒指 终神秀默然道 就在韩木云刚才祭出兵刃的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一丝玄妙的气息 任主的储物戒指 一般而言 唯有宿主自己能开启 外人纵然得到戒指 也很难开启 若是以外力强行开启 里面的禁止会被触发 从而毁掉里面的东西 这也是终神秀很少摸失的原因 啊 你休想 韩木云愿毒地说道 那就死 终神秀语气森冷 直接将韩木云提起来 手中微微用力 你 韩木云呼吸困难 脖子仿佛要碎裂一般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脸上多了一抹惊恐之色 饶命 他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连忙将储物戒指打开 这一刻 他可不敢继续嘴硬 终神秀随手一挥 将韩木云储物戒指里面的所有东西 全部转入自己的虚空间内 东西给 给你了 放了我 韩木云颤声道 终神秀缓缓松手 韩木云松了一口气 心中却生出无尽的杀意 只要等东陵圣教的强者到来 他一定会让此人生不如死 哄 下一秒 终神秀一拳轰出 直接将韩木云的身躯轰爆 你 韩木云神魂覆灭的瞬间 发出一道微弱之声 似乎想不通 为何对方还会杀他 跳梁小丑罢了 哪里来那么多内心戏 终神秀淡然道 他轻轻挥手 地面上的金色符纸 飞向严陈鱼 此物给你 终神秀道 谢谢师尊 严陈鱼接过符纸 脸上浮现一抹甜美的笑容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两人 竟然把韩木云也杀了 要知道对方的师父 可是一尊造化镜强者 这是要彻底把东陵圣教得罪死吗 这两子 算是彻底结下了 不可能解开 不过似乎杀不杀韩木云 这矛盾都不可能化解 多杀一个 也不亏 小兄弟 虽然你实力不错 但老夫还得提醒你一句 东陵圣教有圣人作证 你招惹不起啊 清潇子沉声道 别说圣人了 哪怕来一位造化镜的强者 两人又如何抵挡 或许吧 终神秀满不在乎地说道 圣人 天初遇四大势力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圣人 新年四大势力的圣人 在天初矿区深处 带出了那块特殊的石料 开出了活血生灵 虽然那尊生灵被镇压了 但那四位圣人 也沾染了矿区的诅咒 没过多久 他们又一次进入天初矿区 便再也没有回来 此事哪怕四大势力 自己都不怎么清楚 或许那些老古董 知晓他们圣人消失之事 但绝对不知道 那四位圣人去了天初矿区 估计他们还以为 自家圣人在哪里游历呢 终神秀没有理会众人 他随手一挥 将那块外壳松散的石料 和其余四块标价 两斤道元的石料收起来 这五块石料 我要了 终神秀将身上的两块道元 随手丢给一位侍卫 那位侍卫脸色苍白 走了 终神秀看了严晨渝一眼 这石坊里面 几块不错的石料 均已到手 倒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嗯 严晨渝跟着终神秀离开 众人也是赶紧离去 继续留在这里 恐怕会出大问题 可惜了 青霄子轻轻一探 便转身离去 城外 一座山丘上 终神秀将五块石料全部切开 璀璨夺目的道元 出现在他的眼前 一共五大块 最大的一块有四十多斤 总的加起来一百三十多斤 也算是一笔丰厚的资源 有着一百三十多斤道元 接下来的事情 倒是会简单很多 问 就在此时 天穷被无尽乌云笼罩 四周变成一片灰暗之色 一道道恐怖的威压 将天地封锁 来了 严晨渝抬头看向虚空 第146章 宝不错 我笑纳了 哄 空间震动 虚空中出现五道虚影 他们身上弥漫着恐怖的威压 道道光芒浮现 气势雄浑 狂风呼啸不断 云层疯狂翻涌 五位万象镜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 盯着虚空中的五道虚影 问 五道虚影往前踏出一步 周围乌云被震散 露出他们的本尊 有神态威厌的中年男子 有成熟妩媚的少妇 有面容阴翼的少年 有白发苍苍的老者 还有身材勾楼的老玉 他们看向终神秀和颜晨渝 眼神冰冷无情 敢在东陵十方冒事 还敢杀死东陵圣教的弟子 你们胆子倒是不小 那位面容阴翼的少年 冷冷地开口 他看起来十五六岁的样貌 但最起码也是修炼了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老怪物 东陵圣教也 没什么了不起的 终神秀漫不经心地说道 胆子来源于实力 亦或者无知 我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给了你如此胆气 少年冷然一笑 往前踏出一步 一股万象之威 瞬间碾向终神秀 终神秀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他看了五人一眼 淡然道 你们太弱 还是让那位出来说话吧 虚空中还藏着一尊造化镜强者 五位万象镜 加一位造化镜 确实不简单 五人眉头一挑 作为万象镜的强者 还是第一次被人说成弱 既然他觉得我们弱 那便一起出手吧 我也想看看 他到底有何三头六臂 那位神态威严的中年男子 沉生道 这天地间 从来不缺乏自以为是的蠢货 但眼前之人绝对不是蠢货 面对五位万象镜 还这般镇定 这明显是有所依仗 嗯 五位万象镜修饰 也不再废话 他们捏动法觉 身后瞬间出现五道特殊异象 有金光闪闪的巨剑 有笼罩神秘迷雾的镜子 有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宝塔 有通体碧绿的异草 还有面容争鸣的娇蛇 五种异象一出 五人的气息明显更为可怕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对严陈渝道 这五种异象并非是宝物 而是他们倒映的演化 万象镜是一个特殊的境界 倒映可演变特殊之相 万象出现 战力提升 越是强大的象 对敌人的压制越强 明白了 严陈渝满脸认真的点头 出手 五位万象镜修士眼中寒芒弥漫 五种异象爆发恐怖的力量 猛然轰杀向终神秀 终神秀随手一挥 六道炉出现 轰隆 六道炉向着前面轰去 看起来平淡无奇 上面也没有附带丝毫威压 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炼丹炉 碰 五位万象镜修士的攻击 与六道炉碰撞在一起 顷刻间便被震散 甚至连带他们身后的异象都出现了裂痕 什么 五位万象镜修士身体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来 眼中露出一抹亥然之色 他们死死地盯着六道炉 这是什么炉子 竟然这么恐怖 去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天荒地落颜将六道炉包裹 再次轰杀向五位万象镜修士 不好 五位万象镜修士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威压 下意识地要躲避 却发现他们所在的空间已经被锁定 根本躲不了 没有丝毫犹豫 他们立刻寄出宝物 五件万象灵器悬浮在他们身前 欲要抵挡六道炉的威压 轰隆 下一秒 空间震动 节节爆裂 火光滔天 天地被坟灭 方圆石里被夷为平地 化作一片荒芜地带 一股焦虎味弥漫 啊 一阵惨叫声响起 五位万象镜修士的灵器碎裂 他们的身躯也随之灰飞烟灭 根本挡不住 万象镜而已 终究是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六道炉悬浮在虚空中 金色火焰弥漫 万象或许不弱 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一切皆是徒劳 哼 就在此时 虚空中探出一只青色大手 一把抓向六道炉 很显然 那位造化镜强者知道 六道炉是至宝 想要强行夺取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着那只大手 抓向六道炉 找死罢了 就在大手刚抓住六道炉的瞬间 烈焰爆发 哼 那只大手 陡然间被焚为灰烬 嗯 虚空中 传出一道惊奇的声音 只见一位身着青色长袍的老者走了出来 他身上散发着造化镜的气息 身后顶着一轮青色光圈 光圈旋转 上面带着雄魂的力量 天地一火吗 看来老朽运气不错 老者缓缓开口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他的目光又落在终神秀身上 淡然道 小子 老朽乃是东陵圣教的长老古天成 你杀我弟子 还在东陵十方闹事 此事理当给个说法 只要你交出这尊炉子和一火 我或许可以饶你一命 造化镜罢了 哪里来的底气 终神秀身影一闪 出现在虚空中 他单手托着六道炉 对付这位老者 他甚至都不需要动用圣徒术 看来 你是不打算商量了 古天成一步踏出 空间裂痕骤然加大 他随手一挥 五面颜色各异的战旗飞射而出 组成一个特殊的五行阵法 将终神秀封锁在其中 处在阵法之中 终神秀只觉一股巨大的压力袭来 修为受到巨大的压制 但他的神色依旧平静无比 古天成伸出手 取出一枚石斧纸 他捏碎石斧 一道玄妙的力量融入阵法之中 阵法的气息再次暴涨 古天成默然道 此乃大道五行旗 乃是问道静强者祭奠的质宝 融入了一滴圣人之血 一旦组成五行杀阵 纵然是问道静强者来了 也得被束缚 已或许有点实力 但注定跌血于此 宝不错 我笑那了 终神秀卿语道 不知所谓 震气 古天成冷然一笑 捏动法诀 五面战旗疯狂旋转 阵法被激活 杀伐之气疯狂弥漫 第147章 圣人出手 一滴地血 杀 古天成冷喝道 轰隆隆 大道五行旗爆发恐怖的威压 毁灭之力冲斥 需要将终神秀 直接碾成血污 哼 面对大道五行旗 你纵然有三头六臂 今日也必死无疑 古天成冷笑连连 凭借此战旗 他斩杀过不少造化竞强者 从未施过手 是吗 终神秀不置可否 他随意打了一个响指 大道五行旗的威压 瞬间消散 什么 古天成见此一幕 不禁瞳孔一缩 眼中惊恶之色 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终神秀伸出手 大道五行旗 瞬间向他飞来 不断变小 最终飞入他的手掌之中 在他手掌上悬浮 怎 怎么可能 古天成语气颤动 此刻他与大道五行旗的联系 已经消失了 西年为了炼化这五行旗 他可是耗费了巨大的代价 才将自己的神魂烙印打上去 但是此刻烙印已经被抹去 这让他感到惊慌 大惊小怪 终神秀随手一挥 大道五行旗飞出 瞬间将古天成包围 起震 终神秀淡然道 轰隆 大道五行旗顿时运转 杀伐之气爆发 大道威压轰出 所在的空间被撕裂 这股威压 可比古天成催动得要强上数倍 啊 不 古天成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身躯直接被绞成血污 根本没有一丝抵抗之力 面对彻底被激活的盗气 造化镜显得有些渺小 他或许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宝物 会成为杀死自己的戾气 哄 片刻之后 古天成神魂被彻底磨灭 秀 终神秀轻轻挥手 大道五行旗飞回他的手掌中 不错的盗气 终神秀看着手中的五面战旗 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嗡 突然 云层颤动 虚空化作一片灰暗之色 一只巨大的树眼出现在天际 树眼紧闭 上面笼罩着密密麻麻的道文 这只树眼散发的气息极为恐怖 比刚才的古天成身上的气息 强了不知多少倍 东陵圣教的问道镜强者隔空出手 死 一旦淡漠之声响起 虚无缥缈 神秘无比 哄 树眼骤然睁开 一道血色光柱轰沙而下 田穷直接被冻穿 大道之威爆发 催枯拉朽 凶猛至极 世尊 小心 严臣于脸色一变 连忙开口提醒 这倒是有点看法 终神秘淡然道 他抬手一阵 太虚境飞出 圣徒爆发 轰隆 圣徒之力 与血色光柱对轰在一起 咔嚓 下一瞬 血色光柱被轰碎 甚微不减 狠狠地轰击在那只树眼上 轰隆 天穷一阵 血光飞散 那只树眼直接被轰爆 天雨都被轰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圣 圣人 虚空中传出一道惊恐之声 终神秘捏动应觉 太虚境再次发威 一道力量光柱洞穿虚空 向着未知地带轰去 与此同时 天出狱 东陵圣教的一片谷地中 一口腐烂的棺材 从地面冲出 咔嚓 棺盖碎裂 一位浑身死气的老者爬出来 他眉心碎裂 双眼爆裂 鲜血流淌 圣人 不好 老者发出一道惊恐之声 没有一丝犹豫 立刻碎裂虚空 便要逃离这片天地 可惜却晚了一步 哄 一道力量光柱自天而降 洞穿东陵圣教的护教大阵 骤然将这片谷地轰爆 不 老者惨叫一声 顿时灰飞烟灭 咔嚓 整个东陵圣教震动 地面疯狂坍塌 诸多建筑化作积粪 片刻之间 东陵圣教四分五裂 一半天地消失不见 诸多东陵圣教的强者冲天起 眼中露出惊慌之色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圣人对我东陵圣教出手 所有人立刻离开 东陵圣教一些神秘地带 一道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那些老古董也被惊动了 纷纷从沉迷中苏醒 套 很多人反应过来之后 连忙逃命 根本不敢过多逗留 天出狱中 不少强者有所察觉 立刻抬头看向东陵圣教的位置 有圣人对东陵圣教出手 东陵圣教这是干了什么事情 圣人进犯 为何不见东陵圣教的圣人出面 该死 圣人出手 估计整个天出狱都会被打崩 无数人脸色巨变 刚才那道圣威太过可怕 让他们感到心静 虚空中 终神秀随手收起太虚静 圣威消失 倒也没有继续对东陵圣教出手 否则此刻的东陵圣教 已经化作一片灰烬了 师尊威武 严晨渝神情振奋 每次师尊出手 都给他巨大的震撼之感 真的太恐怖了 终神秀看向严晨渝 轻语道 接下来去天出古城 找个地方住下 嗯嗯 严晨渝连忙点头 秀 两人化作残影 消失在此处 没过多久 有些强者来到这里 他们看着周围的痕迹 神色凝重无比 天出古城 一间客栈中 终神秀心念一动 一个盒子出现在他的身前 咔嚓 他打开盒子 里面有三块道圆 一滴鲜红的血液 这是 地血 终神秀凝视着这滴鲜红的血液 感受到了一股地威 这滴鲜血被某种力量禁锢 威压并未彻底爆发 嗯 终神秀眉头一挑 这滴地血之中 还藏着一缕黑芒 带着一丝诅咒之力 地血之中藏着诅咒 有意思 终神秀呈应道 地血价值很高 倒是可以以后使用 他没有继续探查 快速将其收起 随后 他又从储物戒指里面取出一物 正是之前在大荒山获得的十剑胚胎 终神秀握着十剑胚胎 神魂将其笼罩 却并无特殊的发现 此物无灵 好似真的只是一柄剑胚 是最为原始的样子 他思索一下 取出六道炉 二者顿时碰撞在一起 十剑胚胎 却没有丝毫痕痕迹 果然是好东西 倒是可以将其继练成一剑神剑 终神秀暗道一句 连六道炉都不能将其撞碎 这十剑胚胎 绝对是炼制神剑的绝佳之物 第148章 天出道体 道也不弱 没过多久 东陵圣教 差点被圣人覆灭的消息 彻底在天出古城传开 听说没有 东陵圣教得罪了一尊圣人 差点被灭了 此事已经传开了 之前各位应该感受到了 那股可怕的力量 那便是圣人在出手 东陵圣教被圣人一击打得四分五裂 一位问道境的老古董 更是直接被轰杀 也不知东陵圣教 是如何得罪那位圣人的 东陵圣教不是有圣人作证吗 若有其他圣人进犯 东陵圣教的圣人为何不出面 圣人级别的强者 追寻无上大道 不可能一直都在待在圣教里面 估摸着在外界游历 各大九四茶楼 均在谈论此事 东陵圣教 作为天出玉四大势力之一 底蕴自然恐怖 结果却差点被强者抹去 这让人感到骇然 看来强如这些高高在上的大势力 面对大能的时候 也很显得脆弱 而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却根本没有理会外界之事 三天之后 天出古城又有事情发生 最新消息 天出圣地带来一批特殊石料 邀请各方强者前去赌石 观望 地点就在天出石方 天出玉四大势力中 天出圣地实力最强 天出石方亦是天出古城最大的石方 里面的石料非常多 天出圣女已经抵达天出古城 此次赌石由她作证 天出圣女可是天出玉第一美人 亦是男皇年轻一辈中的天骄 传闻她气质如仙 绝代倾城 或许这一次 我等可以瞻仰一下她的美貌 天出圣女不但容颜若先 而且听闻她还拥有强大的道体 实力深不可测 一间客栈中 众人在兴奋地谈论 此次赌石之事 尤其是谈到天出圣女的时候 无数男子更是露出了期待之色 天出圣女 号称天出玉第一美人 平日里都在天出圣地修炼 外人根本没有资格见到 此次她来天出古城 倒是可以看看她 是否真的如传闻中那般惊艳 很多人谈着谈着 就相拥着离去 赶往天出石方 欲要瞻仰圣女先姿 在一个靠窗的位置 终神秀端着美酒 默默品尝 颜尘鱼则是拿着筷子 加起美食品尝 师尊 那天出圣女厉害吗 颜尘鱼面露好奇之色 天出道体 倒也不弱 终神秀轻轻点头 颜尘鱼神色有些惊讶 能够被师尊如此评价的 自然不会简单 他又问道 他和玄天圣女相比 孰强孰弱 玄天圣女 也是年轻一辈中的天骄之女 实力也很强大 终神秀没有回答 这个不好比较 只能说各有各的优势 在原剧情之中 玄天圣女出场的次数多 战力不凡 而天出圣女出场的次数 稍微少一点 胜在神秘 剑中神秀没有回答 颜尘鱼也没有多问 只是眼中生出了一丝战意 总有一天 他也要和这些天骄之女 好好争斗一番 过了一会儿 终神秀放下酒杯 清语道 接下来我们去天出石方 天出石方中 此刻多了一批特殊的石料 大批石料来自天出矿区深处 或许是担心 新年切除活血生灵的事情发生 天出圣地 根本不敢独自切石 所以才邀请各方强者前去观望 而那批石料之中 恰好有终神秀需要的东西 好的 颜尘鱼起身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他也想看看 那天出圣女到底场什么样子 两人走出客栈 街上的一些修士 正极匆匆地往一个方向赶去 目的地显然是天出石方 终神秀和颜尘鱼 跟着这些修士往前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一座巨大的石方前面 石方犹如巨型宫殿一般 有通道 广场 内殿之分 比东陵石方大了几倍 气势如虹 助力天地 大门上方挂着一块白玉牌匾 上有天出石方 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大门的位置 站着十几位神葬镜的护卫 他们手持冰刃 神色严肃无比 这次的石料极为特殊 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若是有人敢在这里闹市 下场一定会非常惨 此刻 诸多修士正排在不同的通道前面 依次往石方里面走去 来到一座巨大的广场上 广场中央 摆放着上百块散发着特殊气息的石料 由四位天出圣地的万象镜长老 镇守广场上 齐聚着上千人 军士满脸 好奇地盯着那些石料 由四位万象镜强者镇守 甚至连天出圣女都会到场 看来这些石料很不简单啊 终神秀随意扫了这些石料一眼 便不再过多理会 这些石料 同样是彩自天出矿区 不过并非是他盯上的 那批特殊石料 吼 突然 天际传来一阵猛兽咆哮声 震得云层翻涌 众人立刻抬头望天际看去 只见虚空中出现一头凶兽 吼 那是一头青色的巨鸟 他双眸凌厉 身上布满青色淋雨 爪子锋利 翅膀巨大 挥舞之间 搅起阵阵进风 气息不弱 是一头五级妖兽 而在其背上 则是有一位身着青色长袍的年轻男子 他背负双手 神色屁腻 眉心有特殊道文 清光浮现 演化成一棵树 看起来极为不凡 五级妖兽青灵鹰 青木圣子来了 有人宁声道 青木圣子 乃是青木圣山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 传闻其已经是洞玄境的修士 实力很强 而且 对方再赌石一道 造诣也非常高 在离地面百米的位置 青灵鹰骤然停下 青木圣子飞升而下 他来到广场中 看着广场上的石料 微微摇头 天出圣地给出的 若只是这批石料 我或许会很失望 青木圣子 看向天出圣地的四位万象镜修士 放心 其中一位万象镜修士 对着青木圣子淡淡一笑 这些石料不过是开胃菜 至于那批特殊的石料 需要等下才会出场 青木圣子抬头看向天际 淡然道 踏天圣子 东陵圣子 既然来了 就一并出来吧 第149章 踏天谷国 踏天圣子 秀 随着青木圣子话音一落 两道残影瞬间从虚空中飞升而下 来到广场上 身上的气息看起来有些不稳定 他是东陵圣教的圣子 动玄境的修士 另外一人 身着古老的灰色战甲 战甲覆盖他的全身 连头部都掩盖 密不透风 让人看不清他的长相 整个人看去 宛若一个铁疙瘩 而且他身上的气息 也全部被掩盖 让人难以看到嘶吼 在场却无人敢轻视他 因为他是踏天谷国的圣子 实力沉迷 背景沉迷 神秘莫测 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而踏天谷国也不简单 传承古老 底蕴雄魂 亘古存在 有古老传言 踏天谷国背景神秘 藏着巨大的秘密 放眼天出狱 如今也就天出圣地 比之稍微强上一份 至于青木圣山和东陵圣教 则是不如踏天谷国 青木圣子和天出圣地的 四位万象镜强者 均在盯着踏天圣子 他们神色凝重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这踏天圣子极为神秘 他身上的灰色战甲也不简单 竟然可以 将他的气息全部掩盖 让人很难看透 每天藏在这密不透风的战甲之中 不闷吗 青木圣子缓缓开口 踏天圣子一言不发 或许是懒得多说 或许是不屑多言 哼 青木圣子淡淡一笑 眼底深处 却闪过一丝幽光 这踏天圣子 绝对是个强敌 对方的气息虽然被遮掩 但给他一种莫名的忌惮之感 师尊 此人这战甲好奇特 严陈渝凝视着踏天圣子 对方身上的战甲很不简单 竟然可以阻挡灵魂之力探查 如今 他的灵魂之力已经很强大了 但依旧难以看穿那件战甲 这是踏天谷国三大圣器之一的天圣甲 终神秀漫不经心地说道 在他说出天圣甲三个字的时候 踏天圣子瞬间往他看来 一股玄妙的力量弥漫 众人的目光也纷纷落在终神秀身上 随后又看向踏天圣子 眼中露出一抹惊恶之色 踏天谷国三大圣器 天圣甲 据他们所知 踏天谷国似乎只有一件圣器 名为战天矛 至于什么天圣甲 他们更是闻所未闻 此人莫不是在胡说八道 而轻木圣子等人则是面露一色 此人若真只是胡说八道 踏天圣子不会是这种反应 你竟然知道天圣甲 踏天圣子缓缓开口 声音有些嘶哑 他这话也在告诉众人 终神秀没有胡说八道 他身上的确实是一件圣器 轻木圣子眉头一皱 以前可从未听闻 踏天谷国有三件圣器啊 正常来说 每位圣人只会祭练一件本命圣器 踏天谷国才有一位圣人 怎么会有三件圣器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踏天圣子一眼 没有回答 他对这天圣甲的了解 远超踏天圣子 甚至连踏天谷国的底细 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踏天谷国年轻一辈中 最为厉害的不是踏天圣子 而是另外一位女子 对方体质特殊 一人掌握着两尊圣器 见终神秀没有多言 踏天圣子也不再多问 此刻他的内心肯定有些震动 众人眉头微皱 看向踏天圣子的眼神 充满了惊疑不定 踏天谷国又出现了一件圣器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 有必要向上面汇报一下 他们又凝视着终神秀 眼中露出一抹诧异之色 这人又是什么来历 竟然能把这件圣器的底细扒出来 他似乎比较了解踏天谷国呀 嗯 他们不是三天前 在东陵十方闹事的那两人吗 有人神色怪异地说道 还真是他们 又有人盯着终神秀和颜沉鱼 有些惊讶 其余人则是想到了三天前的事情 东陵圣教在被圣人打崩之前 似乎有两人在东陵十方闹过事 不知这两件事情 是否存在联系 众人不禁看向东陵圣子 神色有些怪异 闹事者就在这里 东陵圣子会怎么办 让众人失望的是 东陵圣子一言不发 似乎并未在意此事 他不是不在意此事 而是有着自己的忌惮 这人能一口道出 踏天谷国的第二件盛气之事 这就不简单 而且在东陵十方闹事之后 东陵圣教派出强者去镇压 结果那些强者全部覆灭 之后 东陵圣教就遭遇了圣人攻击 这事情属实诡异 在不清楚此人底细之前 东陵圣子又岂敢乱来 不得不说 聪明的人往往能活得更久 就在刚才那么一瞬间 但凡他对终神秀和颜沉鱼 露出一丝敌意 此刻他已经变成飞灰了 嗨嗨 天出圣地的一位万象镜强者 见现场气氛有些诡异 他轻轻一咳 将众人的目光吸引过去 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台阶 感谢各位此次赏脸来天出石方 想必大家都是冲着那批特殊石料来的 甚至有道友 想要对那批石料进行一番赌视 不过那些石料属实不简单 售价也高得离谱 在此之前 需要大家备好道员 这里有诸多石料 感兴趣的道友 倒是可以先玩一玩 提前弄点道员 天出圣地的那位万象镜强者笑着道 好家伙 这是在提前推销一些 无关紧要的石料吗 天出圣地已经这么落魄了 有人讥讽道 老朽可以肯定地告诉各位 这些石料 全部都是来自天出矿区 并非无关紧要 接下来就当给各位热热手 好些还在后头呢 那位万象镜强者 神色严肃地说道 天出圣地再穷 也不会穷到坑众人的道员 所谓让众人提前练练手 其实是想提前选出一批能人 因为后续那批石料出来的时候 一般人明显是没有资格染指的 没兴趣赌这些石料 敢问需要多少道员 才能拿下那些特殊石料 有人言语不爽地问道 那位万象镜强者认真道 最低一百斤道员 而且只能拿下一块 第150章 百斤道员真的不贵 什么 一百斤道员一块 你怎么不去抢啊 那人一听 顿时脸都变了 一百斤道员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试问在场的上千修士 又有几人能拿出一百斤道员 别说一百斤 很多人估计一小块都拿不出来 天出圣地那位万象镜强者 试笑道 一百斤道员一块石料 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 正常情况来说 那批石料是无价的 轻木圣子陈应道 所以天出圣地的那批石料 真的是来自天出矿区深处 众人目光一宁 立刻安静了下来 之前便有小道消息传出 天出圣地的那批特殊石料 踩自天出矿区深处 那可不是矿区外围的石料 能比的 若石料真的来自矿区深处 那么百斤道员一块 确实不归那位万象镜强者 神色严肃地说道 没错 那批石料确实来自天出矿区深处 半年前 我天出圣地有强者进入那里 最终带出了那批特殊的石料 天出圣地的那位圣人 已经消失了漫长的岁月 天出圣地的那些老古董 不可能无动于衷 他们一直都在探查圣人的下落 一位素老隐隐有所猜测 圣人的消失 或许和天出矿区有关 于是心意狠 便入了天出矿区深处 虽然他并未找到那位圣人的踪迹 但也成功带出了一批石料 不过那位素老沾染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现在情况也不妙 竟然进入了矿区深处 不知天出圣地可有特殊发现 青木圣子宁身问道 天出矿区深处 藏着大秘密 凶险莫测 圣人踏入里面都很难活着出来 更别说其他的生灵 天出圣地的强者不但进入其中 而且还带出一批石料 属实让人震惊 那位万象镜强者笑了笑 没有回复青木圣子 他又看向众人道 正是因为那批石料太过特殊 所以才会邀请大家来这里一起赌视观望 百经道员一块 真的不贵 确实不贵 众人明白他的意思 知道这是天出圣地有所顾忌 古老时期四大势力的圣人 在矿区深处带出一块诡异的石料 里面竟然切出来一尊活血生灵 整个天出古城差点负面 如今天出圣地再次从矿区深处 带出一批石料 自然不敢独自切开 否则一旦出现问题 天出圣地估计就没了 各位道友 若是身上道员足够 可以不用理会眼前这批石料 直接等待后续那批石料即可 但若是差点的话 可以考虑堵一堵眼前的石料 那位万象镜强者继续道 有道理 一些修士走出 向着广场中央的石料走去 他们带着一些道员 但没有百经 倒是可以用眼前的这些石料搏一搏 若是连一百斤道员都凑不起 他们也没有资格 燃指矿区深处的那批石料 广场上的石料 均是以道员标价 价格普遍在一斤道员到五十斤之间 师尊 严晨鱼看向中神秀 这广场上摆放的石料 其实也不简单 均带着特殊力量 能阻挡灵魂探查 中神秀随手一挥 一部分道员飞向严晨鱼 给你三十斤道员 你去试试 严晨鱼接过道员 忐忑地说道 可是我 运气不好 无妨 一点道员而已 用来练练手也好 中神秀满不在乎地说道 周围的一些人文言 不禁嘴角一抽 三十斤道员 竟然被他说得如此轻松 这已经富裕到如此程度了吗 好吧 严晨鱼眼中露出一丝期待 他走向广场中央 按照感觉来挑选石料 嗯 这块石料不错 严晨鱼看上一块 标价五斤道员的石料 看到这块石料的瞬间 他便有种直觉 这块石料里面 可能藏着好东西 没有犹豫 他直接将那块石料拿下 这个姑娘 可要我替你切石 天出圣地 一位万象镜的修饰走了过来 可以 严晨鱼轻轻点头 石料既然已经买下 自然要切开来看看 那位万象镜修饰 也没有犹豫 直接拿出切石刀 严晨鱼满脸期待地 盯着眼前的石料 他的运气很差 但他想看看 是否会一如既往的差 咔嚓 一刀切下去 石料被切开 里面并无任何东西 那位万象镜修饰 继续下刀 直到整块石料切开 里面出现了一块 指甲大小的稻圆 但是这块稻圆已经发黑 力量全部流逝 变成了一块肺圆 姑娘 看来你运气不好 这是一小块肺圆 那位万象镜修饰苦笑道 严晨鱼皱眉 自己这运气 真的无法了吗 他看着还剩下的 二十五斤稻圆 神色有些犹豫了 终神秀轻语道 继续吧 好 严晨鱼这次一连 购买了两块石料 售价均为一斤 五斤那种 他感觉太奢侈了 继续 严晨鱼对那位万象镜修饰道 嗯 那位修饰继续切石料 结果切完之后 里面依旧空无一物 严晨鱼看了一眼 仅剩的二十一斤稻圆 他没有一丝犹豫 直接收入储物戒指里面 然后对终神秀道 师尊 我还是不赌了 我运气真的太差 继续赌下去 这些稻圆就全部没了 随你 终神秀哑然一笑 轻轻点头 倒也没有让对方继续 在场的一些修饰 也在纷纷挑选石料 青木圣子 踏天圣子 东陵圣子三人 则是在一旁默默观望 他们此番带足了道员 没必要参与第一轮的赌食 唯有后续的那批石料 才会让他们感兴趣 这块石料不错 估计里面有好东西 可以拿下 这块石料看起来稀松平常 但越是这种普通的石料 切除道员的可能性越大 就塌了 这块石料竟然标价五十斤道员 哪位道友能将之拿下 也让我等开开眼 不少修饰选好石料 想要搏一搏 第151章 天出圣女 天出道体 没过多久 广场上的上百块石料 全部被拿下 一些专业的切实师傅上前 在众人的注视下 将众人买下的石料切开 石料被不断切开 大部分人都是血本乌龟 想要搏一搏 明显是走远了 也有那么一小部分 或许是运气好 或许是实力强 倒也赚得盆满钵满 其中有一男一女 赌食本领高超 他们一连拿下十几块石料 结果石料里面均有道元 直接赚足上百经道元 天出圣地的四位万象镜修士 盯着那对男女 不禁暗自点头 刚才他们就重点关注过这两人 这两人的赌食本领很强 倒是让他们想到了两个赌食世家 点食成金手 南领谢家谢桓 七才子金童 北玄田加田韵 青木圣子 缓缓道出这两人的底细 谢桓和田韵 对着青木圣子微微点头 并未多言 原来是两大赌食世家之人 天出狱 南领北玄两地之人 确实诞生了两大可怕的赌食世家 众人凝视着谢桓和田韵 神色有些忌惮 两大赌食世家 传承数十万年 擅长赌食之道 依靠天出矿区为生 两家弟子众多 很多大势力都会给他们面子 因为他们掌握着一些极为特殊的手段 巡龙分金 勘测诡异之势 可游走天出矿区 进行石料开采 大多数时候 四大势力前往天出矿区开采石料 便需要两大世家之人 随同相助 否则的话 若是独自进入天出矿区 哪怕是外围 也会出现诸多危险 传闻古老岁月前 天出狱四位圣人 能进入天出矿区深处 从而将那块特殊石料带出来 关键还靠两大赌食世家的高人 一路相助 谢桓看向天出圣地的 四位万象径强者 他摇头道 这批石料 终究只是来自天出矿区外围 里面的东西都很一般 还是尽快让我等看看 那批来自矿区深处的石料吧 当年谢家和田家的先祖 带领四位圣人 进入天出矿区深处 晚年也出现了大问题 从那以后 两大赌食世家便有规定 后辈子弟 不允许踏入天出矿区深处半步 一旦发现 足归处置 所以他们已经很多年 没有见过天出矿区深处的石料了 此番天出圣地 竟然能带来一批 倒是让人好奇无比 四位万象竟修士闻言 不禁对视了一眼 他们轻轻点头 觉得也差不多 随即 一座大殿颤动 上面的墙壁往四周分开 一座玄妙的小型广场 从大殿之中悬浮而起 出现在半空中 这小型广场 呈现一片青铜之色 周围 助力着十几根铜柱 上面 带着古老的图腾和静置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而在青铜广场中央 则是摆放着十二块形态各异 大小不一的石料 这些石料均呈现灰暗之色 上面 弥漫着诡异之气 看起来很势不凡 这是 一些人看到这座青铜广场 不禁露出惊讶之色 他们来过天出十方多次 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座青铜广场 一位万象净修士 沉生道 这是我天出圣地的一件质宝 名为天出战斗台 上面附带着诸多静置 阵法 可压制一些特殊的东西 天出矿区深处的那批石料 太过诡异 保险起见 自然要做些准备 寻常的石料 自然没有资格上这个台子 唯有那种里面 可能藏着诡异的石料 才会摆在这个台子上面 秀 天出战斗台上 突然出现一道倩影 他身着一袭水纹金边长裙 裙摆翩翩 动作轻盈 腰间系着一条浅绿色丝带 身姿曼妙净险 宛若仙子降临 不识人间烟火 这水纹金边长裙 和其腰间丝带 均是至宝 上面附带着特殊的水波符纹 轻柔飘逸 柔顺丝滑 玄妙之力浮现 带着一丝丝光韵 他一头瀑布般的黑发 披散在腰间 随风而动 头上戴着紫金珠钗 耳垂晶莹 这紫色宝石吊坠 面部戴着一块烟雨面纱 可以隔绝神识探查 让人看不清他的长相 见过圣女 四位万象镜修士 对着女子行礼 这位正是天出圣地的圣女 天出圣女 男皇年轻一辈中 排名第三的天交 在场中人瞬间看向那位女子 一些男子眼中露出灼热之色 虽然不知天出圣女长什么样子 但是单从对方这身材来看 便可猜测 其容颜绝世 仙人之貌 乃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轻木圣子凝视着天出圣女 眼中露出一抹惊艳之色 她也是天出圣女的追求者之一 在她看来 也唯有天出圣女这样的存在 才有资格成为她的道律 严晨瑜也在盯着天出圣女 脸上浮现一抹一色 这位女子 倒是和他人口中所言的一般 极为惊艳 而且对方身上的气息也很玄妙 修为定然很高 中神秀看了天出圣女一眼 天出道体 与大道清静 修炼速度很快 放眼这方天地 各种体制榜单中 天出道体绝对可以排在前面 至于天出圣女的修为 原文记载 表面上展露的是洞玄境后期的修为 但真正的修为 已经踏入了万象境 蓝黄年轻一辈中的天骄 也就那么一批人 前十的天骄榜单中 玄天圣女排名第六 周玄天第五 而天出圣女则是排在第四 单单这个排行 便说明了 他到底有多么不凡 天出圣女 似乎察觉到了中神秀的目光 他立刻看了过去 他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就在刚才那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好像被看光了 身上的所有秘密 都无所遁形 莫名的不适应 中神秀没有一直盯着天出圣女 他的视线 落在那批石料上面 这批石料里面 藏着一些特殊的东西 其中一件 他必须要拿下 否则很难在天出矿区 得到体数 天出圣女 见中神秀 没有继续盯着自己 心中有些诧异 他轻起背驰 各位道友 天出矿区深处的石料就在这里 身上有百经道员以上者 均可上来参与赌石 第152章 感觉不错 就选这块 在场修士上千 但拥有上百经道员的 也就才几人 倒是还有一些强者 他们隐藏在暗处 竟在石料切开 想看看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毕竟这批石料来自天出矿区 牵扯太大 很多大势力的强者都来了 他们在暗中观看 一旦出现特殊情况 他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出手 秀 六位修士飞上战斗台 青木圣子 踏天圣子和东陵圣子也在其中 终神秀带着严晨鱼踏上战斗台 天出圣女看了几人一眼 清语道 各位 请 选择好石料之后 需要在此处切开 几人没有犹豫 立刻观察眼前的石料 一共12块石料 每一块石料都呈现灰色 奇形怪状 大小不一 这批石料特殊无比 才自天出矿区深处 里面有可能开出各种东西 当然 也有可能血本无归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 走向一块四四方方的石料 这块石料的体积 在众多石料之中 只能排在中下 不算特别显眼 严晨鱼跟在夜灵天身边 也在盯着这块石料 你感觉如何 终神秀开口问道 严晨鱼闻言 神色有些尴尬 我感觉 这块石料还可以 现在这块石料 给他的感觉还不错 但他的感觉往往是相反的 就如之前三块石料一般 给他的感觉也不错 结果一切开 里面什么都没有 终神秀继续盯着眼前的石料 谢桓这时走了过来 他看着这块石料 伸手摸了一下 手指上浮现一道金色光芒 片刻之后 他放下手 对严晨鱼道 姑娘的感觉有误 这块石料里面有道圆 不过是废圆 严晨鱼倒也没有反驳 他的感觉确实容易出问题 就选这块了 终神秀开口 这一次严晨鱼的感觉倒是没错 这块石料正是他的目标 嗯 谢桓见状 脸色有些不悦 自己都说 这块石料不行了 此人还要挑选 这是不相信他吗 作为南领谢家的天骄 再赌视一道的本领 纵然是一些长老都自愧不如 谁敢轻易怀疑他的判断 既然别人不相信你 那就算了 你又何必多言 田运走过来 神色淡漠地说道 谢桓的实力 他还是了解的 既然对方说 这块石料里面的是废圆 那就不会有问题 不过这天地间 总有一些自以为是之人 哪怕你给了他确切的答案 他也不会相信你 唯有等他自己血本无归 碰到头破血流之后 他才知道 你说的是对的 谢桓笑了笑 也觉得自己没必要因此生气 犯不着 他看了田运一眼 道 不如你也用紫金铜 看看这块石料 田运倒也没有拒绝 他盯着眼前的石料 眼中闪过一道紫色光芒 好似可以看透里面的一切片刻之后 他眼中的紫色光芒消失 他淡淡地说道 和你判断的一样 费缘罢了 呵呵 谢桓淡淡一笑 没有继续盯着这块石料 又打量其余的石料 田运扫了终神秀一眼 并未理会 便往旁边的石料走去 严陈渔眉头微微一挑 这两人的言语 带着莫名的高傲之感 给他的感觉很不舒服 在他看来 既然师尊选择这块石料 那么 这块石料 肯定是不简单的 终神秀没有说话 直接将这块石料拿下 唉 此人还是冲动了 竟然不相信谢桓和田运的判断 这一下怕是要血本无归了 南岭谢家 北玄田家 他们在赌石一道 每次两大世家的人外出 各大势力都会竭力交好 此事谁又说得准呢 毕竟是天出矿区深处的石料 若真的那么容易看透 那么岂不是失去了乐趣 阁下说的有道理 谢桓和田运都还年轻 他们或许本领不弱 但绝对没有强盗 可以看穿一切的地步 据我所知 纵然是两大世家的那些素老级别的存在 也不敢说能看透一切石料 而且 这人能随手拿出百经以上的石料 自然也不简单 或许人家选择这块石料 是有自己特殊想法呢 台下 一些人轻声谈论 有人觉得 终神秀此举冲动了 也有人怀疑 谢桓 田运的实力 还有人觉得 终神秀更加深不可测 想法各异 天出圣女看向终神秀 美眸之中闪过一抹一色 此人给她的感觉很奇特 对方或许真的有特殊手段 倒是让她有些期待 过了一会儿 众人选好石料 十二块石料 全部被选完 青木圣子 踏天圣子 东陵圣子 谢桓 田运 每人选择了两块石料 至于终神秀和另外一人 则是各自选择了一块石料 十二块石料 已经有主 天出圣女轻声道 各位已经选好石料 接下来便是切实环节 保险起见 我需要开启 天出战斗台的各种静置和阵法 同时让一位素佬来切实 嗯 众人轻轻点头 秀 战斗台上 瞬间爆发一道道光芒 四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 他们身上带着浓郁的木器 属于半截身体入土的存在 均是造化镜的强者 在他们中间 还有一口古老的浮木棺材 填出矿区的石料 太过诡异 新年连四位圣人都吃了大亏 他们这些造化镜的老家伙出面 也不算小题大做 咔嚓 浮木棺材 发出一道清脆的声音 棺盖开启 一位面容皱褶 枯瘦如柴 浑身散发着浓郁死气的老人 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他身上带着一股神秘的大道之威 震得虚空开裂 战斗台颤动 这是一尊问道镜的老古董 这位老人一出 青木圣子等人 脸色顿时一变 连忙恭敬的抱拳行礼 见过前辈 见过朽老 天出圣女 对着这位老人行礼 问道镜的强者 对每个势力而言 都是底蕴级别的存在 平日里都在沉迷状态 若无大事 他们一般不会现身 嗯 这位老人 对着天出圣女 和青木圣子等人轻轻点头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际 双眸洞穿虚空 暗处还隐藏着几位老家伙 第153章 极品道员 可惜太少 接下来开出的东西 可能是各种诡异和不祥 保险起见 你们还是稍微退后一点 以免受到波及 老人缓缓开口 声音极为嘶哑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说过话了 500年 还是1000年 他记不得了 青木圣子等人退后百米 真要切出什么诡异的存在 他们还真的镇不住 关键时刻 还得让这些老人来 钟神秀 则是和颜沉鱼站在原地 老人看向钟神秀和颜沉鱼 倒也没有继续多言 问 天出圣女捏动法诀 天出战斗台的阵法 静置 纷纷被激活 天地被封禁 整个战斗台 瞬间被玄妙的力量笼罩 秀 四位造化镜老者身影一闪 站在战斗台四个不同的方位 而外面的四位 天出圣地的万象镜修士 则是捏动法诀 在广场上设置了一个大阵 将广场上的众人护在气中 老人随手一挥 一柄骨刀出现在手中 他没有立刻切实 而是缓缓开口 各位道友 这块石料的来历 想必你们也知道 一旦切开之后 会出现什么特殊的情况 老朽也难以保证 若真的出了大问题 还望大家一起出手 他虽然是问道径的存在 但是面对这些特殊石料 他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无妨 道友切实便是 若真的有问题 我等会出手 虚空中 一道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一些老古董正在盯着这里 嗯 老人轻轻点头 他伸出手 第一块石料出现在他的身前 这块石料是青木圣子选择的 众人眼中露出期待之色 他们也很好奇 这批来自矿区深处的石料 到底能切出什么 与众不同的东西 咔嚓 没有犹豫 老人直接下刀 第一刀下去 便有一阵浓郁的血光弥漫出 这是道元之光 有道元 众人神情振奋 露出欣喜之色 唉 青木圣子则是轻轻一叹 眼中露出一抹失落之色 他对这块石料极为看好 觉得里面有特殊的东西 没想到既然是道元 道元或许珍贵 但是在那些特殊的东西面前 明显还差了不少 除非能切出极品道元 可惜极品道元没那么容易 切出 老人继续挥刀 速度极快 片刻之后 第一块石料被彻底切开 一块十斤左右的道元 呈现在众人眼前 亏了 众人摇摇头 这块石料标价百斤道元 结果却切出十斤道元 这是血亏 老人回首 这块道元飞向青木圣子 他又拿起一块石料 继续切实 结果一连七块石料下去 里面均只有道元 并无他期待见到 害怕见到的东西 这样的结果 也让众人大失所望 十二块石料 眼下已经被切开一半多 却无特别惊艳的东西出现 也不知剩下的五块石料如何 青木圣子 踏天圣子 东陵圣子 和一位中年修士 满脸遗憾之色 这切开的七块石料 均是他们选择的 没有一块回本 算是血亏 西年四位圣人 从矿区深处 带出一块特殊石料 结果开出了一尊活血生灵 如今天出圣地 带出的十二块石料 却一般般 这倒是让人不解 你都说了 那是圣人带出的石料 自然与其他石料不同 同为矿区深处的石料 但肯定也有优劣之分 大家别急 这才切开七块 还有五块 再等等看 众人凝视着战斗台上的五块石料 希望这五块石料 能够给他们惊艳之感 毕竟这里面有谢桓 露出自信的笑容 他们选择的石料 哪怕再差 但也绝对比青木圣子等人 选择的石料好 在修为方面 他们或许不如己人 但论己赌食一道 己人怎么可能是 他们的对手 老人轻轻挥手 一块一米高的石料 出现在他身前 他看向田运 小丫头 这块石料 是你选择的吧 田运连忙行礼 恭敬地说道 是的前辈 我对这块石料最为看好 我觉得 里面可能有特殊的东西 老人苍老的脸上 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北玄田家的手段 老朽自然也是知道的 说来我西年 还和你家的一位老祖 合作过呢 田运眼睛一亮 态度放得更低 再次行了一礼 心中却有些自傲 这位可是问道境的素老 对方能和他说话 这边是对他的认可 刚才这位前辈 可是连青木圣子等人 都没有多看一眼呢 老人询问道 你觉得这块石料 能切出什么东西 田运直言道 我之前用紫金铜探查过 虽然不能彻底看透 但能看到一些虚影 里面应该有一株大药 力量非常浓郁 老人闻言 摇摇头 应该不是大药 田运微微一正 老人没有继续说话 他直接下刀咔嚓 一刀下去 直接切开三分之一的石料 问 顿时 一阵浓郁的血光冲天起 整个战斗台 顿时化作一片血红色 这是 众人神色大惊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这么浓郁的血光 难道是 老人轻语 极品道员 他再次下刀 接连十几刀下去 石料被彻底切开 里面有一块 拇指大小的血色道员 这块道员的血光更为浓郁 红中带着一丝暗沉 力量比寻常道员强了数倍 果然是极品道员 众人呼吸急促 平日里 能够见到道员的机会本就少 而极品道员 更是无比罕见 能见一次 都得运气好才行 别看这块极品道员小 但它的价值 绝对超越十斤普通道员 极品道员 可惜太小了 田运眼中露出一抹失落之色 极品道员确实很罕见 但是这块太小了 若是用来兑换普通道员 这么一块 应该可以换个20斤左右的 普通的道员 还是亏了 老人轻鱼 虽然不是大药 但切出极品道员也不错 你也没必要太过失望 第154章 黑铁盒子 一阵血污 12块石料 如今已经切开8块 还剩下4块 老人盯着剩下的4块石料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他继续切实 连续切开两块 田运剩下的一块石料被切开 里面的东西 连上一块里面的极品道员都不如 只是一小块普通的道员 不过这块道员 沾染着一抹特殊的血液 气息诡异 影响到了他的判断 血亏 众人摇头 有些失落 本以为田运作为赌石世家的天骄 此方会给人巨大的惊喜 没想到他的石料 竟然也没有切出什么特殊的东西 倒是让人失望 看来这位赌石世家的天骄之女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反倒是谢桓 他的一块石料切开后 里面出现了一株宝药 可惜这株宝药力量流逝严重 在石料切开的瞬间 直接化作一阵烟雾 唉 是我对他们的期待太高了 还是我对天出矿区深处的石料期待过高 有人叹息道 本以为能见到特殊之物 没想到 连两大赌石世家的天骄都亏了 所以这批石料 真的来自天出矿区深处吗 有人不禁怀疑 这批石料 或许根本不是来自天出矿区深处 一连切开了石块 都没有见到特别的东西 这甚至连矿区外围的一些石料都不如啊 不过天出圣地如此阵容 显然不会在此事上作假 看来还是 这批石料出差了点 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奇特 还有一块 这块石料定然不会亏 谢桓凝视着自己剩下的一块石料 对这块石料充满了信心 这块石料极为特殊 里面散发着神秘的力量 他也看不透嘶吼 只是本能地觉得不简单 上一块石料虽然亏了 但还要这块石料 能够切出特殊的东西 他也能留点颜面 老人没有多颜 继续下刀 咔嚓 一刀下去 石料被切开 骨刀明显碰到了什么金属物品 嗯 老人神情一阵 整个人瞬间严肃了下来 似乎有东西 众人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希望这块石料 能够给他们巨大的惊喜 果然 谢桓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心中松了一口气 他就知道自己的感觉不会错 青木圣子等人 也在盯着那块石料 好奇这块石料 能切出什么东西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一眼 就没有理会 这块石料里面确实有点东西 算是某种邪碎 但算不得什么质保 也没有太大的威胁 老人这次挥刀的速度 明显慢了不少 整个人显得严肃无比 过了好一会儿 石料彻底被切开 一个巴掌大小的黑铁盒子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盒子看起来极为神秘 年代非常久远 上面有古老的图腾 花纹 还有诸多诡异的静致 散发着荒谷之气 让人感到莫名的心悸 这是 众人呼吸急促 激动地盯着这个黑铁盒子 这盒子散发的气息 很是诡异 里面肯定藏着好东西 老人单手托着黑铁盒子 认真观察了一下 他沉吟道 上面有上百个静止 阵法 均很玄妙 不过明显有被岁月腐蚀的痕迹 倒是可以开启 他说完之后 战斗台四方 那四位造化镜老者 神色立刻严肃起来 他们身上的气息弥漫 随时打算出手 老人看了那四位造化镜老者一眼 轻轻点头 随手一挥 黑铁盒子飞起 咻 他浑浊的眸子中 闪过一道金光 手中的鼓刀 骤然飞射而出 一道道刀影浮现 疯狂对着黑铁盒子上面的静置 阵法切割 速度非常快 一阵阵火星子弥漫 鼓刀切割 静置阵法被撕裂 黑铁盒子 上面的气息越来越浓郁 整个河身一阵颤动 似乎有什么东西 要冲出来一般 老人的脸色 也变得凝重无比 不敢有一丝大意 一注相后 咻 鼓刀飞回老人手中 原本锋利的鼓刀 此刻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刀刃出现诸多缺口 好在黑铁盒子上面的静置 阵法全部被解除 咔嚓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黑铁盒子瞬间打开 嗡 随即 一阵浓郁血雾从里面冲来 恐怖的威压爆发 顿时将整个战斗台笼罩 天地化作一片血红之色 血腥味浓刺鼻 让人有些作呕 出手 那四位造化镜老者立刻出手 他们的力量猛然注入战斗台中 战斗台再次出现一股镇压之力 将天地彻底封锁 凶猛的镇压之力轰向那阵血雾 那阵血雾却丝毫不受影响 猛然扑向老人 速度极快 犹如鬼魅一般 想要冲入老人体内 老人早就做好准备 直接大手伸出 一个苍穹大手印出现 又要将血雾镇压轰 苍穹大手印和血雾对碰在一起 没有想象中血雾被镇压的场面 反倒是苍穹大手印直接被镇散 碰 老人身体一颤 倒退三步 而那阵血雾则是暗淡了几分 气息衰弱了不少 仿佛刚才的扑杀消耗非常巨大 镇压 老人见状 青土二字 一块玉符飞出 向着血雾镇压去 玉符在靠近血雾的瞬间 砰的一声碎裂 化作一阵浓郁的金色光芒 一条条金色链子出现 将血雾封锁在其中 砰砰砰 血雾不断和金色链子碰撞 这金色链子带着灼烧之力 血雾的体积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小 片刻之间就直接灰飞烟灭 天地间的异象也随之消失 老人眉头一皱 眼中露出一丝遗憾 他还是想多了 终究不是什么特殊质保 怎么回事 那血雾怎么消失了 啥情况啊 我以为的质保就是这个 马德 刚才那血雾出现的瞬间 我还以为会有一场大战 结果就这 不应该是这个结果啊 血雾消失 那盒子里面估计还有其他东西 众人满脸猛逼 原本还在期待着质保出现 结果来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 这是在逗他们吗 怎么会这样 谢桓也是一阵目瞪口呆 有些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他看向那个黑铁盒子 立刻飞升过去 拿起黑铁盒子 一番观察 结果里面啥都没有 就真的只有一阵莫名其妙的血雾 第155章 确实很吵 极品费源 老人叹息道 只是一团被封印的鞋碎罢了 在石料之中 切出什么东西都正常 鞋碎之类的东西 他也见过不少 习以为常了 有些石料 沾染了特殊的鲜血 里面诞生怨念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这种被封印在盒子之中的鞋碎 肯定生灵所为 不足为奇 谢桓神情低落 有些接受不住这个现实 他堂堂难领谢家的天骄 竟然会接连失手 这让他有些难以忍受 老人摇头道 或许不是你实力不行 而是这批石料不行 都切开十一块了 却没有丝毫特殊的东西出现 这真的不怪谢桓等人能力不行 只能说 这批石料真的不行 对 是石料不行 谢桓深吸一口气 心中有所安慰 一两块石料不行 或许这是他能力的问题 但若是所有石料都不行 那就是石料的问题 唉 众人满脸失望之色 满怀期待地来观望这场赌食 结果 这是要败幸而归啊 眼下还剩下最后一块石料 连前面的十一块石料都无法 这块石料又能如何 估计也是老样子 还剩最后一块石料 这位小友 可要留个念想 老人看向终神秀 神色有些复杂 很显然 他对这最后一块石料 也没有抱任何希望 不想继续切开不切开的话 或许还能有所期待 既然都买下了 自然要切开 终神秀淡然道 谢桓扫了终神秀一眼 剩下那块石料 肯定不会有丝毫东西 切与不切 结果都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若是不切 或许这块石料 还能卖出一个好价格 毕竟是天出 矿区深处采来的石料 哪怕什么都没有 但价格就摆在那里 也罢 老人倒也没有强求 他持着那柄 满是裂痕的骨刀 便要继续切实 终神秀道 不要奉仲倩 嗯 老人沿着边缘下刀 众人神色平静地看着 之前对这些石料 他们还期待无比 但是现在 大家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师尊选择的石料 肯定不简单 严晨鱼暗自道 他对终神秀充满信心 天出圣女也在盯着终神秀 他总感觉 此人不简单 对方选择的石料 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堪 咔嚓 咔嚓 骨刀切开石料 一阵阵清脆的声音响起 但外围切了一大圈 却没有出现丝毫东西 老人一言不发 继续下刀 一连十几刀下去 突然 骨刀一致 里面出现了一大块黑色的东西 黑的深沉 散发着细微的光芒 此刻只露出一面 呈现方形之状 长宽大概有一尺五左右 有东西 众人目光一鸣 谢桓则是冷笑道 这是肺原 我之前就说过了 竟然是肺原 众人反应过来之后 又是一阵苦笑 他们到底在期待什么呀 肺原 看样子 似乎还是极品道源中的肺原 可惜了 老人看着眼前的肺原 也是一阵遗憾 看这块肺原的颜色 黑的深沉无比 远不是一般的肺原能比的 这以前应该是一块极品道源 这么大一块极品道源 若是不费的话 定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终神秀眼中 没有露出丝毫波澜 只是淡淡地说道 继续欠 老人继续下刀 纵然是肺原 也要将其全部却起来 毫无意义 谢桓神色不屑 你闭嘴巴 颜沉鱼看此人早就不爽了 见其还在冷嘲热讽 他不禁有种 想要将其轰杀的冲动 你 谢桓脸色一沉 立刻怒视着颜沉鱼 你确实很吵 终神秀瞬间伸出手 一道大手印出现 瞬间将谢桓抓住 谢桓立刻挣扎 却发现丝毫用处没有 他神色巨变 怒声道 你 你想做什么 我乃谢家之人 你难道想和谢家为敌吗 哄 终神秀随手一捏 直接将谢桓捏爆 一阵血雾弥漫 谢桓 足 谢家 算什么东西 纵然你家老祖 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他也没资格在我面前放肆 都不如东西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说道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神色呆滞地看着终神秀 他竟然把谢桓镇杀了 竟如此果决 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难道他不怕得罪男领谢家吗 果然 东陵圣子眼中露出一丝忌惮 看来自己之前的感觉是对的 这人果然不简单 或许东陵十方此次遭劫 便与此人有关 轻木圣子等人 也是神色异样地盯着终神秀 心中生出一丝莫名的忌惮 天玉脸色有些苍白 下意识地退后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带着一丝畏惧 天出圣地的四位造化镜老者 眉头一皱 这算是在天出十方闹事吗 天出圣女轻声道 莫要打扰肃老切实 四位造化镜老者沉默了下来 老人继续切实 似乎什么事情都和他无关 一会儿后 石料被彻底切开 一块四四方方的肺原 出现在众人眼前 可惜了 老人摇摇头 终神秀盯着老人身前的肺原 轻声道 劳烦道友继续切下去 这肺原里面的东西 有些不简单 你小心一点 嗯 老人神色一正 立刻看向身前的肺原 里面有东西 突然 他反应了过来 极品道元 力量合起磅礴浓郁 而且还是这么大一块 纵然是放在外界 都很难散去 更何况还包裹在一块石料之中 那么 他的力量 是如何流逝的 难道是被里面的什么东西吞噬了 而且这块肺原 四四方方 更像是一个盒子 用来封存某种东西 想到这里 他整个人顿时慎重了起来 若这里面有东西 这里面很不凡 大家戒呗 老人神色严肃地 看向那四位造化镜老者 好 四位造化镜老者 连忙点头 而围观的众人见状 也是神色惊疑 这道园里面 难道真的还有东西 老者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烁着幽光 他随手丢下碎别的古刀 换上一柄特殊的石刀 这柄石刀上面 带着静止之力 可以镇压一些诡异 咔嚓 第一刀下去 第一百五十六章 此物诡异 禁忌同登 咔嚓 第一刀下去 肺原边角碎裂 一小块原料脱落 老人明显非常谨慎 要一点点地将肺原解开 这肺原里面 若是真的有东西 那肯定是了不得的东西 一方面要防止反扑 同时也得防止东西被损坏 众人见老人如此谨慎 整颗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他们神色凝重 甚至不敢急促呼吸 一连下去六七刀 嗡 突然 剩余的肺原之中 爆发一股恐怖的威压 肺原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咔嚓 老人手中的石刀 直接被震碎 化作积粉 根本挡不住这股威压 他瞳孔一缩 立刻出手镇压 可惜这股威压 比他想象中更为可怕 在他出手的瞬间 威压再次爆发 更为恐怖轰 老人还未反应过来 手臂顿时化作一阵血污 他整个人被震退数十米 噗 一口鲜血喷出来 老人哭咒的脸上 多了一丝凝重 在这刹那间的功夫 肺原彻底碎裂 一阵刺目铜光爆发 将整个天出战斗台笼罩 随即一尊古朴的青铜灯飞出来 铜灯上面有密密麻麻的黑色符纹 荒谷之气弥漫 还带着一丝禁忌之力 诡异无比 咔嚓 青铜灯一出 天出战斗台承受不住威压 出现刀刀裂痕 上面助力的十几根铜柱直接崩碎 战斗台的所有静置 阵法纷纷被震散 终神秀盯着这种青铜灯 眼中露出一丝忌惮 他自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并非是极道地气 而是禁忌之物 唯有凭借此物 他才能进入天出矿区 才能进入那片禁忌之地 从而寻到体书 此物诡异 大家一起出手 老人神情凝重 顾不得手臂的伤痕 他大喝一声 单手捏动法掘 恐怖的大道之力爆发 一股灰色光柱覆盖 向着青铜灯镇压而去 那四位造化镜修士迅速出手 青铜灯上面的黑色符纹 仿佛受到了刺激 骤然震动 禁忌之威弥漫 哄 五道力量被震散 整个天出战斗台 顷刻间化作飞灰 战斗台上 众人全部被掀飞 五位老人倒飞白米 口吐鲜血 身上满是血痕 气息凌乱无比 青铜灯悬浮在半空中 威压弥漫 万古不朽 诡异无比 白米之外 终神秀挡在颜晨鱼身前 脸色有些苍白 嘴角挂着一抹鲜血 师尊 颜晨鱼神色慌乱地 看着终神秀 没事 终神秀随意抹去 嘴角的鲜血 他凝视着青铜灯 不愧是禁忌之物 果然可怕 剧情之中 此物曾落到颜洛雪手中 不过他并未将其掌握 只是得到一段时间 此物便自主离去 他是禁忌 或许不属于任何人 即使是天命之女都不行 看来想要夺取此物 还是很难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稳住身躯之后 其中一位老人 神色凝重的开口 纵然是圣气 似乎也没有这样诡异的气息 难道是一箭即到地气 另外一位老人沉声道 不知 那位问道镜的老人摇摇头 他看向天际 各位道友 出手吧 嗯 那些隐藏的强者 纷纷现身 一共有三人 均是问道镜的存在 他们是各大势力的活化石 见过小老 踏天圣子 青木圣子和东陵圣子 立刻对着三位强者行礼 他们踏天谷国 青木圣山 东陵圣教的强者 有人惊呼 这些老古董 平日里根本不会露面 此刻纷纷现身 场面极为震撼 这青铜灯不简单 或许是一件完整的 极道地气 祭出圣气试试 天出圣地的老人沉声道 天出塔 他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只手一挥 一尊古朴的九层宝塔出现 上面弥漫着圣道之气 古老玄妙 天出塔 这是天出圣地的圣气 众人神色震动 此塔一出 给了他们巨大的压迫感 这便是圣气吗 圣威虽然没有彻底爆发 但依旧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战天矛 轻圣剑 东陵中 其余三大势力的 温道竞强者 立刻祭出圣气 以他们的修为 倒是不能让 圣气之威彻底爆发 但调动一丝圣道之力 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温道之下的修士 立刻离开天出十方 天出圣地的老人沉声道 走 众人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暴退三千米 出手 四位温道竞强者 将力量诸入圣气之中 哄 四剑圣气的威压被调动 瞬间向着青铜灯镇压去 青铜灯上面的黑色符纹 冲天起 将四剑圣气笼罩 天穷化作一片漆黑之色 竞技之力疯狂席卷 寂灭大道 震慑万古 整个天出十方 被黑色光芒吞噬 嗚 下一秒 天地崩碎 天出十方 直接灰飞烟灭 噗 四位温道竞强者身体一震 纷纷口吐鲜血 青铜灯震动 黑光和铜光更为浓郁 威压顿时强了数十倍 不好 四人脸色巨变 没有一丝犹豫 立刻倒退 嗚 黑光骤然将整个天出古城笼罩 怎么回事 天出古城 无数生灵抬头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四剑圣气 此刻威压全尸 纷纷坠入地面 在禁忌之物面前 圣气终究还是不够看 三千米外 终神秀眉头紧锁 阎落雪得到此物的时候 过程倒是非常顺利 这青铜灯虽然显微 却被一位问到镜的老人镇压 到他这里 似乎困难了很多 终究不是天命之人 而且此物还未爆发真正的威压 否则的话 此刻别说是天出古城 估计整个天出狱 都会瞬间支离破碎 靠他们的话 已然无法 还得我自己想办法才行 终神秀暗自道 他虽然掌握圣图术 可控制圣气 但对于这种禁忌之物 圣图术估计无法 哼 就在他刚打算出手的时候 天出古城下 传出一股恐怖的威压 诸多禁止阵法 不断消散 哼 一阵咆哮声响起 一只布满鳞片的黑色大手 破开地面 向着青铜灯抓去 第157章 活血生灵 诡异铜灯 该死 那尊生灵出来了 四位问到镜强者脸色俱变 眼中露出了金锯之色 那尊活血生灵的可怕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西年四大势力的圣人面对他 都差点被他抹杀 咔嚓 空间碎裂 又有六尊问到镜的强者现身 他们身上散发着浓郁的死气 这是四大势力其余的问到镜强者 四大势力 所有的问到镜强者 全部到场 无尽岁月过去 那尊生灵要脱困了吗 一尊踏天古国的问到镜强者 沉着脸 脸色非常难看 那尊生灵一旦出来 定然会让整个天出于天崩地裂 甚至连带着他们四大势力 都会被屠戮一遍 当年 对方与四大势力 可是有着巨大的仇恨 天出古城生灵众多 保险起见 或许他们得将城中生灵移走 对于他们这些问到镜修事而言 这倒不是什么难题 师尊 严陈瑜看向终神秀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这活血生灵的气息也很可怕 让他感到心迹无比 终神秀沉应道 无妨 只是一点静置碎裂 他短时间内出不来 那只黑色大手 只是力量凝聚的 那尊活血生灵的本尊 想要脱身倒是不现实 布置阵法静置的那位可不简单 他的手段没那么容易化解 对终神秀而言 这活血生灵被镇压了无尽岁月 威胁大不如西年 纵然脱困 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而且 这活血生灵敢对青铜灯出手 显然是走偏了 接下来肯定会吃大亏 哄 黑色大手瞬间抓住青铜灯 想要将其扯入地面 地下的活血生灵 知晓短时间内难以脱困 但他若是得到这青铜灯 借助青铜灯的力量 定然可以快速破开静置 想法倒是不错 可惜走远了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去抓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在黑色大手刚抓住青铜灯的时候 青铜灯顿时爆发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 黑色大手顷刻间灰飞烟灭 哄 地面 那尊活血生灵 发出一阵不甘的咆哮声 黑色大手覆灭 对他的反噬也非常巨大 他被镇压在下方漫长的岁月 力量流失严重 好不容易发起一道攻击 没想到竟然没有翻起一丝浪花 这让他不甘的同时 也是一阵愤怒 地面疯狂颤动 诸多建筑纷纷坍塌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一眼 便不再理会 一尊活血生灵罢了 没有想象中那么吓人 西年境界被那位神秘强者打崩 如今的话 力量流失严重 应该只有准圣的程度 青铜灯依旧悬浮在上空 铜光浓郁 黑纹璀璨 万法不清 诡异莫测 竟然连活血生灵都奈何不了这盏青铜灯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青木圣山的一位 问道静强者 满脸忌惮之色 不愧是来自天出 矿区深处的石料 里面切出的东西 就是可怕 活血生灵 何等恐怖的存在结果 在这青铜灯面前 也没有翻起一丝浪花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急到地气吗 后续到来的六位 问道静强者 凝视着青铜灯 此物的威压太过可怕 此刻他们连靠近都做不到 刺了 就在众人思索之间 终神秀一步踏出 瞬间来到青铜灯前 百米的位置 嗯 此人要干什么 他难道想要取灯 这灯本就是他的 他想取走 自然没有丝毫问题 此人倒是有些深不可测 但我感觉他取不走这盏灯 众人盯着终神秀 眼中露出惊疑不定之色 道友 此物太过可怕 你小心一点 若是无法 也不要抢求 天出圣地的那位老人 开口提醒 连圣气和活血生灵 都奈何不了这盏青铜灯 他觉得终神秀 估计要做无用功 终神秀没有多言 他随手一挥 秀 四剑圣气从地面飞起 将青铜灯包围 圣威彻底爆发 这是 四大势力的强者见此一幕 不禁瞪大了双眼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四剑圣气的威压 彻底爆发了 圣人 他们对视一眼 声音嘶哑地道出两个字 若非圣人及以上的存在 谁又能让圣气之威彻底爆发 难道之前对东陵圣教出手的 就是他 众人反应过来 立刻看向东陵圣教之人 神色有些怪异 而东陵圣教之人 则是脸色苍白 一言不发 之前出手的十有八九就是此人 毕竟他和那个女子 刚在东陵十方闹事 之前东陵圣教就遭遇了圣人攻击 哪里有那么多巧合呀 还好我没有出手 东陵圣子额头出现一抹冷汗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还有一丝庆幸 竟然是圣人 太吓人了 一尊活生生的圣人 就在我眼前 我竟然见到了圣人 我是在做梦吗 这不是梦 这就是一尊圣人 难怪他会挑选那块石料 众人神色激动地盯着中神秀 圣人级别的强者 在这南荒 倒是有那么几位 但是大多数都神龙剑守不见尾 寻常时候根本见不到 此刻 他们却见到了一尊真正的圣人 这如何让人不兴奋 中神秀并未理会众人的想法 他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天皇帝落言爆发 瞬间将天地笼罩 四剑圣气悬浮 组成一个特殊的阵法 疯狂抵挡青铜灯的禁忌威压 咻 中神秀捏动硬绝 鸿蒙塔碎片悬浮在他的眉心 鸿蒙之力弥漫 将他笼罩 他一步踏出 骤然来到青铜灯面前 禁忌之威顿时向他扑来 欲要将他吞噬 在禁忌之威下 鸿蒙之力再不断消散 哼 中神秀冷哼一声 一把抓住青铜灯 鸿蒙塔的力量被彻底调动 疯狂镇压此物 青铜灯不断震动 禁忌之力越发浓郁 威压正在逐步增强咔嚓 即使有鸿蒙塔碎片镇压 中神秀也感觉压力巨大 身上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 鲜血不断一出 哼 青铜灯旋转起来 灯心的位置出现一道细微黑色火焰 真正的禁忌之威即将爆发 看来还得加把力 中神秀目光一宁 便要继续调动鸿蒙塔碎片的力量 嗡 突然 他灵魂深处的七彩种子微微颤动 第158章 禁区清算 钟某何惧 嗡 随着中神秀灵魂深处的七彩种子微微颤动 原本即将爆发无上禁忌之威的青铜灯 瞬间安静了下来 威压散去 灯心火焰熄灭 那黑色的符纹回到灯上 禁忌之力被收敛起来 天地间的异象骤然消失不见 中神秀将古朴的青铜灯抓在手中 感受不到丝毫抗拒之力 非常轻松 这让他神色有些怪异 没想到 镇压青铜灯的不是鸿蒙塔碎片 而是那颗七彩种子 七彩种子来历太过神秘 属于中神秀认知之外的东西 玄黄之气 星红液体 诅咒之力 他都能够吞噬 堪称诡异 现在更是微微一颤 就镇压了青铜灯 实在是让人震惊 这青铜灯来历特殊 寻常之物可镇不住他 青铜灯竟然被他镇压了 这就是圣人吗 果然可怕呀 圣人出手就是与众不同 之前四位问道竞速老出手 都奈何不了这盏青铜灯 没想到他一出手 就镇压了此物 众人神色震撼地盯着钟神秀 眼中露出镜位之色 而在场的一些问道竞强者 见钟神秀镇压青铜灯 心中则是有些莫名的失落 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不就是为了等食料之中 切出一些特殊的东西之后 再进行一番夺取吗 这青铜灯自然让他们无比眼红 如今却被一位圣人镇压 他们纵然再怎么有想法 此刻也只能放弃 就算再怎么自信 他们也不敢和一位圣人争强宝物 师尊威武 严臣于握紧拳头 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师尊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所不能 什么宝物 抬手直接镇压 吼 弟弟之下 那尊活血生灵怒吼 自己看中的东西被人夺走了 他非常愤怒 恐怖的威压爆发 一出地面 看样子似乎还打算进行争强 找死吗 钟神秀看向地面 眼中闪过一道森冷的杀意 他本不想理会这种活血生灵 但是此刻对方有了特殊想法 那就留不得了 哄 他随手一挥 天荒地落言爆发 地面的诸多阵法禁止 被焚烧殆尽 吼 那尊活血生灵剑 阵法禁止消失 顿时大喜 没想到那人类竟然如此愚蠢 主动毁去了阵法禁止 可惜他显然想多了 不好 在场的修士脸上巨变 显然没料到 钟神秀会 毁去这里的阵法 本就破碎的阵法 此刻被毁去 那尊活血生灵 肯定会立刻出来圣徒 钟神秀语气淡漠 四间圣气之威爆发 四道圣道力量冲出 猛然轰杀向地面 整个天出古城 瞬间开裂 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天坑 仿佛被直接贯穿 啊 地底之下 那尊活血生灵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刺了 钟神秀伸出手 天荒地落言 化作一道金色大手印 向着天坑之中伸去 很快 一颗布满鳞片的黑色头颅 被抓出来 这颗头颅 看起来与人类头颅有些相似 不过更像是某种怪物 獠牙尖锐 眼睛血红 耳朵长长的 长着一个个诡异的孔洞 活血生灵的身躯 已经被打爆 此刻只剩下一颗头颅 确切来说 它原本的身躯 就是破碎的 刚才的圣徒 也只是起了一把推力 人类 你竟敢伤本尊 你找死吗 我乃是太古凶族的生灵 你难道不怕 被禁区清算 活血生灵怒吼道 昔年那位镇压 他的人族强者 都不敢对他下杀手 因为会招惹到禁区 从而被清算 禁区清算 钟某何惧 钟神秀嘴角 露出一抹讥讽之色 破碎的身躯倒是好打爆 但是这个头颅 则是很坚硬 圣徒术都奈何不了他 嗡 钟神秀直接溜到炉迹出来 然后将活血生灵的头颅 镇压在里面 炉子之中 本就有来自大荒山的雷霆之力 淒厉的惨叫声 这雷霆之力极为特殊 远不是一般的雷霆能媲美的 此刻让他皮开肉绽 神魂碎裂 这炉子也很诡异 被镇压在其中 他竟然没有一丝抵抗之力 仅存的力量 反而被不断吞噬 炼 钟神秀神色淡漠 天荒地洛言 瞬间将六道颅笼罩 啊 饶命 饶命啊 活血生灵连忙开口求饶 雷霆之力 加上天荒地洛言 他彻底扛不住了 灵魂正在快速覆灭 钟神秀无动于衷 加大了天荒地洛言的力量 过了好一会儿 活血生灵的叫声消失 神魂俱灭 头颅化作飞灰 一滴特殊的精血 出现在六道颅之中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太古凶族的精血 倒是有点妙用 钟神秀看了一眼六道颅 便将其收起来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神色呆滞的 看着钟神秀 他竟然把那尊 活血生灵震杀了 咕噜 钟灵圣教的修士 吞了吞唾沫 脸色苍白无比 额头不满了冷汗 这一刻他们才明白 之前人家对钟灵圣教 明显是留守了 否则的话 钟灵圣教 估计会被直接抹除 秀 钟神秀身影一闪 来到严晨渝身边 走了 钟神秀对严晨渝道了一句 青铜灯已经到手 接下来得考虑 进入天出矿区了 嗯 严晨渝奄然一笑 跟在钟神秀身旁 便要离开 二位 等一下 就在这时 天出圣女开口 他似乎想说什么 钟神秀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天出圣地的那块石料 最好不要窃开 否则 他没有说完 便带着严晨渝离去 他竟然知道此事 天出圣女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没错 此番天出圣地 并未将所有的石料拿出来 天出圣地 还摆放着一块更为特殊的 此次拿出十二块石料 也只是试水罢了 他们真正看好的是 圣地之中的那块石料 想要找一个厉害之人去看看 天出圣地的几位强者 神色凝重 这位知晓那块石料 而且还让他们不要窃开 他们倒是不敢大意 其余三大势力的强者 则是快速将他们的圣器收回去 第159章 天出矿区 压制修为 天出矿区 是一片银白色的地带 横跨千里 无边无际 里面有诸多古老的金属大山 厚重无比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光运诡异 灰白色迷雾震 阴晕增腾 让人感到压抑 外围有诸多巨大的矿洞 矿坑 一眼看去 千疮百孔 沟壑纵横 凹凸不平 这是天出狱各大势力采矿形成的 这片矿区 乃是天出狱最为神秘的地带 或许它的排名不如四大禁区 但绝对是一个让人不敢轻视的地方 更古以来 有不少强者曾攻打过这片禁区 但无一例外 全部失败了 甚至有人因此沾染了不祥 族群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后背之中 有人侥幸活下去 但晚年却发生一变 化身青面獠牙的怪物 引发了滔天血火 传闻西年南荒 有一个荒谷世家 举全族之力 想要攻入矿区深处 夺取一件质宝 结果进入矿区之中后 便再也没有走出来 连一丝动静都没有 而那个世家 也就此从南荒除名 矿区外 万米之地 钟神秀和颜晨渝现身 这天出矿区好诡异 隔着这么远 却依旧让我感到压抑 颜晨渝神色凝重地 盯着远处的矿区 这还没有靠近 就如此压抑 若是靠近 亦或者深入矿区 又会是何等感受 论极凶险程度 天出矿区 可不弱于南荒四大禁区 钟神秀清语 这片矿区 埋葬着诸多古老的秘密 里面有神秘的 太古族群居住 更有禁忌生灵镇守 曾有一些精彩绝艳的大能 进入过矿区 也进行了滔天大战 这其中便包含着一位大帝 苍天大帝 先入天出矿区 后入大荒山 征战凶陵 横绝万古 苍天大帝绝对算得上一位 恐怖的存在 除了苍天大帝外 其实历史长河之中 还有几位大帝 深入过天出矿区 他们在矿区深处 留下过自己的痕迹 可惜外人根本不知道 颜沉鱼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就在这时 一道惊讶的声音响起 远处 两道残影飞尸而来 竟然是颜洛雪和凤华 颜洛雪一袭雪白色的长裙 裙摆轻盈 身姿婀娜 肌肤雪白 精致的面容上 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显然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见中神秀和颜沉鱼 凤华一袭白袍 气质出尘 神色怪异的盯着中神秀和颜沉鱼 怎么 我们在这里 挨着你眼了 颜沉鱼淡淡的扫了颜洛雪一眼 哼 你那么淡默干什么 我又惹你了 颜洛雪插着腰 满脸不爽的说道 他感觉颜沉鱼就是在刻意针对自己 不过这好像也正常 一直以来 对方什么时候没有针对自己 懒得理你 颜沉鱼一开目光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不理你 颜洛雪撇撇嘴 嗨嗨 凤华轻轻一咳 他看向中神秀道 中风主 你们也是打算进入天出矿区 之前他说的 带颜洛雪去寻一场机缘 机缘所在地 正是天出矿区 中神秀轻轻点头 他轻语道 凤华道有所言的机缘之地 就是此处 他道也没有隐瞒 直言道 这矿区之中 有一件极为特殊的东西 对洛雪有大用 终神秀道 你说的是镇魂中吗 凤华瞳孔一缩 神色惊奇地盯着终神秀道 中风主竟然知道此事 没错 他此番要替颜洛雪寻找的 正是镇魂中 颜洛雪的修为 已经踏入子府境巅峰 下一步就是神葬境 在踏入神葬境之前 他必须要让对方的灵魂之力 提升几成 如此才利于后续的修炼 而镇魂中 则是一件特殊的神魂至宝 可以提升灵魂之力 也能抵挡灵魂攻击 属于圣器 终神秀看了颜洛雪一眼 倒也没有过多解释 镇魂中 肯定会到颜洛雪手中 剧情之中 他得罪了一位强者 被追杀入天出狱 神魂破损 最终得到镇魂中的认可 才保住一条命 倒是没想到 此刻是凤华亲自带他来寻找 倒是有趣 这剧情发生了诸多改变 但有些机缘兜兜转转 还是会落到天命之女手中 凤华沉印道 镇魂中其实是我族 一位强者之物 昔年的位踏入天出矿区 最终陨落 镇魂中便留在了这片矿区 终神秀看向凤华 你能找到镇魂中 凤华摇头 我只知道 东西就在这片矿区里面 只要镇魂中的气灵没有负面 到时候 我便可以使用血脉追寻 或许能够感知到它的所在地 我知道在哪里 随我来吧 终神秀淡然道 反正他也要去那片地带 倒是顺路你 凤华神色一正 终神秀竟然还知道 镇魂中在哪里 终神秀没有多言 他随手抓着颜沉云的手腕 便往矿区冲去 跟上 凤华对颜落雪道了一句 秀 两人立刻化作残影 跟了上去 进入矿区之后 终神秀等人便来到了地面 并未继续飞行 因为这矿区带着特殊的力量 压制了他们的力量 天出矿区 诡异莫测 生灵踏入 均会被压制 修为全部消失 唯有肉身之力可以动用 终神秀和颜沉云的修为 均被压制 难以动用丝毫 果然与传闻中一般 这矿区能压制人的修为 凤华神情凝重无比 他也被压制了 准圣修为 此刻全部消失 根本不能动用 而且 这还只是外围 若是继续深入矿区 是不是连肉身都会被压制 这是禁法地带 太古凶族的地盘 外族生灵一旦踏足 就会受到规则限制 除非 终神秀看向颜洛雪 除非是天命之女 亦或者踏入大地之境的强者 你们怎么了 颜洛雪疑惑地 看向终神秀等人 颜沉云促没道 你的修为 没有被压制 没有啊 颜洛雪伸出手 一道灵力浮现 哪里有什么压制 明明就感觉和外界一模一样 颜沉云无言以对 好吧 颜洛雪本就特殊 不能以常理来论 或许这就是得到 上天眷顾之人吧 继续往前 终神秀眼中 没有露出丝毫惊讶之色 意料之中的事情罢了 未来的颜洛雪 还会和矿区内的禁忌生灵 做天大的交易 在他踏入矿区的那一瞬间 他已经得到了 这片矿区的认可 第160章 天出矿洞 十八明目 广袤无垠的矿区 灰色迷雾升起 银白色的光芒浮现 诡异气息弥漫 让人感到莫名的心悸 矿区之中 终神秀正带着 严沉鱼三人穿梭 他选择的路线非常特殊 一路上除了修为被压制外 并未出现任何危险 他似乎对这天出矿区极为熟悉 凤华盯着终神秀的背影 眼中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一路走来 他明显感受到 数次潜藏的杀机 一步踏错 可能就会引发血祸 但终神秀却带着他们 安全地绕过了那些可怕的杀机 而且还跨越了一些折叠空间 对方仿佛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 让人震惊 终神秀并未理会凤华在想什么 继续在前面开路 走了将近半个时辰 终神秀停下脚步 往前看去 前方万米的位置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天坑 天坑直径横跨百里 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深不见底 不知里面藏着什么 浓郁的煞气从里面传出 充斥天地 撕裂空间 久久难以愈合 矿区其他地方都是银白色的 但是这里却是血红色的 犹如血盆大口一般 散发着让人作呕的血腥味 很是诡异 这是 严陈瑜和严落雪盯着前方的天坑 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脸色有些苍白 这个天坑给他们的感觉非常压抑 里面仿佛有什么可怕的存在 让人感到神魂悸动 严落雪之前 不受矿区规则的压制 但是这一刻 他却发现自己的修为被压制了 难以动用嘶吼 这是天出矿洞 天出矿区的核心地带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天出矿洞 两女面露惊奇之色 这里是整个矿区的核心地带 他们似乎才走了半个多时辰吧 这就到核心地带了 他们并不知道 终神秀带着他们跨越了一些折叠空间 否则的话 此刻他们还在矿区外围打转 凤华凝声道 传闻天出矿洞之中 有太古生灵存活 似乎在镇守什么大秘密 若无大地之境的修为 踏入天出矿洞 必死无疑 若无大地修为 进入这个矿洞 必死无疑 那我们接下来 是要进入这个矿洞吗 阎洛雪只觉得头皮发麻 下意识地看了 终神秀一眼 跟上 终神秀没有说太多 继续往前 眼前的天出矿洞 看似离他们只有万米之距 实则隔着一片片空间 若无特殊路径 根本不能靠近 四人往前走了几步 眼前的场景瞬间发生变化 原本还是一个巨大的天坑 但是此刻天坑已经消失不见 十几座巨大的银色山越 山越厚重 高低不一 光芒璀璨 上面覆盖着强大的静止 让人难以靠近 山体上悬挂着密密麻麻的棺材 地面上更是有诸多神秘的枯骨 有人类的 妖兽的 不知民族群的 每一句都散发着可怕的气息矿洞 消失不见了 阎洛雪神色惊讶 没想到那矿洞转眼就消失不见了 他们似乎又来到了一片特殊的地带 终神秀看向眼前的山越 一共有十八座 其实这是十八座大墓 名曰十八名墓 天然生成 坚不可摧 他们不属于天出矿区 只属于天地 诡异莫测 而在明墓之下 还有一座小型墓穴 那是大地的灵墓 被称为九幽地墓 建在九幽之上 同样不简单 他此番来天出矿区 可不是为了进入天出矿洞 而是为了进入更为诡异的九幽之地 九幽属于未知地带之一 与幽明有巨大联系 纵然对天出矿洞的禁忌生灵而言 九幽也是禁区 不可踏足 镇魂中 凤华突然看向一座山岳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那座山岳上悬挂着一口古朴的青铜钟 正是他要寻找的镇魂中 终神秀则是眉头微皱 剧情之中 这镇魂中并不在山腰上 而是在地面 阎落雪逃入此处的时候 鲜血浸染镇魂中 从而得到镇魂中认主 东西在山腰上和在地上 均有讲究 处在山腰上便属于明目 外人不可夺取 一旦夺取 便会引发诡异变化 就如那些棺材一般 里面葬着诸多强大的生灵 还有各种质宝 但更古以来 却从未有人敢开关 道取 因为这些都属于明目 十八明目 乃是天地之物 论极凶险程度 比下方的九幽地墓更为可怕 九幽地墓 终究只是大地墓穴 而十八明目 则属于晋级墓穴 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 谁也不知道 剑中神秀皱眉 凤华连忙问道 中风主 镇魂中在那里 可是有什么问题 确实有些问题 取一滴鲜血 上前试试能否让镇魂中认主 好 严落雪也没有犹豫 咬破手指 一滴鲜血浮现 他往那座山岳走去 结果刚走两步 离山岳还有百米 他立刻停了下来 受到了一股巨大的静止阻力 不能继续往前 咻 他挥手 这滴鲜血立刻飞向镇魂中 哄 他的这滴鲜血 还未靠近镇魂中 便被静止之力蒸发殆尽 扑 严落雪身体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来 脸色更为苍白 鲜血被蒸发 他竟然受到了反噬 终神秀 眼睛微微一眯 严落雪能够得到这片矿区的认可 但是这十八明目并不属于矿区 纵然是他这个天命之女 也很难改变这明目的规则 没事吧 凤华快步来到严落雪身边 严落雪抹去嘴角鲜血 凝声道 问题不大 师尊 这山岳给我的感觉很诡异 这镇魂中十有八九曲不走 凤华凝视着镇魂中 眉头紧锁 此刻他修为全部被压制 镇魂中就在眼前 他也没有丝毫办法 这些山岳上面的镜纸 看起来就不简单 若无修为 不可能破开 退下吧 让我试试 终神秀面带沉吟之色 这些镜纸必须要破除 否则的话 他也不能进入九幽之地 第161章 收起明目 九幽地目 有劳中封主了 见终神秀打算出手 凤华神色凝重无比 立刻带着阎落雪退后 师尊 你小心一点 阎晨鱼心中有些担心 这十八座山岳不简单 给他的凶险之感 绝对不弱于天出 矿洞嘶吼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往前踏出一步 哄 鸿蒙塔碎片的力量 瞬间被他调动 恐怖的鸿蒙之力充斥全身 原本被禁锢的修为 再次恢复 六道炉 终神秀祭出六道炉 天荒地落岩 顿时将六道炉包裹 寂灭之微浮现 空气颤动 周围的空间出现一道道裂痕 似乎有些承受不住这股威压 中风主的修为 没有被压制 阎落雪捂着嘴巴 惊讶无比 凤华眼中也露出了怪异之色 终神秀这家伙 真的太神秘了 嗯 突然 终神秀眼中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他看了一眼六道炉 又看了一眼眼前的十八座名目 就在刚才一瞬间 他竟然有一种极为诡异的感觉 那就是 六道炉好像能把这十八名目收起来 这是错觉吗 试试看 终神秀按道一句 是不是错觉 是一下不就知道了 想到这脸 他随手一挥 六道炉立刻冲出去 嗡 想象中的六道炉 与静止对碰在一起的场景并未出现 因为在六道炉靠近的瞬间 十八名目上面覆盖的静止 竟然自动瓦解 有戏 终神秀眼睛一亮 抬手捏动法觉 哄 六道炉冲入上空 一股吞噬之力爆发 十八名目竟然如宝物一般 以肉眼看见的速度疯狂缩小 片刻之后 十八名目被纳入六道炉之中 嗖 六道炉上面的气息消散 重新回到终神秀手中 终神秀看着手中的六道炉 神色有些怪异 十八名目此刻竟然被六道炉炼化了 已然在他的掌控之中 只需要心念一动 便可将其寄出来 想到这里 终神秀只觉得说不出的诡异 这十八名目绝对是禁忌存在 一旦寄出对敌 谁能抵挡 纵然是大地来了 他也能丢出十八名目去砸一砸 原本有圣图术 他还觉得自己 只是能横着在南荒行走 但是这一刻 终神秀却觉得 南荒任何一个地带 包括各大禁区 他都可以自由活动一下 什么禁忌 什么太古凶族 胆敢出来 我直接十八目砸出 谁能抵抗一下 终神秀随手一挥 震魂中飞出 秀 震魂中飞出的瞬间 竟然直接飞向炎落雪的眉心 都没有等他滴血 便主动认主了 看来这件东西 还是属于天命之女 严臣于三人目瞪口呆 那十八座山岳 就这样被终神秀收起来了 这样的场面 太过震撼人心 他 他竟然 严落雪说话都结巴了 十八座山岳啊 每一座都巨大无比 每一座看起来都凶险异常 结果就这样被收起来了 简直没有丝毫道理可言啊 这是何等可怕的手段 这还是人吗 凤华此刻也是头皮发麻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他好歹也是一种准圣 他认为自己 也算是见过大风大浪之人 但是每次和终神秀走在一起 他都会发现自己的三观 被不断打破 认知不断在变化 什么是震撼 这就是震撼 本以为终神秀要破禁止 没想到他竟然 直接将十八座山岳收起来了 这是什么逆天的操作 师尊 威武 严臣于挣了好一会儿 才艰难地道出四个字 他这一刻彻底确信了 师尊是无所不能的 任何难题在师尊面前 那都不是难题 抬手便可解决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收起六道炉 他往前面看去 十八明目消失之后 地面出现了一个天坑 犹如天出矿洞一般 里面漆黑一片 深不见底 阴森的气息从里面弥漫 一阵阵幽冥之气一出 非常甚人 但这并非是天出矿洞 这是九幽入口 天出矿洞之中 也有一条九幽入口 不过被太古凶族把守 生灵不可轻易踏足 终神秀描了凤华和颜落雪一眼 接下来 我们要进入此地 你们已经得到阵魂中 可要一起下去 一起 凤华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答应了 身旁有一位 深不可测的存在阵场 机会难得 他自然不会拒绝 这天坑一看就不知道 里面估计藏着大秘密 自然得去见识一下 行吧 终神秀也没有多言 便往前走去 严陈鱼三人连忙跟上 来到天坑边缘的时候 四人往下看去 师尊 这下面好像有建筑 严陈鱼宁声道 这天坑里面 溢出的气息非常诡异 冰冷刺骨 让他感到全身发寒 甚至灵魂都仿佛要结冰一般 而在天坑之中 竟然有诸多古老的建筑 看起来很是不简单 谁能想到 这下面竟还有神秘的建筑 这是九幽地墓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九幽地墓 凤华瞳孔一缩 想到了历史长河之中 一位精彩绝艳的大地 终神秀轻轻点头 没错 就是你猜测中的那位大地 黄泉大地 九幽地墓 九幽只是九幽之地的名称 里面的并非是九幽大地 而是黄泉大地 纵观天荒大陆历史长河 并无九幽大地 唯有一位黄泉大地 竟然真的是那位 传闻黄泉大地来历神秘 战力滔天 曾踏足过诸多古老禁区 留下诸多神话传说 最终神秘消失 没想到他的墓穴竟然会在这里 强如大地在大道之路上 也终有覆灭的一天吗 凤华轻轻一探 黄泉大地 何等精彩绝艳的存在 他的墓穴却在眼前 让人唏嘘 终神秘摇摇头 这下面的是黄泉大地的灵墓不假 但黄泉大地的尸骸并未在其中 灵墓在这里 并不意味着对方已经陨落 黄泉大地极为不简单 在不同的纪元时期都出现过 传闻他掌握着一种轮回秘法 神秘无比 第162章 黄泉葫芦 九幽之海 黄泉大地的尸骸没有在灵墓中 难道他还未陨落 凤华精仪不定地问道 或许吧 终神秘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倒也没有解释太多 九幽地墓确实是黄泉大地的灵墓 曾葬着黄泉大地的身躯 不过对方修炼的功法特殊 借助九幽之力重获新生 天荒大陆的规则并不完整 大地强者 已然算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自然没有那么容易陨落 不单单黄泉大地 对其他大地而言 亦是如此 地级强者受缘漫长 习惯进行各种布局 一旦牵扯到他们的布局之中 下场都不会很好 就如这九幽地墓一般 里面便藏着黄泉大地的诸多布局 寻常修饰想要掘墓 夺取地藏 绝对是死路一条 不过这九幽地墓之中 倒是藏着一件好东西 下去看看 终神秀随手一挥 席卷着三人往下面飞去 秀 四人瞬间来到一座漆黑的广场上 广场宽阔 上面助力着诸多黑色的石柱 每一根石柱都有百米之高 雕刻着玄妙的符文 石柱顶上均摆放着铜灯 一共二十四根石柱 二十四盏铜灯 在广场镜头 则是有一座巨大的黑色大殿 大殿浑然天成 殿门上面布满古老的图腾 与大殿紧紧地镶嵌在一起 密不透风 静置笼罩殿门 散发着荒谷之气 想要开启这座大殿 就必须要破除这些禁止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盯着黑色大殿 这黑色大殿便是墓室 里面倒是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可惜根本不是留给外来者的 除非是大地级别的强者到来 否则的话 谁进去谁死 哄 终神秀轻轻挥手 二十四盏铜灯瞬间亮起来 蔚蓝色的火焰升起 犹如鬼燕一般 看起来有些圣人 他要夺取的东西并非在墓室之中 而在这座广场之下 他往四周看了一眼 继续往前走去 来到广场最中央的位置 这里明显很诡异 地面上有一朵凹陷的花朵 这是彼岸花 花朵上面有奇特的纹路 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陈鱼过来 终神秀对颜陈鱼道 嗯 颜陈鱼立刻来到终神秀身边 终神秀拉起颜陈鱼的手 轻轻一划颜陈鱼手掌被划破 鲜血瞬间一出 滴落在地面上的花朵上 将鲜血浸染这朵花 终神秀轻声道 颜陈鱼照办 鲜血不断流淌 嗡 片刻之后 地上花朵爆发一阵浓郁的血光 嗡 一阵近风袭来 二十四盏铜灯颤动 蔚蓝色的火焰疯狂摇晃 一阵阵诡异的嘶吼声 从火焰之中传出 犹如恶灵一般 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非常吓人 颜陈鱼立刻看向那些火焰 他感觉这些火焰 好像有眼睛 正在盯着他 这些火焰 好像是活的 颜陈鱼血 脸色苍白地盯着二十四朵火焰 终神秀淡然道 黄泉大帝一生斩杀过不少强者 其中一部分 瞳孔紧缩 无妨 小场面罢了 虎虎人还行 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你先退下 终神秀摇摇头 颜陈鱼退后 秀 终神秀飞身而起 法觉捏动 二十四盏铜灯脱离柱子 悬浮在他的身前 二十四道火焰高高升起 快速融合 形成了一个玄妙的阵法 嗡嗡嗡 二十四盏铜灯不断震动 咔嚓 广场中央的那朵比安花 顿时碎裂 秀 一道血色残茫飞尸而出 终神秀伸出手 将那道血色残茫禁锢 很快血光散去 终神秀手中 出现了一个赤黄色的葫芦 黄泉葫芦 倒是一件质宝 终神秀盯着手中的赤黄色葫芦 这个葫芦本身就是一件质宝 里面藏有黄泉之水 可腐蚀万物 还有一柄非常厉害的黄泉飞刀 一旦祭出 可瞬间劈开天地 非常凶利 周围的青铜灯 再次回到石柱上面 给你了 至于它到底有何玄妙 到时候我再告诉你 严陈鱼接过葫芦 甜甜地说道 谢谢世尊 他想将这个葫芦 收入储物戒指里面 却发现根本收不进去 也只能将其挂在腰间 终神秀看向凤华道 这九幽地墓之中 倒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不过不能去触碰 这九幽地墓要上升了 接下来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他随手一挥 几人瞬间消失在广场上 在他们消失的时候 轰隆隆 九幽地墓开始上浮 黄泉葫芦 其实是九幽地墓的支撑点 阵法之眼 如今被取走 这座地墓也该问世了 再次出现 终神秀四人 来到了一片漆黑如墨的大海边 与寻常海水不同 这片黑色的海水 没有丝毫声音 更看不到一丝浪花 甚至连一丝微风都没有 显得寂静无比 犹如一面漆黑的镜子 压抑的吓人 浓郁的九幽之气弥漫出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神魂仿佛被冻结一般 极为难受修为恢复了 严落雪脸色一洗 之前的修为压制感已经消失 修为已然恢复 严晨渝和凤华的修为 同样也恢复了 终神秀清语 这是九幽之海 不在天出矿区的规则之内 不过它的凶险程度 比天出矿区自身 还要可怕数倍 属于世间禁忌地带之一 你们记住 接下来不要轻易动用灵力 九幽之力能腐蚀灵力 一旦被腐蚀 在这里根本不能恢复 明白 严晨渝三人神色严肃地点头 秀 终神秀伸出手 将青铜灯拿出来 这盏灯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禁忌铜灯 传闻它来自幽冥之地 可召唤一些诡异的东西 也能指引生灵 前往未未知之地 体书就在这片黑色大海的 一座岛屿上 至于那座岛屿到底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 唯有禁忌铜灯能够找到方位 问 禁忌铜灯上面的黑色符文 与九幽之气融合 灯芯瞬间亮起来 一抹微弱的蓝色光芒浮现 第163章 九幽之灵 找死罢了 有艘船 严落雪看向海面 远处正有一艘青铜古船 往这边驶来 青铜古船上并无人 它好似在自动行驶一般 禁忌气息弥漫 隔着老远 便让人感到神魂悸动 九幽之海 这 难道是传说中的幽冥船 凤华瞳孔一缩 想到了传说中的一种禁忌之物 幽冥船 传闻幽冥船行驶在幽冥之上 可前往各大禁区 按照某种特定的规矩行驶 百无禁忌 诡异无比 它们来历神秘 不知是谁铸造了它们 不知它们来自何地 更不知它们最终会驶向何地 非常神秘 有古来传说 生灵登上幽冥船 便可进入幽冥之地 寻找传说中的永生 不过终究只是传闻 不知真假 终神秀摇摇头 这不是幽冥船 而是鬼船 幽冥船是一种更为诡异的存在 生灵纵然见到 也不见得有资格踏上去 纵然踏上了幽冥船 也容易沾染大英国 更古以来 不是没有生灵踏上过幽冥船 但大多数下场都很惨 幽冥又岂是那么容易窥视的 鬼船论极恐怖程度 或许不如幽冥船 但同样是一种禁忌之物 一旦踏上去 到底会发生什么 很少有人知晓 这艘鬼船 是禁忌铜灯召唤来的 只要在九幽 幽冥之地 禁忌铜灯便可召唤鬼船 亦或者幽冥船 非常神奇 鬼船 凤华微微一正 很快 鬼船靠岸 上船 钟神秀率先上船 严晨渝等人立刻跟上 他将禁忌铜灯放在船头上 接下来不管听到什么 都不要往后看 钟神秀对三人叮嘱了一句 便盘膝坐在地上 好 严晨渝三人立刻坐在他身边 蓝色灯光弥漫 成为漆黑之地的一抹光源 嗡嗡嗡 鬼船缓缓行驶 无边无际的九幽之海 寂静无声 天地一片漆黑 唯有一抹微弱的蓝色光芒照耀 这一抹光芒 好似在指引前路 鬼船的速度越来越快 周围却依旧是一片漆黑 容易让人忽略时间 不知道过了多久 嗡 寂静的九幽之海 突然传出一阵阵咆哮声 这些声音来自鬼船之后 犹如厉鬼一般 海面震动 有生灵正在后面追逐鬼船 速度非常快 这事 阎洛雪脸色一变 下意识地便要转过身去看 终神秀立刻伸出手 一把按住对方的脑袋 皱眉道 把我的话荡耳旁风 阎洛雪瞬间反应过来 他心中一宁 神色不自然地说道 对不起 刚才那声音太吓人 我的身体好像有些不受控制 废柴 连心神都控制不住 要你何用 阎晨宇冷声道 哼 废就废 不要你管 阎洛雪冷哼一声 立刻闭上眼睛 不看就不看嘛 我闭上眼睛还不行吗 终神秀松开手 他凝视着前方 前方海面出现了两道巨大的影子 好像是两座岛屿 两座岛屿并排里 中间是一个诡异的峡谷 峡谷之中 好似藏着一些特殊的东西 有一道道虚幻的残影 从海面悬浮而起 犹如触手一般 前两座岛屿出现了 终神秀暗道一句 这两座岛屿上有特殊机缘 鬼船每经过这些岛屿的时候 都会停留一下 若是实力强大者 倒是可以上岛图谋特殊机缘 但这里并非他的目标 他的目标后续的岛屿上 所以没必要在前面两座岛屿停留 接下来还会有几座岛屿 若是没有禁忌铜灯指引 想要在浩瀚的九幽之海上 找到这些岛屿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生灵踏入 唯有死路一条 禁忌铜灯诡异无比 他指引的最佳路线 也是一线生机的所在地 咻 鬼船的速度加快 眨眼便来到左侧的一座岛屿边缘 还就此停下 你们都别动 也别往后看 一切交给我即可 终神秀起身走向船头 他将禁忌铜灯拿起 指向两座岛屿中央的峡谷位置 鬼船不再停留 立刻冲向峡谷 他好似彻底被禁忌铜灯牵引 吼 鬼船刚进入峡谷的瞬间 峡谷之中顿时传出一阵阵咆哮声 海水之中浮现密密麻麻的尸体 黑压压一片 每一具尸体都古老无比 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这些尸体伸出泛白的爪子 向着鬼船抓来 森冷无比 结结 两边的岛屿发出尖锐的叫声 一些犹如水猴子一般的怪物 沿着岛屿爬下 它们面目猙獰 眼睛血红 獠牙尖锐 爪子锋利 身体好似黑色的液体状态 布满神秘的符纹 在缓缓如动 很是恶心 每爬一步 都在岛屿上留下深深的腐蚀痕迹气息 好可怕 颜沉鱼和颜落雪神色凝重无比 这些尸体和怪物散发的气息非常可怕 让它们感到心悸和渺小 凤华神色戒备 一旦发现不对劲 便会出手 区区九幽之灵 找死罢了 终神秀神色淡漠 一道鸿蒙之力 注入禁忌铜灯里面 嗡 禁忌铜灯的火焰更为浓郁 黑色符纹弥漫 禁忌之微爆发 哄 周围的所有尸体 岛屿上的那些怪物 顷刻间灰飞烟灭 九幽生灵覆灭 终神秀眼中没有露出一丝波澜 解决了 颜沉鱼三人松了一口气 咻 鬼船化作残影 快速穿越这片峡谷 随后 又是无边的九幽之海 鬼船不断穿越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或许更久 鬼船依旧在不断穿梭 越过了几座岛屿 禁忌铜灯 又轰杀了一些九幽生灵 第六座 终神秀自语 师尊在数什么 颜沉鱼好奇地问道 这一路走来 师尊似乎正在数什么 这鬼船到底要驶往何地 他们到底要前往何处 或许只有师尊知道 终神秀陈应道 岛屿 我们穿越了六座岛屿 接下来还有一座 第164章 第七岛屿 无名墓碑 九幽之海 寂静无声 天地一片漆黑 一缕蓝色灯光 成了这方天地唯一的光明 鬼船渡海 速度极快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座漆黑如墨的岛屿 出现在海面上 与之前的情况不同 之前的岛屿 都是成双出现 而此刻唯有一座 孤零零的岛屿 不过这座岛屿 明显更为巨大 上面笼罩着迷雾 周围并未看到 丝毫尸涩海和怪物 寂静的下人 看起来很是诡异 出现了 第七座岛屿 终神秀眼中 闪过一道金光 目的地到了 严沉鱼和严洛雪 满脸不解之色 凤华则是神色复杂 看中神秀的样子 显然也非常了解 这九幽之地 这样的禁忌地带 他却如此熟悉 这是什么妖孽 就问 还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吗 鬼船快速向着 前方的岛屿靠近 片刻之后 鬼船靠岸 下船吧 终神秀持着禁忌 同登下船 严沉鱼三人连忙跟上 在他们下船后 鬼船调转方向 向着未知之地驶去 刹那间便消失不见 接下来 他不知会前往什么地方 很是神秘 鬼船走了 严洛雪连忙开口 无妨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严洛雪闻言 倒是松了一口气 又狐疑地 看着终神秀道 中风主 你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 你是不是来过 这九幽之地 严沉鱼立刻挡在 严洛雪身前 冷声道 这和你有关吗 和你无关的事情 少问 我就随便问问嘛 你凶什么 严洛雪下意识退后一步 终神秀没有过多理会 他打亮着眼前的岛屿 岛屿边缘 地面极为柔软 犹如稀沙堆积 呈现灰暗之色 岛屿整体呈现黑暗之色 笼罩在迷雾之中 并无任何植被 而岛屿的入口 则是两块巨大的岩石相连 宛若两只大乌龟伸出脑袋 形成一道拱门 拱门之后一片漆黑 不知踏入其中 会出现什么 跟上 终神秀 使着禁忌同登 往拱门走去 这座岛屿会非常凶险 一旦进入拱门 便可见到另类景象 里面是埋谷地 葬着可怕的生灵 任何声音 同样死记无比 九幽之气非常浓郁 而且还夹杂着可怕的死记 这里仿佛是一个内世界 横跨白底左右 周围住立着密密麻麻的灰色石碑 大概有数十万块 石碑上面没有丝毫自济 给人的感觉像是无名墓碑 地面上还有诸多古骸 每一具都非常巨大 气息恐怖 万古不朽 压迫感十足 在这片天地中央的位置 有一座高耸的山丘 山丘上面有一座神秘的灰色大殿 还有一棵诡异的参天大树 这棵大树苍近古老 质感粗壮 犹如接天神树一般 植入九霄 破开空间 看不到最高处 龙骨 凤华凝视着远处一具枯骨 瞳孔紧缩 头皮发麻 那具枯骨巨大无比 呈现龙形之状 这是一尊真龙的骨骸 气息非常可怕 让它感到神魂悸动 压抑无比 血液仿佛要停止流淌 这是来自血脉上的压制 钟神秀淡然道 在古老的时期 曾有一尊大圣镜的真龙 踏上这座岛屿 他想葬在这里 可惜实力不够 没有资格入土 只能留下一具尸骸在地上 这里能看到的骨骸 都是一样的 均没有资格入土 凤华文言 只觉得毛骨悚然 大圣镜的存在 都没有资格入土 那要什么样的存在 才能入土 钟神秀知道 凤华在想什么 他摇摇头道 九幽之地 属于禁忌地带 大圣虽然不弱 但在这里就显得极为一般 那尊真龙能够来到 这座岛屿 也算是运气好 纵然是大地级别的强者 踏入九幽之地 都得小心翼翼 一个不小心 也有陨落的可能 圣道之境自然不够看 那些石碑之下 是不是葬着 更为可怕的生灵 严落雪下意识问道 嗯 钟神秀轻轻点头 为何这些生灵 都想葬在这里 难道这里有什么特殊之处 严落雪再次问道 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或许是为了长生 亦或者是寿源到头的垂死挣扎 凤华轻轻一探 大道之路 永无止境 无数修士注定要埋谷这条路上 谁敢言长生 谁敢论永恒 大道尽头一场空 一杯黄土祭苍天 长生 这里有吗 严陈渝看向钟神秀 钟神秀笑了笑 没有多言 想要长生 哪里有那么容易 这岛屿藏着巨大的布局 所以埋葬着军事养料罢了 跟上我的步伐 一步都不要走错 否则会有大麻烦 钟神秀看向前方的诸多无字墓碑 若他有无敌的实力 完全可以横扫过去 无惧一切 可惜现在还是太弱了 只能按照特殊的路径往前 有禁忌铜灯在 倒是可以省去诸多麻烦 当然 纵然有禁忌铜灯 也会出现一些杀鸡 这是不可避免的 嗯 严陈渝三人 神色严肃无比 钟神秀持着禁忌铜灯在前面带路 灯光微弱 灯火偏向哪里 钟神秀便往哪里踏出 步伐平稳 不急不缓 四人很快便进入墓碑群之中 这里好似是一个巨大的迷宫 藏着诸多神秘古老的阵法 若是没有指引 一步踏错 便可能永远出不去 严陈渝三人紧紧地跟着 不敢有丝毫分心 也不知道 就这样走了多久 或许是一天 或许是两天 总之 众人就感觉非常漫长 每一步都是煎熬 走着走着 众人终于靠近中央地带 不过 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哄 一座无名墓碑突然碎裂 一只腐烂的大手 从里面伸出来 猛然抓向钟神秀等人 第165章 幽名之术 体书到手 不好 凤华脸色一变 小场面罢了 钟神秀神色平静 并未感到丝毫意外 均在可控范围内 若是危险不可控 他也不会带着严陈渝等人来这里 在那只腐烂大手抓来的时候 他将一道鸿蒙之力 注入禁忌铜灯之中 嗡 灯光浓郁了一分 禁忌之力弥漫 那只腐烂大手刚靠近 便犹如冰雪一般 快速消融 最终化作鸡粉 消散在天地间 但这还未结束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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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八方 所有的无名墓碑 纷纷碎裂 地面开始起伏 尘土突起 吼 恐怖的嘶吼声从地面传出来 一句句腐烂的尸骸 从地底爬出 他们眼睛血红 轻面獠牙 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腐臭味 还有可怕的威压 能够葬在墓碑之下 这些生灵 生前都是非常可怕的 此刻威压弥漫 似要撕裂这片天地 哄 在这些腐烂尸骸爬出来 禁忌铜灯的威压 骤然爆发 一阵烈焰 席卷四面八方 天地崩碎 所有的尸骸 碎裂的墓碑 在寝刻之间灰飞烟灭 甚至连带地面的尘土 都被蒸发殆尽 唯有最中央的大山 纹丝不动 严陈宇等人见状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这铜灯真的好诡异 这到底是何等逆天之窝 凤华凝视着 终神秀手中的禁忌铜灯 这样的至宝 他还是第一次见 刚才那些尸骸 随便一句 都足以让他灰飞烟灭 结果却被这盏铜灯 散发着的威压灭了 让他感到亥然 终神秀淡然道 这盏铜灯虽然诡异 但灭不了这里 甚至连这里的一丝尘土 都难以回去 三人一愣 这里的墓碑 尸骸 泥土 均已消失 终神秀却说难以回去 什么意思 你们再看一下四周 终神秀沉应道 三人立刻看向四周 下一秒 却是瞳孔紧缩 周围的天地 正在快速恢复 消失的无名墓碑 再度出现 刹那间的功夫 天地就恢复如初 如终神秀所言 连带着一丝尘土 都没有变化 这一切 好似幻境一般 诡异莫测 并非幻境 终神秀轻生 这里的一切 可以被削平 但不能彻底毁灭 在他的认知中 这座岛屿是非常神秘的 天地间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 可以将之毁灭 准备登山吧 此番来这里 只是让你们见识一下 没必要想太多 以你们的实力 此刻还没有资格 知道这里的奥秘 终神秀到了一句 随手一挥 席卷三人冲向前方的山岳 片刻后 四人登上山岳 山岳之巅 有一座广场 广场中央 有一座神秘的黑色祭坛 祭坛有道道裂痕 被铁链封锁 而在广场尽头 则是有一座灰色大殿 气势如红 古老无比 上面没有丝毫图腾花纹 仅仅是一座大殿 这座大殿并无门户 更无入口 好像是一个整体 看起来很是奇特 在大殿前面 筑立着一棵参天大树 大树苍进古老 直径200米 粗壮异常 直入九霄 破开苍穹 看不到顶端 树皮枯皱 犹如一道道深邃的沟壑 带着岁月的痕迹 散发着荒凉的气息 这座大殿好奇妙 竟然没有门 严陈鱼盯着前方的灰色大殿 这样奇特的大殿 里面肯定有特殊之物 钟神秀清语道 其实这座大殿是有门的 不过那道门 处在了另外一个空间 在这里倒是看不到 果然诡异 严陈鱼宁声道 这一路跟着钟神秀 他也算是彻底开阔了眼界 每一个地方都奇特无比 太古阴坟 青铜神殿 大荒山等等 可惜他的实力太弱 只能看一看 并不能去深入了解一番 还得努力修炼才行 相对而言 我倒是觉得这棵树更为特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大的一棵树 严落雪神色震撼地 盯着眼前的大树 这棵树太高了 网上看去 让人感到眼花缭乱 根本看不到顶这是幽冥树 传闻其连接幽冥 沿着树一路网上 能踏入传说中的幽冥之地 钟神秀解释道 这样 严落雪吐了一下香蛇 好吧 不管是九幽之地 还是幽冥之地 亦或者幽冥树 都是他的认知盲区 除了震撼 他找不到其他能说的 接下来 你们在这里等我即可 钟神秀持着禁忌铜灯 往幽冥树走去 他要的体树 就刻在幽冥树一脚上 古老的纪元长河中 有一尊修炼体树的天外 恐怖存在来到这里 他曾沿着幽冥树 踏足更为诡异的幽冥地带 或许是担心自己 一去不复还 导致体树断了传承 所以 他便在这颗幽冥上 刻下体树修炼之法 钟神秀来到幽冥树的一个位置 果然看到了一些神秘的符文 他盘膝坐在地上 将禁忌铜灯放在一侧 然后对着那些符文伸出手 鸿蒙塔碎片悬浮在眉心的位置 疯狂烙印这些符文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禁忌铜灯 灯心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钟神秀双眼紧闭 眉心的鸿蒙塔碎片微微颤动 一道道符文悬浮在上面 被不断刻画烙印 严晨渝三人 神色戒备地盯着四周 半个时辰后 钟神秀瞬间睁开眼睛 一道幽光闪过 眉心的鸿蒙塔碎片 回到灵魂深处 提说 终于到手了 钟神秀拿起禁忌铜灯 缓缓起身 往严晨渝等人走去 可以离开了 只需要踏上这座祭坛即可 钟神秀看向几人 这座祭坛 可以直接将它们送入外界 否则的话 想要在九幽之地的其他位置 寻找出口 会极为困难 九幽之地诡异莫测 实力不足 还是不要继续窥视 东西已经到手 也该离开了 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发现 手中的禁忌铜灯正在挣扎 剧情之中 严洛雪得到禁忌铜灯 踏入九幽之地后 也曾来到这里 最终禁忌铜灯化作残影离去 此刻看来 也要发生类似的情况 钟神秀松开手 既然这禁忌铜灯 也不属于自己 他也没有必要抢球 在他的认知中 还有诸多质宝 比禁忌铜灯 还要诡异数倍 没必要盯着一盏灯不放 秀 禁忌铜灯没了束缚 瞬间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天际飞去 他的下一个目的地 是幽冥 走吧 钟神秀带着几人踏上祭坛 嗡 一阵黑色光芒 从祭坛上浮现 众人的身影瞬间消失 第166章 圣人之子 果然厉害 圣道学院 上空 一群神秘人出现 他们身着古老的战甲 骑着恐怖的妖兽 手持森冷的长矛 身上散发着荒谷气息 威压滚滚 撕裂苍穹 吼 妖兽咆哮 震动天语 霸道异常 怎么回事 圣道学院中 诸多弟子眼中露出金具之色 上空的威压太过可怕 让他们感到呼吸困难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闯入我 圣道学院的领地 一阵怒吼声响起 赵无极带着圣道学院 各封强者冲天起 神色冷立地盯着虚空中的 那群神秘人 哄 神秘人群中 一位身材枯瘦 白发苍苍的老者 一步踏出 恐怖的造化之威爆发 圣道学院的众人 还未反应过来 瞬间被震退数十米 纷纷口吐鲜血 这是 稳住身躯之后 圣道学院的各封的强者眼中 露出骇然之色 这老人的实力好可怕 难道是 一尊万象镜的强者 亦或者更强 白发老者 神色淡默地说道 老朽来自荒谷王家 荒谷世家 圣道学院的众人一听 顿时脸色巨变 神色凝重无比 荒谷世家之人 来这里做什么 荒谷世家 传承古老 底蕴雄魂 还有圣人坐镇 在这南荒之地 又有几人敢招惹 原来是荒谷世家的前辈 不知来我圣道学院 有何贵干 赵无极神色恭敬地问道 老者默然道 圣道学院 有人杀了我王家的人 老朽特来讨个公道 蓝黄妖元之行 王家不少人惨死 天骄王臣 与一位造化敬强者 更是死于其中 一番查下来 发现此事 竟然与圣道学院 和天舞学院之人有关 在这南荒内 竟然还有人敢挑衅荒谷世家 这让他们如何忍受 圣道学院和天舞学院 在这大夏皇朝内 或许还算不错 但是放眼南荒 又算得了什么 若不是怀疑 那出手之人 乃是一尊圣人 他早就将这圣道学院 血洗一遍了 他只是来打头阵 若那人真的是一尊圣人 到时候 自然会有强者前来对付 怎么可能 我圣道学院之人 怎么会对荒谷世家之人动手 前辈是不是搞错了 赵无极神色凝重 咻 老者随手一挥 一幅画出现在众人眼前 上面的正是中神秀 中风主 看到画上之人的时候 赵无极等人心中一突 看来他果然是圣道学院之人 如此一来 事情倒是好办了 立刻让他出来 否则今日老朽血洗 血洗圣道学院 老者语气淡漠 血洗圣道学院 就凭你一位造画镜出妻吗 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身着灰色长袍 眼眸深邃的老人 从武风飞升而出 此人正是圣道学院的大院长 道无牙 见过大院长 圣道学院的众人 连忙对道无牙行礼 嗯 道无牙轻轻点头 他又面无表情地 看向王家那位老者 纵然对方是造画镜的存在 他也丝毫不惧 作为踏足过各大禁区之人 自然不会被一点小场面震慑住 道无牙 王家老者眼睛微微一眯 对于道无牙 他也算了解 对方是圣道学院那位圣人的子嗣 从出生那一刻 便被圣人封印在一块道园之中 直至过去七千年 才问世问世的道无牙 并未传承圣人血脉 而是一介繁体 但他硬是踏足各大禁区 找到了改命之法 也算是个特殊的存在 圣道学院虽然没有圣人坐镇 但也不是等可以撒野的地方 再敢放肆 杀无赦 道无牙眼中闪烁着幽光 王家老者神色淡漠地说道 道无牙 你确实是个人物 能够在禁区之中 找到改命的方法 也算是有些能耐 不过修行不易 你好不容易一次才踏入万象镜 还是不要自悟地好 纵然再怎么特殊 终究只是万象镜 在他这位造化镜面前 对方又能如何 道某行走各大禁区 什么样的存在没有见过 就凭你区区造化镜出气的修为 在我面前 还真的不够看 道无牙语气霸道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圣道学院的众人 微微失神 一直以来 大院长在他们眼中 都是非常低调 温和的存在 很少见到对方如此霸道的时候 是吗 王家老者眉头一挑 瞬间杀到道无牙面前 抬手便是一拳 一道赤色拳印爆发 横掘天地 凶猛异常 圣人之子又如何 今日他便要给对方一点教训 道无牙神色淡漠 一拳迎上去 丝毫不惧 问 一个阴阳于太极印浮现 道运天成 黑白光芒弥漫 带着寂灭之威 周围的空间都在扭曲 发出咔嚓咔嚓之声 威势无比恐怖 哄 两人的拳印 顿时对红在一起 周围的空间骤然爆裂 狂暴的气浪 席卷四面八方 刺目之光横扫而出 遮掩天地 让人睁不开眼 爆炸声不断 一阵阵狂风大作 犹如捧鸟挥动翅膀 形成巨大的漩涡 吞吐天地之力 碰 一拳之后 王家老者倒退百米 身体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 脸色有些苍白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一招交锋 他竟然被一个 万象镜的修饰击退了 反观对面的道无牙 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 刚才一拳 对他而言 轻松无比 处在绝对的上风 我说了 你还不够看 道无牙神色淡漠地 盯着王家老者 他在禁区之中 得到的改命之法极为特殊 功法也很玄妙 一旦入了万象镜 从此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于月 不愧是圣人之子 果然厉害 王家老者神情凝重 看来道无牙 在禁区之中 得到的东西很奇特 这战里 直接越了一个大吉 属实可怕 再不离开 今日道某 便要大开杀戒了 道无牙冷声道 身上的气息 将天地封锁 覆盖王家的其余之人 纵然 你有越级战造化镜的实力 今日也注定 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王家老者默然道 他捏动法掘 身上浮现一具 赤红色的战甲 伸出手 一柄诡异的长刀 出现在手中 森冷的刀气爆发 欲要劈开天地 胸利至极 第167章 胆赶出来 斩了便是 哄 王家老者身上的 赤红色战甲 很是不简单 穿上战甲之后 他周身浮现古老的符文 一个赤色圆环 悬浮在头顶 吞吐天地之力 他的修为顿时暴涨 直接从造化镜初期 踏入造化镜中期 提升了一个小境界 造化镜中期 配上一柄造化灵器 还算不错 但依旧不够看 道乌鸦淡然道 是吗 王家老者阴冷一笑 手中的长刀 骤然悬浮在身前 他抚摸刀背 力量疯狂注入其中 嗡嗡嗡 长刀震动 刀气弥漫出 这是一柄造化灵器 踩上骨悬体而住 激烈三千年而成 锋利无比 肩不可摧 乱骨天刀 斩 王家老者怒吼一声 一刀劈出 天穷之中 瞬间出现 一柄巨大的天刀 将天鹊劈开 猛然斩向到乌鸦 异常的强悍 这一刀下去 造化之下 谁人能等 道乌鸦眼中 闪过一道寒芒 他并未寄出冰刃 而是猛然握紧拳头 身上的威压 顿时暴涨十倍不止 大荒圣王拳 道乌鸦语气森冷 一步踏出 对着那柄天刀便是一拳 一道灰色拳印猛然爆发 狠狠地轰击在那柄天刀上面 碰 拳印与天刀对碰在一起的时候 天刀顷刻间被打爆 化作碎片 飞溅四周 噗 王家老者受到巨大反噬 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眼中露出了金锯之色 他的本命灵气 竟然被道乌鸦一拳轰爆了 那可是造化灵气啊 被一个万象镜的修士打爆了 刺了 道乌鸦并未停手 而是一个剑步 杀到王家老者面前 对着对方的胸口便是一拳 什么荒谷世家 什么造化镜 一拳打爆 哄 这一拳极为霸道 速度也很快 犹如闪电一般 王家老者还未反应过来 便感到胸口一阵剧痛 咔嚓一声 他身上的战甲被打爆 整个人犹如炮弹一般飞出去 再来 道乌鸦语气冷立 寝客间来到王家老者的身旁 还不带对方稳住身躯 他便一拳轰上去 啊 王家老者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直接从上空坠落 砸在武峰的一个广场上 那个广场直接爆裂 出现一个大坑 一阵阵浓烟从里面升起 散发着一股焦壶之味 大坑之中 王家老者身躯碎裂 血肉模糊 五脏六腑全部爆裂 森森白骨 变成粉碎 气息微弱无比 瞳孔暗淡 已然丢了半条命 一位造化镜的强者 竟然被一个万象镜的修士 直接打爆 这样的场面 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大院长 好强 圣道学院的众人语气颤动 眼中露出震撼之色 那可是 一位造化镜的强者啊 就这样被大院长 几拳打爆了大院长 真的只是刚入万象镜吗 怎么感觉 他比造化镜还要凶残呢 长老他 王家圣鱼之人 则是瞳孔紧缩 看向道乌鸦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 刺了 道乌鸦身影一闪 来到大坑之中 他一脚踩着 王家老者的脑袋 默然道 我说了 不离开便要大开杀箭 便先送你上路 放肆 就在他刚打算 一脚踩死王家 这位老者的时候 一道苍老的声音 突然响起 虚空碎裂 一口漆黑如墨的棺材 从虚空之中浮现 恐怖的大道之威弥漫 封锁天穷 寂灭苍天 凶猛无比 小贝 放了他 否则 死 棺材之中 苍老的声音再度响起 这是王家的 一位问道静强者 平日里根本不会现身 此番已然从沉迷中苏醒 碰 道乌牙根本没有废话 一脚踩下去 直接将王家老者的脑袋踩爆 神魂直接碾碎 看来你在找死啊 王家问道静强者的声音 森冷下来 无形的杀意弥漫 将整个圣道学院封锁 天地出现裂痕 杀伐之气覆盖 让人感到神魂悸动 身躯仿佛要被撕裂一般 问道静强者一怒之下 完全可以瞬间 让圣道学院灰飞烟灭 一阵已 道某何惧 道乌牙面无表情地说道 此时 圣道学院外 一座高山之巅 钟神秀等人 默默地看向圣道学院的位置 师尊 那棺材里面的老家伙 看起来很可怕 大院长挡得住吗 严陈鱼好奇地问道 正常情况来说 以道乌牙自身的修为 自然不可能是 问道静修士的对手 不过他掌握的东西可不简单 这一战他不会败 钟神秀神色自若地说道 道乌牙绝对算得上 是一个逆天的存在 以凡人之躯 游走禁区 得到了改命之法 对方掌握着一尊 太古强者的传承 手段可不弱 可以说 道乌牙只要不陨落 成圣已经是钉板上的事情 甚至还有希望正道大地 剧情中的道乌牙 本就强悍 甚至还能叫板圣人 若不是有颜落雪 这个脱油瓶的话 对方也不会寄到陨落 肯定能走得更远 如今这个脱油瓶 已经败师凤华 道乌牙的路 或许能走得非常远 想到这里 终神秀不禁看了颜落雪一眼 天命之女 真的会把身边之人的气韵 都吸干嘛 甚至还会吸命 颜落雪心中一突 不知终神秀为何突然看自己 只觉得莫名的不适应 他老老实实的 好像啥都没说吧 终神秀一开目光 继续看向圣道学院的位置 荒谷王家 还有一位圣人 凤华抬头看向一个方位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不出来也就罢了 胆敢出来 斩了便是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说道 凤华文言不禁苦涩一笑 纵观整个南荒 又有几个圣人 但终神秀却将斩圣之事 说得如此轻松 让他感到心情复杂 不过他也没有怀疑终神秀的话 终神秀的手段 他是见识过的 自然不会觉得对方在狂言 有意思 今日老朽便斩个圣人之子吧 王家问道竞强者 语气阴森 哄 恐怖的力量从棺材之中爆发 化作一柄黑色的大道之剑 将道无牙封锁 这件战甲极为不简单 上面刻满了大道符文 还有神秘的图腾覆盖 图腾上面的是一尊诡异的太古凶兽 荒谷之气弥漫出 神秘无比 嗡 穿上这身战甲之后 道无牙的修为疯狂暴涨 万象镜中期 万象镜中期 万象镜后期 一直到造化镜初期才停下 跨了一个大境界 非常吓人 杀 踏入造化镜初期之后 道无牙没有犹豫 立刻挥动拳头 对着那柄大道之剑轰去 昆鹏战甲 是他在某个境区得到的质保 乃是一尊太古强者铸造的盔甲 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提升一个大境界 不过这身战甲 需要以道员来催动 消耗也非常巨大 所以他必须要速战速决 这棺材之中的强者 乃是问道竞初期 他手段竞初 应该可以将对方镇压 碰 道无牙的拳头 轰击在大道之剑上 大道直接被他轰爆 化作光点 充斥天地 根本挡不住他 大道之剑 不过如此 道无牙语气冷立 眼眸深邃 长发舞动 犹如绝带神魔 他再次踏出一步 顿时来到黑色棺材前面 一道大荒圣王拳轰出 拳印封锁天地 雄魂强势 光芒夺目 镇压万古 霸道绝伦 轰隆 黑色棺材被他一拳轰爆 一阵黑烟弥漫 笼罩久消 黑烟之中 一位枯瘦如柴 身形驼背 处着白玉拐杖的老者出现 他双眸浑浊 身躯腐烂 散发着浓郁的恶臭味 身上的气息极为可怕 使得身后的空间一阵颤动 竟然有些承受不住他的威压 竟然是昆蓬宝甲 看来传言是真的 你确实从天法岛 得到了昆蓬大圣的传承 王家问道静强者声音苍老 浑浊的眸子中 多了一丝金光 还有一丝贪婪 昆蓬大圣 乃是天荒太古时期的一尊大圣 属于太古凶族之一 对方曾于南荒四大禁区之一的 天法岛渡劫 踏入圣王之境 之后便神秘消失传闻 他将自己的传承 留于天法岛 无尽岁月以来 有不少强者踏入过天法岛 都没有得到他的传承 道无牙的改命之法 便是从天法岛得到的 如今昆蓬宝甲现身 那么对方是否得到了 太古凶族的传承之法 比如昆蓬宝树 那可是太古时期 镇压万古之法 杀伐大树 玄妙莫测 有滔天之威 想到昆蓬宝树 老者便是一阵激动 若是他得到这门无上宝树 或许他的圣道之路就有望了 道无牙眼眸深邃 一言不发 法觉捏洞 问 灰色光芒弥漫 一个神秘的符文大树出现 悬浮在他身后 符文大树之中 带着寂灭之威 空间节节崩碎 好像有什么恐怖的凶兽 要从里面冲出来一般 杀起滔天 昆蓬宝树 道无牙语气森朗 吼 一阵刺耳的咆哮声响起 符文大树颤动 一尊巨大的太古昆蓬 从里面冲出来 昆蓬犹如一条巨型大鱼 身躯呈现灰暗之色 身上布满灵甲 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符文 太古昆蓬一出 遮天蔽日 胸威弥漫 铺天盖地 天地悲鸣 大道颤动 万古无光 让人有种神魂 即将被撕裂的感觉 昆蓬宝树 果然是昆蓬宝树 如此宝树 是我的 王家问道静强者 神色激动 他立刻捏动法掘 手中的白玉拐杖 爆发恐怖的威压 他持着拐杖 猛然杀向道乌鸦 拐杖挥动 仿佛要将这片天地打爆一般 力量极为可怕 杀 道乌鸦语气冷立 拳头挥动 昆蓬玉天 撕裂穷仓 对着王家 问道静强者杀去 两人瞬间杀在一起 刺目之光笼罩天地 让人睁不开眼睛 残影浮现 攻击不断 一道道力量余波横扫天地 恐怖如斯 远处 高山之巅 竟然真的是昆蓬宝树 凤华眼中露出一抹意思 他来历神秘 对于昆蓬大圣的了解 远超寻常之人 昆蓬大圣 绝对是一尊绝代强者 而昆蓬宝树 也被列为太古凶术之一 昔年昆蓬大圣 凭借这门宝树 斩杀过无数强敌 甚至打崩过无数强族 让人生畏 凤华所在的势力 也曾寻过昆蓬宝树 却无丝毫收获 倒是没想到 这门宝树 竟然落到了道乌牙手中 对他而言 昆蓬宝树只是其一 终神秀摇摇头 道乌牙在禁区之中 得到的东西不少 除了昆蓬宝树外 还有一门极为诡异的天宫 那是地道之术 对方如今还未彻底掌握 那门天宫 否则的话 今日倒是可以见识一下 不过 即使没有那门诡异的天宫 凭借昆蓬宝树和昆蓬战甲 想要镇压王家 这位问道镜的老者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如中神秀所料 战斗持续一炷香之后 天地一震 王家问道镜强者 从虚空中坠落而下 鲜血飞洒烹 身躯坠入圣锋 将圣锋大阵砸碎 甚至还撞断了一座山丘 噗 王家问道镜强者 喷出一口鲜血 枯瘦的身躯 被鲜血染红 手中的拐杖只剩下半截 胸口出现一个猙獰的血洞 心脏已经爆裂 身上的气息凌乱无比 本就浑浊的眸子更加暗淡 这一战 他败了 而且是惨败 问道镜出气的修为 被道无牙用昆蓬宝树压着打 根本反抗不了 一时之间 他不禁在怀疑 到底是昆蓬宝树厉害 还是道无牙辞子太过逆天 咻 道无牙身影一闪 出现在盛风之巅 他身躯尾暗 背后悬浮在符文大阵 太古昆蓬嘶吼 他气息磅礴 战力滔天 体内犹如长河流淌 发出一阵阵轰鸣声 只见他伸出手 一道大手印出现 将王家问道镜强者 抓在手印之中 然后轻轻一捏 对方的身躯 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鲜血骨骨直冒 昆蓬宝甲的力量 即将消耗殆尽 他必须要快速震杀此人 够了 就在道无牙 刚要碾杀王家 问道镜强者的时候 一道平静的声音 突然响起 虚空开裂 一只大手 从虚空中探出来 向着圣道学院抓来 第169章 废话太多 送你上路 问 苍天大手伸出 上面附带着恐怖的 圣道之力 紫色光芒爆发 横掘十万里 圣微笼罩天地 禁固天地万物 僻逆万古 只手灭生灵 圣道学院在其面前 显得渺小无比 可轻易抓住 从而捏成粉碎 王家那位圣人 终于出手了 他并未直接现身 而是横渡空间出手 手段异常的可怕 道乌牙见状 目光一凝 手中的动作 却没有丝毫减慢 使劲一捏 哄 王家问道镜强者 直接被捏成血物 咻 一道残魂顿时飞走 并未被彻底震杀 好胆 虚空中 那道声音变得冰冷无比 苍天大手猛然覆盖而下 欲要将圣道学院 直接拍成飞灰 空间不断坍塌 犹如蔑氏一般 场面非常吓人 道乌牙神色凝重 他立刻伸出手 一道诡异的力量弥漫 刺了 圣风之中 一柄古朴的灰色长剑飞射而出 落入道乌牙手中 此剑上面附带着浓郁的圣道之力 他圣道学院的传承圣器 圣道剑 已经万古岁月没有现身了 斩 道乌牙将全部力量 注入圣道剑中 飞身入苍穹 对着苍天大手 便是一剑斩出 一道灰色的万丈剑气爆发 摧枯拉朽 破开天阙 这一剑 或许没有圣徒之威 但绝对不弱 问到镜内 或许根本没有人能挡住 可惜 在圣人面前 还是不够看 碰 苍天大手拍下 万丈剑气 顷刻间碎裂 哄 道乌牙连人带剑被轰下 直接将圣风 砸出一个大坑 噗 道乌牙丹西跪在大坑里面 喷出一口鲜血 浑身鲜血 脸色苍白无比 气息非常凌乱 修为回到了万象镜 刚才若非昆铜宝甲 挡住了大部分的力量 可能此刻 他已经是一团肉泥了 圣道之力 果然还是太过可怕 看来 要动用那东西了 道乌牙按道一句 眼中露出一丝犹豫 他还有一个倚仗 乃是禁区之物 或许杀不了一尊圣人 但能击退对方 只是那那东西太过诡异 一旦拿出来 整个圣道学院 估计都会受到影响 高山之巅 你出手 还是我出手 凤华看向终神秀 道乌牙以拜 接下来轮到他们出手了 终神秀淡然道 你能镇杀他吗 凤华失笑道 击退不成问题 但镇杀不了 他不过准圣之境 倒是能跃及与圣人一战 至于镇杀一尊圣人 他倒是没有丝毫把握 踏入这个境界的存在 均有诸多底牌 自然没有那么容易镇杀 那还是我来吧 终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身影一闪 骤然出现在上空 他随手伸出 秀 道乌牙手中的圣道剑 不受控制 直接往天际飞去 这让他神色一愣 终神秀握住圣道剑 神色淡漠地看向上方 苍天大手即将覆盖而下 中风主 众人看到终神秀的时候 不经神色一惊 没想到终神秀会在此时出现 不过 当他们想到 此刻出手之人的可怕 他们还是替终神秀 捏了一把冷汗 连大院长都不是对手 终神秀他行吗 徐福头皮发麻 只求终神秀不要出事 此刻出手的 乃是荒谷世家的圣人 这怎么挡啊 展 终神秀一剑 对着天穷 便是一道圣徒 哄 圣道剑的圣威 被彻底激活 圣剑爆发 万丈剑气 披向苍天大手 威势比道乌牙施展的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这是 圣道剑被彻底激活了 道乌牙剑此一幕 不经神色一震 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此刻终神秀激活了圣道剑 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了 圣道学院之中 他知道凤华藏得很深 也隐隐猜到了对方的修为 但对于终神秀 他了解的却不多 圣道剑被激活了 赵无极等人 此刻也是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情况啊 不是说 唯有圣人才能激活圣气吗 终神秀是一尊圣人 开什么玩笑啊 这家伙不过才十八岁 哪怕是打娘胎里修炼 也不可能这么快 踏入圣人之境嘛 哄 就在众人震惊之际 万丈剑气与苍天大手 已然对轰在一起 一阵爆裂声响起 天穷震动 力量余波疯狂弥漫 圣为滔天 片刻之后 万丈剑气和苍天大手消失 终神秀手持圣道剑 神色自若地站在虚空中 深邃的眸子中 没有丝毫波澜 清风袭来 带着一阵阵光运 他的衣衫微微晃动 周围弥漫着浓郁的圣道气息 让他看起来 犹如一尊真正的圣人静燃 挡下了 众人愣神 下意识揉了一下眼睛 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嗯 虚空中 一道诧异之声响起 嗡 天地之力凝聚 一尊巨大的紫色虚影出现 宛若巨人一般 神秘的符纹笼罩 头顶着苍天 镇压万古 圣微滚滚 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有意思 看来你就是那人了 虚影缓缓开口 一个巨大的紫色光圈 悬浮在身后 废话太多 我送你上路 终神秀神色淡漠 随手一挥 圣道剑飞回圣风 有趣 从你的气息来看 你并未踏入圣境 看来是掌握着 某种激活圣气的秘法 今日本身运气不错 昆蓬宝树和你的秘法 我都要了 虚影背后的紫色光圈 瞬间散开 凝聚成一座巨大的神桥 哄 虚影握着神桥 对着终神秀轰来 还想出手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杀意 他伸出手 一座巴掌大小的山岳出现在手中 山岳上面悬挂着诸多棺材 散发着浓郁的九幽之力 这正是十八名墓之一 对付一位圣人 一座名墓足矣 是那座山 凤华目光一凝 神色忌惮无比 那十八座山岳的可怕他自然明白 此山一出 王家那位圣人估计很难挡住 去 终神秀随手一挥 秀 手中名墓飞向天际 名墓不断变大 禁忌之威弥漫 犹如悬空之山一般 空间直接被禁锢 那座神桥还未靠近 寝客间灰飞烟灭 名墓依旧在变大 吞噬天地万物 镇压九天十地 狠狠地轰在虚影身上 第170章 斩草除根 王家没了 哄 名墓撞在虚影上 虚影寝客间被撞碎 化作漫天光韵 消散在天地间 天穷都被撞出一个巨大的窟窿 禁忌之力弥漫 万古不朽 终神秀看着虚空中的名墓 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名墓顿时沿着那个窟窿 跨越空间 向着未知之地镇压而去 与此同时 荒谷王家 一座圣山上 噗 一位满头白发 浑身散发着浓郁圣道之气的中年男子 喷出一口鲜血 他正是荒谷王家的圣人 他抬头看向天际 神色凝重无比 立刻祭出一尊圣道宝瓶 破开空间 杀向天穷 还宇瓶 收 王家圣人捏动法掘 宝瓶飞出 不断变大 吞噬之力爆发 似要将天地纳入其中 轰隆 虚空碎裂 明目轰沙而下 九幽之力弥漫 禁忌之威浓郁 咔嚓 还宇瓶刚 吸入一道禁忌之力 便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根本承受不住 不好 王家圣人脸色俱变 立刻捏动法掘 力量源源不断地注入还宇瓶之中 结果却没有丝毫用处 盛气还宇瓶顿时爆裂 化作一块块碎片坠落而下 周围的空间被洞穿 见情况不对劲 他只觉得头皮发麻 下意识地要逃离 却惊恐地发现 自己已经被明目锁定 根本逃不了 啊 明目镇压而下 禁忌之力爆发 王家圣人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肉身消散 神魂俱灭 在明目之下 他显得渺小无比 轰隆 整个王家也在寝客间灰飞烟灭 方圆百里 更是化作一片虚无地带 空间碎裂 禁忌之力充斥 久久难以愈合 怎么回事 就在这一瞬间 男皇诸多强者 都感受到了 那股恐怖的禁忌之威 不禁脸色俱变 死死地盯着 荒谷王家所在之地 荒谷王家似乎出问题了 一尊老古董 从沉鸣中醒来 声音中充斥着一丝惊疑 盛道学院上空 钟神秀抬手震杀 王家那些虾兵蟹将 然后收起明目 神色平静地开口道 麻烦已经解决 说完 他便飞身入担风 解决了 众人神色呆滞地 看着钟神秀消失的背影 一时之间 久久没有缓过神来 钟风主这么强悍的吗 王家圣人出手 都奈何不了他 他们不知道的是 王家圣人已经覆灭 整个王家 更是在寝刻间灰飞烟灭 道乌鸦看了单风一眼 神情有些复杂 斩草除根 王家没了 凤华轻轻一叹 放眼这南荒 荒谷世家也不弱 有圣人坐镇 结果还是被轻松抹去了 只能说 钟神秀的手段 太过可怕 其初又当如何 想到这里 凤华不禁有种 头皮发麻的感觉 咻 严陈鱼身影一闪 往单风飞去 过了好一会儿 众人反应了过来 圣道学院内 一些弟子 更是神色激动无比 强敌已经被钟风主拦下 钟风主 到底有多强 谁能告诉我 有多强 我只能说他抬手间 回去了兰荒妖园 此事我等亲眼所见 还有这事 之前怎么没见你们说 说个屁 之前我们在兰荒妖园历练 遇见了荒谷王家的王臣 钟风主还将其震杀了 这事情牵扯太大 我们怎么敢乱说啊 藏风垫 钟神秀拿着黄泉葫芦 对严陈鱼道 这件质宝 名为黄泉葫芦 是黄泉大帝留下的宝物 可那一方天地 里面装着黄泉之水 可腐蚀万物 同时还有一柄黄泉天刀 属于成长性的盛器 继续温养下去 有望成为地气 使用这个葫芦的方法很简单 滴血认住即可 说完之后 他将黄泉葫芦 递给严陈鱼 严陈鱼接过黄泉葫芦 轻轻抚摸了一下 师尊给他的东西 果然不是寻常之物 钟神秀 看向严陈鱼道 接下来 你有几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 我先教你练丹术术 第二件 修炼混沌精 第三件 将修为提升到子府境巅峰 但这三件事情做完之后 我有其他的安排 大夏皇朝对他和严陈鱼而言 不过是新手村 自然是要走出去的 明白 严陈鱼神色严肃地点头 他也知道自己修为太弱了 必须要努力才行 否则的话 连跟上师尊的资格都没有 他可不想当废物 咻 钟神秀轻轻挥手 一道烙印 进入严陈鱼的眉心 这是基础的炼丹之术 你先熟悉一下 一个月后 我再传你较为高深一点的炼丹术术 有什么不懂 都可以问我 嗯嗯 严陈鱼连忙点头 钟神秀往一旁的房间走去 房间之中 他盘膝坐下 这些符文脱离鸿蒙塔 化作一道光芒 烙印在钟神秀的灵魂之上 体说 世间至强肉体修炼之法 一旦修炼成功 便可将肉身提升到极致 免一万般数法 无视天地间任何一种体质 钟神秀睁开眼睛 按道一句 体书极为诡异 可以让身体强度疯狂提升 而且万法不清 天地间各种体质无数 什么圣体 道体 神体等 每一种体质 都有特殊之处 比如领域压制 战力暴涨 剥夺他们的力量等等 修成体书之后 便可无视这些体质 做到真正的一体正万体 甚至连各大禁区的规则 都可以无视 诡异莫测 接下来修炼体书 钟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立刻捏动法觉 开始修炼体书 与此同时 五峰 凤华住所 师尊 我已经得到证魂中 接下来要直接突破神脏镜吗 严落雪看向凤华 他此刻状态不错 想要踏入神脏镜 轻而易举 凤华但笑道 暂时不急 你不是得到了 大荒神体的修炼之法吗 嗯嗯 能得到这门修炼之法 多亏了中风主呢 严落雪连忙道 凤华道 接下来 你就修炼这门功法 将肉身强度提升上去 到时候再进行突破 待一切就绪之后 为师就带你离开大夏皇朝 严落雪天赋绝佳 自然也得前往更为广阔的天地 否则他这天赋就被埋没了 第171章 白玉流言 还能这样 一月之后 中神秀走出房间 与之前相比 看起来倒是没有丝毫变化 身形依旧略显消瘦 气息却是更为神秘 犹如无尽大海一般 浩瀚无边 身不可测 体书已经修炼完成 师尊 我已经掌握那些基础的炼丹之术了 严晨渝笑着走过来 手中拿着几颗丹药 他将丹药递到中神秀面前 中神秀借过丹药 打亮了一眼 这些都是一品宁元丹 品质还不错 看来严晨渝确实掌握基础炼丹术了 不错 中神秀笑着夸赞了一句 稀稀 得到中神秀的夸奖 严晨渝的笑容更加浓郁 开心无比 秀 中神秀随手一挥 一部分天圣炼丹术 飞入严晨渝的眉心 这是一些等级稍微高一点的丹药炼制之法 你有时间就去炼制 不过此事不用太过着急 循序渐进即可 接下来最为关键的 还是修炼混沌经 混沌经共有九层 你需要在踏入神葬境之前 修成第一层 但要什么时候都可以炼制 关键的还是修炼混沌经 混沌经九层 玄妙莫测 正常而言 第一层的最低修炼标准是神葬境 不过严晨渝有混沌清联在身 情况特殊 倒是可以提前一步修炼 好的 严晨渝神色严肃地点头 嗯 去修炼吧 中神秀轻然一笑 严晨渝回到自己的房间之中 直接闭关 炼制一些丹药 中神秀暗存一句 藏风店内药材众多 可以先炼制点丹药 想到这里 他便直接开动 半个时辰后 中神秀装满了十几瓶丹药 每一瓶都珍贵无比 其中还有一瓶高等级丹药 乃是他用一枚雷霆果炼制的 去趟中家 中神秀暗存一句 便副手走出大殿 中风主 大殿外 徐福正带着其余几风的强者等待 看向中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一丝忐忑和犹豫 中神秀但笑道 徐风主 怎么 徐福犹豫了一下 我们想请中风主炼制一点万象丹 不知 如今整个圣道学院 除了道无牙外 就没有其他的万象性修饰 这次强敌来犯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给他们刺激到了 必须要快速提升修为才行 中神秀文言 哑然一笑道 小事而已 各位只需备好药材即可 我先出去一趟 回来之后 再给各位炼制丹药 有劳中风主了 众人一听 顿时激动无比 嗯 中神秀轻轻点头 便飞身离去 中家 回来了 见中神秀回来 中南天脸色大喜 此刻他已经踏入子府境 圣道学院的事情 此刻已经在黄兜传开了 现在的中家 非常强大 各大势力都在主动结交 根本不敢招惹 所谓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中神秀但笑道 老爷子还没有消息吗 中南天的神色 顿时严肃了下来 他沉声道 半月前 有个神秘人送来一块玉 说是老爷子给的 上面有老爷子的留言 不过那块玉不简单 被老爷子设下禁止 我琢磨了一段时间 却没有丝毫收获 中神秀轻语道 玉在哪里 中南天道 随我来 随后 中南天带着中神秀 前往一座大殿 大殿之中 摆放着一块精美的白玉 这就是那块玉 中南天拿起白玉 递给中神秀 中神秀接过白玉 看了一眼 眼中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怎么了 中南天立刻问道 中神秀轻语道 这块宝玉上面 确实有禁止 想要解决这个禁止 最起码 也得有造化镜的修为才行 造化镜 中南天择舌 也有些惊疑不定 老爷子不是才子府禁吗 他怎么能设下 这么可怕的禁止 中神秀淡然一笑 老爷子果然不简单 藏着大秘密啊 天荒地洛言 一丝力量一出 将白玉笼罩 上面的禁止 请客间被毁去 问 下一秒 一道身着黑色长袍的老者出现 他背负双手 身形有些虚幻 老爷子 中南天看到这位老者的时候 不禁神色大喜 南天 当你看到这个流言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踏入了造化镜 而我也早就离开南荒 本想替我神秀找改命之法 没想到招惹了大麻烦 只能先回东荒躲一下 估计要闭关数年 倒是有些身不由己 希望你理解 若是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来趟东荒 这块宝玉能带你找到我 说到这里的时候 虚影瞬间消散 还有一阵诡异的声音响起 这道流言 是老爷子匆忙间留下的 看得出来 他确实遇见了大麻烦 啊 老爷子这个流言 是什么意思 中南天目瞪口呆 结果老爷子都说了些傻 中神秀神色怪异地说道 老爷子招惹了大麻烦 跑路了 中南天嘴角一抽 还能这样 可不是吗 中神秀淡然一笑 老爷子回到东荒 这就很奇特 剧情看来也有了特殊的改变 原剧情中 老爷子可是一直都待在南荒 而且似乎也没有现在这般神秘 老爷子都跑路了 接下来怎么办 中南天满脸苦涩 他们还在等待老爷子回归 结果对方直接跑路了 这就让人很无语啊 若是你感兴趣的话 到时候 我可以带你前往东荒 中神秀漫不经心地说道 东荒而已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终有一天 他也会路过那里 啊 先看看吧 点击上可说了 东荒强者无数 我这样的修饰过去 能不能活下去都是问题 只要确定 老爷子没事就行 中南天叹息道 就这么一瞬间 他突然有种直觉 自己的背景似乎很强悍 老爷子竟然是来自东荒的存在 就是不知道 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中神秀随手拿出一瓶瓶丹药 这些丹药都给你 应该可以让你再提升几个境界 中南天接过丹药 势然一笑道也对 想其他的无用 提升修为才是重中之重 第172章 我是废柴 切磋一下 一年后 圣道学院 哼 各风 具有恐怖的威压冲入天际 一尊尊特殊之相出现 有剑心 刀相 顶相 兽相 兽相等 万象镜 终于成了 哈哈 天穷之中 瞬间出现六道人影 他们均是圣道学院的强者 如今纷纷踏入万象镜 中风主炼制的丹药果然厉害 仅一颗 便让我踏入了万象镜 我之前准备了三份药材 现在身上 还有好几颗万象丹呢 说的谁不是呢 我也还剩下四颗万象丹 我虽然才动玄境初期 但我已经请中风主 提前炼制了万象丹 到时候万象之镜 定然可一步踏入 各位道友 此番突破之后 若是有剩余的丹药 可以先留下一点 到时候 我等出高价购买 各风 一些强者正在不断交流 显得极为兴奋 笑声不断 踏入万象镜之后 这些人明显感觉 自己掌握的力量更为玄妙了 甚至还能演化万象 这战力完全就是数倍增长了 丹风 徐福苦涩一笑 他离万象镜 还差很远呢 不过他有终神秀炼制的万象丹 境界到了 也能随时突破 哄 就在众人交流之际 武风 一道恐怖 威压爆发 就 随即一尊冰金凤凰冲入天际 随即又有一尊烈焰不死鸟冲上去 天穷被烈焰和冰金笼罩 声势浩大 覆盖方圆百里 叮铃铃 一条条秩序链子出现 幻化成一尊尊神秘的虚影 虚影注立在天阙之中 身上弥漫着大道之威 气息异常恐怖 这是大道 凝聚的法则虚影 此刻在神秘力量的牵引下 纷纷现身 身上不断推演古老的大道法则 这是 学院内 诸多强者立刻看向武风的位置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这异象极为恐怖 声势之大 盖过了 刚才那些万象镜强者造出的动静 如此异象 又是谁弄出来的呢 难道是 有人似乎猜到了什么 不错 武风上 道无牙睁开眼睛 眼中露出一抹感慨之色 努力真的可以弥补天赋上的不足吗 正常而言 百倍 千倍的努力 确实可以弥补天赋上的缺陷 但若是 你要比的对象 是一个天赋逆天的妖孽 百倍 千倍的努力 又如何够 强大的天赋 往往会让你感到绝望 这是靠努力难以弥补的 神葬境 一座大殿之中 炎落雪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一年前他便能突破了 不过为了修炼大荒神体 他一直在压制修为 如今大荒神体第一层 已经修炼完成 他的肉体强度提升了不少 修为自然而然便突破了 不错 凤华走了过来 对着炎落雪 露出一抹赞许的笑容 自己这徒儿的天赋 真的很可怕 而且还有大气韵缠身 修炼速度真的很吓人 未来他只要不语 定然可以争一争那大道之味 纵观天荒历史长河 每一个纪元 只能有一尊生灵正道 但这个时代明显不同 诸多臣民的存在纷纷现实 大纪元横生 或许正道局限会被打破 这对很多生灵而言 绝对是万古难寻的机会 细细 炎落雪露出一道娇笑之声 又问道 师尊 炎晨鱼在我闭关这段时间 情况如何 他是不是也踏入了神脏境 之前虽然炎晨鱼 只有子辅境初期的修为 但一年的时间也不算短 对方若是奋力修炼的话 加之中神秀的帮助 肯定也如他一般 踏入了神脏境 凤华眼中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他并未踏入神脏境 不过他踏入了子辅境巅峰 才子辅境巅峰啊 他一直都说 我是废柴 他才是真正的废柴 炎落雪撇嘴道 自己若不是压制修为的话 一年前就突破了 才不是炎晨鱼口中的废柴 怎么 你想和他切磋一下 凤华似笑非笑地 看向炎落雪 嗨嗨 这 这自然要去切磋一下 炎落雪心里有些怂 虽然他此刻比炎晨鱼高一个大境界 但真要和对方一战的话 他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毕竟在大荒山的时候 他可是亲眼见到了 炎晨鱼的变态 那个女人完全就是疯子 与诸多大地虚影一战 都丝毫不拒 还不怕死 就很吓人 那就去吧 凤华沉吟道 啊 世尊 我开玩笑的 炎晨鱼修为那么低 我可不想欺负他 炎落雪连忙罢手 心中有些无语 世尊你可不能害我啊 怎么能把自己的宝贝徒弟 往火坑上推呢 切磋一下也好 凤华轻语道 炎落雪进步太快 但心性还是有点差 多经历一些挫折和压力 也是好的 说完之后 他轻轻挥手 一道力量 直接将炎落雪移入担风 世尊 我开玩笑的呀 炎落雪连忙道 身躯却不受控制 藏风垫外 炎晨鱼正在抱着一只 肉嘟嘟的小鸡仔 轻轻摸着小鸡仔的肚子 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心情非常不错 一年的时间 他炼成了混沌精第一层 世尊还给了他诸多丹药 将他的修为 推到了子府进巅峰 他的炼丹术 也有不小进步 如今能炼制三品丹药了 至于更高等级的丹药 他现在还炼制不出来 还得继续努力 而朱雀蛋也孵化了 是一只肉嘟嘟的小鸡仔 羽翼稀疏 看起来没有丝毫凶性 更没有丝毫杀伤力 非常可爱 嗯 炎晨鱼眉头一挑 看到了炎落雪飞来 炎落雪 来我丹风做什么 炎晨鱼冷声道 炎落雪见炎晨鱼 那一副自己欠他钱的样子 就气不打一处来 他双手插腰 硬着头皮 倒听说你用了一年的时间 才勉强踏入子府境巅峰 本姑娘今日特来考验一下你 看看你的实力有没有增长 考验我 炎晨鱼眼睛微微一眯 身上露出一股危险的气息 炎落雪察觉到了炎晨鱼身上危险的气息 心中一凸 下意识退后一步 神色戒备地说道 我就是来找你切磋一下 你那么激动做什么 切磋嘛 炎晨鱼扫了炎落雪一眼 伸出一只手 对付你 只需要一只手 第173章 南荒道院 一个名额 一只手 你认真的 炎落雪眼睛一亮 有些心动啊 毕竟谁会拒绝一只会揍人的御手呢 废柴 出手吧 炎晨鱼淡然道 哈 忍不住了 看我怎么揍你 炎落雪身影一闪 瞬间冲到炎晨鱼身前 抬手便是一拳 正好试试大荒神体的力量 这一拳下去 打爆一座山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炎晨鱼神色淡漠 一丝混沌之力覆盖在拳头上 他随手一拳迎上去 轰隆 两人的拳头对碰在一起 一阵爆裂声响起 狂暴的力量犹如波纹一般 涌向四面八方 空气一阵颤动 碰 一拳之后 炎落雪倒退50米 手臂发麻 炎晨鱼则是神色自若地站在原地 纹丝不动 好强的力量 炎落雪看着自己的拳头 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他已经动用了大荒神体 肉身力量增幅了好几倍 没想到 竟然会被炎晨鱼一拳击退 对方的力量真的太可怕了 废柴 好歹也踏入了神脏镜 仅此而已吗 炎晨鱼淡淡地说道 嘴上这么说 心中对炎落雪倒也有些佩服 刚才这一拳带着混沌之力 寻常的神脏镜修饰可挡不住 但炎落雪却只是被击退 还是不错的 哼 这才哪里到哪里 再来 我就和你拼肉身力量 炎落雪继续冲上来 哼 片刻之后 炎落雪再次倒飞出去 但他还是咬着牙冲上来 持续了十几次之后 炎落雪灰头土脸 满脸颓废之色 自己真的不如炎晨鱼吗 好歹自己也修炼成了 大荒神体第一层 怎么还是被炎晨鱼单手虐了 炎晨鱼道 你的肉体力量很强 但现在不是我的对手 不如你动用其他手段吧 被自己轰飞了十几次 还能站着 炎落雪的肉身之力 确实很可怕 而且看样子 对方并未将那门大荒神体 彻底修炼成功 若是修炼成功 肉身力量定然会更为可怕 炎晨鱼不禁想到自己 得到的那门大荒指 品级虽然不如大荒神体 但也绝对不弱 得找个时间好好修炼一下 不来 一点都不好玩 炎落雪说完之后 便低着头离去他动用其他的手段 炎晨鱼也可以动用其他的手段 这次力量比拼 反正是他输了 炎晨鱼看着炎落雪的背影 皱眉道 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这时 钟神秀副手走出大殿 师尊 炎晨鱼连忙行礼 啾啾 他怀里的小鸡仔 发出一阵叫声 不断挥动他那毛都不齐的翅膀 想要贴近钟神秀 钟神秀伸手抚摸了一下 小鸡仔的脑袋 这可不是什么小鸡仔 这是货真价实的朱雀 别看他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一旦发威的话 八级妖兽来了 也得臣服 如今你也踏入了紫府境巅峰 我打算带你离开大夏皇朝 你若是有什么事情还未处理 可以去处理一下 钟神秀看向炎晨鱼 好的师尊 炎晨鱼连忙点头 之前钟神秀便和他说过此事 对于更外广袤的天地 他也非常向往 上一世 他眼界太低 局限在了大夏皇朝之内 这一世 倒是要去看看外界的天地 这南皇到底有多大 真的让人非常好奇 在这大夏皇朝内 值得他关心的人并不多 接下来得去探皇宫 和母后好好聊一下 钟风主 来探武风吧 把炎晨鱼一并带过来 突然 道无牙的声音传来 先随我去探武风 钟神秀随手一挥 带着炎晨鱼飞向武风 武风 道无牙居住的山峰上 凤华和炎洛雪已在这里 炎洛雪看了一眼炎晨鱼 没有多言 情绪极为低落 朱雀 凤华看了一眼 炎晨鱼怀里的朱雀 道无牙也看了一眼 眼中露出一抹复杂之色 当年他父亲都没有得到 这种朱雀的认可 南荒道院问世 即将对外界招收弟子 时间定在三个月后 南荒各大势力 如今都在准备 南荒道院 比我们圣道学院还厉害吗 炎洛雪疑惑地问道 凤华诗笑道 南荒道院是南荒第一道院 也是南荒最强势力 传承极为古老 在多个纪元之中都有道统 南荒的诸多圣人 都曾在南荒道院学习过 那里是天交的聚集地 也是圣人诞生的摇篮 不过这个道院很奇特 他招收弟子的条件非常苛刻 而且每次招生 最起码都得相隔万年以上 甚至很多时候 他都不会招生 这么恐怖吗 炎洛雪微微失神 南荒第一道院 又是最强势力 想想就恐怖 不错 南荒道院确实很可怕 新年我父亲曾在那里修行过 后来他创建圣道学院 这也让圣道学院 有一个可以直接进入 南荒道院的名额 此番让你们来这里 便是商量一下 这个名额的分配 道无牙陈寅道 年轻一辈中 他比较看好 炎晨鱼和炎洛雪 这两位一旦进入南荒道院 定然可以一飞冲天 不过这名额只有一个 该给谁倒是一个问题 当然 年轻一辈中 还有一个妖孽 那就是终神秀 不过终神秀以的实力而言 用年轻一辈这四个字来称呼他 倒是不合适 炎洛雪问道 没有其他办法 进入南荒道院吗 有啊 那就是参加层层考核 与南荒诸多天骄竞争 最终走到最后批次 道无牙淡笑道 不过这参加考核太过残酷 年龄上有限定 而且 神葬竟只是参加考核的基础 想要走到最后 最低标准 也得有动玄境的修为才行 这一次 估计会更为残酷 炎晨鱼不需要这个名额 终神秀漫不经心的说道 以他的手段 想要让炎晨鱼进入南荒道院 轻而易举 南荒道院虽然强 但终究没有大地坐镇 他想要带人进去 谁敢阻拦 不过他还是打算 让炎晨鱼通过考核进去 这样也能起到历练的作用 原本就打算带炎晨鱼出去逛逛 南荒道院倒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那我也不要这个名额 我要一路杀过去 炎洛雪握紧拳头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战役 凤华笑了笑 没有反驳 眼中却露出一丝赞许 确定都不要这个名额 道无牙神色严肃地 看向终神秀和凤华 名额洗手 还是不要浪费 给其他人吧 终神秀轻语道 炎洛雪肯定是能进入南荒道院的 这毋庸置疑 有可能他刚靠近南荒道院 便会有老古董 亲自将他迎接进去 毕竟天赋和气韵就摆在那里 谁会拒绝 剧情之中 他就轻松进入了南荒道院 至于炎晨鱼的话 一步步地竞争下去 走到最后 应该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中风主说的有道理 这个名额 可以给盛道学院的其他弟子 凤华轻轻点头 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 那么我就要考虑其他人了 道无牙也没有强求 以中神秀和凤华二人的手段 想要让他们的弟子进入南荒道院 想来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 简单聊了一下 中神秀等人便各自离去 第174章 一块宝玉落学母亲 十天后 严晨鱼从皇宫回到圣道学院 该安排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接下来可以无所顾忌地往前走 丹风 师尊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圣道学院 严晨鱼问道 中神秀沉应道 离南荒道院招生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接下来的半个月 你就闭关修炼大荒指 到时候 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走走 好 严晨鱼轻轻点头 他也打算找时间修炼大荒指 眼下正好合适 去闭关吧 中神秀轻语道 严晨鱼将朱雀递给中神秀 便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中神秀抱着朱雀 看着远处 眼中露出一抹沉思之色 望成 魂书 天荒大陆 四大道书 魂 体 法 行 如今他已得到体书 接下来该考虑魂书了 魂 体二书 是他眼下最为需要的东西 唯有肉体和神魂达到极致 进入神脏境之后 大道之路才会更为广阔 从短时间内看 他掌握的手段 确实能让他在天荒大陆横着走 但天荒大陆并非是终点 未来的路还无比漫长 所以每一步修炼之路 都得走极致才行 魂书就在望成 望成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方 他虽然在南荒 却不在南荒所处的空间 想要进去 还得看运气 希望自己运气能稍微好一点 若是魂书实在与自己无缘 他也只能选择放弃 毕竟有些东西是抢求不来的 尤其是道书这样的诡异之物 若是无缘 纵然付出再多手段 都不可能得到 大夏皇宫 父皇 我马上就要和师尊一起离开大夏皇朝 到时候 还要去参加南荒道院的招生考核 你有没有什么要吩咐的 阎洛雪抱着夏皇的手撒娇 夏皇大笑道 大道之路 永无止境 父皇希望你和陈鱼 能够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这片天地很大 父皇终究走不出去 希望你们能够替我去看一看 至于皇朝内部的事情 你们不要有丝毫顾忌 一切有我 你们放开手脚往前闯就行 看到自己的子女 能够在修行之路上越走越远 夏皇心中无比宽慰和开心 自然不会阻拦 阎洛雪使劲地点头 又道 大夏皇朝内有诸多妖兽 可要我让我师尊去全部铲除 夏皇失笑道 傻丫头 妖兽那么多 是因为妖界的存在 妖界不灭 这些妖兽就永远不会灭绝 而且在这以武为尊的世道 一个国家若是没了危机感 又如何能源源不断地诞生强者 哦 阎洛雪嘀咕一句 夏皇思索了一下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 关于你母亲的 母亲 阎洛雪身体一颤 她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 每次问夏皇 夏皇都会选择沉默 不愿过多提及 而皇朝的那个其他人更是如此 那些嫔妃甚至都不敢谈论 关于他母亲的直言片语 这也让阎洛雪 好奇 夏皇伸出手 一块洁白无瑕的宝玉出现在手中 他将宝玉递给阎洛雪 神色复杂地说道 你母亲非常厉害 西年她身负重伤来到南荒 恰好被我救下 之后我们相爱 便生下了你 可惜她的身份特殊 族人来寻 无奈之下 只能离开 母亲不是南荒之人 阎洛雪挣了一秒 嗯 她似乎来自东荒某个古族 至于是什么古族 我也不知道 她并未向我过多提及 但可以肯定 她的背景很可怕 夏皇难难道 当年前来寻找阎洛雪母亲的那些人 随便一味都有着圣道之境的修为 让她感到绝望 阎洛雪轻轻抚摸着宝玉 若你资质平庸 父皇会让你一辈子无忧无虑 但也不会告诉你 关于你母亲的任何事情 现在你的修炼天赋那么可怕 实力也在快速提升 父皇觉得 有必要告诉你 关于你母亲的事情 若是以后有机会 你或许可以凭借这块玉 去东荒找她 夏皇神色严肃地说道 她这一生 或许没有机会 见到阎洛雪的母亲 但阎洛雪却有这个机会 阎洛雪深吸一口气 认真地说道 父皇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母亲的 这块宝玉很特殊 你可以去问问你师父 或许他知道 这块宝玉的真正来历 夏皇沉声道 嗯 阎洛雪轻轻点头 圣道学院 阎洛雪回到五峰之后 便将宝玉递给凤华 轻声问道 师尊 你知道这块玉的来历吗 凤华接过宝玉 观察了一下 目光一凝 这块玉很奇特 上面有圣人设下的封印 里面似乎还藏着什么东西 为师也看不透 阎洛雪道 我父皇说 这是我母亲留下的东西 母亲来自东荒某个古族 具体是哪个古族 我父皇也不知道 凤华沉应道 为师西年去过一趟东荒 但是对于东荒之事 其实了解的也不多 它并非来自东荒 而是来自一个比东荒 更为神秘的地方 这样啊 阎洛雪眼中露出一抹失望之色 连师尊都不知道 这块玉的来历啊 凤华思索了一下 轻语道 不如你去找一下中风主 或许他知道 这块玉的来历 中神秘在凤华眼中 极为神秘 对方似乎无所不知 或许知道这块玉的来历 对啊 中风主 他那么厉害 肯定知道这块玉的来历 我这就去丹风找他 阎洛雪眼睛一亮 立刻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丹风冲去 藏风垫外 中神秘正拿着丹药喂猪雀 猪雀眯着眼睛 咳着丹药 犹如吃糖豆一般 非常惬意 见过中风主 丹洛雪飞升而来 立刻对着中神秘行礼 有事吗 中神秘神色平静地 看了丹洛雪一眼 第175章 东荒地族 白地之后 洛雪想要请教中风主一点事情 丹洛雪连忙说道 何事 中神秘问道 丹洛雪将宝玉拿出来 中风主知道这块玉的来历吗 中神秘淡淡地看了一眼 你想问你母亲的来历吧 丹洛雪心中一阵 不禁瞪大了双眼 中风主果然无所不知啊 看到这块宝玉 便知道了自己的来历 反应过来后 丹洛雪又是一喜 赶忙问道 中风主知道我母亲的来历吗 她来自东荒地族 白地一族之后 中神秘淡然道 天荒大陆 族群众多 有世家 圣族 地族等等 丹洛雪的母亲 正是来自东荒一个地族 诞生大地的家族 东荒地族 白地之后 丹洛雪微微一正 地族 大地强者的家族吗 中神秘轻轻挥手 宝玉飞到手中 她轻语道 你虽然觉醒了圣品天赋 但并未觉醒白地一族的地级血脉 这块宝玉之中 便封印着一滴白地精血 若是你能将它炼化 或许能觉醒地级血脉 甚至还能得到白地的传承地数 当然 这宝玉上面的封印 我不会替你解除 这需要你自己去解决 虽然是圣人设置的封印 但不一定需要你有圣人的修为 才能解开 说到这里 宝玉再次回到严洛雪手中 严洛雪看着手中的宝玉 缓了过来 立刻对着中神秀行李道 多谢中风主解惑 洛雪感激不尽 中神秀摇摇头 你的路还很漫长 想要去东荒寻找你母亲 需要不少时间 大道之路 永无止境 严洛雪能走得很远 对严陈玉而言 倒是有一个伴 似乎也不错 有个期盼 总是好的 严洛雪轻声道 她也知道自己的修为太弱 还没有资格前往东荒 但她既然知道了母亲的来历 未来总有一天会去寻找对方 回去吧 中神秀轻轻挥手 洛雪告辞 严洛雪行了一礼 便转身离去 回到五分后 如何了 凤华问道 严洛雪道 东荒地族 白地之后 竟然是白地之后 中风主果然厉害 我有时候在好奇 这天地间还有什么事情 是她不知道的 凤华满脸感慨之色 严洛雪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我母亲的背景 如今我知道了 但还不知道师尊的背景了 师尊要不要说一下 以后你会知道的 凤华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 切 严洛雪翻了一个白眼 不说就不说呗 还装神秘的 人家中风主肯定知道你的背景 转眼 半月过去 中神秀在圣道学院 炼制了众多丹药 凡是有人来找她炼丹 她都来者不拒 各种洞悬丹 万象丹 不知炼了多少 甚至还未道无涯 炼制了一炉造化丹 倒也没有辱墨自己 担风附风主的身份 毕竟马上就要离开了 帮圣道学院一把 也没什么问题离开之前 中神秀又去了一趟中家 中南天直接出关 中神秀将诸多丹药 递给中南天 我马上要离开大夏了 这些丹药给你 可以保证你的造化之路畅通无阻 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丹药 也可以给中家的其他人 中南天神色严肃地说道 你放开手脚去闯 不要有丝毫顾解 我这一生能不能离开南荒 前往东荒寻找老爷子 我都觉得不重要 毕竟南荒才是我们的家 其实没那么强大 去了东荒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中神秀哑然一笑 东荒各大势力中 确实没有信中的 不过此番离开 依旧在南荒之内 有时间的话 我会回来的 好 尽管去就行 中南天大笑道 所谓望子成龙 做父亲的 自然不会阻拦自己孩子的大道之路 他希望中神秀 能如那九天之上的神龙一般 越飞越高 这样一来 他们中家也算是出现 一位真正的强者了 嗯 中神秀轻轻点头 也没有说多少煽情的话 便飞身离去 单风 藏风垫 严晨鱼已经出关 大荒指已然修炼成功 倒是多了一个底牌 这门功法极为特殊 乃是圣道武技 以他现在的修为 肯定不能将武技 全部的威压展露出来 但在关键时刻保命 自然不成问题 中神秀副手走了过来 师尊 严晨鱼立刻上前 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该离开了 中神秀对着严晨鱼 轻轻点头 严落雪他们呢 严晨鱼好奇地问道 他们十天前便离开了 中神秀轻语 哦 严晨鱼也没有多想 两人走出大殿之后 殿外已经站着不少人 徐福 赵无极等人均在其中 秀 中神秀随手一挥 祭出一艘非洲 与严晨鱼飞身而上 各位 保重 中神秀对着众人道了一句 恭送中风主 徐福等人 纷纷抱全行礼 嗯 中神秀轻挥衣袖 非洲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天际冲去 希望我等有朝一日 也能去看看 外界广袤的天地 徐福神色感慨地说道 赵无极叹息道 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 但也很残酷 无论是对凤华风主 还是对中风主而言 这南皇不过是一个起点 他们真正要前往的天地 肯定更为广袤 唉 不说了 我要去闭关了 众人苦涩一笑 纷纷离去 现场只剩下徐福和丹丰众人 徐福对着藏风 跌行了一礼 中神秀此次离开 还得丹丰留了一门玄妙的丹树 从今往后 此风封禁 谁也不能踏足 徐福对众人道 众人神色严肃地点头 七日之后 一片古老地带 非洲不断在云层之中穿梭 师尊 南皇道院在哪里 严晨渝站在非洲前端 好奇地看向中神秀 中神秀轻语道 在南皇最中央的地带 南圣古域 南圣古域 我们直接去那里吗 严晨渝问道 前方三千里 有一座古城 名为丰都城 我先带你去那里 中神秀看向远处 欲入望城 先入丰都 至于入了丰都 是否能入望城 这就要看运气了 秀 中神秀捏动法觉 非洲速度加快 第176章 丰都大地 急到地气 丰都城外 二位 想要进入丰都城 每人需要缴纳十枚鬼灵石 一位脸色苍白的守卫开口 丰都城比较特殊 这里主要的修炼资源 是鬼灵石 外界的一些修炼资源 在这里没有用 中神秀随手一挥 没有鬼灵石 但这瓶丹药不错 守卫接过玉瓶 打开来轻轻嗅了一口 下一秒他神色一阵 眼中露出惊喜之色 连忙将瓶子盖上 然后道 你们可以进去了 走吧 中神秀背负双手 带着严晨鱼往城中走去 踏入封都城的一瞬间 严晨鱼目光一宁 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压力 肉身和灵魂 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而且城中 还有一种极为诡异的气息 仿佛是死气一般 竟然可以腐蚀灵力 让他心迹无比 若是长时间待在这里 修为极有可能会跌落 师尊 这座城池好奇特 严晨鱼惊奇地说道 处在城中 他竟有一种踏入境地的感觉 非常压抑 自然奇特 因为这座城是一箭极道地气 中神秀神色自若地说道 极道地气 严晨鱼闻言 不禁瞳孔一缩 中神秀轻语道 在天荒大陆历史长河中 有一尊非常厉害的大地 名为丰都大地 而这封都城 则是他炼制的极道地气 严晨鱼神色亥然 他往四周看去 城中建筑无数 生灵众多 想到这里生灵 居住在一箭极道地气之中 他就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中神秀解释道 封都城内充斥着浓郁的鬼气 唯有鬼族 才能长时间居住在这里 外族生灵不可久待 你看到的这些生灵 基本上都是鬼族 他们的外形与人族无异 但修炼体系与人族完全不同 所需的资源也不同 在这封都城内 通用的资源是鬼灵石 鬼族 严晨鱼心中凛然 周围的这些生灵 气息都很强大 动玄境 万象境 甚至连造化境都能随处见到 极为恐怖 若是这些贵族走到外界 外族生灵又如何抵抗 中神秀摇摇头 封都城的鬼族很特殊 他们并不能长时间离开封都 否则会魂飞魄散 这也导致外界很难见到鬼族生灵 不过 这里毕竟是一尊极道地气的内部 这也让鬼族生灵的修炼速度 远超其他生灵 在这封都城内 有四大鬼王 每个鬼王都是准圣级别的存在 鬼王之上 还有一位神秘的封都城主 对方是一个大美人 原来如此 严晨鱼露出恍然之色 人族女子 就在这时 一道兴奋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身着黑色长袍的年轻鬼族男子 正带着几位鬼族护卫走了过来 年轻鬼族男子身上 散发着神脏镜的气息 此刻 他正眼神灼热地盯着严晨鱼 显得极为贪婪 严晨鱼眉头一挑 年轻鬼族男子盯着严晨鱼 傲然道 人族女子 我乃玄猴鬼王之孙 无名玄义 我看上你了 当我的奴仆如何 我给你想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找死 严晨鱼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瞬间杀到玄义面前 抬手便是一拳轰出 不识抬去的东西 玄义见严晨鱼敢对自己出手 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他寄出一柄末刀 便一刀斩出去 碰 拳印和末刀对轰在一起 咔嚓 下一秒 末刀断裂 玄义被震退数十米 艰难地稳住身躯之后 他的脸色更为难看 怒声道 都愣着干嘛 给我杀了他 那些鬼族护卫反应过来之后 立刻寄出兵器 向着严晨鱼杀去 严晨鱼继续挥拳 啊 一阵阵惨叫声响起 这些鬼族护卫 顷刻间被他打爆 该死的人族女子 你竟敢杀我的护卫 你死定了 玄义咬牙切齿地说道 刺了 严晨鱼瞬间来到玄义面前 不带对方反应 一把 捏住对方的脖子 直接将其提起来 一道混沌之力弥漫 将玄义身上的力量镇压 你 你想做什么 我是鬼王之孙 玄义发现自身力量被镇压之后 不经神色大惊 立刻出言威胁 轰隆 严晨鱼没有废话 一拳轰向玄义的脑袋 一颗头颅 顿时被轰爆 鲜血飞洒而出 玄义变成了一具无头尸 就这样躺在地上 砰 严晨鱼一脚踩下去 玄义的尸体爆炸 化作一阵浓郁的血物 街上诸多鬼族见状 不经眉头一挑 看向严晨鱼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死人一般 这里是封都城 是鬼族的地盘 哪里来的人族 竟然敢在这里闹事 不想活了吗 而且 他还杀死了玄猴鬼王的孙子 要知道 玄猴鬼王可是极为互毒的存在 之前也有人得罪过玄义 结果全部被玄猴鬼王铲除了 这两个人类死定了 我赌他们活不过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 有些抬举他们最多半炷香 有意思啊 竟然把玄义都杀了 接下来有好戏看了 周围的鬼族一阵冷笑 他们倒是没有出手 毕竟死的是玄猴鬼王的孙子 对方自会出手 可轮不到他们 他们只想看一场好戏 无尽岁月以来 也曾有外族生灵在封都城闹事 但下场都很凄惨 走吧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对颜沉鱼道了一句 便继续往前走去 什么鬼王 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颜沉鱼跟上终神秀的步伐 问道 师尊 这封都城的鬼王是什么修为 终神秀满不在乎地说道 封都城内有四大鬼王 均是准圣级别的存在 不过你没必要过多理会 他们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明白 颜沉鱼轻然一笑 有师尊在 他根本不需要担心太多 准圣级别的鬼王又如何 师尊连圣人都能震杀 又岂会在意小小的准圣 两人往前走了三百多米 终神秀又带着颜沉鱼绕了几个横道 最终来到了一间极为偏僻的客栈前面 第177章 封都客栈 神秘老人 封都客栈 颜沉鱼盯着眼前的客栈 客栈上面挂着一块斧木牌匾 整个客栈古朴无比 一些柱子上刷着的油气都掉了 露出了被虫子咬过的痕迹 刚才一路走过来 他见到了不少挂着 丰都客栈牌柄的客栈 但唯有眼前这间客栈 给他一种极为玄妙的感觉 这间客栈所处的位置非常偏僻 周围根本看不到多少生灵 地面也是坑坑洼洼的 看起来很是破旧古老 终神秀带着颜沉鱼 往客栈里面走去 客栈之中 唯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老人双眼浑浊 脸上有一道道深邃的皱纹 他穿着破旧 手中拿着一块抹布 正认认真真的清理客栈之中的灰尘 客栈是破旧了不少 但胜在干净整洁 人足 严沉鱼看向老人 眼中露出一抹惊讶之色 这位老人身上并无丝毫鬼气 与之前那些鬼族生灵根本不同 终神秀文言不禁哑然一笑 他对老人道 老人家 来一壶美酒 老人走向一张桌子 认真擦拭了一下 又沉默了一会儿 才道 老朽这间客栈不卖酒 那就按照老规矩 以故事换酒 如何 终神秀淡笑道 老人愣了一秒 他抬起头 上下打亮了终神秀一眼 眼中露出一丝诧异 他沉吟道 得看你的故事 是否能让我满意 他这间客栈很特殊 他从来不卖酒 外人想要喝酒 唯有用故事来交换 不过 这是五十万年前的规矩 连他自己都差点记不住了 竟然还有人知道 倒是让他惊讶 严沉鱼满脸不解地站在终神秀旁边 心中疑惑众多 却没有多问 终神秀随意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轻语道 西年有一位大帝铸造了丰都城 用来守护旺城 守护自己失去的挚爱 外界都传闻他陨落了 但他并未陨落 他前往更为广阔的天地 寻找复活自己挚爱的办法 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 老人浑浊的眸子中 瞬间闪过一道金光 颤声道 他 他没死 这个故事 可否换一壶酒 终神秀笑着问道 老人没有废话 立刻往旁边走去 将一壶酒端上来 他凝视着终神秀 神色紧张地说道 继续将故事讲下去 我多给你一坛酒 如何 终神秀没有多言 他拿起酒 给自己和颜晨鱼 各自倒了一杯 你喝一杯就行 颜晨鱼看着杯中酒水 这酒水看起来有些漆黑 没有丝毫酒香味 这真的是酒吗 不过他也没有犹豫 端起酒杯 便一口喝下 酒水下肚 颜晨鱼的神色瞬间呆滞了 立刻闭上了双眼 身上的气息在不断暴涨 修为一步从子府境巅峰 踏入了神葬境初期 终神秀拿着酒杯 一口将里面的酒水喝下 修为增进了一丝 却没有如颜晨鱼一般破镜 你若告诉我 他在那里 我 可以替你做一件事情 老人并不死心 继续发问 给我一枚望成令 终神秀轻语 望成鱼 封都城不同 寻常生灵不能进去 唯有带着望成令才行 对他来说 只要望成开启 他倒是可以轻松进去 不受丝毫影响 但颜晨鱼则是 必须要有望成令才行 否则容易被望成的规则吞噬 整个封都城 就两枚望成令 其中一枚就在老人手中 至于另外一枚 则是在封都城主手中 成交 老人随手一挥 一块灰色的令牌 飞向终神秀 令牌上面有一个望子 终神秀接过令牌 淡然一笑 然后指着上面 老人抬头看向上方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他成功了 终神秀笑而不语 继续到酒品尝 过了一会儿 颜晨鱼睁开眼睛 神色激动无比 师尊 我踏入神葬境了 说到这里 他又看向眼前的酒壶 一杯酒便让他破镜 真的太神奇了 而且他发现 自己灵魂内的混沌清廉 好像跑到了丹田之内 慈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得找个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将望成令递给颜晨鱼 将此令收起来 颜晨鱼接过令牌 看了一眼 这块令牌附带着一股玄妙的气息 很不简单 老人看向终神秀道 你们运气不错 今晚鬼门关会开启 恰好可以进入妄城 哼 确实是运气好 我还以为要等一段时间呢 终神秀但笑道 老人不再多言 继续去擦自己的桌子 整个人再次回到之前的状态 眼睛浑浊 无比就是你们杀了本王的孙 就在这时 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 一位面容阴异的老者出现在此处 他手持立鬼帆 身上散发着浓郁的鬼气 来着正是玄猴鬼王 国造 老人眉头一挑 不悦地道出两个字 哄 玄猴鬼王还未反应过来 身躯顿时被一股玄妙的力量席卷 直接轰飞出去 客栈外 玄猴鬼王神色惊恐 没有多说一句 转身便逃 在这封都城多年 他竟然不知道 这里藏着一位深不可测的高手 这让他感到惊惧 终神秀并未理会 继续喝酒 三杯酒下毒之后 他随手将酒壶收起来 对颜沉鱼道 差不多了 说完便转身离开客栈 颜沉鱼跟在他身旁 寸步不离 混沌清廉 有意思 老人看了颜沉鱼一眼 嘀咕了一句 他又看向终神秀的背影 眉头微皱 此人是他万古以来 唯一看不透的存在 街上 世尊 刚才那位老人士 颜沉鱼好奇地问道 终神秀但笑道 他是封都城内第一强者 第一强者 有多强 颜沉鱼惊奇无比 准叠 终神秀沉鱼道 对方曾是封都大帝的护道人 后来在一场大战之中陨落 封都大地将他残存的灵魂 炼制成了气灵 这样一来 只要封都城不灭 他就可以永恒不朽 准叠 颜沉鱼泽舌 这封都城果然可怕 竟然连准地级别的强者都有 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第178章 血月降临 鬼门开启 封都城 城竹府 一位身着红裙的美人 正在品尝美酒 他身姿曼妙 一股血白细腻 一抹苏胸 犹如白玉一般 半遮半眼 乌黑的长发散下 好似悬铺一般 面容精致绝世 带着几分慵懒之韵 一双眸子 明镜清澈 灿若繁星 魅意横生 风姿绝带 他的身上弥漫着一层飞红遮物 魅惑动人 小巧的嘴角微微翘起 红唇微张 说不出的诱人 这位正是封都城主 红裕 一尊圣人级别的强者 玄猴鬼王 听说你今日遇见高手了 红裕似笑非笑地 看着大殿之中的玄猴 在场的其余三位鬼王 也是满脸细血地盯着玄猴 这老家伙向来狂妄无礼 这次却吃了大亏 让他们感觉非常畅快 玄猴脸色有些不自然 却还是恭敬对红裕的 城主大人 这次出手的是一位 深不可测的存在 最起码也是圣人级别的强者 我以前还不知道 封都城竟然有那等存在 在他说完之后 其余三位鬼王 也是神色凝重无比 封都城内的圣人 除了城主大人外 竟然还有一位 藏得真的太神了 确实神秘 我也不知道 封都城还有这样的强者 有机会得去拜访一下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眼前之事 今晚鬼门关便会开启 我鬼族能否在望城中 找到离开的办法 就看这一次了 红裕神色严肃地说道 封都城 终究只是一座城 很多鬼族逐渐变强之后 便想离开这里 他们自然也不例外 他们也向往着外界广阔的天地 处在封都城中 鬼族就像是被囚禁的生灵 生生世世 只能镇守在这里 望城是一座极为神秘的城池 它属于南荒 却不属于这片空间 西年封都大地铸造封都城 便是为了守护望城 而望城之中 则是留着让鬼族离开的办法 四大鬼王文言 神色瞬间严肃下来 鬼门关开启 便可入望城 这种机会 万古难逢 他们自然不会错过 他们能否离开封都城 就看这一次了 鬼门关开启的消息 到时可以让他们打头阵 毕竟我等只有一枚望城令 进去之后会遇见什么 谁也不知道 一位鬼王宁生道 不管会遇见什么 我等也必须要进入望城 这种机会可不多 红玉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夜晚 封都城内 出现了诸多气息强大的人族 寻常时候 人族可不敢肆意在晚上进入封都 因为夜晚的鬼族最为凶残 但是今日情况不同 封都城主下令 所有鬼族不得外出 为令者 斩 所以城中并未见到鬼族生灵活动 封都城北 有两座巨大的山岳 山岳犹如双龙戏珠一般 形成了一座巨大的拱门 不过这拱门之后 看起来并无什么东西 显得极为普通 拱门之前 此刻齐聚着数百人 随便一位都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最弱的一位 都有散发着动玄境的气息 而且大部分都是老人 传闻望城极为神秘 里面甚至还藏着 可以让人严寿的办法 那些受缘将至的老人 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红玉带着四大鬼王 站在最前方的位置 他盯着拱门 眼中露出期待之色 师尊 那就是封都城主吗 看起来好漂亮 人群中 严陈鱼低声道 他的目光落在红玉身上 只觉得对方极为惊艳 气息也非常强大 终神秀淡然一笑 没有多言 这红玉是很漂亮 但也极为毒辣 今日在场的四大鬼王 诸多人类都在他的算计之中 唯有持望城令 才能进入望城 这一点 除了那位老人外 便只历代城主知道 他却还要让四大鬼王跟随 可见四大鬼王在他眼中 只是炮灰罢了 是你们 玄猴鬼王恰好看到了 终神秀和严陈鱼 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众人的目光也落在两人身上 不知这玄猴鬼王 与这两人有何恩怨 红玉淡淡地看了 终神秀和严陈鱼一眼 便移开了目光 对他而言 这两人并不值得他 过多关注终神秀和严陈鱼 神色自若 并未过多理会玄猴鬼王 竟敢无视我 玄猴鬼王握紧拳头 他觉得有必要就地震杀这两个人类 嗡 就在此时 天穷震动 云层翻涌 一阵阵狂风作响 一轮血红色的月亮浮现 这轮月亮不断变大 看似要坠乱下一般 给人十足的压迫感 血月降临 鬼门开启 红玉呼吸有些急促 心情并不平静 哼 血月一阵 两道浓郁的血光轰下 诸如在两座巨大的山月之上 嗡嗡嗡 两座山月疯狂颤动 某种古老的力量正在逐渐复苏 周围的场景疯狂变幻 众人脚下出现了一片神秘的废墟 里面躺着密密麻麻的尸骨 而在拱门的位置 则是出现了一道漆黑如墨的巨大铜门 铜门上面布满古老的图腾 散发着荒谷之气 看起来厚重无比 铜门与两座山月齐平 中间有一道闭合的缝隙 人力很难开启 嗡 两族巨大山月 传出恐怖的凶兽咆哮声 雄魂的力量涌入黑色铜门 黑色铜门顿时散发着浓郁的黑色光芒 咔嚓 铜门内传出一道清脆的声音 随之缓缓开启 铜门之后 漆黑如墨 神秘的力量在弥漫 让人感到莫名的心迹 仿佛是巨兽的嘴巴 正在等待着猎物自投罗望 各位 鬼门关已经开启 该入妄成了 红玉看向众人 走 一群老人没有犹豫 立刻冲入里面 他们自然明白 妄成凶险莫测 但对寿源将至的他们而言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终神秀拉着颜沉鱼的手 瞬间冲了进去 进去再杀你们 玄猴冷声道 别在话了 跟上 红玉身影一闪 变入了鬼门关 第179章 黄泉之路 望川之河 这是 进入鬼门关后 众人都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 此刻他们眼前的是一条血色大道 大道无边无际 看不到尽头 唯有浓郁的血光弥漫 还有恐怖的死气充斥 让人感到压抑 力量仿佛要被腐蚀一般 大道上 铺满密密麻麻的尸骨 随便一句都散发着 让他们心计的威压 万古以来 入此地的强者无数 但大部分都陨落在这条道路上 这条血色大道 蕴藏着恐怖的大杀鸡 师尊 这是什么 颜沉鱼低声问道 终神秀沉应道 这是黄泉路 黄泉路 颜沉鱼一正 众人的目光 均落在终神秀身上 眼中露出一抹好奇之色 黄泉路他们自然知道 传闻那是鬼魂必经之地 只是没想到 传闻之中的黄泉路 就在脚下 这条黄泉路 是传说中的那条黄泉路吗 众人心中好奇无比 这位道友知道这里 一位老人开口询问 望成只在传说之中 关于望成的典籍记载 也非常吸手 他们只知道 望成之中 藏着可以让人严寿之事 至于望成里面 到底有些什么场景 则是无人知晓 红玉也在盯着终神秀 神色有些诧异 终神秀并未多言 眼前的黄泉路 并非是真正的黄泉路 在古老岁月之中 曾有一位无上大能 欲要铸造轮回之地 便炼制了望成 还布置了鬼门关 黄泉路 望川河等等 可惜 这些属于禁忌 强如那位大能 最终也因为沾染了巨大因果 最终身死盗销 轮回是禁忌 生灵想要模仿 死路一条 不过这些 终神秀没必要向众人解释 因为这些人马上就要死了 这黄泉路诡异莫测 若无望成令 一旦踏上去 必死无疑 眼前的无边尸骨 便是证明 见终神秀没有多言 众人眉头一皱 红玉则是道 黄泉路 是通往轮回的必经之地 轮回 一听这二字 众人眼中顿时充斥着灼热之色 不管如何 往前便是了 反正我等也没有多少 寿远可活 不如搏一搏 一位老人沉声道 不错 真的轮回也罢 假的也罢 不去见识一下 终究不甘心 各位道友 上路吧 众人对视了一眼 立刻踏上黄泉路 你们跟紧我 红玉看向四大鬼王 在他看来 他有一枚望成令 带着四大鬼王跨越这段路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走 终神秀对颜沉鱼道了一句 便往前走去 咔嚓 咔嚓 众人踩在尸骨铺垫的大道上 脚下传出一阵阵清脆的声音 终神秀踩在大道上 暗自点头 这黄泉路上 带着可怕的法则力量 可以翘无声息地侵入人体 腐蚀肉身与灵魂 纵然是圣人来了 也是死路一条 不过他修体书 这些法则对他无效 颜沉鱼跟在终神秀身边 他身上有望成令 这些法则并未靠近他 啊 片刻之后 前方传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众多人类面容发黑 身体不断腐烂 请客间的功夫 直接化作一具巨骨架 神魂俱灭 称主大人 救我们 四大鬼王此刻的情况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他们的血肉正在快速消散 神魂也在破碎 根本挡不住黄泉路的法则之力 抱歉 我救不了你们 红玉轻轻一叹 他还以为一枚望成令 可以带四大鬼王继续走下去 现在看来 还是他多想了 望成的规则 又岂是能轻易打破的 看来让炮灰开路的想法 还是有些不切实际 啊 我不敢啊 玄猴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他死死地看了 忠神秀和颜沉鱼一眼 见二人竟然安然无恙 他立刻拼尽全力杀向两人 这两人身上 或许藏着可以保命的质保 结果 他还未靠近两人 便直接覆灭了 刹那间的功夫 四大鬼王陨落 毫无反抗之力 黄泉路上 此刻还剩下忠神秀三人 气氛有些诡异 红玉看向忠神秀和颜沉鱼 神色怪异地问道 你们竟然不受此处法则影响 倒是让我比较好奇 难道你们身上有望成令 忠神秀淡淡地看了红玉一眼 并未多言 拉着颜沉鱼的先手 继续往前走去 哼 有趣 红玉嘴角微微上扬 立刻跟了上去 黄泉路并非无边无际 执行数万米之后 地上的枯骨依旧还有很多 而且气息越来越强 红玉和颜沉鱼虽然望成令 此刻也是冷汗直流 压力非常巨大 能够踏足这里的生灵 红玉看了忠神秀一眼 眼底深处露出一丝忌惮 此人处在这么可怕的威压之中 却丝毫不受影响 让他感到震惊 忠神秀一言不发 继续带着颜沉鱼往前 大概走了上千米后 他们终于来到了黄泉路的尽头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巨大的河流 河流宽阔无比 河水呈现灰暗之色 里面死迹无比 倒是容易想到九幽之河 望川河 忠神秀缓缓开口 师尊是传说中的那个望川河吗 严沉鱼神色凝重地问道 不是 这里的黄泉路和望川河 都是古老生灵铸造的 与传说中的望川河不同 但即使如此 也非常可怕 寻常生灵踏足 必死无疑 忠神秀摇摇头 这里算不得望城 只能算是通往望城的道路 真正望城 是力魂聚集地 那里更为凶险 道友 你似乎对这里比较了解 不如与奴家合作一下 红玉脸上露出一抹娇笑 魅惑十足 合作 忠神秀上下打量着红玉 红玉下意识地捂着胸口 故作羞涩地说道 那个不行哦 你是想要寻找 离开封都城的办法吧 忠神秀淡然道 红玉神色一阵 难以置信地盯着忠神秀道 你竟然连这也知道 第180章 接引传之 抵达望城 你应该还不知道 自己真正要找的是什么东西吧 忠神秀看向红玉 红玉挣了一秒 如忠神秀所言 他确实不知道 自己要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只知道 望城之中有让鬼族离开的办法 至于这个办法到底是什么 他并不知晓 此番进入望城 也只是孤注一掷罢了 道友 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红玉深吸一口气 满脸认真的询问 知道 忠神秀轻轻点头 魂书与红玉所要的东西 处在同一个位置 想要夺取倒是有些难度 而且还得看机缘 不过若是红玉愿意出手 事情倒是会简单 恳请道友告知 无论什么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你 红玉神色严肃地说道 我可以带你 去找到你要的东西 不过到时候 你也需要出手 替我夺取衣物 忠神秀沉应道 一言为定 红玉没有丝毫犹犹豫 虽然不知道 忠神秀到底要什么东西 但是此刻 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嗯 忠神秀轻轻点头 不再多言 师尊 有一艘船正在过来 严陈鱼立刻看向望川河 河面上 一艘诡异的船只正在驶来 船上有一具骷髅骨 他正在划着讲 看起来很是诡异 这是接引船 唯有通过它 才能渡过望川 忠神秀轻声解释 哦 严陈鱼连连点头 跟着师尊 不但可以提升修为 而且还可以见到 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这修炼生涯 真的太有趣了 接引船的速度很快 片刻之后便来到岸边 上船吧 忠神秀率先上船 严陈鱼和红玉也没有犹豫 立刻踏上船只 骷髅骨便是接引舌 它身上并无强大的威压 但是带着某种法则之力 三人上船后 接引船瞬间向着远处冲去 好 随着船只往前 望川河中传出一阵阵嘶吼声 一具具腐烂的尸体 从里面悬浮冲出来 散发着浓郁的尸臭味 他们伸出腐烂 泛白的手向着 忠神秀抓来 俯师的手臂上 带着恐怖的符文静致 和古老的威压 一旦被他们抓住 下场唯有死 成为这望川河的一部分 至于严晨渝和红玉 直接被他们无视 两人身上有王成令 得到了此地法则认可 这些脏东西 并不会靠近他们 小心 红玉连忙开口提醒 望川河 带着可怕的腐蚀法则 可腐蚀神魂 纵然是圣人 一旦被扯入其中 神魂也会在瞬间被腐蚀 从而变成一具具腐烂的尸体 就如这河中的尸体一般 终神秀神色平静 一座鸣木悬浮在手中 哄 鸣木爆发一股禁忌之威 望川河中的所有腐蚀 顷刻间灰飞烟灭 甚至连带着望川河 都被蒸发了一大部分 咔嚓街影传 承受不住这股禁忌之威 出现了几道裂痕 街影时的骨架 也出现了道道裂痕 随时都有可能会散架 这 红玉捂着嘴巴 瞪大了双眼 被眼前的鸣幕震住了 终神秀并未多言 随手将鸣幕收起 红玉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一点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 这人手中的山月好诡异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瞬间将望川河中的腐蚀抹去 街影传继续往前 速度越来越快 周围的天地逐渐变得漆黑 唯有一条灰色的望川河 在缓缓流淌 而且望川河后半段非常诡异 已然脱离了地面 悬浮在半空中 流向未知之地 这望川河竟然悬浮在空中 真的好诡异 严晨渝满脸惊奇之色 这是望川河的后半段 按照这个速度 再过一个时辰 应该能抵达尽头了 终神秀清语道 终究只是人为铸造的望川 而非真正的望川 真正的望川是禁忌 想要踏足 谈何容易 纵然是踏上去了 也是实死无生 我很好奇 道友到底是什么来历 竟然对这望川如此了解 红玉神色狐疑地看着终神秀 严晨渝淡然道 外界关于望川的典籍很多 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 终神秀看了严晨渝一眼 眼中露出一丝赞许 自己这徒弟就是聪明 啊 这倒也是 红玉神色有些尴尬 倒也没有太过怀疑严晨渝的话 他常年窝居在丰都城 偶尔倒是会出去一下 可惜不能在外面久待 对于外界的典籍 他知道的确实很少 一个时辰后 接影船来到望川尽头 出现在三人眼前的是一座古老的城池 城池呈现森白之色 城墙高百米由森森白骨铸造而成 厚重无比 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 诸多神秘的静置法阵密布 坚不可摧 而在城墙上在 则是盛开着一些血红色的花朵 那是彼岸花 每一朵花都带着诡异的力量 此刻城门紧闭 密不透风 城门上有两个血红色的大字 望成 果然如典籍中记载的一般 望成是由无数生灵枯骨铸造而成的 这得需要多少生灵枯骨 才能铸造起这么高的城墙 红玉神色凝重无比 仅仅是靠近着城墙 便让他感受到了恐怖寂灭之力 若非望成令将威压都挡住了 估计他也扛不住 终神秀轻语道 持着望成令 可以入望成 不过里面的生灵 不会任望成令 接下来 估计会有一场大战 生灵 红玉凝视着眼前的城池 望成 是无数力魂聚集地 里面肯定凶险无比 轰隆 一阵剧烈的声音突然响起 高耸的城门顿时打开 一股浓郁的死气传出 同时还有一股神秘的犀利爆发 秀 严晨鱼和红玉身上的望成令受到牵引 瞬间将两人扯入城中 再两人入城的一瞬 城门便要关闭 终神秀一步踏出 骤然冲入城中 在他入城的那一刻 一股排斥之力弥漫 欲要将他移出望成 终神秀神色自若 身上弥漫着一道玄妙的力量 那股排斥之力快速消失 第181章 亡灵傀儡 祭坛出现 望成之中 严晨鱼和红玉神色凝重地盯着四周 城池非常巨大 城中也有密密麻麻的古老建筑 大部分建筑都已经坍塌 一根根柱子倒在地上 地面更是千疮百孔 一道道裂痕出现 犹如一片废墟一般 周围散发着浓郁的死气 看得出来 在古老的岁月之中 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旷世大战 不过四周并无任何的枯骨 传闻望成之主是一位远古大能 战力滔天 后来遇见了强敌 最终身死盗销 望成也因此被掩埋在岁月长河之中 红玉语气带着一丝颤动 能够铸造如此诡异的城池 足以说明望成之主到底有多么可怕 如此强大的存在 还是被强敌镇杀了 而这望成也变成了一片死寂的废墟 让人唏嘘无比 终神秀摇摇头 望成之主不是被强敌镇杀的 这座城池变成废墟 也不是强敌所为 而是望成之主做的 什么 他不是被强敌镇杀的 这里的一切也是他做的 红玉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终神秀所言 倒是和风都典籍记载的不同 终神秀淡然道 望成之主 确实是一位精彩绝艳的存在 他想要铸造轮回之地 可惜沾染了大因果 最终出现了问题 轮回本就是禁忌 望成之主虽然强大 但还是扛不住其中的因果 最终因果缠身 生死到消 连带着望成生灵 也纷纷受到了诅咒 全部覆灭 沾染了大因果 嗡嗡嗡 就在红玉失神之际 城中瞬间浮现密密麻麻的血色光点 这些光点不断变大 化作一尊尊诡异的力魂 他们张牙舞爪 身形扭曲 眼睛血红无比 好 请客间 数以万计的力魂 向着三人扑来 找死 红玉立刻出手 恐怖的圣道之力 轰杀而出 嗡 周围的力魂 顿时灰飞烟灭 红玉见力魂覆灭 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心情反而凝重了不少 这里是望城内部 定然藏着大凶险 没那么容易解决 如红玉所料 这些力魂覆灭之后 下一秒又再度出现 而且数量更多 气息更为恐怖 嗡 众多力魂再次扑向 终神秀三人 哄 终神秀清灰衣袖 天荒地落岩瞬间爆发 向着四面八方冲去 巨大的望城 化作一片金色火海 无数力魂 纷纷化作飞灰 连带着诸多建筑 也直接灰飞烟灭 这是天地一火 红玉神色惊恶地 盯着四周的火焰 这火焰非常可怕 让他感到莫名的星际 继续往前 这些力魂算不得危险 真正的危险还在后面呢 终神秀清语道 天荒地落岩 对付这些力魂 倒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真正的危险在后面 纵然是天荒地落岩都无法 毕竟天荒地落岩的力量 还未恢复到极致 威力极为有限 秀 三人化作残影 向着前方冲出 一柱相后 终神秀三人停下步伐 咚咚咚 地面传来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 只见一只身着古老战甲 手持长矛的大军 正将终神秀等人包围 这只大军有上百之术 他们身上的战甲 紧紧封锁身躯 唯有一双卫蓝色的眼睛露出来 犹如鬼火一般 射人心魂 而且每一尊都散发着圣人之境的威亚 鬼兵 红玉身体颤动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上百尊圣人境的存在 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若是这只大军走出去 岂不是能横扫整个南荒 终神秀陈应道 并非是鬼兵 而是望成之主炼制的亡灵傀儡 西年他身体出现问题后 斩杀了更多更强的亡灵傀儡 眼前这批是最弱的 算起来 望成其实并不属于天荒 而是来自更为神秘的天地 而望成之主 也是一位强的离谱的存在 否则的话 他也不敢去铸造轮回之地 这些亡灵傀儡 看起来很强大 但放在西年的望成傀儡之中 只是最下等的存在 亡灵傀儡吗 数量这么多 而且还这么强大 如何对付 红玉神色凝重地问道 交给我吧 终神秀轻语 随手一挥 一座铭木出现 对付这些亡灵傀儡 动用铭木 是最为简单直接的办法 好 上百尊亡灵傀儡立刻扑过来 手中的长矛散发着幽光 滔天甚微爆发 席卷整座望成 胸利无比 去 终神秀抬手一振 铭木顿时镇压而出 轰隆 铭木轰出 上百尊亡灵傀儡刚靠近 便被镇成积粉 化作一阵阵血色雾气 弥漫在天地间 嗡 铭木微微颤动 这些血色雾气 快速向他涌来 不断被那些神秘的棺材吞噬 红玉又是一阵尸神 上百尊圣人之境的亡灵傀儡 就在这么一刹那的功夫 直接没了 这巴掌大小的山岳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 而且 上面还悬挂着一口口棺材 棺材里面 是否有可怕的生灵 终神秀伸出手 将铭木收起来 他抬头看向前方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前方有几座保存 还算完整的宫殿 那里就是目的地 去那里 终神秀没有多言 还坐残影 瞬间冲向其中一座宫殿很快 三人来到一座广场上 广场上有诸多青铜柱子 在这些青铜柱子之中 则是有一块巨大的血色石头 犹如玛瑶一般 散发着阴森之气 而在广场镜头 则是一座血红色的宫殿 这座宫殿表面有 诸多神秘的图腾 与这片天地融为了一体 看起来像是 这望城最为核心的地带 更为诡异的是 这座血色宫殿的大门 是开启的 终神秀凝视着眼前的血色宫殿 沉阴片刻 他直接祭出六道炉 猛然砸出去 轰隆 一阵轰鸣声响起 周围的空间节节碎裂 血色大殿也在瞬间消失不见 血色大殿消失之后 一座血红色的祭坛 出现在大殿坐落的位置 祭坛古老 四周有一座座神秘的妖兽雕像 雕像按照特殊规律排列 散发着荒谷之气 祭坛之上 摆放着一口白玉棺材 第182章 虚妄之海 青铜大钟 终神秀盯着眼前的祭坛 脸上并未露出丝毫一色 魂书不在这里 但需要通过这个祭坛 传送到一片特殊地带 和祭坛的方法 终神秀不禁看向红玉 封都大帝与鬼族有渊源 他留下的祭坛 唯有鬼族才能开启 祭坛前方有一座座雕像 这是封都大帝炼制的守护战魁 每一尊都有相当于准地之境的修为 正常情况想要闯过去 极为困难 终神秀倒是可以使用18座名牧 直接将这些战魁打爆 不过可能会损毁到祭坛 这就得不偿失了 道友 我需要的东西在哪里 红玉见终神秀看向自己 心中一凸 下意识地退后一步 终神秀轻语道 你可知 为何鬼族会被束缚在封都城 红玉文言 先是一愣 接二道 封都有典籍记载 我祖先祖与封都大帝有约 所以他将我们鬼族世代 镇压在封都城 对于此事 他并未有过多怀疑 毕竟事实如此 鬼族确实被束缚在了封都城 生生世世都不能离开 除了封都大帝的镇压外 难道还有其他缘由吗 终神秀摇摇头 并非如此 还有其他缘由 红玉满脸狐疑地看向终神秀 终神秀轻语道 封都大帝让鬼族世代 生活在封都城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保护鬼族 保护我们 红玉神色一正 囚禁也算保护吗 这就涉及到你们先祖 与封都大帝的爱恨情仇了 其中故事 以后你或许会知道 你们先祖正到失败后 曾托付封都大帝保护鬼族 最终 封都大帝打造了封都城 世代守护鬼族 同时也在守护 你们先祖长眠之地 终神秀看向祭坛 红玉微微失神 鬼族的先祖 确实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存在 可惜 封都城内 对于那位先祖的典籍记载 却是少之右手 或许有那么几个老家伙知道 可惜那些老家伙 都被岁月熬死了过了一会儿 他凝视着祭坛上面的棺材 难道棺材里面的 就是我先祖的失神 终神秀但笑道 不是 那是这座祭坛的核心 你们先祖正到失败后 肉身消散 神魂破碎 唯有一缕残魂 进入忘须之海 这座祭坛 可以将我们传送到虚忘之海 你需要的东西也在那里 那是你鬼族圣物 你只需将圣物带到封都城 鬼族便可轻松离开 红玉心中一动 连忙问道 你想让我怎么做 这个男人说这么多 估计是要让他做什么事情 不过眼下只有这条路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都要去试试 很简单 将你的鲜血 注入那块红色石头里面 终神秀轻语 若是靠他自己的话 想要通过这个祭坛 前往虚忘之海 这就需要看运气了 但若是 红玉肯出手 自然会简单很多 好 红玉没有废话 往那块血红色的石头走去 他随手一划 手掌被割开 鲜血直流 不断地进入血色石头上 终神秀凝视着祭坛 过了一会儿 红玉皱眉道 这样真的有效吗 他已经流了不少鲜血 但这祭坛却没有丝毫易懂 这不禁让他有些怀疑 终神秀了 别急 再等等 鲜血浸透程度还不够 终神秀沉硬道 不够 红玉一咬牙 又将另外一只手划开 两只手的鲜血不断流淌 嗡 片刻之后 血色石头发出一道刺目雪光 祭坛微微颤动 古老神秘的力量正在复苏 可以了 终神秀轻轻挥手 红玉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双手上的血痕消失 他满脸期待地盯着祭坛 咔嚓 祭坛上的棺材 发出一道细微的声音 那些雕像立刻往两侧一开 走 终神秀立刻带着颜尘鱼登上祭坛 红玉的速度也很快 嗡 在三人刚登上祭坛后 一股传颂之力袭来 三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 三人来到了一片诡异的天地 天穷呈现五彩斑斓之色 犹如一片璀璨的星空一般 一条条秩序链子出现 诡异莫测 下方是无边无际的灰色大海 大海从四面八方涌现中央地带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不断吞噬天地间的力量 犹如星云一般 在漩涡中央 有一口巨大的青铜钟 它好像是这片天地核心 这个便是虚妄之海 嗡嗡嗡 天穷之中 灰色大海之中 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游魂 比望城内的游魂多了无数倍 这些游魂气息很强大 却没有丝毫意识 随意飘荡在天地间 红玉神色立刻戒备起来 终神秀轻语道 放心吧 这些都是没有意识的残魂 并无威胁 红玉文言 却没有放下心中戒备师尊 那口大钟好奇特 严陈瑜则是盯着那口大钟 此刻混沌清廉 正在散发着玄妙的力量 好像是被那口大钟牵引的 那是虚妄中 望城之主的东西 他在这里镇压着一条诡异的通道 不可取走 终神秀轻声道 望城之主 曾去过一片诡异之地 见过一些特殊的东西 所以他才想要铸造轮回之地 虚妄中镇压的通道 便可通向那片诡异之地 鬼族先祖的残魂 也在这亿万残魂之中 按照正常情况 残魂会沿着那条通道 进入诡异之地 正是虚妄中镇压在这里 才能让这些残魂滞留 道友 我要的东西在哪里呢 红玉再次问道 就在虚妄海中 你闭上眼睛 认真感受一下 应该可以感知到它的存在 终神秀倒也没有继续隐瞒 身影一闪 向着虚妄中冲去 靠近虚妄中的时候 一股寂灭之力瞬间爆发 终神秀随手一挥 六道炉飞出 悬浮在两人的头顶 阻挡那股寂灭之力 他的手掌按在虚妄中上 鸿蒙塔碎片浮现 将虚妄中移开一点点 秀 虚妄中被移开的瞬间 下方传出一股可怕的犀利 两人顿时被撤下去 无数游魂受到牵引 纷纷冲过来 在他们刚靠近虚妄中 虚妄中再次回到原本的位置 这些游魂再次被挡在外面 第183章 三生时前 魂疏到手 在一条无边无际的神秘的大道上 一块血红色的石头柱立 看起来与之前广场上的石头 倒是有些相似 不过 二者散发的气息完全不同 眼前这块石头散发的气息 明显更为诡异 而且 上面还有诸多符文和神秘的名字 曾有一些震慑古今的绝世大能 曾来到此处 他们曾于这块石头上流明 之后沿着通道 前往诡异之地 这上面的名字 便有虚妄之主的 在血色石头上 还有三个漆黑如墨的古老的大字 三生时 秀 终神秀和颜晨鱼 瞬间出现在大道上 三生时 看到血色石头的时候 颜晨鱼瞳孔一缩 想到了一些传说 三生时是轮回路上的神物 三生时前 可观过去 现在 未来 每个游魂都要看一下三生时才能 才能前往一下的地方 终神秀笑着解释道 这三生时确实不简单 但没有传说中那么玄乎 而且还不止一块 每一块三生时存在的目的 都是为了镇压一些诡异地带 说来这天地间 还有一座与与风都城相似的城池 那就是幽都城 有位叫鹰长生的狠人 为了寻求长生 便夺取了一块三生时 以后有机会 我带你去看看 嗯嗯 颜晨鱼连忙点头 眼中充满了期待 等在师尊身边 真的能够见识到 更为广袤的天地 更为有趣的事情师尊 这条通道也很诡异 不知一直走下去 会通往什么地方 颜晨鱼又看向眼前的通道 这条通道无边无际 看不到尽头 不知会通往什么地方 终神秀但笑道 长生地轮回道 事实上 这些都是传说 这条路其实有尽头的 而且尽头还藏着大秘密 可惜被人一巴掌拍碎了 这个世界神秘无比 强者自然也非常多 曾有一尊无上存在 便来到过这里 见轮回不成 一怒之下 直接一巴掌拍断了轮回 后世强者路过 见其留下的残痕 都会露出忌惮之色 路被人断了 自然没必要继续走下去 接下来 你站着不要动 等我一下即可 终神秀对颜晨鱼道了一句 便走向三生石 他要的魂书 就刻在这块三生石上 魂书 神秘莫测 到底是谁所留的 书中并无任何记载 无尽岁月来 有诸多强者来过这里 还曾在三生石上留名 甚至还参悟过上面的符文 但无一例外 均一无所获 来到三生石前 希望这次运气好 终神秀按道一句 他立刻闭上双眼 将手掌按在石头上 鸿蒙塔碎片悬浮在眉心 不断对三生石上的一些符文 进行烙印 这些符文 大部分都是干扰 魂书就藏在其中一部分之中 而且需要参悟 破译 重组 极为繁琐 论极复杂程度 甚至还超越体书 一注相后 鸿蒙塔碎片 烙印了一部分符文 但这些符文 依旧是混乱的 并未被重组 而且看样子 似乎与魂书并无多大联系 鸿蒙塔碎片也不行吗 终神秀眉头紧锁 剧情之中 严洛雪也来到这片地带 但他同样没有带走魂书 而是带走了 另外一门灵魂修炼之法 自己难道也带不走此道书 问 就在终神秀皱皱眉之际 灵魂深处的七彩种子 微微一颤 咔嚓 一道碎裂的声音响起 三生石顿时碎裂 一道道金色符文 涌入终神秀的眉心 魂书 终神秀正了一秒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这些金色符文 正是魂书修炼之法 没想到鸿蒙塔碎片不行 反倒是七彩种子起了效果 七彩种子 真的太神秘了 问 突然 一股牵引之力袭来 欲要扯着终神秀和颜晨鱼离开 终神秀身影一闪 来到颜晨鱼身边 他拉着颜晨鱼的手 咻 两人瞬间消失在此处 虚妄之海 红玉瞬间睁开眼睛 一把抓住一个金属铃铛 嗯 他眉头一挑 身躯不受控制 直接被扯出去 望成 祭坛上 终神秀三人再次出现 道友 红玉看向终神秀 和颜晨鱼 终神秀看了红玉手中的铃铛一眼 这便是你鬼族至宝 带着他回封都城 鬼族自可离开 鬼族被约束在封都城 自然是封都大帝所为 他曾和封都气灵说过 若是有一天 鬼族生灵 有能力找回鬼族至宝 便可让鬼族离去竟然是此物 红玉脸色一洗 这个铃铛上 确实有一丝 让他感到熟悉的气息 可以离开了 否则鬼门关闭 我们就得永远留在望城了 终神秀陈英道 鬼门关不会一直开启 道点也会关闭 好 红玉连忙点头 三人转身离去 封都城 城主府 终神秀对红玉道 我们要在这里待半远 红玉娇笑道 只要你们待得下去 多久都行 封都城内 鬼气浓郁 人类可不能久待 不过十天半个月 肯定没有问题 而且这男人手段诡异 区区鬼气 自然奈何不了他 随后 红玉给终神秀和阎晨鱼 安排了一座大殿 道友 我还是有些疑惑 这鬼族之物到手了 我鬼族要如何离开呢 红玉又疑惑地问道 接下来会有一位老人来找你 他会告诉你一切 其他的你不用理会 终神秀漫不经心地说道 好 那我就不打扰二位了 红玉轻轻点头 也没有多言 便转身离去 大殿之中 终神秀看向阎晨鱼 轻声道 你已经踏入神葬境 感觉如何 阎晨鱼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感觉强大了很多 而且我的混沌子府增大了不少 更为诡异的是 混沌青莲跑到了我的子府内 而且还多了九条鱼儿 九条鱼儿 终神秀文言 心中一动 神识立刻侵入阎晨鱼的丹田 果然看到了混沌青莲和九条鱼儿 这九条鱼儿身上带着水波纹 游走在混沌子府之中 犹如畅阳在大海之中一般 畅通无阻 看起来极为玄妙 师尊 这有什么奇特之处吗 严晨鱼好奇地问道 第184章 九条鱼儿 浑书三层 终神秀轻轻点头 自然奇特 所谓子府生神藏 神藏入洞悬 到应眼万象 修行的每一个境界划分 都是极为特殊的 神葬 其实是倒映的初步反应 你有什么属性的倒映 就会演化什么类型的神葬 正常情况 修士的神葬 通常不会超过五种 也就是对应金木水火图五行属性 少数会有变异属性神葬 大多数人的神葬 一般只会诞生一物 此物 藏于子府之内 后续会入洞天 踏入万象之后 方可演化出来 用于对敌 有玄妙之效 大多数人都只诞生一物 那我的九条鱼儿 和混沌清廉 严晨鱼眼中 闪过一道金光 他是谁属性倒映 诞生鱼儿并不奇怪 但诞生了九条鱼儿 这就很奇特 而且 他还有混沌清廉载体 如今混沌清廉入了子府 成为另外一种属性的神葬 算起来 他的神葬便有食物了 终神秀淡孝道 通常来说 神葬越多 所爆发的力量就越强 这涉及到了后续的洞悬镜 和万象镜 若神葬只有一物 那么便要开辟一个洞天 你的神葬加起来是食物 就说明 你需要开辟十个洞天 以此来容纳神葬 待你踏入万象镜之后 便可以演化出十大异象 从而碾压同级 言成于闻言 心情有些激动 思索了一下 他又问道 师尊 我的神藏有食物 是否说明 我的修炼速度就会更慢 神葬 让他想到了倒映 在很多人的普遍认识中 倒映属性越多 所需的力量就越大 修炼速度自然也就越慢 而且 他还是下品谁属性倒映 或许他的神葬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最为特殊的 还是混沌清廉 这或许才是他最大的仪仗 终神秀轻轻点头道 这是自然 神葬越多 动天开辟难度也就越大 需要的资源自然也就越多 不过这些你都不用担心 一切有我呢 大部分宗门势力 都认为倒映属性越多 后续越发不好修炼 那是因为他们 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培养 反倒是属性少的倒映 所需修炼资源少 而且能够快速突破 从而将之当为最佳天赋 但是在某些古老大教之中 他们就喜欢培养 多属性倒映的弟子 只需要培养出一个 就能碾压同级无敌手 战力滔天 横扫八荒 霸道异常 不过这需要大教材敢去做 寻常的势力 哪怕是清静一切 估计都很难培养出 一位多属性倒映的弟子 颜晨鱼的情况 倒是极为特殊 明明只是下品谁属性倒映 却诞生了九条鱼儿 就很玄妙 他接下来需要的修炼资源 肯定更为庞大 不过这些都无所谓 以终神秀的手段 想要给颜晨鱼 弄到足够多的资源 自然没有多大的难度 他也很期待 终神秀轻语道 接下来你好好熟悉一下 自己的力量 到时候也有底气 去参加南荒道院的考核 好的 严晨鱼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战役 这封都城鬼族众多 他打算去找人好好切磋一下 想到这里 他果断离开了大殿 终神秀淡淡一笑 往一间房间走去 设下一个阵法之后 他盘膝坐下 双眸紧闭 灵魂深处 一道道金色符文弥漫 魂说 划分三层 分别是 命拳 魂和 石海 其实点 将神魂当作一个泉眼 之后泉眼演化成河流 河流化作石海 正常人的神魂 也就是一个泉眼 能够演化成河流的少之又少 更别说大海 纵然是河流一般的神魂 也能瞬间秒杀对手 若是化作大海 那完全可以秒杀一大片生灵 半月的时间 修成第二层 终神秀按道一句 立刻开始修炼 另一边 如终神秀所言 那位老人果然来找红玉了 见过前辈 红玉看到老人到来 心中一动 立刻行礼 对于这位老人 他倒是有些印象 似乎是城西风都客栈的老板 不过一直以来 对方并不起眼 他也没有太过在意 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 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老朽是风都城的气灵 什么 气灵 红玉神色一震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风都城是一件地气之事 他自然知晓 本以为气灵虚无缥缈 亦或者在沉迷 没想到竟然是一位老人 老人轻轻挥手 红玉储物戒指中的灵荡 到了他手中 他看了一眼 轻轻点头道 确实是鬼族圣物 既然你已经将此物 带到风都城 那么从现在开始 鬼族将不再受风都城 规则限制 你们可以自由出入风都城 在老人说完之后 红玉明显感觉到 体内有种特殊的法则 正在消散 灵魂的枷锁好像消失了 整个人说不出的舒坦 咻 灵荡飞到红玉手中 红玉拿着灵荡 脸上露出一抹激动之色 束缚感消失了 他现在可以自由出入风都城了 事情已经说完 老朽该回去了 老人背负双手 身躯有些沟楼 便要离去 前辈 可以和我说说 风都大帝和我族先祖的事情吗 红玉连忙道 老人淡笑道 他们的故事 你可以去外界寻找 这个世界很大 关于他们的故事并不少 而且天地间 也不止风都城有鬼族 算起来 你们只是鬼族的一个分支 说完 他便消失不见 他的使命 是镇守在这里 镇守望城 守护那位的残魂 竟带风都大帝归来 至于对方什么时候回来 他也不知道 他会一直等下去 红玉神色一正 他抬头看向天际 眼中露出一抹期待之色 咻 他立刻冲出风都城 来到风都之外万米之地 好像真的没有枷锁了 红玉兴奋无比 立刻向着远处飞去 第185章 神藏树苗 离开风都 半月后 鬼族可以自由出入风都城 很多鬼族都激动无比 纷纷冲向外界 尤其是一些强大的鬼族 更是对外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天地辽阔 谁又愿意一辈子 归缩在其中一角呢 红玉对众鬼族 也没有丝毫限制 任由他们进出 无论怎么说 这风都城 都是他们鬼族的生存地之一 与此同时 风都城内 也有关于颜尘渝的 不少事迹在流传 大致是 一个人族女子 不断挑战鬼族的众多年轻人 将诸多鬼族添骄 打得抬不起头 甚至他还去找老一辈的鬼族交手 实力非常恐怖 一些鬼族强者 见晚辈被打 自然不满 想要出头 结果却被红玉压下了 总之那个叫颜尘渝的女子 此刻在风都城内 无人敢惹 简直就是一个怪物风都客栈 前辈 多谢你这些天来的指点 陈渝在此谢过了 颜尘渝恭敬地对着老人行礼 这半月的时间 他不断挑战鬼族天骄 和一些老一辈的强者 胜败均有 而这位老人 则是对他指点了不手 他的修为再度暴涨 成功踏入了神葬境中期 已然超越了终神秀 老人对着颜尘渝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风都大帝倒是留下了一些特殊的传承 不过你有自己的路 老朽可不敢让你去拿那些传承 否则可能会毁了你 风都大帝离去的时候 曾在城中留下地藏传承 竟带有缘人来夺取 颜尘渝的路子很特殊 有混沌清廉在身上 未来的道路或许能走得更远 风都大帝的传承对他而言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无论如何 还是要多谢前辈 颜尘渝神色恭敬 老人教了他很多东西 让他极为尊敬 老人笑着道 你那位师尊很奇特 老朽也看不透嘶吼 你好好跟着他 未来的道路肯定能走得更远 这是自然的 我师尊一直都很厉害呢 颜尘渝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回去吧 老人轻轻挥手 颜尘渝瞬间消失在客栈之中 随后 风都客栈也随之消失不见 成竹府 大殿之中 嗡 终神秀身上弥漫出一股玄妙的气息 修为成功踏入神葬境 魂疏第二层 成了 终神秀睁开眼睛 双眸犹如万般星辰 深邃无比 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魂疏第二层修成 他的神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他的神魂比全眼稍微大一点 此刻却是变成了十八条魂合 十八条魂合 终神秀面带沉吟之色 正常情况 魂疏修成第二层 通常就是一条魂合 他的却变成了十八条 就很诡异 不过魂合越多 自然是越好 这代表着灵魂之力在疯狂暴涨 看看我的神葬 终神秀那是丹田 魂疏第二层修炼成功 他的修为也随之踏入神葬境 嗯 终神秀神色怪异 此刻七彩种子入了他的子府 变成他的神葬 更为诡异的是 七彩种子发生了变化 直接从种子变成了一株 长着七片嫩叶的小树苗 嫩叶是七彩之色 而枝干则是漆黑之色 均在散着神秘的气息 看起来非常玄妙 一株小树苗 有意思 终神秀脸上露出一谋笑容 七彩种子本就神秘 如今长成了一株树苗 就很奇特 未来是否能成长为一棵大树呢 倒是让人期待 终神秀本无道应 对于自己的神葬会变成什么 他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现在看到七彩种子 成长的树苗变成神葬 倒是一件好事修 终神秀轻轻挥手 屋子中的阵法解除 他起身往外面走去 师尊 看到终神秀出关 严晨渝满脸欣喜地走过来 神葬近中期 不错 进步很大 终神秀夸赞道 嘻嘻 这段时间多亏了 丰都客栈的那位老前辈指点呢 严晨渝娇笑道 嗯 终神秀笑着点头 秀 红玉飞身而来 他看了终神秀一眼 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笑着抱拳道 恭喜道友出关 他不知道终神秀在虚妄之海 得到了什么东西 但肯定不简单 终神秀轻语道 鬼族的束缚 已经解除了吧 嗯 此事还多亏了道友 红玉笑着道 他只是流了一点血 便找回了鬼族圣物 妄成之行 还是他转了 终神秀道 恭喜 此处之事已经解决 我们师徒也该离开了 红玉心中一动 问道 道友要去哪里 他正在挑选下一任的丰都城主 待事情结束后 他也要离开丰都城 去外面的天地好好看 漫无目的 随便逛逛 终神秀漫不经心地说道 原来如此 红玉也没有多问 他看了严陈渝一眼 随手一挥 一块白玉令牌 飞向严陈渝 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 这块令牌封印着我一击之力 就送给你了 关键时刻 也能派上用场 严陈渝接过令牌 轻然一笑 抱拳道 陈渝多谢城主 红玉毕竟是一位圣人 这块令牌对他而言 还是极为有用的 说不定在南荒道院考核的时候 便能用上 秀 终神秀寄出一艘非洲 两人踏上非洲 告辞 终神秀对着红玉道了一句 非洲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远处冲去 这时的神秘又诡异的男人 红玉看着消失的残影 不禁娇声一笑 十日后 非洲依旧在虚空中不断穿梭 目的地南圣古玉 师尊 有几艘非洲正在朝我们靠近 严陈渝对终神秀道 秀 刹那间 又四艘非洲靠了过来 每艘非洲 均有上百人 而且四艘非洲上 均插着一枚烈焰战旗 天火皇朝 终神秀缓缓开口 二位道友 我等是天火皇朝之人 想必你们也要去南圣古玉 前方便是暴乱星海 那里海盗猖獗 凶险无比 可要随我们一到 一艘非洲上 一位身着烈焰战甲的中年男子 微微抱拳 他身上散发着神脏镜的气息 这是天火皇朝的一位将军 第186章 暴乱星海 精灵巨兽 也好 终神秀轻轻点头 随手一挥 收起非洲 便和严晨渝 飞升来到旁边的一艘非洲上 在下天火皇朝赵新 不知二位来自哪个宗门 赵新客气地询问道 眼前两人的修为 他根本看不太透嘶吼 但敢孤身两人来此 肯定不会简单 严晨渝轻语道 我叫严晨渝 这是我师尊终神秀 我们来自一个不起眼的小门派 闲着无事 便打算前往南圣古域 凑凑热闹 原来如此 赵新微微抱拳 不再多问 暴乱星海凶险无比 尤其是那些海盗之中 步伐高手 多个人一起也好 赵新 继续赶路吧 非洲中 传来一道清月的声音 只见一位身着烈焰长裙的女子 走了出来 她的身材绝佳 肌肤雪白 散发淡淡的霞灰 宛若烈焰中绽放的玫瑰 此女正是天火皇朝的大公主 湛青烟 蓝黄炎药师大会的时候 她是三品炼丹师 如今过去这么久 她的单道修为有所增长 已经入了四品之境 至于她的修为 则是入了神葬镜后期 倒也不算弱 在湛青烟身旁 还跟着一位脸色苍白 身材略显枯瘦的少年 少年气息内敛 看起来很是普通 终神秀的目光落在少年身上 天火皇朝年轻一辈中 湛青烟可以排在前方 但有一人比她更为不凡 正是眼前的少年 湛无敌 湛无敌原本只是一个 无名无姓的普通家奴 后来被湛青烟看上 便赐予她姓名 她也默默地守护在湛青烟身旁 平日里不险山不露水 极为神秘 按照剧情所述 湛无敌在南荒道院考核之中 展露出动玄境的修为 而且还是一位六品炼丹师 藏桌非常深 至于她的修为是怎么来 但倒是怎么增加的 剧情之中倒是没有过多叙述 她每次出场 都是与同辈天骄竞争 曾让很多天骄感到绝望 甚至有人一度怀疑 湛无敌是某位大人物将士 不过这些都是猜测 并无正确的答案 对于这些事情 钟神秀并没有心情理会 让她稍微在意的是 此人身上有一团异火 并非天火皇朝的那朵异火 而是一朵更为强大的异火 这暴乱星海 也有一朵异火 最终会落到湛无敌身上 不过此番倒是可以进行截取 湛无敌似乎有所察觉 立刻往钟神秀看来 下一秒 她微微一愣 发现竟然难以看透 钟神秀嘶吼 这让她有些意外 还有一些说不出的心境 因为她有种直觉 此人似乎把她看穿了 她的目光又落在 严陈鱼身上 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暗道一句 竟然是天残道医 她默默一开目光 战青烟淡淡地看了 钟神秀和严陈鱼一眼 便不再理会 嗡嗡嗡 非洲向着前方驶去 一个时辰后 众人来到暴乱星海外围 入眼的是一片巨大的海域 周围竟然有神秘的星辰悬浮 散发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璀璨夺目 还有强大的风暴席卷 带着毁灭性的力量 雷霆之声 不断从风暴之中传出 射人心魂 恐怖异常 钟神秀神色平静地 看着眼前的风暴 这风暴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动玄境的修饰 都能轻松度过 真正的危险 在于暴乱星海里面的那些海盗 还有一些妖兽 暴乱星海之中 便有一条巨大的深渊 里面妖气浓郁 滋生了不少强大的妖兽 而在那条深渊之中 则是有一尊大妖在沉迷 算算时间 对方似乎也要苏醒了 黄说 麻烦你了 湛青烟轻轻开口 想要进入暴乱星海 自然要穿越眼前的风暴 单凭他们这些人的修为 难度倒是不小 不过这次天火皇朝的 一位强者跟随而来 事情倒是会简单不少 嗯 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 非洲上瞬间出现一位 身着紫金蟒袍的中年男子 他身上散发着洞玄境的气息 问 他捏动法掘 身上的力量 顿时将所有的非洲笼罩 随后他祭出一柄长剑 对着风暴便是一剑 哄 一剑而出 将风暴劈开一条通道 走 中年男子神色凝重 大手一挥 卷起非洲便向着风暴冲去 一柱香后 周围的风暴消失 众人进入暴乱星海 入眼的海域巨大无比 海水平稳 出奇的平静 漫天都是璀璨的繁星 看起来很漂亮 众人神色凝重 不敢有丝毫大意 看似安静的地带 往往藏着致命的杀鸡 哄 就在这时 寂静被一道刺耳的声音打破 海水之中 冲出一条长着翅膀的怪鱼 它体型巨大 犹如山月一般 身上布满金色灵甲 血盆大口张开 獠牙犹如巨齿一般 尖锐无比 身上的妖气非常浓郁 竟然是一头五级妖兽 五级妖兽 大家小心 中年男子神色凝重 没想到 一来就遇见五级妖兽 这暴乱星骸 果然如传闻中 一般可怕 吼 怪鱼扑来 嘴巴再次张大 一股吞噬之力袭来 欲要一口 将所有人和非洲吞下去 哼 中年男子冷哼一声 剑橘捏动 猛然斩向怪鱼 一道凶猛的烈焰剑气爆发 哄 烈焰剑气狠狠地站在怪鱼身上 却被怪鱼身上的灵甲挡下 并未留下丝毫痕迹 这妖兽的灵甲 这么坚硬吗 严陈鱼有些诧异 这是精灵巨兽 传闻带着一丝昆蓬血脉 防御还算可以 而且还有裂变之能 很难杀死 不过也算不得多强 在这暴乱星海之中 有一只巨大的老乌龟 那老古董的实力更为强大 终神秀清语道 战无敌看向终神秀 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吼 精灵巨兽咆哮一声 血盆大口之中 汇聚一股恐怖的力量 只见他身上的灵甲 散发着幽光 微微一震 大口里面便喷出了一道 金色光波轰 金色光波袭来 中年男子立刻挥剑抵挡 问 结果下一秒 他手中的长剑 直接被腐蚀 化作金属液体 什么 中年男子神色一惊 立刻舍剑 运转灵力抵抗 咔嚓 他的灵力与金色光芒 对碰在一起 顷刻间被冻穿 难以抵抗嘶吼 王叔小心 战青烟脸上巨变 立刻出言提醒 中年男子瞳孔紧缩 他此刻倒是能避让 但是一旦避让 后面的非洲 会在瞬间灰飞烟灭 战无敌看向中神秀 见其似乎并无出手的打算 他犹豫了一秒 身影一闪 瞬间来到中年男子身前 第187章 深渊寂灭 九天星辰 哄 战无敌随手一挥 一道黑色烈焰爆发 直接将那金色光波震碎 刺了 随后他一步踏出 来到精灵巨兽身前 拳头握紧 一拳轰下去 碰 精灵巨兽 竟被他一拳轰下去 身上的灵甲不断爆裂 鲜血犹如水柱一般 喷涌而出 场面极为圣人 好强的力量 严晨鱼凝视着战无敌 此人刚才这一拳的力量 最起码可以打爆 寻常的动玄境修饰 而且 那拳头上附带的黑色烈焰 也很是不简单 深渊寂灭焰 终神秀暗道一句 这朵一火 不在天荒一火榜上 因为它属于天荒之外 很多人对战无敌的身份 进行过猜测 却没有确切的答案 其中有一个答案 相对而言 可能性倒是大一点 那就是 寂灭火域之主 那是一位强大的存在 一人掌握13种强大的一火 后来那人有一个疯狂的想法 那就是 将13种一火融为一体 最终 一火融合而成 变成一朵奇特的黑色火焰 可惜那人压制不住 那朵黑色火焰的力量 直接爆铁王 连带着寂灭火焰 都直接灰飞烟灭 很多人觉得 战无敌或许和那寂灭火域之主 有巨大的联系 对方有可能是火域之主将士 当然 这些都是后续其他人的猜测 对终神秀而言 他倒是还有另外一个猜测 在那寂灭火域 沉迷着一位神秘之人 他曾背负一口黑暗棺材 游走在神秘禁区 最终于深渊之中 取走了一朵特殊的黑暗一火 无敌二字 并不是谁都能抗住 但战无敌却能走到最后 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哄 战无敌 飞身杀象精灵巨兽 再次挥拳 拳拳倒肉 霸道无比 鲜血飞洒而下 将大海染红 战无敌 这么强大的吗 周围的众人见战无敌如此强悍 不禁瞪大了双眼 显得有些难以置信 他们自然知道战无敌的身份 一个家奴罢了 运气好被大公主看上 最终赐了他姓名 但也仅此而已 没有人会过多在意 只当他是大公主的侍卫 谁能想到 他竟然这么可怕 直接将那怪鱼 打得毫无反抗之力 战亲眼此刻也是 捂着嘴巴 内心翻江倒海 震惊无比 他见过战无敌斩路修为 但似乎也才勉强 踏入神葬境吧 此刻对方竟然将王叔 都抵抗不了的妖兽 打得这么惨 这让他感到震撼 对方一直以来 都在刻意隐藏修为吗 那位中年男子 也是一阵失神 眼中充满了惊疑 轰隆 片刻之后 一阵爆炸声响起 精灵巨兽 直接被战无敌打爆 化作飞灰 消散在天地间 战无敌神色自若地 站在海面上 手中握着一颗金色妖丹 死 那妖兽竟然被他打爆了 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咻 战无敌随手一挥 金色妖丹飞向战亲烟 他轻语道 这妖丹可以用来练丹 给你了 战亲烟接过妖丹 依旧有些失神 嗯 突然 战无敌眉头一挑 似乎有所察觉 他往下面看去 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脸 一火 战无敌眼中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这里竟然也藏着一朵一火 看来自己这运气倒是不错 终神秀一直在盯着战无敌 见对方眼中异色 他脸上也多了一抹玩味之色 那朵一火藏得确实很巧妙 纵然是他 都没有办法让其自动出来 他若是不肯出来 大地来了 也没有丝毫办法 一句话 那是属于战无敌的机缘 不过接下来该属于自己了 九天星辰炎 一火榜排名第十八 倒也不错 终神秀暗道一句 好歹自己也算个反派配角 若是不抢夺他人的机缘 这还算反派吗 哄 突然 海水翻涌 巨浪飞溅百米之高 一条巨大的黑色触手破开海面 瞬间向着战无敌扑来 碰 战无敌似乎并未反应过来 瞬间被黑色触手轰入大海之中 战无敌 战青烟终于缓了过来 剑战无敌被拍入大海 他不禁脸色聚变 眼中露出惊慌之色 六级妖兽 中年男子语气颤动 神色凝重到了极致 刚才发起攻击的 绝对是一头六级妖兽 气息太过可怕 远不是那精灵巨兽能比的 师尊 严晨鱼看向终神秀 终神秀摇摇头 这人可没那么容易死 如终神秀所言 下一秒 哄 海水再次飞溅 一抹血红染红大海 一条巨大的触手 从海底悬浮而起 已然断裂 秀 随即 一条巴掌大小的蓝色鱼儿 冲出海面 向着天穹飞去 目标竟然是一颗星辰 终神秀看向那条蓝色鱼儿 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这可不是什么鱼儿 而是霍真价实的一伙 一旦让他逃入某颗星辰 那就更加难以夺取了轰 战无敌从海面飞出 他抬手一挥 一口漆黑如墨的黑色棺材飞出 棺材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符纹图腾 上面有诸多铁链子封锁 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果然 看到这口棺材的时候 终神秀脸上的笑容更为浓郁 黑色棺材飞出 上面的铁链子碰撞 发出叮铃铃的声音 这些铁链不断变长 形成一个巨大的铁链网 将天羽封锁 碰 蓝色鱼儿撞击在铁链网上 却没有传过去 而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震回来 湛无敌身影一闪 来到蓝色鱼儿面前 大手伸出 黑色烈焰覆盖手臂 又要直接将这条鱼儿抓住 这鱼儿感受到了 湛无敌那朵黑色烈焰的气息 竟然没有再逃 立刻老实了下来 咻 眼看湛无敌 即将将蓝色鱼儿抓住的时候 蓝色鱼儿瞬间消失在不见 湛无敌眉头一皱 顿时看向终神秀 终神秀此刻正拿着一个炉子 那蓝色鱼儿 终神秀淡然道 这条鱼儿不错 看起来是大捕之物 我正打算拿它给我徒弟补补身子 大捕之物 战无敌眼中闪烁着幽光 虚空中铁链颤动 黑色棺材发出一道恐怖的威压 仿佛要将天地打爆 凶猛无比 湛青烟看向终神秀 沉声道 阁下莫要太过分 抢夺他人之物 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终神秀直接无视湛青烟 他随意扫了一眼天穷之上的黑色棺材 黑暗动乱观 这里面倒是镇压着不少生灵 一旦开启 黑暗就会降临 还算有点看法 可惜它并不属于你 你也没那个实力将它开启 战无敌目光一凝 死死地盯着终神秀 心中有些震动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竟然连此物也知道 终神秀淡然道 你也不错 实力也还行 不过你如今这个状态 在我面前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却你莫要自悟 否则 你那朵深渊寂灭宴也将属于我 第188章 破烂棺材 不上台面 战无敌死死地盯着终神秀 内心翻江倒海 他沉声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无论是黑暗动乱观 还是深渊寂灭宴 都是他的大秘密 这天荒应该无人知晓才对 此人又是怎么知道的 终神秀莫然道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你那点小秘密 对我而言 什么都不算 当然 若是你不知所谓 我也不介意 让你与你的小秘密 一起消失在这天地间 战无敌眼中闪烁着幽光 身上弥漫着危险的气息 从未有人敢对我说这种话 你是第一个 他背负黑暗动乱观 游走各大禁区 于深渊之中 夺取了深渊寂灭宴 见过禁忌 斩杀过凶灵 布局万古 纵然是当年那寂灭火域之主 拥有滔天战力 最终还不是被他一场布局 直接送走 纵横万古 横扫八方无敌手 谁敢对他放肆 那是因为 你没有见过更为广袤的天地 否则的话 你会发现 自己那点卑微的修为 连让你开口的勇气都没有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呵呵 我没有见过更为广袤的天地 战无敌怒急而笑 笑容有些阴森 他纵横九天十地 什么地方他没有去过 这天荒看起来很大 但是对他而言 也不过是 一个小小的栖栖地罢了 算得了什么 井底之蛙罢了 你所谓的广袤天地 不过是外界几个小小的禁区罢了 你能得到黑暗动乱观 说明你还有点实力 但你却连开启这口棺材的办法都没有 说明你实力有限 更何况 黑暗动乱观算什么东西 一口破烂棺材罢了 连台面都上不了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倒也没有吹嘘 这黑暗动乱观确实不简单 但是在株天之中 却连台面都上不了 里面有些黑暗生灵 也有一丝黑暗之源 但也仅此而已 后期这口棺材自动开启 里面黑暗生灵杀出来 结果被人一巴掌拍成了飞灰 连一丝浪花都没有翻起来 不说其他 单单终神秀手中的红龙塔碎片 六道卢二物 便可轻松碾压这黑暗动乱观 战无敌神色一致 他冷声道 那我倒是想见识一下阁下的实力 你 也配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扫了战无敌一眼 身上顿时爆发一股禁忌之力 哄 田穷之中 黑暗动乱观上面的铁链 顷刻间碎裂 棺材颤动 上面的符文图腾散发着幽光 不断抵抗着股禁忌之力 关盖缓缓移动 仿佛要开启一般 一丝丝黑暗力量溢出来 与此同时 空间崩碎 星辰摇晃 海水翻滚 诸多深海中的妖兽在颤抖嘶吼 不好 战无敌见铁链崩碎 黑暗动乱观正在缓缓开启 他脸色骤变 一挥手 立刻将这口棺材收起来 这口棺材 确实是他的仪仗之一 但纵然是他巅峰时期 都难以彻底掌控此物 一旦黑暗动乱观开启 黑暗生灵将士 他更加掌控不了 战无敌深深地看了 终神秀一眼 抱拳道 此次战某认栽了 来日方长 下次战某再讨教一下阁下的兜招 说完 他身影一闪 来到战青烟身旁 一言不发 心中对终神秀 却是忌惮到了极致 这人身上竟然有禁忌之力 而且还能令黑暗动乱观开启 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心悸 终神秀面无表情 随手将六道炉收起来 懒得理会战无敌 此番只收取九天星辰炎 也算是对战无敌高抬贵手了 若是对方再敢废话半个字 他也不介意夺取那朵深渊寂灭艳剑 如此强大的战无敌都认栽了 战青烟等人更是一句话都不敢说 好 突然 深海之中传出一阵剧烈的咆哮声 无尽海水升起 中央地带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山岳 周围的海水不断晃动 这座山岳极为诡异 散发着浓郁的妖气 射人心魂 压迫感十足 哄 大海里面 无数妖兽疯狂逃窜 海面上出现密密麻麻的黑影 怎么回事 众人见状又是一阵大惊 那巨大山岳竟然从深海之中浮现出 而且还弥漫着浓郁的威压 恐怖异常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看着那座山岳 这是那只老乌龟的龟壳罢了 这龟壳坚不可摧 防御力异常的变态 纵然是圣人来了 也难以奈何嘶吼 在这深海之中 最为可怕的并非是这只老乌龟 而是陈明的那尊大妖 老乌龟出来 那尊大妖也带问世了 哄 老乌龟发出一阵阵咆哮声 它的身躯不断往上浮起 随着山岳的升高 众人看到了一根根巨大的血色链子 这些链子洞穿老乌龟的龟壳 下面则是沉入深海之中 不知有多长 随着海水颤动 这些铁链发出一阵阵射魂之声 哄 老乌龟向着前面冲去 血色铁链逐渐被拖出来 一会儿后 一口被铁链拉着的巨大的血色棺材浮出海面 血关犹如一座大殿一般 体积非常巨大 上面布满古老的花纹 散发着圣人的荒谷之气 强如老乌龟 也只是用来拉棺材的 单凭这一点 便知道棺材里面的存在到底有多强 快离开这里 天火皇朝的中年男子 脸色一变 立刻开口 老乌龟身上的气息太过可怕 让他感到无比的压抑 更为诡异的是 那口棺材 里面肯定有恐怖的生灵 走 湛青烟也不敢大意 一声令下 非洲纷纷化作残影 向着远处冲去 师尊 严晨鱼站在中神秀身边 神色有些凝重 无妨 中神秀轻语 示意严晨鱼不用担心 秀 他抓着严晨鱼的手 身影一闪 瞬间来到老乌龟背部 中神秀神色淡漠地 盯着那口血色棺材 祖恶 出来吧 有趣 血色棺材中 响起一道森冷的声音 随即就是滔天妖气弥漫 轰隆 铁链锻炼 棺材碎裂 一头巨大的鳄鱼冲出来 他体型巨型 身上布满厚重的灵甲 獠牙尖锐 呈巨齿状 更为诡异的是 他的嘴角 还有长长的须 乍一看 还以为是一尊上古巨龙 第189章 金屋本源 他似乎不怕我 巨恶眼睛血红 犹如两轮太阳 气息强劲 压迫感十足 他是一尊圣人巅峰的大妖 只差一步 便可踏入大圣之境 终神秀淡然道 你还没有让我惧怕的资格 让你出来 是想要和你做一个交易 否则的话 此刻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人类都这般狂妄的吗 左恶宁孝不断 对终神秀之言 充满了不屑 他能感受到了 眼前的人类弱小的可怜 只需一口气 就能让其灰飞烟灭 也不知对方哪里来的勇气 竟敢对他如此放肆 还想和做交易 可笑至极 哼 终神秀冷然一笑 一座明目出现在手中 禁忌之威顿时爆发 咔嚓 祖恶背部的鳞片瞬间碎裂 周围的海水不断被蒸发 空间节节碎裂 天穷中悬浮的一些古老星辰 出现道道裂痕 九幽之气覆盖天语 让人有种窒息之感 这 这是 禁忌之力 祖恶言语之中 充满了亥然 神区在颤动 禁忌之力笼罩而来 他有一种即将灰飞烟灭的感觉 根本抗衡不了 这个人类手中的山岳 绝对是一件禁忌之物 道妖 请住手 祖恶连忙认怂 终神秀随手握紧拳头 明目消失 但周围的禁忌之力 却没有散去 他淡淡地看着祖恶 我知道你去过龟须之海 还得到了一缕太古金屋本源 我现在用一物 和你交换那缕金屋本源 龟须之海 是南荒四大境区之一 传闻里面有一株太阳神术 还有太古金屋 居住在其中 神秘无比 你 你竟然连此事也知道 祖恶彻底惊了 他孤身去龟须之海的事情 纵然是妖界众妖都不知晓 这个人类竟然知道 这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而且 这个人类还知道 他得到了一缕太古金屋本源 更是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此事他藏得非常深 应该无人知晓才对 很快他反应了过来 沉声道 既然你知道太古金屋本源 你也应该明白此物的价值 你拿什么和我交换 终神秀陈应道 寻常之物 你肯定瞧不上 不如这样 我拿一个可以让你 踏入大圣境的秘密 和你交换 大圣境 祖恶身躯一颤 声音带着一丝急切 孤身躯归须 便是为了寻找突破之法 虽然得到了一缕太古金屋本源 可惜那缕本源太过霸道 他根本不能进行炼化 自然也不能突破 眼前之人竟然说 有能让他踏入大圣境的秘密 这让他感到震惊 但更多的是不幸 别看他此刻离大圣境只差一步 实际上 这一步是一条巨大的天谦 若无逆天机缘 估计他此生都只能困在这个境界 妖界之中 也有一些妖圣 但大部分都被困死在了这个境界 妖族寿源漫长 尤其是踏入圣道之境的妖族 更是漫长无比 但无论多么漫长的寿源 终有消耗完的一天 对他这样的存在而言 一次闭关 可能就是千年起步 再多的寿源也不够消耗 他活了无尽岁月 若是不能往前一步 估计也会和那些被熬死的妖圣一个下场 不错 就是让你踏入大圣境的秘密 我想你应该会比较感兴趣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说道 什么秘密 你先说 祖恶沉生道 不管是真是假 先听听看也无妨 先将那屡金屋本源给我 终神秀道 不可能 若是我把金屋本源给你 你直接走了 我怎么办 祖恶冷笑道 终神秀淡然道 走 有必要吗 和你说这么多废话 那是因为终某不喜杀生 否则杀了你 东西也是我的 你 祖恶语气一致 他扫了周围的禁忌之力一眼 心中有些忌惮 也有些无言以对 确实如这人类所言 对方若要抢夺东西 杀了他就行 不过对方有必要说得这么直白吗 他好歹也是一尊横爵八方的大妖 给点面子好不好 搞得自己很弱小似的 还有这人类说什么不喜杀生 这是什么鬼话 他自然不会相信 天地之间能够掌握禁忌之物的 谁不是一步步杀出来的狠人 脚下部堆满尸骨 如何见证无上大道 秀 祖恶张开嘴 一缕金色光芒飞向终神秀 现在可以说了吧 终神秀随手握着金色光芒 淡然道 荒谷周家镇压着一颗大圣经大妖的心脏 你可以去走一圈 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剧情之中 南荒道院招生之前 周玄天吞噬了那颗大妖心脏 这也让周玄天的战力变得更为强大 如今倒是可以让祖恶去逛逛 或许可以毁一毁对方的机缘 说不定还能把周家灭了 大圣经大妖的心脏 荒谷周家 难道是 祖恶眼中闪烁着灼热之色 传闻在古老岁月中 荒谷周家确实镇压了一件神秘之物 有人说是帝兵 也有人说是无上宝药 各种猜测不断 至于到底是什么东西 外界并不知晓 或许就是此人所言的大妖心脏 若真的是大圣经妖族的心脏 他炼化之后 确实能够踏入大圣经 交易完成 告辞 终神秀既出非洲 便要带着严陈鱼离去 人类 你不怕我踏入大圣经之后 再去找你的麻烦吗 祖恶继续开口 你这一身的修为也很不错 应该可以炼制一炉不错的丹药 终神秀讥讽道 他自然巴不得这祖恶不知死活去找他 到时候 他就用对方血肉炼丹 胜到妖兽精血 炼制的丹药 功效肯定很强大 祖恶身躯一颤 立刻闭嘴 心中有些发毛 不知道是不是他多想了 刚才那一瞬间 他确实有一种被恐怖生灵盯上的感觉 就像是龟须之海的那等禁忌 在盯着他一般修 终神秀懒得理会祖恶 非洲化作一道残影 向着天际冲去 荒谷周家 恶祖的身躯 涌入无尽大海之中 向着一个方位冲去 第190章 朱雀晋升 九级妖兽 暴乱星海 一座岛屿上 朱雀悬浮在终神秀身前 满眼渴望地盯着终神秀手中金色光芒 师尊 这就是金屋本源吗 里面蕴藏的力量 感觉好可怕 严晨鱼好奇地看着终神秀手中的金色光芒 终神秀但笑道 寻常的金屋本源 你师尊我自然瞧不上 这其实是金屋大地的一道本源之力 而且 上面还有隐秘的禁制 外人很难察觉 若是寻常的金屋本源 以阻恶的实力 怎么可能炼化不了 关键在于 这旅本源不属于寻常金屋 而且还有禁制 祖恶自然不能炼化 金屋大地的本源 严晨鱼微微一正 又是一位他从未听闻过的大地强者 蓝黄四大禁区之一的龟须之海 在太古时代 有一株太阳神术 也有一只太古金屋 居住在那里 后来出现了一些诡异之事 金屋大地举足离去 留下了一丝本源 以此来守护太阳神术 太阳神术 对于金屋一族而言 那是他们的世代守护的神术 可惜龟须之海太过诡异 金屋一族已经离去 太阳神术却难以离去 无尽岁月过去 那株太阳神术 依旧助力在那里 实力极为强大 有人说 太阳神术 是被龟须之海的规则 镇压在了那里 也有人说 太阳神术是在等一位救人 还有人说 太阳神术助力龟须 是为了镇压龟须之海中的大凶 各种猜测不断 钟神秀笑着道 金屋大帝的本源 眼下倒是适合这小家伙 炼化一部分 应该可以让他成为九级妖兽 说完 天荒地洛言浮现 将这旅本源上面的静置焚烧殆尽 他随手一挥 这旅本源飞向朱雀的眉心 哄 朱雀身躯一阵 他身上爆发一股神秘的力量 气息不断暴涨 吼 无尽大海之中 传出一道道咆哮声 只见十尊巨大的兽影冲出海面 向着岛屿扑来 他们均是暴乱星海的八级妖兽 气息极为可怕 速度很快 刹那间便杀到岛屿上 欲要夺取这无上造化 找死 钟神秀大手一挥 天荒战己 飞射而出 一道圣徒爆发 哄 十尊八级妖兽 寝刻间被打爆 化作一阵阵浓郁的血物 秀 钟神秀随手一抓 十颗八级妖丹飞入他的手掌 八级妖兽的妖丹 蕴藏的力量非常强悍 直接吞噬 肯定能让他修为暴涨 如今体书 魂书已经到手 突破之势 倒也没有必要继续去压制 接下来就等待这小家伙突破了 钟神秀收起妖单 淡然一笑 嗯嗯 严晨鱼轻轻点头 他好奇地盯着朱雀 转眼 两个时尚过去 哄 朱雀身上爆发一股恐怖圣道之威 整个岛屿 瞬间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周围的空间也在开裂 哄 深海之中 无数妖兽感受到了这股气息 不禁身体颤抖 疯狂逃离这片区域 就 朱雀身上浮现一道烈焰 身躯直接冲入天穷 化作一只巨大的烈焰朱雀 翅膀挥动 天羽化作火海 威压滚滚 射人心魂 好强 严晨鱼盯着朱雀 眼中浮现一道激动之色 过了一会儿 天穷中的烈焰消散 朱雀飞升而下 再次变成了一只小鸡仔 站在严晨鱼的肩膀上 与之前相比 他的羽翼明显更为丰满了 眼神更为深邃 气息被收敛 看起来没有一丝威胁 依旧很可爱 但他此刻却是一只 货真价实的九级妖兽 一旦发怒 定然是毁天灭地的 严晨鱼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朱雀的羽毛 九级妖兽 算是成了 那屡大帝本源的力量 你还会彻底练化 若是全部练化 定然可以更上一层楼 终神秀对着朱雀道 毕竟是大帝本源 以朱雀的实力 想要全部练化 倒是有些难度 朱雀连忙对着终神秀点头 显得非常乖巧 九级妖兽啊 相当于人类圣人级别的存在 严晨鱼满脸欣喜地说道 舅 朱雀昂着脑袋 轻声鸣叫 看起来很骄傲 秀 就在这时 十几道残影从天际飞来 瞬间出现在岛屿上 他们凶神恶煞地 将终神秀和严晨鱼包围 这是暴乱星海的海盗 三位神葬镜 其余军士紫府镜 刚才这里有大动静 你们两个可是 一位海盗冷声质问 哄 结果他还未说完 便被严晨鱼一巴掌拍成血舞 找死 其余的海盗神色一怒 立刻出手 严晨鱼身影一闪 啊 惨叫声响起 下一秒 这些海盗全部变成无头师 师尊 解决了 严晨鱼来到终神秀身边 轻声道 终神秀淡淡一笑 现在去新武岛 好的师尊 严晨鱼轻轻点头 咻 两人化作残影 向着远处飞去 新武岛 处在暴乱星海最中央的位置 来是暴乱星海最大的岛屿 这里鱼龙混杂 齐聚着诸多势力 有海盗联盟 有神秘黑市 拍卖行 斗兽场 各种帮派等等 若是实力不足的修士 一旦来到这里 估计怎么死都不知道 一条大道上 终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自若地往前而行 严晨鱼抱着朱雀跟在一旁 这里的强者很多 严晨鱼往四周看了一眼 察觉到了数道强大的气息 其中一些人身着古老长袍 来历不凡 散发的威压 让他感到忌惮 终神秀轻语道 其实南荒道院的考核已经开始了 这新武岛便是其中一个考核场地 已经开始了 严晨鱼神色一愣 终神秀淡笑道 南荒修士无数 此番南荒道院招生 肯定会有不少修士前往 那么多修士 若是一天天考核 自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南荒道院提前设置了诸多考核 用来提前淘汰一批人 新武岛便是其中一个场地 唯有活着离开新武岛 才有资格参加后续的考核 第191章 东荒血徒 想死想活 严晨鱼思索了一下 疑惑道 这新武岛看起来凶险 但外来之人 强者众多 想要走出新武岛 应该没有多大的难度 若仅此而已的话 估计淘汰不了多少人 周围强者很多 但很多都是来自外界 新武岛内的修士 对他们而言并无太大的威胁 就如此刻 暗地里有不少不怀好意的目光 显然是新武岛内的修士 但这些修士 却不敢随意出手 南荒道院自然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在新武岛 布置了一些针对外来者的杀鸡 钟神秀淡淡一笑 并未太过将此事放在心上 严晨于满脸不解之色 钟神秀轻语道 杀鸡要在晚上才会出现 而且会持续好几天 这几天 新武岛内的客栈不会对外开放 而一些海盗 黑暗势力 则会趁机对外来者下手 这样嘛 严晨于目光一宁 他看了周边的一些客栈 酒楼 发现这些客栈酒楼均已关闭 确实没有开放 钟神秀道 南荒道院的考核极为残酷 这次设置的考核地很多 新武岛只是其中之一 而且只有三个名额 你需要夺取其中一个 我会努力的 严晨于深吸一口气 到底有什么样的杀机 那就近代夜幕的到来吧 接下来带你去的地方 钟神秀继续往前 走了一会儿 一座高耸入云的阁楼 出现在两人面前 这座阁楼很奇特 他大门敞开 附近三百米内 却无人敢靠近 钟神秀随意看了一眼 便带着严晨于进入 咦 竟然有人赶来这里 一道诧异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满脸胡渣 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他穿着一袭燃血的古老长袍 脸上有一道深深的血痕 手中拿着一把屠刀 整个人身上散发着浓郁的血沙之气 看到这位中年男子的时候 严晨于目光一凝 只觉得神魂颤动 纵然是之前那只大鳄鱼出现的时候 也没有带给他如此诡异的感觉 混沌之力 中年男子的视线落在严晨于身上 本就猙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凝笑 看起来很是吓人 严晨于身体一颤 往后退了一步 心中震惊无比 这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底细 让他感到忌惮 这是 朱雀 有意思 中年男子又盯着朱雀 舔了舔嘴唇 仿佛发现了美味的食物 朱雀身体颤抖 显然也很恐惧 中神秀神色自若地 看向中年男子 道 东荒血图 嗯 中年男子闻言 神色有些诧异 他盯着中神秀道 有趣 你竟然知道本尊大名 东荒血图 这是一个曾让无数人 闻风丧胆的存在 可惜随着时间推移 连他自己都 差点忘记了这个名字 没想到在这南荒之地 竟然还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倒是让他惊讶 中神秀摇摇头 一个去过神墨灵园 却被吓得终身 不敢回东荒的 可怜鬼罢了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血图身体一颤 死死地盯着中神秀 眼中露出一丝凝重 他去神墨灵园的事情 本就无人知晓 此人又是怎么知道的 神墨灵园 那是他一生的噩梦 十万年前 他本打算去那里 寻一场造化 没想到却招惹了 可怕的东西 为了躲避那鬼东西的纠缠 他直接远顿南荒 此生不敢踏足东荒半步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 我们暂时要住在这里 你去准备点韭菜 中神秀淡然道 今日若是不把事情交代清楚 我让你们成为下韭菜 血图语气森冷 整个阁楼瞬间浮现血红之色 诸多枯骨之影浮现 嘶吼不断 煞气滔天 宛若修罗场一般 中神秀眉头一挑 往前踏出一步 哄 明目之力爆发 禁忌之威顿时席卷而出 血红色的阁楼 顷刻间化作一片黑暗地带 九幽之气笼罩 一具具神秘的棺材之影浮现 古老的禁忌生灵 仿佛要从棺材之中爬出来一般 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这 这是 血图脸色一变 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退几步 手中的屠刀出现一道道裂痕 中神秀面无表情地看向血图 禁忌之力直接将对方锁定 咔嚓 血图身上顿时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鲜血一出来 被九幽之力不断吞噬 灵魂正在被腐蚀 他身体颤动 神色痛苦 却没有一丝抵抗之力 刺了 中神秀一把抓住血图的脖子 直接将其提起来 漠然道 想死 还是想活 想 活 血图惊恐地说道 纵然深入神魔灵园 被那鬼东西纠缠 他也没有如此惊惧 这绝对是他有史以来最为恐惧的一次 也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问 中神秀松手 阁楼之中的禁忌之力 顶刻间消散 他淡然道 去准备韭菜吧 呼呼 血图喘了一口粗气 额头已然布满了冷汗 他不断抹着冷汗 神色忌惮地看了中神秀一眼 颤声道 稍等 中神秀随意带着严晨瑜 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师尊 他 严晨瑜看了一眼血图的背影 中神秀漫不经心地说道 血图 东荒一味杀人不眨眼的存在 同时也是东荒十大寇之一 圣人巅峰的修为 到过不少坟墓 去过一些禁区 他在神墨陵园 见过一株混沌神藤 感受过其中的力量 所以才能道出你的底细 最让他引以为傲的事情 是他盗取过东荒神王墓 当然 其实他只是进入了墓道 结果背里面的 一具圣王枯骨下跑了 严晨瑜神色恶然 血图听到中神秀的话 则是双腿一软 心中更为忌惮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竟然连自己盗取神王墓的细节 他也知道 东荒神王墓 那绝对是一座无上大墓 当年他确实进入过里面 结果刚入墓道 就被一具圣王尸骸吓退了 不过他一直向外界吹嘘 自己进入了墓室 遇见了神王关盖和尸骸 还盗取诸多宝物 这些事情 纵然是其他九位好兄弟都不知道 此人是怎么知道的 血图全身发凉 不敢再有其他想法 第192章 狩猎开始 血迹之术 夜晚 星光照射而下 新舞蹈的气氛 多了一丝诡异 一些海盗 黑暗势力之人走了出来 外来的修士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 神色凝重无比 我就说 这新舞蹈鱼绒混杂 怎么可能那么平静 原来那些不怀好意之人 是打算晚上出手 呵呵 出手 一群土鸡娃狗罢了 来多少杀多少 还是不要大意 我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 诸多外来修士 眼中充斥着戒备之色 狩猎 即将开始 一些黑暗势力 面露争鸣的笑容 手中的冰刃散发着幽光 杀气腾腾 压抑了一天 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杀戮了 一座阁楼之巅 终神秀坐在一个椅子上 手中端着美酒 整神色自若的品尝 颜沉鱼站在他旁边 目光却在盯着远处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战役 此刻明显感受到了 新舞蹈此刻的诡异 血涂在不远处 背靠一根柱子 眼中没有一丝波澜 外界的一切事情 都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一群蝼蚁的竞争罢了 毫无乐趣 师尊 今晚我要对付的 就是新舞蹈内的 那些海盗与黑暗势力之人吗 颜沉鱼轻声问道 除了海盗与黑暗势力之人外 今晚还有回妖兽登场 考核式一视同仁的 新舞蹈的人 若是能够杀出去 他们同样也能进入 南荒道院的下一场考核 终神秀但笑道 颜沉鱼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连妖兽都会参与 接下来肯定会有一场恶战 就是不知道会有多少强大的妖兽 秀 终神秀轻轻挥手 大道五行棋飞向颜沉鱼 这五行棋我已经祭练过 便送你了 虽然以你现在的修为 暂时不能将此棋的威势彻底爆发出来 但用来简单对敌 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颜沉鱼接过大道五行棋 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多谢师尊 终神秀又看向一旁睡觉的朱雀 清雨 至于这小家伙 我就不让他跟着你去了 好 颜沉鱼轻轻点头 既然是考核 他便一路杀下去 他也想知道 自己能否走到哪一步 去吧 终神秀淡然一笑 秀 颜沉鱼没有犹豫 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飞向下面 血徒看了一眼 颜沉鱼消失的背影 淡然道 这小丫头拥有混沌之力 倒是不简单 不过他的修为太低了 区区神葬进中期 今晚的考核 他怕是很难带走一个名额 蓝黄道院给新舞蹈的名额只有三个 若是不能夺取其中一个 自然也就与后续的考核无缘了 不如我们赌一把 终神秀看向泄徒 赌 血徒眉头一挑 我赌他能够夺取一个名额 若是我赢了 我要你身上的一门秘术 终神秀清语 我身上的秘术 血徒心中一宁 此人掌握着禁忌之力 还需要什么秘术吗 血迹之术 终神秀眼中浮现一道幽光 啊 血迹之术 血徒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神色有些怪异 他确实掌握着一门血迹之术 这门秘术 是十大寇偶然从一座大墓之中挖出来的 当时他们几兄弟 为了这门秘术 还打死打活 后来一番争斗 才决定让每个人都来修炼这门秘术 结果一番修炼下来 其余九大寇全部失败 唯有他成功 但这门秘术 没有想象中的强悍 需要以自身血肉为献祭之源 从而短时间内获得力量 但那股力量 弱小无比 简直就是鸡肋 用处不大 再多次验证下 血图发现 这就是一门坑人的秘法 谁修炼谁倒霉 没想到 这人定然盯上了这门秘术 这就让他感到不解 难道这门秘术 还有什么特殊之处 还没有被自己挖掘出来 终神秀轻语道 我若说了 可以告诉你一个 摆脱什么灵源那脏东西的办法 什么 摆脱那脏东西的办法 血图文言 身体一颤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他离开东荒已经很多年了 他自然也想回去 但每次一想到那脏东西 他还是止步了 之前他也尝试过几次 结果一靠近东荒 便感受到那脏东西追来 他便只能立刻逃离 不敢继续前往 对他而言 神墨灵源的那脏东西 就是噩梦 他想尽一切办法摆脱 都没有丝毫用处 如今终神秀说 有能让他摆脱那脏东西的办法 他如何不震惊 赌不赌 终神秀淡淡地问道 赌 血图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答应了血迹之术 对他而言 不过是鸡肋秘书 若是能以此搏来摆脱 那脏东西的办法 肯定是他赚了 终神秀继续喝酒 不再多言 一条幽深的横道中 严陈鱼飞身而下 他往四周看了一眼 漠然道 都滚出来吧 咻 四周瞬间飞出几道人影 将严陈鱼包围 这些人均面露争鸣之色 眼中充满了浓郁的杀意 星武岛内的几大势力 已经吩咐过了 今晚放开手脚猎杀外来者 所得到的任何东西 都是他们的 若是杀戮的外来者足够多 还能得到特殊奖励 呵呵 外来的女人 长得倒是水灵 可惜今晚你必死无疑 识相的话 把你身上的各种宝物 全部交出来 我们兄弟几个 还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司法 其中一位满面疤痕的大汉冷笑道 碰 结果他刚笑完 便被严陈鱼一拳轰爆脑袋 直接变成一具无头诗 废话真多 严陈鱼语气森冷 他看了周围的几人一眼 随手一挥 十二瓶青莲飞射而出 啊 惨叫声响起 这些人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青莲冻穿了的脑袋 眨眼间 地上多了几具尸体 严陈鱼淡淡地看了一眼 便要转身离开 咻 就在他刚转身的时候 黑暗之中 一道寒芒顿时爆发 向着他飞射而来 眼看寒芒刚要击中严陈鱼的时候 严陈鱼瞬间消失不见 嗯 黑暗之中 响起一道诧异之声 一位神脏镜后期的神秘男子 见一击不重 没有丝毫犹豫 转身便走 非常谨慎 哄 结果在他刚转身的时候 便感觉脖子 被一只冰冷的手握住 第193章 下手果掘 凶残狠辣 什么 神秘男子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亥然之色 碰 严陈鱼捏着神秘男子的脖子 没有一丝废话 抬手便是一拳轰杀而出 神秘男子还会反应过来 脑袋直接爆裂 鲜血飞洒而出 神魂济灭 变成了一具无头尸 严陈鱼随手将神秘男子的尸体丢在地上 眼中没有一丝波澜 以他现在神脏镜中期的修为 越级对付一个神脏镜后期的修士 完全没有一丝难度 论及综合战力的话 严陈鱼觉得自己 或许可以与动玄境修士一战 他自身便可越一级 动用近连三十秘数 也可越一级 加之天残道一 还能再越一级 总的能越三级 再动用混沌之力的话 低等级的动玄境修士来了 也能一战 当然 若是高等级的动玄境修士来了 他倒是没有太大的把握 谁才是猎物 严陈鱼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与其让别人把他当作猎物 率先对他出手 他还不如去做那个猎人 主动去找猎物 想到这里 严陈鱼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离去 没有废话 下手果决 凶残狠辣 不错 血涂轻轻点头 眼中露出一丝赞许之色 修行残酷 能够在大道之路上走下去 通常都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做事果决者 往往能够活得更久 严陈鱼的表现 倒是让他高看了一眼 至于严陈鱼月 一个几碾杀对手的阴幕 血涂倒是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对他而言 什么样的天骄没有见过 月一个小几碾杀对手 这不值得他惊讶 在东荒 那些天骄才是真正的可怕 月即如喝水 战力滔天 同极内少见敌手 钟神秀淡然一笑 不做任何评价 心无岛内 各种恐怖的攻击爆发 岛屿虽然被大阵封锁 但诸多建筑 还是不断坍塌 一阵阵烟尘升起 在各大街道 行道中修饰激斗不断 惨叫声连连响起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各位心无岛的道友 饶命 你们要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给你们 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 呵呵 外来的猎物 你还是去死吧 饶命啊 一些外来者被不断杀戮 疯狂逃窜 结果还未逃远 便被心无岛内 其余的修饰 直接碾杀 不过心无岛内的修饰 并非畅通无阻 他们还是遇见了一些强 一旦对那些强敌出手 他们的下场 基本上只有死 不对 我好像被人盯上了 怎么感觉后背发凉 想什么呀 你是女人玩多了 身体虚了吧 我们在暗处 我们才是猎人 啊 救命 不要杀我 心无岛的一些狩猎者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他们已然成为 颜尘鱼的猎物 正在被不断猎杀 根本不给他们提前出手的机会 猎人 猎物的身份 随时都会进行转换 在杀戮场之中 唯有活到最后之人 才是真正的猎人 岛内 不断心无岛的人倒地 鲜血染红地面 甚人无比 颜尘鱼出手极为伶俐 一上来便动用了最强大的力量 不管对手是什么人 请客间便被秒杀 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颜尘鱼犹如幽灵 游走在诸多隐蔽地带 对着一些猎杀者进行收割 转眼 半个时辰过去 他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反正记不住了 青色长裙上 沾染了一些鲜血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好像变成了猎物 那出手之人 实力太过可怕 我兄弟刚才被他一巴掌 拍爆了脑袋 根本没有一丝反抗之力 草 我们才是猎人 这反过来了 新武岛的一些狩猎者 怒吼连连 看着自己身边的朋友 被不断猎杀 他们彻底愤怒了 可惜也只是无能咆哮 一旦看到颜沉鱼出现 他们只能逃命 根本不敢出手 在一条堆积着 诸多尸体的街道上 看来之前出手的就是你了 一位新武岛内的中年修士 冷视着颜沉鱼 他是一位洞玄境初期的存在 实力也不弱 此刻他心中有些不解 死女散发的气息 明明只有神葬境中期 但他却感到了莫名的心境 颜沉鱼没有废话 拳头一握 瞬间杀到中年修士面前 他直接调动混沌之力 欲要快速解决战斗 混沌之力覆盖他的拳头 弥漫着恐怖的威压 找死 中年修士语气森冷 挤出一柄蓝色飞剑 咻 他捏动法掘 飞剑顿时飞射向颜沉鱼 剑气刺掠 道文浮现 凶猛异常 很显然 他也不敢大意 一来便动用了权力 颜沉鱼眼中闪烁着混沌之光 全印爆发 猛然轰击在蓝色飞剑上面 砰 一拳下去 蓝色飞剑直接被他轰飞 上面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噗 蓝色飞剑出现裂痕的瞬间 中年修士身体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来 脸色苍白无比 眼中露出一丝难以置信之色 这是什么力量 中年修士颤声道 他那柄飞剑乃是动玄灵气 采集天地蓝精 祭练了三百年之久 才成 有肩不可摧之威 结果却被一个神葬进中期的修士 一拳轰裂 这让他感到惊惧 上路 严晨鱼语气淡漠 拳头上的力量再次暴涨一分 混沌之力将天地封锁 混沌拳硬轰杀而出 不好 看到这道拳硬轰杀而来 中年修士神色巨变 感受到了死亡的危险 竟然失去了一战的决心 他立刻躲避 可惜 却晚了一步 轰隆 严晨鱼的拳头 直接轰击在中年修士的身躯上 啊 中年修士一阵惨叫 身躯直接爆裂 化作一团血雾 一道灵魂猛然逃向远处 逃得了 严晨鱼伸出手 十二品清廉飞射而出 啊 中年修士的残魂顿时被绞碎 斩杀一位动玄境初期的修士 严晨鱼嘀咕道 动玄境这么弱的吗 他都还没有动用秘法 结果对方就被轰杀了 若是动用秘法 他岂不是可以战动玄境中期 很显然 他还是低估了自身混沌之力的恐怖程度 继续 严晨鱼暗道一句 或许想要夺取名额 不单单要猎杀新武岛内部之人 还要猎杀外来的其他修士 毕竟那些修士 也是他的竞争对手 得铲除才行 想到这里 他眼中露出浓郁的杀意 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消失在此处 第194章 妖兽出笼 拼死一战 新武岛 一座大殿中 一群强者正在盯着一块块铜镜 铜镜上面 将新武岛内的杀戮景象 全部呈现出来 这些强者正在对画面进行观望 都当作了敌人吗 一位面容阴翼的老者 盯着画面之中的严陈鱼 冷漠的老脸上 多了一丝温和 总算是出现一个还算不错的 苗子了画面之中 外来的修士 都是被动防御新武岛内的修士 严陈鱼却不同 直接反客为主 对新武岛内的修士进行屠杀 而且看他的样子 似乎还打算对外来的修士动手 这就很有趣 如此星星 如此狠辣 倒是不错 就是不知道他能否走到最后 周围众人神色恭敬地看着老者 不敢多言 他们都是新武岛各大势力的强者 但是在这位老者面前 他们却不敢放肆 因为这位老者来自南荒道院 新武岛的考核 便是这位老者负责的 这个也不错 老者看向另外一块铜镜 轻轻点头 铜镜上面出现战无敌的身影 战无敌 此刻在保护天火皇朝的众人 凡是对他出手之人 基本上都被他单方面碾杀 根本没有一丝反抗之力 这几个勉强还行 看后续表现 不放出去 略作沉吟 他神色淡漠地说道 一位斗兽厂的负责人随手一挥 一道玄妙的力量爆发 岛内斗兽厂的禁制被解开 好 一时之间 上千头妖兽从斗兽厂冲出来 向着岛屿四周杀去 嘶吼声不断 地面疯狂颤动 老者看着铜镜之中 不断嘶吼的妖兽 道 给刚我看中的这几人 每人安排一头六级妖兽 我要看他们的潜力有多大 这新武岛 来了不少年轻人 自然也有一些老家伙 在暗中保护 不过南荒道院的考核 只针对年轻人 若是那些年轻人 自身本事不行 全靠长辈称面子的话 肯定没有资格入南荒道院 一句话 修行之路 残酷无比 南荒道院不需要废物 除非是特殊情况 遵命 斗兽厂的负责人 神色严肃地点头 他直接捏动法掘 控制几头六级妖兽 向着严晨宇等人冲去 斗兽厂的妖兽 都被刻上了灵魂烙印 不会对岛屿进行巨大破坏 只会猎杀在街道上的修饰 好 岛屿之中 妖兽嘶嘶吼不断 原本在互相杀戮的众人 看到周围正在靠近的妖兽 不禁脸色聚变 立刻停止动手 这里怎么突然这么多妖兽 该死 这好像是斗兽厂的妖兽 这些妖兽的气息好可怕 众修是瞳孔紧缩 周围的妖兽 气息都很可怕 最低都是三级妖兽 其中四级 五级妖兽更是有不少 要知道 一头四级妖兽 就相当于人类神葬境的存在 五级妖兽 则是相当于人类动玄境 而且一般来说 妖兽体质强悍 战力普遍会比人类的强上不少 面对这么多的妖兽 他们如何抵抗 很多修士双腿发软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已然失去了一战的勇气 这么多妖兽 一些负责保护年轻人的强者 眉头紧锁 纷纷露面 他们可不希望 自己带来的年轻人 连南荒道院的考核 都还没有开始 便折损在这里 可惜 他们并不知道 考核已经开始了 在一个广场上 严晨鱼刚解决一位 岛内的动玄境修士 便看到一头体型巨大 身上布满灵甲的血虎 冲入广场中 这是 严晨鱼目光一宁 感受到了这头血虎 身上恐怖的气息 这股气息 让他感到压力巨大 连呼吸都极为困难 这绝对不是 五级妖兽该有的威压 这是一头六级妖兽 接下来你的任务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杀了他 其他的事情 你都不用去理会 这时 终神秀的声音 在严晨鱼耳边响起 师尊 听到终神秀的声音 严晨鱼只觉得身上的压力 瞬间消失不见 以你的实力 对上六级妖兽 倒是有些勉强 不过拼死一战 未尝没有获胜的可能 毕竟妖兽只是妖兽 灵至未开 威胁力有限 终神秀的声音继续传来 我明白了 严晨鱼深吸一口气 眼中浮现浓郁的战役 不管是五级妖兽 还是六级妖兽 此刻他都没有一丝畏惧 大不了就是死战到底 好 六级蟹虎发出一声嘶吼 瞬间扑向严晨鱼 巨大的爪子一巴掌拍出去 欲要将整个广场拍碎 踏心步 严晨鱼身影一闪 顿时消失在原地 轰隆 刹那间 雪虎的爪子拍在广场上 巨大的广场 直接支离破碎 广场之外 严晨鱼再度现身 竞联三世 他捏动法觉 竞联三世彻底施展 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气息疯狂暴涨 一步踏入神脏镜后期 身上的天蚕道医 闪烁着玄妙的力量 这股力量加持在他的身上 他的境界再度提升 踏入了神脏镜巅峰 神脏镜巅峰 好像还不够 严晨鱼按道一句 混沌精直接施展 混沌之力从他身上弥漫 战力再次提升 好 六级血虎眼睛血红 嘶吼一声 一个剑步 跨越百米之距 再次向着严晨鱼扑来 大盗五行旗 严晨鱼随手一挥 大盗五行旗飞出 插在五个方位 将血虎笼罩在其中 大盗五行旗一出 血虎身上的威压 明显被压制了一分 刺了 严晨鱼祭出一柄长剑 猛然杀向血虎 他子斧巨大 力量雄浑 而且还能不断调动 混沌清廉的力量 便打算先号一号 这头六级妖兽 剑气爆发 寒气如霜 一道道青色符文弥漫 光芒耀眼 向着血虎劈去 轰隆 长剑顿时 斩在六级血虎的脑袋上 没有想象中的一剑 将血虎的脑袋劈开 这一剑下去 并未在血虎脑袋上 留下一丝痕迹 咔嚓 血虎身躯一阵 严晨鱼的长剑被震碎 整个人被轰飞数十米 第195章 以仗坚毅 以命换命 阁楼之巅 境界终究还是太低 若他面对的是五级妖兽 自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若是面对一头六级妖兽 基本上不可能获胜 血涂摇摇头 不觉得严晨鱼能 击败一头六级妖兽 混沌之力倒是诡异莫测 可惜对方境界太低 不能将真正的力量发挥出来 否则的话 想要击败六级妖兽 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或许吧 终神秀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似乎对自己这个弟子 充满了信心 难道他 还有什么特殊仪仗 血涂神色怪异地 看向终神秀 此人连禁忌之力都能掌控 给自己的弟子一些好东西 似乎也很正常 不过他知道 南荒道院的人 此刻就在这里 若是直接借助外物诛杀妖兽 估计也很难过关 最起码也得展露出 自身的力量才行 仪仗 坚毅 或许便是他最大的仪仗马 终神秀看向下方 血涂文言 微微一正 眼中露出一抹复杂之色 坚毅 看似简单的两个字 放眼这天荒大路 又有多少修饰能够做到的 大道永无止境 很多人都是半途而废 不是不想继续往前 而是自己的路走到了尽头 已经看不到新的道路 只能近代寿源被不断消耗 在这样看不到前路的情况下 又有多少修饰 能够保持坚毅的道心呢 在两人交流之际 哄 严晨鱼再次杀向了血虎 常见碎裂 十二品清廉飞射而出 锋利莫测 他的节奏并未被打断 依旧打算先消耗这头六级妖兽 找出对方的弱点 到时候再发起致命攻击 毕竟他的杀招 此刻只能动用一次 必须要把握机会 战斗再度开启 周围的一些建筑不断碎裂 一阵阵浓郁的沉烟升起 恐怖的威压横扫四面八方 另外一边 战无敌也在与一头六级黑胶战斗 相当于严晨鱼而言 他倒是显得非常轻松 拳头握紧 深渊继绵燕悬浮在手上 带着毁灭之力 每次挥拳都霸道无比 那头六级黑胶 在他的一番猛攻之中 竟然不断退后 身上鳞片碎裂 出现一道道伤痕 鲜血飞洒 吼 六级黑胶嘶吼一声 再次扑上来 没完没了 战无敌眉头一挑 已经没有兴趣继续玩下去了 他眼中闪烁一道浓郁的杀意 深渊继绵燕的力量 顿时暴涨 他对着六级黑胶的脑袋 便是一拳 哼 一拳下去 黑胶的脑袋直接被打爆 鲜血飞洒 巨大的身躯在寝刻间炸裂 漫天血雾飞溅 一颗黑色妖丹 悬浮在战无敌身前 咻 他轻轻挥手 黑色妖丹飞向战青烟 吼 周围还有一些妖兽 正在不断嘶吼 战无敌眼神森冷 往那些妖兽扫了一眼 那些妖兽身体一颤 没有一丝犹豫 转身变逃 混沌之力 战无敌往严陈宇所在的方位 看了一眼 又看向远处的一座大殿 眼中闪过一道神秘的光芒 大殿之中 一朵不知名的一伙 那位老者盯着画面中的战无敌 眼中闪过一道兴奋之色 如此苗子 竟然还掌握着一伙 这可不能错管 嗯 得给他安排名额 要是被炼丹的那些家伙 抢去就不好了 老者按道一句 已经把战无敌内定了 战力强劲 手段莫测 还掌握着一伙 这样的年轻人 未来成长的空间很大 在老者思索的时候 他发现战无敌瞬间看了过来 发现了 老者见状 神色有些诧异 前辈 这位女子似乎也很诡异 她身上的那股力量 好生玄妙 一位中年修士 神色惊奇地盯着颜尘鱼 颜尘鱼身上那黑色的力量 让他感到莫名的心迹 那绝对不是寻常的力量 老者闻言 他看了在场的众人一眼 沉生道 接下来 不管你们看到什么 关于此女的任何消息 都不可向外界泄露嘶吼 明白吗 刚才颜尘鱼 动用混沌之力的时候 他便有所察觉 那种力量 与他所在一封的 最强传承力量 极为相似 不过那种传承已经断绝 唯有一丝微弱的力量 还在残存 如今再次感受到类似的力量 他心中自然是震动无比 无论如何 此女必须要入他们一封 哪怕让他放弃 那个拥有一伙的男子 明白 众人连忙点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心无倒内 惨叫声依旧还在持续 妖兽厮杀 同类细杀 到处伴随着血腥 岛屿仿佛化作了一片修罗场 地面上堆积着诸多尸体 哄 一阵巨响声 从岛屿的一个角落传出 严陈渔浮浑身鲜血淋漓 已然受了重伤 气息极为凌乱 但他的一双眸子 却越发坚定 闪烁着浓郁的战役 与血虎的战斗 他不知道被轰飞了多少次 但每一次 他都像是打不死的小强一般 直接爬了起来 然后不要命地杀向血虎 完全就是以命换命 没有一丝畏惧 简直像是疯了一般 严陈渔始终记得 终神秀说过的一句话 不死便是赢 他感觉自己这个状态 离死亡还差不少 还能继续战斗下去 连大地虚影他都战过 区区六级妖兽 如何能够阻拦他的步伐 杀 严陈渔语气森朗 十二品青莲化剑 他捏动剑绝 青莲剑精施展 再次杀向前方的血虎 好 此刻血虎浑身都是伤痕 虽然不致命 但是这个人类的行为 却让他愤怒到了极致 他一头六级妖兽 却被一个弱小的人类 弄得如此狼狈 还不能快速碾杀对方 这让他无比的愤怒 双眸更为血红 问 只见他身躯一阵 头上的灵甲凝聚在一起 化作一柄灵甲刃 破开空间 猛然轰向严陈渔刺了 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 严甲刃直接洞穿严陈渔的身躯 将后面的一座阁楼 轰成粉碎 鲜血飞洒 钻心的疼痛袭来 严陈渔身体一颤 眼中却没有一丝波澜 他的身影一闪 来到血虎身前 青莲长剑 不断对着血虎的一些伤口斩去 咻 竖剑下去 血虎腹部出现了一道争鸣的血痕 喉 严陈渔的身躯撞在一根石柱上 将柱子撞断 一口鲜血从嘴中喷出来 找到了 严陈渔艰难地稳住身躯 没有去擦嘴角的鲜血 而是对着血虎露出一抹猙獰的笑容 声音嘶哑无比 第196章 大荒指出血虎陨落 他是一个疯子 看来我要说了 阁楼之巅 血涂眼中露出一抹复杂之色 这一刻 或许他明白了 终神秀所谓的坚毅是什么了 严陈渔这完全就是不怕死了 夺路而逃 严陈渔却能不要命的语气厮杀 单单这份勇气 这份心性便碾压了无数人 更让血涂震惊的是严陈渔的顽强 对方被轰飞了数次 也受了致命的伤 却能每一次都爬起来继续死战 这就很可怕 终神秀一言不发 继续品尝着美酒 若严陈渔是天命之女的话 遇见这样的杀机 进行这样惨力的战斗 此刻估计已经突破一个境界了 可惜他并不是天命之女 他只能死斗到底 只能疯一般的厮杀 杀 严陈渔眼眸血红 他握紧拳头 身上的气息疯狂暴涨 混沌清廉的力量被不断调动 原本破碎的天残道一 自动恢复 咻 他化作一道残影 猛然杀向血虎 对着血虎的腹部的伤口 便是几拳 吼 血虎惨叫 再次拍飞严陈渔 严陈渔却如打不死的小强一般 再次爬起来 握紧拳头 重复之前的动作 换命 一命换命 他倒是要看看 他和这个畜生的命 到底谁更大 吼 血虎见严陈渔再次扑过来 血红色的毛子中 竟然生出了一丝巨异 一番挣扎后 他竟然直接退后 转身变逃 或许他知道自己 继续留下来 很有可能会死 留下 严陈渔声音嘶哑 立刻拦在血虎身前 双方已经厮杀到眼红了 不把这畜生杀死 又如何对得起 自己满身的伤痕 吼 战斗继续开启 地面千疮百孔 支离破碎 一注相后 血虎彻底惧怕了 腹部的伤痕越来越大 连内脏都流了出来 他拖着内脏疯狂逃窜 地面上满是血液 生命气息正在快速消散 差不多了 严陈渔浑身鲜血 劈头散发地在后面追逐 他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捏动神秘的印诀 嗡嗡嗡 身上的力量疯狂弥漫 混沌清廉在丹田之内震动 混沌之力不断凝聚在一起 被调动到极致 化作一根漆黑如墨的混沌手指 大慌指 严陈渔声音嘶哑 对着血虎便是一指轰出 哄 混沌手指顿时轰杀向血虎 黑色光芒充斥天地 嗡 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方圆三百米内 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化作一片废墟 狂暴的混沌之力充斥 恐怖异常 吼 血虎在凄厉地嘶吼咆哮 死吼声持续了好一会儿才停下 严陈渔身体一颤 气息不断消散 神色疲惫无比 他死死地盯着血虎所在的位置 又过了一会儿 黑色光芒散去 血虎躺在一个大坑之中 身躯溃烂 五脏流出 气息全无 双眸黯淡无比 严陈渔看向血虎 并未大意 极为谨慎 还要继续发起攻击 这畜生看似死了 但谁知道 他是不是在装死 若是这样靠近 说不定还得抗一下 对方的临死一击 十二品清廉 想到这里 他伸出手 十二品清廉再现 化作一个天梭 咻 天梭轰向血虎的脑袋 疯狂旋转 直接钻入对方的脑袋 血肉飞溅而出 吼 血虎灰暗的毛子 发出一阵血光之光 随后又彻底暗淡了下去 这一下是真的死了 严陈渔不为所动 直到天梭将血虎的脑袋 彻底冻穿 他才松了一口气 赢了 严陈渔难难道 十二品清廉散去 他身体一颤 意识一阵模糊 差点瘫倒在地上 之前消耗本就大 又施展了大荒指 此刻他已经扛不住了 咻 终神秀瞬间出现在此处 他随手抱着严陈渔 师尊 我 赢了 好困 想躺一下 严陈渔艰难的 对着终神秀 露出一谋笑容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严陈渔闭上眼睛 昏迷了过去 咻 随后 南荒道院的老者出现在这里 他神色紧张地盯着严陈渔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老者一眼 便要离去 等一下 老者连忙开口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看着老者 老者沉声道 老朽乃是南荒道院的长老 今晚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南荒道院的一场考核 这小女娃不错 我现在给她一个植入南荒道院的名额 说到这里 她直接将一块令牌拿出来 令牌上面 有一个暗字 这块令牌 可以直接让严陈渔 进入她所在的那一封 后续的考核都不需要去进行 天暗风 终神秀缓缓开口 嗯 老者眼睛一眯 神色怪异地盯着终神秀 此人竟然知道天暗风 终神秀随手一挥 接过老者的令牌 没有多言 瞬间抱着严陈渔消失在这里 老者眉头一挑 立刻跟了上去 这小女娃伤势这么重 她特意准备了一些疗伤宝药 还未来得及拿出来的阁楼之中 终神秀带着严陈渔到来 老者跟上来 直言道 这小女娃伤势很重 老朽身上有一株宝药 她将一株灵药拿出来 你这也叫宝药 一道不屑的声音响起 血徒走了过来 她淡淡地看了老者一眼 一股威压爆发 哄 老者瞬间被震退几步 圣道静 老者目光一凝 神色惊讶地盯着血徒 连他也不过才问道静 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尊圣人 血徒没有理会老者 他随手一挥 一个白玉瓶子出现 这里面有一滴圣药液 对他有用 终神秀倒也没有客气 结果白玉瓶子 一滴香味浓郁 力量磅礴的青色液体飞出 他清灰衣秀 青色液体飞入颜尘鱼的眉心 颜尘鱼身上的气息不断恢复 竟然是圣药液 老人惊讶地看着血徒 圣药可不多见啊 大惊小怪 圣药算什么 地药才是真品 血徒讥讽道 他曾见过一株地道宝药 涂抹了上千年 结果都失败了 对他来说 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不知前辈是什么人 老人客气地问道 在一位圣人面前 他自然不敢放肆 你还没资格知道 血徒神色淡漠 大手一挥 老者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飞出阁楼 第197章 涂生地数 神藏巅峰 颜尘鱼躺在床榻上 身上的伤势不断恢复 血迹之术 终神秀看向泄徒 血徒没有废话 轻轻挥手 一道血色光芒飞向终神秀 至于摆脱那脏东西的办法 也和他无缘了 终神秀将血色光芒收起来 血徒看着床榻上的颜尘鱼 搓了一下手 道 你们暂时应该还不去南荒道院 不如在暴乱星海多待几天 哦 终神秀看向泄徒 血徒犹豫了一下 道 你这弟子心性坚毅 手段果决 我打算传他一门功法 很显然 见到颜尘鱼的表现之后 他打算进行投资 终神秀一言不发 血徒连忙解释道 虽然我实力一般 但我修炼的功法可不简单 那是我从徒生大帝的坟墓之中得到的 徒生大帝 绝对是一个狠辣的存在 动辄就是屠戮一方的狠人 在天荒长河之中 有赫赫凶名 号称十大帝之一 而对方的功法 自然也是那种凶残至极的 心性一般之人 根本没有资格修炼 血徒也算是狠辣之人 但他却只修炼到徒生地数的皮毛 即使如此 也让他能横绝东荒 见到严晨渝的手段之后 血徒发现对方 或许更为适合修炼徒生地数 若是没有办法离开南荒 若是修为不能再进一步 估计他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这门地数自然不该在他身上 断绝找人将地数传下去 也算是弥补新年 对徒生大帝的掘墓之果 给你半月的时间 终神秀莫然道 好 血徒闻言 神色大喜 半月的时间 足够他将地数传给严晨渝 至于对方能够走到哪一步 那就要看对方自己了 次日 清晨 严晨渝悠悠睁开眼睛 嗯 突然 他坐了起来 身上的伤势全部消失 原本消耗殆尽的灵力 此刻更为雄浑 醒了 终神秀的声音响起 他正和血徒进入房间 师尊 严晨渝立刻下床 秀 终神秀轻轻挥手 一枚令牌飞向严晨渝 这是南荒道院的入院名额 接下来后续的考核 你不需要进行了 严晨渝接过令牌 正了一秒 这样就可以进入南荒道院了 正常情况 纵然你斩杀 那头六级妖兽 也得经过后续的考核 才能进入南荒道院 但你的情况不同 终神秀轻语 那老者的底细 他自然清楚 对方来自天岸风 而天岸风 则是有一根沾染混沌之力的树桩 天岸风的最强传承 便是来自那根树桩 此番那老者感受到了混沌之力 自然会竭尽全力拉延 陈鱼入天岸风 南荒道院 传承无数 道风众多 原本终神秀还打算让严晨渝 进入另外一封 毕竟那一封藏着志强传承 但是现在看来 或许入天岸风也不错 严晨渝拿着令牌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血徒盯着严晨渝 欲言又止 终神秀轻语道 接下来的半个月 你就随血徒修行一番 没错 我打算传你一门无敌地数 你放心 此事针对你师尊的同意 我肯定不会乱来 血徒连忙开口 心情有些莫名的兴奋 严晨渝挣了一秒 自然不会质疑师尊的安排 他立刻对着血徒行礼道 多谢血徒前辈 去修炼吧 终神秀轻轻挥手 走 血徒迫不及待地开口 大手一挥 卷着严晨渝便消失在阁楼之中 徒生地数 也不错 确实适合严晨渝 终神秀轻轻点头 徒生大地 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存在 对方并未陨落 而是前往了更为广袤的天地 严晨渝修炼对方功法 未来估计能见到对方 哄 终神秀挥手 屋子中出现一个静止 他盘膝坐在地上 天荒地洛言和九天星辰岩 悬浮在他身前 吞噬吧 终神秀轻语 打算让天荒地洛言吞噬九天星辰岩 九天星辰岩虽然也很强大 但是在天荒地洛言面前 还是有些不够看 让天荒地洛言将其吞噬 自然绝佳选择轰 天荒地洛言瞬间将九天星辰岩笼罩 一个时辰后 九天星辰岩被彻底吞噬 吞噬一朵一火后 天荒地洛言的威压更为恐怖 力量暴涨数倍 金色璀璨 耀眼无比 以天荒地洛言此刻的状态 一旦祭出 轰杀一尊圣人级别的存在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终神秀看着身前的天荒地洛言 天荒地洛言 号称地洛之言巅峰时期 能让大地陨落的存在 自然不简单 此番吞噬力量恢复了不少 若是再让其吞噬几朵一火 轰杀大地不是极致 不断地吞噬下去 天荒地洛言能够成长到何种地步 才是最让他好奇的 他随手收起天荒地洛言 沉吟了一下 终神秀暗道 半月的时间 倒是可以先提升一下修为 秀 他拿出一颗八级腰丹 又取出一部分丹药 直接捏动法觉 疯狂炼化 房间之中充斥着一股恐怖的力量 空间挤压 发出一阵阵声音 转眼 半月过去 房间中 哄 一股狂暴的威压爆发 终神秀微微握紧拳头 身上有使不玩的力量 神脏竞巅峰 这速度倒是快 果然可要磕恋腰丹 才是王道 终神秀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容 腰丹蕴藏的妖气太过浓郁 寻常修饰自然不敢去练化 但他修炼鸿蒙道经 自然无所畏惧 神脏已成 接下来就是动玄境了 动玄境突破倒是有些难度 开辟动天需要不少时间 得一步步来 可以去南荒道院再考虑此事 问 终神秀撤去阵法 起身往屋外走去 师尊 恰在这时 血涂带着严晨鱼归来 如何 终神秀看向严晨鱼 血涂大笑道 晨鱼这丫头的悟性很惊人 我已经将图生地术传给他了 接下来能够修炼到何种程度 就靠他自己了 多谢血涂前辈传授功法 我一定会努力的 严晨鱼神色认真地说道 修炼图生地术极为奇妙 他明显感觉 修炼这种嗜血诡异的功法 会更加轻松 既然他已经传授完功法 我们也该离去了 终神秀清语道 好的师尊 严晨鱼轻轻点头 血涂看着严晨鱼 神色有些莫名的不舍 虽然只有短短半远 但他已经把严晨鱼 当做一个传人了 终神秀看了血涂一眼 淡然道 丰都城有一柄游魂帆 是丰都大帝西年 从神魔灵园 取鬼一只骨链制的 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说完之后 他便带着严晨鱼离去 血涂神色一阵 第198章 南圣古玉 玄斗古城 南圣古玉 位居南荒中央地带 是南荒最大的一个古玉 此玉辽阔无比 资源丰富 五道昌圣 是南荒无数修士心目中的修行圣地 古玉之中 宗门势力众多 强者如灵 可能偶尔街边走过的一个乞丐 还是某一方大教的绝世强者 行走这片古玉 一定要擦亮眼睛 玄斗古城 是南圣古玉的一座圣城 南荒赫赫有名的玄斗圣人 便出生在这座城池 城池巨大 一眼望去 无边无际 青花石板铺垫的街道 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带着岁月之痕 厚重的城墙 呈现灰暗之色 上面布满诸多古老的大镇 弥漫着神秘的威压 坚不可摧 城中建筑无数 五步一楼十步一格 九楼客栈 宝格商铺 坐落有致 气势恢弘 来往行人不断 修饰众多 显得非常热闹 师尊 这玄斗古城好大 严陈鱼惊奇地说道 大厦黄都 也算是比较大的城池 但是与这座玄斗古城相比 那就真的不够看了 一个玄斗城的面积 可以媲美上百个大厦黄都 而且 这还只是南圣古玉之中的一个城池 纵观南圣古玉 估计还有更多类似的城池 这也说明了南圣古玉的巨大 确实很大 玄斗古城是以玄斗圣人命名的 如今对方是南荒道院的一位强者 一门玄斗开天手纵横南荒 罕见敌手 钟神秀轻然一笑 两人往一座酒楼走去 二位客官 请问要吃点什么 一位小司立刻上来迎接 严陈鱼看了这个小司一眼 这小司竟然是一位宁渊静的修士 一个酒楼的小司都是宁渊静 这南圣古玉果然是五道圣地 一壶美酒 两个小菜 钟神秀轻语 好嘞 二位请稍等 小司连忙点头 钟神秀和严陈鱼随意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客栈之中的客人很多 一眼望去 全部都是修炼者 其中有几人更是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实力深不可测 南荒道院考核残酷无比 这次来南圣古玉的天骄不少 不知又有几人能够入南荒道院 我感觉玄天圣地的玄天圣女 天出圣地的天出圣女 荒谷世家的天骄 这些人战力无双 应该可以通过南荒道院的层层考核 道友说错了 这些天骄有直接进入南荒道院的名额 他们不需要去参加考核 还有这种事情 这对其他人公平吗 公平 这是南荒道院特意给予的名额 因为这些天骄背后的势力 都和南荒道院有联系 可能他们的圣人便在南荒道院休息过 自然可以破例入南荒道院 原来如此 众人不断交流 谈论着南荒有哪些天骄 可以进入南荒道院 各大势力的天骄都被点评了一番 钟神秀和严陈鱼静静地听着 殿小二将美酒美食端上来 提到那周家圣子 南荒最近倒是出现了一个天大的事情 继荒谷王家覆灭之后 荒谷周家也遭遇了大劫 什么 荒谷世家遭遇了大劫 兄台细说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 时间前 一尊大妖杀到荒谷周家 以为暗之力将周家圣地打爆 还镇杀了周家的无敌圣人 后来那尊大妖横跨十万里追杀周家圣子 似乎夺取了周圣子某种机缘 死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那尊大妖绝对是圣人级别的存在 面对圣人级别的大妖 周圣子怕是在劫难逃 周圣子没有死 听说在关键时刻 有一尊神秘生灵降临 将那尊大妖经退了 如今周圣子已经来到南圣古域 很快便要直接进入南荒道院 众人的话题又换到了荒谷周家上 漠不震惊 荒谷世家传承无尽岁月 有圣人坐镇 竟然会被覆灭 让人感到惊世骇俗 严陈瑜看向中神秀 神色有些怪异 那尊大妖 应该就是那尊大鹅 对方去周家 这与师尊可脱不了干系 钟神秀淡然一笑 并未多言 周圣天没有被阻恶震杀 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对方修炼的功法极为特殊 与一位老魔有因果 自然不会轻易陨落 最近南圣古域非常热闹 我还听说 有一个叫严落雪的女子 一路斩杀了不少大势力的强者 做事可谓肆无忌惮 如今正在面临各大势力追杀呢 有人开口道 嗯 严陈于闻言 眉头一挑 他立刻看向那位修士 抱拳道 这位道友 可否细说一下此事 那位修士笑着道 有何不可 那严落雪 是最近才出现的修士 来历极为神秘 他的实力非常可怕 一路走来 震杀新陈宗弟子 夺取荒谷秦家的宝物 还轰杀了不少大势力的天骄 可谓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甚至听闻在周圣天落难的时候 他还去袭杀过一次 结果失败了 如今 他被各大势力盯上 不少强者已经动身 肯定不会放过他 竟然还有这样存在 倒是让人心惊 周围的众人神色一惊 觉得那严落雪 很是不简单 严陈于眼睛微微一眯 继续问道 道有可知 那严落雪 现在在哪里 那位修士摇摇头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 但我猜测 他应该也要参加南荒道院的考核 所以 他肯定会来南胜谷遇 严陈于听完之后 面带沉吟之色 严落雪倒是做了一些大事情 不过有凤华保护 对方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东龙 就在此时 一阵剧烈的钟声 自天地间响起 三日之后 南荒道院新一轮考核开启 所有符合条件的修士 可赶往南荒山广场 过时不后 随即又是一道苍老的声音传出 这道声音玄妙无比 传遍整个南圣谷遇 映入每个人的灵魂考核 竟然要开启了 看来我得提前赶往南荒山 要是晚了 就没有资格参与考核了 快走 新一轮考核 什么意思 不管了 先赶去南荒山 酒楼之中 诸多修士纷纷离去 一刻都不敢耽搁 第199章 凤华生毁 落雪成长 玄斗古城以北 一座破庙中 周玄天 秦洛峰 我与你们不死不休 还有秦驾 总有一天 我要灭你们全族 严落雪一袭染血的白色长裙 气息凌乱无比 眼中却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一段时间不见 她的修为已经踏足神葬境巅峰 离洞玄境只差一步 小丫头 你果然在这里 破庙外 一道阴森的声音响起 阎落雪目光一凝 刚要逃离 便发现破庙 顷刻间灰飞烟灭 而她也被一股恐怖的威压封锁 难以动弹丝毫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出现 她身上弥漫着一股造化之威 这是一尊造化镜的强者 秦家老狗 阎落雪死死地盯着老者 眼中的杀意更为浓郁 这段时间 这只老狗一直在追杀她 好几次她都显向还生了 这次老朽看你怎么逃 实相的话就交出那个盖子 我或许可以给你留个诠释 老者语气森冷地说道 他说的盖子 自然是阎落雪身上的 那个几道第七盖子 秦家追杀阎落雪 便是为了那个盖子 他们还向外宣称 阎落雪盗取了秦家的宝物 找了一个可以光明正大夺宝的理由 老狗 休想 阎落雪身上浮现一道烈焰之光 不知死活 老者眼中浮现凌厉的杀意 此女诡异莫测 留着迟早是一个威胁 必须要杀死才行 想到这里 她立刻寄出一张金色大网 直接将天地封锁 这小丫头太过奇特 每次都能从她手中逃脱 这次可不能给对方机会 阎落雪看了一眼天际 神色凝重无比 这一次想要逃走 怕是难了 去死吧 老者身上的威压爆发 便逃出手 敢动她 老东西你在找死 突然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咻 天穷裂开 金色大网外 出现一位身着青色长裙的女子 来人正是阎晨鱼 阎落雪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神色一愣 她看向天际 美眸之中 闪过一道激动之色 阎晨鱼 她竟然来了 嗯 哪里来的小丫头 竟敢对老朽大放厥词 找死吗 老者看向阎晨鱼 眉头一挑 眼中杀意非常浓郁 哄 老者刚说完 一只大手瞬间出现 对着这张网一巴掌拍来 大网请客间碎脸 噗 老者身躯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来 谁 他立刻看向四周 愤怒无比 你说呢 一道淡漠之声响起 阎晨鱼身旁 忠神秀副手而现 阁下是什么人 难道要管我荒谷秦家的事情吗 老者死死地盯着忠神秀 荒谷秦家 忠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身影一闪 瞬间出现在老者身前 碰 老者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忠神秀一拳洞穿了身躯 鲜血喷涌而出 啊 老者发出一道淒厉的惨叫声 身躯犹如炮弹一般 直接倒飞 忠神秀看着老者的身躯 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神魂之力爆发 哄 下一秒 老者的身躯顿时爆炸 化作漫天血雾 忠神秀伸出手 从漫天血雾中 抓出一道灵魂 道友 有事好商量 我乃秦家长老 你莫要自悟 老者的灵魂颤声道 哄 忠神秀使劲一捏 直接将这道灵魂捏成粉碎 荒谷秦家 什么东西 忠风主 老者覆灭之后 阎洛雪身上的禁锢消失 他神色激动地盯着忠神秀 忠神秀看了阎洛雪一眼 一言不发 阎晨渝飞身而下 他盯着阎洛雪 皱眉道 怎么这么狼狈 你师父呢 阎洛雪文言 情绪瞬间低落了下来 他抽气道 师尊 师尊之前带我去一个秘境 受了伤 之后又遭遇了三位圣人袭杀 肉身被毁 只剩下灵魂在沉迷 阎晨渝目光一宁 问道 以你师尊的修为 纵然受伤 三位圣人 应该奈何不了他吧 凤华虽然是准圣 但实力强大 圣人也能占 三位圣人或许强大 但想要打爆他的身躯 肯定很难 最起码他要逃走 应该少有人能够拦住 阎洛雪神色伤感地说道 是周玄天 他修炼一种诡异的功法 偷袭了师尊 师尊的肉身直接被毁 阎晨渝挣了一秒 所以 你就去袭杀周玄天 周玄天很诡异 哪怕他身受重伤 我也奈何不了他 阎洛雪情绪低落地说道 对他们师徒出手的强者不少 荒谷周家 荒谷秦家 还有新陈宗的圣人 三大圣人出手 之后 还派了众多强者追杀 好在荒谷周家遭劫 那位圣人也被震杀了 师尊 阎晨渝犹豫了一下 又看向终神秀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肉身被毁 只要神魂不灭 便可重塑肉身 不过需要一些天才地宝 只要你成功进入南荒道院 找重塑肉身的天才地宝 会很容易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则是在叹息 凤华为了让阎洛雪快速成长 倒也是够拼的 纵然身受重伤 纵然周玄天修炼功法 再如何诡异 也不可能毁灭凤华的肉身 毕竟那家伙可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很显然 这是凤华刻意而为的 为了让阎洛雪快速成长 效果倒是不错 最起码此刻的阎洛雪 看起来就成长了不少南荒道院 阎洛雪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师尊灵魂沉迷之前 也和他说过类似的话 只要他进入南荒道院 便可替他重塑肉身 我一定要进入南荒道院 阎洛雪握紧拳头 阎晨鱼问道 你有没有得到 直接进入南荒道院的名额 阎洛雪摇摇头 终神秀神色有些意外 剧情再次改变了 原本的剧情是 阎洛雪展露出圣品道印 直接被南荒道院最强盗风选种 成为种子及天骄培养 现在来看 对方得一步步杀上去了 不过这样的路线 似乎才符合天命之女的身份 一路杀上去 一路得罪人 最终踏着众人的尸骨往前 第二百章 考核再起 晋进名额 三天后 南荒山 终神秀带着阎晨鱼 阎洛雪抵达 该死 他进入南荒山 这一下不好动手了 远处 一群荒谷情家的强者 盯着阎洛雪的背影 脸色无比阴沉 对方进入南荒山 那是南荒道院的底盘 他们自然不敢闯进去动手 放心 他逃不了 那几刀地气的盖子 终究会属于我秦家 秦家一人冷然一笑 荒谷秦家的圣人 来自南荒道院 秦家在道院之中 自然也有一些根基 想要悄无声息地 弄死一个参与考核的人员 自然轻而易举 纵然对方侥幸逃过一劫 成功进入南荒道院 也休想好过 也对 众人一想 也露出了猙獰的笑容 南荒山 属于南荒道院的外山 山体巨大 精致覆盖 神秘的光芒弥漫 荒谷之气充斥 上面筑立着上百个巨大的广场 每个广场都齐聚着诸多修士 还有一些南荒道院的长老 终神秀三人 此刻就在其中一个广场上 南荒道院隐藏在阵法之中吗 严晨宇打量着四周 这山体巨大 但除了广场外 并未看到其他的建筑 这里只是外山 南荒道院处在另外一片地带 被古老大阵隐藏 需要通过传送阵才能抵达 终神秀清语 广场上的修士 也是满脸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仅仅是一座外山 便如此巨大 南荒道院果然可怕 速静 突然 一位南荒道院的长老开口 一股威压 顿时笼罩整个广场 广场上的众人 瞬间安静了下来 那位南荒道院的长老随手一挥 广场颤动 中央的位置 两道巨大的光门出现 一道呈现青色 一道呈现黑暗之色 众人盯着两道光门 神色有些凝重 南荒道院的考核开启 他们估计要进入光门之中 那位长老解释道 你们猜测得不错 接下来的考核 便要进入这两道光门 光门连通两个秘境 左边的青色光门 是没有获得名额的修士和地 那个秘境之中 设置着诸多关卡 你们需要通过那些关卡 才能参与下一轮考核 请问长老 那右边的黑色光芒呢 有人疑惑地问道 获得名额 闪烁着金光 之前他们便参与过一次考核 只是那次考核 很多人都不知道罢了 他们获得了晋级名额 自然知晓其中一些事情 那位长老道 右边的黑色光门 是给获得名额的修士的 里面通过有诸多关卡 只要通过那些关卡 就可以直接成为南荒道院的弟子 什么 还能这样 这名额是怎么获得的 难道是那种直接入院的名额 我怎么感觉不公平呢 我也要进黑色光门 一些修士连忙开口 这位长老的意思 他们算是明白了 他们要去青色光门参与考核 纵然过关了 后续还有其他的考核 而进入黑色光门则不同 一旦通过考核 便可以直接成为南荒道院的弟子 如此行为 岂不是区别对待 那位长老淡然道 你们来此之前 可是遭遇过习杀 这 众人一听 神色一震 他们来南圣古域的路上 确实经历过各种恐怖的习杀 死了不少修士 难道此事和南荒道院有关 那便是南荒道院 对你们进行的第一次考核 唯有部分佼佼者 才能获得晋级名额 那位长老淡淡地说道 众人挣了一秒 顿时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不禁一阵后悔 他们之前遇见习杀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背后的强者出面 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多少出手的机会 毕竟他们身后的那些强者 也不知道其中门道 只想安全地 将他们互到南荒道院参加考核 谁又知晓 考核其实早就开始了 废话不多说 获得晋级名额的进入黑色光门 没有获得的进入青色光门 那位长老轻轻挥手 休 一部分修士立刻冲向黑色光门 哄 其中自然也昏入了几位 没有获得晋级名额的修士 想要浑水摸鱼 结果他们刚靠近黑色光门 便直接灰飞烟灭 白痴 拥有晋级名额的修士 都有特殊的令牌 没有令牌还敢乱闯 这不是找死吗 一位获得晋级名额的修士 讥讽一句 便踏入黑色光门之中 原本一些还有特殊想法的修士 苦涩一笑 只能放弃心中不切实际的想法 转身进入旁边的青色光门 阎洛雪 直接入院 名额你没有获得 晋级名额应该获得了吧 严晨渝看向阎洛雪 嗯 严洛雪轻轻点头 晋级名额他倒是有 严晨渝稍作思索 对忠神秀道 师尊 我想继续去参加考核 凤华现在成名 若是让阎洛雪这根废柴 独自去参加考核 指不定会出什么事情 他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上次阎洛雪在大荒山护过他 他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 终神秀看了严晨渝一眼 他知道 纵然严晨渝不跟着阎洛雪 阎洛雪也不可能出现任何事情 毕竟是天命之女 怎么可能出事 顶多是遇见麻烦 然后死里逃生 而且凤华看似在沉迷 实则都在暗自护着阎洛雪 能出什么事 不过他并未说此事 而是轻轻点头道 去吧 在秘境之中 不要有丝毫顾忌 任何事情都可以放开手脚去做 明白 严晨渝脸色一喜 你也是一样 不要有任何顾忌 终神秀又看向阎洛雪 嗯嗯 阎洛雪连忙点头 严晨渝走向南荒道院的那位长老 他神色恭敬地说道前辈 我想进入黑色光门 但我没有竞技名额 那位长老皱眉道 没有竞技名额 不 我有这个 严晨渝将自己的那块令牌拿出来 啊 这是 那位长老神色一致 愕然地看着严晨渝 这是直接入天暗风的令牌啊 第201章 36封 天暗风主 丫头 有这块令牌 你不用去参加考核了 那位长老脸色温和了不少 一般能够获得这种直接入院名额的 要么就是某一方势力的核心弟子 要么就是泰国逆天 已经被南荒道院的人提前预定了 但我还想去考核一番 严晨渝认真地说道 这 那位长老犹豫了一下 又道 秘境之中藏着危险 我不怕 严晨渝神色严肃地说道 行吧 你持着这块令牌也能入秘境 不过万事要小心 莫要丢了小命 那位长老闻言倒也没有多劝 已经获得天安风的名额 纵然考核失败 依旧能入天安风 秘境之中 还藏着大纪元 古往今来 一些获得直接名额去参加考核的弟子 倒也不少 当然 前提是能活着出来 多谢长老 严晨渝行了一礼 便拉着颜落雪 向着黑色光门飞去 两人的身影瞬间消失不见 长老 他没有进击名额 凭什么也能进入黑色光门 有人开口问道 因为 他原本不需要考核 可以直接进入南荒道院 明白 那位长老瞄了那人一眼 那人神色一致 面露信性之色 不敢继续多言 能获得直接进入南荒道院的名额 这怕是 哪个世家 圣地的天骄之女吧 咻 不断有人进入光门 一会儿后 广场上参与考核的修士 全部进入光门 还剩你一个 不去参加考核吗 那位长老 看向终神秀 没兴趣 终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便副手往一旁走去 问 他脚下一踏 一个古老的传颂阵瞬间出现 嗯 站住 那位长老见状 脸色一变 立刻冲向终神秀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 扫了那位长老一眼 那位长老身体一致 倒退了几步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额头布满了冷汗 刚才一瞬间 他竟然有一种 半只脚踏入阎王殿的感觉 秀 终神秀捏动应觉 传颂阵启动 他的身影顿时消失不见 那位长老反应过来之后 来不及抹额头的冷汗 连忙拿出一块传音符 有一位神秘人 闯入了南荒道院 快让执法殿进行阻拦 南荒道院 共有三十六封 七十二殿 一百零八斧 其中三十六封 拥有南荒道院的三十六门 至强传承 乃是南荒道院 最为强大的底蕴 天暗风 便是其中一封此刻 天暗风 一个大院中 方长老 你说的便是这个小丫头吗 有入院名额 竟然还要参加考核 勇气绝佳 倒是不错 一位身着灰色长袍 面容冷立 身上散发着阴冷之气的老者 看着画面之中的严陈鱼 轻轻点头 眼中露出赞许之色 他是天暗风风主 韩夜 准圣修为 整个人一看 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大反派 浑身上下散发着阴森之气 事实上 他真的是一个大反派 整个南荒道院 谁不知道 韩夜为人阴毒狠辣 做事情不择手段 让人无比厌恶 甚至整个天暗风的人 都是一个路子 在南荒道院之中 天暗风之人 最为卑鄙无耻 很多人都不喜欢 与天暗风之人过多接触 方长老英译的面容上 也多了一丝笑容 这小丫头身上有混沌之力 踏入我天暗风 或许能够改变我 天暗风的衰败之举 是啊 我们天暗风终究是衰败了 南荒道院三十六风 我们天暗风排在倒数第二 想当年 道院只有四风 我天暗风便是其中之一 那时的天暗风 是何其的强大 可惜 寒夜脸上露出一抹复杂之色 成为天暗风风主之后 他无时无刻都不想发展天暗风 因为上一任的天暗风风主 是他父亲 他父亲一生 都在为天暗风的发展努力 结果失败了 他也算是秉承他父亲的意志 竭尽全力来发展天暗风 甚至为了发展天暗风 不择手段 暗地里斩杀过不少阻拦者 然而还是不能让天暗风崛起 这是他一生之痛 没办法 道院招收弟子间隔时间太久 而且 每次招收的人员有限 哼 纵然招收再多弟子又如何 关键还是要添交 若是真的如你所言 这小女娃掌握着混沌之力 那么她极有可能是我天暗风崛起的关键 希望她不要让我失望 寒夜眼中闪烁着金光 天暗风或许没落了 但只要有一个值得培养的天交 那么纵然亲近整个天暗风的底蕴 他也要将对方培养起来 一个一心搞事业的反派 倒是让人佩服 一道淡漠之声响起 不知何时 终神秀出现在了院落之中 他背负双手 神色自若地盯着寒夜 寒夜在原剧情之中 确实是一个大反派 甚至整个天暗风都是反派势力 因为 严落雪杀了一位寒夜极为看重的弟子 他便想尽一切办法去铲除严落雪 不断让天暗风的弟子 去找严落雪的麻烦 最终的结果 自然是严落雪在一次次打压之中成长起来 最终让寒夜当了垫脚石 寒夜此人也算有趣 他一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发展天暗风 凡是阻拦者 基本上都会被他铲除 也算是验证了那句话 反派都在搞事业 主角却在谈情说爱 你是何人 寒夜眉头一挑 准圣之威 瞬间席向钟神秀 钟神秀面无表情 丝毫不受影响 是你 方长老连忙开口 你们认识 寒夜诧异地看着方长老 方长老解释道 风竹 他就是那丫头的师父 嗯 寒夜心中一宁 方长老已经将暴乱心海的事情告诉他了 严晨渝似乎与一位恐怖的圣人认识 而且还有一位更为深不可测的师父 道有这事 寒夜抱拳询问 言语客气无比 钟神秀淡然道 我知道寒风主这一心想发展天暗风 恰好我也想在这天暗风混个闲职 不如就帮你一把 两个反派加入反派阵营 似乎也很有趣 第202章 最终关卡 一人两个 阁下之言 可真 寒夜心中一动 此刻他已经不想去理会 钟神秀有什么目的 更不想去探查对方的底细 对他来说 只要有人肯帮他发展天暗风 他才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很显然 为了让天暗风发展起来 他已经魔证了 此人修为深不可测 若是真的肯帮他 他自然不会拒绝 我的弟子在这里 我有必要开玩笑吗 钟神秀反问道 有道理 寒夜连忙点头 言诚渝要入天暗风 那么对方的师尊加入天暗风 自然更好 弟子天赋绝佳 师尊深不可测 这样的组合入天暗风 天暗风想要发展起来 自然会简单很多 道友可有什么要求 想到这里 寒夜呼吸有些急促 给个长老之位吧 钟神秀淡然一笑 一言为定 寒夜没有一丝犹豫 直接答应了 区区长老之位 他这位天暗风风主 自然可以决定 寒风主 有一位神秘人 闯入了南荒道院 你天暗风可有发现 就在这时 一群执法店的人 出现在这里 他们的目光落在 钟神秀身上 眼中带着审视之色 这人看起来 倒是有些眼神 寒夜眉头一挑 这是我天暗风的长老 之前在外界修行 最近才回来 若非南荒道院之人 怎么能轻易进入南荒道院 尔等没必要大惊小怪 这 众人神色一正 怎么 执法店还能管到 我天暗风的头上 我天暗风虽然没落了 但也不是你们执法店的人 想来就能来的 在我没有生气之前 快点滚 寒夜语气阴森地说道 是我等打扰了 到此 执法店的众人行了一礼 立刻离去 对于寒夜这阴险的家伙 他们自然是清楚的 一旦被对方记恨上 那下场可好不到哪里去 众人离去之后 寒夜对着终神嗅道 让道友见笑了 不过你放心 如今你是我天暗风的长老 谁也不敢对你放肆 多谢寒风主 终神嗅笑着抱拳道 小事小事 寒夜笑着挥手 外界过去几个时辰 秘境内则是过去了七天 七日的时间 不断有考核者被淘汰 也有人通过了考核 一步登天 秘境之中 云雾缭绕的天穷中 有一座神秘的大殿 一条古老的大道倾斜而上 连接大殿 大道有万阶台阶 犹如珠网悬挂 险峻无比 此刻 不少修士正在踏着台阶往上 最后两关了 这些修士神色严肃 顶着压力 艰难地往上 台阶有古老的静止之力 每走一步 压力就会增加一点 越往上压力越大 他们的速度好快 突然 有人看到了两位漂亮的女子 一人轻裙 一人白裙 速度很快 不断往上 看起来似乎并无任何压力 这让众人神色一惊 这两位女子 自然是颜晨鱼和颜洛雪 七天的时间 他们在秘境之中 遇见了各种习杀 有星辰中的弟子 秦家的人 甚至还有南荒道院的强者 不过那些习杀者 全部被他们解决了 颜晨鱼 你还行吗 三千级台阶的位置 颜洛雪看向颜晨鱼 这些阶梯很玄妙 带着特殊的静止压力 但他并未感受到丝毫压力 他似乎可以免疫禁止 还行 颜晨鱼轻轻点头 以他的体质 此刻还未感受到太大的压力 不过肯定没有颜洛雪这般轻松 越往上压力肯定越大 那继续往上 颜洛雪到了一句 两人再次往上 他们的速度很快 过了一会儿 他们抵达七千级台阶的位置 颜洛雪依旧没有感受到一丝压力 显得非常轻松 颜晨鱼倒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但他眼中却没有一丝波澜 导心坚定 步伐平稳地往上 各风 均在盯着秘境之中的画面 这两个小女娃倒是不错 万级到新街 能够抵达七千级 很不错了 不知道后续的三千级 他们是否能够成功踏上去 呵呵 运气好罢了 纵然能够渡过到新街 最终的关卡 他们肯定过不去 想要进入南荒道院 吃人说梦 有人惊讶两女的速度 也有人冷笑连连 半个时辰后 颜晨鱼和颜洛雪 率先抵达到新街尽头 来到那座大殿外面的广场 颜晨鱼满头汗水 神色却极为平静 渡过到新街 所有的压力全部消失 感觉前所未有的舒坦 哟 倒是不错 就在这时 一道玩味之声响起 广场上 瞬间出现四位南荒道院的弟子 他们身上均散发着 动玄境的威压 其中一位年轻男子 细血地盯着颜晨鱼和颜洛雪 恭喜你们通过到新街 接下来还有最终关卡 那就是击败我们 一人两个 颜晨鱼与颜洛雪对视了一眼 他们没有废话 瞬间出手 勇气可嘉 大家可不要留守啊 那位年轻男子 意味深长地 看了其余三人一眼 那三人凝笑一声 立刻出手 那位年轻男子 盯上了颜洛雪 握紧拳头 立刻杀向颜洛雪 滚 颜洛雪一拳轰出 轰隆 两人的拳头 对轰在一起 下一秒 那位年轻男子 被轰飞十几米 什么 那位年轻男子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自己动玄境 竟然被一位神脏镜巅峰的一拳轰飞了 颜洛雪没有多言 立刻杀向另外一位动玄境修士 同样是一拳击飞对方 砰 一边 颜晨鱼的速度也很快 两拳轰出 直接将另外两位动玄境修士 击倒在地 四位动玄境修士 在两女面前 没有丝毫反抗之力 你们败了 颜晨鱼面无表情 看向四人 四人脸色难看地站起来 他们对视了一眼 眼中浮现怨毒之色 立刻祭出一根漆黑如墨的箭矢 四人的力量疯狂注入箭矢之中 嗡 箭矢颤动 爆发出一股造化之威 瞬间轰杀向颜晨鱼和颜洛雪 空间骤然崩碎 一阵破空声响起 杀伐之气滔天 极为恐怖 静气 颜晨鱼眉头一挑 眼底深处浮现一抹森冷的杀意 这静气之威极为恐怖 这四人明显是打算直接轰杀他们 既然如此 那留不得了 第203章 可笑至极 什么东西 静气 这四人是怎么回事 竟然敢为被考核规定 呵呵 这四位可是圣元风的弟子 立刻让他们驻守 否则愿归处置 来不及了 各风之人眉头一挑 之前的几次袭杀 算是小打小闹 他们还未理会 但是此刻连造化静气都记出来了 这已经坏了规矩 考核的弟子之中 谁能抵抗造化静气 而一些人则是神色玩味 并未太过理会其余人的怒吼 在他们看来 死两个考核弟子而已 无关紧要 这四只蝼蚁 他们在找死 天暗风 寒夜握紧拳头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阎晨鱼可是天暗风 已经内定的种自己弟子 谁敢对他下杀手 便是在挑衅他天暗风 这四人必须死 连他们背后之人 也得死 终神秀淡然一笑 秀 刹那间 箭矢包射向阎晨鱼和阎洛雪 退后 阎晨鱼神色弹幕的开口 阎洛雪立刻退在他身后 问 阎晨鱼伸出手 破炉子出现在手中 有段时间没有用这个破炉子 如今修为增加不少 再次动用这破炉子 肯定会更为强悍 破炉子 看到破炉子的瞬间 阎洛雪眼睛一亮 在他心目中 这个破炉子是非常恐怖的 只要寄出破炉子 就没有摆不平的事情轰 阎晨鱼将全部的力量 注入破炉子之中 就在这么一瞬间的功夫 阎晨鱼全身的力量被彻底吸干 这破炉子一如既往的变态 神秘威压复苏 阎晨鱼自然不敢让这破炉子继续吸下去 不然他就要变成肉干了 没有犹豫 他直接将破炉子砸出去 轰隆 天帝顿时传来一声巨响 刺目的青色光芒笼罩天帝 空间爆裂 巨大的广场请客间坍塌 连带着那座大殿 都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咔嚓 剑矢与破炉子对碰在一起 顿时如豆腐一般 化作粉碎 根本不能抵抗破炉子的威压 啊 一阵惊恐之声响起 破炉子猛然砸向四人 四人连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 刹那间灰飞烟灭 过了一会儿 青色光芒消失 破炉子悬浮在空中 显得古朴无比 解决了 严陈渝轻到一句 将破炉子收起来 这破炉子太过变态 对他的消耗太过可怕 比施展大荒指的消耗还要巨大 严陈渝威武 严洛雪满脸兴奋地说道 这破炉子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一旦丢出来 任何事情都能摆平 在他身上 倒是有一件残缺的地气盖子 可惜只能被动使用 根本不能如严陈渝这破炉子一般 可以直接用来砸人 秀 突然 大殿之门开启 一位身着银白色长袍的老者走了出来 他神色淡漠地看着严陈渝和严洛雪 严陈渝抱拳道 前辈 我们已经通关此关 还望放行 通过此关 老者眉头一挑 一股造化之威顿时爆发 席卷向严陈渝和严洛雪 两女还未反应过来 瞬间被震退 前辈这是何意 严陈渝沉着脸问道 老者冷声道 你们虽然通过了考核 可惜手段太过狠辣 老夫自然不会让你们进入南荒道院 我宣布 你们被淘汰了 可笑至极 你算什么东西 你说淘汰就淘汰 难道这南荒道院的考核规则 还是你制定的 严陈渝冷然一笑 丝毫不把这老家伙放在眼里 当他们是软柿子 谁都想来捏一下 放肆 竟敢对老夫无礼 看来我有必要给你们一点教训 老者眼中杀意弥漫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对着两女伸出手 欲要一巴掌拍死两女 老东西 你有取死之心 严陈渝满脸杀意 他没有一丝犹豫 直接将红玉给他的那块令牌拿出来 嗡 此令牌一出 圣威顿时爆发 一道恐怖的圣道之力 猛然轰杀向老者 圣 老者脸色骤变 结果话还未说完 便被圣道之力吞噬 啊 惨叫声响起 老者瞬间被红尘飞灰 连一丝浪花都没有记起来 咔嚓 严陈渝手中的令牌破碎 他淡淡地看了一眼 并无丝毫惋惜之色 既然是底牌 在关键的时刻 就该拿出来使用 好强 严洛雪激动地看着严陈渝 眼中闪烁着小星星 这一刻 他突然觉得严陈渝好酷啊 大惊小怪 废柴一个 严陈渝瞟了严洛雪一眼 他最大的倚仗是什么 破炉子 圣人给的令牌 赶开手脚去做事情 管他什么人 只要敢拦路 杀了就是 哼 废就废 严洛雪昂着下巴 嚼哼一声 没有反驳 好吧 废就废了 严陈渝相比 自己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废柴 认了 严陈渝教自己废柴可以 其他人不行 严陈渝闻言 嘴角微微上扬 脸上浮现一抹隐晦的笑容 看来严洛雪的状态恢复了 还不错 这傻子 外界 该死 他们竟敢杀我圣元峰的长老 手段如此狠辣 必须剥夺他们的入院名额 则则 剥夺过关者的名额 什么时候 南皇道院的考核规则 由圣元峰来定了 我怎么不知道 圣元峰毕竟是三十六峰之首 现在把自己当作南皇道院的掌控者 也可以理解 不过还是那句话 圣元峰也只是道院一峰罢了 还是不要得寸进尺 让造化镜的长老 去袭杀两位神葬镜的小女娃 无耻啊 这小女娃 竟然还有这样的底牌 很是不错 看其气息 似乎与封都城的红玉城主有些关系 各封之人进行点评 有人愤怒 也有人幸灾乐祸 好 做得漂亮 天岸峰 寒夜朗声大笑 只觉得前所未有的畅快 圣元峰的长老算什么东西 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好了 严陈与此女 真的太适合进入他们天岸峰了 做事如此果断 这就是他们天岸峰修饰的风格啊 圣元峰又如何 这些年来 天岸峰可在暗自斩杀不少圣元峰的弟子 嗯 确实不错 方长老虎摸着胡须 眼中满是赞许之色 对严陈与越看是越满意 道友 等下随我去参加收图大典如何 寒夜客气地看向终神秀 接下来这些年轻人考核结束之后 各封还需要对各位年轻人进行招揽 希望天岸峰能够招到更多不错的苗子 行 终神秀淡然一笑 倒也没有拒绝 第204章 如此行径 卑鄙无耻 外界过去两个时辰 秘境之内的考核全部结束 所有通过考核的弟子 全部齐聚在广场上 总的人数加起来才100人左右 整个南荒参加考核的修士诸多 最起码也是几十万 结果却只有上百人通关考核 这也说明南荒道院考核的残酷程度 南荒道院 一座巨大的广场上 36封 72店 108府 诸多强者现身 他们依次坐在一起 神色自若地打量着广场中央的上百个年轻人 这两女手段太过狠辣 竟然杀我南荒道院的长老 他们没有资格入我南荒道院 必须剥夺他们的名额 圣元峰 一位中年男子 默视着颜尘鱼和颜洛雪 他是一尊造化镜的强者 乃是荒谷情家之人 剥夺他们的名额 就凭你一个造化镜的渣渣 突然 一道阴森的声音响起 寒夜与终神秀飞升而来 见过峰主 天岸峰的诸多长老 纷纷对寒夜行礼 这次天岸峰收徒 牌面自然要摆出来 不但要摆出牌面 还得打出天岸峰的威严 谁他妈敢放肆 直接干就完了 嗯 寒夜对着天岸峰 众长老点头 众长老 你且先落座 寒夜又对着忠神秀道 忠神秀笑着点头 在天岸峰的位置落座 天岸峰的众位长老见状 都是客气地对着忠神秀 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寒夜之前已经向他们 宣布忠神秀的身份 天岸峰从今往后 又多了一位强者 嗯 而其余各方之人 则是疑惑地看向忠神秀 不解为何天岸峰众人 对忠神秀的态度如此特殊 师尊 看到上方坐下的忠神秀 严沉于脸上 浮现一抹甜美的笑容 寒夜 你什么意思 圣元峰那位中年男子冷着脸 直呼寒夜大名 荒谷秦家有圣人坐镇 在这南荒道院的底蕴也很强大 自然不惧寒夜嘶吼 啪 寒夜瞬间出现在中年男子面前 抬手便给了对方一个大嘴巴子 中年男子还会反应过来 便被一巴掌轰飞上百米 整张脸都肿了起来 嘴角流淌着血液 你 中年男子稳住身躯之后 惊怒地盯着寒夜 区区一个圣元峰长老 也敢直呼本峰主大名 勇气可嘉啊 到底是圣元峰给了你勇气 还是秦家给了你底气 寒夜满脸阴森地盯着中年男子 杀意极为浓郁 我 中年男子心中一宁 全身发毛 寒峰主 过了 圣元峰 一位准圣级别的长老默然道 他也是秦家之人 名为秦末 在场的各方强者见状 也是露出看戏的笑容 圣元峰现在可是南方道院第一峰 圣元峰之人做事向来嚣张跋扈 而天岸峰也不简单 虽然没落了 但天岸峰之人做事 则是无比阴险毒辣 这两峰碰撞 结果会如何 倒是让人充满了期待 过了 寒夜阴森一笑 他对天岸峰的众位长老道 大家觉得本峰主做得可过 方长老沉声道 圣元峰的弟子 在秘境之中动用造化劲气 圣元峰的造化劲长老 更是在秘境之中 对通关考核的弟子下杀手 偏偏这两位弟子中 还有我天岸峰的弟子 这不单单是破坏南荒道院的规矩 还是在挑衅我天岸峰啊 如此行径 卑鄙无耻 不杀几个圣元峰之人 本长老可不满意 我早就看着秦末不顺眼了 不如先把他宰了 我天岸峰弟子 岂是外人可以伤害的 赞同 恳请封主斩了秦末老狗 天岸峰众多长老冷笑着开口 他们天岸峰确实没落了 但还未覆灭 一个准圣也赶来叫嚣 那他们自然不会给面子 住嘴 见秦末被天岸峰众长老一番冷嘲 秦家中年男子脸色有些难看 我助你马 去死吧 天岸峰的一群长老没有丝毫犹豫 瞬间冲向中年男子 各种攻击爆发 啊 凄惨的声音响起 片刻之后 秦家的中年男子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 气息已经没了 竟然被活活打死了 他们竟然 其余各方之人瞳孔一缩 没想到天岸峰之人 会直接对圣元峰的长老下杀手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 虽然平日里大家也有摩擦 但也只敢暗地里动手 这样光明正大的下杀手 还是很少见的 你们 秦末握紧拳头准圣之威爆发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圣元峰的诸多强者也纷纷起身 满脸寒意地盯着天岸峰众人 啥情况啊 圣元峰的长老这么弱吗 我都没有动用权力 他就死了 圣元峰的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也就能仗着修为 欺压小背吧 不禁打 根本不禁打呀 天岸峰众位长老诧异地说道 根本没把圣元峰众人的脸色放在心上 天岸峰之人 谁不是阴险狡诈之徒 他们自然不惧圣元峰 寒夜说了 放开手脚去做 天他下来 他顶着 若他顶不住 请老祖爬出关继续顶 封主 我们把人打死了 你说 这可怎么办啊 方长老满脸叹息地看着寒夜 脸上没有一丝欠然 这狗东西竟敢对本封主放肆 被打死也是活该 寒夜漫不经心地说道 今日不死几个人 天岸峰还怎么受土 如寒夜所料 此刻在场的上百位弟子 均是神色震惊地盯着天岸峰众人 天岸峰都这么彪悍的吗 不是说天岸峰没落了 天岸峰是没落了 天岸峰之人 也全部都是阴险狡诈之辈 但人家团结啊 从没有搞内乱 毕竟谁敢内乱 下场都是剥皮抽筋练魂点灯 马德 这么户夺 我突然想要加入天岸峰了 没错 强者为尊的世道 加入一个大势力不算什么 能够加入一个肯庇护你的势力 才是关键 一些年轻人 看向天岸峰的阵营 心中有些想法了 圣元峰是强大 但天交也多呀 去那里 他们或许只是凤尾 所能分配的资源极为有限 但若是加入天岸峰 或许更为有前途 第205章 天忧老祖 极为霸道 呵呵 韩叶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他看向广场的上百位年轻人 若我天岸峰 本峰主亲自为你们互道 谁敢动你们 你们 这他妈 其余各方的强者不乐意了 有这么不要脸的吗 韩叶之举 还让他们怎么收徒 无耻啊 韩叶 看来秦某要讨教一下你的手段了 秦某缓缓起身 准圣之威席卷向韩叶 圣元峰的长老被杀 他此刻自然要站出来 否则别人还以为圣元峰怕事情 你还把自己当回事了 区区圣元峰长老 也敢接连直呼本峰主大名 过来临死 韩叶语气阴森 大手一挥 直接寄出一个黑色如墨的罐子 这个罐子散发着浓郁的魔气 威压滚滚 看起来极为诡异 大圣兵 天魔罐 众人看到这个魔罐的时候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天暗风的志强圣兵 平日里有一位老古董掌握 这是借给韩叶了 过来受死 韩叶持着天魔罐 满脸杀意地盯着秦墨 秦墨瞳孔一缩 神色忌惮无比 没想到韩叶这家伙 竟然把大圣兵都拿出来了 这还怎么打 准圣或许不能将大圣兵的威势爆发出来 但哪怕是一点点威势 也绝对不是他可以抵挡的 你刚才说话不是很大声吗 继续啊 韩叶二字也是你能叫的 韩叶满脸冷意地盯着秦墨 你 秦墨脸色阴沉 却不敢动手 卧槽 这天暗风风主好强势 好霸气啊 能够成为一风之主 又有几个简单的 一群弟子神色振奋地盯着韩叶 只觉得这位风主很彪悍 很强势 若是有这样的靠山 那未来的路 岂不是多了一分保障 韩叶 够了 突然 一道雄魂之声响起 虚空中震动 一尊浑身笼罩着赤色光芒的虚影降临 这是一尊圣人法身 见过副风主 秦墨看到 这句法身之后 微微抱拳行礼 这位是圣元风副风主的法身 虽是一句法身 但想要抹杀一尊准圣 自然轻而易举 圣元风的长老 不是谁都可以杀的 纵然你是天暗风风主也不行 这句法身 默视着韩叶 呵 韩叶脸色冰冷 手中的天魔罐 弥漫出一股恐怖的威压 丝毫不惧眼前的圣人法身 别说只是依据圣人法身 一个圣人级别的副风主 纵然是圣元风的风主来了 今日他天暗风也丝毫不惧 天魔罐虽然强 但以你的修为 纵然手持天魔罐 也不是我的对手 法身淡淡地说道 圣人之下 皆是蝼蚁 韩叶虽然是天暗风风主 但在他眼中 依旧只是一只稍微大一点的蝼蚁 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哦 你一个小辈 口气就这么大吗 就在此时 天暗风内 一只枯咒大手从里面探出来 一巴掌拍向那句法身 天忧老祖 那句法身发出一道金句之声 还不带他反应过来 便直接被一巴掌拍成飞灰 连带着周围的空间都纷纷爆炸 天忧老祖 在场的各方强者立刻站起来 神色震惊无比 显然没想到这位会现身 天忧老祖 乃是天暗风第一强者 也是唯一一位存活的活化十级别老祖 传闻这位兽元早就要抵达尽头 所以陷入了沉迷之中 没想到这次竟然会出来 要知道 这等大县将至的老古董 每次动手 都会让自己离死亡更近一分 蓝黄道院有部分这样的存在 基本上不会出手 唯有道院生死攸关的时候 他们才会出手 按理说 若只是各风的一点摩擦 这位应该不会现身才对 是有什么原因让他主动现身吗 见过老祖 韩业与天暗风的一群长老 恭敬了行礼 他们的底气便是来自这位老祖 今日本老祖照着天暗风 谁想死都可以站出来 什么狗屁圣元风 来多少杀多少 棺材之中 天暗老祖苍老的声音响起 阴森冰冷 显得极为霸道 天暗 肆意在道院内出手 怕事不好 圣元风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你如不服 大可站出来 你看看 下一秒谁会先死 天暗老祖冷然一笑 言语之中充满了不屑 圣元风的那位强者 沉默了一会儿 罢了 看你离死不远了 我也不和你计较 此事就这样算了吧 圣元风的那位强者叹息道 天暗这家伙离死不远了 他自然不敢轻易动手 否则对方临死 都会将他拖上路 胆小如鼠之背罢了 你若想死 我自然奉陪到底 天暗老祖嘲讽道 你们都退下吧 不要影响各方挑选弟子 事实 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 听到这道声音之后 天暗老祖和圣元风的强者不再多言 其余的强者则是纷纷抱拳行礼 院长开口了 他们自然不敢多言 秦默握紧拳头 脸色有些难看 今日圣元风丢脸 似乎丢大了 咻 天暗老祖的棺材 重新回到天暗风 寒夜扫了秦默一眼 眼底深处浮现一丝森冷的杀意 这秦默在他的必杀名单上 得找个机会 将对方直接弄死才行 察觉到寒夜的眼神 秦默心中一宁 只觉得浑身都不自在 三千年前 秦家在南荒道院的一位天骄 招惹到天暗风之人 结果那位天骄莫名其妙地 没了他们一直怀疑 此事是寒夜做的 却找不到丝毫证据 如今被这个家伙盯上 确实很麻烦 秀 寒夜收起天魔罐 一个飞身来到终神秀旁边 随意坐下 嗯 众人又是一脸不解之色 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寒夜竟然和他坐在一起 看样子 两人似乎是平起平坐 各位 可以挑选弟子了 一味老者开口 众人的目光 又回到广场上的众人身上 可惜了 当看到严晨瑜和严洛雪的时候 众人心中一叹 这两女倒是不错 可惜与他们无缘 而且 他们也不敢轻易收下 否则就是在得罪圣元风 天暗风无惧圣元风 但他们 却不能无惧一切 第206章 天暗收人 入无为风 小子 你倒是不错 我之前就在关注你了 入我紫禁风如何 小女娃 你修炼的谁属性功法 入我灵水风吧 那个头脚蒸容的小子 老朽关你天赋绝佳 是块修炼的料子 来我星辰风吧 在场的一些长老纷纷开口 被场中的上百人进行挑选 方长老盯着人群中的战无敌 笑着道 你入我天暗风如何 之前 他就给了战无敌一个 直接入院的名额 但对方并未接下 此番他还是不死心 打算再拉拢一番 抱歉 我们要入丹道风 战无敌淡淡地说道 战青烟此刻就在他旁边 他掌握着一伙 而战青烟也精通丹道 入丹道风自然是最佳选择 更为关键的是 那天暗风有一个 让他无比忌惮的家伙 他自然不可能入天暗风 嗯 方长老眉头一挑 竟然被人连番拒绝 怎么心中有些不爽呢 突然有种 想要抹杀天骄的冲动 终神秀剑状 不禁哑然一笑 这方长老是反派天赋觉醒了 看到天骄不入天暗风 就想着去抹杀 有意思啊 方老头 你想做什么 这小子掌握着一伙 这小女娃修炼的 也是活属性功法 明显也精通丹道 入我丹道风是最佳选择 否则只会埋没他们的天赋 你可别乱来 丹道风 一位长老沉着脸道 占无敌在秘境之中的表现 他们自然也看到了 自然要极力拉拢 至于占青烟 倒也只是附带 方长老 干什么呢 你可别乱来 快下来 韩叶挥手道 方长老闻言 这才退下 韩叶看向钟神秀 笑着道 钟长老 在场的有几位年轻人不错 要不你来挑选一下 钟神秀淡然一笑 看向严晨渝 我入天暗风 严晨渝没有一丝犹豫 师尊在哪里 他就去哪里 想到这里 他不禁看向严洛雪 要让严洛雪一起入天暗风吗 严洛雪 也是满脸心动之色 你不用急 也不需要入天暗风 等下若你有机会 可入无为风 那里有让你 师尊重塑肉身的办法 这时 钟神秀的声音 传到严洛雪耳边 严洛雪听完之后 先是一愣 继而露出激动之色 此刻他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让师尊重塑肉身 钟神秀淡然一笑 没有多言 剧情之中 严洛雪是直接被最强大的 圣元风选中 之后将天暗风当作敌人 又在圣元风一群人的打压之中 一路踩着垫脚石往上走 但是现在剧情发生了变化 严洛雪与圣元风为敌 那么他接下来会入哪一风呢 天暗风自然不适合他 钟神秀能够想到适合他的 唯有一风 无为风 原本钟神秀 便打算带着严晨鱼前往无为风 因为在他看来 无为风才是南荒道院 最为强大的一风 里面藏着不朽传承 至于现在的无为风 则是三十六风排名最末尾的存在 唯有六个怪异的弟子 和一位嗜酒如命的老头子 钟长老 这小女娃也不错 不如也让她入我们天暗风 韩夜面带询问之色 钟神秀笑着道 她不适合天暗风 不过她未来的成就 绝对会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 韩风主倒是可以提前交好 钟长老的话 我自然是信的 韩夜神色认真的点头 其他的人 你来挑选吧 钟神秀轻语 行吧 韩夜露出一抹沉吟之色 她也没有废话 更没有去认真挑选 只是对着场中众人道 想要入我天暗风的 现在就可以过来 我要加入天暗风 我也要加入天暗风 一瞬间 有二十几人走向天暗风阵营 天暗风长老强势 风主也强势 而那位老祖更加强势 这简直就是巨大的靠山啊 不错 不错啊 从今往后 你们就是我天暗风的弟子 韩夜满脸激动之色 心情非常不错 之前南荒道院招收弟子的时候 也才招那么上百人 在各方的瓜分下 她天暗风最多 也就能分到几个人 大部分都跟着圣元风走了 这让她极为绝望 现在局面有所改变 天暗风直接分走了五分之一的人 爽啊 草 无耻 其余各方之人 也是一阵谩骂 三十六风 七十二殿 一百零八辅 虽然只有三十六风招人 但有时候 七十二殿和一百零八辅 也会选择性地招收弟子 现在天暗风招走了那么多人 这还让他们怎么玩 天暗风毕竟没落了 还是入我圣元风吧 资源什么的 从来不会缺少 更有绝世强者亲自出面 指导你们修炼 圣元风的一位长老开口道 放屁 圣元风天交那么多 分到普通弟子身上 又有多少 至于那些所谓的强者 你们就别想了 他们忙着修炼 普通弟子可入不了他们的眼睛 哪里像我天暗风 只要你肯学 我天暗风所有长老 都可以为你敞开大门 方长老立刻反驳道 这 一些弟子神色犹豫了 好像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嗨嗨 害怕入圣元风当凤尾 又担心天暗风排名倒数 那就来我见到风 让你们见到之路一帆风顺 同级之内 见修无敌 你们不可能不知道 来我体风吧 本风主传授你们 无上肉身修炼者之法 横推一切强敌 若我灵水风 女弟子很多 未来的大道之路 肯定不会孤单 一下子 各风开启了抢人模式 七十二殿和一百零八斧 也不甘示弱 参与争夺之中 过了一会儿 各方选完弟子 唯有阎落雪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显得有些估计 其余各方之人选择观望 并未挑选他 师尊 严晨鱼看向终神秀 眼中带着一丝犹豫之色 放心 为师心中有数 终神秀传音道 嗯 严晨鱼心中松了一口气 这位师妹 若我无微风怎么样 就在此时 一位大富翩翩 身上没有半点修炼气息的 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他脸上带着笑容 眼睛眯着 差点看不见 咦 这个胖子 不是上次花钱走后门的那家伙吗 无微风作为三十六风之末 早就废了 听说这胖子 是某个城池中的土财主 花了钱 请无微风的那位逛了青楼 从而得到了入无微风的名额 无微风有六个弟子 每个都是奇葩 要么天赋极差 要么就直接是普通人 众人议论纷纷 神色怪异地盯着胖子 无微风 在南荒道院最为差劲 形同虚设 已经多年不来此处招收弟子了 他们偶尔招收弟子 都是在外界随便做做样子选择一下 每一次选择的弟子 都是奇葩中的奇葩 很多南荒道院的人都搞不懂 如此没落一风 为何院长还要让其存财 或许院长只是想要保命 三十六风这个数字吧 无微风 严落雪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严陈渝不会怀疑终神秀 他同样也不会怀疑 对方既然让他入无微风 肯定不会错 这位师妹 我无微风已经没落 加上风主外 总共才有七人 你可愿意入我无微风 胖子笑眯眯地问道 对于周围众人的眼神 他并未太过在意 我愿意 严落雪没有犹豫 直接答应了 好 胖子闻言脸色大喜 立刻道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无微风的七师妹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风主 此女可是风主 亲自让他来挑选的人 肯定有过人之处 去吧 终神秀对着严落雪到了一句 严落雪轻轻点头 跟着胖子离去 竟然入了无微风 这是不想修炼了 呵呵 他入无微风也好 若是入天暗风 我等还不好动手 一些人冷然一笑 觉得这个结果也不错 入无微风 可惜了 寒夜轻轻一叹 可惜什么 终神秀失笑道 啊 寒夜一愣 无微风亦无资源 而无强者 此女天赋不错 天赋绝对会被埋没 这还不可惜吗 终神秀摇头道 寒风主觉得 南荒道院最强者是谁 自然是院长 寒夜低声道 不是 最强者就在无微风 终神秀淡笑 南荒道院的创立者 乃是男胜 号称南荒第一人 现在南荒道院的院长 在南圣面前 也只是晚辈中的晚辈 而无微风的那位老酒鬼 则是南圣的护道人兼师尊 辈分非常高 实力自然也不弱 阎落雪去那里 自然是最佳的选择 而且无微风那六位弟子 看似一个个奇葩 实则均有特殊之处 可以说 从今往后 他们将会是 阎落雪强有力的靠山 什么 寒夜瞳孔一缩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震惊 此事他可从未听人提及过 终神秀笑了笑 也没有过多解释 第207章 无微风主 无微风主 无微风 其实妹 我们无微风 相对于其他道风而言 确实有些寒酸 还望你不要见怪 胖子神色尴尬地 对阎落雪道 阎落雪往四周看了一眼 无微风确实很寒酸 他本以为这座道风上 会有诸多神秘的大殿 诸多古老道场 没想到入眼的 却是几栋简朴的木屋 不过这座道风确实很大 被神秘大阵笼罩 有诸多古老的禁止 明显藏着大秘密 此处环境也很不错 各种参天古树助力 周围的灵气浓郁无比 倒是极为适合修炼 无微风上 倒是能见到几人 有砍柴的侨夫 读书的文弱书生 做菜的厨师 抚擎的男子 而且这四人身上 均无丝毫修饰的气息 明显都是普通人 如此阵容 确实很奇特 胖子笑着道 师妹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们几位都是 无微风的四位师兄弟 砍柴的是大师兄侨夫 读书的是二师兄书生 做菜的是你四师兄厨子 抚擎的 则是你五师兄情师 至于我则是你三师兄 我叫钱多多 七师妹好 四人看过来 笑着对严洛雪打招呼 四位师兄好 严洛雪也是对着四人 露出一抹笑容 心中却有些怪异 这四人都没有名字吗 好像就三师兄 钱多多有名字 钱多多又道 你还有一位六师姐 他不知道去哪里流达了 等他回来 我带你去见见他 至于现在 我则是送你去见风主 严洛雪心中一动 抱拳道 多谢三师兄 钱多多笑着点头 他随手一挥 一股挪移之力爆发 严洛雪瞬间消失在此处 这七师妹 好像很奇特啊 做饭的厨子脸上 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钱多多等人笑而不语 显得极为神秘 能够被那个老家伙看中的人 自然不简单 与他们不同 他们加入无为风 是刻意而为 而非被那位老家伙挑选而来 但严洛雪 则是被对方亲自挑选的 在一个神秘的山间 瀑布飞驰而下 形成一个个水潭 流水四泻 又化作一条条山间河流 诸多灵兽在河流边喝水 显得欢快无比 一个水潭边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在垂掉 他身着一袭粗布衣衫 手中拿着酒葫芦 满脸醉意 您就是无为风的风主吗 严洛雪看向老者 眼中露出一丝好奇之色 老者看了过来 浑浊的眸子 瞬间闪过一道幽光 他布满皱纹的老脸上 浮现一抹笑容 我叫陆无为 正是无为风风主 严洛雪脸色一喜 立刻上前行礼道 见过陆风主 陆无为笑着问道 南荒道院有三十六风 七十二殿 一百零八幅 每一方都有特殊的传承 相对其他各方而言 我无为风明显是没落了 老朽很好奇 你为何会愿意加入我无为风 难道是因为你身上的那个灵魂体 严洛雪身躯一阵 连忙问道 这是我师尊 我想在无为风 寻找让他重塑肉身的方法 有情有义 不错 无为风确实有重塑肉身的方法 也有相应的天才地宝 不过那些东西 需要你自己去获取 陆无为沉吟道 请问风主 我要如何才能得到那个方法 和那些天才地宝 严洛雪诚恳地问道 方法我倒是会 但那些天才地宝 需要实际才能夺取 这样吧 你先熟悉一下无为风 但实际到了 我再告诉你 如何获取 只要你能夺来那些天才地宝 到时候 我可以替他重塑肉身 怎么样 陆无为轻笑道 多谢风主 严洛雪欣喜无比 接下来 你先去找你那几位师兄师姐 他们会教你一些有用的东西 三个月后 再来这里找我 陆无为轻轻挥手 严洛雪的身影 顿时消失不见 秀 下一秒 一位俊美的白袍男子 出现在这里 此人正是凤华 他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见过无为前辈 凤华对着陆无为抱拳 陆无为笑着道 西年匆匆一别 你小子怎么变成这副样子 此刻的凤华只是灵魂体 实力大打折扣 我这弟子天赋绝佳 可惜心性差了点 得让他先学会独立 否则的话 未来他的路走不远 凤华轻声道 你倒也够果断的 不过重塑肉身 需要耗费的东西太多 那些天才地宝 还得让他自己获取才行 这一点 我不会帮他 陆无为道 这是自然 这段时间就劳烦前辈 照服他一番 西年男圣也没有活得 前辈的真正传承 想来这丫头 不会让前辈失望 凤华眼中闪烁着金光 陆无为的传承 无为风的秘密 这是无数人都极为渴望的东西 无为风那六人 就是为了盯着这些东西 否则的话 以那几人的身份 不可能前来无为风 你小子真的是中州之人吗 我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呢 陆无为神色怪异地盯着凤华 这些都不重要不是吗 无为前辈 现在确实缺一个传人 无为风的不朽传承 也需要一位合适的传人 凤华神秘一笑 有道理 陆无为笑着点头 也不再纠结此事 他年纪太大了 活了漫长的岁月 寿员也快要到尽头了 这一身本事 确实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传人 恰好严落雪 就入了他的眼睛 从对方踏入南圣古域的时候 他就在关注对方了 南圣都难以带走的东西 或许可以给那个丫头 关于我的事情 还望前辈保密 凤华微微抱拳 放心吧 陆无为哑然一笑 活了大把年纪 他什么人没有见过 自然不会太过惊讶凤华的行为 凤华笑了笑 身影缓缓消散 阎落雪 气韵之力雄浑 天赋绝佳 他确实很适合 无微风的那些东西 陆无为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眼中充满了期待之色 第208章 一棵桃树 一道虚影 天暗风 一座气势雄浑的高山之巅 此处筑立着宏伟的古老大殿 周围竟是灵气笼罩的群山 环境清幽 宛若人间仙境 灵鹤在迷雾之中高抗鸣叫 在一座大殿前面 有一根漆黑如墨的枯寂树桩 这根树桩 好似被雷劈过一般 带着一丝雷霆之力 钟长老 这就是我给你们安排的住址 从今往后 你们就住在这里 有任何需要 都可以直接到锁 寒夜满脸客气地对着钟神秀道 多谢寒风主 钟神秀笑着点头道 这是应该的 寒夜连忙回道 他又看向阎晨鱼搓了搓手 然后对着阎晨鱼道 阎晨鱼 你去那根树桩看看 能否有什么发现 眼前这座山峰 名为混沌峰 在古老的岁月间 曾是混沌秘法传承之地 后来发生的一些诡异之事 树桩的力量散去 传承也因此断绝 阎晨鱼挣了一秒 不禁看向钟神秀 运转混沌之力 去试试看 钟神秀笑着点头好的师尊 阎晨鱼不再犹豫 他走向混沌树桩 将手按在上面 一丝混沌之力弥漫 嗡 树桩顿时爆发 一阵更为浓郁的混沌之力 阎晨鱼的灵魂 瞬间被扯入一个 神秘的画面之中 在画面之中 他看到了一株桃树 春去秋来 桃树开花 结果 枯寂 周而复始 而在桃树前面 则是有一道神秘的虚影 他撑着下巴 不知在思索什么 时间之力 竟然不能对他产生丝毫影响 他仿佛跨越了时间长河 诡异莫测 更为惊奇的是 他的身上 竟然弥漫着浓郁的混沌之力 那种混沌之力 让人阎晨鱼感到心惊 突然 那道虚影 似乎察觉到了阎晨鱼的存在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 摇摇头 低声道 等到你了 你要保护好他哦 说完 他对着阎晨鱼伸出手指 一道混沌之光 瞬间涌入阎晨鱼的眉心 一会儿后 他移开了目光 伸手抚摸着桃树 一丝混沌之力 涌入桃树之中 春去秋来 桃树依旧在开花结果 有一天 那道虚影毅然离去了 天地之间 唯有一棵桃树助力 他显得无比估计 开花 衰败 结果 掉落 衰败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个春秋 天穷碎裂 恐怖地蔑视雷杰降临 那株桃树在雷杰之中覆灭 只剩下一根树桩 画面到此停止 严晨鱼瞬间睁开眼睛 额头不满了冷汗 严晨鱼 怎么样 寒夜呼吸急促 颤声问道 多年没有变化的树桩 此刻竟然有了一丝异变 这让他感到惊喜 颜晨鱼果然是天暗风未来的希望 颜晨鱼抹了一把冷汗 凝声道 我看到了一棵桃树 还有一道神秘的虚影 虚影离去 桃树被雷杰覆灭 桃树 虚影 寒夜愣了一秒 颜晨鱼又道 那道虚影还给了我一些东西 好像是某种神秘的功法 传承 那是天暗风的传承 寒夜激动地说道 无尽岁月过去 天暗风的传承终于要问世了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颜晨鱼犹豫了一下 寒风主 这门传承太过玄妙 而且似乎还带着封印 时间仓促 我还未解开 待我解开之后 我会交给天暗风 寒夜闻言不禁哑然一笑 他摇头道 天暗风的传承很特殊 他会自己责主 唯有被选中的人才能修炼 外人纵然见到了功法 也不能修炼 所以这门传承只属于你自己 若这传承能进行分享的话 也不至于断绝 更是如此 才能说明天暗风传承的强大和诡异 这样吗 颜晨鱼一正 寒夜深吸一口气道 从今往后 我天暗风的任何资源 钟长老和颜晨鱼 你们都可以获取 所有的秘境 所有的功法 你们都可以尽情使用 颜晨鱼乃是天暗风的弟子 还获得了天暗风的无上传承 天暗风自然要倾尽全力 来培养中神秀淡孝道 多谢寒风主 寒夜神色振奋地说道 此事太过重大 关系到天暗风后续的资源 我需要向院长禀报一番 便先告辞了 你们有任何需要 都可以直接找我 嗯 钟神秀轻轻点头 寒某先行告退 寒夜抱拳 便转身离去 天暗风的传承在线 那么他也得和院长 谈论一下资源的事情 这些年 天暗风排在三十六封倒数第二 资源可不不咋样 这下倒是可以提上一嘴了 想来院长不会拒绝 涉及到资源的事情 可得赶快下手才行 看到寒夜离去后 严晨渝对钟神秀道 师尊 这并非是混沌树桩 我知道 他曾是一棵桃树 被一位掌控混沌之力的女子 注入了混沌之力 后来那位女子 他也因此遭遇了雷劫 钟神秀轻语 严晨渝振了一秒 又满脸震惊地盯着钟神秀道 师尊无所不知 真的好厉害 这天地间 似乎没有师尊不知道的事情 师尊真的太厉害了 钟神秀淡笑道 传承之势 你慢慢去解开 以后你就在这根树桩前修炼 它会慢慢复苏 重新成长起来 然后开花结果 好的师尊 严晨渝连忙点头 先逛逛吧 钟神秀带着严晨渝 在山峰中逛起来 秀 两人化作残影 消失在此处 这座山峰巨大无比 里面有大殿 广场 秘境 洞府等等 单单一座山峰 便比南荒道院还要巨大 让人感到震撼 在后山一片开满鲜花的地带 师尊 这南荒道院好大了 仅仅是一封 都比我们圣道学院还要巨大 而且 这里 似乎藏着很多的好东西 严晨渝惊喜地说道 钟神秀轻语道 南荒道院 藏着诸多造化和机缘 而且 这里还有通往东荒的传送阵 通往东荒 严晨渝神色一阵 钟神秀笑着道 在南荒道院之中 便有东荒之人 严洛学所在的吴维风 便有几个东荒之人 甚至还有魔界 妖界 中周的存在 第209章 血迹之术 万灵血诛 东荒 魔界 妖界 钟周 严晨渝露出惊恶之色 钟神秀但笑道 吴维风六大弟子 均有特殊之处 大弟子侨夫来自魔界 二弟子书生 四弟子厨子 五弟子秦师来自东荒 三弟子钱多多来自钟周 六弟子重名来自妖界 无一例外 他们都有圣人之境的修为 圣人之境 严晨渝瞳孔一缩 吴维风六大弟子 均是圣人 那么那位风主 岂不是更为可怕 钟神秀轻轻点头道 你的猜测不错 吴维风的风主 确实不弱 他叫陆无为 乃是南荒道院 创立者南圣的师尊 一个活了无尽岁月的老古董 南荒道院 开创者的师尊 那他的修为得有多强 严晨渝好奇地问道 南荒道院 乃是南荒最强大的势力 里面有诸多神秘的强者 而开创者南圣 肯定更为可怕 那么他的师尊 又得有多强 钟神秀轻语道 入乌为掌握着强大的传承 战力无双 算得上是南荒道院第一强者 但他的天赋却很一般 修为并不强 也就半步大圣境 相对而言 他的弟子南圣 倒是不简单 离开南荒之后 踏足东荒 还在东荒创立了无上道统 也就才半步大圣境 严晨渝哭笑不得地看着钟神秀 别说半步大圣境 纵然是圣人之境 对此刻的他而言 也是遥不可及的存在 但是师尊提到半步大圣的时候 却是那么的云淡风轻 他真的很好奇 在师尊眼中 什么存在才算得上真正的厉害 钟神秀轻然一笑 没有多言 严晨渝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问道 师尊 我们圣道学院的开创者 也在南荒道院休息过 不知他曾在哪一封 钟神秀道 剑道风 不过他并未在剑道风 留下任何根基 与那些世家倒是有所不同 原来如此 严晨渝露出恍然之色 钟神秀又道 严洛雪如今再无为风 他的那些师兄师姐 肯定会教他不少东西 接下来也得好好修炼 为师给你定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 三个月内将修为提升到 神葬境巅峰 第二个目标 后三个月将图生地数 第一层修炼成功 到时候会有一场特殊的试炼 要知道南荒道院 还有不少天骄 你得和他们竞争一下 我会努力的 严晨渝神色严肃的点头 之前在秘境之中 他倒也见到了一些强大的修士 不过那些人并非真正的天骄 要知道 那些圣地 世家 大叫的天骄 早就通过直接入院名额 进入了南荒道院 人家根本没有去参加考核 那些人才是他真正的对手 秀 忠神秀轻轻挥手 带着严晨渝出现在那根树桩前 这些丹药先给你 忠神秀将一瓶瓶丹药拿出来 谢谢师尊 严晨渝乖巧地接过丹药 忠神秀背负双手 往大殿之中走去 严晨渝看向身前的大殿 随手一挥 藏风垫三个字出现在牌匾上 他奄然一笑 这样就顺眼多了 修炼 他盘膝坐在树桩旁边 直接开始修炼 大殿之中 忠神秀盘膝坐在地上 一团血色光芒飞出来 瞬间融入他的眉心 这正是血迹之术 这可是一门强大且血腥的秘法 想要让其爆发真正的威势 还需要炼制万灵血珠才行 忠神秀暗道一句 为何屠夫觉得 这是一门鸡肋秘法 因为他并不知道 这门秘法的真谛 也不知道万灵血珠之事 血迹之术 若是没有万灵血珠为影 施展的时候 需要献祭自身血肉为源 这样的施展方法 爆发的力量自然很有限 真正的血迹之术 献祭的不是自身 而是亿万生灵 太古时代 便有一位无上狠人 修炼过血迹之术 后来为了抵抗天道轰杀 他一念之间 直接献祭一方小世界 亿万生灵顷刻间灰飞烟灭 而他则是获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 硬生生地度过了天道轰杀 凶猛至极 不过想要炼制万灵血珠 还得屠杀不少生灵才行 终神秀宴中闪过一道浓郁的血光 他闭上眼睛 认真参悟血迹之术 至于万灵血珠之事 只能放在后续再炼制 另一边 南荒道院 一座神秘的山巅 这里是院长居住的地方 韩叶正在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喝茶 这位老人 正是南荒道院的院长 布天书 院长 如今我天暗风传承在线 而且这次还招收了不少弟子 你说这资源 韩叶轻轻搓手 笑容非常浓郁 他堂堂一风之主 给天暗风要资源 寒沉吗 自然不寒沉 修炼者的事情 怎么能叫寒沉呢 要多少 布天书哑然一笑 之前 韩叶便给他汇报过一些严尘鱼的情况 这也是他放任天暗风众人动手的关键 天暗风的传承 那可是南荒道院志强传承之一 他作为医院执长 自然不想见到那门传承断绝 否则他就是道院的罪人 如今好不容易有人获得了南门传承 他自然很高兴 韩叶没有客气 直接将一只手伸出来 五倍 五倍 你小子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 你父亲在世之时 也不敢这么要吧 布天书嘴角一抽 满脸无语地看着韩叶 天暗风虽然没落了 但道院给的正常资源可不少 这一开口就要五倍 这可不是小数目 我天暗风没落了那么多年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一丝希望 我想院长 也不希望看到我天暗风继续没落下去吧 韩叶神色严肃地说道 五倍资源算什么 人家圣元峰排名三十六峰之首 那资源才是真正的庞大 这些年可让他眼红无比 布天书思索一下 陈寅道 五倍资源倒是没有问题 不过 我这边有一个要求 要求 院长请说 韩叶一听 顿时知道有幸 原本他预期的资源是两倍 毕竟这就类似于买卖 双方总得讨价还价一番 倒是没想到 院长竟然真的打算给五倍资源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第210章 五倍资源 半年考核 布天书端起茶杯 品了一口香茶半年后 百段山秘境即将开启 到时候 道院会对年轻的弟子进行一场考核 天安峰所有年轻一倍的弟子 只要有人能入前十 我便给天安峰五倍的资源 前十 寒夜瞳孔一缩 眉头紧锁 这难度可不小啊 南荒道院内三十六峰 七十二点 一百零八幅 均有不少强大的年轻天骄 这一次 一些世家 圣地 大教的年轻人 更是提前入了南荒道院 那些人的实力更为可怕 天安峰弟子 想要夺取前十 极为困难 这个条件对天安峰而言 难度确实不小 这样吧 我再退一步 若是天安峰弟子 能够达成这个条件 我便给五倍资源 若是不能达成 我便给两倍 如何 布天书轻语道 资源肯定是要给的 就是多与少的问题 天安峰传承 既然被人夺得了 道院这边肯定要重点照顾一下 这个倒是可以 寒夜闻言 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又道 在这半年内 还望院长开个特例 先给我天安峰五倍资源 毕竟天安峰老的 小的 都要消耗不少资源呢 行 布天书轻轻点头 道也很大方 多谢院长 如此 我就不打扰了 寒夜立刻站起来 对着布天书行了一礼 布天书神色认真的看向寒夜 天安峰好不容易出现 一个不错的苗子 你天安峰可得好好培养 院长请放心 我天安峰与其他峰不同 只要是好苗子 肯定会倾尽全力培养 寒夜神色严肃无比 天安峰内 拒绝内斗 这没落了那么多年 发展天安峰才是关键 谁他妈赶完内斗 一旦被他发现 他肯定要将其剥皮抽筋 嗯 布天书轻轻点头 寒夜刚要转身离开 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又问道 院长 之前有人告诉我 吴威风主 乃是我南荒道院最强者 你知道此事吗 布天书闻言 神色一正 诧异地看着寒夜道 谁告诉你的 院长能否给点提示 寒夜不打反问 他确实是我南荒道院的最强者 布天书轻声道 明白了 多谢院长解惑 寒夜身体一阵 连忙对着布天书行了一礼 看来接下来 还得和吴威风好好接触一下 这些年 吴威风越发没落 在南荒道院 没少遭受白眼 更是没有人愿意去交好 这对天安峰而言 倒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想到这里 寒夜心中对中神秀充满了感激 若非中长老提醒 他估计还被蒙在鼓里 你这划头 比你父亲强多了 布天书笑骂道 寒夜告退 寒夜信信一笑 再次行了一礼 便转身离去 没过多久 一道声音在南荒道院响起 所有人都知道了 半年后年轻弟子考核之事 而且还涉及到了 各风资源的分配 各风的氛围 瞬间紧张了起来 从现在开始 而等加紧修炼 莫要在考核之中丢脸 此次考核至关重要 涉及到了 而等未来的资源 不可大意 即日起 本风藏经阁 对所有弟子开启 都给我好好修炼 各风的强者 纷纷对年轻弟子 进行了叮嘱 转眼 三个月过去 哄 钟神秀和颜晨宇所在的山峰 一股恐怖的威压爆发 混沌之力充斥天地 天穷化作一片漆黑 诡异无比 这事 寒夜从修炼之中苏醒 他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混沌风 颜晨宇睁开眼睛 身上弥漫着浓郁的混沌之力 他微微握紧拳头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三个月的时间 他终于踏入了神藏境巅峰 这三个月 可消耗了不少资源 未来的路 所需的资源肯定更多 颜晨宇轻语 神葬之后 便是洞天 若他真的开辟了十大洞天 到时所需的资源 肯定是别人的十倍起步 那种消耗 才是真正的恐怖 不错 钟神秀副手走出大殿 看向颜晨宇的眼神 带着一丝赞许 师尊 颜晨宇起身 对着钟神秀 露出一抹笑容 嗯 钟神秀轻轻点头 秀 这时 韩叶飞升而来 他先是对着钟神秀抱拳 钟长老 钟神秀对着韩叶笑着点头 韩叶的目光落在颜晨宇身上 惊喜地说道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便将修为提升到了神藏境巅峰 很不错 修行这种事情 有时候看天赋和悟性 若是天赋和悟性不行 纵然给再多资源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突破 很多修士容易被卡在境界上 难以再进丝毫 便是这个道理 资源很关键 但很多时候 天赋和悟性也至关重要 多亏了韩丰主给的资源 颜晨宇对着韩叶行了一礼 哈哈 资源只是小问题 天赋的所有资源都可以给你 韩叶笑着挥手道 他又对颜晨宇道 再过三个月 便是南荒道院年轻一辈的弟子考核了 天赋的各种秘法都可以对你开放 你可要去看看 颜晨宇摇头道 我身上有一门秘法 接下来要好好修炼一番 也好 韩叶轻轻点头 终神秀实力深不可测 功法秘籍什么的 颜晨宇肯定不会缺 咦 这树桩好像发芽了 突然 颜晨宇的目光落在旁边的树桩上 原本枯寂的树桩 此刻多了几片嫩芽 嗯 韩叶立刻看向树桩 上面确实有嫩芽 这让他震惊无比 继而又是一阵激动 南荒道院创立之时 这里便只有一根树桩 看这样子 这是要复活的传闻 这是混沌树的树桩 一旦复活 天暗风岂不是会多上一棵混沌树 想到这里 韩叶呼吸急促无比 终神秀淡然一笑 对此并无丝毫意外 此事干系重大 我还得去见见院长 韩叶沉应道 不用 我已经来了 布天书的声音响起 他瞬间出现在此处 第二11章 你很不错 好好努力 院长 看到布天书到来 韩叶连忙行礼 见过院长 严晨宇挣了一秒 立刻对着布天书行礼 他好奇地打亮着眼前的布天书 这就是南荒道院的院长吗 看起来确实很神秘 实力深不可测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站在原地 对于布天书的到来 倒是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嗯 布天书对着韩叶和严晨宇点头 他打亮着严晨宇 笑着道 你就是严晨宇吧 你很不错 好好努力 多谢院长夸奖 陈宇会努力的 严晨宇攻身行礼 布天书的目光落在终神秀身上 嗯 下一秒 他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一抹惊疑之色 竟然看不透对方的修为 而且 此人还给了他一种 极度危险的感觉 韩叶见状 连忙道 院长 这位是我天暗风的钟长老 他也是严晨宇的师父 这样啊 布天书轻轻抚摸着胡须 眼底深处浮现一丝凝重 不知在想什么 院长 你快看这根混沌树桩 他发芽了 韩叶见分为不对劲 立刻转移了话题 布天书的视线 这才落在树桩上 他走进树桩 喃喃自语道 神迹 真的是神迹 我从未想过 有一天 这根树桩能够复活 院长 自从严晨宇来到我天暗风之后 混沌树桩就复活了 说明它就是我天暗风的希望 或许未来有一天 我天暗风会出现 一棵恐怖的混沌神树 韩叶眼中露出憧憬之色 混沌树到底长什么样子 他也不知道 所以心中充满了期待 眼前的树桩已经发芽 迟早会长出枝端 混沌神树 布天书闻言 不禁哑然一笑 啊 我说的有问题吗 韩叶疑惑地看向布天书 布天书摇头道 一直以来 南荒道院都在传天暗风的 这根树桩是混沌树桩 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其实它并不是混沌树桩 而是一根桃树桩 桃树 韩叶神色呆滞 眼中露出惊恶之色 天暗风的记载 这就是一颗混沌树桩啊 而且天暗风的传承 便与混沌有关 布天书沉印道 没错 就是一根桃树桩 南荒道院还未出现的时候 这根桃树桩就存在了 不过关于这根桃树桩的记载非常吸手 它沾染了混沌之力 而且还带着神秘的传承 所以在南圣开创南荒道院的时候 就一直保留着这根树桩 寒叶目瞪口呆 这一刻 他突然想起之前严晨瑜说过的 看到了一棵桃树和一道神秘的虚意 虽然是桃树 但也不简单 你莫要小视它 西年南荒道院遭遇了强敌围攻 最终桃树爆发一股恐怖的力量 直接惊退了强敌 它一旦复苏的 肯定会极为恐怖 这倒是让我充满了期待 布天书神色严肃地说道 这根树桩存在的岁月太过古老 在古老的时代 它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 让人无比好奇 寒叶盯着眼前的树桩 一言不发 心中有些失望 毕竟它更希望这是一根混沌树桩 不过此刻 它也有些好奇 一根桃树桩 还带着混沌传承 存在了无尽岁月 本身就很诡异 它一旦复苏 又会是什么样子 好好培养 这棵桃树若是复活 对天岸风而言 对整个南荒道院而言 绝对是天大的喜事 布天书满脸认真的说道 明白了 寒叶恭敬地回道 他倒也觉得自己的想法 有些痴心妄想 混沌树 何其的诡异 那是传说中的无上神术 南荒道院这样的地方 又怎么可能出现混沌树 那等强大的东西 嗯 布天书轻轻点头 便消失在此处 寒叶认真打量着眼前的桃树桩 神色有些复杂 终神秀但笑道 你也不用太过失落 这棵桃树可不简单 一旦它复苏 这片天地 很少有人能够抵挡 它真的那么厉害吗 寒叶目光一鸣 这是自然 它伴随过混沌 历经过万古大劫而不灭 待它复苏 就是破茧重生 肯定很恐怖 终神秀笃定地说道 在未来 这棵桃树确实很可怕 凶猛无比 钟长老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寒叶脸上多了一抹笑容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中神秀的话 比布天书的更有权威性 与此同时 吴维峰 天凤大地的传承 不死鸟的传承 洛雪师妹 你到底还掌握着多少强大的传承啊 一片山林中 一位身着黑色长袍的漂亮女子 神色惊恶地看着阎洛雪 她自认为 自己也算是见多识广之辈 但是此刻真的被阎洛雪震惊到了 阎洛雪身上的传承 真的非常多 甚至连地道传承都有 让人感到震惊 她就是一个移动的宝库 众名师姐 我身上也没有多少传承 阎洛雪神色有些尴尬 这三个月的时间 她算是见到了几位师兄师姐的恐怖 她的这几位师兄师姐 就没有一个是简单制备大师兄 是一个侨夫 但她却能让自己 快速修炼成大荒神体第二层 侨夫的修炼的功法极为诡异 体质也强大无比 抬手间可让天地崩碎 霸道至极 她好像是一尊绝世邪魔 二师兄书生 她精通正道 传了自己无上正道 三师兄钱多多 宝物很多 给了自己诸多好东西 随便一样 拿出去都能引起一番血雨腥风 同时传了她一门道法 玄妙莫测 四师兄厨子 竟然是一位强大的炼器师 也传授了自己炼器之道 五师兄情师 则是擅长灵魂大道 传授了自己一门强大的灵魂修炼之法 至于六师姐众名 竟然是一尊大妖 乃是太古凶兽之一的众鸣鸟 她教自己如何去掌握天凤地印 有了她指点 自己的天凤地印领悟得更加深邃 而且她还传授了自己 虫鸣鸟一族的强大秘书 六位师兄师姐 都教会了她很多东西 让她受益无穷 这一刻 她似乎明白 为何终神秀要让她来无为风了 无为风不是没落了 而是强大到变态 第212章 六道天宫 六大洞天 众鸣对着炎落雪摇摇头 道 我教给你的东西 你已经全部学会了 接下来 你再去见见风筑 好的 炎落雪恭敬地对着众鸣行了一礼 去吧 众鸣轻轻挥手 炎落雪的身影瞬间消失在此处 众鸣站在原地 神色有些复杂 落雪师妹的天赋 真的是万古罕见 一道叹息声响起 咻 乔夫五人出现在这里 他们也是满脸感慨之色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便能将我们交给他的东西全部学会 他简直就是妖孽啊 乔夫轻声一叹 他纵横魔界什么样的天才没有见过 但也只有炎落雪让他感到震惊 很多时候 努力在天赋面前真的一文不值 落雪师妹这样的人被大气运笼罩 未来注定要一飞冲天 此番交好 对我们也有诸多好处 钱多多笑着说道 他是生意人最会精打细算 众人一言不发 山间 陆无为依旧在垂掉 见过风筑 炎落雪恭敬地对着陆无为行礼 你的天赋比我想象中还要可怕 三个月的时间便能将他们交的东西全部学完 很不错 陆无为放下鱼竿 满脸赞许地说道 都是各位师兄师姐 他们交得好 炎落雪轻声道 陆无为轻轻一笑 又道 如今 你已经修炼到了神脏境巅峰 接下来就是动玄境了 你可有什么想法 炎落雪震了一秒 摇头道 暂时还不知道 动玄境的门槛 对他而言 想突破就能轻松突破 他并未什么特殊的想法 陆无为抚摸着胡须 轻轻挥手 炎落雪的头顶出现一尊冰金凤凰 一尊烈焰不死鸟 这是炎落雪神脏的演化 神藏生两物 陆无为面带沉吟之色 他对炎落雪道 动玄境 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境界 需要开辟洞天 从而温养神脏之物 一般而言 你的神脏诞生多少物 便可开辟多少个洞天 你的神脏内有二物 便要开辟两大洞天 炎落雪神色一正 陆无为道 两大洞天虽然不凡 但算不得多强 我掌握着一门特殊的 开辟洞天的天宫 名为六道天宫 我想要传授你 不过修炼六道天宫难度太大 而且伴随着巨大的凶险 纵然是我也修炼成一部分 你想要修炼吗 他掌握的最强传承 正是六道天宫 那是他机缘巧合得到的一门功法 原本是无名功法 不过上面记载了 开辟六大洞天的方法 他便将其命名为六道天宫 开创者的想法很诡异 直接截取天地间的元素之力 将其纳入神脏 充当神脏之物 从而开辟更多的洞天 他也只修炼成一部分 以神脏一物 硬生生开辟出三大洞天 这样开辟出来的洞天 远比正常的神脏三物 开辟的三大洞天要强上很多 他也曾教男圣修炼 可惜男圣并未成功 如今阎洛雪的出现 倒是让他看到了希望 六道天宫强大吗 阎洛雪问了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陆无为神色严肃地点头道 强 很强大 你若是能修炼成功 同级内少见敌手 那我修炼 阎洛雪轻轻点头 好 陆无为脸色一喜 他随手一挥 一道白色光芒涌入阎洛雪的眉心 陆无为压制内心的情绪 他沉生道 接下来的三个月 你就在这里努力感悟这门功法 嗯嗯 阎洛雪轻轻点头 他盘膝坐下 认真感悟这门功法 天地间的各种元素力量 自动进入他的体内 诡异无比 转眼 一个月过去 哄 阎洛雪身上爆发一股恐怖的威亚 在他的头顶出现一个神秘的洞天 洞天呈现冰晶之色 里面蕴藏着诡异的力量 诸多符文悬浮在洞天旁边 第一洞天 顺利开辟 陆无为在旁边掠震 眼中露出一抹惊喜之色 他本以为阎洛雪要吃透这门六道天宫 需要不少时间 没想到 对方仅用一个月就彻底吃透了 而且还成功开辟了一个洞天 这一刻 他突然有一种感觉 自己就是一个废物 根本不适合修炼六道天宫 这门天宫 就是为阎洛雪准备的 嗡 很快 天穷一颤 阎洛雪身上的气息再次强了一分 第二个洞天出现 是一个充斥着烈焰的洞天 第二洞天 竟然这么快就开辟了 陆无为身体一震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开辟洞天 是一个极为艰难 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般而言 哪怕是那些天之骄子 开辟一个洞天 最起码也需要数年的沉淀 很难在短时间内开辟第二洞天 但阎洛雪却做到了 妖念 他真的是一个妖念 陆无为神色激动无比 阎洛雪缓缓睁开眼睛 轻声道 还能继续开辟洞天 是的 此刻他明显感觉到 还未到达极致 洞天还能继续开辟 这是那门天宫带来的效果 还能继续开辟 那就一鼓作气 陆无为呼吸急促 眼中充满了期待 嗯 阎洛雪继续闭上眼睛 身上的力量越发强悍 轰轰轰轰轰 随后 又是一阵阵恐怖的威压爆发 阎洛雪的头顶 同一时间出现四个洞天 分别是金属性洞天 木属性洞天 水属性洞天 风属性洞天 加之刚才的兵属性洞天 火属性洞天 此刻他已经有六大洞天了 六大洞天 竟然就这样开辟成功了 陆无为神色呆滞 当年在这个境界的时候 哪怕他修炼六道天宫 也用了上百年 才勉强开辟出三大洞天 阎洛雪却在短暂间 开辟了六大洞天 这还是人吗 问 阎洛雪捏动硬绝 六大洞天悬浮在上空 不断旋转 恐怖的力量爆发 此刻他发现自己的战力强了数倍 掌握的力量非常奇妙 六大洞天已成 那么接下来 陆无为凝视着阎洛雪 阎洛雪自语道 六大洞天开辟成功 达到了六道天宫的极致 接下来似乎可以一念之间 突破洞悬径 突破 你急什么 就在这时 一道淡漠之声响起 空间碎裂 终神秀背负双手走了出来 第213章九天玄宫九大洞天 中风主 看到中神秀的时候 阎洛雪脸色一喜 没想到中神秀会来无为凤 陆无为则是眉头一挑 阎洛雪连忙对陆无为道 无为风主 这位是我的 长辈 他没有恶意的 陆无为文言 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 却依旧在打量着中神秀 眼中露出一丝诧异 竟然看不透 属实诡异 哄 中神秀随手一挥 阎洛雪身上的气息 瞬间被压制下去 他淡淡地说道 你不过才开辟六大洞天 没必要去急着突破 以你的天赋 最起码要开辟九大洞天才行 九大洞天 阎洛雪神色一正 他已经感觉自己的洞天 已经开辟到了极致 六大洞天便是极限 还能继续开辟吗 他的洞天已经开辟到了极致 不可能继续开辟下去 陆无为摇摇头 阎洛雪的神葬不过才二五 凭借六道天宫多 开辟了四大洞天 便已经是极致 想要继续开辟下去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这也是六道天宫的极限 终神秀默然道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六大洞天只是你这门功法的极限 但不是它的极限 若是此刻突破 它就真的废了 原剧情之中 阎洛雪入了圣元风 并未修炼六道天宫 但他硬生生开辟出了九大洞天 此刻修炼六道天宫 若是连九大洞天都开辟不出来 那才是真的有问题 这 陆无为眉头紧锁 终神秀看向陆无为 淡淡地说道 你所谓的六道天宫 不过是一门残缺的功法 完整的功法名为九天玄宫 还有一部分你并未得到 陆无为瞳孔一缩 立刻看向终神秀道 阁下似乎很了解这门功法 是的 六道天宫本就是无名功法 它所得到的不过是残缺之法 但即使如此 六大洞天也极为变态 至于后续部分到底是什么 陆无为自己也不知道 看样子 眼前之人似乎极为了解这门功法 这让他无比震惊 终神秀没有回答陆无为的问题 他看向阎洛雪道 你的修炼之路向来一帆风顺 境界门槛对于你而言更是形同虚设 所以 这一次 你需要自己制定一个瓶颈 从而打破瓶颈 你不要太过将六大洞天当做一回事 你的目标最低是九大洞天 我说的是最低目标 明白吗 明白了 阎洛雪连忙点头 中风主肯定不会骗他的 是的 他之前的修炼之路确实一帆风顺 如今开辟六大洞天 他便觉得这是极致 或许可以将这个极致当做一个瓶颈 他要做的就是超越极致打破瓶颈 他的境界明明比阎晨宇还要高 却始终不是对方的对手 或许就是与此事有关 他的沉淀还是不够 前往百段山之后 我会教你如何夺取另外一部分功法 实在得不到那部分功法也没有问题 后续的洞天如何开辟 我自会教你 这些事以后再说 中神秀说完之后便副手离去 阎洛雪看着中神秀消失的背影 眼中闪过一道期待之色 他自然不会怀疑中神秀的话 因为阎晨宇在中神秀的指导下 已经变得那么可怕 他也想如颜沉鱼那般厉害 洛雪 你这位朋友 陆无为好奇地问道 这南荒道院之人 每个有几斤几两 他自然很清楚 但是刚才之人 则是让他难以看透丝毫 这就很诡异 严洛雪解释道 这位是圣道学院的中风主 现在是南荒道院天安风的长老 圣道学院 陆无为眼中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圣道学院开创者 他倒是有些印象 对方只是一个小辈 以前在剑道风休息 实力还算不错 倒是没想到 对方开创的学院 竟然出现了这样深不可测的存在 这属实让人感到震惊 刚才中神秀的话中 也让陆无为得到了有用的东西 剩下的功法在百段山 看来到时候 他也得去趟百段山 才行九天玄弓 若是能够得到完整的功法 到时候 严洛雪开辟九大洞天的话 想到这里 陆无为心情有些激动 九大洞天 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若真的有人能做到 那绝对能镇朔古今 嗯嗯 中风主人很好的 帮过我好几次呢 严洛雪轻声道 陆无为笑着道 这中风主可不简单啊 中风主很厉害的 严洛雪连忙点头 大脑里面浮现出一些 中神秀出手的画面 每一次对方出手 都无比震撼 很是强悍 罢了 既然你现在不急着突破 那么我就在传授 你一些功法武技 陆无为思索了一下 打算再传严洛雪一点东西 好的 严洛雪乖巧的点头 既多不压身 多多一扇 转眼 又过去两个月 天暗风 藏风垫前 图生地术 第一层终于修炼成功了 严晨鱼缓缓睁开眼睛 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这图生地术极为强悍 哪怕只是修成第一层 也有强大的威势 一旦施展出来 绝对比大荒指强大好几倍 这下是又多了一个底牌 这门地道传承很是诡异 杀戮越多 修炼速度越快 同时在施展这门地术的时候 也能靠杀戮的血沙之气 弥补自身消耗 诸如大荒指 一指下去 可能会瞬间抽干他全身的力量 但是这图生地术 则是能靠杀戮杀气减少消耗 这就非常变态 图生地术十八层 你算是成功修炼到第一层了 不错 终神秀从大殿之中走出来 图生地术十八层 师尊 血涂前辈传授我的 只有九层啊 严晨鱼不解地看向终神秀 他的图生地术 只有九层 并无十八层 完整的图生地术 在图生大地身上 九层图生地术 只是其中一部分 若是以后你有机缘的话 或许能够得到完整的地术 真的到那一天 你已经能够站在 这天荒大陆之巅了 终神秀轻语 那我就不敢想了 严晨鱼吐了吐舌头 觉得那一天离自己太过遥远 终长老 请来大殿一续 寒夜的声音突然响起 走吧 终神秀带着严晨鱼 前往天暗风大殿 第214章 废物一个 弹河底蕴 天暗风大殿 终长老 弟子 齐聚在一起 终长老 看到终神秀和严晨鱼到来 寒夜立刻笑着走上来 此刻他气色红润 心情非常不错 天暗风这段时间 得到了五倍资源 天暗风上下一改以往的风貌 长老们办事越发可靠了 弟子修炼越发努力了 这都是丰厚的资源 带来的动力啊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 天暗风的复苏 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终长老 天暗风的长老们 也是满脸笑容的 对终神秀打招呼 而众位弟子 则是好奇地 打量着终神秀和严晨鱼 嗯 终神秀对着寒夜 与众位长老点头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么就说一说 接下来的考核之事 此番考核在百段山进行 我天暗风参加考核的年轻弟子 一共有42人 我打算请终中长老 和方长老带队前往 寒夜神色严肃地 对着众人说道 之前天暗风招收到了 二十多个外界的年轻弟子 而在天暗风内 原本也有一部分 本风的年轻弟子 这次倒是可以 让这些年轻弟子 去好好考核一下 没问题 方长老阴逸的老脸上 露出一抹笑容 见到方长老那阴逸的笑容 寒夜立刻瞪了他一眼 你这老家伙 莫再要去做那些 救不得人的勾当 只要其他风的人 不招惹我天暗风 就不用去理会 当然 若是有人不知死活 你也不要客气 我们天暗风 也不是谁都可以捏的软柿子 放心 我有点 方长老笑着点头 而其余的长老 则是满脸 无语地看着寒夜和方长老 就这二位 以往可没少做 抹杀天骄的卑鄙之事 寒夜看向中神秀 客气地问道 中长老 你一下如何 小事一桩 中神秀淡笑道 有劳中长老了 寒夜心中松了一口气 百段山凶险莫测 一个方长老想要撑场子 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中长老前往 事情就简单多了 此次考核 关系到我天暗风以后 是否还能继续获得五倍资源 我也不要求你们拼死拼活 但若是有机会进入前十 一定要好好努力 明白吗 寒夜又看向在场的弟子 明白 天暗风众位弟子大声回道 他们之中的很多人 都是靠之前的考核杀出来的 自然也不是寻常之辈 前往百段山之后 一切都听中长老和方长老的 谁敢乱来 或者谁敢因为一件宝物 对自己人下毒手 一旦被本风主知道 下场你们是明白的 寒夜又冷冷地扫了众位弟子一眼 因为一件宝物 同门厮杀之势 在这天地间司空见惯 但他就不能忍受这种事情 你要对外人下毒手 我不管 若是你成功了 我会夸赞你很不错 但你本风之人相残 那就不行 众弟子心中一宁 他们来天暗风的第一课 就是寒夜给他们上的 还有一点 你们之中 似乎有人之前 嘲讽过无微风的几位弟子 是不是 嘲讽过的站出来 寒夜看向其中几人 那几位弟子站了出来 神色有些忐忑 整个南荒道院 嘲讽无微风的人可不少啊 寒夜神色严肃地说道 从今往后 你们记住一点 想尽一切办法 与无微风的人交好 纵然不能交好 也不要去招惹 懂吗 懂 几人心中不解 还是连忙点头 他们几人均是天暗风 原本的弟子 自然也更加知道寒夜的手段 嗯 该说的都说了 现在你们去道院广场吧 寒夜眉头舒展 大家随我走 方长老笑着挥手 随后 众人离开天暗风大殿 风主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在场的其余长老 看向寒夜 各做各的事情 寒夜神色平静地说道 秀 他瞬间消失在大殿之中 接下来 他要去办一件事情 秦末似乎离开了南荒道院 那家伙之前与天暗风有摩擦 继续留着 迟早是个祸害 自然要提前铲除 准圣又如何 看我杀不杀你就完了 南荒道院 一座巨型广场上 三十六封 七十二殿 一百灵斧的诸多弟子 长老全部到齐 这次带队的长老可不弱 问道尽一堆 甚至还有几位准圣级别的存在 颜陈鱼 乌微风的位置 阎落雪欣喜地对着阎晨鱼挥手 废柴 看来你实力提升了不少 阎晨鱼神色自若地走向阎落雪 他能感受到 阎落雪的实力此刻很强大 比之前最起码强了几倍 那是肯定的呀 你再努力 我自然也要努力 而且我乌微风的底蕴可不弱 阎落雪昂着下巴娇声道 乔夫六人打量着阎晨鱼 倒是看不出什么端倪 呵呵 废物一个 乌微风已经没落了 谈何抵御 你倒是有些天赋 可惜注定走不远 圣元峰 一位女弟子 满脸冷嘲地盯着阎落雪 他是荒谷情家之人 啪 结果他刚说完 便被天暗峰的一位弟子 赏了一个嘴巴子 放肆 哪里来的贱壁 竟敢嘲讽无微风的师妹 天暗峰那位弟子 怒视着圣元峰的女弟子 很显然 他将寒夜的话听进去了 赵猛这家伙 天暗峰的一些弟子 无语地看着那位弟子 赵猛这家伙 以前可是最喜欢嘲讽 无微风几人的 尤其是喜欢嘲讽 钱多多那个胖子 你找死 圣元峰那位女弟子 反应过来之后 身上的杀意瞬间爆发 要打架吗 天暗峰众人顿时祭出兵刃 满脸杀气地 盯着圣元峰的女弟子 哄 圣元峰的弟子也不怂 立刻站了出来 双方剑拔弩张 钱多多六人神色怪异地 盯着天暗峰之人 啥情况啊 咻 就在这时 布天书瞬间出现在广场之中 见过院长 众人连忙行礼 原本要激斗的众人 也连忙收敛了起来 嗯 布天书轻轻点头 他随手一挥 广场震动 一道巨大的光门出现 这道传送门 可以直接将你们送到百段山 都进去吧 布天书对众人道 走 圣元峰的一位长老开口 带着众位弟子率先进入里面 你们给我等着 圣元峰那位女弟子 怨读地盯着天暗峰众人 呵呵 天暗峰众人冷然一笑 等下若是遇见 先杀此女 走吧 终神秀等人随后进入传送门中 第215章 百段山内 考核开启 众人再次出现 已然来到一片支离破碎的地带 天地呈现一片灰色之色 脚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巨大的广场 广场上面有残缺的阵法 断裂的冰刃 寂灭的骨头 广场周围 隐隐能够看到 诸多被岁月侵蚀的建筑残骸 破碎的宫殿 发生过强大的战斗 神秘的力量笼罩 久久不散 让人心惊 在遗迹的尽头 有九根青铜柱子 这些柱子撑着天穷 在其中央的位置 则是有一道漆黑的裂缝 这叫百段山吗 怎么看不到山 似乎只有一座古老的遗址 想什么呢 这是古皇道场 昔年有大教坐镇于此 后来发生万古大战 那个大教覆灭 变成了如今的残骸 各位请看 我等要去的百段山 就在那条裂缝之后 南荒道院的一些弟子 神色震惊地盯着四周 闫落雪在打量四周 想要看看周玄天等人是否在场 不过却并未看到人 这让他有些不解 难道那些人不来参加考核 还是说已经提前进入百段山了 他们提前进去了 终神秀缓缓开口 哦 闫落雪眼中闪过一抹思索 秀 突然 广场之中 出现一位身材魁梧的大汉 他身上散发着圣人之境的威亚 见过拓跋大人 看到这位魁梧大汉出现 南荒道院的一些长老连忙行礼 嗯 拓跋云对着众长老示意了一下 又对着在场的众弟子道 而等接下来要去百段山参加考核 我有一些事情要提前说一下 第一个事情 就是关于你们的考核内容 他伸出手 手中出现一枚血色的果实 这果实里面 蕴藏着恐怖的力量 很势不凡 拓跋云沉引道 在百段山内的各种险地 生长着这样的果实 我们称之为血沙果 里面蕴藏着特殊的血沙之力 可以用来炼制上品丹药 你们要做事情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夺取血沙果 道院会根据所获血沙果的多少 确定你们的最终考核成绩 血沙果 众人神色严肃地盯着拓跋云手中的血沙果 拓跋云又到 百段山内藏着诸多的杀鸡 但也遍布各种机缘 除了南荒道院外 还有不少大势力的人提前进入了里面 你们务必要小心 相对于考核而言 小命才是最为关键的 记住 此次考核时间为七天 七天之后 明白 众人大声回复 眼中闪烁着浓郁的战意 机缘与凶险并存 这百段山秘境肯定藏着不少好东西 可不能错过 好 拓跋云满意地点点头 他捏动法觉 哄 一股恐怖的圣道之力涌入那条裂缝之中 裂缝震动 里面的空间不断碎裂 可以进去里面了 拓跋云沉声道 咻 众人没有犹豫 纷纷冲向那条裂缝 百段山内 一片不知名的古老森林之中 天暗风 无微风 众人献身 这里就是百段山吗 感觉好奇特 是啊 这里蕴藏的力量好生诡异 我竟然同时感受到了妖气和魔气 众人惊奇地开口 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肃静 方长老呵斥一声 众人瞬间安静了下来 咻 方长老挥手 一道道金光飞向众人手中 他沉声道 这是百段山的地形图 每人一份百段山内 杀鸡无数 我与中长老作为带对者 此次我们不会轻易干涉你们的考核 所以你们的生死需要自己把握 知道吗 知道了 众人连忙回道 很好 接下来就开始你们的考核吧 方长老神色严肃地说道 师尊 严晨鱼看向终神秀 严洛雪的目光也落在终神秀身上 认真参加考核即可 任何事情都可以放开手脚去做 终神秀对着两女轻轻点头 至于给严洛雪寻找九天玄宫之事 得放在后续 而且除了要给严洛雪寻找宫法 终神秀还打算给严晨鱼 寻找另外一门玄妙的洞天开辟之法 明白了 两女异口同声回答 终神秀挥手 朱雀出现飞到严晨鱼的怀里 把他一起带上 好的师尊 严晨鱼脸上露出一抹欣喜之色 这是 吴为风的六人则是紧紧地盯着严晨鱼怀里的朱雀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这是朱雀 虽然在隐藏气息 但他们依旧从这小家伙身上感受到了莫名的压迫感 这朱雀绝对有九级妖兽的修为 竟然是太古凶族之一的朱雀 众鸣瞳孔紧缩 看向终神秀和严晨鱼的眼神都不对劲了 众鸣鸟也算是太古凶兽之一 但是排在朱雀之后 朱雀性子孤傲 向来不会太过与人亲近 但眼前这小家伙 却对严晨鱼露出了轻逆之感 这就很诡异 考核开始了 去厮杀吧 方长老对着众人道 走 众人不再犹豫 立刻冲向远处现场 很快便只剩下终神秀和方长老 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 方长老皱眉道 百段山秘境不是第一次开启 但是不知为何 这一次他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终神秀淡然一笑 并未多言 百段山巨大无比 里面有诸多的秘灵 山岳 湖泊 岛屿等等 还藏着各种强大诡异的秘境 古老遗址 灵药 灵果 天才地宝众多 同时还有无数强大的妖兽 魔兽出没 凶险莫测 当然 真正危险的并非如此 而是百段山秘境连接的那片地带 想来这一次 那片地带也会开启 到时候 妖族 人族 魔族 均会有强大现身 接下来 钟某要去个特殊的地方 便不和方长老一起了 终神秀思索了一下 这百段山内藏着诸多好东西 恰好他已经踏入神藏境巅峰 也得考虑接下来的突破之势 也好 钟长老万事小心 方长老轻轻点头 告辞 钟神秀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消失在此处 第216章 雷龙岛屿 血珠出城 百段山深处 一片巨大的岛屿群中 岛屿悬浮在半空中 诡异的迷雾笼罩周围 若隐若现 神秘莫测 岛屿之中 诸多妖兽 魔兽在嘶吼 声音刺耳 射人心魂 吼 其中一座岛屿上 一只漆黑如墨的黑角魔蝎 向着钟神秀扑来 它体型巨大 眼睛血红 身上覆盖着厚重的甲铐 钳子布满锯齿 尾刺道玄 散发着嗜血的幽光 钟神秀神色平静地 看向这只黑角魔蝎 这是一只六级魔兽 论级战力 丝毫不弱与六级妖兽 妖兽与魔兽的区别在于 一个是妖气滋生 另外一个是魔气滋生 在黑角魔蝎扑来的时候 钟神秀随手伸出 轻轻一捏 哄 下一秒 黑角魔蝎的身躯直接爆炸 化作漫天血雾 唯有一枚魔盒 悬浮在血雾之中 秀 魔盒飞入钟神秀手中 钟神秀打亮着手中的魔盒 魔盒蕴藏的力量不弱 不过与妖丹一般 寻常修饰根本不能练化 否则容易被魔气侵蚀 还算不错 钟神秀淡淡地平了一句 他抬头看向前方 前方还有诸多魔兽 哄 诸多魔兽瞬间杀过来 钟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恐怖的神魂之力爆发 哄 颈刻间 所有的魔兽全部爆铁王 钟神秀随手一挥 众多魔盒被他收起来 秀 他身影一闪 出现在这座岛屿最高的位置 雷龙岛 就是那里了 钟神秀看向岛屿群最中央的位置 那里有一座更为巨大的岛屿 岛屿高耸无比 呈现一片紫金之色 上面没有丝毫植被 光秃秃的一片 恐怖的雷霆将其笼罩 带着寂灭之威 生灵一旦靠近 恐会被雷霆 瞬间轰杀成飞灰刺了 钟神秀一步踏出 顿时冲向那座雷龙岛 这岛屿乃是一头 太古雷龙陨落所化 蕴藏着恐怖的力量 是修炼的绝佳之地 哄 就在钟神秀刚靠近的时候 一股恐怖的威压 骤然向他袭来 钟神秀没有理会这股威压 神色自若地 踏入雷龙岛中 轰隆隆 一时之间 密密麻麻的雷霆之力 向他轰杀而来 钟神秀并未抵抗 任由这些雷霆轰来 无尽雷霆之力 源源不断地轰在钟神秀的身上 不过这些雷霆之力 并未伤到他丝毫 反而被他的肉身不断吞噬 这便是修炼体书带来的好处 不但可以免疫万般法则 还能吞噬各种强大的力量 嗡 钟神秀寄出六道炉 一股吞噬之力传出 雷龙岛上面的雷霆之力 被源源不断地吞噬 这些雷霆之力 乃是太古雷龙自身的本命之力 远比寻常的雷霆更为强悍 有奇特的效果 自然要全部收起来 转眼 一柱相过去 雷龙岛上面的雷霆 全部被吞噬 变成一片死寂的荒芜岛屿 钟神秀收起六道炉 淡淡地看了一眼四周 便要离去 吼 突然 一阵阵咆哮声响起 周围岛屿上 密密麻麻的魔兽冲沙而来 一眼看去 大概上万只数 每一头魔兽都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极为古老的硬诀 问 以他为中心 一个古老的血色大阵出现 瞬间将这片岛屿群笼罩 杀 钟神秀倾吐一字 轰隆 血色大阵震动 一道道恐怖的血色光柱 自天而降 不断轰杀向那些魔兽 吼 随后 诸多魔兽不断嘶吼惨叫 被血色光柱击中之中 那些魔兽顷刻间化作漫天血舞 片刻过去 岛屿群彻底在血色光柱的轰击下碎裂 岛屿群中的所有魔兽 生灵 全部被轰杀 无意活口 凝 钟神秀继续捏动硬诀 消消消 下一秒 血雾冲天起 不断向着血色大阵冲去 嗡嗡嗡 血色大阵疯狂运转 四周的力量 源源不断地汇聚在 大阵最中央的位置 过了好一会儿 所有的血雾全部不见 天穷之中的大阵散去 唯有一颗血色红的珠子 悬浮在天穷之中 钟神秀看着天穷之中的血色珠子 这便是他要凝聚的万灵血珠 不过此刻的万灵血珠 还未到极致 只是出成品 还需要屠杀不少生灵 才能达到血迹之术的要求 这是 好宝贝 一道惊喜的声音响起 只见一位灰袍长袍老者 从远处冲来 他瞬间来到万灵血珠面前 神色激动地盯着眼前的血珠 这珠子蕴藏着强大的力量 若是练花 肯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问道境巅峰 还算不错 钟神秀淡淡地开口 嗯 灰袍老者察觉到了钟神秀的存在 目光握在钟神秀身上 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森冷的杀意 老朽乃是星辰宗长老 小辈你是什么 灰袍老者冷声质问的 钟神秀没有回答 而是瞬间杀到老者面前 抬手便是一拳 树子 找死 灰袍老者怒吼一声 同样一拳轰出去 轰 两人的拳头瞬间对碰在一起 下一瞬 灰袍老者的手臂炸裂 化作一团血污 砰的一声 他的身躯也犹如炮弹一般 被轰飞三百米 怎么可能 三百米外 灰袍老者稳住身体之后 神色骇然地盯着自己消失的手臂 此刻他气血翻滚 极为难受 他能感受到 此人修为并不强 但拿肉身力量 为何如此恐怖 钟神秀并未多言 一个剑步 再次来到灰袍老者身前 依旧是简单的一拳轰出 你找死 灰袍老者惊怒 立刻祭出一柄赤色长矛 对着钟神秀便是一毛轰杀而出 钟神秀神色淡漠全印爆发 直接轰在赤色长矛上 咔嚓 赤色长矛根本扛不住他的力量 顿时爆炸 啊 灰袍老者受到反噬 发出一声惨叫 他神色惊恐 没有犹豫 转身便逃 噗 结果还不带他逃走 钟神秀的拳头猛然轰爆他的脑袋 嗡 虚空中 万灵血珠传出一股吞噬之力 灰袍老者浑身的鲜血 被吞噬殆尽 变成了一具枯寂的干尸 最终化作漫天飞灰 钟神秀没有多看一眼 随手收起万灵血珠 便副手离去 接下来还得去其他地方逛逛 第217章 神秘遗址 镇魔圣教 一座古老的遗迹外 一群强大的修士齐聚在一起 他们盯着眼前的遗迹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遗迹巨大无比 无边无际 里面有诸多高耸的山岳 还有植入云霄的神秘宫殿 给人巨大的震撼之感 没想到此次百段山开启 这座遗迹的阵法会消散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一位万象净修士惊喜地说道 百段山内曾有古老道筒林立 后来发生诡异之事 所有道筒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眼前的这座遗迹 便是其中一个道筒 可惜一直以来都被神秘的大阵笼罩 强如圣人也难以破开 不曾想这一次 这里的阵法会自动消散 古老的道筒 肯定藏着诸多好东西 镇魔圣教 人群之中 终神秀暗道一句 眼前这座遗迹 曾是一个大教的 虽然那个大教已经覆灭 但依旧残留着一些好东西 阵法已经消散 各位还犹豫什么 之前已经有人进去了 再晚一步 好东西都被别人夺走了 有人开口道 走 诸多修士不再犹豫 立刻冲向遗迹之中 终神秀看了一下 也跟了上去 此处魔器好浓郁 感觉好压抑 刚入遗迹 诸多修士脸色一变 纷纷祭出各种防御灵宝 遗迹之中 一片灰暗 诸多建筑坍塌 残垣断壁 浓郁的魔器充斥 带着诡异的雾气 不断腐蚀众人身上的力量 终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自若地往前 周围的魔器根本影响不到他 镇魔圣教 乃是远古之前的一个大教 此教曾镇压过诸多魔物 后来镇魔圣教的教主 从古战场夺来一口魔官 最终导致整个大教覆灭 而百断山的诸多道统 也受到牵连 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大教已经覆灭 但诸多魔物依旧存在 他竟然不受魔器影响 在场的一些修饰 剑中神秀丝毫不受魔器影响 眼中不禁露出了震惊之色 刺了 中神秀身影一闪 消失在此处 刷刷刷 在他刚离开 迷雾之中传出一道细微的声音 随即一道道诡异的残影 从迷雾之中向着众人扑来 小心 有人脸色聚变 连忙开口提醒 啊 随后 一阵阵惨叫声响起 在一片诡异的黑色山岳间 魔器比其他地方强了十几倍 此刻正有六位问道镜的强者 在山岳间激动 伐善 把刚才那柄剑交出来 五位问道镜的强者 此刻正将一个慈眉善目的和尚包围 他们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此地惊现一柄准圣之剑 他们一番抢夺 没想到最终被弗龙寺的和尚抢走了 阿弥陀佛 四位道友 你们为何盯着一柄准圣器不放 要知道 刚才星辰宗的这位朋友 可是得到了一门更为强大的功法 盛气只有一柄 总得有人带走 但功法不同 完全可以一群人一起参悟 伐善和尚双手合十 宝箱庄严地看着身边的六人 伐善 你休要胡说八道 星辰宗的一位老人沉着脸 愤怒无比 他隐隐感到了身边四人正在盯着他 呵呵 之前道友捡走的那块黑色兽骨可不简单 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 那上面肯定有某种特殊的道法 伐善脸上露出一某笑容 秀 那四位问道静的修士身影一闪 直接将伐善和星辰宗的老人包围 你们两人立刻将道法和耐柄剑交出来 其中一位问道静修士冷声道 你们这些蠢货找死吗 星辰宗的老人怒吼一声 别和他们废话 出手 四人对视一眼 便要出手 八十一座镇摩山 看来就是这里了 事实 一道声音响起 终神秀副手出现在此处 他打亮着眼前的山月 脸上露出一抹沉思之色 眼前的山月 一共有九九八十一座 这是镇摩圣教的镇摩山 每一座镇摩山下 都镇压着诸多魔物 如今有十几座山月已经破碎 那些魔物已经逃了出来 剩下的魔物还被镇压在其中 当然 这些都入不了终神秀的眼 真正让他在意的是 八十一座镇摩山下面的东西 嗯 星辰宗的老人看了终神秀一眼 眼中露出惊奇之色 这里的魔气如此浓郁 此人竟然不受丝毫影响 想来 此人的实力肯定不简单 这位道友 老朽乃是星辰宗的长老 刚才在这里得到了一门强大的道法 可惜此刻正被这些人围杀 道友可否与我联手 等击退他们 我与你共享道法 星辰宗的老人 连忙对着终神秀开口 道法 给我看看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向星辰宗的老人 先与我联手 星辰宗的老人 心中一鸣 顿感有些不妙 哄 终神秀没有废话 瞬间杀到星辰宗的老人面前 捏 星辰宗的老人脸色巨变 来不及多想 他立刻寄出一张符纸 嗡 符纸爆发一阵星辰光芒 一柄星辰剑出现 猛然展向终神秀 哄 终神秀一巴掌抡出 这柄星辰剑直接爆炸 星辰宗的老人瞳孔一缩 立刻捏动硬绝 大道之威爆发 化作漫天星辰巨剑 将终神秀封锁 杀 星辰宗的老人大手一挥 漫天巨剑轰向终神秀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一眼 这些星辰巨剑 哄 这些星辰巨剑全部碎裂 什么 星辰宗的老人露出惊慌之声 而在场的其余五位问道境的修士 也是目光一宁 纷纷退后 终神秀对着星辰宗的老人伸出手 一只大手硬凭空出现 直接将老人封锁 咔嚓 周围的空间被大手硬捏碎 老人还会反应过来 便被大手硬捏在了其中 把道法交出来 终神秀漠然道 星辰宗的老人连忙反抗 却发现于事无补 大手硬正在缓缓握紧 他的身上出现了一刀刀裂痕 鲜血弥漫出 这下 他彻底慌了 道友请住手 我把道法给你 星辰宗的老人惊恐地说道 秀 一块漆黑的兽骨 从他的储物戒指中飞出来 第218章 锁魔之锦 渡恶魔剑 终神秀随手接过兽骨 淡淡地看了一眼 这兽骨上面有神秘的符纹 还有强大的静置笼罩 看起来倒是不简单 道友 我已经将此物给你 还请放过我 星辰宗的老人颤声道 哄 终神秀随手一捏 直接将老人捏成飞灰 放过 开什么玩笑 抢了宝 这便是结上了梁子 不把对方杀死 又岂会合适 死 在场的五位问道竟修士 倒吸一口凉气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这星辰宗的老家伙 与他们是同一级别的存在 没想到就这样被碾杀了 这让他们头皮发麻中 神秀的目光 落在伐善和尚身上 漠然道 你似乎得到了一柄剑 交出来吧 伐善心中一宁 倒退了几步 他神色不自然地说道 道友说笑了 我若是交出那柄剑 你会放过我吗 刚才星辰宗的老家伙 还不是老老实实地 交出了兽骨 结果下一秒就被震杀了 这找谁说理去 聪明 所以你还是去死吧 终神秀眼中杀意弥漫 身影一闪 瞬间来到伐善和尚面前 不带伐善和尚反应过来 他便一把抓住了和尚的脑袋 然后使劲一捏 碰 伐善和尚的脑袋直接爆炸 变成一具无头尸 但他并未直接死亡 灵魂飞射而出 秀 在他处物戒指之中 一口青铜剑飞出 他的灵魂卷着这口铜剑 向着天际飞去 终神秀伸出手 一股镇压之力弥漫 青铜剑被控制 爆发一股毁灭之威 啊 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伐善和尚的灵魂 直接被震碎 秀 青铜剑到了终神秀手中 他扫了一眼剩下的四人 套 四人神色惊具 连忙向四个不同的方位逃去 上路 终神秀眼中寒芒闪过 一剑斩出 森冷的剑气横扫四面八方 啊 惨叫声响起 四人在剑气吞噬下 顷刻间灰飞烟灭 准圣气 还算不错 终神秀看着手中的青铜剑 此剑对他而言 没有多大的用处 倒是可以给严晨鱼 随手收起长剑 终神秀的目光 落在八十一座镇魔山上 六道炉 终神秀祭出六道炉 天荒地落岩 瞬间将炉子笼罩 去 终神秀对着八十一座镇魔山 砸出六道炉 轰隆 六道炉一出 天地瞬间爆裂 八十一座镇魔山 顷刻间被震碎 咔嚓 咔嚓 巨大的山岳不断坍塌 一阵阵阴沉升起 浓郁的魔气 从山岳之中冲出来 吼 随后 一阵阵嘶吼声响起 一片黑压压的影子 从镇魔山中冲出来 全是魔物 每一头魔物身上 都散发着恐怖的魔气 念 终神秀道出一字 随手一挥 嗡嗡嗡 六道炉猛然一阵 上天荒地落岩的威压彻底爆发 八十一座镇魔山 顿时被轰成飞灰 所有的魔物在瞬息间的功夫 出现在终神秀眼前 井中散发着浓郁且纯粹无比的魔气 井边则是有密密麻麻的铁链封锁 锁魔井 终神秀收起六道炉 神色平静地看着眼前的漆黑大井 八十一座镇魔山 镇压的只是寻常的魔物 而眼前的锁魔井 镇压的则是一口诡异的魔官 嗡 终神秀随手一挥 天荒地落岩化作一道道金色刀刃 向着锁魔井飞去咔嚓 锁魔井上面的铁链纷纷被斩断 锁魔井飞射而出 宛若绝世魔兵一般 向着终神秀斩来 刺了 这柄长剑的速度极快 刹那间从终神秀面部划过 终神秀的一缕发丝被斩下 面部也出现了一道血痕 鲜血一出来 他缓缓摸了一下脸部的血痕 眼中却没有一丝波澜 杜厄魔剑 终神秀看向那柄漆黑如墨的长剑 此剑名为杜厄 品极未知 昔年被镇魔圣教的教主 从古战场夺来 不过这柄剑太过凶利 无人可以使用 便被封印在这锁魔井之中 秀 杜厄魔剑散发着浓郁的魔气 魔微爆发 再次向着终神秀斩来 威士比刚才强了数倍 这一剑下来 纵然是圣人到来 估计都不敢去硬扛 终神秀却没有太过在意 在杜厄魔剑斩来的时候 他瞬间伸出手 一把抓住魔剑剑柄 一股镇压之力传出 嗡 杜厄魔剑一阵 立刻安静了下来 终神秀打量着手中的魔剑 剑长三尺 剑身布满黑色的魔纹 诡异的魔气弥漫 剑任锋利莫测 散发着幽光 剑阁则是一个骷髅头 中央有一只紧闭的树叶 看起来邪魅无比 杜厄 曾被吴威风的侨夫取走 后来落入一位魔族天交手中 在抑郁战场之中 斩杀过诸多强者 终神秀暗道一句 秀 一阵破空声响起 六道人影瞬间出现在此处 竟然是吴威风的侨夫六人 时间也没错 终神秀的目光落在侨夫身上 若不是他来截胡 这柄剑肯定会被侨夫取走 魔兵 品级还不低 侨夫死死地盯着 终神秀手中的杜厄魔剑 眼中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作为魔族生灵 他对魔气的感知极为灵敏 眼前这柄剑散发的魔气 是他从未感受过的 纯粹到极致 甚至让他感受到了一丝压抑 血脉都受到了影响 那绝对是远古大魔的魔气 钟长老 钱多多诧异地盯着终神秀 倒是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见终神秀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六人一眼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六人一眼 你手中这柄剑可否给在下 我可以用一件质宝和你换 侨夫沉吟了一下 缓缓开口 质宝 一个区区圣人出气的魔族 又能拿出什么质宝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说道 嗯 在终神秀道出侨夫底细的时候 钱多多等人瞬间露出震惊之色 此人竟然知道侨夫的底细 还看透了对方的修为 侨夫也是瞳孔一说 六位圣人勉强够看 不过继续留下来 你们可能会小命不保 终神秀淡然道 六人心中一宁 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这天暗风的长老 有些诡异呀 第219章 六欲魔藤 六圣无力 轰隆 井中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浓郁的魔气从里面一出 嗯 侨夫等人立刻看向锁魔井 神色有些凝重 这井中到底有什么东西 给他们一种莫名的星际质感 萧萧萧 煞世间 井中飞射出一条条漆黑如墨的藤腕 宛若触手一般 上面带着锋利的道刺和诡异的魔纹 这事 侨夫神色一惊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六欲魔藤 这里竟然有六欲魔藤 在魔界历史长河中 曾出现一种诡异的魔藤 可吞噬世间生灵血肉 曾让无数魔族强者闻风丧胆 而掌握魔藤的 正是魔界的一位神秘魔君 魔界生灵称之为六欲魔君 所以那种魔藤也被称六欲魔藤 六欲魔藤属于禁忌生物 人族 魔族 妖族 不管是什么生灵 只要有血有肉 就会成为它的目标 凶利无比 不过在古老岁月中 六欲魔藤已经随六欲魔君消失 为何此处还有六欲魔藤 六欲魔藤竟然是这种鬼东西 钱多多来自中州 自然也是见多识广之辈 此刻看到六欲魔藤 他不禁脸色俱变 有种想要夺落而逃的冲动 六欲魔藤再生能力非常强 还能吞噬外界的力量 且坚硬无比 寻常兵刃 根本斩不断 纵然斩断了 他们也能快速恢复 纵然是圣人来了 也束手无策 快走 侨服神色凝重无比 几人没有丝毫犹豫 转身便要逃 咻 可惜已经晚了 六欲魔藤飞出 直接将四面八方封锁 将众人笼罩在其中 诸多藤蔓向着众人轰来 连带着周围的空间 都被直接洞穿 出手 剑走不了 侨服眼中寒芒闪烁 立刻寄出一柄魔刀 他身上的魔气 寝刻间爆发 魔道甚微席卷四周 钱多多等人也没有犹豫 身上的力量纷纷爆发 各种宝物被他们寄出来 斩 侨服对着袭来的一根魔藤 便是一刀 哄 魔刀斩在魔藤上面 碰 这根魔藤被击飞 上面出现一道血痕 却没有断裂 非常坚硬 甚至还吸走了 侨服刀上的一部分魔气 该死 侨服脸色微变 这六欲魔藤 果然如传闻中一般可怕 新年诸多魔界强者 便死在六欲魔藤之下 哄 这根魔藤再次向着侨服轰来 附带的魔气更为强悍 侨服不敢大意 握紧长刀 全身力量注入长刀之中 对着魔藤再次斩出一刀 哄 魔藤与魔刀对碰在一起 咔嚓 随后 侨服手中的魔刀断裂 刀上的所有魔气 被魔藤瞬间吞噬 侨服立刻弃刀 倒退百米 他这柄魔刀 算不得什么神兵力气 但也绝对不简单 没想到 却被这魔藤随意击断了 这魔藤属实可怕 一旁 前多多五人也纷纷出手 各种圣道攻击轰出 却根本奈何不了这些魔藤 他们的攻击轰入魔藤的时候 大部分会被魔藤吞噬 众人的攻击威力 大打折扣 堂堂六位圣人级别的强者 此刻奈何不了几根藤腕 这就让人感觉很无力 哄 更多的藤腕 从锁魔井之中冲出来 刺了 一条藤腕 瞬间洞穿乔夫的手臂 乔夫面露痛苦之色 没有一丝犹豫 立刻捏断自己的手臂 而断下的那条手臂 也在寝刻间 被藤腕吞噬 变成一根枯骨 咻 乔夫身前 出现一个黑色光轮 圆魔斩 乔夫冷哼一声 这个黑色光轮猛然斩出 黑色光轮 对着一条藤腕 不断切割 很快 那条藤腕被切断 一股浓郁的乌黑血水 喷涌而出 但是下一秒 喷出的血水 变成了一条更长的藤腕 钱多多等人见状 都是脸色巨变 他们往四周看了一眼 周围全部被六欲魔藤封锁 想要冲出一条血路 非常困难 来不及多想 他们再次出手 抵挡袭来的藤腕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着眼前的这些六欲魔藤 六欲魔藤 是一种特殊的藤腕 而六欲魔藤的主干 则是可以用来炼制洞天丹 这些六欲魔藤 似乎是察觉到了 终神秀的不凡 并未在第一时间 对他进行攻击 黄疾中 钱多多见 根本奈合不了 周围的那些藤腕 他立刻祭出一口金黄色的大钟 此中不凡 乃是一尊圣道之气 而且还是等级比较高的圣气 嗡 大钟旋转 金光弥漫 猛然落下 将六人笼罩在其中 轰轰轰 藤腕不断轰向大钟 却奈合不了这口大钟嘶吼 还好 钱多多松了一口气 不过周围已经被六欲魔藤封锁 即使有着黄疾中防御 他们也很难离开 从地下走 厨子持着一个铁锤 神色凝重地说道 想太多了 乔夫摇摇头 如今被六欲魔藤封锁 哪里有那么容易离开 如他所言 地面上瞬间出现密密麻麻的六欲魔藤 想要顿地而行 绝对死路一条 六欲魔藤不断攻击黄疾中 片刻之后 见攻击无效 一条六欲魔藤直接冲向钟神秀 秀 藤腕锋利 破空而来 眼看就要将钟神秀洞穿的时候 钟神秀随手伸出 一把抓住这条六欲魔藤 然后使劲拧捏 哄 藤腕直接被捏爆 犹如一条充斥着鲜血的血管 一般炸裂 鲜血飞溅四周 他 他竟然 钱多多等人目瞪口呆 这中长老这么彪悍吗 竟然直接将六欲魔藤捏爆了 这得需要多强的力量才能做到 他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存在 乔夫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众鸣摇摇头 神色凝重地说道 即使捏爆了这些藤腕 也难以将其灭去 毕竟六欲魔藤的再生能力太强了 翁飞剑的鲜血 变成了新的藤腕 依旧魔气滔天 威势恐怖 消消消 一条藤腕炸裂 周围更多的藤腕 在同一时间轰向钟神秀 直接将钟神秀包围 钟神秀眼中没有一丝波澜 六欲魔藤是很可怕 但也不是无敌的 天地间的一些异火 便是其可星 他随手伸出 天荒地若延浮现 第220章 震魔天灯 六欲魔君 嗡 天荒地若延爆发 金色的烈焰席卷四周 哄 烈焰弥漫 周围的所有六欲魔藤 顷刻间灰飞烟灭 再生能力再强又如何 给你烧成灰烬 难道你还能继续恢复不成 这 侨夫等人瞪大双眼 他们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 但是此刻 真的被镇住了 连他们六位圣人 都束手无策的六欲魔藤 竟然被此人一把火烧成灰烬 那 那好像是天荒地若延 厨子是炼气师 自然也知晓 诸多天地一火的存在 钟神秀手中的那朵一火 与一火榜上排名第六的 天荒地若延极为相似 可惜一火难寻 若无大气韵 根本见不到 厨子炼气多年 所掌握的 也不过是一朵品级高一点的寿火 这些年他便寻天地一火 却没有丝毫头绪 不曾想竟然在这里 见到了排名第六的一火 不错 这就是天荒地若延 传闻这朵一火 曾被天荒大圣所获 后来也随天荒大圣而消失 没想到 时隔无尽岁远 这朵一火 竟然再次出现了 钱多多颤声道 眼中充斥着震惊之色 钟神秀并未理会众人的神色 他对着锁魔井伸出手 默然道 滚出来 嗡 天荒地若延瞬间化作一道金色大手印 直接探入锁魔井之中 哄 一阵巨响声传出 只见一条一米长短 黑色夹杂着血红色的藤蔓 被金色大手印抓出来 这条藤蔓 正是六玉魔藤的主藤 之前的那些藤蔓 均来自这条小小的藤蔓 谁能想到 区区一条一米左右的藤蔓 竟然会有如此可怕的威势 六玉魔藤疯狂挣扎 磨威滚滚 黄暴的魔器不断一出来 不过在天荒地若延面前 他根本翻不起丝毫浪花 魔器刚一出来 便被直接粉面 六玉魔藤 不错的炼丹材料 终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直接将六玉魔藤收起来 这六玉魔藤 其实只是一棵树的树藤 六玉魔君也只是机缘巧合得到了此物 算起来 真正恐怖的 还是那棵神秘的魔术 无尽岁月前 曾有古老存在出手 也不过才斩断一根树藤 而那根树藤 正是终神秀手中的这一截 六玉魔藤 竟然就这样被制服了 乔夫等人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亥然 力量恐怖 还掌握着消失已久的天荒地若延 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还不走 终神秀默示着乔夫六人 这井中真正恐怖的 并非六玉魔藤 而是一口棺材 这六人继续留下 绝对死路一条 乔夫倒是有可能成为例外 毕竟他和棺材之中的生灵 也算是同类 原剧情中 他能活着将杜恶魔剑带走 也是这个原因 走 乔夫等人自然不敢多想 身影一闪 立刻暴推万民 他们并未直接离开 而是在远处远远的观望 他们有种直觉 锁魔井之中 还有其他更为恐怖的存在轰隆 就在他们思索之际 锁魔井碎裂 一口漆黑的棺材从里面冲出来 棺材被密密麻麻的铁链封锁 符纹禁止密布 恐怖的魔器从上面弥漫出 而在棺材上 还有一盏黑色的天灯 这盏天灯灯芯 弥漫着血红色的火焰 靠吞噬周围的魔器为燃料 带着神秘的镇压之力 看起来很势不凡 镇魔天灯 镇魔圣教的至宝 终神秀看向棺材上面的黑色天灯 镇魔圣教 最为强大的至宝 便是眼前的镇魔天灯 这口魔官 这气息 乔夫瞳孔紧缩 乔夫 你知道这口棺材 钱多多看向乔夫 乔夫宁声道 在我魔界 有一个族群 名为六欲魔族 那个族群 正是六欲魔君所在的族群 这棺材里面溢出的气息 与六欲魔族的气息 无比相似 什么 难道 这棺材里面的事 钱多多也是目光一宁 只觉得毛骨悚然 六欲魔君 乃是魔界之中的大能 后来万古大战之时 六欲魔君 随六欲魔藤神秘消失 无尽岁月过去 六欲魔藤出现 现在还出现了一口魔官 这不得不让人猜想 棺材里面的 是不是六欲魔君 若真的是六欲魔君 那个老魔 事情就麻烦了 六欲魔君是真的魔头 走到哪里杀到哪里 无论是魔族还是外族 一旦被他遇见 下场基本上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六欲若出 整个百段山 估计都得被屠戮一遍 侨服神色凝重 一言不发 他并不希望棺材里面的是六欲魔君 魔界巨大无比 他所在的魔族 与六欲魔族也存在着一些竞争 若是六欲魔君回归 估计自己所在的族群要遭殃 哄 终神秀手中的杜恶魔剑斩出 棺材上面的铁链纷纷锻炼 秀 他一把将棺材上的震魔天灯取下 不好 侨服剑状 不禁身体一颤 眼中露出金锯之色 棺材开启 若里面的真的是六欲魔君 事情就麻烦了 这终神秀看起来虽然强大 但遇上六欲魔君那样的大能 估计还不够看 六欲魔君有多强 巅峰时期便是大胜级别的强者 此地若出大胜 谁能抵挡 咔嚓 棺内发出一道清脆的声音 棺盖被缓缓推开 一只腐烂的大手 从里面缓缓伸出来 随后 一位披头散发的中年男子 从棺材之中坐起来 你胆子不小 收了杜恶魔剑 六欲魔腾和震魔天灯 竟然还敢打扰本君臣民 不想活了吗 中年男子眼神是血地盯着终神秀 他正是六欲魔君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说过话了 所以声音很是嘶哑 终神秀收起杜恶魔剑 与震魔天灯 淡淡地说道 纵然巅峰时期的你来了 我也不惧嘶吼 更何况 你此刻不过半步大圣境的修为 抬手可震杀 对付一个半步大圣 他甚至都不需要 将十八座名目击出来 一座足矣 竟然真的是六欲魔君那老魔头 钱多多身体颤抖 神色惊慌无比 等下情况不对劲 立刻离开 侨夫沉映了一句 六欲魔君重出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 抬手可震杀 纵然是荒谷时代 也没有人敢对本君说这种话 你绝对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 六欲魔君脸上露出一抹鸣笑之色 此番提前从陈鸣中醒来 倒也不错 之前没有将百段山彻底抹去 就是为了培养一些血石 现在看来 诸多血石都成长起来了 接下来能好好地饱餐一顿 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给你判了死刑 不幸的话 你看看自己 能否在我手中撑过一招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言语更为霸道 什么六欲魔君 什么魔界大能 在他终神秀面前 明目降临震杀大胜 本君还是第一次见到你 这么狂妄的人 所以我赐予你死亡 六欲魔君抬手一挥 身前的关盖化作一道黑芒 骤然暴射向终神秀 璀璨光芒爆发 刺目异常 带着滔天魔威 席卷四面八方 古老的静止弥漫 封锁天地万古 关盖锁过之处 空间节节崩碎 仅仅是一个关盖 此刻便仿佛要将天地打爆 横雨颤动 射人心魂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 看着飞射而来的关盖 眼看关盖即将轰击 在他身上的时候 顿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禁锢 直接停滞在半空中 啪 终神秀随手伸出 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眼前的关盖顿时爆炸 化作光点消散在在天地间 而六欲魔君的那口棺材 也在同一时间爆裂 万千碎片四散 黑色魔光席卷八荒 各种魔纹飞洒 犹如锋利的刀片一般 洞穿空间 轰入地面 一个个窟窿浮现 虚空中 六欲魔君背负双手 身躯伟岸 乌黑的长发随风而动 魔气弥漫 魔微镇压久消 一双嗜血的眸子 深邃如星辰 神秘的魔力浮现 压迫感十足 看来 你的一招也不怎么样 能够勉强打爆本君的棺材 倒也值得 你自傲了 六欲魔君神色玩味地说道 是吗 终神秀摇摇头 眼中露出一抹击翘之色 六欲魔君眉头一挑 顿觉神魂一颤 被一种诡异的力量封锁 连带着身上的魔气 都在快速消散 这是 六欲魔君抬头 恰好看到了一座山岳自天而降 向着他镇压来 禁忌气息 不好 这是禁忌之物 六欲魔君头皮发麻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来不及多想 他立刻进行躲避 面对禁忌之物 纵然他有滔天之能 也难以抵抗 更何况 此刻他的修为 还未恢复到巅峰可惜 晚了 明目镇压下 巨大的遗址 寝刻间化作一片虚无地带 空间支离破碎 久久难以愈合 天地之间 唯有禁忌之力弥漫 生灵不可靠近 至于六欲魔君 此刻连灰都没有剩下 直接被明目抹去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收起明目 大圣 准大圣 明目之下 不过是大一点的蚂蚁罢了 虚无的遗迹之外 侨夫等人抹着冷汗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刚才若不是他们逃得及时 估计此刻 已经随着这片遗迹消失了 六欲魔君 大圣级别的强者 竟然被他轻易抹去了 这位中长老到底有多强 众名声音颤动 脸色非常苍白 他们若是面对六欲魔君 必死无疑 毕竟 这可是荒谷之前的老魔头 修为自然很强悍 结果呢 强大的六欲魔君 刚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就被抹去了 这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 被抹杀的可是一尊大圣啊 而且还是一尊纵横荒谷的大圣 如此场景 让人感到胆战心惊 强如大圣 生命力也这般脆弱吗 钟长老刚才祭出的 好像是一件禁忌之物 钱多多身体颤抖 被刚才的禁忌之威吓到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他就去见阎王了 禁忌之物 寻常生灵 纵然得到了这等东西 也难以使用 而且还会被各种因果缠身 下场会很惨 唯有禁忌存在 才能动用禁忌之物 所以钟长老是一位禁忌 乔福等人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真的是一尊禁忌吗 钟神秀飞身而来 瞬间出现在六人面前 他面无表情地 看了六人一眼 见 见过钟长老 乔福六人连忙行礼 哪里还敢摆圣人的身份 连大圣都被抹去了 他们区区圣人 又算得了什么 嗯 钟神秀淡淡地回了一句 便副手离去 呼 见钟神秀离开 六人才松了一口气 太可怕了 我竟然与他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这样的强者 竟然在南荒道院当一个长老 你们敢相信 钱多多信信地说道 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 先离开这里 乔福沉声道 断了一条手臂 这对他而言 倒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找个时间重塑一条即可 走 六人没有逗留 快速离去 两天后 钟神秀横扫百段山诸多密地 斩杀众多强大的生灵 自然也夺得了诸多好东西 炼制洞天丹的药材 还差一样 洞虚灵草虽然不错 但炼制出来的丹药效果会大打折扣 若是能够寻找一株圣药 代替洞虚草 钟长老 突然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方长老正往这边飞来 看到钟神秀的时候 他急切的脸上 多了一抹欣喜之色钟神秀 看向方长老 诧异地问道 方长老 你这是遇见麻烦了 方长老连忙摇头道 不是遇见麻烦了 而是百段山内 出现了一座神秘的圣山 圣山之上 有各种古老的大殿 甚至还有药田 如今各方强者 都准备攻打那座圣山 我天暗风自然不能错过这次好机会 所以我特意前来找中风主 圣山 药田 钟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恰好他要寻找 可以代替洞虚草的灵药 希望自己运气不错 没错 是一座新出现的圣山 还未被探索过 肯定藏着很多好东西 方长老也是满脸灼热之色 方长老 带路吧 我们过去看看 钟神秀沉应道 好 方长老没有废话 立刻冲向远处 一展察的功夫后 方长老带着钟神秀 来到一座巨大的山岳脚下 山岳高耸入云 气势宏伟 隐隐可以看到 山岳之巅 有密密麻麻的宫殿群 还能看到一片 长着灵药的药田 一个巨大神秘的透明结界 将山岳笼罩 结界上偶尔会闪过 神秘的白色符纹 荒谷之气一出 看起来坚不可摧 第二百二十二章 荒谷情家 又能如何 山岳脚下 齐聚着很多人 蓝荒道院的诸多长老 弟子 其余宗门圣地的一些人 严晨鱼和严洛雪 也在人群之中 此刻天安风的众多弟子 正将他们护起来 周围的一些圣元风的弟子 则是冷冷地看着二人 甚至还有一位造化镜的老玉 正手持拐杖 满脸杀意地盯着两女 师尊 严晨鱼一转身 恰好看到了中神秀 他脸色一喜 中风主 严洛雪也是欣喜无比 中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自若地走向两女 方长老满脸笑容地跟在一旁 眼底深处带着一丝杀意 看来有人在针对两女啊 又有人不知死活了 弟子之间的争斗 他们可以不去理会 但若是一些老不死的赶乱来 他非得让对方明白 天安风的长老不是赤素的 见过中长老 见过方长老 天安风的众弟子 看到中神秀和方长老 也是一阵激动 他们的靠山来了 刚才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某些人可是对他们很不友好 嗯 中神秀与方长老 对着众位弟子轻轻点头 考核如何 中神秀的目光 落在颜沉鱼和颜落雪身上 颜沉鱼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一切都好 这两天的时间 他们获得了不少的血沙果 当然 也遭遇了数次袭杀 受了一点伤 好在都在可控范围内 以他和颜沉鱼获得的血沙果 想要进入前十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至于前五的话 他们暂时还没有底气 毕竟南荒道院的天骄 可不少获取血沙果的时候 颜落雪也没少出力 对方已经开辟了六大洞天 站立自然不容小觑 嗯 不错 中神秀看向两女的眼神 带着一丝夸赞 反派女配加上天命之女 这样的组合确实很有趣 随后 中神秀扫了周围的那些人一眼 一股危险的气息弥漫 圣元风的那些弟子 心中一涂 下意识地后退 眼中露出惊惧之色 只是一个眼神 便让他们感到害怕 这天暗风的长老太可怕了 哼 那位老玉则是冷哼一声 闻思不动地站在原地 丝毫不给面子 严洛雪对中神秀道 中风主 这老太婆是荒谷秦家的人 之前还打伤了严晨瑜 打了又如何 两个小女娃不知死活 竟敢杀我秦家弟子 老玉语气冷力地说道 你放屁 明明是你秦家弟子 先对我们出手 最终被我们反杀了 严洛雪立刻反驳道 他们进行考核不久 便遇见了秦家的弟子 对方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便对他们进行袭杀 最终被他们反杀了 怪的了谁 我们可以作证 就是秦家的人先动的手 天暗风的众位弟子立刻道 一位造化镜的修士 对两个神藏镜的后背动手 老太婆 你还要脸吗 方长老冷喝道 怎么你不服啊 天暗风又如何 我秦家可是有圣人坐镇 你能带我喝 老玉冷笑连连 根本不把方长老放在眼里 终神秀随手一挥 对着老玉便是一巴掌 啪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老玉还未反应过来 面部就多了一个心红的巴掌印 老脸都肿起来了 周围的众人也是神色一致 没想到终神秀会在此刻出手 老玉的话虽然让人厌恶 但也是事实 荒谷秦家的那位圣人实力可不弱 平日里各风都得给点面子 放肆 你 你竟敢对老神出手 你找死吗 老玉反应过来 满脸怨毒地盯着终神秀 他手中的拐杖散发着幽光 造化之微弥漫 便要出手 终神秀淡淡地看了老玉一眼 秀 他瞬间出现在老玉面前 不给对方出手的机会 一把抓住对方的脖子 然后往地上使劲一砸 一阵剧烈的声音传出 地面直接被砸得四分五裂 碎石飞溅 啊 老玉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口鼻吐血 骨头断了不少 碰 终神秀对着老玉的脑袋一脚踢出 老玉的脑袋犹如西瓜一般 直接炸开 脑浆飞洒四周 神魂爆裂 无头尸体飞出百米之远 一位造化镜的强者 活生生被一脚踢死 场面极为甚人 死 在场的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尤其是圣元风的那些弟子 更是吞了吞唾沫 这天暗风的长老 下手也太狠了 面对荒谷秦家之人 都没有废话 便直接碾杀了 让人心计 荒谷秦家 又能如何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终长老 好霸气 天暗风的众多弟子 则是激动无比 太振奋人心了 这才是天暗风长老的做派 一言不合 直接开杀 没错 荒谷世家算什么 我天暗风 作为南荒道院 最古老的传承道风之一 和具区区荒谷世家 方长老也是霸气地说道 天暗风是没落了 但还有一位老古董 若是不服气 大可与那位老古董一战 你看他拉不拉你下毒 这位中长老行为 未免有些不合时宜吧 圣元风 一位问道静的长老皱眉道 神色有些不悦 中长老 还有这个老家伙 之前他也暗中 对严陈瑜和严落雪出过手 一位天暗风的弟子 连忙开口道 草 方长老一听 这还得了 向来只有天暗风的长老 对其他风的弟子下毒手 这次还反过来了 这他妈谁能忍受 钟神秀看向圣元风的那位长老 抬手便是一拳挥动 一道金色全印爆发 圣元风的那位长老 脸色俱变 想要出手 却发现 被一股更为神秘的力量禁锢 根本不能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金色全印轰射而来 啊 他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身躯被一拳轰爆 化作漫天血雾 死的不能再死 问道静 死 而且还是圣元风的问道静 他 他竟然杀了圣元风的长老 这是要与我圣元风开战吗 我圣元风 可是有一位准圣前来掠阵的 圣元风的弟子 神色惊恐 圣元风长老 蝼蚁罢了 杀了也就杀了 我的弟子 谁敢妄动 钟神秀莫然道 是吗 一道阴沉的声音顿时响起 空间碎裂 一股霸道的准圣之威横扫而来 第223章 区区准圣 蝼蚁无异 碎裂的空间中 一位身着黑金战甲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灵力凝聚 化作一条神桥 悬浮在他的脚下 他背后有一轮黑药光圈 光芒耀眼 刺破九霄 吞吐天地之力 演化万古大道 仿佛有朱天长河在光圈里面震动 发出一阵阵古老的大道红音 中年男子背负双手 神色淡漠地踏着虚空而行 每走一步 脚下就多出一道空间裂痕 身上的气息便强上一分 他身上笼罩着黑色道运 好似与天地融为一体 显得深不可测 吴构大人 圣元峰的弟子 看到这位中年男子出现 不禁脸色大喜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他们圣元峰真正的强者到来了 秦吴构 秦家两大准圣之一 方长老眉头一挑 蓝黄道院内 秦家有两大准圣 一位是秦末 一位则是秦吴构 这两人均是圣元峰的长老 相对而言 秦吴构的实力 可比秦末强了不守 未来有望正道 成为秦家第二个圣人 对方曾与圣人交过手 虽然没有圣 但也撑过了数招 实力很强大 托秦家之人 杀我圣元峰长老 无视我南荒道院的规矩 不管你是谁 今日本圣定然会让你魂飞魄散 秦吴构神色淡漠 对着中神秀伸出手 问 天地灵气疯狂凝聚 圣道之力弥漫 一个巨大的黑色苍天首映 出现在上空 镇压苍穹 横掘九霄 直接将中神秀封锁 天暗风的众位弟子 脸色巨变 神色忌惮无比 这个大手印若是落下来 他们这些人必死无疑 区区准胜罢了 在我面前 你与蝼蚁一般无异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镇杀 秦吴构并未多言 抬手一挥 黑色苍天大手印猛然扣下 天穹瞬间被打爆 空间不断碎裂 不好 在场的众人脸色巨变 连忙褪壁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向那轰沙 而下的苍天大手印 眼中闪过一道金色光芒 一道神秘的气息弥漫 咔嚓 苍天大手印还未落下 便在半空中直接碎裂 黑色光芒四溅 宛若星宇一般 嗯 秦吴构健壮 眉头一挑 滚下来 终神秀随手伸出 天穹震动 一个巨大的血色漩涡陡然出现 漩涡转动 吞噬天地之力 力量吞噬到极致后 一根血色光柱轰沙而下 目标是秦吴构 秦吴构瞳孔一缩 立刻捏动硬绝 一个古老的黑色大阵 悬浮在上空 大阵运行 中央的位置 轰出一道黑色力量 血色光柱与黑色力量 猛然对碰在一起 一时间 九霄崩碎 日月无光 万古失色 黄暴的力量 余波横扫四面八方 所过之处 爆炸声不断 咔嚓 随即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黑色大阵出现叨叨裂痕 摇摇欲坠 即将坍塌 血色光柱 快速吞噬黑色力量 瞬间洞穿黑色大阵 再次轰沙向秦吴构 秦吴构脸色微变 立刻躲避 可惜却晚了一步 直接被血色光柱轰入地面 一阵浓郁的烟尘升起 地面上出现一个大坑 秦吴构面容阴腻地站在里面 他身上的黑金战甲已经破碎 身上出现了一道道伤痕 鲜血一出 虽然不致命 这天暗风的钟长老 为何会这么强 以前可没有听过这样一号人物 圣元风之人脸色苍白 身体颤抖 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一位准圣级别的强者 竟然受伤了 这让他们感到心惊胆战 而其余的人也是露出震惊之色 没想到这天暗风的长老如此可怕 好 方长老与天暗风的众人 则是满脸惊喜 钟长老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 有意思 竟然能击碎本圣的黑金战甲 还让我受了点伤 你很不错呀 秦无够冷试着钟神秀 脸上露出了残酷的笑容 黑曜光圈一阵 一柄巨大的黑色巨剑出现 傻 秦无够冷哼一声 黑色巨剑破开空间 骤然斩向钟神秀 钟神秀神色自若地站在原地 任由黑色巨剑斩杀而下 当黑色巨剑刚要斩在他身上的时候 却被他只手抓住 难以往下嘶吼 这 秦无够健壮 不禁露出一抹金戎 钟神秀使劲一捏 黑色巨剑直接被他捏爆 你太弱了 钟神秀淡淡地道了一句 没有兴趣继续玩下去 天荒战己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随手一致 战己轰向秦无够 真正的圣道之威爆发 圣妾 圣人 秦无够瞪大双眼 眼中终于露出惊恐之色 若非圣人 谁又能爆发圣妻之威 他想要逃 可惜却动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柄战己轰来 是 天荒战己 顷刻间洞穿秦无够的身躯 不断吞噬他的生机 不 啊 秦无够发出一道淒厉的惨叫声 身上出现密密麻麻的裂坟 顿时原地爆炸 化作漫天血雾 准圣 云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呆滞地看着钟神秀 一位准圣 高高在上的存在 就这样被一己轰杀了 钟神秀并未理会众人的神色 随手一挥 天荒战己飞入他的手中 他看向眼前的结界 一己扫出 巨大的结界 直接被他一己轰爆 笼罩圣山的结界消散 更为清晰的山中景象 出现在众人眼前 上去看看 钟神秀收起天荒战己 淡淡地道了一句 便带着颜尘鱼和颜落雪 冲向圣山之巅 跟上 方长老神色激动 立刻带着天暗风的众多弟子 跟了上去 过了一会儿 在场的众人反应了过来 我们要上去吗 有人试探性地问道 还用问吗 不过最好别招惹天暗风的那位长老 他是一尊圣人 一些人稍作犹豫 便立刻冲向圣山 我们去其他地方吧 圣元风的众人面死如灰 值得快速离去 他们可不敢踏上这座圣山 否则到时候 说不定会被天暗风的那位长老震杀 第224章 徐天圣竹 单顶圣地 圣山之巅 继续去考核 钟神秀对颜尘鱼和颜落雪到了一句 这圣山上有不少血煞果 嗯嗯 两女连忙点头 向着其他方位冲去 你们还愣着干嘛 方长老看向天暗风的那些弟子 那些弟子连忙前往其他地方 钟长老 我们接下来 方长老搓着手 满脸笑容地看着钟神秀 先去那片药田看看 钟神秀背负双手 向着那片药田飞去 方长老连忙跟上去 片刻之后 两人来到药田外面 眼前的药田有三亩 均长着一株株灵药 灵气浓郁 药田被大阵笼罩 里面藏着杀鸡 若是妄自踏入里面 估计怎么死都不知道 这里已经来了不少人 他们正在不断对着药田的大阵发起攻击 却没有一丝用处 根本破不开 看到钟神秀的时候 众人脸色微微一变 连忙退后 钟神秀打亮着眼前的药田 眉头一挑 怎么了 方长老连忙问报 钟神秀没有回答 而是一拳轰向结界 结界震动 出现一道道裂痕 不断消散 烧青 结界彻底消散 一股浓郁的香味 从药田之中弥马而出 钟神秀进入药田之中 神秘的剑阵从地面出现 一柄柄锋利的长剑冲出 将钟神秀包围 森冷的剑气弥漫 带着可怕的杀伐之威 锋芒毕露 纵然是问到进强者 若是处在这个剑阵之中 也会被瞬间剿杀 剑阵瞬间启动 杀伐之威彻底爆发 钟神秀一巴掌拍出 剑阵直接被他拍成飞灰 他没有过多理会 而是随手摘取一株灵药 灵药刚入手 便化作飞灰 消散在天地间 果然 钟神秀摇摇头 这些灵药 早就被时间的力量腐蚀了 在大阵的保护下 尚能保持原有的形状 此刻大阵散去 他们也该消散了 如钟神秀所料 周围的灵药 纷纷化为灰烬 连一珠都没有剩下 这 方长老等人见状 都是神色一乐 继而眼中露出失望之色 这么大的一片药田 里面的灵药 竟然被时间腐化了 让人感到遗憾 罢了 我们去其他地方吧 除方长老外 其余人快速离去 这圣山上 肯定还有不少好东西 他们得下手快一点 众人离开后不久 方长老叹息道 钟长老 我们去其他地方吧 不急 这下面还有好东西 钟神秀摇摇头 脚下一阵 药田颤动 纷纷开裂 一道道巨大的裂痕出现 一阵刺目碧率光芒 从裂缝之中弥漫而出 香味浓郁无比 而且还带着一丝圣道之威 有好东西 是圣药 方长老神色一喜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这股气息不会错 绝对是圣药 钟神秀伸出手 一道手印 探入裂缝之中 他使劲一扯 大手印扯着一根碧率的玉竹而出 玉竹七节 通体碧率 散发着浓郁的香味 圣道之威从玉竹上弥漫出 这 这是须天圣竹 万古罕见 每隔十万年长一节 里面蕴藏着圣运 可用来提升修为 动玄境的修饰若是炼化 有机会感悟圣道之力 准圣若是炼化 有机会踏入圣道之境 方长老呼吸急促 眼神灼热无比 他卡在动玄境已经很多年了 若是有一节虚天圣竹 他或许有希望踏入准圣之境 虚天圣竹 好东西 钟神秀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 这是一根七十万年的虚天圣竹 功效逆天 此物可提升修为 可用来感悟圣道之力 但也能用来炼制无上洞天丹 可以说 第二步出 虚天圣竹绝对是炼制洞天丹的无上材料 真是要什么来什么啊 嗡嗡嗡 虚天圣竹有灵 疯狂颤动 想要挣脱束缚 到我手中的东西 还能跑吗 钟神秀淡然一笑 大手一抓 虚天圣竹直接飞入他的手中 他打亮了一眼 笑容更为浓郁 方长老眼巴巴地看着 想要开口讨要一节虚天圣竹 却又不好开口 毕竟这可是天地圣物 无价之宝 谁会轻易送人 钟神秀轻轻挥手 一节圣竹被斩下 瞬间飞向方长老 这一节送你了 这东西虽然好 但他炼制丹药用不了多少 稍微留下一部分就行 方长老神色激动的结果圣竹 他满脸感激地对着钟神秀行礼道 多谢钟长老 这个恩情 方某记下了 从今往后 有任何需要 钟长老尽管开口 方某定然不会有任何推辞 如此圣物 就这样送自己 方长老只觉得前所未有的感动 他当了大半辈子的坏人 手中沾染了血腥 让很多人厌恶无比 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慷慨地对他 钟神秀将虚天圣竹收起来 但笑道 一截竹子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 好 方长老连忙取出一个玉盒 宝贝般地将这截圣竹放入玉盒之中 又连续设下几个禁止 他才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这东西关乎到他接下来的突破 自然不能有任何损失 走吧 钟神秀飞身冲向一座烈焰大殿 方长老快速跟上去 烈焰大殿前 乃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中央摆放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炼丹炉 周围还有一座座高大的人形雕像 每一座雕像都持着一个炼丹炉 钟神秀和方长老来到广场上 他们打量着前方的大殿 大殿高耸 由黄铜铸造 浑然天成 上面布满古老的静置 灼热的火元素弥漫出 大殿上面有一块牌匾 上面有龙飞凤舞的两个古老大字 天丹 天丹 我好像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 方长老目光一凝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连忙向钟神秀道 在荒谷时期 百段山有一个炼丹宗门 一夜之间覆灭 传承因此断绝我们所在的 应该就是丹顶圣地其中的一封 有可能是主封 主封往往带着特殊的传承 说不定丹顶圣地的丹道传承就在这里 而且这座大殿之中 还有可能藏着诸多宝贵的丹药 第225章 九转圣丹 丹道传承 没错 这就是丹顶圣地的主封 天丹丰 一道激动的声音响起 一位身着赤色丹纹长袍的老者 出现在此处 他眼神灼热地盯着前方的大殿 丹园子 您对丹顶圣地更为了解吧 方长老看向这位老者 对方是南荒道院丹道风的长老 双方之间倒是没有什么摩擦 丹道风掌握着南荒道院的丹药 各风都得给丹道风一点面子 毕竟修炼需要源源不断的丹药 若是不给面子 到时候想要找丹道风炼丹 那就困难了 丹园子抚摸着胡须 点头道 这是自然 丹顶圣地可不简单 在荒谷时期 也是一个超级丹道圣地 丹道传承极为强悍 听闻丹顶圣地 曾举整个圣地之力 炼制出了一颗九转圣丹 九转圣丹 方长老面露不解之色 他对丹道倒是不怎么了解 丹园子呼吸急促地说道 九转圣丹 并非是寻常的圣丹 那是能让圣人 踏足大圣之境的无上圣丹 不过这种丹药 只在传说之中 是否真的存在 这倒是一个谜 纵观整个南荒 也就听说丹顶圣地有那么一颗 四 方长老一听 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丹园子继续道 丹顶圣地除了九转圣丹外 还有一件无上圣器 名为圣灵顶 正是有圣灵顶的存在 丹顶圣地才能炼制出 诸多强大的丹药 九转圣丹 圣灵顶 方长老此刻也很激动 他看向终神秀道 终长老可要去大殿之中探索一下 终神秀但笑道 这大殿之中确实有一尊顶 顶中还有一颅丹药 但没有所谓的九转圣丹 不过这丹顶圣地的传承还算不错 眼前的这些雕像 还有里面的大顶都带着传承 可以让个弟子过来试试 他掌握天圣炼丹术 只需一眼 便可以将这里的传承看透 丹顶圣地的最强丹道传承 应该只能支撑炼制圣人级别的丹药 至于大圣级别及其以上的 这里尚无那种传承 所谓的九转圣丹 估计也是个例情况 那我把天安丰的弟子叫过来 方长老没有犹豫 这有传承 自然不能白白便宜了别人 得让天安丰的弟子试试 若是成功的话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我也把我丹道丰的弟子叫过来 丹圆子连忙开口 随你们 终神秀笑着点头 他轻轻挥手 大殿之门被震碎 一尊碧玉的宝顶飞出来 这尊顶上面有万灵图腾 雕龙画凤 精美无比 而且还散发着浓郁的盛道气息 是一尊圣气无益 这应该就是丹圆子所言的圣灵顶 顶中有丹药 被静置封锁 若是用靠蛮力解除静置 会瞬间损坏里面的丹药 这自然难不住终神秀 他若是想要取出丹药 轻而易举 圣灵顶 丹圆子看到这尊顶的时候 不禁神色一震 眼睛都移不开了 若是他能得到这口顶的话 炼制丹药就容易了 方长老也是眼神灼热无比 他想的不是炼丹 而是用盛气杂人 终神秀轻语道 让那些弟子来试试 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听终神秀这样说 方长老和丹圆子面露惭愧之色 终长老说得对 两人不再犹豫 立刻进行传音 没过多久 一群年轻人出现在这里 见过终长老 见过方长老 见过丹圆子长老 众人连忙行礼 师尊 严晨鱼和严洛雪也在其中 此刻他们手中握着一枚枚雪煞果 刚才快速夺取了几枚雪煞果 运气还算不错 这里有丹道传承 雕像 与这尊顶上均有传承 你们都可以来试试 终神秀对着众人开口 终长老 我们也可以吗 丹道风的弟子忐忑地问道 毕竟之前他们 可是亲眼见到了终神秀的凶残 这位明显不是什么好接触的人 终神秀的目光落在丹道风众弟子身上 战无敌与战青烟也在其中 见到终神秀看不来 两人神色有些不自然 都可以试试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多谢终长老 丹道风的弟子一听 顿时显得无比激动 战青烟神色一愣 战无敌倒是很镇定 愣着干嘛 还不快试试 方长老瞪了众人一眼 对 试试 众人反应过来之后 立刻上前 问 战青烟刚靠近一座雕像的时候 雕像顿时散发着浓郁的光芒 一道玄妙的符纹涌涌入他的眉心 战青烟连忙闭上眼睛 盘膝坐在地上 认真感悟 成了 丹原子露出欣喜之色 看向战青烟的眼神 带着一丝赞许 其余的弟子健壮 更是兴奋 连忙靠近各座雕像 可惜他们之中 没有一人成功 众人又来到圣灵顶前面 依旧没有丝毫收获 不过他们并未死心 依旧认真感悟 一注相后 大部分人都失败了 只有一个战青烟成功 师尊 严晨鱼看向终神秀 他需要试试吗 试试也好 终神秀笑着道 嗯 严晨鱼上前 结果他的运气还是不行 诸多雕像和圣灵顶 都没有显露丝毫意向 运气不行 严晨鱼摇摇头 意料之中的事情 他并未有丝毫失落 方长老却是一阵叹息 他还以为严晨鱼的天赋 肯定能够获得一门单道传承 现场还剩下严落雪 和战无敌没有事 终神秀看向战无敌道 你也来试试 我 战无敌神色怪异地 看向终神秀 他若是出手 在场的其他人可就没有机会了 终神秀道 以你的本事 应该瞧不上这里的传承 不过 你应该得不到这里的传承 战无敌失笑道 你不出手的话 这里的传承我随手可取 是吗 终神秀摇摇头 他看向严落雪道 你和他一起试试 好的 严落雪连忙点头 罢了 随便玩玩吧 战无敌淡淡一笑 小小传承而已 他若想要 谁能取走 第226章 上天眷顾 万灵战场 严落雪和战无敌 各自走向一座雕像 战无敌淡然一笑 对着一座雕像伸出手 嗡 那座雕像瞬间震动起来 刺目的霞光弥漫 一道神秘的符文飞射而下 我说了 我若出手 其他人没有任何机会 战无敌神色自若地说道 或许吧 终神秀摇摇头 那道神秘符文 刚靠近战无敌的时候 顿时调转方向 向着严落雪冲去 啊 战无敌见状 神色一致 眼中露出惊恶之色 嗡嗡嗡 与此同时 除了战轻炎感悟的那座雕像外 其他雕像疯狂震动 五颜六色的光芒弥漫 直接将严落雪笼罩 各种传承不断涌入严落雪的眉心 连带着忠神秀面前的圣灵顶 也发生了一变 快速向着严落雪飞去 悬浮在他的头顶 不断旋转 一道神秘的力量爆发 将严落雪包围 竟然直接认主了 这是 气韵之力 好浓郁 战无敌看向严落雪 眼中露出一抹惊奇之色 他横绝万古 行走诸天万剑 什么样的大气韵之力没有见过 但眼前的女子 绝对是他见过气韵之力 最为浓郁的一位 对于这个情况 终神秀没有一丝意外 他看向战无敌道 如何 甘拜下风 战无敌微微抱拳 已经拜了 没什么好说的 上天眷顾之人 让人羡慕 严晨渝的目光落在严落雪身上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倒也没有因此羡慕 因为师尊也在传授他炼丹术 他不认为会差严落雪嘶吼 这个小女娃 应该去有丹道风 丹原子满脸遗憾地 看向严落雪 若是此女去他们 丹道风那该多好啊 得到了丹顶圣地的传承 还得到了圣灵顶 对方未来的丹道实力 肯定不会弱 谁让你们之前不抢人呢 方长老玩味地说道 此刻天暗风主动和无微风交好 尤其是这严落雪和严晨渝关系 还那么好 对方得到了这里的传承 似乎也不错过了好一会儿 战青烟感悟结束 他站了起来 眼中露出一抹激动之色 不过此刻众人的目光 都没有在他身上 严落雪身上的五彩光芒 也随之散去 圣灵顶悬浮在他的身前 他伸手抱着圣灵顶 满脸欣喜地 对着终神秀和严晨渝道 我得到这里的传承了 还有这尊顶 他也有属于自己的顶了 想到严晨渝那个破炉子 他就心动无比 自己这尊顶用来砸人 效果肯定不会差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恭喜 严晨渝笑着道 嘻嘻 严落雪非常开心 他抱着圣灵顶来到终神秀面前 从里面掏出一把丹药 递给终神秀 中风主 这个给你 我倒是不需要 终神秀摇摇头 那就给严晨渝吧 严落雪将丹药递给严晨渝 这丹炉里面有诸多丹药 大概有上百枚 品级都很高 严晨渝应该用得上 严晨渝倒是没有客气 立刻将丹药收起来 天岸风和丹道风的众人一阵羡慕 这些丹药一看就不简单 可惜和他们无缘 你们也有份 严落雪轻轻挥手 一眉眉飞向天岸风的弟子 连方长老也有份 谢谢落雪师妹 天岸风弟子激动地接过丹药 心情无比开心 寒夜风主真的是太厉害了 提前就让他们和吴威风打好关系 否则的话 这丹药估计也没有他们的份 哈哈 好 方长老拿着丹药 满脸笑容 很是欣喜 还炫耀般地瞟了丹原子一眼 你这家伙 丹原子哭笑不得 老夫一个炼丹师 难道还会去丹药不成 你有必要炫耀吗 至于丹道风的弟子 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根本没他们的份 毕竟人家严落雪和他们又不熟 严晨渝 这里面还有很多 再给你一点 不够的话就找我 严落雪又抓出一把丹药 塞给严晨渝 像个小夫婆一般 严晨渝笑着接过丹药 这里挺热闹的嘛 各方的人到来了 他们眼神灼热地看着周围的雕像 热闹个屁 方长老眉头一挑 瞬间对着周围的雕像发起攻击 众多雕像纷纷碎裂 众人目瞪口呆 这方老狗是有病吧 给他们多看一眼会怎么了 你们抓紧时间 继续去夺取雪煞果 再过几个时辰 会有特殊的事情发生 终神秀看向严晨渝和严落雪 明白 两女对视一眼 快速离去 你们也去 方长老看向天安风的那些弟子 好的好的 天安风众多弟子满脸笑容地离去 心情非常不错 这 刚来的人一阵无语 他们刚来 这里就结束了 这大殿里面 怕是有好东西 有人瞄了一眼大殿的位置 立刻冲了进去 啊 下一秒 一阵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那人变成一个火人 惊恐地从里面冲出来 结果还未走几步 瞬间被焚烧成飞灰 其余人被吓了一跳 不敢乱来 你们也别愣着了 继续去考核 丹原子看向丹道风的众弟子 此番能有一个战青烟 获得丹道传承 也算不错 回去之后 可得重点培养一番 丹道风的众位弟子 快速离去 这里应该没什么东西了 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 其余之人思索了一下 转身离去 转眼 四个时辰过去 所有南皇道院的长老与弟子 请听好 万灵战场已经开启 接下来 本圣会送你们前往万灵战场 那里 比百段山凶险百倍不止 随时都可能会陨落 若是害怕的 立刻回答 本圣送你们离去 百段山内 拓跋云的声音响起 带着一丝 前所未有的凝重 万灵战场 那是什么 比百段山海 凶险百倍 危险伴随着机缘 那所谓的万灵战场 肯定藏着大机缘 怕什么 去看看又何妨 若是能够得到大机缘 说不定可以一飞冲天 南皇道院的弟子 听到拓跋云的声音后 都是面露惊恶之色 万灵战场 方长老疑惑地 看向中神秀 他从未听过什么万灵战场 中神秀神色自若地说道 万灵战场 乃是一片远古战场 曾有诸多强者在那里厮杀过 死了无数生灵 里面有连接天荒各域 妖界魔界的通道 百段山恰好有一个入口 都不害怕吗 很好 本圣这就 将你们送入万灵战场 破拔云出现在百段山上空 他捏动法掘 一股恐怖的圣道之力爆发 直接笼罩整个百段山 百段山内 众人纷纷消失在原地 第227章 一片血海 十四雄坟 万灵战场 是一片死寂的战场 战场无边无际 看不到尽头 里面有诸多神秘的山岳 血河的河流 天穷呈现一片灰暗之色 空间碎裂 荒谷之气从里面充斥着 万谷难以愈合 地面有浓郁的死气弥漫 千疮百孔 支离破碎 诸多残缺的枯骨 战甲 冰润凌乱的摆放 覆盖着一层尘土 隐隐散发着光泽 无尽岁月过去 威压却不见散去 射人心魂 在一个平坦地带 南皇道运的一群人现身 拓跋云站在最前面的位置 他神色凝重地 看向众人道 各位 这里就是万灵战场 古老时期 曾有万族与此进行过厮杀 因此 这里遍布各种恐怖的杀机 但也藏有诸多大造化 按照点击记载 万灵战场 还有连通各域各界的通道 接下来 你们有可能会遇见外族生灵 外族生灵 众人闻言 并未惊慌 而是眼中露出浓郁的战役 管他什么外族 若是敌人 那就一战 不错 万灵战场一旦开启 各大通道也会随之打开 所以接下来 外族出现的可能性很大 考核还剩下一点时间 接下来 我再增设一场考核 那就是看你们在万灵战场中的综合表现 拓跋云沉声道 外族若是现身 自然少不了各种摩擦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敢问拓跋大人 外族实力强大吗 有一位弟子开口问道 拓跋云看了那位弟子一眼 淡淡地说道 强不强 我说的不作数 若是你们真的遇见 到时候就知道了 至于外族生灵 是否真的会出现 我倒是没有什么把握 这战场有诸多大纪元 接下来 你们就去好好探寻一番 对 先探查大纪元 这战场一看就不简单 肯定藏着无数大纪元 众人眼神灼热地盯着四周 各位长老 若是你们一方的弟子遇见危险 我允许你们 适当出手干预 拓跋云看向众位长老 明白 一些长老连忙点头 好 废话不多说 去探索吧 拓跋云轻轻挥手 终神秀看向方长老道 方长老 我要带颜晨鱼和颜洛雪 离开一趟 你带天安风众弟子 先去探索一下这片战场 到时候 我会去找你们会合 嗯 方长老神色严肃地点头 跟上我 终神秀对颜晨鱼和颜洛雪 道了一句 三人化作残影 消失在此处 其余人对视了一眼 也纷纷离去 在一座高耸的山岳之巅 终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淡漠地看着一个方位 颜晨鱼和颜洛雪 站在他的两侧 终风主 我感觉这万灵战场下面 好像有什么东西 颜洛雪往下面看去 神色凝重无比 刚进入万灵战场的时候 他就有所感觉 非常难受 仿佛有什么东西 折服在下面 终神秀道 万灵战场之下 其实是一片血海 有古老生灵曾与此布局 很多死在这片战场的生灵 会被拉入下面的血海 他要炼制万灵血珠 这万灵战场下面的血海 他而言正是绝佳之地 因为血海之中 有诸多血液的生灵 那是以前陨落在战场中的生灵 血海 颜洛雪微微一正 终神秀陈应道 世间禁区无数 幽冥 黄泉 血海更是禁区中的禁区 生灵踏入 生死难测 不过这些 你们暂时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事情 我先带你们去前方 他轻轻挥手 卷起两女 冲向前面过了一会儿 一片血红色的山岳裙 出现在三人眼前 山岳一共有十四座 按照特殊的规律排列 左右个七座 中间有一座 每一座山岳上面 都被血色铁链笼罩 各种神秘的静置覆盖 上面均插着一面古旧染血的战旗 古老的气息弥漫 威压滚滚 扭曲周围的空间 胸利异常 这是 严晨渝和严落雪 盯着眼前的十四座山岳 只觉得神魂颤动 山岳之中 似乎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 终神秀轻语道 这是从血海之中突起来的山岳 后来有强大生灵 强行在里面开辟灵墓 因此 在荒谷时期 又被称之为十四凶坟 每一座山岳之中 都有一座灵墓 葬着一位强大的生灵 长生 对修士而言 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这条道路上 无数生灵为了这两个字 前赴后继 对某些生灵而言 哪怕笑渺茫 他们也愿意去尝试一下 眼前的十四凶坟 便是一些生灵的尝试 可惜 这只是一场局 葬于此地的生灵 或许能复苏 但也绝对不是以前的那个人 十四凶坟 两女神色凝重无比 终神秀看向阎洛雪道 剩余的九天玄弓 就在这片群山之中 能否得到 这需要你亲自去试一下 阎洛雪是否能够得到九天玄弓 终神秀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毕竟原剧情之中 阎洛雪并未修炼这门功法 而是另辟蹊径 硬生生开了九大洞天 九天玄弓 中风主 我要如何去获取呢 阎洛雪眼睛一亮 立刻看向终神秀 终神秀轻语道 很简单 直接进入山岳群中 开启你的洞天 看看是否能有所感应 这片山岳群中 有特殊力量充斥 外人想要进去 无比困难 不过对你而言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好 那我去试一试 阎洛雪握紧拳头 神色严肃地说道 去吧 不要有丝毫顾虑 关键时刻 我会出手 终神秀对阎洛雪道 嗯嗯 阎洛雪连忙点头 心里面更加有底气 他一咬牙 立刻冲向前面的山岳群 他能成功吗 一道声音响起 陆无为拿着九葫芦出现在此处 满脸期待地盯着阎洛雪 显然他一直都在暗中跟着阎洛雪 或许吧 终神秀神色自若地说道 老朽修炼的也是九天玄弓 也想去试一下 陆无为面带沉思之色 你随意 终神秀文言则是哑然一笑 能得一部分九天玄弓 这是陆无为的机缘 至于想要得到完整的九天玄弓 不是终神秀瞧不起陆无为 对方还真的没有那个实力 好 那就试一试 陆无为眼中爆射一道金光 立刻冲向前面的山岳 第228章 相似的路 终有尽头 阎洛雪飞向山岳群 却并未受到任何阻拦 轻松地进去了 进来了 阎洛雪脸色一洗 立刻按照终神秀所言 运转六道天宫 六大洞天同时出现 他闭上双眼 认真感悟 终神秀轻轻点头 对于这个结果 倒是没有感到太过意外 毕竟阎洛雪作为气韵之女 本就可以免疫很多东西 各种禁区 他都可以轻松踏入 各种杀击 对他形同虚设 别人眼中的不可能 在他这里 基本上不存在 与此同时 陆无为也冲了过去 就在他刚靠近十四座山岳的时候 十四座山岳上面的古旧战旗 猛然震动 调动山岳之中的大势 凝聚成沙伐力 十四道沙伐之力 在同一时间爆发 向着陆无为轰沙而来 哼 陆无为目光一凝 半步大胜的力量彻底调动 一拳轰沙而出 灰色全影冲出去 所过之处 空间不断碎裂 被轰出一个巨大的窟窿眼 十四道沙伐之力 与灰手全影碰撞在一起 雄魂的力量横扫四周 天地一阵爆炸 各种璀璨鸿芒浮现 但仅仅是过了一秒 陆无为的拳印就被震碎 十四道沙伐之力席卷而来 不好 陆无为目光一凝 果断退后 却依旧受到了一丝波及 三百米外 陆无为现身 一条手臂已然消失不见 他神色凝重地 盯着前方的十四面战旗 好可怕的战旗 竟然可以自行调动这里的事 终神秀淡然道 纵然没有这十四面战旗 你进入这山岳群中 下场也是一死 这里的布局 有些东西是否有缘 只需一次试探便知道 刚才一番试探 他就知道 剩余的九天玄弓与他无缘了 终神秀看向盐晨鱼 轻语道 这十四凶坟之中 其实还藏着一门特殊的功法 我现在带你去取一下 希望你这次运气好一点 多谢师尊 盐晨鱼满脸感激地看着终神秀 走吧 终神秀拉着盐晨鱼的手 瞬间冲向前方的山岳 就在二人刚靠近的时候 十四面战旗的杀伐攻击再次爆发 终神秀随手伸出 一座明墓悬浮在头顶 明墓一出 天地崩碎 十四面战旗出现一道道裂痕 杀伐之威在寝客间散去 两人快速进入山岳群中 向着最中央的那座山岳冲去 最中央的山岳前 助力着一块血色石碑 石碑上面没有丝毫符纹 显得很是古朴 终神秀带着盐晨鱼来到石碑面前 他看了石碑一眼 没有一丝犹豫 直接一拳轰出去 咔嚓一声 石碑被他轰碎 一道道裂痕出现 石碑碎裂的瞬间 终神秀立刻带着盐晨鱼退后 过了一会儿 石碑彻底碎裂 化作一块块碎石 而在石碑之下 地面不断震动 下陷 一个直径十米的大坑 出现大坑之中 有一口腐木棺材 腐木棺材慢慢悬浮而起 就是此物了 终神秀凝视着眼前的棺材 又对盐晨鱼道 在古老岁月之中 薛海之上曾漂浮着一口腐木棺材 棺材之中藏着一门逆天的功法 生灵若得 可走逆天法道之路 你现在上去开启棺盖 看看是否与里面的功法有缘 记住 无论看到什么 都不要理会 开启棺材即可 不出意外的话 颜落雪还是有很大机会 能够得到完整的九天玄弓 到时候开辟的洞天 最起码也是九个 有可能会更多 原本按照终神秀的计划 是打算让颜晨鱼 开辟十大洞天 但是考虑到一些情况 终神秀还是打算 让颜晨鱼走另外一条 与颜落雪截然不同的路 相似的路终有尽头 而不同的路 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腐木棺材里面的功法 正是开辟洞天之后使用的 若是颜晨鱼能够掌握 肯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明白 颜晨鱼深吸一口气 立刻往腐木棺材走去 他轻松来到棺材旁边 并未出现任何情况 没有犹豫 他立刻去推开棺盖 就在棺盖被推开的时候 颜晨鱼神色一致 看到了无尽的黑暗 里面死气沉沉 没有一丝生机 诸多腐烂的手 从棺材之中探出来 抓在他的身上 想要将他抽入棺材之中 颜晨鱼身体紧绷 竟然不受控制了 连动弹一下都不行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拉入棺材 不对 颜晨鱼目光一凝 体内的混沌清廉震动 他瞬间恢复了神志 眼前那些腐烂的手消失不见 但眼前的景象也发生了变化 此刻他依旧处在一片黑暗之中 天穷之中闪烁着血色光芒 好似一颗颗血色星辰一般 这些血色光芒正在扭动 旋转 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吞噬 向着中央的位置缓缓靠近 最终化为一体 又再次散开 周而复始不断重复 仔细观看 这些血色光芒运行的轨迹 这时 颜晨鱼的耳边 响起终神秀的声音 师尊 颜晨鱼心中一喜 立刻认真观看血光的轨迹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看了多久 或许是一年 十年 亿或者百年 看着看着 他好似化作了一道血光 正被吞噬 然后再次出现 再次被吞噬 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循环 他不再去观看血光的轨迹 而是闭上了双眼 认真去感受 在颜晨鱼的上空 在同一时间出现了十个洞天 九条鱼儿与混沌清廉出现 正在围绕着这些洞天旋转 这好像是虚物 只是在对未来做一种特殊的推演 九条鱼儿与混沌清廉 慢慢地进入十个洞天之中 不知道过了多久 混沌清廉所在的洞天脱离而出 处在最中央的位置 九条鱼儿所在的洞天 则是缓缓向着混沌清廉所在的洞天靠拢 然后被混沌清廉所在的洞天不断吞噬 融合最终 十大洞天变成了一个洞天 没有十全十美 唯有九九归一 九个洞天 融入到了第十个洞天里面 轰隆 一声巨响传出 唯一的洞天碎裂 重新演化出十个洞天 严晨宇也在这一刻睁开了眼睛 一道金光闪过 头顶的洞天瞬间消散 第229章 融天之术 逆天乏道 异象消散 天地归于平静 师尊 我得到了融天术 严晨宇看向中神秀 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这门功法名为融天术 主要针对洞玄境阶段 他在刚才的幻境之中 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东西 修炼融天术 洞天开辟 洞天融合 所能爆发的威势 肯定比寻常开辟洞天的 同级修士强很多 嗯 终神秀笑着点头 严晨宇得到的这门 融天术比较奇特 开创者的想法很大胆 将多洞天融为一洞天 从而主修一洞天 是唯一洞天 爆发出远超多洞天数倍的力量 这融天术 一旦开始修炼 就得走一条逆天法道之路 寻常修士 谁不想多开辟几个洞天 开辟多洞天 一旦踏入万象境 多种意向其出 战力翻倍 同级之中谁能抵抗 而严晨于身上的这门功法 却恰恰相反 他将多洞天进行压缩 使其融为一体 这种路本就是逆天之路 与正常大道截然相反 修炼途中 肯定会遇见各种特殊的事情 终神秀幼道 你这门融天术 是一位远古大能推演出来的 只存在于概念阶段 纵然是那位大能 也没有修炼 一旦你修炼这门功法 肯定会遇见 各种诡异的事情 是否要修炼这门功法 你可以先考虑一下 那位大能很神秘 原文之中 也只有细微的记载 可以肯定 超越洞玄境的修士 想要修炼这门功法 也只能废掉修为 重修一次 很多修士 根本不会做这种事情 那位大能 也没有做这种事情 但他又不想 让自己推演的 无上功法被埋没 便造了一口腐木棺材 将其丢在血海之上 静待有缘人 剧情之中 倒是有一人 获得了这门功法 他有四大洞天 硬生生将其中 两个洞天融为一体 同级之中 罕见敌手 后来他在融合 第三个洞天的时候 直接被强大的雷杰劈死了 没错 雷杰 对修士而言 那是天道降下的惩罚 修炼就是逆天之路 天道会选择一部分生灵 进行抹杀 寻常修士突破 很少遇见雷杰 一旦遇见 基本上就是九死一生 阎晨渝一旦修炼荣天树 就会面临雷杰 以他的体质来说 终神秀觉得寻常的雷杰 肯定奈何不了他 真正诡异的东西 是修炼这门功法 后续会发生的某些事情 这一点终神秀也不知道 因为那人并未将这门功法 彻底修炼 成功阎晨渝神色 认真地说道 我决定了 就修炼这门功法 这是师尊带他来取的功法 无论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要将之修炼下去 终神秀文言笑着点头道 好 既然你决定了 那就修炼吧 这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由我护道 一切都不是问题 嗯嗯 阎晨渝奄然一笑 师尊的话就是满满的安全感 他又道 师尊 这戎天树如此玄妙 我太赢一份给你吧 不过刚说完 他就轻轻吐了一下香舌 师尊实力那么强大 估计早就开皮动天了 这门功法估计对他没用 终神秀哑然一笑道 这门功法不适合我 他情况与阎晨渝和阎洛雪的不同 他本就没有倒映 能否开辟出动天都是一回事 而且他感觉自己纵然能够开辟动天 估计也只是开辟一个 荣天树对他而言意义不大 哦 阎晨渝尴尬一笑 轰隆 就在两人交流之际 其中十三座山岳疯狂震动 十三道刺目的血光暴射而出 所过之处天崩地裂 日月无光 山岳中的阎洛雪被血光笼罩 天地一片血红 璀璨鸿芒肆掠 盗则浮现 无形的杀伐之威弥漫 让人不能靠近他 阎洛雪似乎也成功了 过去看看 终神秀到了一句 轻轻挥手 带着阎晨渝瞬间来到阎洛雪所在的位置 山岳群中 阎洛雪被血光笼罩 变成了一个血剑 血色道纹将他笼罩 这些道纹不断进行推演 幻化出数道神秘虚意 在他的上空 六大洞天其出 颜色各异 不断震荡 古老的大道 威压从洞天之中弥骂出 欲要将天地震碎 霸倒绝伦 终神秀看向阎洛雪 眼中浮现一抹沉思之色 以阎洛雪的情况 九大洞天应该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他隐隐有种直觉 此女开辟的洞天 估计不止九个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半炷香后 阎洛雪身上的血光消散 露出来他的身影 嘻嘻 成功了 阎洛雪娇声一笑 剩下的九天玄弓已经到手 这下 他还能继续开辟更多的洞天 中风主 阎晨鱼 看到终神秀和阎晨鱼的时候 阎洛雪脸色一洗 开心地向两人走来 功法已经到手 该离开了 终神秀对着阎洛雪轻轻点头 又看向四周 此刻十三座山岳之中的杀鸡正在复苏 想必葬在里面的那些强大的生灵 也差不多出来了 嗯 两女立刻点头 就在三人刚要离开的时候 除了其中一座山岳外 其余山岳上面的战旗纷纷碎裂 山体开裂 一道道更为血色光芒 从里面弥漫出来 带着来自血海的诡异之力 这些诡异之力疯狂凝聚 变成一条条血色触手 直接将这片天地封锁 阻止三人离开 你们退后 终神秀眉头一挑 两女快速退到他身后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头顶的明目震动 禁忌之威爆发 猛然轰煞而出 轰隆 一时之间 天地失色 万古无光 禁忌之威冲斥 环宇化作一片灰暗之色 地面不断碎裂 坍塌 空间节节爆裂 漆黑的力量从碎裂的空间一出 十三座山岳 在寝刻间灰飞湮灭 十三道残影 悄然涌入下方 那是十三具棺材 里面有十三尊圣灵 随后 无尽诡异之力 纷纷涌向明目 被不断吞噬 终神秀身影一闪 带着两女飞升而出 明目悬浮在天际 原本的十四座山岳 此刻只剩下最中间的一座 下方已经被打爆 隐隐可见血光一出 第二百三十章 血尸一足 圣人之境 万米之外 终神秀三人现身 终神秀看着前方的一片血光 眼中却没有一丝波澜 那十三尊圣灵 已经顿入血海 待他凝聚万灵血珠的时候 一并解决 他伸出手 将明目收起来 落雪 如何 陆无尾走过来 满脸期待地看着阎落雪 阎落雪连忙点头道 风主 剩余的九天玄宫 已经到手了 好好好 陆无尾闻言 连到三个好字 心情非常不错 他也很好奇 阎落雪掌握完整的九天玄宫之后 到底能开辟多少个洞天 至于他的话 现在自然用不到完整的九天玄宫 毕竟他已经踏入 半步大圣之境 九天玄宫对他而言 毫无意义 他可不会为了重修九天玄宫 刻意废掉自己的修为 陆无尾又看了终神秀一眼 眼中带着一丝忌惮 刚才十三座山岳灰飞湮灭的场景 他可是亲眼看到了 只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他堂堂半步大圣 连靠近这些山岳都做不到 结果终神秀却直接打爆十三座山岳 让人感到惊惧 现在去和方长老 他们会合吧 终神秀清语 万林战场 一片尸骨堆积的地带 等一下 方长老看向天安风的众弟子 伸手足指 眼前这片地带很不对劲 太过死寂 尸骨堆积成山 血色河流缓缓流淌 血腥味浓郁无比 让人作呕 各种古老的冰刃插在古山上 万古不朽 散发着荒谷气息 天地也与其他地方不同 整体呈现血红之色 无形之中 还有一股隐晦的威压弥漫 让他感到莫名的不适应 在这片尸骨地带 还长着一棵棵血红色的大树 大树上面 结着一枚枚星红的果实 看起来有点类似于血煞果 但蕴藏的力量 比血煞果强了数倍 大概有上百枚 若是能够采摘几枚炼化 肯定能快速提升修为 血师帝 这时 方长老耳边 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终神秀正带着 严晨于良女道来 终长老 看到终神秀的时候 方长老脸色一喜 见过终长老 天暗风的众弟子 看到终神秀的时候 也是连忙行礼 嗯 终神秀对着众人回了一句 他副手往前走出一步 看着眼前地带道 这片地带是解师帝 一称养师帝 曾有血师一族的生灵葬在这里 血师一族 方长老眼中露出疑惑之色 他倒是没有听过这一族 终神秀道 古老时期 进入万灵战场的生灵众多 有的是为了厮杀 夺取各种道果 有的是为了埋葬在这里 寻求突破之路 血师一族很特殊 靠吞噬血肉之力来提升修为 生灵一旦进入这片地带 基本上都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方长老闻言 瞳孔一缩 看着前方道 所以 下面葬着活物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有多强 方长老询问道 应该就圣人之境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葬在这里的血师一族 也只是果实罢了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血师一族的部分生灵葬在这里 想要吞噬万灵战场之中的生灵血肉 从而实现新一轮的突破 但他们却不知道 自己在这万灵战场之中 也只是稍微大一点的果实罢了 整个万灵战场就是一场大局 想要在他人的局中布局 无疑是死路一条 各种长生路 轮回到都藏着特殊的布局 诸如血师一族 在这万灵战场之中 什么都不算 他们好不容易吞噬了一点力量 结果刚突破 就会被拉入下面 化作血奴 这片地带还葬着一尊血师 对方却被束缚 难以离开 可以说 若是没有大圣经的修为 在这片地带 连果实都算不上 不会被布局者过多注视 圣人之境 方长老神色凝重无比 对他而言 圣人那可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无妨 圣人而已 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终神秀摇摇头 他随手吸起一块骨头 对着前面的血师地丢去 就在这块骨头 刚飞入血师地的时候 瞬间被绞成飞灰 这片血师地内有禁止封锁 显然葬在下面的血师 也有讲究 实力太弱的生灵 根本看不上 所以设置了禁止 禁止 方长老目光一宁 还好刚才没有妄动 就刚才这股禁止爆发的威压来看 问道镜之下进入 必死无疑 终神秀随手挥动衣袖 天荒地落岩爆发 你们去采摘那血色的果实吧 那是万灵果 蕴藏着强大的本命精元 可以用来提升修为 也能增寿 一枚可以延续五十年之寿 能够重复服用 终神秀收起天荒地落岩 众人闻言 不禁苦涩一笑 这片地带 不是藏着圣人级别的存在 他们怎么敢进去 严陈渝和严洛雪对视了一眼 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冲上前去 对着那些万灵果 就是一阵采摘 他们搞不懂这些人在犹豫什么 有师尊作证 纵然圣人出来了 又能翻起多大的浪化 片刻间的功夫 两女就各自采摘了二十几枚果实 你们不采摘 那本长老亲自去采摘 方长老见天安丰的这些弟子 愣着不动 他也不再犹豫 立刻冲上去采摘 对他这样的老家伙来说 增加寿源这样的果实 自然是多多益善 哪怕用不到 也能卖个好价钱 要知道 这种东西 对那些寿源将至的老家伙而言 可是极为有诱惑力的 天安丰的那位老祖 寿源将至 若是能够给他采到几枚果实 那肯定是好处多多 冲啊 剑方长老都亲自上手了 天安丰的这些弟子 哪里还敢犹豫 快速冲上前 对着果实 就是一阵采摘 可惜他们 还是晚了一点 大部分的果实 都已经到了严陈渝和严落血手中 可以退回来了 终神秀缓缓开口 果实是用来诱惑猎物的 现在果实已经被采摘 那血石应该坐不住了 第231章 血石现身 铁链封锁 众人不敢停留 果断退后 好 地面突然碎裂 一道刺耳的嘶吼声响起 血石地疯狂颤动 地面起伏不定 一只腐烂的血色大手 快速从地底探出来 一把抓向众人 血色大手腐烂 流淌着恶臭的液体 指甲呈现乌黑之色 锋利无比 闪烁着寒芒 大手背部是新红的鳞片 犹如鱼鳞一般 一片片挤压在一起 红色线条勾勒 形成神秘的图腾 在血色大手掌中心 则是有一只紫金色的树眼 树眼睁开 嗜血争鸣 甚人无比 龙玉的血腥味弥漫 血色大手爆发一股 恐怖的圣道镇压之力 天穷颤动 血光滔天 血盲闪烁 这片天地 竟在血色大手的掌控之中 他只需要轻轻一捏 便可让这里灰飞烟灭 不好 方长老脸色俱变 处在这股圣道之威的压制下 他发现自己竟然动弹不了 终神秘轻轻挥动衣袖 血湿地中的众人 被瞬间扯出来 轰隆 血色大手抓空 地面爆炸 空间崩碎 神秘的道则消散 诸多鳞片挤压在一起 鲜血沿着挤压处流淌而下 这些鲜血带着恐怖的腐蚀之力 空间和地面直接被腐蚀 冒起一阵阵烟雾 出现难以愈合的孔洞 差一点 天暗风众人额头不满冷汗 眼中露出一丝庆幸 还好终长老出手 否则刚才 他们已经被捏成血污了 血色大手一击落空 直接换了目标 向着终神秘轰杀而来 大手探出血湿地 封锁天地 寂灭长河 环宇摇晃 胸威滚滚 终神秘背负双手 神色平静地 看着轰来的血色大手 不退反进 一步踏出 出现在虚空中 就在血色大手 刚要轰击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瞬间伸出手 天荒地洛岩笼罩手臂 金色光芒闪耀 寂灭之威弥漫而出 咔嚓 周围的空间 承受不住天荒地洛岩的力量 出现一道道裂痕 空间不断扭曲 烈焰席卷四周 欲要坟灭这片天地 终神秘握紧拳头 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对着那只血色大手 便是一拳轰出 一拳而出 翻江倒海 刺目金光横爵 拳印爆发 宛若堤坝碎裂 滔滔洪水翻腾冲出 摧枯拉朽 震荡巴荒 横推万古 凶猛霸道 金色拳印 与血色大手对碰在一起 黄暴的力量挥洒 天穷出现一道道血色 金色涟漪 所过之处 空间都在扭曲 碎裂 千疮百孔 远处的一些高耸山岳受到影响 被齐齐地斩断 滚滚浓烟冲天起 场面震撼 糟糕 方长老瞳孔一缩 大手挥洞 卷着在场的众人 直接暴退十万米 就在众人刚离开 地面骤然爆炸 无数砂石土壤化作积粉 无边地面 下陷数十丈 片刻之后 金色拳印的力量再次强了一分 血色大手一震 化作漫天血舞 唯独剩下那只紫金色树眼 树眼闪烁着一丝阴森 古老的力量正在缓缓复苏 终神秀默视着对面的紫色树眼 一只眼睛罢了 在我面前还不够看 还是让你的本体出来吧 他刚说完 血湿地顿时下沉 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型血色天坑 浓郁的血煞之力 血色天坑之中 传出一阵阵铁链碰撞之声 每一次碰撞 都能让天地出现一道道裂痕 好似震魂之声 寂灭亡灵 寻常修饰若是靠近 哪怕只是听到一道声音 也会心脏爆裂 血脉破碎 身躯被震成血舞 好 随即 一阵更为刺耳的咆哮声响起 只见一尊巨大的血湿 从大坑之中冲出来 他浑身被粗壮的铁链封锁 行动之际 使得铁链不断碰撞 冒起阵阵火星子 血湿体型巨大 身高上百米 浑身腐烂 流淌着腐蚀液体 他的牙齿犹如锯齿一般 密密麻麻的 还有两颗尖锐的獠牙 血色大眼 好似大灯笼一般 而在眉心的位置 则是有一个凹陷的孔洞 那是第三只眼的所在地 血湿虽然被铁链束缚 身上的气息却极为可怕 乃是圣人静巅峰的大胸 他的胸口着一柄巨型血色三叉戟 胸威滔天 凶猛至极 叮铃铃 血色铁链不断碰撞 欲要将血湿拉入天坑之中 好 血湿不断挣扎 眼眸之中充斥着暴力之气 这些铁链在他强大的力量之下 被不断拉伸 一节节地增长 钟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着血湿的状况 并无一丝意外 血湿一族的一些强者 想要在这里布局 吞噬万灵战场中的生灵血肉 最终血湿一族也变成了布局者的果实 每一尊成熟的血湿都会被扯入血海 变成血海的奴隶 眼前这尊血湿是最后一尊 在他之前 有不少血湿成熟之后 被拉入了血海之中 而他也被束缚在这里 一旦他踏入大圣之境 下场也会和其余的血湿一个下场 吼 血湿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他的手臂震动 多余的铁链旋转一圈 挽起胸口的血色三叉戟 直接向着终神秀展来 对这尊血湿而言 他已经漫长的时间 没有使用过强大圣灵的血肉了 眼前这个人类 对他而言 绝对是最为美味的食物 三叉戟破空而来 刺耳的音爆声音响起 空间被锋利的几刃 从中切割开 血光闪烁 甚微雄浑 图天灭地 可洞穿星雨 横扫八荒 终神秀看着眼前轰击而来的三叉戟 并未抵抗 就在三叉戟刚靠近他的时候 瞬间停滞了下来 仿佛被一股神秘的掌控之力镇压了 难以继续往前嘶吼 血湿见状 眼眸更为暴力 再次发出咆哮声 身上的力量疯狂注入血色三叉戟中 三叉戟疯狂震动 血纹道道浮现 杀伐之气一出 搅碎周围的空间 欲要继续轰杀向前 终神秀随手伸出 一把抓住三叉戟 震动的三叉戟顿时安静了下来 第232章 血湿覆灭 明目无敌 终神秀握着血色三叉戟 天荒地洛言的力量 疯狂涌入血色三叉戟之中 没有丝毫保留 血色三叉戟再次颤动 更为浓郁的血光冲天起 夹杂着一丝金色的烈焰之光 威压彻底复苏 达到了巅峰 咔嚓 血色三叉戟 上面出现一道道细微的裂痕 终究还是扛不住 天荒地洛言的力量 去 终神秀抬手一致 血色三叉戟 化作一道血色聚焦 猛然轰杀向解尸 杀气惊九霄 搅动日月星河 好似沉寂在深海无尽岁月的聚焦 一念化龙 欲要吞噬天地 动乱四海 星辰震荡 万古颤抖 杀伐之微席卷 森冷异常 眼见血色三叉戟轰杀而来 血尸立刻挥动手臂 想要抵挡 可惜他的手臂被铁链缠绕 根本不能挡在胸前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叉戟袭来 吃了 血色三叉戟 骤然间洞穿血尸的胸口 在洞穿的瞬间三叉戟直接爆裂 碎裂在血尸身躯里面 碎肉飞溅而出 鲜血好似一条大河喷涌 染红天渠 腐蚀万物 吼 血尸痛苦大叫 身躯不断颤动 胸口出现一个直径十米的窟窿洞 身体被洞穿 可见里面蠕动的内脏和血肉 终神秀默视着眼前的血尸 血尸异族的生命力很顽强 号称最难杀死的生灵之一 单单这种程度的攻击 可杀不死对方 血尸的眸子中 充斥着一丝怨毒和灵力的杀意 他眉心的那个孔洞 弥漫出一股巨大的犀利 悬浮在虚空中的树眼 直接飞到他的眉心位置 与那个孔洞融为一体 三眼血尸身上的力量疯狂暴涨 虽然还未踏入半步大圣之境 但已经无限接近那一步了 血尸力量暴涨之后 他使劲扯动铁链 又有一大截铁链被他扯出来 他发出怒吼之声 甚微横贯 直接冲天起 拖着诸多铁链向着中神秀杀来 巨大的血色拳头握紧 铁链缠绕在上面 一拳轰杀出去 全印爆发 寂灭山河 周围的一些巨山纷纷爆炸 这才有点看法 中神秀缓缓开口 天荒战己浮现在他的身前 他一把握紧战己 天荒地洛岩瞬间将他笼罩 天荒击法 中神秀挥动长脊 对着解尸便是一脊 长脊横扫而出 圣徒之威爆发 震碎天羽 打爆星辰 加之天荒地洛岩的力量加持 使得这一己更为霸道 长脊与血尸的拳头 骤然间对碰在一起 方圆万里 顷刻间化作积粪 远处 方长老带着众人不断退后 根本不敢待在力量余波笼罩的地带 长脊震动 圣微惊天 吞吐山河万古 血尸的拳头崩碎 血肉模糊 一条手臂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鲜血一出 铁链却是没有丝毫痕迹 这铁链材质特殊 肩不可摧 纵然是大胜级别的强者 一旦被束缚 就休想再挣脱开 吼 血尸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大手一挥 直接将一截铁链砸向终神秀 哼 终神秀冷然一笑 左手伸出 禁忌之力浮现 在铁链轰来的时候 他一把抓出去 直接将铁链抓住 碰 只见他使劲一捏 这肩不可摧的铁链 竟然直接被他捏爆 铁链四箭 洞传虚空 终神秀抬手一挥 天荒战己 轰杀向血尸的脑袋 血尸还未反应过来 眉心的位置 便出现了一个窟窿 树眼爆裂 鲜血不断喷涌而出 血尸惨叫不断 身体颤抖 终神秀身影一闪 来到血尸的头顶 对着血尸的脑袋 便是一拳 禁忌之力席卷而出 天地寝客间化作 一片灰暗之色 血尸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眼中露出一丝惊恐 立刻伸出手抵抗 却还是慢了一步 禁忌之力还未轰在他的头上 他的脑袋 已经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剩下的两只眼睛 直接爆裂 扛不住禁忌之威 随后 终神秀的拳头 狠狠地轰击在血尸的脑袋上 血尸巨大的头颅 犹如豆腐一般碎裂 碎肉夹杂着乌黑的脑浆四箭 血尸在瞬息间的功夫 变成了一具无头尸 身体往后倾倒 却没有负面 还在奋力挣扎 铁链碰撞 倒闻阵阵 扯着血尸的身躯 往天坑之中坠去 留下 终神秀大手伸出 一道禁忌大手印出现 覆盖天坑 一把抓住血尸的身躯 将其扯出来 诸多铁链纷纷被捏碎 捏 终神秀倾吐一字 禁忌手印直接一捏 血尸的身躯被捏爆 化作浓郁的血物 血尸覆面 明目无敌 万灵血珠 终神秀挥手 万灵血珠飞出去 吞噬之力弥漫 血物疯狂涌来 随着不断吞噬 万灵血珠的颜色越发深邃 显然吞噬强大的生灵血肉 血珠的凝聚速度会更快 过了一会儿 吞噬结束 万灵血珠飞回终神秀手中 上面的气息更为浓郁 嗯 不错 终神秀看着手中的万灵血珠 轻轻点头 继续吞噬下去 万灵血珠便可凝聚完成 到时候施展血迹之术 定然可以瞬间灭一方 他收起万灵血珠和天荒战己 却没有立刻离开 他的视线落在天坑之上 叮铃铃 天坑之中 诸多铁链不断碰撞 继而飞射而出 向着忠神秀冲来 没了血尸那个目标 这些铁链将忠神秀当作了目标 忠神秀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他果断寄出一座明目 对着天坑砸去 明目一出 自然是毁天灭地 诸多铁链还未靠近 便被明目散发的气息 震成积粉 明目不断变大 宛若万古禁忌神山 禁忌之力源源不断 永恒不朽 镇压宇宙洪荒 猛然间坠落而下 轰隆隆 一道剧烈的轰铃声响起 周围的天地瞬间被打爆 化作一片虚无地带 地面消失不见 诡异的血色光芒一出 那是来自血海的光芒 明目悬浮在血光上空 镇压血海 隐隐能够听到一些血海中的声灵 在颤抖嘶吼 忠神秀并未理会血海中的声灵 随手收起明目 便副手离去 反正到时候都要出手 那就留着一次性解决 一旦解决血海 周万灵战场也就没了 暂时倒是不适合出手 第233章 玄铁巨兽 周玄天志 钟长老 在一片平坦的地带 方长老等人连忙对忠神秀抱拳 神色振奋 无比刚才的一战 他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那巨大的血尸 直接被钟神秀强势震杀 那可是圣人级别的生灵 结果却被钟神秀抬手震杀 场面太过震撼人心 这一刻 他们都在好奇 钟长老到底有多强啊 嗯 钟神秀轻轻回了一句 又道 这万灵战场之中 还有不少好东西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吧 好 方长老连忙点头 天暗风的众位弟子 更是神色欣喜无比 钟神秀带着众人离去 半个时辰后 一座烈焰巨山出现在众人眼前 巨山高耸 沿江好似一条条红线 将巨山笼罩 山上插满密密麻麻的兵刃 刀 枪 剑 棍 骨中 悬塔 让人眼花缭乱 每一件兵器都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绝非寻常之物 好多兵器 众人神色激动地盯着眼前的烈焰巨山 此山上的兵刃这么多 若是能够从里面寻找一柄强大的兵刃 战斗之中也多了一份宝障 终神秀轻语道 这并非是一座山 而是一头烈焰玄铁巨兽 无尽岁月以来 有不少生灵陨落在万灵战场 各种法宝兵器也随之掉落在战场上 其中一部分会被烈焰玄铁兽的甲铐来此处 军事无主之物 你们可以去试试 每人可选一件兵器 巨兽 应该很强吧 严洛雪好奇地看着眼前的巨兽 终神秀道 确实很强 不过这点倒是不用担心 这头烈焰玄铁巨兽在沉迷 没有大圣镜的修士降临 惊动不了他 原来如此 严洛雪轻轻点头 我去试试 一位天暗风的弟子 眼神灼热无比 立刻冲过去 他成功来到巨兽背部最下方的位置 一股恐怖的威压袭来 让他感到压力巨大 身体都仿佛要解体一般 这里插着诸多兵刃 随便一件都是灵器 不过这些灵器品级都不高 他抬头往上面看去 越是往上 兵器的等级越高 威压也越强 好像上不去了 这位天暗风弟子 神色凝重无比 此处压力已经这般大 他若是继续往上 估计会被此处的威压碾杀 想到这里 他不再犹豫 顺手拔起身边一柄不错的长刀 长刀入手的瞬间 他的身躯直接被震飞出去 方长老挥手 一股力量爆发 将那位弟子接住 多谢方长老 那位弟子连忙感谢道 脸色有些苍白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但心情却很不错 方长老打量着 这位弟子手中的兵器 但笑道 你运气不错 这是一柄动玄灵器 嘿嘿 这位弟子宝贝般地 抚摸着长刀 他不过神藏性的修为 能在这里得到一件动玄灵器 倒也不错 我们也去试试 其余人见状 心中意识兴奋无比 他们纷纷冲向巨兽背部 大部分人都如第一人 只能抵达巨兽背部 最下面的位置 就不能继续往上 他们也不敢强行往上 各自挑选看着顺眼的兵器 便被震退下来 其中有两位弟子 倒是跨上了稍微高一点的位置 他们各自得到了一柄万象灵器 万象灵器 这两位弟子被震退下来后 他们欣喜地看着手中的兵器 显得非常开心 其余的天安风弟子 看向他们的眼神 也充满了羡慕 方长老 你也上去试试吧 终神秀看向方长老 那老朽就不客气了 方长老没有犹豫 瞬间冲上巨兽的背部 相对于众弟子而言 他所能抵达的位置自然更高 一步步地往上 不断打量着周围的兵器 嗯 走着走着 方长老停下了脚步 这里已经是他所能达到的极致 不能继续往上了 此刻他额头布满了汗水 压力非常巨大 全身都被冷汗打湿了 差不多了 方长老没有继续往上 他往四周看了一眼 恰好看到了一个黑色的金属葫芦 救你了 方长老一把抓向金属葫芦 本以为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没想到这一抓上去 这金属葫芦竟然在反抗 一股狂暴的反振之力袭来 这是 半圣切 方长老瞳孔紧缩 呼吸变得更为急促 一只手快速捏动硬绝 身上的力量彻底爆发 若是有主之物 他还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过既然这是无主之物 那想要夺取倒是会简单不少 过了一会儿 费了一番手脚 方长老成功夺取了这个黑色的金属葫芦 他也被直接震飞 稳住身躯之后 方长老激动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金属葫芦 大笑道 竟然是准圣器 老朽运气不错 恭喜 钟神秀笑着祝贺 还多亏了钟长老带我们来这里 方长老感激地说道 钟神秀淡然一笑 严晨瑜和严洛雪对视一眼 眼中充斥着浓浓的战役 显然也想上去试试 他们很好奇 自己能够走到哪一步 轰隆 就在此时 天穷中传来一阵剧烈的响声 刺目的光芒笼罩天地 恐怖的力量余波挥洒而出 虚空中 两道人影正在疯狂厮杀 各种攻击不断爆发 一人身着金色长袍 手持一柄长枪 战意滔天 杀气腾腾 每次挥动长枪 都带着可怕的杀伐之威 另一位则是身着银白色战甲的男子 同样持着一柄长枪 长枪挥舞 宛若浩海奔腾 气势雄浑 凶猛异常 周玄天 严洛雪的目光 瞬间落在那身着金色长袍的人影身上 此刻的周玄天竟然踏入了万象镜 气息极为狂暴 金光笼罩全身 道文充斥天地 气血振动九霄 好似一尊金色战神 胸威滚滚 与他交手的那位身着银白色战甲的男子 同样是万象镜的存在 战力丝毫不弱 我去杀了他 严洛雪想到凤华的情况 眼中的杀意更为浓郁 他直接把圣灵顶祭出来 打算砸人 别急 严晨渝伸手阻止他 第234章 东荒修士 外族生灵 荒谷周家圣子 周玄天 竟然是他 他好像踏入万象镜了 气息好可怕 与他交手的人也不弱 好像从未见过 天暗风的一些弟子 盯着虚空中的周玄天 和另外一位男子 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百断山考核 周玄天等人自然不会缺席 估计要不了多久 玄天圣女 天出圣女等人也会现身 东荒修士 方长老盯着那位身着银色战甲的男子 眼睛微微一眯 想不到五道衰弱的男荒 竟然还有 你这样的人 倒是让我感到意外 身着银色战甲的男子 冷视着周玄天 他名为银玄 来自东荒某一圣族 传承圣人血脉 同级之中 少见敌手 男荒五道卑微 他向来不屑 觉得很多男荒修士 都是野蛮土著 没想到 在这万灵战场 竟然遇见了战力不弱的男荒修士 数十招下 他竟然没有拿下对方 这让他有些恼怒 周玄天手持长枪 刚才不过是探查一下你的手段罢了 让我有些失望 狂妄 银玄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杀意 只见他一步踏出 骤然来到周玄天面前 长枪挥动 横扫而出 银色光芒喷涌 宛若一条银色长河 催枯拉朽 霸道绝伦 周玄天松手 长枪悬浮在身前 他捏动硬绝 长枪震动 金光暴射 符文烙印冲天起 瞬间化作一条金色巨龙 去 周玄天大手一挥 这条金色巨龙张牙舞爪 撕裂天地 金光璀璨 胸威滚滚 胸猛地向着银玄冲去 金色巨龙与银色长河对碰在一起 黄暴的力量余波横扫四方 虚空中传出一阵阵剧烈的爆炸声 空间都在扭曲 气浪不断席卷 好 金色巨龙张大嘴巴 发出咆哮之声 随后 竟然直接将银色长河一口吞下去 吞噬银色长河之后 巨龙的威势再次增强了几分 瞬间扑向银玄 银玄目光一凝 长枪挡在身前 不断旋转 化作一个银色符纹护盾 轰隆 金色巨龙撞击在银色符纹护盾上 护盾顿时碎裂 扑 银玄身体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来 被轰飞上百米 周玄天好强 那身着银色战甲的男子 竟然被他击飞了 荒谷世家的天骄自然不弱 此人可是从一尊圣道静大妖手中逃脱过 方长老 有没有办法杀死他 我实在看周玄天不顺眼 天暗风中弟子 神色凝重无比 觉得这周玄天强得过分了 年轻人一辈中 能够入神葬境 已经算是逆天之辈了 结果他周玄天 确入了万象境 让人心惊 百米之外 银玄稳住身躯 他握紧长枪 脸色阴沉无比 身上的银白色战甲 倒是没有一丝痕迹 这是一剑道气战甲 寻常武器可难以损其嘶吼 你还是第一个 让我如此狼狈的人 银玄怒视着周玄天 堂堂圣族天骄 却被一个南荒之人击退 这对他而言乃是奇耻大辱 真要死战 他不认为自己会输 因为他并未动用圣族血脉 也没有施展意向 否则的话 抬手便可震杀此人 周玄天伸出手 长枪飞回手中 眼中闪过一道森冷的杀意 这银玄的血脉倒是不错 若是吞噬的话 应该能增进一点修为 嗯 周玄天突然察觉到了 下方的钟神秀等人 看到钟神秀的瞬间 他目光一宁 心中露出一丝忌惮 这万灵战场机缘无数 暂时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 我想东荒进入万灵战场的强者 应该不少 周玄天看向银玄 不打算继续交手 一个银玄 他自然不会太过放在眼里 真正让他忌惮的人在下面 你在害怕吗 银玄只觉得周玄天在害怕 他的脸上露出一抹猙獰的笑容 击退他就想罢手 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哟 这里挺热闹的嘛 一道弹笑声响起 天穷颤动 急到人影飞升而来 速度很快 修为在洞玄境至万象境不等 银玄眉头一挑 往这几人看去 这几人中 有两位万象境修士 分别是一男一女 一人身着烈焰战甲 头发血红 一人则是身着琉璃长裙 肌肤雪白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烈羞 灵星 银玄缓缓开口 看向这两人的眼神 带着一丝忌惮 这两人都是东荒圣族的天骄 与他是同一级别的存在 而且双方之间还有矛盾 他若是继续与周玄天打下去 这两人估计会捡便宜 暂时先放过你 银玄冷冷地扫了周玄天一眼 收回了手中的银色长枪 周玄天也收起来武器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并未太过将银玄的话放在眼里 这些又是什么人 随便一位都让我感到压力巨大 我感觉 他们应该是之前拓跋大人说的外族生灵 四 外族生灵吗 果然很强 众人惊疑不定地盯着虚空中的几人 严陈鱼看向虚空中的几人 眉头一挑 也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这丝压力来自于那对万象镜的男女 这下面山岳竟然插着这么多兵器 其中有几件看起来很是不凡 身着琉璃长裙的灵星笑着开口 视线落在下方的山岳上 好东西 自然是多多益善 猎羞脸上浮现一抹浓郁的笑容 露出一口大白牙 那就下去看看 灵星脚踏莲花 身影一动 静止来到巨兽背部 速度极快 好东西 可不能让你一个人去走 猎羞立刻跟上去 哼 银玄也不甘示弱 快速冲向巨兽 周玄天站在虚空中 看了巨兽背部上的诸多兵器 虽然心动 但他还是没有跟上去凑热闹 他微微看了终神秀一眼 稍作思索 便转身离去 远离一些不必要的危险 才能让他活得更久 他走了 看到周玄天离去 阎洛雪脸色阴沉无比 论境界 他自然不如周玄天 但他不认为自己 就奈何不了对方 圣灵顶加上地气盖子 砸都能把对方砸死 阎晨鱼摇头道 此人能在圣道之境的阻恶手中逃脱 足见其不凡 你的那些手段 暂时奈何不了他 或许 阎洛雪神情低落 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若是他努力修炼的话 修为提升起来 肯定不会让周玄天轻易离去 终神秀淡然一笑 倒是没有出手 周玄天本就特殊 拥有一尊老魔传承 与老魔有因果 想要杀死 自然很难 当然 这对终神秀而言 真要想杀对方 不管对方有什么因果 也必死无疑 不过这周玄天 对阎晨鱼姐妹而言 是一块不错的魔刀石 暂时没必要去动 阎晨鱼轻轻拍了拍 阎洛雪的肩膀 道 我们去那巨兽背部试试吧 看看能不能取走 一件不错的兵器 嗯 阎洛雪深吸一口气 轻轻点头 他眼中充斥着坚定之色 定要努力修炼 不断变强 然后斩了周玄天 师尊 我们去取兵器了 阎晨鱼看向终神秀 去吧 记得 不要在上面动手 终神秀笑着点头 好的 阎晨鱼乖巧地回道 两女化作残影 向着巨兽背部冲去 他们率先抵达的位置 是巨兽背部最下方 威压好强 阎晨鱼宁声道 虽然是最下方的位置 但威压可不弱 不过在可承受范围内 继续往上 也没有丝毫问题 威压 没发现啊 阎洛雪摇摇头 并未感受到丝毫威压 他感觉 他能一念之间 登上最高处 你自然不同 阎晨鱼瞪了阎洛雪一眼 细细 阎洛雪信性一笑 第235章 看到没有 比你们强 细细 阎洛雪信性一笑 好吧 他的体质 往上看去 此处离顶端还有极远的距离 强如方长老 那样的问道静强者 也不过才登临一半的位置 他倒是想看看 他和阎洛雪 能够抵达哪个地方好 阎洛雪轻轻点头 两女快速往上 走了大概20几米后 遇见了几位东荒的 动玄境修士 这几位动玄境修士 诧异地看向阎晨鱼和阎洛雪 神色高傲地说道 看你们的样子 似乎连动玄境都没有踏入 竟然也能抵达此处 倒是不简单 不过接下来 你们上不去了 他们作为动玄境的修士 也只能止步于此 不能继续往上 处在上面的是 银玄三人 这三人作为万象镜的修士 自然可以走得更远 至于眼前的两个女子 看样子应该是男慌之人 而且修为还未踏入动玄境 能够到达他们这个位置 已经算是逆天了 想要继续往上 不过是痴人说梦 不错 能够抵达与我们相同的位置 你们足以自傲 但想要继续往上 无疑是痴人说梦 若是聪明的话 就止步于此吧 其中一位东荒洞玄境修士开口 言语之中带着说教 高高在上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这些人什么意思 瞧不起严晨鱼和严洛雪师妹吗 妈的 感觉这些人说话好高啊 那下巴都要扬到天上去了 天暗风的一些弟子 顿时不爽了 恨不得亲自上去 给这些人一个大嘴巴子 严洛雪不越盯着 东荒的这些修士说道 我们能到达哪里 与你们何干 你们不能继续往上 不代表别人也不行 菜就多练 你是你 别人是别人 什么 竟然是我们菜 这几位东荒的洞玄境修士文言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能够踏入洞玄境 能够来到这万灵战场 足以说明 他们在所属的势力 已经算是一方翘楚了 结果却被一个小小的南荒修士说成菜 这对他们而言 就是赤裸裸的羞辱啊 小丫头 你的言语 让我都很不喜欢啊 这几位洞玄境修士 表别人不行 好歹也是洞玄境的修士 却只能踏足这里 笑死人了 严洛雪不甘示弱地说道 看来 你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啊 既然如此 那便继续往上吧 我倒是要看看 你一个连洞玄境都没有踏入的修士 是否能够继续往上 其中一人语气森冷地说道 呵呵 严洛雪不屑地扫了几人一眼 便继续往上 一连踏出几步 没有丝毫压力可言 他 他竟然真的可以继续往上 而且看他的样子 似乎并无任何压力 这怎么可能啊 他好像连洞玄境都没有踏足吧 东荒的几位修士 神色惊恶地看向严洛雪 嗯 连带银玄三人 也是露出一丝惊讶之色 此刻他们处在严洛雪上方 二十米的位置 这里对他们而言 压力已经非常巨大的了 想要继续往上 无比困难 但咬咬牙 却还能走上几步 看此女的修为 应该是刚开辟动天 气息还不稳定 却能在他们下方 二十米的位如此轻松 这就让他们有些不解了 看到没有 我就是比你们强 严洛雪讥讽地 看向东荒的几位 动玄境修士 猖狂 其中一位动玄境修士 眼中闪过一道森冷的杀意 他一把抓起旁边的一柄长矛 直接对方严洛雪致出 不过下一秒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长矛致出 并未击中严洛雪 而是在严洛雪身前三米的位置坠落 反倒是那个出手的动玄境修士 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一股玄妙的力量直接抹杀 身躯化作血物 神魂都在瞬间被抹去 怎么回事 其余的东荒动玄境修士见状 不经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立刻倒退一步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严晨宇则露出一丝明雾 难怪师尊说 不能在这上面动手 小丫头 是你 那几位动玄境的修士 立刻盯着严洛雪 觉得是严洛雪在搞鬼 一群蠢货 这山上有特殊禁止 不能动手 银玄冷嘲道 众人神色一愣 脸色有些不自然 就在他们愣神期间 严晨宇已经往上 来到了严洛雪的位置 他虽然没有严洛雪那般轻松 但这里的压力 依旧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他竟然也 看到严晨宇也能继续往上 众人的神色又是一阵尴尬 刚才他们还是信誓旦旦的 觉得这两女不能继续往上 结果人家 直接用实际行动打他们的脸 好 做得漂亮 下方 天安风的众弟子见状 不禁一阵大喜 感觉非常畅快 外族生灵真让人讨厌 一开口就高高在上 不把南荒之人放在眼里 现在严晨宇和严洛雪 直接打那些人的脸 让他们感觉非常爽 闭嘴 巨兽背部的几位 动玄境修饰文言 不禁一阵恼怒 笑话 自己不行 还不让别人说了 刚才你们遗旨七十的时候 怎么不说说自己 是废物 一副说教的样子 真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高傲 天安风的众弟子 立刻回怼 丝毫不拒 多大的浪花 一群该死的家伙 竟敢羞辱我等 都去死吧 其中有一位 动玄境修士听不下去了 直接飞身而下 向着天安风众弟子杀来 找死 方长老眉头一挑 只手瞬间伸出 一道禁锢之力爆发 这两人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一把抓住的脖子 你 你找死吗 你可知我是什么人 我来自东荒 乃是东荒圣地的天骄 这人神色惊惧 立刻出言威胁 方长老使劲一捏 这人直接被他捏成飞灰 死的不能再死 他冷笑道 管你什么人 自己撞到老朽的手中 这就是在自寻死路 如此 自当成全 第236章 不过如此 无能咆哮 方长老威武 哈哈 方长老太强大了 管他们什么狗屁外族 胆敢放肆 统统抹杀 天安风的众弟子 仿佛打了鸡血 神色激动无比 这才是真正的修士 面对各种威胁 直接无惧 强势抹杀 让人向往 他们突然觉得 加入天安风 或许是他们 这辈子最为正确的选择 毕竟天安风上下 就找不到几个 唯唯诺诺之人 方长老瞟了众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小场面罢了 一个小小的 洞玄境的修士 竟敢不知死活 本长老若是不抹杀他 他还以为自己 真的有几斤脊俩 嘿嘿 反正方长老就是牛 众人连忙对着方长老 伸出大拇指 巨兽背部 剩下的几位洞玄境修士 目光一凝 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这南荒武道 或许不昌盛 但不代表南荒 就没有强大的修士 眼前这老家伙的修为 给他们的感觉 就是深不可测 难以看透嘶吼 问道静 有意思 银玄扫了方长老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讥讽 虽然方长老是 问道静的强者 但他也没有太过放在眼里 因为此番东荒 进入万灵战场的 老辈强者 最低都是准圣之静 其中 圣道之静 更是有多位 一个问道静的修士 在这万灵战场 面对东荒的那些强者 根本翻不起丝毫浪花 猎羞和灵星对视一眼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死一个人对他们而言 无关紧要 而且 这死的人 还不是他们势力的人 这就更加不重要了 怎么 你们只能走到这里吗 就在三人思索之际 一道不合十一的声音响起 严洛雪已然来到三人身旁 有趣 看你的样子的 应该还能继续 往上不少距离吧 银玄冷冷地扫了严洛雪一眼 脸上露出一抹残酷的笑容 猎羞和灵星淡淡一笑 并未多言 他们身上的力量爆发 继续往上 虽然不能走多远 但继续往上得到的兵器等级 肯定是更好的 所以呢 严洛雪不甘示弱地看着银玄 希望你能得到一件好的兵器 否则就太过无聊了 银玄冷然一笑 得到好的兵器 到时候自然是要便宜它 不能继续往上 不代表不能得到上面的武器 原来 你是这个打算 但话又说回来 你算什么东西呢 严晨鱼的声音响起 带着一丝森冷 一丝不屑 他几步踏出 直接来到了严洛雪身边 满脸冷意地盯着银玄咔嚓 银玄闻言 脸色有些阴沉 瞬间握紧拳头 他冷视着严晨鱼道 你也很不错 而且更为狂妄 但你的狂妄 会为你招来杀身之祸 是吗 凭你也配 严晨鱼言语霸道 丝毫不把银玄放在眼里 万象镜又如何 真要敢动手 他直接把衣袖里面的猪雀放出来 到时候一口吞了对方 呵呵 很好啊 银玄脸上的杀意 已经浓郁到了极致 若不是此处有禁止 此刻他已经出手了 他冷冷地扫了严晨鱼 和严洛雪一眼 继续往上踏出几步 直到不能继续往上 他便开始挑选兵器 不过如此 严洛雪身影一闪 直接往上飞出二十几米 超越了银玄三人 可恶 看到严洛雪如此轻松 就超越了自己 银玄脸色更为难看 无能咆哮 你以为我是在超越你吗 错了 你只是路上一个 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罢了 我只需轻轻发烈 你注定连我的背影都看不到 严洛雪继续开口 言语之中带着一丝傲然 这句话是从严晨鱼那里学来的 严晨鱼说过 凡是被他超越的人 连成为他对手的资格都没有 就感觉酷酷的 你 银玄被气得够呛 那阴奕的面容 仿佛要滴出水来一般 一直以来都是他嘲讽别人 如今却被两个男皇女子接连嘲讽 这还得了 猎羞与灵星也是有些无语 他们似乎什么都没有说吧 怎么还躺着中枪了呢 不过有一说一 这位男皇的女修士 还真的不简单 他们作为万象镜修士 抵达此处 已经是极限了 结果这位呢 直接超越了他们 而且看她的样子 似乎还很轻松 确切来说 从登上这座山之后 她就没有丝毫压力 一切都是那么稀松平常 感觉就像试逛自己家后花园 那么简单 确实是无能咆哮 就在此时 严陈瑜也跟了上来 她此刻的压力倒是很大 步伐显得有些沉重 每一步都无比艰难 但她并未停下 而是继续往前 混沌经运转 天蚕道一散发着幽光 周围的压力正在减弱 刹那间就越过了银玄三人 该死 该死啊 银玄恼怒无比 接连被嘲讽 让她感觉自己非常没有面子 可惜 此刻她已经没有资格 被严陈瑜两女过多关注 严洛雪看向严陈瑜道 严陈瑜 你还能继续往上吗 看严陈瑜的样子 压力明显非常大 无妨 严陈瑜摇摇头 额头有汗珠浮现 但她并未理会 而是眼神坚定地往上 天赋不如严洛雪 气韵不如严洛雪 但她意志坚韧 不弱于任何人 严洛雪见严陈瑜如此拼命 她没有立刻冲向最高处 而是默默地跟在对方旁边 内心深处 对严陈瑜 却充满了佩服在众人的目光中 两女一步步地往上 严洛雪轻松 严陈瑜则是压力巨大 但他们走了好一会儿 还是成功抵达了山巅 抵达山巅的那一刻 严陈瑜身上的天蚕衣爆发刺目之光 不断抵抗周围的威压 终于抵达了最高处 严陈瑜开口 此刻她的肌肤已经军裂 出现一道道血痕 鲜血一出来 她直接闭上眼睛 盘膝坐在地上 心中明显有所感悟 好的 严洛雪立刻往一旁走去 刚才她感受到了一股玄妙的力量 估计是有一件好东西 第237章 古朴玉符 黑色珠子 好 他们到达最顶上了 严陈瑜和严洛雪真的太厉害了 越往高处 兵器品级越高 真好奇 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兵器 能够摆放在最高处的兵器 自然都不简单 哪怕随便选择一件 都是血砖 那些外族算什么东西啊 他们注定 连严陈瑜和严洛雪的脚步都跟不上 天暗风的众弟子 神色激动地开口 不错 不错 方长老抚摸着自己的胡须 笑容满面 看向两女的眼神 充满了赞叹 哪怕是她 因为问道静的修士 也只能抵达巨兽背部中间的位置 至于那最高的位置 她根本没有一丝机会 但是严陈瑜和严洛雪两女 连动玄境都没有没有踏足 便抵达了最高处 实在是让人震惊 这难道就是妖孽的恐怖之处吗 方长老看向终神秀 笑着道 终神秀 你不上去试试 先观看一下吧 终神秀摇摇头 巨兽之巅真正的好东西 也就才两件 不出所料 严洛雪肯定能取走一件 若是严陈瑜机缘来的话 倒是能够取走另外一件 严陈瑜实在没办法的话 终神秀也只能自己出手 那不给他们一点指示 方长老继续笑问道 没必要 终神秀淡然一笑 方长老轻轻抚摸着胡须 不再多问 与此同时 银玄等人也选好了兵器 便被镇离巨兽背部 东荒众人 看向最上面的严陈瑜和严洛雪 神色各异 不知在想什么 咦 这块玉符 严洛雪畅通无阻地行走 在众多兵器之中 他们所在的这个位置 兵器等级非常高 不过这一眼看下来 倒是没有一件兵器达到了圣器品级 毕竟圣器有灵 不可能被轻易吸到此处 走着走着 严洛雪看到了一块古朴的玉符 玉符呈现赤黄色 上面布满神秘的符文 这些符文极为玄妙复杂 他难以看懂 丝毫但是见到这块玉符的一瞬间 严洛雪心中便有一丝特殊的感觉 本能地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 没有犹豫 他直接把玉符拿起来 玉符入手的瞬间 他眉头一挑 刚才那种特殊的感觉消失了 这块玉符又变得平平无奇了 怎么回事 难道他的感觉错了 不应该啊 就取此物吧 若是看上其他东西 你可继续选择 终神秀的声音 这时传到严洛雪耳边 如终神秀所料 严洛雪肯定能取走其中一件好东西 至于其余的兵器 严洛雪依旧能继续取走 因为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 若是其他人上去 只需取一物 便会被直接震飞而下 严洛雪倒是很特殊 好的 严洛雪眼睛一亮 终神秀都开口了 说明这块玉符肯定很不简单 他宝贝般地收起玉符 他又看向在场的其余武器 倒是没有立刻去取 他感觉他能把这里的东西全部取走 而且不会受到丝毫限制 不过这样的话 严洛雪还取什么 等你取了我再取 严洛雪看向正在盘膝而坐的严洛雪 严洛雪此刻正在感悟此处的威压 扛着巨大的威压上来 他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肉身又增强了不少 这种威压对于肉身有极大淬炼效果 甚至他还能借助这里的威压 开辟出一个洞天 但他并未这样做 开辟洞天这种事情至关重要 不可出现任何纰漏 他打算请师尊亲自来指导他 现在最好的就是继续淬炼肉身强度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严晨鱼发现自己体内的混沌清廉的力量 正在疯狂被调动 混沌经此刻正在快速运转 自行在他体内运转周天 不断改善他的肉身强度 那可怕的混沌之力 正疯狂洗涤他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个细胞 仿佛要进行同质化一般 他有一种感觉 混沌清廉的力量 混沌体 严晨鱼现在还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下面的终神秀 眼中却露出了一抹赞许之色 看来他不需要去担心 严晨鱼往后的路了 已经走到了这种程度 混沌隐眼变成混沌精 接下来就是混沌体 可惜这里的威压还是太弱 蕴藏的力量太低 想要一步演变成混沌体 还是太难 不过由此照头也好 慢慢来吧 终神秀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一注相后 严晨鱼缓缓睁开眼睛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双手 脸上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这番感悟 肉身增强了几倍 周围的威压 对他而言 已经没有丝毫影响 细细 严晨鱼 你感悟完了 现在选择兵器吧 等你选好了 我再挑选 严洛雪满脸娇笑地看着严晨鱼 嗯 严晨鱼没有废话 他往四周看了一眼 没有直接去选择 而是闭上眼睛 灵魂之力爆发 认真感受起来 片刻之后 严晨鱼再次睁开眼睛 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他静止走向一雾 那是一颗黑色的珠子 鹅蛋大小 上面没有丝毫特殊的气息 显得有些普通 就此物了 严晨鱼立刻将黑色珠子拾起来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刚才的一番感受 他隐隐察觉到此物有些特殊 甚至能隔绝他的灵魂探查 拾起珠子的瞬间 严晨鱼便被一股反正之力 震飞而下 很显然 他扛得住巨兽上面的威压 却挡不住这股反正之力 终究还是没有严洛雪那般特殊 到我了 严洛雪立刻将储物戒指打开 疯狂收取周围的兵器 一件件兵器被收入他的储物戒指之中 让众人看得眼红无比 取百余剑即可 莫要取太多 终神秀传音给严洛雪 这些兵器都是那尊巨兽袭来的 一旦全部取走 肯定会让巨兽醒来 徒增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巨兽一醒来 血海之中的那些生灵 也会被惊动 直接全部复苏而出 严洛雪闻言 神色一致 连忙进行控制 不敢乱来了 收取了上百件兵器之后 严洛雪果断离开巨兽背部 并无特殊事情发生 第238章 动天已出 万象演变 师尊 严晨鱼来到终神秀身边 手中握着那颗黑色珠子 终神秀但笑道 这是一件宝物 到时候再和你细说 嗯 严晨鱼乖巧地点头 将黑色珠子收起来 严洛雪随之飞升而下 兮兮 收获可大了 严洛雪脸上露出一抹憨笑 那么多兵器 品级都不低 赚大了 若不是终神秀 让他只取上百件的话 他还真的打算 把所有的兵器都取走 羡慕啊 天暗风的一群弟子 满脸羡慕地看着严洛雪 大家放心 到时候我分点给你们 这么多兵器 我一个人也用不完 严洛雪对着众人挥手 吴维风倒是有几位师兄师姐 不过那几位都是 圣人级别的强者 人家肯定不缺这点兵器 天暗风的这些师兄们 倒是不错 这一路来都在帮他和颜沉鱼 他打算再送他们一些兵器 嘿嘿 多谢洛雪师妹 天暗风的众弟子兴奋地点头 这一刻 他们已经把严洛雪 当作自己人了 天暗风就该和吴维风 共同进退啊 毕竟他们一个倒数第二 一个倒数第一 从今往后 谁敢再说吴维风半点不是 他们可不会答应 那么多兵器 你一个人确实用不完 与其给这些废物 你还不如全部给我 银玄突然开口 与其森冷无比 眼中带着一丝贪婪和宁 就在刚才那会儿的功夫 他已经联系了一位长辈 对方马上就会抵达这里 那位男慌的问道竟修士 在这里翻不起什么浪花 杀了他 严沉鱼和严洛雪文言 两女对视了一眼 没有丝毫犹豫 他们瞬间祭出法宝 杀向银玄 此人接二连三的挑衅 自然不能让其活着 严沉鱼祭出破炉子 严洛雪则是祭出圣灵顶 一炉一顶 直接对着银玄砸去 简单粗暴 却带着毁天灭地之威 圣妾 看到这一炉一顶砸来 银玄瞳孔紧缩 头皮发麻 那破炉子的等级 他倒是看不出来 但是那顶上面 隐隐有细微的圣道威压 那绝对圣气无疑 没想到 此女竟然还拥有圣气 实在是让他震惊 震惊之后 他的眼神又是一阵灼热 他来自东荒迎风圣族 放眼整个族内 也才四见盛起 若是能将那尊顶带回族中 他肯定能够得到巨大的奖励 思索之际 一炉一顶已经砸来 天地直接爆炸 狂暴的威压疯狂挥洒 青色光芒与白色光芒接天起 耀眼无比 神秘的符文更是一连串的浮现 阵阵狂风呼啸 宛若鬼哭狼嚎 刺耳异常 银玄自然不敢硬抗 地面已经千疮百孔 空间支离破碎 一炉一顶砸入地面 砸出两个巨大的天坑 千米之外 银玄再次出现 此刻他头发凌乱 显得有些狼狈 但并未受伤 替身符不愧是东荒之人 身上的好东西就是多 方长老健壮 不禁一阵感慨 替身符这种东西 其实南荒道院也有 不过基本上都是掌握在那 强大的几封手中 唯有那些真正的天之骄子 才能弄来护身 他们天暗风 倒是没有这种宝物 毕竟替身符在关键时刻 可是能够直接换一条命 极为珍贵 呵 这都不死 炎落雪差一刀 死的是你们 银玄眼中弥漫着森冷的沙翼 身上的威压爆发 背后出现两洞天 一个是寒冰属性 一个是谁属性 双属性洞天 其中一个洞天里面 出现了一柄寒冰长矛 另外一个洞天里面 则是出现了一面水纹镜子 洞天一出 万象演变 寒冰长矛与水纹镜子 冲出洞天 吞噬天地灵气 凝聚强大的万象威压 就这么一瞬间的功夫 银玄的气息 已经暴涨了一倍左右 他是万象镜初期修士 此刻召唤双相 战力暴涨 但这还不是他的极限 因为他还未动用 圣族血脉之力 一旦开启血脉之力 他的修为 甚至能够隐隐抵达 万象镜中期 那才是真正的强悍 两个万象 方长老眉头一挑 方长老眼中露出一抹森冷的杀意 如此厚生 若是不斩了 恐会后患无穷啊 方长老宰了他 悄悄给他一狼头 撬爆他的脑袋 一位天暗风的弟子小声道 方长老眼中闪烁着幽光 一股力量缓缓弥漫 钟神秀淡笑道 先让他们与万象镜修士切磋一下 便于以后的成长 方长老闻言 尴尬一笑道 钟长老说得对 年轻人就该多历练历练 现在 你们可以去死了 银玄冷视着颜尘鱼和颜落雪 眼中带着一丝不屑 蓝黄土著罢了 在他双向面前 算什么东西 抬手可震杀 区区两个洞天 嚣张什么 颜落雪神色讥讽 他一步踏出 六大洞天一同出现 天穷瞬间被六大颜色笼罩 银玄的两大意象 直接被压制得黯然失色 六大洞天一出 颜落雪身上的气息暴涨了几倍 六大洞天 看到六大洞天的时候 除了终神秀和颜尘鱼外 在场的其他人直接傻眼了 满脸的难以置信 他竟然开辟了六大洞天 这怎么可能啊 我见过最变态的一位天骄 他似乎也才开辟五个洞天吧 银玄瞳孔眼中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来自圣族的他 自然明白洞天开辟越多 战力越强大的道理 不过对于一些小族而言 洞天开辟太多的话 成长之路自然也会更慢 因为拿不出那么多资源去培养 小小男荒 一个万灵战场 就让他看到了一位六洞天修士 这让他感到头皮发麻 竟然是六大洞天 此女太过妖念 猎羞和灵星对视了一眼 神色有些凝重 一般能够拥有五种属性倒映 那就是十万里挑一的存在 至于六种倒映属性 更是少之又少 但是这一刻 他们亲眼见到了 一位六洞天的修士 第239章 迎风圣玉 双子元相 现在还觉得自己的两个洞天很厉害吗 阎洛雪飞身而起 满脸不屑地盯着银玄 六洞天在他头顶旋转 神秘的道文浮现 玄妙莫测 银玄满脸阴沉地对着阎洛雪道 纵然 你有六个洞天又如何 连洞玄境都没有踏足 难道还能在我面前 翻起什么浪花不成 你该庆幸不是同境界 否则的话 杀你如土狗 阎晨宇缓缓开口 万象镜是很强大 但他与阎洛雪 横积过大地虚影 区区万象镜 吓不了他们 阎晨宇他说话好酷啊 还好 不是对我说的 阎洛雪眨巴着眼睛 看向阎晨宇的眼神 带着一丝崇拜 阎晨宇说话很气人 他是亲自领教过的 现在对外人说 他却感觉非常酷 狂妄 银玄瞬间握紧拳头 直接杀向阎晨宇 他算是发现了 两女之中 说话最为霸道与狂妄的 就是此女 连洞玄境都没有踏足 他到底哪里来的底气啊 怕你不成 阎晨宇丝毫不惧 眼中寒芒闪烁 境界瞬间提升 一步入洞玄境 他运转混沌晶 双拳一握 对着银玄轰纱而去 若是近战 比拼肉身之力 他不认为自己会弱于银玄 此次在巨兽背部感悟了一番 肉身之力可是增强了不少 两道残影浮现 两人骤然间对碰了竖拳 田穷颤动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霸道的拳印挥洒 沙发滚滚 两人每次挥拳 都带着排山倒海之威 天崩地裂 九霄失色 凶猛异常 竖拳之后 严陈鱼与银玄 各自倒退数十米 你的力量 怎么可能 银玄脸色阴沉地盯着严陈鱼 眼底深处露出了一丝忌惮 此女连动玄境都没有踏足 却能在肉身力量的比拼下 与他相抗衡 这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若是同境界的话 结果会如何 如对方所言 涂他如涂狗 不行 他必须死 银玄眼中露出一丝怨毒之色 他修行至今 一共用了三百多年 他本以为 自己已经算是一方翔楚了 结果却不如一个 连动玄境都没有踏足的男荒女修 这让他非常愤怒 更多的是嫉妒 男荒之人 凭什么有这等实力 井底之蛙 不过如此 严陈鱼淡淡地回了四个字 万象出 血脉线 银玄语气森冷 双手快速捏动硬绝 残影阵阵 两大洞天内 长毛与镜子飞出 他的血脉之力爆发 气血汹涌 植入九霄 双眸变成一片银白色 身上的气息暴涨 直接一步踏入万象镜中期 银风圣玉 双子原相 银玄继续开口 声音变得无比嘶哑 问 天帝在寝刻间 被银白色的光芒笼罩 化作一片银白色的世界 在这片世界之中 银玄一分二位 一人持着长矛 一人拖着镜子 均有万象镜中期的修为 严陈鱼和严洛雪 此刻就在这片银白色的世界之中 四周有强大威压向他们撵来 无形之中 更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好似要对他们进行剥夺 血脉领域吗 倒是不简单 方长老眉头一挑 这天地间 有各种特殊体质 血脉 均附带着强大的领域 领域一出 战力无双 处在领域之中的敌人 则是会被全方位压制 修为 速度 力量等等 银玄这领域不简单 而且里面 竟然还有实力相同的双子 这就很可怕 东荒修士 果然不容小觑 这倒是对颜尘鱼和严洛雪 有些不利 无妨 终神秀淡然一笑 方长老闻言 也是哑然一笑 也对 小小领域而已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他倒是有些好奇 颜尘鱼和严洛雪 两女处在这领域之中 又该如何 银风圣域之中 处在我的领域之中 你们明白 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 两个银弦同时开口 脸上带着阴森的笑容 圣足血脉 让他可以高高在上 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事情 血脉一开 领域一出 又有多少同辈修士 能够抵抗着银风圣域 可压制修为 速度 力量 还能对神魂进行剥夺 若无特殊血脉体质 很难破解 这就是你的领域吗 看起来也不咋样啊 颜洛雪满不在乎的开口 对他而言 处在这个所谓的领域之中 和在其他地方 并无任何区别 他并未感受到了一丝压力 很显然 这个领域对他无效 颜洛雪一言不发 这个领域倒是玄妙 对他有那么一丝压制 但并不是很强烈 这得益于灵魂与肉身增强 带来的好处 是吗 银弦冷然一笑 我对付拿破镜子的这个 你对付另外一个 颜洛雪对颜洛雪道了一句 掀手一挥 圣灵顶飞入他的手中 他打算用最为简单粗暴的方式 打抱着银弦 直接轮着圣灵顶去砸 他不认为对方能够扛多少下 好 颜洛雪没有废话 破炉子回到手中 他并未继续砸出去 而是快速收起来 咻 这时 一柄长剑从外面飞射而来 出现在颜洛雪面前 此剑给你 终神秀的声音响起 这柄剑正是之前得到的那剑准圣器 多谢师尊 颜洛雪地接过长剑 握住这柄长剑的瞬间 他就感觉这是一柄绝世神兵 用来劈人 效果肯定很好 战 银玄开口 两道身影分别杀向颜洛鱼和颜洛雪 速度极快 处在这个领域之中 他就像是掌控者一般 长毛挥动 杀气浓郁 残影与银色世界融为一体 好似无形一般 防不胜防 哼 颜洛鱼冷哼一声 混沌之力一出 原本银白色的天地 在寝刻间化作一片漆黑之色 在银玄刚扑过来的时候 他没有一丝犹豫 手中的长剑骤然斩出 一道混沌剑气爆发 长剑与长毛对轰在一起 剑气如黑暗 长毛若白霜 天地震动 力量余波席卷四周 平地惊雷一般 爆炸声不断 气浪铺天盖地 横贯而出 第240章 黄泉之水 解决银玄 斩 一剑之后 严晨于眼中闪烁着寒芒 身上的力量再次暴涨一分 长剑再度对着长毛斩下去 百米剑气迸射而出 催枯拉朽 风力森冷 杀气腾腾 轰隆 一阵剧烈之声响起 地面出现一道道巨大的沟壑 银玄身体一颤 倒退十几米 长毛划过 空间出现裂开 但银玄反应速度极快 瞬间稳住身躯 长毛飞射而出 化作一尊银白色的巨胶 直接对着严晨于撕咬而去 银色巨胶 张开血盆大口 尖锐的獠牙露出 仿佛要一口将天地咬碎 严晨于立刻将长剑挡在身前 巨大胶的嘴巴 咬在长剑上面 强大的反正之力 将严晨于震退数十米 但他神色淡漠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并未因此有任何慌乱 咔嚓 数十米外 严晨于脚下一踏 地面碎裂 抬脚对着巨胶的腹部便是一脚 这一脚下去 巨胶身躯一颤 大嘴再次张开 严晨于快速抽出巨胶嘴中的长剑 踏心不施展 刹那间来到银玄身前 该死 你竟然没有受到我领域的压制 银玄脸色非常难看 本以为自己开启血脉之力 领域一出 这一战十拿九稳 没想到 此女在领域之中 竟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速度快得吓人 力量也无比变态 这还是神葬进的修饰吗 这简直就是怪物 所以说 你是井底之蛙 严晨于冷声道 长剑挥动 疯狂劈砍 剑气如流星 异常凶利 他倒是不能将此剑的威势 彻底发挥出来 但此剑比较衬手 锋利无比 不易锻炼 面对严晨于这疯狂的攻击 银玄双臂挡在身前 抵抗这些剑气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严落雪正在与另外一位银玄厮杀 他在领域之中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比严晨于还要轻松好几倍 他抡起圣灵顶 对着那位银玄 就是一阵猛杂 手段简单粗暴 一番不要命的猛杂 竟直接将那位银玄 砸飞数十米 这两女到底是什么怪物 自己引以为豪的领域 在她们面前 竟然直接失去了效果 这让她感到无比的绝望 更让她愤怒的是 这两女手中持着的军事宝物 连圣器都拿出来砸人了 那可是圣器啊 纵观整个迎风圣族 也不过才四见圣器 但是一个男皇的神藏镜女修 却拿着圣器疯狂砸人 这让她感到极度的无语 什么时候 圣器变成大白菜了 连神藏镜都能拥有 男皇的修士 都这般富裕的吗 砸死你 阎洛雪越砸越上头 抡着圣灵顶 对着银玄就是一阵猛砸 寻常人若是拿着圣器 肯定不敢如她这般杂人 虽然圣威不显 但用起来肯定不轻松 不过阎洛雪不同 这圣器已经认她为主 她动用起来自然会很轻松 看来不能靠得太近 银玄眼中闪烁着森冷的光芒 她也不蠢 这两女近战确实很厉害 但若是选择远战的话 这两人肯定逃不到丝毫好处 毕竟她境界摆在这里 这是她最大的优势 这是二人难以逾越的 一念之间 两个银玄立刻暴退 并不打算继续与严晨瑜和严洛雪 比拼力量 接下来她要动用竖法攻击了 见到银玄暴退 严晨瑜皱眉道 严洛雪 来我身边 我要解决她了 她也明白她和严洛雪的弱势 近战的话 他们尚且能厮杀一番 若是银玄选择远战的话 那么他们讨不到什么好处 毕竟境界上的差距就摆在那里 既然如此 那么她也没必要继续将战斗持续下去了 银玄想要远战 那么她就动用法宝杀人 好 严洛雪连忙来到严晨瑜身边 她好奇地问道 严晨瑜 你要怎么解决她 用那个破炉子吗 之前严晨瑜用破炉子砸银玄的时候 也只是随手丢去砸 都没有将破炉子真正的力量激发出来 严晨瑜并未回答 她收起终神绣给她的长剑 然后将腰间的黄泉葫芦取下来 这个葫芦 看到严晨瑜取下葫芦 严洛雪眼睛一亮 她立刻将圣灵顶抱在怀里 以此来保护自己 这葫芦来自九幽地墓 是终神绣亲自取给严晨瑜的 肯定很不简单 估计是什么杀法重器 杀 两个银玄捏动硬绝 万象之力爆发 化作两道银白色的光束 猛然轰杀向良女 严晨瑜举起黄泉葫芦 然后将葫芦塞取下 嗡 葫芦塞被取下的瞬间 一大团黄泉之水 骤然从里面冲出来 锁过之处 万物覆灭 银玄的领域 顷刻间被腐蚀碎裂 化作一片虚无 那两道光束刚靠近 便被黄泉之水直接吞没 没有掀起一丝波纹 扑 领域被迫 银玄受到反噬 身体一颤 一口鲜血喷出来 境界跌落 双子消散 变成了唯一本尊 这团黄泉之水盯上了银玄 此物一出 它的领域 竟然就这样被破了 套 大脑深处 有一个声音响起 银玄不敢犹豫 一咬牙 转身便逃 可惜却晚了一步 黄泉之水 直接在天地间爆裂 其中一滴水 溅在银玄身上 那坚不可摧的银白色道衣 竟然在寝刻间被腐蚀 直接解体 根本挡不住 这滴黄泉之水 穿透战甲 侵入银玄的身躯上 啊 银玄的身躯 冒起滚滚浓烟 血肉快速化作液体 它不断惨叫挣扎 根本不能阻拦 住手 突然 一道愤怒之声响起 天穷之中 一只灵气凝聚的大手印浮现 直接一把抓向地面 这只大手印 接触到了一部分黄泉之水 竟然顿时消散 恐怖的威势 凭空消失 嗯 虚空中 响起一道惊疑之声 不 这瞬息间的功夫 银玄的身躯 已经彻底变成血水 连带着神魂 不被腐蚀殆尽 圣族的天骄 就此陨落 第241章 再敢狂吠 灭你全族 颜沉鱼威武 你那个葫芦太强了 颜落雪惊奇地盯着 颜沉鱼手中的黄泉葫芦 这葫芦简直强得离谱 里面飞出的一团水 更是恐怖无比 仅仅是一滴 便直接让银玄覆灭 实在是太过吓人 大惊小怪 颜沉鱼轻轻挥手 周围的黄泉之水 再次飞回黄泉葫芦里面 刚才吊动的 只是一小点黄泉汁水罢了 这黄泉葫芦里面的黄泉汁 谁可不止这么一点点 而且 黄泉葫芦里面 还有一柄黄泉天刀 那柄黄泉天刀也很凶利 可以直接用黄泉葫芦催动 一旦冲出来 肯定有毁天灭地的效果 颜沉鱼威武 颜沉鱼太强了 干得漂亮 天暗风的众弟子 也是连忙开口 满脸兴奋之色 一位东荒的万象镜天骄 竟然就这样被颜沉鱼 用宝物抹杀了 很是振奋人心 外族生灵又如何 面对我南荒道院的天骄 还是要把小命留下 嗯 做得好 方长老抚摸着胡须 满脸笑容 他悄悄看了钟神秀一眼 难怪钟长老一点都不担心 原来颜沉鱼 还有这样的宝物在身 让人感慨啊 猎修与灵星等人见银玄陨落 他们瞳孔紧缩 果断后退 这场战斗与他们无关 他们自然不会牵扯其中 银玄实力可不弱 结果还不是就这样被镇杀了 不过迎风圣族来了一位强者 这群男皇修士 接下来怕是不好过 找死吗 虚空中 一道残影出现 那是一位身着银月长袍的中年男子 他背负银色光环 气度不凡 眉心有一道神秘的银白色符纹 双眸深邃 面容阴森 身上散发着准圣之气 浩瀚无边 甚微雄浑 压迫感十足 周围的空间在扭曲 发出一阵阵咔咔之声 银猴准圣 看到这位中年男子的时候 猎羞缓缓开口 眼中露出一丝凝重之色 银猴准圣 银风圣族十大准圣之一 未来有望正道圣人之境 战力很强 胆敢杀我银风圣族的天骄 你找死啊 银猴准圣的目光 落在严陈鱼身上 眼中带着森冷的杀意 方长老往前踏出一步 不屑地说道 什么狗屁银风圣族 死了一个废物罢了 再敢狂吠 他日灭你全族 准圣强大吗 圣族强大吗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南荒道院 好歹也是南荒最为强大的势力 一个圣族 还镇不住南荒道院之人 区区问道静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银猴准圣语气一冷 抬手对着方长老 便是一巴掌拍出去 一道巨大的银色手印浮现 遮天蔽日 威势霸道 终神秀往前踏出一步 青灰衣袖 一股玄妙的力量弥漫 那道银色大手印 还未轰下 便直接被震散 银猴准圣见状 眉头一挑 他的视线落在终神秀身上 漠然道 想不到这里 还有深藏不露的高手 抱上铭来 本圣不杀无名之辈 放肆 这是我南荒道院的中长老 你区区准圣 算什么东西 方长老冷声道 南荒道院 银猴准圣瞳孔一缩 虽然他处在东荒之地 但如何不知道 南荒道院的存在 要知道 南荒道院的开创者 此刻 还在东荒开创了一个 强大的道统 纵然是他迎风圣族 在那个道统面前 都不够看 他们竟然是南荒道院的人 猎修与灵星对视了一眼 神色有些怪异 东荒之中 也有一些关于南荒道院的记载 据闻南荒道院 乃是南荒最强大的势力 南荒虽然武道不兴盛 但不代表就没有强者 南荒道院之中 就齐聚着一些圣道强者 若是把南荒道院搬到东荒 也能在东荒浩瀚的大势力之中 占据一席之地 银猴准圣沉默了片刻 默然道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胆敢杀我迎风圣族的天骄 今日也必死无疑 圣族不可辱 圣族的威严必须要护主 是吗 终神秀随手伸出 严洛雪手中的圣灵鼎飞到他身前 严洛雪挣了一秒 这一刻 他与圣灵鼎灵的联系 这让严洛雪赶到满头雾水 杀 银猴准圣语气森冷 拳头握紧 骤然杀到终神秀面前 抬手便是一拳轰杀而出 拳印爆发 荧光泵射 撕裂空间 凶猛无比 去 终神秀神色淡漠 轻轻挥手 圣灵鼎顿顿时轰向银猴准圣 东龙 圣灵鼎直接撞击在银猴准圣的手臂上 啊 银猴准圣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终神秀自然没兴趣浪费时间 缓缓道出两个字 圣灵鼎的圣道之威 瞬间被激活 疯狂震动圣灵鼎倾斜 顶口对准银猴准圣 狂暴的力量在里面疯狂凝聚 问 随即 一道凶猛的白色圣光 从圣灵鼎之中爆发 猛然轰杀向银猴准圣 白色圣光 璀璨夺目 所过之处 天崩地裂 空间不断爆炸 杀伐之力 强悍无比 圣 圣人 银猴准圣见此一幕 不禁脸色俱变 这一瞬间他明白了 准圣血液停滞流动 他瞪大双眼 眼中露出惊恐之色 轰隆 山月顷刻间 被白色圣光轰成积粉 直接消散在天地间 山腹之中的银猴准圣 灰飞烟灭 神魂俱灭 第242章 核心地带 万灵战城 银猴准圣覆灭 现场一片死寂 众人神色呆滞的 看着中神秀 眼中露出惊惧之色 圣人 猎羞沉默了片刻 缓缓开口 声音有些嘶哑 在此之前 谁能想到 那看起来年纪轻轻的男荒修士 竟然是一尊圣人 不得不说 银玄和银猴准圣 确实是踢到铁板了 算是旧游自取 灵形张张嘴 想要说什么 却不敢多言 还得是中长老 方长老抚摸着胡须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中长老一旦出手 管你什么准圣 胆敢放肆 直接震杀 简直强大的毫无道理 强大 中长老真的太强大了 之前秦家准圣秦无垢出现的时候 也是言语霸道无比 结果还不是被中长老抬手震杀了 这什么银猴准圣 在中长老面前 也是类似的渣渣 上不了台面 哼哼哼 我天暗风除了那位老祖外 现在出现了第二位圣人 谁敢招惹 天暗风的众弟子 眼中露出骄傲之色 之前他们加入天暗风的时候 可没少人在暗地里嚼舌根 一会说天暗风资源不行 一会说天暗风在三十六封中 排名倒数第二 没有强者作证 结果呢 寒夜风主为他们要来了 强大的修炼资源 分摊到他们身上 简直是用不完 没有强者作证 现在呢 天忧老祖一位圣人 现在又加上中风主一位圣人 这还叫没有强者作证 这一刻 他们突然很庆幸之前的决定 在他们看来 加入天暗风 绝对是他们最为正确的选择 我师尊很强 言尘于娇声道 眼中也有一丝骄傲 嗯 中风主是真的强大 言洛雪小姬啄米的点头 若连中神秀都不强大 还有什么算得上强大 秀 中神秀挥手 圣灵顶飞到言洛雪身前 圣灵顶 言洛雪欣喜地接过顶 将其抱在怀里 与圣灵顶的联系再次恢复 中神秀的目光 落在东荒众人身上 猎羞连忙上前行礼到这位前辈 我们无意与南荒道远为敌 中神秀没有理会猎羞几人 他来到言尘于等人身前 去下一个地方 好 方长老连忙点头 随后 中神秀带着众人离去 呼 终于离开了 看到中神秀等人离去 猎羞等人抹了一把冷汗 他们来自东荒圣地宗门 自然是见过圣人的 不过对他们而言 圣人也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地位尊崇 很少有人敢得罪 灵星宁声道 迎风圣族 还有一尊圣人 进入了万灵战场 估计还会与南荒道远的这些人对上 到时候 肯定有一场大战 不说了 我们去其他地方吧 猎羞摇摇头 这一次 他们所在的室里 也有圣人前来 半个时辰后 一座巨大的古城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是 一座白骨铸造的城池 方长老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眼前的城池 巨大无比 城墙厚重 高三百米 通体呈现雪白之色 隐隐可以看到 密密麻麻的生灵海骨 诸多神秘的符文 笼罩那些海骨 光芒夺目 荒谷之气充斥 威压弥漫 压迫感十足 城墙上 有四个鲜血淋漓的大字 万灵战城 这四个字 是由神秘道文凝聚而成的 带着浓郁的血沙之气 还有一股滔天战意 盯着看的话 会撕裂神魂 强大无比 城中建筑倒是看不到 因为城墙太高 遮住了里面的建筑 城门也是白骨铸造 紧紧闭合在一起 密不透风 天暗风众人神色惊疑地 盯着眼前的万灵战城 还未靠近这座城池 他们便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也不知道这城里面有什么东西 倒是让人好奇 终神秘神色自若地解释道 这是万灵战场最核心的地带 万灵战城 万灵战城中的真正厮杀 就在这座城中进行 而城下还有天大的布局 果然是传说中的万灵战城 一道凝重的声音响起 拓拔云飞升而来 他看着眼前的城池 眼神深沉无比 见过拓拔大人 方长老等人对着拓拔铃行礼 嗯 拓拔云点头回应 他的目光落在终神秘身上 眼底深处闪过疑惑 这天暗风的中长老属实诡异 他竟然难以看透嘶吼 萧萧萧 又有树道人影飞升而来 一眼看去 大部分都是南荒道院之人 周玄天 玄天圣女 天出圣女 战无双等人均在其中 周玄天 秦洛峰 严洛雪死死地盯着人群中的周玄天 与另外一位黑袍男子 秦洛峰乃是荒谷秦家的圣子 洞玄境巅峰的修为 倒是不如周玄天 最先窥视他那地气盖子的 便是此人 后续的各种事情 也因此人而起 此人曾派出不少荒谷秦家高手追杀他 极为可恨 严洛雪 秦洛峰的目光落在严洛雪身上 他嘴角微微上扬 眼中露出一抹讥讽之色 那个盖子乃是地气残品 他可是心动无比 一些南荒道院的弟子 暗地里冷笑 下意识离秦洛峰远一点 这家伙看来还会分清局势 也对 之前那位天暗风中长老 抹杀秦污垢的时候 秦洛峰可没有亲眼看到 若是他亲眼看到 此刻估计就不敢如此神色了 看什么看 秦家的狗东西 天暗风这边 一群弟子立刻开口骂人 嗯 秦洛峰眉头一挑 脸色阴沉的 看向天暗风中弟子 天暗风的人都找死骂 啪 方长老抬手便给了秦洛峰一个大嘴巴子 秦洛峰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轰飞数十米 一张脸都被拍烂了 血肉模糊 看起来很是吓人 方长老冷视着秦洛峰 默然道 威胁天暗风的弟子也就罢了 还敢把中长老 与我也列入其中 谁给你的脸 你 找死啊 秦洛峰握紧拳头 死死地盯着方长老 眼中露出一抹怨毒之色 杀意非常浓郁 小小年纪 杀意却如此强烈 还敢对本长老无礼 看来留不得你 方长老眼中寒芒一闪 瞬间出现在秦洛峰面前 一把抓住秦洛峰的脖子 第243章 城门开了 现在入城 你 秦洛峰瞳孔一缩 死吧 方长老眼中杀意非常浓郁 对着秦洛峰的脑袋 便是一巴掌拍下去 凶残无比 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轰隆 秦洛峰被方长老 凶残的一巴掌拍成飞灰 在场的众人被震住了 均瞪大了双眼 没想到方长老竟然如此凶残 抓住秦家圣子 便直接下杀手 那可是荒谷秦家的圣子啊 被秦家寄予厚望 就这样被他镇杀了 秦家有圣人坐镇 方长老一个问道尽的修士 这是要硬汉荒谷世家吗 咕噜 天暗峰的人都好凶残 一些人吞了吞唾沫 眼中露出金句之色 之前有天暗峰中长老阵杀 秦家老狱和秦家准圣 现在又有方长老 抬手轰爆秦家圣子 这太吓人了 天暗峰之人 真的太凶残了 又是替身符 方长老眉头一皱 他看向三百米外 秦洛峰再次出现 此刻的秦洛峰满脸杀意 这是秦家圣人给他的替身符 没想到在这里就用了 这让他愤怒无比 哼 方长老冷哼一声 再次出手 住手 南荒道院的一位准圣看不下去了 立刻挡在方长老身前 方长老看到这位准圣的时候 皱眉道 雷远准圣 你这是什么意思 雷远准圣 来自南荒道院三十六峰之一的雷霆峰 天生雷道体质 实力很强悍 雷远准圣默然道 年轻人的事情 让年轻人自己解决 你好歹也是南荒道院的长老 就这样对年轻人出手 有些不合适吧 方长老冷笑道 据老朽所知 之前秦家老一辈修饰 可没少对严陈瑜和严落雪 两女动手 雷远准圣淡淡地说道 此事我可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点 此刻秦洛峰乃是南荒道院的弟子 你就不能动他 这是规矩 若是随便一位长老 都能对南荒道院的弟子下杀手 那南荒道院还有何规矩可言 方长老脸色阴沉无比 秦洛峰见雷远准圣替自己说话 他心中松了一口气 又满脸冷意地对着方长老道 老东西 今日之辱 本圣子记下了 希望你别后悔 哄 结果他刚说完 便见一道人影出现在身前 一只大手伸出 一把捏住他的脖子 然后呢 你能活过今日吗 出手之人自然是中神秀 他捏着秦洛峰的脖子 将其提了起来 眼中没有丝毫不澜 周玄天还算是一块合格的魔刀石 但他秦洛峰算什么东西 这 看到中神秀突然出手 众人都被吓了一跳 一些见识过中神秀手段之人 更是心中一宁 下意识地后退 这位狠人出手 这秦洛峰必死无疑 纵然是雷远准圣也阻拦不了 你 放开我 秦洛峰神色惊慌 没想到雷远准圣已经替他说话了 竟然还有人敢对他出手 中神秀没有废话 对着秦洛峰的丹田便是一拳 啊 秦洛峰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嘴中喷出一口鲜血 丹田已经破碎 修为在一瞬间被废掉 中神秀随手一挥 将秦洛峰丢到严落雪面前 淡然道 斩了他 啊 你 你竟然废了我修为 不管你是谁 我荒谷秦家 一定不会放过你 秦洛峰倒在地上 面死如灰 眼中露出怨毒之色 辛辛苦苦修炼多年 才踏入洞悬径巅峰之境 本以为这趟百断山之行 他可以踏入万象径 没想到在这里却被人废了 好狠 雷远准圣 脸色有些难看 没想到 这里竟然还有人不给他面子 他握紧拳头 身上弥漫着一股恐怖的雷霆之力 劝你别乱来 剑道峰 一位准圣上前 挡在了雷远准圣面前 微微摇头 示意对方不要乱来 雷远准圣 疑惑地看向这位剑道峰准圣 剑道峰这位准圣低声道 秦吾够死了 就是被此人镇杀的 连一丝浪花都没有翻起来 抬手便被碾杀 什么 雷远准圣心中一凸 只觉得头皮发麻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 秦吾够的实力可不弱 只要再给对方一点时间 定然可以挣到成圣 竟然被此人镇杀了 剑道峰这位准圣闭上眼睛 不再多言 连拓跋云这位圣人都没有说话 他也搞不懂 为何雷远准圣要跳出来 要是不小心得罪了 天暗风的这位狠人 雷远准圣 定然会不秦吾够的后尘 去死吧 阎洛雪没有丝毫犹豫 祭出一柄长剑 一剑斩了秦洛峰 众人心计 一位荒谷世家的圣子 说死就死了 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 人群中 周玄天眉头一挑 下意识退后一步 眼中露出一丝忌惮 玄天圣女和天出圣女 盯着终神秀 眼中浮现异样之色 他们自然也是 见过终神秀的 没想到 对方不但进入了南荒道院 而且看样子 地位还不低 尤其是天出圣女 他可是亲眼见到 终神秀镇 杀了天出古城的 那种活血生灵 战力非常可怕 轰隆隆 就在此时 古城震动 白骨城门缓缓开启 一阵浓郁的战役 从城中弥码出 让人感到心静 城门开了 众人的目光回到城门上 眼中露出惊奇之色 咔嚓 咔嚓 一阵清脆的声音响起 两尊身着漆黑战甲的骷髅骨 从城中走了出来 他们手持黑色长矛 双眸血红 宛若鬼火一般 身上散发着森冷的气息 万灵战城已经开口 半个时辰后 进行万灵之战 现在寝入城 其中一尊骷髅骨开口 他声音嘶哑 眼中血光不断跳动 看起来很是吓人 骷髅骨竟然开口了 众人惊疑不定地 盯着眼前的两尊骷髅骨 拓跋于目光一鸣 立刻阻止众人继续说下去 他往前踏出一步 客气地抱拳道 我们这就入城 这应该就是万灵战城中的街银史 两尊街银史在前面带路 并未多言 跟上 拓跋云开口 众人不敢多言 立刻跟上去 第244章 白骨生灵战城城史 进入城中后 众人看着眼前的景象 眼中露出惊恶之色 他们本以为这城门之后 会是诸多古老的建筑 然眼前的一景物 却并非如此 城中呈现一片血红色 天穷 地面均是血红一片 浓郁的血腥味充斥 让人感到压抑 四周并无任何一座房屋建筑 唯有一座座血色的山岳 血色山岳 大概有三万座 而在这些山岳中央 则是有一个巨大的血色天坑 万座山岳 围绕天坑排列 天坑深不见底 血光从里面充斥而出 阴晕蒸腾 好似火山口一般 似乎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此刻 众人脚下的是一座青铜锁桥 这座桥梁连接其中一座血色山岳 众人站在锁桥上 往下面看去 下面也是万丈深渊 深不见底 血光弥漫 诡异无比 竟然没有房屋建筑 阎洛雪眼中露出一抹不解之色 白骨城墙 厚重高耸 本以为城墙后 是一片片古老的房屋建筑 没想到并无建筑 唯有诸多山岳 与一个巨大的天坑 倒是出人意料万灵战城 共有三万座巨山 每一座巨山 可容纳一族生灵 而等可登上前方山岳 静待后续 一位街银使开口 声音嘶哑无比 就在他刚说完 众人便发现了远处的一些山岳上 竟然出现了一道道人影 那是 之前东荒那两人 天暗风的众人 看向其中一座山岳 他们看到了猎羞与灵星二人 除此之外 他们还看到了一些山岳上 还有其余的人 有身上散发着浓郁妖气的妖族 有浑身笼罩着黑光的魔族 有秃头的和尚 大概有上百座山岳 这些山岳上 均有生灵 人族 妖族 魔族 还有不知名的种族 均在其中 每一座山岳之上 都有两位街影史 看来这些生灵 是从其他通道进来的 传闻古老的时期 万族在这万灵战城厮杀 场面无比震撼 无尽岁月过去 进入万灵战城的生灵 明显少了很多 拓跋云开口 语气有些复杂 没有任何一个族群 可以做到永恒不灭 尤其是对一些小的族群而言 更是如此 熬得过天灾人祸 却不一定熬得过时间 走吧 去前面山岳 拓跋云压制住内心的情绪 带着众人往前面走去 一会儿后 众人来到山岳之巅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上面 布满神秘的符文静置 散发着古老的气息 很是不简单 他们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拓跋大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雷元准圣恭敬地 对着拓跋云行礼 他对这里 倒是没有丝毫了解 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么多生灵齐聚在此处 接下来肯定会发生大事情 拓跋云轻语道 静待即可 想必答案很快便会揭开 他对万灵战场的了解 来源于一份古老的典籍 但是那份典籍 对于此地的记载 也不过直言片语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不知道 雷元准圣文言 也不再多问 钟神秀看向严晨宇等人道 你们现在好好调整一下状态 接下来会有大战开启 明白 严晨宇等人文言 立刻盘膝坐下 他们自然不会怀疑 钟神秀的话 这 南荒道院的其余人 则是愣愣地 看向严晨宇等人 钟神秀对方长老道 方长老也调整一下 方长老一听 心中一宁 没有多想 果断在一旁坐下 拓跋云看向钟神秀 询问道 钟长老 能否告知一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众人的目光 纷纷落在钟神秀身上 钟神秀漫不经心地说道 战场 自然要厮杀 接下来会出现战斗台 万族生灵 均可踏足战斗台战斗 获胜者 能够获得丰厚的奖励 一些你们在外界 根本见不到的至宝 在这里都可以成为奖励 功法 宝物 大造化等等 万灵战场 本就是一个局 但为何还有那么多人 要前赴后继 那是因为里面的造化 让无数生灵都拒绝不了 这样吗 拓跋云听完之后 目光一宁 他立刻看向南荒道院的 其余修士道 你们也调整一下状态 众人不敢多想 纷纷盘膝坐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半个时辰后 众人调整得差不多了 哄 血色天坑中 一口巨大的血色天官 冲天起 胸微滚滚 上万座山岳 瞬间震动起来 空间都在碎裂 天穷之中的血光 变得更为浓郁 血色天官 悬浮在天坑之上 咔嚓 血色天官内 发出一道清脆的声音 棺盖随之打开 一尊巨大的白骨生灵 从里面爬出来 它的身躯与人类相似 两侧长着白色骨翼 上面布满神秘的符纹 头颅则是类似于某种兽类 前面有些尖锐 看起来应该是某种飞禽 一双眸子 呈现森蓝之色 宛若蓝色鬼火在跳动 这尊白骨生灵 身上的气息极为可怕 绝对超越了圣人之境 达到了一个无比恐怖的境界 白骨生灵站在棺材之上 山岳上 所有的街银屎 纷纷下跪 这白骨生灵好强 它身上的气息 让我感受到了压抑 这万灵战场当真可怕 竟然还藏着这等生灵 众多山岳上 一些生灵纷纷开口 看向白骨生灵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 他们有种直觉 这种白骨生灵 若是要镇杀他们 或许只需要一个眼神 咔嚓 白骨生灵活动了 一下身体 它缓缓开口道 无奈万灵战场守城使 九号 接下来即将开启灵舞台 圣舞台 而等做好准备 只见它伸出双手 一股磅礴的力量爆发 轰隆隆 天地震动 空间崩碎 万道神秘的红光冲天起 天坑之上 瞬间出现了两座巨大的战斗台 一座呈现血红之色 一座呈现灰暗之色 第245章 战斗台起 两女灯台 白骨生灵解释道 血色战斗台乃是灵舞台 准圣之下的生灵 均可踏足 而灰暗色的战斗台 则是圣舞台 准圣级以上的生灵 均可进入 当然 若是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准圣之下的生灵 也可以进入圣舞台 她的顿了顿语气 诱导 在两大战斗台中 每个生灵 会安排一位对手 击败 亦或者斩杀对手 便可获得丰厚的奖励 奖励包含功法 宝物 宝药 修为 兽缘等等 奖励的品级 由战斗台 根据生灵斩路的实力 来综合评定 战斗台不会限制你 使用任何手段来结束战斗 什么修为和兽缘也能奖励 众人听到这里 彻底坐不住了 百股生灵眼中的蓝光闪烁 她的面容看起来有些诡异 看来这对老朽而言 是一次不错的机会 毕竟我活不了多久了 原本就打算来这万灵战场 寻找突破的契机 现在契机就在眼前 众多修士摩拳擦掌 眼神灼热无比 或许我可以在这里 直接踏入准圣之境 方长老呼吸有些急促 拥有虚天圣竹 他又一点机会 踏入准圣之境 但如此圣物 若是用来感悟圣道之境 那才是最为合适的 若是能够直接在这里 踏足准圣之境 这虚天圣竹 倒是可以留在后续使用 钟长老 若是不参加战斗 又会如何 一位天暗风的弟子 尴尬地询问道 战斗自然少不了死亡 他之前受了伤 还未彻底恢复 不想上去战斗 免得白白丢了小命 钟神秀摇头道 不参加战斗也行 但各种机缘 肯定与你无关了 不过在小命面前 各种机缘又算得上什么 在这里提醒你们一句 若是害怕 最好不要上台 因为你们的对手不弱 一般来说 南皇修士 不可能对上南皇修士 他们要面对的是 南皇之外的其他生灵 那还好 那位弟子文言 心中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是要必须上台战斗呢 拓跋云深深地看了 钟神秀一眼 这位钟长老 当真是神秘无比 听他的口吻 似乎对这万灵战场无比熟悉 倒是让人心惊 两大战斗台已经开启 二等可以上台了 白骨生灵再次开口 各方之人 神色犹豫 不敢率先等待 而是打算先观察一下 钟神秀看向 颜晨鱼和颜落雪道 你们先上场吧 好 两女对视了一眼 轻轻点头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战役 钟神秀又对颜晨鱼传音道 这里血煞之气无比浓郁 你可以随意使用涂生地数 明白 颜晨鱼眼睛一亮 之前他就发现了 此处的血煞之气非常浓郁 他若是在这里动用涂生地数 定然没有任何消耗 毕竟这些血煞之气 可以快速补充他的力量 颜落雪挥手 一件件兵器 飞向天暗风的众弟子 这些东西给你们 接下来 你们也有几分保障 多谢落雪师妹 天暗风的众人感动无比 眼泪花子都要流下来了 这 这么多兵器 南荒道院的其他人 则是目瞪口呆地看着颜落雪 尤其是丹道风的那些弟子 更是眼巴巴地看着 之前他们可是 亲眼见到颜落雪 将神秘的丹药 给了天暗风众人 没想到这才一会儿 竟又拿出了强大的兵器这一刻 他们突然好想加入天暗风 上场 颜沉鱼一步踏出 瞬间出现在领舞台上 颜落雪不甘示弱 也立刻登台 咦 竟然有人率先登台了 看样子 他们的修为并不强 好像连动玄境都没有踏足 连动玄境都没踏足 进入这战斗台 不是找死吗 这是哪一方的愣头青 应该不是我东方修士吧 若是我现在上台 应该会对上他们 战斗估计能快速结束 他们是男慌的修士 周围山岳上 众多生灵诧异地 看着颜沉鱼和颜落雪 倒是没想到 两个连动玄境都没踏足的女修 竟然如此大胆 也有一些年轻人 眼中闪烁着金光 觉得可以出手震杀颜沉鱼和颜落雪 猎修与灵星对视一眼 笑容有些苦涩 这两女可不简单 若是轻视她们 绝对怎么死都不知道 白骨生灵的目光 落在颜沉鱼和颜落雪身上 她那蓝色眼眸 疯狂跳动 她诧一道 有趣 你们勇气不错 一般来说 率先登台的生灵 只要能胜利 获得的奖励会越发特殊 两女一听 瞬间明白 为何终神秀 要让他们这么快登台了 原来还有这层意思在里面 什么 先登台的 会有特殊奖励 我去试试 一位东荒修士坐不住了 那是一位年轻男子 动玄境的中气的修为 他身着一袭灰色长袍 气质不凡 我也去试试 另外一位东荒女修 也立刻上场 她的修为 也是动玄境中气 是见王宗的风药 与灵须洞天罗西 该死 让他们抢先一步了 看到这两人上去 一些人眼中露出后悔之色 哼 急什么 谁知道上去的 是不是炮灰 先看看再说 一位老辈强者 冷哼一声 他身边的一些人 立刻安静了下来 四人上台之后 战斗台瞬间发生变化 颜沉鱼和颜落雪被分开 而那风药与罗西 也随之分开 颜沉鱼的对手是罗西 而颜落雪的对手 则是那风药 看你们是率先上台的 报上名来吧 我不杀无名之辈 罗西冷视着颜沉鱼 眼中露出一丝不屑 连动玄境都没有踏足的修饰 抬手可震杀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颜沉鱼默视着罗西 在他眼中 对方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找死 罗西见颜沉鱼敢无视自己 心中杀意浓郁到了极致 他寄出一柄零剑 一剑斩向颜沉鱼 第246章 准第五剑 圣品丹药 哄 一声巨响从零舞台中传出 众人目光一宁 动玄境中期的罗西 刚持剑杀到颜沉鱼身前 便被颜沉鱼一拳轰成了血物 连带着神魂都直接覆灭 死相非常凄惨 他竟然一拳轰杀了 动玄境中期的罗西 此女连动玄境都没有踏入 为何有如此可怕的力量 之前就告诉过你们 天地广袤 藏龙卧虎 莫要轻视任何人 东荒 一群修士静一不定地 盯着领舞台上的颜沉鱼 被他展露的力量震住了 若对方是动玄境修士 他们或许还不会太过惊讶 但对方却是一尊 连动玄境都没有踏足的修士 抬手却能震杀一位 动玄境中期修士 这属实让人惊讶 能跃及而战 倒是不简单 可惜境界太低 东荒一位万象境的女子摇摇头 并未太过把颜沉鱼放在眼里 在绝对的境界压制面前 纵然你有三头六臂 都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恭喜你击杀对手 奖励一门准地集舞技 诸圣印 一道声音从领舞台中响起 传遍了周围众人的耳朵里 秀 一道柔和的光芒浮现 颜沉鱼身前出现了一份神秘的卷轴 准地集舞技 颜沉鱼目光一凝 眼中露出振奋之色 没想到这次的奖励 竟然如此丰厚 直接来了一份准地集舞技 这品集有些吓人啊 四 准地集舞技 竟然奖励了他一份准地集舞技 这里的奖励未免也太丰厚了 一份准地集舞技 足以让武道之路畅通无阻了 不行 我也要弄一份强大的舞技 诸多修士眼中露出灼热之色 呼吸急促无比 这奖励真的太吓人了 一来就是准地集舞技 实在是让人心动 另一边 颜洛雪与风药的战斗也开始了 没有想象中的惊世骇俗 唯有颜洛雪丹方面镇压风药 一招将对方轰出战场 该死 我竟然败了 风药离场之后 脸色阴沉无比 本以为此战十拿九稳 没想到却被对方一招击败 这让他心中有些颓然 作为剑王宗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他的实力自然不弱 刚才他都没有祭出长剑就败了 让他很不服气 退下吧 墨药继续丢人 剑王宗 一位准圣默然道 那女娃能一招击败风药 自然也能震杀风药 风药能够保住一条小命 已经算是不错了 竟然还不服气 我 风药神色不自然 却也只能默默地退下 心中却很是不服 若是手段进出 他不认为自己会败 白痴 猎羞扫了风药一眼 眼底深处闪过一丝讥讽 真药一战 死的一定是风药 这不会有其余的结果 恭喜你击败对手 奖励一颗圣品丹药 此丹药可以让你在胜到巅峰之境 一步踏入大胜之境 散发着浓郁的香味 仿佛只需要嗅一口 便能让他境界突破 虽然不是准地级武技 但圣品丹药也很不错 颜落雪欣喜地接过丹药 颜辰鱼 要继续吗 颜落雪又看向颜辰鱼 造化动人心 他还不想离场 可贪婪了 自然要继续 颜辰鱼神色自若地说道 以他和颜落雪的实力 同境界内基本上无敌 纵然越级一战 也毫无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 他们还掌握着诸多底牌 完全可以一步步地刷奖励 好 颜落雪欣喜地点头 四 圣品丹药 他竟然得到了圣品丹药 而且还是可以让人一步 从圣人境踏入大圣境的丹药 这简直是无价之宝啊 老朽处在准圣之境已经多年了 若是能弄到一颗圣品丹药 说不定也能踏入圣人之境 准地级武技 圣品丹药 这足以让无数修士心动了 无数人颤生到 心中的贪婪被勾起来 诸多准圣 圣人眼中闪烁着幽光 他们盯着眼前的战斗台 只要击败或者击杀对手 便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 如此诱惑 谁能拒绝 出手 在场的一些准圣之下的生灵坐不住了 立刻冲向丹武台 对奖励感兴趣的 可以上场了 终神秀缓缓开口 南荒道院的众人对视了一眼 其中一部分人一咬牙 立刻杀向丹武台 这里面就包含了众多弟子和长老 周玄天等人也在其中 面对着丰厚的奖励的诱惑 他们也很难忍受住 方长老神色犹豫的 看向终神秀 此刻他也很心动 想要上台一站 终神秀对方长老道 上去试试吧 关键时刻 可以使用你那个葫芦保命 赢了之后就离场 不要久待 之前方长老在那巨兽背部 可是得到了一件准圣器 他是问道静修士 对手基本上也只是问道静 使用准圣器 自然可以起到特殊效果 好 若是老朽隐了 天暗风的这些弟子 就交给中长老了 方长老神色严肃 祭出一尊宝塔 立刻杀向灵武台 轰隆 很快 场中又传出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周玄天身着金色长袍 手持长矛 一毛洞穿了一尊万象镜的东荒修士 恭喜你击杀对手 奖励一门准圣极武器 动乱圣枪诀 灵武台的声音响起 一份卷轴出现在周玄天面前 周玄天一把将卷轴抓在手里 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准圣极武器自然是多多益善 与此同时 玄天圣女和天出圣女 也展露了强大的实力 直接碾杀他们的对手 恭喜你击杀对手 奖励一门问道武器 幻影见诀 恭喜你击杀对手 奖励一见到气 盘山顶 声音继续响起 两女呼吸有些急促 一场战斗便可获得如此武器 宝物 简直是太轻松了棺材上 白骨生灵 看向在场的一些准圣和圣人道 圣武台已经开启 而等可上场一战 圣武台的奖励会更为丰厚 众圣对视一眼 神色有些凝重 到他们这个级别 一旦交手 可不容易奋出胜负 必须要血战到底 第247章 对战魔族 轰碎脑袋 马德 忍不住了 我上去试试 雷元准圣眼中闪烁着金光 第一个登台的 有品级更高的特殊奖励 他若是率先登上圣武台 一旦胜利了 是不是也能获得特殊奖励 毕竟严陈瑜和严洛雪 得到的奖励 连让在场的诸多准圣 圣人都心动无比 咻 雷元准圣 立刻冲向圣武台 与他类似想法的人不少 诸多准圣 圣人 一同登台 问 整个圣武台顿时震动起来 诸多神秘的符文笼罩四周 在不断加固阵法 不管了 我也上去 见到风的那位准圣身影一闪 杀向圣武台 南荒道院进入百段山的 一共有三位准圣 一位圣人 秦无垢被终神秀阵杀 剩下的两位准圣已经登台 拓跋云面带沉吟之色 他看了南荒道院 剩下的弟子一眼 沉吟道 记住 实力若是不行 莫要抢求 明白 这些弟子连忙点头 宝物虽然动人心 但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小命 此刻登台的圣灵太强了 除了有强大的东荒修士外 魔族 妖族 还有那些突驴 看起来也不简单 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还是不要乱来 拓跋云不再多言 他立刻杀向圣舞台 剩下的众人均在观望 终神秀背负双手 默默地看着领舞台 并不打算立刻登台 恭喜你击杀对手 奖励一颗准圣品丹药 领舞台上 方长老与一位问道竞妖族强者厮杀 二者均身负重伤 浑身鲜血淋漓 方长老更是断了一条手臂 胸口都被对方用一根骨刺洞穿 看起来非常惨烈 在关键时刻 他直接祭出那个准圣器葫芦 改变了战局 得到奖励之后 方长老没有犹豫 果断离场 回到天岸峰弟子所在的位置之后 方长老直接盘膝坐下 他此刻受伤太重 需要好好恢复一下 钟长老 这里到底有多少奖励 天岸峰的一位弟子好奇地问道 就在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们已经听到数道奖励之声吗 这里到底有多少宝物 让人好奇无比 很多 终神秀淡淡地道出两个字 这些宝物 功法之类的事怎么来的 自然是昔年死去的生灵留下的 战死之后 他们的东西会被留下 从而变成奖励 周而复始 越积越多 眼前的战场也是 若是有人死亡之后 他的东西也会被留下 包括他的血肉和灵魂 都会被万灵战城 取走这万灵战城 根本不会在意 你能取走多少宝物 他只在意 是否会有源源不断的生灵进入战场 顺便在这里将小命留下 古老时代 万灵战场每次开启 都会有万族涌入 那时候的大战 才是真正的惨烈 每一次都会陨落 无数强大的生灵 这次万灵战场开启 进入这里的生灵 倒是少了很多 啊 那位弟子苦涩一笑 很多是多少啊 灵舞台 仁佐 你的血液应该很美味吧 一位浑身漆黑的魔族 面目猙獰地盯着颜尘鱼 眼中露出贪婪之色 他的身形与人类相似 体型更为魁梧 身高两米多 长相奇丑无比 背上还有一双黑色的翅膀 布满各种神秘的符纹 气息很强大 这是一尊动玄境后期的魔族 比颜尘鱼之前震杀的 那个罗西强了很多倍 同境界下 魔族 妖族 绝对要比人族强悍很多 因为他们的体质非常强悍 力量异常霸道 我会撕下你的翅膀 然后轰碎你的脑袋 颜尘鱼淡淡地回了一句话 狂妄的人类 去死吧 这位魔族语气森冷 挤出一柄巨大的魔刀 对着颜尘鱼便是一刀斩出 魔器横扫 刀刃锋利 杀气滚滚 混沌精 颜尘鱼直接施展混沌精 浓郁的混沌之力 从他身上弥漫而出 他的气息疯狂暴涨 境界直接从神藏境巅峰 一步踏入洞玄境 天蚕道一的加持开启 再次提升一个小境界 入了洞玄境中气 战 颜尘鱼握紧拳头 对着眼前的魔族便是一拳 传闻魔族体质强大 力量强悍 他倒是要试一试 是否真的如此 混沌拳硬浮现 黑光迸射而出 寂灭之威挥洒 神秘道文浮现 拳硬直接轰击魔刀上面 一道剧烈的轰鸣声响起 魔刀刀身 竟被颜尘鱼一拳洞穿 混沌拳硬威势不减 猛然轰入这位魔族的胸口 碰 这位魔族被一拳轰飞数十米 胸口出现一个猙獰的血洞 乌黑的血液飞洒而出 颜尘鱼一个剑步 杀到这位魔族身前 对着这位魔族的下巴 便是一拳 这位魔族反应极快 立刻躲避 却晚了一步 颜尘鱼的拳头 狠狠地轰击在他的下巴上 咔嚓一声 这位魔族的下巴被击碎 血肉飞溅 身躯被轰入上空 颜尘鱼眼中闪烁着血光 身影骤然消失 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这位魔族的头顶 下去 他对着这位魔族的背部 便是一拳 轰隆 这位魔族来不及反应 便被一拳轰在背部 身躯犹如炮弹一般 直接砸在地面上 血液飞洒 颜尘鱼自天而降 宛若允星 顿时一脚 踏在这位魔族的身躯上 好 这位魔族发出一道 凄厉的惨叫声 身躯出现一道道裂痕 他的肉身是很强大 但是在颜尘鱼的 混沌之力面前 显得根本不够看 丝辣 颜尘鱼伸出手 以极为霸道血腥的方式 将这位魔族的 一对翅膀撕下来 鲜血喷涌 现场极为甚人 好 这位魔族身体颤抖 不断嘶吼惨叫 魔族的身躯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颜尘鱼随手 丢掉这位魔族的翅膀 丢在一旁 然后一拳轰向 这位魔族的脑袋 噗突一声 这位魔族的脑袋被轰爆 脑浆四溅 变成一具无头尸 恭喜你击杀对手 获得一颗道品血灵果 战斗台的声音响起 一颗血色果子 出现在颜尘鱼身前 双方之间的境界差距 一般不会太大 第248章 战斗惨烈 准胜败北 她的实力好强 竟然越急 把一尊动玄境后期的魔族震杀了 实在是太恐怖了 此女手段好血腥 竟然撕下得了那尊魔族的翅膀 还打爆了对方的脑袋 希望我不要和她对上 零舞台上 一些外族修饰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哪怕他们境界比严陈鱼更高 他们也不希望和对方碰上 魔族体质强悍 战力非常恐怖 颜色凝重的地盯着严陈鱼 若无万象径的修为 一旦对上此女 生死难料 严陈鱼好残暴 严落雪嘀咕了一句 混沌之力 白骨生灵的目光落在严陈鱼身上 蓝光闪烁 似乎有些诧异 但也仅仅是诧异 她在这万灵战成无尽岁月 什么样的生灵没有见过 自然不会太过惊讶 战斗不断持续 严陈鱼和严落雪 疯狂刷奖励 得到了不少好东西 转眼 半个时升过去 两大战斗台上的生灵逐渐减少 此刻还能站在上面的 基本上实力都不弱 后续的战斗 自然也越发惨烈 死了不少生灵 鲜血染红了战斗台 轰隆 圣武台上 各种攻击爆发 诸多强大的法宝轰出 光芒各异 符文密布 带着恐怖的杀伐之威 雷元准圣与剑道风的准圣败了 天暗风众弟子瞳孔一缩 看到雷元准圣与剑道风的准圣 狼狈的逃离战场 还好他们两人的速度快 若是稍微慢一点 小命已经没了 强如两大准圣 在那圣武台上 竟然都被轻易击败了 外族生灵 真的太强了 赖尊魔族和妖族太过可怕 无论是近战还是远战 雷元准圣他们都不是对手 本以为雷武台的厮杀最为惨烈 没想到圣武台才是最为惨烈的 就在刚才那会儿的功夫 我已经看到四尊准圣陨落了 南荒道院的众人满脸凝重之色 这一次 他们算是真真切切地见识到了 外族生灵的恐怖 尤其是圣武台中的妖族和魔族 更是强的变态 让人感到绝望 两位准圣回到南荒道院所在的山岳上 没有丝毫废话 直接坐下 开始疗伤 此刻他们的状态非常糟糕 雷元准圣双臂被斩下 鲜血染红长袍 气息凌乱无比 而剑道风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长剑被斩断 身上有几道猙獰的伤痕 一条手臂丢失 胸口也多了一个猙獰的血洞 内脏损毁严重 生机再不断消散 这一次 他们两人遇见了可怕的强敌 那是一位魔族准圣和妖族准圣 两人拼尽全力 依旧不是对手 若是他们逃得快 此刻已经陨落了 人族 弱小至极 圣武台上 那尊魔族准圣和妖族准圣看了过来 眼中露出不屑之色 这两位人足准圣 真的太弱小了 他们都没有施展权力 对方就抵挡不住了 实在是让他们提不起丝毫兴趣 这妖族和魔族实在是太狂妄了 蓝黄道运的众人咬牙切齿 心中愤怒无比 却也没有丝毫办法 天暗风的众弟子 更是立刻看向终神秀 希望终神秀能够出手 镇杀那嚣张的魔族和妖族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盯着灵舞台 并未太过在意圣舞台上的战斗 他自然会出手 不过不是现在 现在还有一些山岳上的修士还未出手 选择默默地观望 那里面有一些强大的存在 得让那些人出手之后 他再出手 到时候一并收割 圣舞台上 拓跋云正在与东荒的一位圣人厮杀 每次出手都带着伟岸的力量 强悍无比 若非这战斗台特殊 有静置笼罩 估计已经被打爆了 数百招之后 东荒圣人默视着拓跋云道 你不过圣人出妻之境 而我已是圣人中期之境 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百招之后 你必死无疑 认输吧 战 拓跋云眼中闪烁着浓郁的寒芒 此刻他已经负伤 胸口凹陷 圣血飞洒 连带着拳头都变得血肉模糊 露出了森森白骨 但他身上的战意却丝毫不弱 拓跋云来自三十六风之一的体风 体质强大 战力滔天 同境界内 近战的话 纵然是妖族和魔族来了 他也能抗衡一番 这东荒的圣人也不简单 对方竟然也是一尊炼体修士 修为比他还要高尚 一个小境界 继续战斗下去 他基本上不能获胜 不过拓跋云此刻是剑烈欣喜 遇见了强大的炼体修士 他自然要酣畅淋漓地战斗一番 否则的话 这一趟万灵战场之行就白来了 不知所谓 这位东荒圣人语气一冷 拳头握紧 再次杀向拓跋云两尊圣人再度交手 全印爆发 你来我往 强大的力量挥洒 残影闪烁 让人看不清他们动作 百招不到 拓跋云一条手臂被打爆 身躯被东荒圣人一拳轰飞出领舞台 先饶你一命 再敢登台 定斩不饶 这位东荒圣人默然道 刚才一战 对他也有不小的消耗 要是拓跋云继续死斗的话 他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这自然是他不愿意见到的 毕竟他还想继续在战斗台上获取奖励 很快 这位东荒圣人就得到了奖励 是一块特殊的宝骨 看起来很势不凡 好东西 这位东荒圣人握着宝骨 眼中露出兴奋之色 台下 拓跋云返回南荒道院所在的山岳 鲜血不断流淌而下 散发着浓郁的圣灰 拓跋大人 您没事吧 南荒道院的一些弟子连忙问道 无妨 拓跋云摇摇 他立刻拿出一颗丹药服下 这一战虽然惨烈 但也算畅快 此刻感觉非常不错 可惜了 他又看向领舞台的位置 一番厮杀下来 南荒道院死了不少人 长老 弟子均有 没什么可惜的 在登台之前 就该做好陨落的打算 方长老睁开眼睛 气息恢复了不少 第249章 挑战之赛 以一敌四 过了一会儿 两大战斗台上 又隐了不少生灵 领舞台上 南荒道院这边 此刻只剩下四人 分别是 颜沉渝 颜洛雪 战无敌 周玄天 原本玄天圣女和天出圣女 也展露了强大的实力 但他们得到一些奖励之后 便果断离开了战斗台 显得非常谨慎 除此之外 还有几位南荒道院的年轻天骄 实力也不弱 却没有过多出手 赢了一两局之后 便快速离场 至于圣舞台上 此刻南荒道院这边 没有一个人 下一个 颜沉渝站在领舞台中央 手持长剑 一袭青色长裙 散发着霞光 他神色清冷 身上沾染着浓郁的血腥 他已经连赢七场 对手的实力也越来越强 妖族 魔族 均有死在他手中的 不过被他斩杀的 均是洞玄境 尚无一味万象境 颜洛雪也是类似的情况 而且他赢的场数 比颜沉渝的还要多 已经连赢九场了 是否能连赢十场 就看接下来了 领舞台的一些人 看向颜沉渝和颜洛雪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虽然两女战力不弱 能以神葬境横扫洞玄境 极为逆天 可惜境界太低 万象境这道门槛 他们根本越不过去 这就没什么威胁 两大战斗台上的人 也淘汰的差不多了 你们上去试试 击败对手之时 记得让他们 交出之前获得的东西 一座巨型山岳上 一位鹤发老者 看向身边的四位年轻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一步步的厮杀 自然可以获得奖励 但是在后续出来 击败对手 在夺取对方身上的东西 同样没有丝毫问题 这样的消耗 反而会更小放心吧 我等出手 谁能抵抗 四位年轻人淡然一笑 瞬间登上战斗台 他们身上的气息很强 军士万象境修士 三位万象境中期 一位万象境后期 修 在这四位年轻人登台之后 其余的一些山岳上 又有一部分年轻人登场 观望者 终于还是出手了 显然都是在打相同的主意 想要在最后截取机缘 棺材之上 白骨生灵 简单地活动了一下筋骨 他看向领舞台上的众人道 接下来换一个玩法 白骨生灵一开口 众人瞬间安静了下来 根本不敢多言 白骨生灵眼中 蓝光闪耀 他继续道 之前是战斗台 按照相似的战力来安排对手 这一次我决定换一个玩法 那就是进行挑战赛 修为差距在两个大境界内 都可以彼此发起挑战 被挑战者同意之后 战斗便可开启 胜者升 败者亡 胜利者可以得到败者身上的所有东西 而且还能获得战斗台的奖励 什么 挑战赛 零舞台上的众人一听 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这种战斗明显更为有趣 但也更加残酷 修为更高的 肯定想要挑战修为更低的 不过这需要被挑战者同意才行 那高境界的来挑战 是不是都可以拒绝 一些老辈修士 更是眼中闪烁着幽光 他们均为造化镜 问道镜 那些动玄镜 万象镜的年轻人 绝对是他们的目标 有意思 一位问道镜的魔族冷然一笑 眼中充斥着暴力的杀意 白骨生灵又道 再增加一个规则 被挑战者 若是拒绝参战 需要将身上的东西全部交出来 若是赢了一场 便有一次拒绝被挑战的资格 所以 在这里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 若是害怕 此刻可以离场 不用交出任何东西 十秒之后 挑战赛开启 秀 白骨生灵一说完 便有一些人快速离场 也有部分人神色自若地站在原地 打算参与挑战赛 显然是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了信心 颜沉鱼 颜洛雪看向颜沉鱼 颜沉鱼轻轻点头 他抓着颜洛雪手 悄然让朱雀跑到对方衣袖里面 这个战斗台又没有规定 不能使用宠物 毕竟朱雀都上台了 那白骨生灵肯定有所察觉 对方却没有说什么 这就是一种默许 圣人级别的朱雀在这里 谁来谁死 明白了 颜洛雪眼睛一亮 轻轻摸了摸衣袖里面的朱雀 感觉暖乎乎的 有了一种莫名的底气 十秒之后 领舞台上还站着一批人 我宣布挑战赛现在开始 白骨生灵开口 我要挑战他 我要挑战他 一时之间 一些万象镜的修士 盯上了颜沉鱼和颜洛雪 毕竟在场众人中 两女境界最低 明显更像是软柿子 把他们交给我们 之前那一同登台的四位年轻人 上前一步 身上的气息爆发 直接将颜沉鱼和颜洛雪锁定 看到这四位年轻人上前 其余人眉头一挑 倒也没有阻拦 这四人身上的气息很强 来历怕是不简单 你们可要应战 白骨生灵看向颜沉鱼和颜洛雪 自然要应战 两女对视一眼 往前踏出一步 你们可以一起上 我一个人便可打抱你们 颜沉鱼伸手指着那四位万象镜修士 眼中充斥着浓郁的血光 当他们是软柿子 那就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软柿子 见颜沉鱼开口 便要挑战四位万象镜修士 周玄天等人都是面露惊奇之色 这是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了信心吗 那四位年轻人则是眉头一挑 以意敌似 好大的口气 不想活了吗 颜沉鱼恭敬地对着白骨生灵开口道 敢问前辈 他们想要挑战我 我一个人对付他们 应该没问题吧 白骨生灵怪笑道 自然没有问题 你若能赢 除了可以获得他们四人身上的东西之外 还可以一同获得四分来自战斗台的奖励 若你败了 你的东西由他们四人瓜分 明白了 颜沉鱼轻轻点头 他指着那四位年轻人道 就你们叫的最欢 现在滚出来 看我如何打抱你们 狂妄 那四位年轻人对视一眼 身影一闪 便来到颜沉鱼身前 他们觉得 有必要让这个狂妄的女子付出巨大的代价 第250章 地族一出 万族必让 这男皇女子要一条四 有意思啊 呵呵 他或许还不知道那四人的来历 否则的话 他断然不敢做这种事情 不可否认 此女实力还算不错 可惜面对四位万象镜的修饰 他必死无疑 尤其是这四人的背景还不简单 掌握的手段更是诡异莫测 这四人背景不简单 难道他们来自什么强大的圣地不成 见颜沉鱼要挑战那四位年轻男子 围观的一些人眼中露出惊奇之色 也有人摇摇头 觉得颜沉鱼在自寻死路 那四人来历特殊 哪怕是老一辈的强者遇见他们 估计都得绕倒 这四人气息雄浑 战力估计超越了境界 看起来倒是很不简单 不知他们来自东荒哪个大族 方长老凝视着领舞台上的四位年轻男子 这四人是突然上台的 之前的战斗 他们并未参与 但他们身上的气息很强悍 实力肯定很可怕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 看着领舞台并未开口 出手吧 颜沉鱼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四人 这四人实力自然不弱 但他丝毫不惧施展途生地数 他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镇杀这四人 其实不用途生地数 他也能用破炉子砸死一两个 若是再祭出黄泉葫芦 哪怕是造化镜的强者来了 估计也得把命留下 白虫师兄 此女虽然有越级战动玄境的实力 但终究连动玄境都没有踏入 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没必要让你们出手 这一战让我来吧 东西到手之后 我们平分 其中一位万象镜中期的年轻男子开口 他身着一袭青铜战甲 气息雄浑 双眸冷力 面容阴沉 身上弥漫着浩瀚之威 好 四人中 那位万象镜后期的男子轻轻点头 以他们的修为 随便一人走出来 都可以撵杀着男皇女子 没必要所有人一起出手 三人退后 独留那位身着青铜战甲的年轻男子 站在原地 修 身着青铜战甲的年轻男子 身影一动 出现在虚空中 他背负双手 神色淡漠的对颜沉遇到 无乃白汉 来自东荒白帝一族 你现在认输的话 或许还能保留一具完整的尸体 四 东荒白帝一族 这四人竟然来自帝族 白帝 乃是天荒历史上的一位无上大帝 战力滔天 曾横扫过无数古老禁区 杀入万古天狱 与妖族夜帝号称白夜双帝 没想到这四人竟然来自白帝一族 这背景有些吓人啊 帝族传承大帝血脉 体质逆天 血脉无敌 而且还掌握着无上帝数 同级之中 少见敌手 这男皇道院的女子 这下要完了 他不可能是帝族的对手 当在场的众人知晓这四人的来历之后 不经身体一震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帝族 高高在上 超然雾外 平日里很少露面 没想到 这里竟然出现了四位白帝一族的年轻人 帝族一出 万族必让 众人神色复杂的 看向严晨鱼 觉得这一战他必败无疑 他或许有越即而战的实力 但帝族同样可以越即而战 尤其是动用血脉之力后 可横推诸多天骄 催枯拉朽 无人可挡 更是恐怖 这四人竟然来自帝族 方长老眉头一挑 眼中露出了凝重之色 这一刻 他不禁有些担心 严晨鱼和严洛雪 两女的安危了 帝族 这两个字 便足以震慑无数人 两女虽然掌握着重气 但这些帝族之人 肯定也有强大的底牌 不容小觑 四个帝族的年轻人而已 又不是大地降临 没什么了不起的 钟神秀神色淡漠地说道 方长老闻言 不禁苦涩一笑 不过他心中 也稍微松了一口气 钟神秀都如此镇定 说明是对两女充满了信心 这一战 应该可以赢 白帝一族 领舞台上 严洛雪神色一正 他的母亲 就来自白帝一族虚空中 白汉眼中露出一抹自傲之色 他居高临下地盯着严晨鱼道 知道我来自东荒帝族 你现在害怕吗 身为白帝后人 这是他最为骄傲的事情 帝族出行 各大族群 圣地都得给几分面子 简直不知死活 地族而已 斩了你又能如何 严晨鱼冷然一笑 并无态把白汉等人放在眼里 地族又如何 死亡面前 一视同仁 狂妄至极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白汉眼中闪烁着森冷的杀意 他随手一挥 一柄青铜键出现在手中 青铜键共有九节 上面刻满古老的花纹 还有一条苍龙之影盘旋 弥漫着一阵荒谷之气 道威横贯 气吞山河 威压十足 这青铜键乃是一尊道气 带着寂灭之威 沉重无比 一旦挥出 可轻松轰爆一座巨型山岳 嗡 白汉握紧青铜键 他身上的气息瞬间暴涨 青铜战甲散发着森冷的青色光芒 神秘的道文浮现 体内血液传出一阵阵轰鸣声 宛若雷霆一般 气势雄魂至极 沙 白汉冷声吐出一字 青铜光芒闪烁 他对着颜尘鱼便是一剪扫出 青铜键上面的苍龙冲出 猛然向着颜尘鱼冲去 张牙舞爪 爪子锋利 凶利霸道 欲要将天地碎裂 如来 颜尘鱼眼中闪烁着森冷的寒芒 大手一挥 破炉子出现在他的手中 他源源不断地往炉子内注入力量 万象镜修饰又如何 先用破炉子震杀一味 嗡嗡嗡 破炉子疯狂颤动 不断吞噬颜尘鱼身上的力量 古老的威压逐渐复苏 周围的空间出现叨叨裂痕 承受不住这破炉子的力量 去 颜尘鱼没有让破炉子继续吞噬下去 而是猛然将破炉子制出去 若是继续吞噬下去 他这点力量还不够看 但即使如此 破炉子的威压已经复苏 爆发的力量自然非常吓人 轰隆 破炉子化作一道青色鸿芒 快速与那条苍龙对轰在一起 第251章 地族天骄 也是一死 破炉子与苍龙对碰在一起 一阵狂暴的力量席卷四面八方 天穷爆炸 天崩地裂 九霄晃动 刺目的苍茫横扫 嗡 苍龙一颤 巨大的身躯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 直接崩碎在天地间化作清光消散 终究还是挡不住破炉子 破炉子威势不减 向着白汉砸去 白汉 小心 白帝一族的三位年轻男子健壮 目光一宁 立刻开口提醒 这破炉子的威压太过可怕 让他们感到了毛骨悚然 谁也没有想到 是头皮发麻 他已经被破炉子的力量锁定 必无可避 眼看破炉子在快速接近 他一咬牙 体内的血脉之力爆发 身上的气息再次暴涨 让他拥有了强悍的力量 抗龙茧 白汉大喝一声 手中青铜茧向着破炉子劈上去 他这抗龙茧乃是一箭无上盗器 沉重无比 可摧毁诸多灵宝 他不幸自己全力一击砸不碎这个破炉子 破炉子与抗龙茧对碰在一起 两尊截然不同的力量 向着四面八方扫去 霞光挥洒 符文冲天起 道运泵射 带着洪荒之威 咔嚓 片刻后 抗龙茧被击碎 化作青铜碎片 飞射向四周 将天渠洞穿 不 抗龙茧破碎的瞬间 白汉眼中露出了金句之色 因为这破炉子的威压 依旧没有丝毫削弱 正向着他砸来 更为诡异的是 此刻他竟然动不了了 身体直接一股古老的威压禁锢 出手 其余三人见情况不对劲 立刻出手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啊 一阵惨叫声响起 破炉子狠狠地砸在白汉身上 白汉身上的青铜战甲 骤然间化作积粪 而他的身躯 也被浩瀚的力量 直接砸成血污 轰隆 轰爆白汉之后 破炉子砸在领舞台上 整个领舞台猛然震动起来 万象镜中气的白汉 云 破炉子之威 一如既往的可怕 堪称无解 现场寂静无声 众人神色呆滞的盯着颜晨鱼 本以为这一战 颜晨鱼必死无疑 没想到最终被震杀的 却是那白帝一族的白汉 颜晨鱼竟然震杀了一位帝族天骄 他 他竟然震杀了白帝一族的年轻天骄 刚才他寄出的那个破炉子太可怕了 那明显是一尊无上重器 连天帝都被打爆了 白汉虽然可怕 却根本挡不住 杀了白帝一族的天骄 这下他是把白帝一族得罪死了 以后怕事不好过 众人言语颤抖 看向颜晨鱼的眼神充满了震惊 震杀地族天骄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情 得罪了地族 哪怕你有天大的背景 到头来都是一死 好 天暗风的众人则是激动的鼓掌 什么地族 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看到颜晨鱼震杀了一个所谓的地族天骄 他们就感觉很畅快 想要捏软柿子 就得看看你是否有那个实力 杀得好 南荒道院的一些弟子健壮 也是立刻大笑着鼓掌 之前看到拓跋云等人败北 还被那些准圣 圣人一番嘲讽 他们就感觉非常憋屈 现在见颜晨鱼震杀一尊东荒地族天骄 他们只觉得心中玉气消了不少 谁说南荒五道不胜 谁说南荒道院无人 地族天骄来了 还不是一死 白汉 看到白汉被震杀 其余三位年轻人神色一致 继而他们脸上露出了愤怒之色 死死地盯着颜晨鱼道 竟敢杀我白帝一族的人 你简直是找死 可笑至极 我不杀他 难道让他杀我不成 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你们是脑残吗 颜晨鱼冷然一笑 想要捏软柿子 就看看你有几条命 你会后悔的 那位万象镜后期的年轻男子 握紧拳头 满脸杀意地盯着颜晨鱼 颜晨鱼挥手将破炉子收起 神色不屑地看着三人道 放心 我马上送你们下去见他 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地上路 白帝一族 杀了他 三人不再废话 立刻对着颜晨鱼发起攻击 大盗瓶 紫霄盗剑 两位万象镜中期的年轻人 祭出宝物 一人持着白玉宝瓶 一人持着紫色长剑 军士盗器 五色悬光塔 而那位万象镜后期的年轻人 则是手持一尊五色宝塔 这五色宝塔不简单 乃是准圣器 轰隆 三人出手 白玉宝瓶轰出一道光柱 紫色长剑爆发万丈剑气 那五色宝塔 则是不断变大 自天而降 欲要直接镇压颜晨鱼 三剑至宝轰出 威压滔天 让人感到神魂颤动 头皮发麻 好可怕的威压 看到三人出手 天暗风众人 神色凝重无比 除非白帝一族的弟子降临 终神秀摇摇头 这白帝一族的几人 看起来修为还算不错 但算不得什么真正的天骄 确切来说 他们体内的血脉并不纯粹 并未继承完整的大地血脉 仅仅继承着 稀薄的大地血脉之力 否则的话 真正的大地血脉一出 完全可以镇压一方 诸多体质都得黯然失色 而且 他们也没有掌握 真正的白帝传承 手段极为有限 在严晨鱼面前 自然不够看 白帝一族的地道传承 需要有最为纯粹的 大地传承血脉才能获取 自然不是一般人可以修炼的 除非是白帝一族的弟子降临 那样或许还有点看法 呵 严晨鱼脸上 浮现一抹森冷的笑容 他双手捏动复杂玄妙的地印 速度极快 捏动地印的时刻 他的身上的气息疯狂暴涨 一道血光冲天起 直入九霄之中 天穹瞬间化作一片血海 血色静置笼罩天域 血光耀眼 地纹密布 在血海中央 有三个巨大的血色漩涡 漩涡疯狂旋转 吞噬天地间的血煞之力 不断汇聚力量 空间挤压 裂痕出现 发出咔嚓之声 大道悲鸣 万古蝶血 血色天坑之下 浓郁的血煞之力 正在被天穹中的血色漩涡吞噬 寂灭气息 从三个漩涡之中传出来 沙伐之威笼罩天地 好似即将要屠戮世间生灵 第252章 徒生地数 万象身死 嗯 这威士 此女施展的是什么秘法 压迫感太强了 看这威士 应该是一门极强的武技 怕是可以威胁到万象镜的修士 武技再强 也需要修为来支撑 我觉得他还是粗心了 这样的武技 应该作为底牌 毕竟施展这等武技 消耗肯定不小 唯有关键时刻才能动用 现在他一来就直接动用 显然是打算快速震杀这三人 一旦他一招不能震杀对手 估计就要败了 唉 他还是太年轻了 他能施展强大的武技 难道地族之人就不能施展吗 众人看到严晨渝施展途生地数 不禁一阵摇头 觉得他还是有些大意了 底牌这样的东西 应当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拿出来 一早就拿出来 若是一击不成 后续就没机会了 这种威势 不对劲 他要施展的武技不对劲 远处一座山岳上 白帝一族的鹤发老者 瞳孔一缩 神色凝重无比 严晨渝施展的这门武技 让他感受到了一丝莫名的熟悉感 新年白帝一族的弟子 施展地数的时候 似乎也是这种气息 不过地数太过可怕 对施展者消耗巨大 强如那位弟子 拥有白帝传承最强血脉 也只能施展部分地数攻击 此女难道掌握着一门地数 这有些不对劲 图生地数 有意思 是那位的传人吗 白骨生灵看向严晨渝 蓝色的眸子中 闪过一道异色 图生大帝也曾来过万灵战场 曾在这里大杀四方 图生地数一出 基本上是无敌的 无人可挡 霸道无比 倒是没想到 时隔无尽岁月 自己竟然再次见到了图生地数 有意思 地数 站无敌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看向严晨渝的眼神 多了一抹诧异之色 掌握着混沌之力 还掌握着地数 此女属实特殊 严晨渝 留个活口 严落雪连忙开口道 他有种直觉 严晨渝施展的功法很变态 一旦落下 这三人估计要把命留下 问 五色悬光塔镇压而下 盛盲如红 光芒映照青天 大道瓶轰出的光柱 与紫霄道剑爆发的万丈剑气 随之而来 两剑道气 一剑半剩气 三剑至宝齐出 寻常人 如何抵抗 图生地数 严晨渝神色森冷地站在原地 眼中闪烁着浓郁的血光 硬绝捏完 他随手一挥 轰隆 天穷之中 三个血色漩涡颤动 三道恐怖的杀戮光束 陡然轰杀而下 直接将三位年轻人笼罩 即将进行抹杀 血纹覆盖环宇 杀戮法则浮现 天地悲鸣 九霄破碎 仿佛末日降临一般 神魂颤抖 有种即将覆灭的感觉 大道瓶轰出的光柱 与紫霄道剑爆发的万丈剑气 在血色光柱面前 陡然间崩碎 消散在天地间 咔嚓 大道瓶与紫霄道剑 也在瞬间爆裂 碎片飞溅四周 洞穿天地 扑 其中两位万象镜中期的年轻人 身体一颤 嘴中喷出鲜血 受到巨大的反噬 脸色苍白无比 眼中露出金锯之色 他们抬头看向虚空 那两道血色光柱 已经向他们轰杀而来 死亡之气扑面而来 死神的镰刀正在挥动 他们根本抵抗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不 白虫师兄 快救我们 两位年轻人连忙开口求救 哄 光柱骤然降临 两人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顷刻间被轰成飞灰 连一根毛都没有剩下 死相极惨 纵然有诸多手段又如何 来不及施展 一切都是白大 该死 白虫则是脸色俱变 轰杀而下 杀伐之气无比浓郁 让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五色悬光塔 不过他的反应速度极快 立刻捏动法掘 五色悬光塔飞到他头顶 直接向着虚空中的血色光柱轰上去 刹那间的功夫 五色悬光塔与血色光柱对轰在一起 天地一震 虚空爆炸 整个零舞台晃动 诸多禁止出现了裂痕 东龙 血色光柱太过可怕 轰击在五色悬光塔上的时候 五色悬光塔疯狂震动 却挡不住血色光柱的力量 直接向着那位年轻人轰去 白虫瞳孔一缩 立刻暴退千米 五色悬光塔猛然坠入地面 将零舞台砸出一个大坑 强大的气浪横扫巴荒 使得周围疯狂震动 一阵骄互之威弥漫而出 阵阵烟尘高高升起 三道血色光柱消散 零舞台上充斥着浓郁的血腥味 天穷中的血海依旧浓郁 并未散去 千米之外 白虫脸色苍白 体内气血翻滚 还好他掌握着一尊半圣器 否则的话 刚才那道血色光束落下 他必死无疑 秀 他一挥手 将五色悬光塔收起来 以他的修为 动用半圣器 还是有些勉强 能够用来抵抗一击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别想了 你动用的这门秘法 威力倒是不凡 但这消耗肯定也不小 你应该不能发起第二道攻击 白虫冷视着阎晨鱼 眼中杀意非常浓郁 此女杀了白地一族的三人 他不可能放过对方 你可以试试 严陈鱼神色淡漠 哼 白虫冷哼一声 他脚下一踏 飞深入虚空 只见他快速捏动硬绝 道文快速浮现 身上的气息疯狂爆炸 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 从他身上弥漫出 修为正在疯狂逼近万象境巅峰 动天出 万象线 白虫语气森冷地开口 背后瞬间出现了四个巨大的动天 动天之中 出现四柄灰色神刀 神刀上面附带古老的符文 气势雄浑 杀伐之气浓郁无比 四大动天 四大异象 这白地一族的天骄 竟然有四大动天 四 四大异象 不愧是地族天骄 属实吓人啊 动天越多 万象越强 他们之间的战斗 此刻充满了变数 地族都是这样的怪物吗 围观者 不禁瞪大双眼 倒吸一口凉气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第253章 圣道武计 寂灭圣刀 这白地一族的天骄 果然可怕 竟然开辟了四个动天 如今演化四大象 同级之中 少见敌手 南荒道院所在的山岳上 雷元准圣睁开眼睛 神色凝重无比 四大动天 四大象 这就很可怕 而且对方血脉特殊 肯定还掌握着强大的秘法 刚才严陈于施展的秘法 也不简单 但消耗定然巨大无比 接下来怕是困难了 方长老瞟了雷元准圣一眼 并未多言 四大动天算什么 好歹也是一位准圣 有必要大惊小怪的吗 人家无微风的阎落雪 还开辟了六大动天呢 六大动天一出 在场的无数人 都得黯然失色 血脉之力 白虫站在虚空中 大喝一声 眉心倒映浮现 那是四道刀印 带着银白色的纹落 倒映出现 白虫的头发 瞬间变成银白色 双眸变得森冷无比 一道道神秘的白色符纹 从他身上浮现 直接烙印在他的肌肤上 他身上的气息再度暴涨 直接一步踏入万象径巅峰 他拥有的地族血脉 虽然并不纯粹 但好歹也是地族血脉之力 拥有特殊威势 血脉之力开启之后 一道白光冲天起 镇压之威爆发 直接将这方天地镇压 处在灵舞台上的众人眉头一挑 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连带着血液 都仿佛要停滞一般 面对地族血脉之力 他们还是受到了巨大影响 嗡 白虫冷视着严尘鱼 强大的血脉镇压之力 直接锁定严尘鱼 四柄灰色长刀阵战 光芒闪烁 发出沙伐之威 欲要屠戮天地 征战万古 地族血脉之力吗 好像也就这样 严尘鱼淡然道 面对地族血脉之力 他却没有感受到丝毫压力 他拥有混沌之力 而且还与多尊大帝虚影厮杀过 连大帝之威都感受过 又如何会被区区血脉之力影响 能够让我动用血脉之力 你足以自傲了 白虫冷声道 地族血脉之力开启 可镇压天地万古 同级之中 谁敢抗衡 没什么值得自傲的 想要镇杀你 也就是一两招的事情 严尘鱼漫不经心地说道 找死 白虫满脸寒气 一步踏出 骤然杀到严尘鱼面前 抬手便是一拳 欲要靠肉身之力 直接将严尘鱼打爆 一道刺目的白色全印爆发 将虚空打穿 横击万古 动乱星辰 镇压苍天 凶猛异常 踏心步 严尘鱼化作一道残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轰隆 白虫一拳击空 将空间轰出一道裂痕 全印霸道绝伦 虚空中 严尘鱼现身 眼中没有丝毫波澜 竟然躲开了 白虫脸色一沉 盯着虚空中的严尘鱼 眉头紧锁 眼中露出一丝不解 血脉之力一出 便可对对手形成巨大的压制 对方在她的血脉之力下 力量和速度 都会受到影响才对 但此女的速度 为何还如此之快 看样子 她似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徒生地数 严尘鱼捏动应诀 漫天血海疯狂凝聚在一起 化作一道更为巨大的血色光柱 威力比之前的三道光柱 强了数十倍不止 这才是真正的徒生地数之威 之前只是热身罢了 巨大的血色光柱 直接将领舞台封锁 一旦轰沙而下 定然毁天灭地 白骨生灵神色自若地看着 并未出手 领舞台很坚硬 再强大的攻击 都不可能打碎领舞台 而台上的生灵 没有交手的时候 也会被特殊力量护住 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嗯 她竟然还能施展那门舞技 白虫脸色骤变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此刻心中很是不解 如此强大的舞技 以为连动旋径都没有踏入的修饰 为何能够接连施展 这属实诡异 让她感到毛骨悚然 刚才便见识过 这血色光柱的力量 她更是不敢大意 白虫身上的气息爆发 捏动硬绝 速度极快 玄妙莫测 嗡 四柄灰色长刀冲出洞天 悬浮在天穷之中 灰色光芒灌入九霄 寂灭之威挥洒 杀气腾腾 震慑八荒 你以为 只有你会强大的舞技吗 接下来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帝族的抵御 白虫双手瞬间合在一起 霸道之威从她身上弥漫 一股来自荒谷的力量 自她双手之间一出 很快 她双手快速分开 荒谷之力涌入四柄灰色长刀上 刹那间的功夫 她全身的力量 全部被四柄灰色长刀吞噬 圣道武技 寂灭圣刀 白虫大喝一声 眼中闪过一道浓郁的幽光 脸色变得无比苍白 以她的修为 也只能施展一招圣道武技 仅仅是一招 便已经吸干了她全部的力量 轰隆 四柄灰色长刀 在同一时间 轰杀向严陈鱼 四道万丈刀印冲出 劈开天穹 横掘天渠 圣道武技 霸道至极 灵力的刀气爆发 光芒夺目 森冷异常 一旦落下 谁人能挡 四道刀印 遮天蔽日 凶威滚滚 杀意惊天 神秘的道文笼罩九霄 大道在推演 古老的虚影浮现 助力在苍天之上 大手挥动 圣威弥漫 宛若圣人在挥刀 强悍无比 竟然是圣道武技 这威势太可怕了 这样的圣道武技 放眼圣族 已经是镇族绝学了 但是地族的一位年轻人 却能掌握这样的武技 让人羡慕啊 圣道武技 对上那严晨渝的神秘武技 孰强孰弱 倒是让人好奇 众人神色凝重无比 而灵武台上的人 则是果断退后 哪怕有神秘的力量 在保护他们 但他们还是担心受到影响 杀 虚空中 严晨渝语气冰冷 玉手一挥 那道巨大的血色光柱 骤然轰杀而下 圣道武技 自然不弱 但他施展的是 更为强悍的地数 自当碾压 第254章 天脚陨落 矛盾结上 轰隆 天穹中 四刀万丈刀印 与血色光柱对轰在一起 宛若两颗星辰碰撞 瞬间爆炸 恐怖的力量余波 覆盖天地 灰光与血光弥漫 笼罩苍天 刺目异常 震荡宇宙洪荒 血色光柱 横绝万古 杀伐之气 惊动万灵 片刻间的功夫 四刀万丈刀印 便被血色光柱震散 四柄灰色长刀 也纷纷碎裂 根本挡不住血色光柱 血色光柱威势不减 向着白虫轰杀而去 噗 白虫身体一颤 喷出一口鲜血 他瞪大双眼 死死地盯着轰杀而来的血色光柱 心中生出了无尽的惊恐 帝族血脉开启 施展了圣道武技 没想到还是挡不住这血色光柱 这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此刻他衣衫作响 头发飞舞 骨骼发出一阵阵挤压之声 双腿颤抖 往下弯曲 面对这道血色光柱的威压 他根本抵抗不了 有一种想要下跪赴死的冲动 不 血色光柱轰杀而下 白虫发出一道不甘的怒吼声 身躯骤然被轰尘飞灰 纵然是有地族血脉 纵然有圣道武技 最终还不是得陨落 众人神色呆滞的 盯着虚空中的颜尘鱼 只觉得头皮发麻 四位万象镜的地族天骄 就这样被他血腥震杀了 场面让人感到害怕 死了 四位万象镜的地族天骄 竟然就这样死了 连一丝浪花都没有记起来 接连使用如此可怕的武技 而且看起来还没有丝毫消耗 他真的没有踏入洞玄境吗 我怎么感觉 他在刻意隐藏修为 震杀四位地族天骄 这与白地异族的矛盾 算是结上了 众人开口 声音有些嘶哑 若是老辈强者出手 震杀四位万象镜的年轻人 他们或许还不会觉得 有什么问题 但此刻 一位连洞玄境都没有踏入的 男皇女修 却轻易震杀了 四位万象镜的地族天骄 这让人感到惊惧 周玄天凝视着严晨鱼 眼中露出一抹凝重之色 此女绝对是一个大敌 对方刚才施展的武技 让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试问一下 若是他面对刚才这一击 有几成把握可以活下来 估计不足三成 有意思 战无敌缓缓开口 神色倒是镇定 地数而已 还不足以让他感到震惊 纵然是在场的 那尊深不可测的白骨生灵 他也没有太过放在眼里 不过是一个局中 生灵罢了 看似高高在上 实际上不过是被束缚者 没什么了不起的在场 唯一让他忌惮的唯有一人 那就是终神秀 此女 好强 拓拔云等人 神色惊奇地盯着严晨鱼 能以神葬镜巅峰的修为 镇杀四位万象镜的 帝族天骄 这等手段 让人心惊 南荒道院的其余人 也是神色凝重无比 看向严晨鱼的眼神 充满了忌惮 敬畏 不解 方长老神色自傲地说道 严晨鱼可是终长老的弟子 还是我天暗风的人 实力自然不弱 天暗风有了终神秀师徒 想不崛起都难 南荒道院的众人文言 下意识地看向终神秀 这位天暗风的终长老 确实深不可测 天暗风似乎要崛起了 白虫 那座山岳之上 鹤发老者眼中露出一抹森冷的杀意 死死地盯着严晨鱼 这矛盾确实是结上了 白虫等人是他比较看好的晚辈 没想到在这里 还未展露出地族之威 便被震杀了 这让他无比愤怒 虚空中 严晨鱼神色自若 身上的气息浓郁无比 并无任何消耗 这里对他而言 就是一个为他量身打造的天然战场 最为适合施展徒生地数 不错 白骨生灵开口 言语之中带着一丝赞许 他轻轻挥手 四枚储物戒指出现 飞到严晨鱼身前 这是刚才覆灭的白虫四人的东西 在他们覆灭的瞬间 储物戒指已经被白骨生灵取下 而且这戒指还自动开启了 里面的东西可以轻松取出来 多谢前辈 严晨鱼接过储物戒指 消消消 随即 四道光芒出现在他的面前 是四份战斗台给的奖励 有丹药 有兵器 有弓法 还有神秘的白骨 均是好东西 严晨鱼快速收起四样东西 他飞身来到严洛雪身边 轻语道 刚才没忍住 直接把他轰杀了 没 没事 严洛雪摇摇头 他让严晨鱼留活口 也是想要问问他母亲的情况 可惜 严晨鱼的攻击太过可怕 这四人连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 便被瞬间轰杀了 谁还要来一战 严晨鱼冷视这四周之人 无论是妖族还是魔族 都下意识地退后 这挑战赛 陷于两个大境界的差距 连地主的万象镜添骄都被震杀了 其余人的万象镜 估计更加不是对手 哪怕是一些老辈强者 此刻也是眉头紧锁 看向严晨鱼的眼神充满了忌惮 见无人应战 严晨鱼冷然一笑 不应战就行了吗 刚才叫得最欢的 全部都不能放过 那个秃头 刚才你似乎也叫得很欢 出来与我一战 严洛雪指着一位秃头和尚 这和尚也是一位万象镜后期的强者 气息非常可怕 刚才这和尚 就是其中一个要挑战他们的人 对方叫得很欢阿弥陀佛 秃头和尚双手和时 神色平静地站了出来 严洛雪已经开口 他若是不应战 身上的东西就得交出去 他自然不愿意 只要不面对严晨鱼 他就丝毫不拒 严洛雪身上的那颗圣道丹药 也让他非常心动 秃头 出手吧 严洛雪漫不经心地说道 众人神色惊疑地盯着严洛雪 刚才严晨鱼便展露了强大的实力 直接震杀四位万象镜 此女现在开口 想来也是掌握着强大的手段 阿弥陀佛 秃头和尚闭上眼睛 默念佛语 问 随即他睁开眼睛 一道恐怖的威压从身上爆发 一尊金色大佛出现在他的身后 助力天地 佛光滔天 圣洁无比 大家夜长 秃头和尚眼中闪过森冷的杀气 大喝一声 大佛挥动手臂 一道遮天蔽日的巨大金色掌印浮现 对着严洛雪便是一掌轰纱而下 第255章 此女作弊 破坏规矩 哼 看到金色佛门大掌印轰纱而来 严洛雪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他倒是没有犹豫 衣袖一挥 直接将朱雀放出来 杀了他 严洛雪对着朱雀开口道 吼 朱雀发出一声咆哮 冲天起 小鸡仔般的身躯瞬间变大 化作一尊巨大的烈焰朱雀 朱雀浑身笼罩着朱雀神火 一双眸子 血红无比 暴力异常 爪子锋利 可将空间撕裂 更为可怕的是 他身上弥漫着圣道之境的威压 这是 太古凶族之一的朱雀 有人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了亥然之色 尤其是那些妖族的强者 此刻更是瞪大双眼 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朱雀 乃是太古凶族 性格暴力 不喜欢与人类靠近 但是此刻 他们却看到了一尊朱雀 从一位人族女子衣袖里面跑出来 这让他们感到了不对劲 这还是他们认知中的朱雀大凶吗 这朱雀是九级妖兽 一位问道境的老者 语气凝重地说道 九级妖兽相当于圣人之境 而且 战力可能寻常的圣人 还要强很多 这不是灵舞台吗 为何会有九级妖兽登场 朱雀一出 灵舞台上的众人连忙退后 眼中露出了惊疑不定 好 朱雀咆哮 翅膀一挥 圣威爆发 烈焰席卷四周 那道佛门金色大手硬被震碎 连带着那尊金色大佛 随之灰飞烟灭 朱 朱雀 秃头和尚 神色惊恐地盯着虚空中的朱雀 啊 下一秒 他发出一道淒厉的惨叫声 朱雀吐出一道火焰 秃头和尚还未反应过来 直接被焚烧成灰烬 咻 一枚储物戒指飞向阎落雪 随之又有战斗台给的奖励出现 阎落雪自然地收起储物戒指和奖励 朱雀果然厉害 一出场 什么万象镜 来了都是渣渣前辈 此女作弊 这是零舞台 他却把九级妖兽带上来 这摆明了 就是破坏这里的规矩 西荒 一位和尚沉着脸道 不错 他在作弊 刻意破坏这里的规矩 建议抹杀他 剥夺他身上的东西 一位魔族强者开口道 眼中杀意非常浓郁 白骨生灵默然道 我有说过 不能带宠物上场吗 能带宠物上场 这是他们自己的本事 你们也可以带 白骨生灵说完 现场一片死寂 部分人露出苦涩的笑容 带九级妖兽的宠物上场 他们倒是想带 关键是没有啊 阎落雪文言 心中更加有底 他看向西荒的秃头和尚 与那群魔族 冷笑道 我要挑战你们 不是叫得很欢吗 那就挑战一下 那些和尚与魔族目光一宁 立刻退后 开什么玩笑 九级妖兽都出现了 完全可以横扫这灵舞台 谁敢出手 不接受挑战吗 那就把东西全部交出来 严陈渝神色淡漠地说道 这 那些和尚与魔族 神色尴尬无比 要么接受挑战 要么交出身上所有的东西 白骨生灵开口 该死 西荒的和尚与魔族脸色阴沉无比 挑战自然是不可能接的 毕竟他们还不想死 犹豫一下 他们也只能咬牙 将一枚枚储物宝物交出来 交出东西之后 这些和尚与魔族果断下场 此刻他们后悔极了 当才不该开口的 部分人见情况不对劲 也是连忙离场 一些老辈修士 则是还在原地 他们均是造化镜 问道镜 这样的挑战 涉及不到他们 一群耸祸 严落雪一边嘀咕 一边将东西收起来 这么多东西 等下和严陈渝好好分一分 严陈渝看了一眼四周 现场还剩下的大部分 都是老辈强者 至于其他人 还为挑衅他们 倒也没有必要出手 他们得到的奖励足够多了 太过贪婪可不行 严落雪离场 严陈渝对严落雪道 好的 严落雪轻轻点头 两女果断离开领舞台 朱雀变成小鸡仔 飞了下去 看到朱雀和两女离场 领舞台的众人 心中松了一口气 没有了这样的作弊宠物 接下来的战斗 倒是会简单不少 看到严陈渝和严落雪 离开领舞台 那些和尚与魔族 露出了不善之色 他们也有圣人到场 此刻 均在圣舞台上厮杀 若是那些圣人出面 是否允许战斗 师尊 严陈渝和严落雪 来到忠神秀身边 两女脸上带着甜甜的笑容 这次他们的收获不小 忠神秀对着两女轻轻点头 她的目光落在那些和尚与魔族身上 默然到朱雀 杀了他们 噗 朱雀飞起 小小的翅膀挥动 一股圣威爆发 啊 那些和尚与魔族还未反应过来 顷刻间灰飞烟灭 众人见此一幕 不禁被吓了一跳 显然没想到 忠神秀会突然让朱雀杀人 这样肆无忌惮地出手 难道不怕 那白骨生灵发怒吗 拓拔云等人 也是全身发毛 额头不满了冷汗 若是触怒那白骨生灵 下场肯定会非常惨 灵舞台上 一位造化镜的中年和尚 怒视着忠神秀道 放肆 你竟敢在灵舞台下杀人 他连忙对着白骨生灵道 这位前辈 此人在台下杀人 不顾这里的规矩 还望您能将他震杀 哄 结果他刚说完 忠神秀大手伸出 一道金色掌印 凭空在灵舞台中出现 一把抓住忠年和尚的身躯 使劲一捏 忠年和尚还未反应过来 便被捏成血污 灵舞台上的众人心中一突 直接在外面出手震杀台上生灵 这绝对是破坏了规矩 白骨生灵眼中 蓝色光芒闪烁 他盯着忠神秀 语气不善地说道 人类 你在破坏这里的规矩 想死吗 忠神秀面无表情地 看向白骨生灵道 什么是规矩 在这万灵战城 杀戮便是唯一的规矩 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怎么当上守成使的 第256章 交出东西 可以活命 见忠神秀硬钢白骨生灵 众人再次被吓了一跳 冷汗直流 这人不想活了吗 纵然 你有几分实力 在这白骨生灵面前 也不够看啊 拓跋云等人全身颤抖 下意识想要解释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忠神秀此言 可能会让他们南荒道院的 所有人全部覆灭 这家伙 战无敌脸上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看到这一幕 他反而觉得正常无比 他背负黑暗动乱观 游走各大禁区 于深渊之中 夺取了深渊寂灭燕 见过禁忌 斩杀过凶灵 布局万古 乃是诸天万剑的无敌之辈 无上大凶级别的存在 结果呢 这忠神秀 似乎知道他的来历 却丝毫没有 把他放在眼里 如此人物 又岂会在意一个小小的守城使 这守城使看起来强大 实际上也就那样 在这万灵战城中 守城使不过是 这座战城选定的生灵 并不能做到一手遮填 整个万灵战城 除了那片血海外 也就血色天坑下的那种生灵 还算上不了台面 周玄天头皮发麻 他自认为 自己也算是见识过 大风大浪之人 作为一尊老魔的传人 他所掌握的手段 自然很逆天 但他也没有狂妄到 敢与这白骨生灵叫板 然而此刻 这忠神秀 就在叫板白骨生灵 轰隆隆 白骨生灵身上的杀意弥漫出 荒骨之力爆发 脚下棺材震动 连带着两大战斗台 都在晃动他冷视着忠神秀道 你说得不错 这里唯一的规矩 确实只有杀戮 所以我杀了你 你应该也无话可说吧 你也配 忠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禁忌之威爆发 轰隆 白骨生灵脚下的棺材瞬间爆炸 他的身上更是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禁忌之力将他笼罩 让他生不出一丝抵抗的想法 你 你要与万灵战城为敌吗 白骨生灵颤声道 他终究还是怕了 如战无敌所想 他看似高高在上 实力滔天 却也只是一个守城使 并非这片天地的主人 遇见真正的禁忌生灵 他还是有些不够看 西年他也是外来者之一 结果被万灵战城囚禁于此 成了万灵战城的奴隶 万古岁月 他想过挣脱 却一次次的失败 最终也只能放弃 老老实实地当自己的奴隶 曾有诸多强者 踏足过万灵战城 但基本上不会乱来 并非是忌惮他的实力 而是在忌惮血色天坑之下的东西 哼 终神秀冷然一笑 并未过多理会着白骨生灵 一步踏出 瞬间出现在圣舞台上 他默视着圣舞台上的准圣 圣人道 把你们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 否则 死 凭什么 一尊魔圣沉生道 碰 然而下一秒 他直接被忌神秀一巴掌拍成飞灰 这 圣舞台上的准圣 圣人都被吓了一跳 交出所有的东西 可以活命 不交 就死 忌神秀言语霸道 严晨宇与言落雪 已经刷完奖励 接下来 他自然不会浪费时间 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截取各种资源 自然是最佳选择 杀戮 是这里唯一的规矩 这并非是玩笑话 布局者真正的目的 只为在这里 引起无尽的杀戮 杀戮开启 生灵覆灭 从而让血色天坑之下的东西 获取源源不断的本源 在这里 所有生灵都是一视同仁的 包括那尊白骨生灵 与在场的其他人 也没什么两样 唯一特殊的 就是下方的血海 血海并非是布局者的手段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血海更为诡异 属于更为巨大的局 这万灵战场的布局者 可以制造一个万灵战场 却不敢干涉血海的运行 这些准圣 圣人对视了一眼 他们没有出手 而是转身便逃离圣舞台 向着四面八方冲去 交出东西 开什么玩笑 他们辛辛苦苦厮杀得来的奖励 还有多年储备的资源 怎么可能轻易交出去 找死 终神秀神色冷立 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禁忌之力瞬间爆发 这些准圣 圣人还未逃远 便被禁锢在天穷之中 众准圣 圣人被禁锢之后 顿时露出了惊恐之色 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们只觉得呼吸困难 身体出现了道道裂痕 根本抵抗不住禁忌之威道友 有事好商量 我愿意交出身上的东西 我也交出身上的东西 这些准圣 圣人连忙将储物戒指打开 各种东西从戒指里面飞出来 堆积成山月 终神秀随手一挥 这些东西 全部被纳入虚空界内 道友 我等已经交出东西 可以放过我们了吧 这些准圣 圣人连忙开口 哄 终神秀使劲一捏 这些准圣 圣人全部被捏成飞灰 杀人劫财 这矛盾已经结上了 为了防止麻烦不断 自然要提前解决麻烦 镇杀这些准圣 圣人之后 终神秀的目光 落在一座山月上 见终神秀看过来 那位鹤发老者 脸色巨变 转身变逃 你要去哪里 终神秀森冷的声音响起 骤然挡在鹤发老者身前 这老者实力也不弱 圣人后期之境的强者 这老家伙 之前对严陈渝露出了杀意 自然留不得 道友 我与你无冤无仇 鹤发老者连忙解释道 是吗 终神秀冷然一笑 对着鹤发老者 便是一拳轰出去 竞技之力冲斥他的拳头 暴虐无比 欺人太甚 鹤发老者怒喝一声 一咬牙 祭出一柄圣剑 对着终神秀斩去 碰 终神秀的拳头 轰击在圣剑上 圣剑顿时断裂 全印威势不减 直接轰入鹤发老者的胸口上 啊 鹤发老者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身躯爆炸 化作漫天血舞 不过他并未死透 一道残魂向着远处冲去 终神秀大手伸出 一把抓住那道残魂 住手 一道森冷的声音响起 一条通道内 一只笼罩着白色光芒的大手探出 猛然轰向终神秀 第257章 这葬天官 谁碰谁死 哼 终神秀冷哼一声 那只大手被震散 一条通道内 一位白发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他手持紫色长矛 背负白色光伦 气息雄浑 碾压天地 霸道异常 这是一尊半步大圣 来自东荒白帝一族 名为白山海 杀 白山海没有废话 长矛挥动 直接杀向终神秀 连白帝一族的人也敢动 不管此人是谁 都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死 终神秀眼中杀意浓郁 衣袖挥动 禁忌之力 化作一柄禁忌长枪 快速向着白山海轰去 白山海战役十足 手中长矛对着那柄长枪扫去 欲要将天地劈碎 周围的空间都在爆炸 神秘的道则浮现 禁忌长枪与长矛对轰在一起 咔嚓 下一瞬 长矛被禁忌之力腐蚀 直接断裂 什么 白山海瞪大双眼 眼中露出金融 吃 不待他反应 禁忌长枪便洞穿了他的身躯 禁忌之威爆发轰隆 白山海连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 身躯爆炸 化作漫天飞灰 半步大圣 云 禁忌长枪消散 众人神色惊惧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已经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 那么多准圣 圣人 甚至还有一位更加深不可测的存在 被轻易震杀 这让他们感到恐惧 东荒 妖族 魔族 甚至连南荒道院之人身体颤抖 看向忠神秀的眼神充满了慌乱 好强 雷远准圣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多了一丝庆幸 还好之前他没有对忠神秀出手 否则的话 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想到这里 他不禁看向剑道风的那位准圣 眼中充满了感激 剑道风那位准圣 此刻也是头皮发麻 天暗风的这位钟长老 到底是什么来历 以前天暗风根本就没有这好人物啊 这实力太吓人了 拓跋云呼吸急促 心情并不平静 钟长老 太强悍了 不愧是钟长老 简直就是无敌 哼 我天暗风的钟长老 就是强大 天暗风的弟子 则是满脸激动之色 眼中露出傲然之色 钟神秀看向拓跋云 离开万灵战场 无趣的战斗已经结束 接下来 他要对这片天地动手了 拓跋云心中一宁 不敢多想 连忙到 南荒道院众弟子 长老 立刻随我离开 周玄天立刻离开灵舞台 想要继续刷奖励 看来还是不现实 接下来肯定会有大事发生 当务之急 还是得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众人退后 来到城门的位置 退出了万灵战城 事情不对劲 大家快走 其余各方之人见状 也是果断后退 离开了万灵战城 很快 城中便只剩下四人 终神秀 严陈鱼 严落雪 何战无敌 那尊白骨生灵 还站在血色天坑上 蓝色的眼眸在闪烁 身体微微颤抖 钟道友 你可是想要取这天坑下面的东西 战无敌试探性地问道 这天坑下面 确实有好东西 有强大的生灵在此布局 万古布局 果实就在下面 他对那东西比较心动 若是能够夺取的话 他的实力 或许能快速恢复一部分 你觉得呢 钟神秀反问道 战无敌 陈鱼道 你若要那东西 战某自当放弃 他可不敢与钟神秀抢东西 上次他将黑暗动乱关寄出来 结果棺材差点被钟神秀开启 这可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钟神秀的目光 落在白骨生灵身上 淡然道 我要取下面的东西 让开 白骨生灵文言 立刻退在一旁 他沉生道 你若有那个实力 自然随你 他不过是万灵战城的一个奴隶 下面的东西 对他而言 也是禁忌 他干预不了丝毫中神秀不再废话 大手伸出 禁忌之力 幻化成一道灰色大手 一把探入血色天坑之中 轰隆隆 血色天坑震动 道道裂痕出现 周围的万座山岳受到影响 不断碎裂 秀 很快 灰色大手抓着一口小小的血色棺材而出 棺材很古朴 上面并无特殊花纹 甚至显得有些粗糙 表面凹凸不平 看起来像是一个整体 关盖与关闭 密不透风 藏天官 果然是此物 这布局者能取来此物布局 倒是不简单 战无敌看到这口棺材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藏天官 号称藏着一个纪元的神秘棺材 里面似乎藏着长生秘密 曾出现在九天十地 甚至还降临过诸天万界 引得无数大能巨拨出手争抢 放眼万古纪元 曾有不少大能夺得过此官 但那些人的下场都非常凄惨 明显是沾染了不祥与因果 这藏天官 蕴藏着不祥 谁碰谁死 他竟然真的取出了这口棺材 白骨生灵健壮 不经身体一震 蓝色的眸子在疯狂闪烁 显得无比震惊 藏天官 终神秀随手一挥 这口血色棺材 飞到他身前 对于这口棺材的秘密 他自然知道 此物藏着不祥与诅咒 凡是触碰者 必死无疑 一旦棺盖开启 诅咒之力爆发 可瞬间毁去一界 诡异莫测 终神秀心念一动 一座明目颤动 藏天官飞入明目之巅 变成明目的一部分 什么诅咒与不祥 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连十八明目 这样的禁忌之物都到手了 他还有什么担心的 果然是狠人 战无敌见终神秀 如此随意地 收起藏天官 不禁露出感慨之色 这等东西 涉及到大因果 这是一颗完美的果实 此番采摘走 未来估计会被布局者侵犯 随我下去 终神秀没有理会战无敌 他轻轻挥手 带着颜尘鱼 颜落雪良女飞下血色天坑 血色天坑之下 其实就是一方血海 他要在下面 将万灵血珠彻底练之后 这是 要动血海 战无敌瞳孔一缩 他没有犹豫 转身便走 血海的存在 可比这片战场更为诡异 他曾入过无数禁区 可谓是畅通无阻 但是有一次 他却差点把命丢了 因为他误入了血海 血海 属于禁区中的禁区不可踏足 第258章 血珠炼成 血海入体 血色天坑之下 乃是无边血海 血海一出神秘的禁忌之力 血海翻涌 里面有密密麻麻的浮尸 每一具浮尸 都弥漫着恐怖的气息 这些浮尸 生前都是绝代强者 死后化作浮尸 被囚禁在血海之中 成为血海之奴 这里好恐怖 颜落雪神色凝重地 盯着眼前的血海 只觉得神魂有种撕裂感 仿佛这海水随便晃动一下 都能让他灰飞烟灭一般 他体质很特殊 寻常的力量 对他根本没有丝毫影响 可谓是万法不清 但是此刻 他却发现自己全身修为 已经被压制了 难以调动丝毫 甚至连往前踏出一步都做不到 纵然是之前身处那九幽之海 他也没有这种感觉 我感觉 此处比之前我们踏入的九幽之海 还要恐怖 颜沉鱼沉生道 处在这片天地 他感觉非常压抑 有一种楼仪处在 无边兄弟禁区的感觉 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 终神秀修炼体术 体质特殊 真正的万法不清 无视万般规则 自然不受血海的影响 他神色平静地说道 血海极为神秘 镜头到底在哪里 谁也不知道 属于万古禁区中的禁区 生灵踏入 很难活着出去 眼前的血海 看似广袤无垠 其实只是血海的一角 甚至可能连一角都算不上 顶多算是血海一出的 一些海水形成的 眼前这片天地 是血海一出的海水形成的 仅仅是海水 便可以形成如此无边无际的天地 那真正的血海 又得有多大 颜落雪则舌 心中震惊无比 终神秀摇摇头 血海到底有多大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一个世界 一片宇宙 血海不受时间 空间束缚 属于超脱中的禁区 它到底牵扯到多少大秘密 这些都不得而知 世间禁区无数 幽冥 黄泉 血海这三大禁区 属于禁区中的禁区 每一个都牵扯到天大的秘密 有人说是这三大禁区 牵扯到永生之秘 有人说是轮回之秘 但从未有人可以给出真正的答案 或许 唯有登上至高峰 成为天地兼至强者 才勉强有资格探索 关于这些禁区的真正秘密 眼前的天地 只是血海一出的海水形成的 算不得真正的血海 若是真正的血海降临 终神秀纵然掌握十八明目 也不敢轻易踏足 好 随着终神秀三人踏足 血海之中的诸多服侍站了起来 他们肉身腐烂 眼眸血红 身上弥漫着恐怖的气息 明明已经死去 却因为血海的存在 诞生了特殊的意识 好似重活了一世一般 很是诡异 或许 这也是诸多生灵临死之前 想要将自己 葬在各大禁区的原因 他们显然是 想要通过禁区之力 从而为自己谋取一线生机 哪怕知道并不现实 但也只能如此 毕竟那是唯一的希望 好 服侍咆哮 向着终神秀三人冲来 不好 他们过来了 阎洛雪脸色一变 面对这些服侍的气息 他只觉得呼吸困难 神魂颤动 明目 终神秀随手一挥 十八座明目齐出 瞬间镇压在血海之中 面对这片血海 他自然不敢大意 必须要将十八座明目 拿出来才保险 轰隆 十八座明目镇压而下 禁忌之力爆发 血海震动 诸多服侍请客间 灰飞烟灭吼 血海之中 无数服侍被镇压 不断嘶吼 却不能往前嘶吼 甚至连动一下 都做不到 这十八座山岳 阎晨鱼和阎洛雪 看到十八座明目出现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这山岳是终神秀之前收起来的 每一座都恐怖无比 此刻 竟然还能直接镇住血海 实在是太可怕了 还好 终神秀健壮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他最担心的就是 明目不能镇压这片血海 毕竟血海太过诡异 自带禁忌之力 极为恐怖 好在十八明目 还是一如既往的可怕 震住了此处 毕竟只是血海 一出海水形成的天地 终究没有真正的血海恐怖 秀 终神秀挥手 万灵血珠飞入血海上空 接下来继续凝聚万灵血珠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幽光 他捏动硬绝 以万灵血珠为核心 一个巨大的血色阵法 浮现在血海之上 嗡嗡嗡 血色大阵快速运转 一阵阵寂灭之威爆发 轰碎众多浮尸 攻击不断 疯狂轰杀而下 随之便是无尽的吞噬之力袭来 浮尸碎裂化作漫天血物 血物夹杂着血海之力 化作一条条血色长河 冲入天际 涌向万灵血珠 万灵血珠疯狂吞噬这些血色长河 气息不断暴涨 颜色越发深邃 时间流淌 转眼 半个时辰过去 万灵血珠凝聚到极致 不能继续吞噬下去 终神秀伸出手 万灵血珠飞回他的手中 他看着手中的万灵血珠 万灵血珠已经炼成 蕴藏着强大的力量 有万灵血珠在手 以后便可以施展血迹之术 收起万灵血珠之后 终神秀又看向眼前的血海 血海之中 依旧还有诸多浮尸 海水浩瀚 万灵血珠刚才连一万分之一的力量 都没有吞噬 接下来该如何处理这片血海呢 用明目吞噬吗 终神秀眼中闪烁着思索之色 这片血海之中的浮尸诸多 还蕴藏着强大的力量 他自然不会放过 十八座明目上面的棺材无数 均被吞噬之力 这些棺材 自然也能对这片血海进行吞噬 嗡 就在终神秀思索之间 子府内的小树苗微微一震 一股诡异的力量弥漫出 直接将血海笼罩 差那间的功夫 终神秀眼前的血海消失不见 唯有十八座明目还在镇压天地 这是 终神秀目光一宁 立刻内视子府 神色有些惊奇 此刻血海竟然入了他的子府内 而小树苗正扎根在血海中央的位置 他好似是这片天地的主宰 源源不断地吞噬着血海的力量 血海 浮尸纷纷安静了下来 一动不动 诡异无比 巨大的血海 竟然直接变成终神秀子府的一部分 第259章 考核结束 宣布成绩 这血海已经成为我子府的一部分 那么我是否可以调用血海的力量呢 终神秀神色怪异 他下意识地去调动血海之力 哼 顷刻间 他的手掌中出现一股来自于血海的禁忌之力 竟然真的可以调动 终神秀心中一动 继续尝试了一番 一会儿之后 他发现 这血海已经被他彻底掌控 不单单可以调动血海的力量 甚至还能驱使血海之中的浮尸 这就很恐怖 现在除了18座名目外 他似乎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无上底牌 毕竟血海是禁忌 可惜这血海的力量只能调动 而不能直接把整个血海记出来 否则的话 就如记出名目一样 直接祭出一片血海 完全可以将一欲轰成灰 试问禁忌 血海一出 又有多少生灵能够抵抗 整个子府之中 唯有小树苗外 其他的力量 他均可以调动 终神秀凝视着血海中央的小树苗 心中充满了好奇 这小树苗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如此变态 六道炉 小树苗 这两样东西 对终神秀而言 均是未知之物 六道炉收取18名目 让18名目成为他的底牌 小树苗 更是直接让血海进入他的子府 成为他子府的一部分 同样很变态 这两样东西 都属于未知 定然藏着巨大的秘密 或许得等他的实力不断增强 才能窥视这两物的秘密 本想用明目吞噬血海 没想到现在血海 直接成了他子府的一部分 想想就觉得怪异 血海呢 严晨鱼和严落雪 则是神色呆滞 他们看向四周 此刻四周 已经化作一片虚无空间 血海已经消失不见 之前的压迫感已经消失 唯有十八座名目 还住立在天地间 无边无际的血海 竟然凭空消失了 这让他们感到不解 他们不禁看向中神秀 这难道是中神秀的手笔吗 中神秀并未过多解释 他收起十八座名目 对两女道 可以离开了 在血海消失的一瞬间 整个万灵战场 都在寝客间灰飞烟灭 从今往后 万灵战场不复存在 哄 中神秀抬手 一道禁忌之力爆发 直接将空间轰碎 他带着两女 向着上空飞去 摆断山外 古皇道场 南荒道院的众人聚在一起 他们凝视着那条裂缝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刚才裂缝内 传出一道剧烈的声音 不知发生了什么 咻 突然 中神秀三人 从那条裂缝之中飞出来 中长老 看到中神秀三人出现的时候 方长老与天暗风众人脸色一喜 松了一口气 而其余各方之人 看向中神秀的眼神 则是充满了敬畏 万灵战场中发生的一幕 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叫板白骨生灵 震杀诸多准圣 圣人 中长老的实力 让人生畏 中长老 百断山内情况如何 拓跋云客气地问道 中神秀轻语道 从今往后 百断山不可再入 百断山已经坍塌 空间碎裂 里面的诸多机缘造化 已经被埋葬 拓跋云神色一正 大师兄 阎洛雪则是看向一个方位 恰好看到了乔夫等人 之前在万灵战场的时候 他并未见到乔夫几人 此刻乔夫等人有些狼狈 乔夫断了一条手臂 其余几人均身负重伤 气息极为凌乱 进入万灵战场之后 他们又进行了一番恶战 好在得到了一些机缘 阎洛雪连忙来到乔夫等人面前 担心地问道 大师兄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乔夫笑着摇摇头 这点伤势 调养一段时间便可恢复 他又看向中神秀 眼中露出一抹忌惮之色 他们并未见到中神秀 在万灵战场的杀戮 但是见到了在震魔圣教中神秀 震杀六欲魔君的场面 对方的手段让他们感到骇然 拓拔云看向众人 沉吟道 先回南荒道院吧 他拿出一个震盘 捏动法诀 震盘发出一道金光 将在场的众人笼罩 咻 众人的身影瞬间消失在此处 再次出现 众人来到了南荒道院的广场上 广场上 此刻齐聚着南荒道院 诸多老一辈的强者 他们脸上露出期待之色 希望自己一方的弟子 能够取得好成绩 考核已经结束 恭喜你们活着回来 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 布天书副手而来 见过院长 看到布天书的时候 拓拔云等人立刻行礼 诸多弟子也是连忙低着头行礼 心中则是好奇无比 这就是南荒道院的院长吗 看起来果然甚不可测 布天书对着众人轻轻点头 诱导 拓拔云 考核已经结束 接下来让各位长老清点一下 大家获取的血沙果数量 最后由你来宣布考核的结果吧 拓拔云看向众弟子 沉生道 大家先把你们在百段山 获取的血沙果拿出来 众弟子连忙将自己 获取的血沙果拿出来 一些长老上前进行清点 很快 清点结束 第一名 周玄天 获得血沙果800枚 第二名 战无敌 获得血沙果790枚 第三名 严晨渝 获得血沙果770枚 第四名 严落雪 获得血沙果750枚 第五名 玄天圣女 获得血沙果730枚 第六名 天初圣女 获得血沙果710枚 第七名 听到这些数量的时候 在场的一些长老 都是神色一阵 眼中露出惊奇之色 这一届的弟子 真的太强悍了 竟然能够获取这么多血沙果 要知道 以往的考核中 能够获取三四百枚血沙果 已经可以排在前五了 这一次三四百枚 却连前十都入不了 而在场的一些弟子 则是惊疑不定地 盯着严晨渝等人 他们拼尽全力 都在获取那么几十枚果子 没想到这几人 竟然能够获取那么多血沙果 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啊 还好 方长老文言 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严晨渝入了前五 道愿给天安风的五倍资源 这下是彻底接住了 不错 布天书笑着点头 拓拔云上前 沉生道 血沙果只是其中一项考核 我说过 后续会根据大家的表现 来综合评判成绩 接下来 我来宣布各位弟子的最终成绩 第260章 深不可测 看不透啊 在万灵战城中 大家的表现都很不错 但严晨渝 严洛雪 周玄天 战无敌四人表现最为绝佳 李当排在前面 根据大家在万灵战城中 与强敌交手的情况来判定 第1名 当属严晨渝 拓拔云神色严肃地说道 当他宣布这个结果的时候 进入过万灵战城的众人 却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毕竟严晨渝在领舞台的表现 实在太惊艳了 还未踏入洞玄境 便可轻松震杀洞玄境修饰 甚至还一连震杀四位帝族天骄 如此战绩 极为显眼 他这夺得第一名 自然没有丝毫问题 此女竟然夺得了第一名 谁能给我说说 他在百段山内的表现 蓝黄道院的一些长老 露出疑惑之色 他们并未进入百段山 自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不过 此刻众人都没有理会这些长老 拓拔云继续宣布后续的排名 第二名 周玄天 第三名 战无敌 第四名 阎洛雪 第五名 玄天圣女 看到这个排名的时候 众人不禁轻轻点头 觉得没什么问题 周玄天和战无敌排在第二 因为他们在零舞台上 震杀过不少外族万象镜强者 战力非常强悍 阎洛雪也不凡 有越急而战的实力 但是在战斗之中 他并未过度斩路底牌 所以被排在了第四 第四 差不多 阎洛雪对于这个排名 倒是没有太过在意 在万灵战场中 他和阎洛雪得到了不少好东西 甚至还得到了九天玄宫后部分 收获满满的 整体来说 这趟百断山之行 他收获巨大 排名结束之后 布天书淡笑道 此番排名前十的弟子 均有奖励 说完 他给阎晨宇等人分发奖励 什么丹药 功法 兵器之类 整体而言 还算不错 布天书又道 各位弟子获得的血煞果 都可以去功德殿 进行兑换各种东西 这血煞果 可是炼丹的绝佳材料 不能浪费 好了 现在大家都回去了 还会有各种机缘造化等着你们 我等到退 众人对着布天书行礼 便纷纷离去 现场 还剩下布天书与拓跋云 你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布天书看向拓跋云 拓跋云思索了一下 道 我感觉天安风的钟长老很神秘 布天书伸手 阻止拓跋云继续说下去 他淡笑道 你都说了 他是天安风的长老 又何必想太多呢 拓跋云挣了一秒 抱拳行礼道 我明白了 他知道布天书的意思 让他不要去过多探查终神秀的事情 不管人家有何来历 此刻也是南荒道院的长老 于情于理 他都不该去窥视别人的秘密 吴维峰 见过峰主 阎落雪恭敬地对着陆无为行礼 陆无为抚摸着胡须 笑着道 如今你已得到完整的九天玄宫 倒是可以继续去开辟动天 阎落雪闻言 则是问道 之前峰主提到了 让我师父恢复肉身的各种天才地宝 不知我要如何才能获取那些天才地宝 陆无为说过 吴维峰便有那些天才地宝 但需要他自己去获取 陆无为哑然一笑道 你在考核中的表现我都看到了 你的表现让我很满意 至于给你师尊重塑肉身的事情 你就不要担心了 半年内 还你一个完整的师尊 阎落雪一听 脸色一喜 连忙行礼道 多谢峰主 陆无为笑着道 你在万灵战场 获得了不少好东西 现在先去好好消化一下 至于开辟动天之势 因为你现在得到了完整的九天玄宫 后续部分 我也不怎么清楚 你有时间可以去天安风请教一下中长老 他对这门功法似乎更为了解 应该可以帮到你 好的 阎落雪恭敬地点头 随后 他便往自己的房屋走去 这一次确实获得了众多好东西 他得好好去消化一下 各种丹药 秘法等等 至于开辟后续动天的事情 他打算去请教终神秀 阎落雪回到自己房屋之后 陆无为又看向乔夫六人 你们这情况有些糟糕啊 陆无为似笑非笑地说道 六位圣人 却在万灵战场吃了大亏 倒是有趣 钱多多叹息道 万灵战场之行 我等算是开眼界了 尤其室内中长老 更是深不可测 完全看不透啊 没事最好别招惹他 他太过神秘了 纵然是我面对上他 也没有丝毫底气 陆无为摇摇头 他比钱多多等人见到的东西更多 那十四凶坟 何其的可怕 连他都不能靠近嘶吼 结果呢 终神秀一出手 直接打爆了十三座凶坟 那等逆天手段 让他感到骇然 钱多多多等人闻言 不禁苦涩一笑 连陆无为都没有底气 他们自然更加没有底气 陆无为看向几人道 这无微风秘境 再过段时间就要开启了 我知道 你们一直都在图谋那些东西 我也可以给你们一个机会 多谢风拙 六人连忙行礼 呼吸却是急促无比 他们来南荒道院 不就是为了那些东西吗 去好好恢复一下 陆无为轻轻挥手 我等告退 六人快速离去 在无微风秘境开启之前 他们必须要调整好状态 千万不能错过里面的东西 否则定然会爆汗终身 天暗风 一座大殿中 寒夜坐在宝座上 看着方长老 大笑道 不错 严晨渝竟然获得了第一名 简直就是给我天暗风长脸了 我记得以往的考核中 我们天暗风都是殿底的吧 谁说不是呢 不过从今往后 我们天暗风也即将崛起了 方长老满脸笑容地说道 寒夜倒了一杯酒 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口 方长老 你细细和我说一说 百段山内的事情 方长老倒也没有隐瞒 将百段山与万灵战场的事情 说了一遍 寒夜听完之后 更是身躯一阵 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第261章 炼制丹药 开辟动天 你说严晨渝斩杀诸多外族 动玄境生灵 还越即斩了四位东荒地族的 万象境天骄 寒夜瞪大双眼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地族天骄 单单是地族二字 便让他感到头皮发麻 心中忌惮无比 没想到严晨渝竟然斩了 四位地族天骄 这简直就是妖孽啊 天暗风 出现了一个 可横击地族天骄的妖孽 这是天大的喜事 方长老笑着点头道 严晨渝有绝带之姿 在这南荒道院多年 我也见过无数天骄妖孽 但我觉得 严晨渝才是真正的天骄 他身上有一种无敌的战意 哪怕是修为境界 比他高很多的修士 他都丝毫不拒 此番百段山考核 他的表现真的无比惊艳 妙 甚妙啊 寒夜忍不住认出大拇指 满脸大笑 方长老又道 不过真正可怕的 还是德中长老 我亲眼见到了 他镇杀了秦无垢那家伙 之后更是在万灵战场 镇杀诸多准圣 圣人 甚至还镇杀了一尊 好似半步大圣的强者 战力逆天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 方长老眼中露出敬佩之色 斩杀秦无垢算什么 镇杀外族准圣 圣人 叫板白骨生灵 那才是真正的强悍 中长老的恐怖 已经深入他的灵魂深处了 那等战力 让方长老望而生畏 光当 寒夜手中的酒杯落在地上 满脸震撼之色 镇杀外族准圣 圣人 还镇杀了一尊 好似半步大圣的强者 虽然他知道 终神秀实力深不可测 没想到竟然如此可怕 真的让他感到震撼 由此强者在天暗风 天暗风的崛起 已经成定局 想到这里 寒夜神色激动无比 他捡起地上的酒杯 又倒了一杯酒 一口饮下去 此情此景 当福一大白 方长老将寒夜的神色 看在眼里 笑着抚摸了一下胡须 又倒 严晨渝已经拿下考核第一名 我天暗风的五倍资源 是彻底拿下了 对 五倍资源 哈哈 寒夜闻言 又是一阵开怀大笑 他道 这次天暗风 前去参加考核的弟子 损伤如何 以往的考核 各风均有损伤 希望这一次 不要损伤太大 方长老笑着道 天暗风弟子有些受了伤 但无一人陨落 至于其余各方的长老 弟子 则是死了不少 寒夜神色严肃地说道 这次去参加考核的弟子 均有功劳 给他发放的资源 都增加一倍 至于严晨渝那里 他想要多少资源 就给他多少资源 整个天暗风的资源 都可以给他调动 明白 方长老点点头 他打量了寒夜一眼 下意识地问道 秦末如何了 寒夜眉头一挑 什么秦末 不知道 嘿嘿 方长老一阵怪笑 以他对寒夜的了解 这家伙肯定不会放过秦末那斯 他思索了一下 才不舍地将一个玉盒子拿出来 打开玉盒后 里面出现一节碧玉竹子 这是虚天圣竹 寒夜看着玉盒中的竹子 目光一鸣 方长老满脸不舍地说道 这是钟长老给我的虚天圣竹 原本我打算用此物 将修为提升到半圣之境 不过现在我有了一颗丹药 半圣之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圣人之境 纵然有着虚天圣竹 估计也需要不少时间 恰好可以给你 你倒是可以凭借此物 将修为提升到圣人之境 寒夜狐疑地看着方长老道 老家伙 平白无故地送圣物 你不会有什么阴谋吧 不要算了 方长老眉头一挑 寒夜一把抢过玉盒 神色自然地收起来 我说过不要嘛 天安风的资源 你需要什么 自己去取就行了 方长老翻了一个白眼 便道 我断了一条手臂 得去闭关了 告辞 说完 他便转身离去 虽然有一枚准圣丹 但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突破 在此之前 肯定需要准备不少东西 那些东西 纵然是天安风 都很难拿出来 恰好他身上有一些万灵果 可以用来增加寿源 他打算去找天忧老祖 交换一点东西 天忧老祖活了漫长的岁月 好东西肯定不少 应该有他需要的东西 寒夜看着方长老的背影 不禁轻然一笑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如今 有了方长老 给的徐天圣竹 他确实该把修为提升上去了 好歹也是一封之主 若是没有圣人之境的修为 倒是说不过去 藏风垫 陈渝 接下来你好好消化一下 在万灵战城得到的东西 尤其是各种秘法 秘书 你好好参悟一下 我一时要闭关一段时间 待我出关之后 我会指导你 开辟动天 终神秀对严陈渝道 该准备的东西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 他也得准备开辟动天之事了 至于能开辟几个动天 他倒是没有丝毫把握 严陈渝乖巧地回道 好的师尊 他在领舞台 得到了各种秘术 五计 甚至还有准地五计 他打算好好参悟一下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便往一间炼药秘室走去 进入秘室之后 终神秀布下几个大阵 又将各种药材拿出来 他要炼制一炉动天丹 如此才能更好地开辟动天 没有犹豫 终神秀直接祭出六道炉 天荒地落岩瞬间将六道炉包裹 他将准备好的药材 全部丢入六道炉里面 哄 随着终神秀捏动硬绝 恐怖的威压爆发 六道炉里面的药材 被不断炼化 提纯 凝聚 半个时辰后 几颗灰色的丹药 出现在终神秀手中 丹药上面散发着浓郁的气息 均有丹纹 品极绝佳 药效十足 丹药已炼成 准备开辟动天 终神秀盘膝坐下 将一颗颗动天丹吞服下去 鸿蒙道经运转 疯狂炼化这些丹药的力量 玄妙的气息自他身上弥漫 鸿蒙紫气浮现 将他笼罩 很快 他便化作一个紫色的剪 第262章 动玄已成 却无动天 转眼 一个月过去 一月的时间 南荒道院发生了一件大事 秦末消失不见 彻底没了音讯 秦家觉得这件事与寒业有关 便找上天暗风 最终秦家圣人与天忧老祖 进行一场大战 人们本以为此战之后 天忧老祖十有八九要陨落 毕竟他年纪太大 兽园到达了终点 一旦出手 极有可能覆灭 没想到天忧老祖却屁事都没有 状况异常的好 明显还能活不少时间 不少人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秦末消失 此事到底是谁做的 谁也不知道 秦家仅仅是怀疑寒业 便主动找上天暗风 行事极为霸道 然秦无垢被终神秀震杀 秦洛峰被废之事 则是很多人都亲眼所见 秦家却闭口不谈此事 甚至连终神秀所在的混沌峰 都不敢踏足半步 让人感到怪异 秦家此举 无意给人一种 欺软怕硬的感觉 不过无论如何 从今往后 都很少有人 敢去招惹天暗风 寒业本身就是一个阴险的主 很多人都暗自猜测 秦末消失 肯定是寒业所为 毕竟他向来 就是一个牙字必报之人 手段阴险无比 秦末当众叫板他 根本不给他丝毫面子 最终却莫名其妙地消失 如此巧合之事 若说与寒业无关 谁会相信 一旦被寒业惦记上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再说天忧老祖 之前寿元将至 从不轻易出手 本以为威胁不大 没想到 现在人家状态绝佳 明显可以继续厮杀 得罪这样的老家伙 肯定会非常麻烦 最后一位 就是终神秀了 万灵战城的事情 已经在南荒道院传开 圣人 半步大圣 都能轻易震杀的存在 放眼南荒道院 绝对是最为恐怖的 谁敢招惹嘶吼 除非活腻了 道院无比特殊的一风 诸多天暗风弟子 行走在道院之中 都是抬头挺胸 完全没了之前那种 排名垫底的猥琐感 天暗风 藏风垫中 哄 一股恐怖的威压爆发 大殿之中的诸多阵法 纷纷碎裂 终神秀捏动硬绝 身上气息暴涨 带着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 过了好一会儿 终神秀睁开眼睛 一道幽光闪过 秀为已经踏入洞玄境 此刻他脸上露出 一抹苦涩的笑容 开辟洞天 开辟了个寂寞 他根本没有开辟出一个洞天 修为直接移步入了洞玄境 没错 他根本没有洞天 正常情况来说 若是不开辟洞天 根本不可能踏入洞玄境 但他就成了一个例外 没有开辟洞天 以灵洞天的状态 直接入了洞玄境 就很诡异 洞玄已成 却无洞天 我应该算是这天荒历史上 最为特殊的修士吧 终神秀轻轻一叹 虽然没有开辟洞天 但他此刻的状态 却有些奇特 他内视自己的子府 子府内 小树苗 距立在血海中央 而在小树苗周围 则是距立着十八座山岳 这十八座山岳 自然是冥木 此刻冥木上面的禁忌之力 正源源不断地涌向小树苗 好似养料一般 玄妙无比 踏入洞玄境之后 十八座冥木 也莫名地进入了子府内 犹如血海一般 成了子府的一部分 嗡 终神秀心念一动 十八座巴掌大小的冥木飞出 悬浮在他的头顶 冥木旋转 看起来好似十八洞天 又像是万象 可惜 这并非是洞天 更像是万象 他尝试了一下 寄出小树苗和血海 却发现 二者纹丝不动 很显然不能如冥木一般 将二者寄出来 这样的变化 属实诡异 未来的路 似乎越发奇特了 终神秀暗道一句 虽然没有开辟洞天 但他明显感觉到了 自己的力量 不见得就不能继续往下修炼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没有开辟洞天 修炼速度会更快 因为少了将神脏融入洞天的步骤 要知道 洞玄境极为玄妙 需要先开辟洞天 然后将神脏之物 融入洞天之内 依次融入 然后不断修炼 这样才能一步步入万象境 如严陈宇那种情况 更为复杂 他需要先将洞天开辟 将神藏之物融入洞天 最终又将洞天全部融合在一起 这样一来 一旦成功之后 中神秀收起十八明目 哄 突然 子府内 小树苗微微一震 血海之力被调动 神秘的符纹从血海之中浮现 这些符纹快速凝聚在一起 被不断推演 片刻之后 小树苗叶片晃动 一道道被推演完成的符纹 涌入中神秀的灵魂深处 中神秀目光一宁 立刻闭上双眼 认真感悟这些符纹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中神秀才缓缓睁开眼睛 他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难难道 六道轮回拳 这小树苗竟然从血海之中 推演出了如此逆天之术 六道轮回 这是传说中的术法 只停留在传说之中 从未有人真正得到过 在原剧情之中 属于高高在上的传说术法 因为此术法 涉及到了轮回之力 一旦施展 轮回浮现 无人可挡 霸道绝伦 没想到 小树苗竟然直接将这门无上术法 从血海之中推演出来了 这小树苗 当真是逆天啊 六道轮回拳到手 完全可以将天地打爆 谁能抵抗 中神秀微微握紧拳头 一股玄妙的力量 自拳头上浮现 这一拳若是轰出去 定然毁天灭地 凶猛至极 中神秀拳头上的力量消散 他内视了一眼 子府内的小树苗 难难道 连传说中的无上术法 都能推演出来 你到底有何来历 当真让我好奇啊 此刻小树苗已经陷入了寂静 默默地吞噬血海与明目之力 好似外界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神秘无比 第263章 六道轮回 死亡大报 罢了 既然你在我体内 总有一天能知道你的真正来历 中神秀压制住内心的情绪 他看向虚空界 神识进入戒指里面 戒指里面有堆积如山的资源 那些准圣 圣人资源丰富 如今全部被他收入囊中 一番挑选之后 中神秀取出了四物 一个盒子 一块兽骨 一个残缺的阵盘 一张金色纸张 盒子是在天出古城寒木云手中夺来的 里面有三块道圆 一滴蕴藏着诅咒之力的地血 兽骨则是在镇魔圣教新陈宗 那位老人手中抢来的 上面有玄妙的符文 应该是某种功法 至于残缺阵盘与金色纸张 则是在那些准圣 圣人手中截来的 也不知道具体是谁的东西 中神秀拿起兽骨 神魂将兽骨笼罩 鸿蒙塔碎片 开始对兽骨上面的符文 进行推演 烙印 一块后 兽骨碎裂 鸿蒙塔碎片将推演到的东西 烙印在中神秀的灵魂深处 镇魔经 竟然是此经 中神秀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 镇魔经 乃是镇魔圣教的至强经文 对于魔族有着巨大的压制 此经神秘无比 来自于一门至高经文 镇玉经 得此镇魔经 未来或许有望得到镇玉经 镇玉经 号称可以镇压地狱的无上经文 同样是传说中的经文 有无上神威 镇玉经一出 地狱生灵 漠不臣服 至于这地狱是否存在 倒是不得而知 或许窥视到幽冥 黄泉 血海之秘的时候 能够知晓地狱之秘 镇魔圣教的老祖 曾偶然在星空中 遇见一口神秘的棺材 最终从上面感悟到了镇魔经 而那口棺材之上 记载的 正是镇玉经 有纵横万古的无敌大能说过 那口棺材里面就是地狱 地狱不可开启 所以 万古岁月之中 纵然有人见到了那口棺材 也不能将之开启 一旦开启 地狱出现 地狱生灵也将杀出 届时无人能挡 至于具体情况是怎么样 倒是很少有人知晓 钟神秘知道 那口棺材上面有镇玉经 却不知道 棺材里面到底有什么 钟神秘没有继续参悟镇魔经 已经烙印入灵魂深处 随时都可以参悟 他又拿起那块残缺的镇盘 这镇盘给他的感觉极为特殊 好像是 某种了不得的东西 钟神秘调动 鸿蒙塔碎片的力量 想要继续推演 然而让他诧异的事情发生了 鸿蒙塔碎片 竟然不能推演这个镇盘 竟然不能推演 钟神秘有些意外 这种情况倒是很少见 之前用鸿蒙塔碎片 推演三生时尚的魂书之时 似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想到这里 钟神秘立刻调动体内 小树苗的力量 结果小树苗纹丝不动 没有一出丝毫力量 此物根本不受钟神秘掌控 钟神秘健壮也只能放弃 看来这个镇盘 他只能慢慢花时间去参悟 这镇盘很奇特 有参悟的必要 收起镇盘 钟神秘又看向最后的一页金色纸张 再次运转鸿蒙塔碎片的力量 这一次倒是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鸿蒙塔碎片疯狂推演 三个时尚后 推演结束 时间比较久 金色纸张上面的金光散去 化作一阵积粉 消散在天地间 哄 一阵玄妙的力量 涌入钟神秘灵魂深处 钟神秘闭上眼睛 继续感悟 过了一炷香 他缓缓睁开眼睛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竟然是三千大道之中的死亡大道 我这运气 当真是逆天了 钟神秘轻然一笑 眼中露出一丝感慨 没想到随便得到了一页金色纸张 上面竟然有死亡大道 死亡大道 这可是天地间的无上大道 死亡大道一出 生灵覆灭 万物无生 属于极为可怕的大道 三千大道 玄妙莫测 能够排上前摆的 自然更为可怕 而死亡大道 便可排名前摆 大道万千 三千只是一个虚数 并非只有三千种大道 天地浩渺 宇宙无穷 又岂会只有三千种大道 而能在万千大道之中 寻找排名前摆的 自然需要逆天的运气与机缘 这一次 真的是赚大了 六道轮回拳 死亡大道 镇魔精 这些都是强大的功法 尤其是六道轮回与死亡大道 最为不凡 趁热打铁 直接将修为提升到动玄境巅峰 钟神秀将盒子打开 里面有三块道 源于一滴鲜红的地血 这滴地血 弥漫着恐怖的力量 还蕴藏着一丝诅咒之力 若是生灵直接炼化 绝对会出大问题 不过这对钟神秀没有影响 炼化 钟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直接运转鸿蒙道经 进行炼化 三个月后 天暗风传出一股恐怖的准圣之威 天地之中出现各种神秘的异象 气势宏伟 横绝万里 准圣 天暗风 谁踏入准圣之境了 天暗风问道经的老家伙 有好几位 不知是谁突破了 天暗风现在越来越强大了 如今又有人晋升准圣 崛起已成定局 就是不知道是谁踏入了准圣之境 我感觉应该是方老头 在万林战城的时候 他似乎得到了一颗丹药 蓝黄道院 各风强者纷纷看向天暗风的位置 眼中露出惊奇之色 咻 天暗风上空 方长老一步踏出 天地间的异象被震散 他断裂的一条手臂 已经重新长出 身上的气息很强大 弥漫着恐怖的准圣之威 整个人看起来年轻了十几岁 满头白发 也变成了黑色 脸上皱纹消失不少 哈哈 准圣之境 我终于踏入这个境界了 方长老朗声大笑 心情前所未有的好 入了准圣之境 这掌握的力量 真的太玄妙了 此刻他抬手之间 便可轻松抹杀问道境 可谓是战里滔天 恭喜恭喜 韩叶带着一群长老出现 对着方长老道贺 爽 太爽了 方长老得意地对着众人大笑 切 百年之内 老朽说不定也能入准圣之境 别吹牛 你现在不过温道境初期 百年内你能入温道境中期 就很了不起了 羡慕极度恨啊 众长老满脸羡慕地盯着方长老 韩叶则是笑着点头 方长老入准圣之境 接下来他也打算闭关了 争取早一点入圣人之境 不过他突破的时间 肯定会更加漫长 第264章 神武地府 神武大地 藏风殿外 严晨鱼坐在桃树旁边 他手持一颗黑色的珠子 认真观察 朱雀趴在树桩上 正在睡觉 这颗珠子 是他从那巨兽背不得到的 忠神秀说此物是宝物 但他观察了一下 却没有什么特殊发现 这是古魔之眼 这时 忠神秀从大殿之中走出来 师尊 你出关了 看到忠神秀出关 严晨鱼脸色一喜 立刻站起来 往忠神秀走去 嗯 忠神秀笑着点头 炼化一滴滴血 他的修为成功踏入了动玄境巅峰之后 对寻常修饰而言 一滴滴血足以突破好几个大境界 但是对忠神秀而言 将滴血练化 他也仅仅才踏入动玄境巅峰 他突破所消耗的力量 极为巨大 不过战力自然也是数倍增长 忠神秀看向严晨鱼手中的黑色珠子 道 这是上古大魔陨落之后留下的眼珠子 你若是将之练化 可让你拥有一只魔眼 掌握洞穿虚妄的能力 甚至有机会获得骨魔之力 不过此物蕴藏的力量太过可怕 被等你踏入动玄境之后才能练化 明白了 严晨鱼欣然一笑 自然不会怀疑师尊的话 忠神秀又问道 你在万灵战场中得到的那些武技 秘法 修炼得如何了 严晨鱼道 都差不多了 不过想要参悟透彻 还需要不少时间 这段时间 他将得到的各种东西都消化了一下 各种武技 秘法 他都修炼了一遍 因为东西太多 时间太短 他并未全部吃透 不过正常动用 倒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毕竟他连徒生地数都能掌握 参悟其他武技功法 自然也没有丝毫问题 忠神秀陈英道 如此也不错 接下来也该开辟动天了 嗯 严晨鱼神色严肃无比 忠神秀道 动天开辟之法 容天术上面便有记载 你按照记载开辟动天就行 不过你神藏之物众多 开辟动天肯定需要不少时间 为师打算带你去一趟无微风 那里有一件宝物用得上 全听师尊的 严晨鱼乖巧地回道 走吧 忠神秀轻然一笑 便带着严晨鱼前往无微风 无微风 严洛雪躺在一棵大树之下 手中把玩着一块玉符 这是他在巨兽背部得到的玉符 此符给他的感觉很不简单 也不知道藏着什么秘密 严洛雪在偷懒吗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我没偷懒 严洛雪听到这道声音的时候 脸色一洗 他立刻站起来 忠神秀与严晨鱼走了过来 严晨鱼淡淡地瞟了严洛雪一眼 兮兮 严洛雪对着严晨鱼娇笑 他又将玉符递给忠神秀道 忠风卓 你能告诉我 这块玉符藏着什么秘密吗 我参悟了一下 却没有丝毫收获 忠神秀并未去接玉符 而是神色自若地说道 这是神武帝符 神武帝符 严洛雪神色一愣 这玉符的名字听起来好霸气 带着帝字肯定极为不简单 忠神秀解释道 在天荒纪元上 曾出现过一位神武大帝 这神武帝符便是神武大帝之物 是一件空间法宝 里面封印着神武大帝留下的一些东西 此玉符有九层 每一层都有特殊之物 我可以告诉你 开启第一层的办法 至于后续八层 需要你自己去开启 神武大帝 严洛雪一听 神色更为惊奇 神武大帝之名 他倒是没有听过 这段时间都忙着修炼 看来有时间得去趟藏书阁 多看看一些天荒历史 不然很多事情 他都不知道 终神秀继续道 你与神武大帝也算有缘 因为你修炼的大荒神体 正是来自于神武大帝 大荒神体来自于神武大帝 严洛雪更加震惊了 如此说来 他与这神武大帝确实有缘 大荒神体共有七层 如今 他已经将大荒神体 修炼到了第二层 终神秀道 开启玉符第一层的封印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你将一丝大荒神体的力量 注入玉符之上 此物受到感应 便会自动认主 我试试 随即玉符颤动 发出一道柔和的光芒 这道光芒飞入严洛雪的眉心 直接认主 真的认主了 严洛雪脸色一洗 他那时玉符内部 神魂直接出现在了第一层 那是一片赤色沙漠 无边无际 带着厚重之力 让他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神魂竟然有些承受不住 终神秀道 神武帝符极为玄妙 属于可以储藏活物的空间至宝 第一层乃是重力沙漠 你可以进入其中 快速修炼大荒神体 至于后续几层 你自己去摸索 严洛雪的神魂离开神武帝符 他欣喜地对终神秀道 多谢中风主提点 终神秀看向严洛雪 思索了一下道 严晨鱼也即将开辟洞天 你也要继续开辟后续的洞天 我便一起指导你们 嗯嗯 严洛雪连忙点头 洛峰主 出来吧 我要找你借一物 中神秀对着虚空开口 秀 话音一落 陆无为出现在这里 他拿着酒葫芦 陆无为抱拳询问 言语极为客气 人黄塔 终神秀直言道 人黄塔 陆无为瞳孔一缩 看向终神秀的眼神充满了惊气 对方竟然也知道此物的存在 不过想到终神秀那深不可测的实力 他又觉得一切都正常 他沉吟道 那东西虽然被我带出来了 不过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启 无为封秘境之中 有一些可怕的东西 人黄塔 便是他从其中带出来的 可惜无尽岁月过去 他并未开启那件质宝 诸如侨夫等人从各地赶到南荒道院 便是为了秘境之中的一些东西 终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我自有开启之法 陆无为文言 立刻道 请随我来 第265章 开启办法 砸开便是 无为封 一块巨大的石壁前面 陆无为轻轻挥手 石壁消失 一片破碎的天地出现 在这片天地之中 有一座高耸路云的九层金色宝塔 宝塔密布符文 散发着一股来自远古的威压 极为可怕 这座塔的威压好可怕 难道是一尊地气 阎洛雪打亮着眼前的宝塔 眼中充满惊疑之色 阎晨渝一言不发 看到眼前的人黄塔 他下意识地想到了 在虚妄海中遇见的那口青铜大钟 那是望尘之主的东西 镇压着一条诡异的通道 眼前的人黄塔便散发着类似的威压 估计与那虚妄中是同等品级的质宝 地气 也不见得 此物品级未知 但极为不简单 我当年也是耗费巨大的代价 才将之带了出来 可惜多年探索 并未找到开启此物之法 陆无为摇摇头 人黄塔等级非常高 具体是什么等级 他倒是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 此物的等级 不会低于地气嘶吼 钟神秀神色自若地 看向眼前的人黄塔 他自然知道此物的等级 不过那等级别 对严陈宇等人而言 还是太过遥远 没必要多言 钟长老 开启人黄塔的办法是什么 陆无为好奇地看向钟神秀 他摸索多年 却没有一点收获 如今听钟神秀说 有开启人黄塔的办法 他自然无比期待 简单 砸开便是 钟神秀淡淡地回了一句 只见他瞬间寄出一座名墓 哄 名墓一出 禁忌之威爆发 整个人黄塔瞬间颤动起来 自主开启 否则 灭 钟神秀神色淡漠地 对着人黄塔开口 此等质宝 自然是有气灵的 而且 这人黄塔气灵 还极为不简单 咔嚓 人黄塔在原地旋转一周 一道金色大门自动开启 里面弥漫着古老的力量 很是神秘 这就开启了 陆无为目瞪口呆 没想到钟神秀开启人黄塔的办法 竟然如此简单粗暴 钟神秀收起明目 对两女道 随我进去 陆无为搓着手道 我 我可以进去吗 钟神秀道 这是你威风的东西 你想进去 还需要问我吗 啊 陆无为神色尴尬无比 随后 四人往他里面走去 进入人黄塔第一层后 他们直接被带入一片神秘的空间 此处无边无际 巨大无比 星辰在上空旋转 没有昼夜之分 严晨宇等人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倒是没想到这塔内世界 竟然如此奇特 钟神秀解释道 这里是人黄塔的空间世界 此处的时间流速 是外界的十倍 十倍流速 陆无为有些惊讶 有人说过 时间为尊 空间为王 命运不出 因果称皇 他自诩见多识广 各种宝物都见过 但自带时间流速的质宝 他还是第一次见 因为天地间的时间都在一视同仁的运转 若是某一宝物可截取时间 进行不同的时间变化 那么这件宝物品级定然极为至高 最起码 他暂时还未见到类似的宝物 也有可能是他见识太少的缘故 钟神秀陈应道 这里只是十倍时间流速 其实这人黄塔内还有百倍流速 不过百倍流速暂时是见不到的 他看向严晨鱼 将一瓶丹药给严晨鱼 这是洞天丹 可以助你开辟洞天 方法就按照荣天树上的来 对你而言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 嗯 严晨鱼轻轻点头 开辟洞天 他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真正的难度是后续的将神脏融入洞天 从而将洞天融为一体钟神秀 又看向严洛雪道 这段时间 你把后半部分的九天玄宫参悟的如何了 严洛雪立刻道 已经全部参悟透彻 我感觉我还能再开三个洞天 一共开辟九大洞天 九天玄宫的终点是九大洞天 如今他已开启六大洞天 还需要开辟三个 终神秀摇头道 若是别人得到完整的九天玄宫 开辟出九大洞天 自然没有丝毫问题 但你不同 我不同 严洛雪挣了一秒 终神秀道 我之前给你说过 你最起码也得开辟出九个洞天 但九个洞天不见得就是你的极致 所以 你还得继续在九大洞天之上进行开辟 至于能开辟多少个洞天 这就得看你的极致能够到那里了 剧情之中 严洛雪没有得到九天玄宫 硬是开辟了九个洞天 如今得到了九天玄宫 对方开辟的洞天之术 若只有九个的话 反而差了点意思 陆无为在旁边听着 不禁一阵傻眼 九大洞天 还不是极致 这是人言吗 他是不是听错了 严洛雪深吸一口气 我会努力的 严晨宇与他一起开辟洞天 他也有十足的动力 既然终神秀说他的极致不止九大洞天 那他就将极致发挥到底 他也想看看 自己到底能够开辟多少洞天 你母亲留下的那块宝玉呢 终神秀看向严洛雪 严洛雪立刻将宝玉拿出来 递给终神秀道 这块宝玉上面的封印 已经被我解开了 终神秀接过宝玉 轻轻挥手 一滴蕴藏着恐怖地道之威的鲜血 从里面飞出来 这是 看到这滴鲜血的时候 陆无为神色一宁 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地威弥漫 威压不绝 这是大地精血 终神秀对严洛雪道 给你三天的时间 炼化这滴滴血 这对你而言 不会有丝毫难度 好 严洛雪连忙点头 秀 帝雪飞到他身前 他盘膝坐下 直接开始练话 终神秀对严晨玉道 你现在就开始 先扶下一枚洞天丹 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三日之后 继续服用洞天丹 从而开辟洞天 好的师尊 严晨玉盘膝坐下 直接道出一颗洞天丹扶下 第266章 白帝一族 大光明术 三天后 哄 一股恐怖的威压 自人黄塔中爆发 随时都可以一步入洞穴 六大洞天 同时浮现 他体内的鲜血发生异变 眉心倒映 出现一道道银白色纹路 弥漫着一股纯粹的地道之威 这是 圣品倒映 变成了 地品 陆无为目光一宁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沿落雪之前 就是圣品倒映 但是此刻 这倒映发生了变化 似乎进击到了地品 而且他的血脉 似乎也变成了地极血脉 弥漫着一股恐怖的地道之威 大地精血 强悍无比 但据陆无为所知 纵然是大地精血 也不可能改变到硬品级 颜落雪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一时之间 陆无为心中充满了不解 他下意识看向中神秀 或许对方知道其中缘由 中神秀神色平静地 看着颜落雪 其实陆无为了解的也没有问题 大地精血 确实不能让一个人的倒映 直接发生变化 除非是某种天地间的质保 比如颜沉与体内的混沌清廉 正是因为混沌清廉的存在 他的倒映发生了一些变化 品质得到了提升 颜落雪倒映发生变化 那是因为 他体内本就有白地一族的血脉 如今在大地精血的刺激下 地族血脉彻底觉醒 第二重地品倒映也随之出现 所以 这不是他的倒映晋级了 而是在圣品倒映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个地品倒映 倒映种类本就很多 一个人拥有几种倒映 是极为正常的事情 压制修为 不要突破 终神秀开口 颜落雪不敢大意 立刻照办 不断将自己身上的气息压制下来 一滴大地精血 差点让他破镜 过了好一会儿 颜落雪彻底将身上的气息压制下来 他欣喜地看着终神秀道 我感觉我的身体 好些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 血脉变得无比精纯 带着强大的力量 倒映增加了一个 神脏多了四道诡异的残影 而且 我还得到了一门传承地数 大光明术 白地一族的大光明术 若无为一听 顿时更大双眼 震惊无比 白地 乃是天荒纪元中的绝带大地 最强绝学便是大光明术 那是三千大道之中一种 极为可怕 颜落雪竟然得到了这等绝带地数 刚才那低大地精血 是白地的 终神秀对此 倒也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他解释道 白地曾用大光明术 封印过太古四凶兽 从而夺取四凶之力 你神脏内的四道诡异残影 便是四凶 白地一族 开辟洞天的极致 便是五大洞天 关于这个话题 他没有继续说下 而是看向颜沉鱼 和颜落雪道 你们的状态 已经达到绝佳 接下来就开始开辟洞天吧 他轻轻挥手 一大堆资源 出现在梁女面前 好 梁女深吸一口气 颜沉鱼拿起洞天丹 继续吞服 他开辟洞天的难度 比颜落雪要大很多 得多颗一点丹药 梁女运转法觉 立刻开辟洞天 两道恐怖的威压爆发 入无为见状 对终神嗅道 钟长老 这里就交给你了 我答应过颜落雪这丫头 要还她一个完整的凤华 现在得去解决此事 嗯 钟神秀轻轻点头 入无为离去 钟神秀盘膝坐下 闭上双眼 过了一会儿 哄 颜落雪头顶 再次出现一个洞天 第七洞天出现 是一个厚重的土属性洞天 原本它有六大洞天 分别是金 木 水 火 冰 风 如今加上一个土属性 五行洞天已经开辟完成 还增加了两个一属性 一属性中 有冰 风 雷 光 暗 就是不知道 接下来她能否开辟出雷 光 暗三大一属性洞天 光明属性与暗属性洞天 钟神秀感觉颜落雪开辟出来 应该没有问题 白帝一族 掌握光明之力 四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掌握的是暗属性之力 以此为影 再开辟出五大洞天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最后便是这雷属性 不知她能否开辟出来 哄 一旁的颜尘与此刻被混沌之力笼罩 一个被混沌之力冲斥的洞天冲出来 成功开辟出第一洞天 但她并未因此停下 而是继续运转法掘 再次进行开辟 本以为这混沌洞天 是最难开辟的 没想到你率先 就把这个洞天开辟出来了 后续的九大洞天 倒是会简单很多 钟神秀看向颜尘鱼 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 人皇塔内十年 外界也不过才一年 十年时间 在人皇塔内 显得微不足道 刹那即逝 这里没有四季更替 没有白天与黑夜 唯有无尽的星辰在运转 容易让人忽略很多东西 钟神秀拿着一块阵盘 认真观察 十年岁月 她也没有闲着 参悟了六道轮回拳 死亡大盗 阵魔精 同时还将这个阵盘研究透彻了 这个阵盘 极为玄妙 蕴藏着各种强大的阵法 随着她一步步将阵盘上面的阵法破解后 她也逐渐掌握了 各种极为强大的阵道之能 阵法一道 她可谓是突飞猛进 此刻她所掌握的阵道本领 绝对不会弱于一位阵道大帝 甚至可调动天地凶士 为她所用 诸如各大阵区 均是大凶之地 凶士诡异 生灵踏入 必死无疑 但她却能调动凶士 百无禁忌 当然 前提是 那阵区等级不要太高 若是凶士足以轻松抹杀大帝 她掌握的这阵法 也积不起多大的浪花 这阵盘倒是不简单 仅仅是残缺部分 便有地道大阵 若是完整的 又该多强大 终神秀看着手中碎裂的阵盘 眼中露出一抹思索之色 天荒有四大道书 魂 体 法 行 这说的仅仅是天荒 而非诸天 在她的印象中 还有一本道书 同样很玄妙 那便是阵书 阵法乃是天地形成 自带万古大阵 得阵书者 可掌万界大阵 一念之间 星辰运转 星域为阵 甚至可不知万古进去 恐怖至极 哄 突然 阵洛雪身上再次爆发一股恐怖的威压 天穹之中 出现可怕的雷霆元素 这些雷元素 疯狂聚集在一起 第267章 十三洞天 十大洞天 雷属性洞天 终于还是成功了 终神秀看向阵洛雪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十年岁月 阵洛雪开辟出了十二大洞天 前面九大洞天 按照九天玄宫来开辟 速度极快 畅通无阻 没有丝毫问题 但是后续的四大洞天开辟 却显得极为困难 九天玄宫的极致 是九大洞天 在开辟完九大洞天之后 阵洛雪就没办法了 差点一步入洞玄境 还是终神秀出手 才将他的境界压下去 后续的四大洞天 开辟过程艰难无比 但他还是成功 开辟出来了 果然 他的极致不止九大洞天 嗡嗡嗡 雷元素疯狂凝聚在一起 化作一个雷霆漩涡 悬浮在虚空中 这个雷霆漩涡缓缓一动 最终挤入阎洛雪的 十二大洞天队伍 成为第十三大洞天 金木水火土 冰封雷光暗 五行属性加之一属性均完整了 其中暗属性一分为四 为四凶之力 至此 十三洞天开辟完成 十三洞天一出 这一次 阎洛雪彻底压制不住了 修为一步从神脏镜巅峰 直接踏入洞玄境 看这趋势 似乎大有一步 让阎洛雪从神脏镜巅峰 步入洞玄境巅峰的感觉 中神秀轻轻挥手 一个大阵出现 瞬间将阎洛雪身上的气息压制下来 阎洛雪的修为 停滞在洞玄境初期 没有继续往上 开辟洞天 步入洞玄境之后 还得让神脏之物 一入洞天之中 这个过程也很缓慢 需要与修为同步 否则后续 若是神脏不入洞天的话 会受到反噬 多年苦修 一朝竞费 阎洛雪继续运转法诀 巩固修为 一个时辰后 修为彻底巩固 他睁开眼睛 看向中神秀 十三大洞天被收起来 他苦涩一笑道 十三个洞天便是极致 我彻底压制不住了 只能突破 无妨 能有十三洞天就行 中神秀轻轻点头 十三洞天 在他的预料之中 可以说 开辟出十三大洞天 阎洛雪绝对是万界第一人 九为极致 十为完美 但没有真正的完美一说 大到五十 天眼四十九 顿走其一 顿走之一 属于变数 要么是九九归一 将九大洞天 融入第十大洞天之中 化为一体 顿一致变 要么就是九为极致 开辟九大洞天 颜洛雪却很特殊 直接开辟十三大洞天 堪称违背规则 逆道行 若是他一连动用十三大洞天 绝对会引起无数大人物的注意 颜洛雪文言 心中松了一口气 只要中神秀说行 那就一定行 中神秀轻语道 洞天已经开辟 往后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将神藏之物 移入洞天之中 若是洞天有对应的神藏之物 便将神藏之物移入其中 若是没有 便凝聚对应的元素之力 入洞天 不过九天玄宫上面记载的是 单纯地将元素之力 融入洞天里面 算不得真正的完整 你可以在凝聚元素之力的时候 将元素之力演化元素之物 至于想要演化什么 全看你自己 最好不要相似之物 明白了 颜洛雪连忙点头 他的十三大洞天之中 有六大对应之物 分别是冰金凤凰 烈焰不死鸟 似凶之影 至于其余六大洞天 则是没有对应之物 终神秀思索了一下 又道 光明洞天 可以演化白地虚影 之前你炼化地血的时候 应该是看到了白地的身影 嗯嗯 确实看到了 只是瞟了眼它便消失了 颜洛雪神色认真地回道 至于其余的五大洞天 就全看你自己了 什么棺材 什么顶 什么树 都可以 反正随你 终神秀淡然一笑 好的 颜洛雪满脸严肃 记下了终神秀的话 哄 就在两人交流之际 一旁的颜晨鱼 也开辟出了第十个洞天 依旧是一个水属性洞天 除了混沌洞天外 他的其余九大洞天 均是水属性洞天 与颜洛雪的洞天属性相比 倒是有巨大的不同 十大洞天 颜洛雪好奇地盯着颜晨鱼 虽然颜晨鱼开辟的洞天数量 比他的少三个 但他感觉对方身上的气息 却丝毫不弱于他 站立一如既往的可怕 尤其是那个混沌洞天 让他感到莫名的心境 也不知道 颜晨鱼接下来 是否还能继续开辟洞天 倒是让他好奇 问 十大洞天一出 颜晨鱼身上的气息疯狂暴涨 只见这十大洞天 悬浮在他的上方 不断旋转 他的修为 直接一步入洞悬径 进入洞悬径初期之后 颜晨鱼立刻捏动法觉 果断将气息压制下来 他要走的每一步 都得稳扎稳打 自然不能快速突破 两个时辰后 颜晨鱼头顶的十大洞天消失 他睁开眼睛 欣喜地看着终神秀道 师尊 我成功了 不错 不过开辟十大洞天 对你而言并不是最大的难度 往后的路才是真正的困难 终神秀笑着回道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颜晨鱼深吸一口气 神色严肃地说道 颜晨鱼 你不继续开辟洞天了吗 颜落雪看向颜晨鱼 颜晨鱼瞄了颜落雪一眼 淡然道 我神藏有实物 只能开辟十大洞天 颜落雪突发奇想 我若是把九天玄宫给你 你岂不是还能继续开辟更多洞天 终神秀摇头道 没那么简单 九天玄宫可以助神藏之物 少得修饰 开辟更多的洞天 但是对于超越九大神藏之物的修饰而言 反而会成为束缚 没有真正完美无缺的功法 九天玄宫亦是如此 优势与缺陷均有 不过他的缺陷可以忽略不计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诞生九种以上的神藏之物 这样啊 颜落雪露出四懂非懂之色 你们的洞天已经开辟完成 现在可以离开了 终神秀对两女道了一句 秀 他轻轻挥动衣秀 一股挪移之力袭来 三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第268章 凤华恢复 小事而已 无为封上 师尊 你的身体 颜落雪惊喜地看着凤华 此刻的凤华已经重塑肉身 此刻他身上带着一股神秘的圣道之威 修为已经踏入圣人之境 凤华笑着道 多亏陆丰主出手 为时已经重塑肉身 修为更是踏入了圣人之境 听陆丰主说 你这段时间在闭关开辟洞天 情况如何 颜落雪立刻将洞天放出来 十三大洞天一出 天地震动 九霄失色 恐怖的威压爆发 大道在疯狂推演 玄妙无比 十三大洞天 凤华见状 不经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世间妖孽无数 开辟多个洞天之人 他也见过不少 但十三大洞天 他闻所未闻 颜落雪竟然开辟出了 十三大洞天 实在让人震惊 一旁的陆无为 也是瞪大双眼 被颜落雪头顶的洞天震住了 十三大洞天 天荒历史上 从未有这样的人 颜落雪绝对是 有史以来第一人 想到这里 陆无为不禁看向中神秀 之前中神秀说过 九大洞天 并非颜落雪的极致 现在看来 果然如此 颜落雪收起洞天 娇笑道 多亏中风主指点我 否则我也不能 开辟这么多洞天 若不是中神秀指点的话 他在开辟六大洞天之时 便入了洞玄境 哪里能开辟出十三大洞天 凤华立刻看向中神秀 抱拳道 多谢中道友指点落雪 凤华感激不尽 小事儿也 中神秀轻轻点头 便要带着颜沉玉离开 陆无为连忙道 中长老 再过三个月 乌微风秘境便会开启 到时候 还请再来乌微风一趟 嗯 中神秀回了一句 陆无为好奇地问道 洛雪 颜沉玉开辟了几大洞天 颜沉玉是中神秀的弟子 他开辟的洞天 肯定也极为不简单 不知道啊 我之前忙着开辟自己的洞天 没咋个看他呢 颜洛雪打了一个哈哈 关于颜沉玉开辟洞天之术 他自然不会对外人乱说 陆无为哑然一笑 也不再多问 颜洛雪又道 陆风主 我们乌微风有藏书阁吗 我想看一些关于天荒历史的典籍 陆无为拿出一块令牌 递给颜洛雪道 无为风有藏书阁 不过太小了 没多少有价值的东西 你可以持着这块令牌 前往天点洞 那里点击无数 均可翻院 颜洛雪接过令牌 开心地行李道 多谢陆风主 返回天暗风的路上 颜沉玉好奇地问道 世尊 你在洞玄境这个阶段 开辟了几大洞天 他开辟十大洞天 颜洛雪开辟十三大洞天 而世尊更为神秘 不知开辟了几大洞天 倒是让人有些好奇 终神秀神色怪异地说道 为师并未开辟洞天 没有开辟洞天 直接入洞玄境 颜沉玉愣了一秒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还能这样 颜沉玉满脸不解 据他了解 若是不能开辟洞天 便会止步神脏 不可踏入洞玄境 师尊竟然没有开辟洞天 便入洞玄境 让他感到惊愕 终神秀轻然一笑 没有多言 此事确实匪夷所思 但属于事实 他的确没有开辟洞天 便入了洞玄境 总体而言 他 颜沉玉 颜洛雪 他们三人的路 都有巨大的区别 没有洞天 终神秀未来如何走 意识谜团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果然 师尊也很特殊 颜沉玉脸上露出 一抹奄然的笑容 师尊没有开辟洞天 便入洞玄境 这才是最不凡的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又道 师尊 不知为何 我这次见到凤华 感受到了一股 极为玄妙的力量 很奇怪 那是完整的规则之力 终神秀直言道 完整的规则之力 颜沉玉神色一愣 这又属于他的认知盲区 终神秀解释道 天荒大陆 规则并不完整 所以每一个纪元 只能有一人正到大地之境 只有踏入大地之境 才能掌控完整的规则之力 不过这个纪元 天荒大陆倒是会出现一些异变 到时候 一个纪元只能正到 一位大地的局限 将会被打破 颜沉玉听完之后 诧异道 按照师尊所言 从天荒大陆之境 便掌握着完整的规则 这又是为何 终神秀笑着道 凤华并非天荒大陆之人 他来自一片规则完整的天地 颜沉玉目光一宁 凤华并非天荒大陆之人 这倒是有些吓人 终神秀道 此事离你上远 你不用想太多 这段时间 可以去多了解一下 天荒大陆的历史 若是有什么不懂 均可问我 嗯嗯 颜沉玉连忙点头 他感觉自己对天荒大陆的了解 一片空白 确实该去找点书籍 好好补充一下知识 回到天荒风后 钟长老 方长老立刻飞升而来 此刻他满脸笑容 恭喜方长老踏入准胜之境 终神秀笑着祝贺道 方长老连忙抱拳 神色诚恳地说道 多亏钟长老一路的帮助 方某感激不尽 钟神秀哑然一笑 又道 我打算让颜沉玉去趟藏书阁 方长老闻言立刻道 天荒风的藏书阁 你们可以随时进入 说到这里 他又将一块令牌拿出来 这是寒风主的令牌 持着这块令牌 可以前往天点洞 南荒道院大部分的点集都在那里 钟神秀但笑道 陈鱼还不谢谢方长老 严陈鱼接过令牌 恭敬地对着方长老行礼 多谢方长老 小事小事 寒风主闭关之前吩咐过 整个天安风的资源 均可由钟长老与严陈鱼调动 你们需要什么 直接找我就行 方长老笑着挥手道 寒夜此刻已经闭关 整个天安风的事情 都由方长老来打点 第269章 坟天塔内 炼器之术 藏风垫 桃树桩旁边 钟神秀盘膝坐在地上 朱雀站在树桩上 像只普普通通的小鸡仔 显得极为安静 秀 钟神秀挥手 祭出一柄石剑胚胎 这是他从大荒山获得的石剑胚胎 此物极为不凡 用六道炉都撞不碎 坚硬无比 这石剑胚胎倒是不简单 可以祭练成一柄神兵 钟神秀打量着手中的石剑胚胎 他有种直觉 若是将此物祭练成神兵 定然有意想不到的威势 得去趟炼器风 钟神秀收起石剑胚胎 炼器之术 他还不会 得去炼器风逛逛才行 他掌握着天荒地落岩 若是不会炼器之术 倒是有些浪费 炼器风内 倒是有一门不错的炼器术 秀 心面一动 钟神秀便消失在天岸风 炼器风 属于南荒道院三十六风之一 整个道院的兵器 均由炼器风负责 如丹风一般 炼器风在南荒道院地位特殊 炼器风巨大无比 数十座山岳连成一片 上面有诸多建筑 气势无比宏伟 你是何人 来我炼器风有何事 高耸的山峰上 一位身着火焰长裙的女子 凝视着钟神秀 眼中露出一丝疑惑 她是南荒道院的老生 动玄境后期的修为 我想见见炼器风风主 钟神秀对着这位女子 露出一抹笑容 见我师父 柳云烟正了一秒 又皱眉道 我师父正在闭关炼器 暂时谁都不见 结果他刚说完 便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飞升而来 他身上散发着 浓郁的圣道之力 是一位圣人之境的强者 你这丫头 胡说八道什么 谁说为事不见客的 老者瞪了柳云烟一眼 师尊 柳云烟有些无语 不是你交代的吗 一切来找你之人 均得拒绝 老者没有理会柳云烟 他客气地对着钟神秀抱全道 老朽炼器风风主 唐炼 钟长老来我炼器风 不知有何事 钟神秀笑着道 钟某此番来找唐风主 是想寻点炼器之术 寻点炼器之术 唐烈神色一愣 若是寻常人说这种话 他根本不需要考虑 直接拒绝 开什么玩笑 炼器风的炼器术 岂能随便给外人 不过钟神秀不同 万灵战场之事 唐烈也听说过 他自然不敢拒绝钟神秀 不知可否方便 钟神秀问道 唐烈连忙道 自然没有问题 不过炼器风的各种秘点 都在坟田塔内 且有阵法封印 钟长老能否得到 这得看你的运气 那便有劳唐风主带路 钟神秀笑着道 请随我来 唐烈立刻在前面带路 两人快速消失在柳云烟面前 这人什么来历 柳云烟神色呆滞 他师尊是什么脾气 他能不知道吗 整个南荒道院 除了院长外 他谁的面子都不给 多年来 曾有诸多准圣 圣人前来找他炼器 但他却理都不理 此刻他却对此人如此态度 让人极为不解 柳师姐 你刚出关 估计还不知道这位的来历 他是天暗风新来的钟长老 一位炼器风的弟子走过来 连忙对柳云烟道 新来的长老 一位长老而已 我师父为何会对他如此客气 竟然还答应他寻炼器之术 这种不合理的事情 柳云烟满脸疑惑地 看向这位弟子 言语客气也就罢了 竟然还真的打算 让对方取炼器之术 实在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那位炼器风弟子 神色凝重地说道 柳师姐慎言 这位钟长老可不简单 听炼器风去参加百段山考核的新生所言 钟长老曾震杀诸多准圣 圣人 甚至还抬手间 震杀一尊半步大圣境的东荒强者 修为深不可测 震杀准圣 圣人 甚至还抬手震杀一尊半步大圣 柳云烟一听 顿时瞳孔一缩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这一刻他仿佛知道 为何师尊会对此人如此客气了 强如院长不添书 似乎也才勉强踏入半步大圣之境吧 这人竟比院长还要强大 那位炼器风弟子陈生道 此事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 但南荒道院不少年轻弟子和长老都见到了 绝对不会有错 有人猜测 钟长老可能是一尊无敌大圣 柳云烟身体一颤 立刻闭嘴 不敢多言 焚天塔 乃是一座六层烈焰宝塔 恐怖的火焰弥漫 带着可怕的威压 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唐烈轻轻挥手 焚天塔出现一道火焰之门 钟神秀与唐烈进入其中 塔内 唐烈客气地对钟神秀道 钟长老 焚天塔六层 每一层都有着诸多炼器点击 卷轴 不过这些点击和卷轴 与焚天塔融为一体 均有特殊封印 想要直接带走 并不现实 还得看你与它们是否有缘 新的弟子来炼器风 长老均会传授炼器之术 想要获得更为强大的炼器之术 就得来焚天塔 若是运气好 得到一门强大的炼器之术 未来之路倒是可以一帆风顺 钟神秀没有多言 直接闭上眼睛 神魂之力爆发 将整个焚天塔内的点击 卷轴笼罩 咔嚓 一时之间 整个焚天塔内的所有点击 卷轴上面的阵法全部解开 诸多点击闪烁着光芒 这 唐烈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也是神色一阵 焚天塔极为特殊 它是男圣从无微风秘境带出来的 品级比寻常圣气还要高 纵然是唐烈自己 若是不与气灵商量 也难以获得此处的点击 卷轴 没想到钟神秀 竟然直接让这些点击 和卷轴上的封印解除 这让他感到震惊 就是你了 钟神秀伸出手 一份铜锈斑斑的青铜卷轴 飞到他手中 得到青铜卷轴之后 钟神秀轻轻挥手 诸多点击 卷轴上面的封印再次出现 东西到手 钟神秀对着唐烈道 唐风主 我此番就取走此物 唐烈看了一眼钟神秀手中的东西 连忙道 可以可以 第270章 神机百炼 圣子圣女 藏风殿 钟神秀随手一挥 青铜卷轴悬浮在他身前 自动打开 卷轴打开之后 上面出现四个古老的大字 神机百炼 这是这门炼气术的名字 神机百炼 倒也算得上一门不错的炼气术 钟神秀按道一句 此术可支撑他炼制准地气 至于更高等级的炼气术 还得以后想办法 如今整个南荒道院 最强大的炼气术 就在他手中 其余的炼气术 暂时倒是没什么办法 先参悟这门炼气术 钟神秀闭上双眼 神魂之力爆发 将青铜卷轴笼罩 问 青铜卷轴震动 一道道青色符文出现 这些符文疯狂涌入他的眉心 三月后 钟神秀缓缓睁开眼睛 这炼气术也差不多吃透了 接下来就是十件炼气 不过此事得放在后面 眼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 秀 方长老飞尸而来 对着钟神秀行李道 钟长老 最新消息 吴微风秘境即将开启 各封封主与长老 已经齐聚吴微风 现在就差我们天暗风了 在他刚说完 便见颜晨鱼 化作一道残影飞来 三个月的时间 他在天暗风藏书阁 与天点洞之间徘徊 看了无数点集 收获非常巨大 见过师尊 颜晨鱼恭敬地 对着钟神秀行李 钟神秀轻轻点头 道 我们去吴微风吧 三人快速赶往吴微风 吴微风 一座广场上 各封封主 长老齐聚在一起 还有一些核心弟子 也在其中 大部分都是老生 他们身上散发着浓郁的气息 一眼看去 就没有一位低于洞玄境 见过钟长老 见过方长老 天暗风的一群长老 与几位核心弟子也在场 见到钟神秀与方长老的时候 连忙上前行李 嗯 钟长老与方长老轻轻点头 嗯 突然 天穷震动 空间碎裂 三道人影出现在此处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与一对年轻男女 白发老者 正是不添书 而在他身边的那对年轻男女 也很不简单 均是万象镜巅峰的修为 男子身着青色长袍 面如关玉 气质出尘 宛若折仙 双眸深邃无比 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 他站在虚空中 仿佛与天地融为了一体 整个人看起来极为不凡 女子身着素衣长裙 眉腿修长笔直 身姿婀娜 肌肤雪白细腻 长发披散在腰间 随风而动 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大道霞光 他戴着白色面纱 面部被遮掩 露出一双秋水般的毛子 耳垂晶莹 挂着一串紫色宝石吊坠 显得深不可测 这两人是 严陈渝面露好奇之色 这两人身上的气息很强 绝对是高手 方长老笑着道 他们是南荒道院的圣子与圣女 圣子 圣女 严陈渝神色怪异 方长老轻易道 圣子与圣女可不简单 圣子拥有强大的九霄霸体 而圣女则是拥有星辰圣体 他们联手的话 寻常造化竟修饰来了 也得避让 倒是有点意思 他们属于哪一风 严陈渝双眸平静地问道 与忠神秀待在一起 见识的强者太多了 他的眼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谓的圣子 圣女倒是不会让他太过惊讶 方长老笑着道 他们曾属于星辰风 后来成为圣子 圣女之后 他们便不再属于任何一风 而是位于珠峰之上 属于圣道殿 圣道殿 由院长镇守 是南荒道院核心弟子居住之地 平日里授课的长老 最起码也得准胜起步 各风风主 一些老怪物 都会前往圣道殿授课 院长也时常会去那里 传授修炼之术 圣道殿 严陈渝面露思索之色 他倒是从典籍之中 看到了关于此殿的些许 南荒道院诸多强大的弟子 都扎根在那里 凡是能够进入圣道殿的弟子 都是从各风层层筛选出来的 就没有一位庸才 方长老陈应道 以你的天赋 估计很快便可入圣道殿 在他看来 严陈渝的未来 绝对不弱于任何人 进入圣道殿 也是迟早的事情 这些年来 天暗风并无一位弟子 进入圣道殿 此事倒是有些尴尬 严陈渝天赋绝佳 肯定能进入圣道殿 严陈渝闻言 哑然一笑 摇摇头道 没必要 进入圣道殿 有老怪物受课 对他而言 只要跟在师尊身边 便可胜过一切 都到了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陈渝为拿着酒葫芦走了出来 严洛雪与侨夫等人 跟在他旁边 凤华也在其中 不天书对着陈渝为抱拳行李 他虽然是南荒道院的院长 但在陈渝为面前 却也只是一个小辈 毕竟陈渝为可是男生的师父 哪怕不天书 现在与陈渝为境界相同 但论极战力的话 十个不天书 也不可能是陈渝为的对手 陈渝为淡淡地看了不天书一眼 轻轻点头 便不再理会 他的目光落在终神秀身上 脸上浮现一抹笑容 钟长老 此次秘境开启过程 与以往有所不同 估计还需你一并出手才行 无微风秘境被大阵笼罩 以往军事自主开启 阵法自动消散 但是这一次 秘境已经显露一角 大阵却迟迟没有消散 看来需要以人力强行开启才行 以太语不天书的修为 再加上各风主 还不能完全保证 可以将秘境开启 若是终神秀加入 应该会简单很多 嗯 终神秀轻轻点头 便背负双手 神色自若地往前走去 众人连忙让开一条道 连带着各风的长老与风主 也纷纷让路 这位是 有一些核心弟子 明显是刚出关 并不认识终神秀 眼中露出一抹疑惑之色 此人是什么来历 竟然能让各风的长老与风主 如此对待 这位是天暗风的钟长老 你只需要明白一点 他是一位非常强大的存在 万万不可招惹 立刻有长老出言提醒 事宜身边的弟子 不可得罪终神秀 那些核心弟子 神色一正 心中更为好奇了 虚空中 男皇圣子 男皇圣女 也满脸好奇地盯着终神秀 他们之前一直在闭关 今日为了无微风秘境才出关 同样不知道终神秀的存在 各位 准备出手了 陆无为看向在场的各位风主 第271章 地道大阵 你们退下 秀 陆无为飞身而起 只见他伸出手 半步大圣之威爆发 横掘天地 一道巨大的苍穹大手印出现 无微风的上百座山岳 被他一把抓起 这是 在场的一些弟子健壮 不经目瞪口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不是说 无微风风主实力不行吗 抬手间搬动上百座山岳 无敌之威 横掘天地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这还叫不行 好可怕 在场的一些长老与风主 露出凝重之色 被陆无为的手段震住了 若非这次秘境开启 估计他们 也很难见到 陆无为强大的一面 以他们身份地位 自然不会与那些弟子 一般认为 陆无为实力不行 只能说是强弱的问题 毕竟一个 能够活那么久的老家伙 就算再弱 又能弱到哪里去 宁 陆无为大喝一声 上百座山岳疯狂旋转 然后坐落在不同的位置 围绕成一个大圈轰 这些山岳落下的瞬间 顿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压 百座山岳中间 一道灰色的力量 光柱冲天起 天穹被洞穿 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 嗡嗡嗡 黑洞旋转 山岳中央浮现 一个古老的大圈 大圈之中 隐隐可以看到 一片神秘地带 那便是秘境的一角 按照以往的情况 当山岳排列之时 黑洞出现 大圈便会自动解除 但是此刻 大圈依旧存在 这就需要人力 去强行开启 这个大圈 凤华的目光 落在大圈上 眉头一皱 师尊 怎么了 阎洛雪好奇地问道 凤华摇摇头 这个阵法不简单 不是圣阵 而是 防御地道之阵 想要开启 困难无比 陆无为等人 想要开启此阵 无疑是痴人说梦 想到这里 凤华不禁看向中神秀 中神秀的实力 深不可测 或许他有什么办法 大阵一现 随我一起出手 直接将其破开 陆无为大喝一声 他捏动硬绝 一尊巨大的虚影浮现 助力天穹 半步大圣之力彻底爆发 一道恐怖的力量 顿时轰向大阵 出手 不天书神色凝重 不敢有丝毫大意 最强大的力量 猛然轰向大阵 其余的圣人 也是冲天起 连忙出手 竖道攻击轰出去 轰隆 众人的攻击 轰在大阵之上 一阵剧烈的声音传出 但那个大阵 却纹丝不动 嗯 入无为见状 不禁眉头一皱 沉生报 再来 众人再次发起攻击 结果还是如刚才一般 他们的攻击 并未在大阵上 留下一丝痕迹 这是防御地震 他们该庆幸 这不是地道杀阵 否则的话 此刻他们已经灰飞烟灭了 这 连续两次攻击无效 众人军使眉头紧锁 凤华开口道 这是地道之阵 而且还是防御地震 你们纵然是耗尽权力 也不可能开启 地道之阵 陆无为看向凤华 神色一宁 对于凤华的话 他倒是不会太过怀疑 毕竟凤华的来历 本就不简单 不过 若这是地道之阵的话 他们确实没有丝毫办法 他们之中 修为最强的 也不过才两位半步大胜 如何能够破开地道大阵 而不天书等人 也是瞳孔紧缩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自南皇道院建立以来 这乌微风秘境 倒也开启过两次 算起来这是第三次 之前两次开启 阵法自动解除 众人可畅通无阻地进入其中 那时根本没有人能想到 这是地道大阵 因为在场的众人 根本就没有见过 真正的地道大阵 地道大阵 估计是很难开启的 玄阵风主 你来看看这个大阵 体风风主 看向阵道风风主 阵道风风主 翻了一个白眼 我连圣道大阵 都没有仓物透彻 地道大阵 已经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外了 无法 阵道一凸 玄妙莫测 比炼丹炼气更为复杂 想要突破 无比困难 他花了漫长的岁月 也没有踏入圣阵诗行列 对他而言 圣道阵法 已经是遥不可及的梦 更别说这更为可怕的地道大阵 其余人一听 不禁苦涩一笑 若是不解开这个大阵 那岂不是不能进入秘境了 钟长老 你看 陆无为看向终神秀 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终神秀 毕竟他见过终神秀 砸爆十三凶坟 更是见到终神秀 让人黄塔开启 或许他能解决这个地道大阵 你们退下吧 此阵交给我就行 终神秀轻语道 好 见终神秀开口 陆无为心中一喜 看来有戏 众人立刻退下 他们好奇地看着钟神秀 想看看 他会如何解决这地道大阵 连院长他们都没有办法 这位钟长老行吗 谁知道呢 你难道刚才没有听他们交流吗 这是地道大阵 大帝级别强者所布置的 若无大帝之境的修为 怕是根本解不开 哼 我听安风的钟长老实力强大 他定然可以破除此阵 二等好好擦亮眼睛吧 一些弟子低声交流起来 钟神秀没有理会众人 他背负双手 往前踏出一步 瞬间出现在大阵上方 他看向下方的大阵 眼中闪过一道道金光 不断推演此阵 得到那块残缺阵盘之后 他的阵道实力疯狂暴涨 丝毫不弱于一位阵道大帝 眼前阵法虽然玄妙 但还难不住他 只需找到阵眼便可破解 其实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粗暴的办法 那就是寄出明目 直接将大阵打爆 不过打爆这座大阵 估计下方的秘境都会坍塌 一柱相后 找到了 钟神秀的目光落在大阵的一个位置上 那里是大阵的阵眼 将其摧毁 此阵就会消散 咻 只见他寄出杜恶魔剑 对着阵眼一剑斩下去 一剑而下 万丈魔器覆盖的剑气轰出 咔嚓 万丈剑气斩在阵眼上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大阵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 显然这攻击还不够 钟神秀将一丝禁忌之力 诸入杜恶魔剑之中 随手一致 杜恶魔剑化作一道黑芒 爆射向那道裂痕 第272章 星空巨兽 神秘人皇 哄 杜恶魔剑斩下 阵眼崩碎 地道大阵快速消散 大阵之下的秘境 出现在众人眼前 咻 钟神秀随手一挥 收起杜恶魔剑 大阵被破除了 看到大阵被钟神秀破除 在场的众人 均是露出震惊之色 看向钟神秀的眼神 充满了敬畏 这可是地道大阵 没想到却被他轻易间破除 如此手段 当真是诡异莫测 可怕呀 陆无为心中充满了感慨 强如地道大阵 也挡不住钟神秀的攻击 他此刻很好奇 钟神秀的修为 到底踏入了何等境地 这莫不成是一尊大地吧 凤华看向钟神秀 眼中露出一丝佩服 见识过钟神秀的手段 此刻再见对方破去地道大阵 他还是感到惊奇无比 地道大阵 竟然被钟长老破了 哼 我就说我天安风钟长老最强大 不错 地道大阵又如何 钟长老出手 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天安风的一些弟子露出傲然之色 钟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淡漠地看向在场的众人 大阵已破 可以进入密 静了 所有人立刻随我进入密境 陆无为开口 咻 在场众人瞬间冲入密境之中 密境之内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天地 空间碎裂 地面千疮百孔 一丝邪忆的气息弥漫 这里好似是一片古战场 在密境的一座山丘上 陆无为看向众人 沉生道 这个密境极为神秘 自南荒道院建立以来也才开启过两次 这是第三次 里面藏着诸多大秘密 还未被发掘 接下来大家各自去探索 无论从里面得到什么 你们都可以带走 当然 你们也可以选择与我们一道 不过等下若是出现好东西 寻常人怕是很难带走 众人一听 神色一喜 布天书清语道 各封封主 长老 记住保护好你们的人 宝物虽好 但小命更重要 明白 各封的封主 长老 神色严肃地点头 随后他们带着自己一封的人离去 这密境如此巨大 里面藏着的好东西肯定很多 若是跟随终神秀等人 纵然出现好东西 估计也与他们无缘 还不如各自去探索 陆无为看向身边的侨夫等人 接下来 我们要其中一个地带 那里有一些东西 机会已经给你们 能否带走 看你们的命 多谢陆封主 侨夫等人心中一阵 连忙行礼 他们刻意来南荒道院 不就是为了那些东西吗 可惜有陆无为压制 他们不能将此消息 传回身后的势力 否则的话 说不定能够带走更多的东西 阎落雪疑惑地看着陆无为道 什么东西啊 怎么感觉很神秘呢 陆无为笑着道 先去那里再说 咻 随后 陆无为化作一道残影 飞向远处 终神秀等人立刻跟上 半个时辰后 众人出现在一片昏暗地带 天地是破碎的 虚空出现道道裂痕 万古没有愈合 神秘的法则碎片覆盖 光芒暗淡 寂灭之力席卷四周 而在这片地带中 则是躺着一具巨大的尸骸 这具尸骸有数百座山岳之大 压迫感十足 看起来极为圣人好大的骨骸 严落雪不惊则舌 这么大的骨骸 他还是第一次见 天暗风的一些长老与弟子 则是瞪大双眼 同样被眼前的骨骸镇住了 凤华看着眼前的骨骸 眼中露出一抹复杂之色 这位横掘诸天的绝世大妖 也陨落吗 让人唏嘘 不知那位是否也陨落了 显然他知晓 眼前这具骨骸的来历 钱多多往前走出一步 沉映道 落雪师妹 这是星空巨兽 星空巨兽 连落雪好奇地看向钱多多 钱多多来历神秘 知道的事情很多 钱多多解释道 在古老的岁月中 天荒大陆出现了一位神秘的强者 他自称人黄 骑着一尊巨大的星空巨兽 曾挑战过纪元大帝 出入各大禁区 无人可挡 后来不知为何 他莫名消失 有传闻他陨落在了南荒 人黄之事 唯有天荒一些强大的道统知晓 恰好他们六人 便是来自那些强大道统 人黄是一位极为可怕的存在 传闻他是一尊大帝 也有人说他超越了大帝 总之非常神秘 他们来南荒探查了八年多年 最终才探查到对方 埋骨在南荒道院之下 人黄 言落雪微微失神 单单这两个字 便让他感到神魂颤动 有一种无形的威压袭来 挑战过纪元大帝 出入过各大禁区 最起码也得是大帝级别的强者吧 关于人黄之事 其实我们了解的也不多 根据一些典籍所言 人黄估计比大帝还要强 因为他的坐骑便是一尊大帝 他的来历太过神秘 属于域外之人 钱多多神色敬畏地说道 如此强者 应该不会轻易陨落吧 南荒圣女轻声道 这倒是不知 钱多多摇摇头 虽然传闻人黄陨落在南荒 但是否真的陨落 谁也不知道 钟神秀背负双手 神色平静地看着眼前的骨骸 凤华见状 好奇地问道 钟长老对此地也了解吗 略微了解 钟神秀缓缓回道 凤华眼中露出一抹思索 再次问道 钟长老觉得 人黄是否陨落了呢 钟神秀看向凤华 淡然道 人黄的实力 你应该更为了解 你觉得 他会陨落在这里吗 啊 凤华苦涩一笑 看来钟神秀确实知道自己的来历 算起来 他与人黄也是处在一片天地 不过人黄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属于传说中的强者 他倒是没有见过真人 但是以人黄的实力 确实不可能陨落在天荒 众人神色怪异地 盯着钟神秀与凤华 这两位似乎对人黄之事 更为了解呀 第273章 狱外邪魔 五件东西 天荒历史上 曾有过诸多大地身影 但只有一部分属于天荒 其余的均来自狱外 人黄 是其中一位比较特殊的存在 因为他的实力 极有可能超越了大地之境 他曾跨长河 与纪元中的大地厮杀过 未见败尽 世尊 人黄与那望城之主相比 孰强孰弱 言臣于低声问道 虚妄之主吧 钟神秀回道 望城之主铸造过轮回 甚至还以虚妄中 镇压诡异通道 战力自然可怕 若非触犯了禁忌 最终也不会覆灭 人黄也不弱 不过还没有实力去铸造轮回 布天书看向钟神秀 客气地抱拳道 钟长老 此地诡异 藏着巨大的危险 你可否与大家说一下 第二次秘境开启的时候 他也来过这里 还未探查出这里的秘密 便丢了半条命 诸多长老 强者纷纷覆灭 最终还是陆无为 耗费巨大的代价 才勉强从这里 带走一尊神秘的宝塔 此处极为神秘 藏着巨大的危险 迄今为止 蓝荒道院还无人探查清楚 陆无为与他也只知道 这里面有几样东西 可惜那些东西 被笼罩在神秘的力量里面 他们也看不清 若是终神秘愿意分享 一点信息给众人的话 倒是能减少一些损失 之前陆无为与他 没有直接让其余人 跟随他们来这里 便是因为这个原因 毕竟一旦出现杀机 估计又得死不少人 终神秘眉头微皱 却还是道 仁皇曾跨欲纪元 与诸多强者厮杀过 外界传闻他并无败绩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曾在长河之中 遇见了一株桃树 最终败在桃树之下 桃树 难道是 陆无为与不天书对视一眼 下意识想到了 天暗风的那个桃树桩 外人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们又岂能不知道 终神秘轻轻点头 你们猜得不错 正是那株桃树 当年仁皇来天荒 是为了追杀一尊玉外邪魔 败给那株桃树之后 仁皇又被玉外邪魔袭杀 最终坐骑陨落在此处 他拼尽全力 才将玉外邪魔封印 同时也在这里留下了一些东西 镇压那尊邪魔 他微微一顿 又倒 此处一共有五物 分别是星空巨兽的骨骸 玉外邪魔 仁皇塔 九州顶 仁皇金 想要获取那些东西 得扛得住地及巨兽骨骸之威 同时还得看机缘 一旦你们全部将东西取走 那尊玉外邪魔便会脱困 仁皇塔 已经被取走 此处还剩下四物 事实上 此处还剩下五物 不过那件东西 终神秀 自然不会过多提及 这 陆无为与不天书闻言 不禁心中一宁 这里还镇压着玉外邪魔 能够让仁皇追杀 还能反过来袭杀 那玉外邪魔的实力 定然极为可怕 一旦脱困 估计整个南皇道院 都得灰飞烟灭 这一刻 他们不禁有些犹豫了 若是如此 他们可不敢继续取这里的东西 若是真的取走了 岂不是得自己找麻烦 不过一尊玉外邪魔 被镇压在南皇道院之下 想想就让人感到不安 终神秀扫了两人眼 淡然道 仁皇塔已经被你们取走 那尊邪魔脱困 也是迟早的事情 更何况不是有我在吗 你们担心什么 那尊玉外邪魔 若是巅峰时期 自然非常可怕 可惜被仁皇打崩了 又被镇压无尽岁月 修为境界早就跌落了 虽然有威胁 但威胁不大 不过终神秀所言的威胁不大 只是对他而言 他若不出手 纵然是圣王来了 估计也得隐恨 陆无为语不添书闻言 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终神秀这霸气的言语 让他们感觉很安心 仁皇精 侨夫六人对视一眼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 仁皇传承 至于其余之物 他们倒是不敢多想 终神秀看向在场的众人道 接下来 你们可以走向星空巨兽的骨骸 实不违宪 若是不能有所感悟 便立刻退下 不要强求 否则必死无疑 地级巨兽的骸骨之威 寻常人自然抵抗不住 除非是有缘人 否则上前必死无疑 明白了 众人连忙点头 根本不敢质疑终神秀的话 开始吧 每人一次机会 终神秀淡然道 我先试试 钱多多率先往前走去 时不之后 他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地威 除此之外 并无丝毫感悟 你可以退下了 终神秀淡淡地说道 啊 钱多多神色猛逼 他感觉自己还能继续往前 这似乎还未开始就结束了 让他有些不甘心啊 那你就继续往前吧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说道 看向钱多多的眼神 好似在看一个死人 当年陆无为与不天书能够往前 是因为运气好 才勉强逃过一劫 这钱多多不过圣人之境 继续往前 必死无疑 还是算了 我这人最听权 钱多多果断退后 机会难得 你们也试试吧 陆无为看向侨夫等人 随后 除了侨夫外 其余人纷纷上前 结果与钱多多一般 均无特殊感悟 侨夫深吸一口气 便要往前 终神秀淡然道 你身上的魔器 与那邪魔的有些相似 若是听到什么声音 也得立刻退下 否则你会瞬间变成傀儡 侨夫点点头 立刻往前走出十步 结果在他踏出第十步的时候 耳边瞬间响起一道诡异的声音 继续往前 继续啊 我给你人皇传承 听到这道声音的瞬间 侨夫身体一颤 神魂与身躯不受控制 一只脚抬起来 便要继续往前轰 他还为往前踏出一步 终神秀随手一挥 直接将侨夫掀飞 侨夫的身躯撞在一旁 这才反应了过来 额头布满了冷汗 刚才那道声音太过诡异 竟然可以控制他的神魂与身躯 终神秀面无表情地说道 下一个 我们也去试试吧 天安风的众位长老与弟子 纷纷上前 第274章 九州顶线 两门地数 无法 很快 方长老等神色黯然地退了下来 看来他们与此处之物 还是无缘 侨夫等人 亦是露出怅然之色 他们终究 与人皇留下的东西无缘啊 现场还剩下几人 你们试试 布天书看向南皇圣子和南皇圣女 两人天赋不错 或许能有特殊感悟 好 南皇圣子 南皇圣女对视一眼 便往前走去 十步后 星空巨兽的骨骸 发出一道柔和的光芒 咻 随即在星空巨兽的眉心位置 飞出一口古朴的三足青铜圆顶 铜顶上面刻满古老的符纹 散发着荒谷气息 顶内充斥着恐怖的力量 宛若一方宇宙 神秘莫测 九州顶 忠神秘凝视着这口青铜顶 此为人黄炼制的质宝之一 品级不错 来是一尊地气 相对而言 倒是不如人黄塔 顶身刻满诸多符纹 那是一些古老的传承 这就是九州顶吗 看起来确实很不凡 最起码也是一尊地气 陆无为神色凝重地说道 这口顶带给他的压迫感 不如人黄塔 但绝对也不简单 品级肯定不低 凤华神色复杂地盯着九州顶 人黄与他所处一片古老天地 人黄铸造九州顶 以此来镇守九州大陆 可惜后来出现一些大事情 九州大陆支离破碎 人黄带着九州顶离去 哄 在众人思索之间 九州顶爆发一股神秘的威压 两道光芒飞射向南荒圣子 南荒圣女 光芒飞入他们的眉心 他们神色一致 立刻闭上双眼 认真感悟起来 这两道光芒 是两门强大的传承 看样子应该是两门传承 就是不知道会是何等传承 不天书眼睛一亮 眼中露出好奇之色 凤华沉应道 人黄铸九州顶 九州传承军在顶上 哪怕只是其中一门 亦是志强传承 不会弱 在九州破碎之时 九州传承被刻在九州顶上 而能够被称之为九州传承的 最起码也得是无上地数 他这样一说 不天书更为期待了 伴助相后 九州顶一阵 南荒圣子和南荒圣女 瞬间睁开眼睛 被震退十几米 不天书连忙问道 名为九霄地数 与我的九霄霸体 竟然有巨大的联系 南荒圣女宁声道 我得到的也是一门地数 名为星辰地数 与我的星辰圣体契合度很高 好像是一位名为 星辰大帝的强者所留 凤华沉应道 九霄大帝与星辰大帝 乃是域外知名的大帝 他们的传承确实很强 你们好好修炼 未来的成就不会低 九霄霸体 星辰圣体 还得到了九霄大帝 与星辰大帝的传承 这便是南荒圣子 南荒圣女 与两位大帝的缘分 未来他们只要不夭折 注定可以登上高峰 好 不天书闻言 不禁朗声大笑 竟然是两门地数 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啊 侨服等人神色复杂 看向南荒圣子二人的眼神 充满了羡慕 刻在仁皇铸造之顶上的 便有地数 那么那仁皇经 又得有多强 难不成超越了地数 可惜 他们与这逆天之术无缘啊 这一刻 他们突然想叫人了 接下来到你们了 钟神秀的视线 落在严晨鱼和严洛雪身上 地数并非是这里真正的好东西 接下来就看严晨鱼两女 能否带走真正的大纪元了 严洛雪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严晨鱼倒是说不准 不过无所谓 纵然他此刻什么都得不到 待钟神秀出手之后 依旧可以给他好东西 两女心中一动 严洛雪期待地说道 不知我能得到什么好东西 钟神秀没有多言 不出意外的话 严洛雪应该可以得到仁皇经 至于九州顶与其他的东西 倒是与他无缘 两女没有犹豫 立刻上前 哄 在严洛雪刚往前走了三步 星空巨兽瞬间爆发一股恐怖的威压 随之 一道刺目的金色光芒暴射而出 顿时将严洛雪笼罩 严洛雪神色一正 愣在原地 一动不动 凤华连忙开口道 洛雪 别愣着 快感悟 严洛雪苦笑道 感悟不了啊 这金色光芒好像被封印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嗯 凤华神色一正 退下吧 仁皇金果然被严洛雪得到了 不过这门仁皇的至强传承 有强大的封印 对与仁皇塔相结合才能感悟 不出所料 此事之后 严洛雪便可得到仁皇塔认主 哦 严洛雪果断退下 众人疑惑地看着他 不知他得到了什么东西 但肯定不简单 难道是仁皇传承 钱多多嘀咕一句 严晨宇则继续往前 时不之后 现场寂静无声 并无特殊之事发生 唉 方长老等人见状 不禁一阵失落 他们还以为 严晨宇可以获得更好的东西 没想到 却没有丝毫动静 看来这里的东西与我无缘 严晨宇轻轻一叹 无妨 退下吧 终神秀但笑道 好的师尊 严晨宇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回到终神秀身边 他身上的好东西 已经足够多了 没必要太过贪婪 严洛雪安慰道 严晨宇你不要失望 待我把这金色光芒搞清楚后 我再分享给你 严晨宇看了严洛雪一眼 没有多严 众人又看向四周 现场似乎还剩下终神秀 陆无为和布天书还未上前 陆无为摇头道 老朽以前便是过了 不能继续往前 否则得把命丢下 能够带出人黄塔 他便满足了 此刻自然不敢再有其他想法 当初为了带出人黄塔 他可是差点把命都丢了 布天书沉应道 我也不能继续往前 否则必死无疑 此刻他隐隐感觉到 那星空巨兽散发的威压 正将他锁定 一旦往前 估计得把命丢下 终神秀轻语道 那接下来便交给我吧 第275章 九一邪魔 任我为主 你们退下 终神秀沉应道 众人没有多想 果断暴退 他们很好奇 终神秀接下来会做什么 终神秀覆手往前 连走十步 结果却无丝毫动静 但他并未理会 而是继续往前 在踏出第11步的时候 星空巨兽的骨骸 瞬间爆发一股恐怖的帝威 直接碾压向终神秀 帝威一出 毁天灭地 天地失去了颜色 唯有一股滔天杀意充斥 似乎要剿灭一切生灵 终神秀的发丝随风而动 眼中却没有一丝波澜 他背负双手 继续往前走了十几步 哄 最后一步落下 九州顶瞬间向他轰杀而来 地气之威 带着万古杀伐之力 恐怖异常 九州顶 还算不错 终神秀缓缓道出一句 受到了影响 爆发出一股更为可怕的威压 直接将九州顶笼罩 急到地气九州顶 竟然在寝客间失去了威压 很显然 在六道炉面前 九州顶还不够看 六道炉连十八名目都能收起来 更何况区区九州顶 终神秀伸出手 一道大手印出现 一把将九州顶抓住 九州顶并未抵抗 被终神秀随手收起来 竟然 就这样收起来了 众人见此一目 不禁目瞪口呆 这九州顶 最起码也是一尊地气 刚才还威势滔天 没想到转眼 就被终神秀轻易收起来了 这让众人感到难以置信 那个炉子 反应过来之后 众人又盯着终神秀头顶的六道炉 这炉子似乎更为不凡 收起九州顶之后 终神秀的目光 落在星空巨兽的海骨上 这毕竟是地级妖兽的骨骸 自然也是好东西收 终神秀心念一动 六道炉直接将巨大的兽骨收起来 众人又是神色一致 收起九州顶还不满足 竟然连星空巨兽的骨骸都收起来了 而且看样子 竟然没有丝毫阻碍 那可是地级妖兽的骨骸 就这样被收起来了 咦 收起星空巨兽骨骸的瞬间 终神秀眼中露出一抹怪异之色 这骨骸之中 似乎还有东西 倒是意外之喜 哄 突然 天地震动 地面疯狂开裂 一股股恐怖的邪魔之气 弥漫而出 不好 如无为等人见状 不经脸色俱变 按照终神秀所言 收起此处的东西 那尊玉外邪魔便会脱困 这是要出来了 被困了那么久 也该出来了 终神秀难难道 快退后 如无为与不天书大手一挥 立刻卷着众人再度暴退十万米 能让人皇那等强者追杀的玉外邪魔 境界定然非常高 最起码也是一尊大地级别的强者 一旦出手 肯定毁天灭地 哄 终神秀随手一挥 六道卢飞向众人头顶 将众人笼罩 接下来肯定会有一战 不过应该可以快速结束战斗 好 地面开裂 一道巨大的深渊出现 深渊漆黑如墨 深不见底 恐怖的邪魔之气 从深渊之中弥漫而出 深渊之中发出刺耳的咆哮声 咔嚓 一道碎裂声响起 一道巨大的魔影 从深渊之中冲出来 它的速度极快 刹那间便出现在虚空中 邪异的黑色力量弥漫 笼罩天穷 将空间腐蚀 众人瞳孔紧缩 看清了这尊邪魔的样子 邪魔高十米 身上布满黑色的鳞片 背部长着酒意 上面有古老神秘的黑色花纹 四肢粗壮 覆盖着厚重的甲皱 漆黑的指甲露出来 尖锐且锋利 它的眉心长着三只树眼 散发着血光 带着射魂之威 这尊邪魔手中 还吃着一柄三叉魔戟 邪气浓郁 魔微滚滚 仿佛一己便可将天地打爆 这尊邪魔好可怕 比六玉魔君还要可怕 侨夫倒吸了一口凉气 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多少年了 本尊终于出来了 仁皇 你当真该死啊 九一邪魔 面露猙獰的笑容 愤怒 暴虐 嗜血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吼 他发出一阵咆哮声 直接将天地震碎 手中的三叉魔戟 更是一出一股毁天灭地的威压 疯狂对着天地挥动 霸道的攻击爆发 寂灭万古 凶猛异常 一番发泄之后 九一邪魔的目光 落在终神秀身上 他宁笑道 人类 能够收起九州顶 还能耐把畜生的尸骸收起来 你倒是有些能耐 念你放出本尊 本尊可以收你为仆 带你征战诸天 终神秀神色淡漠地 看着九一邪魔道 念你实力不错 你若认我为主 我可以给你一线生机 这九一邪魔巅峰时期 最起码也是大地之境 不过被人皇重创 又被封印万古岁月 如今的修为 应该连圣王都不如 顶多大圣之境 如此 倒是没有太大的威胁 嗯 九一邪魔神色一愣 继而宁笑道 哈哈 人类 你在找死啊 找死的是你 终神秀往前踏出一步 十八座名墓 同时出现在身后 一股禁忌之威弥漫 十八名墓其出 打爆一个九一邪魔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这九一邪魔 身上有一件东西 倒是有些特殊 当年人皇拼尽全力 都没有震杀这件邪魔 便是因为那件东西 这是 禁忌之物 九一邪魔瞳孔一缩 死死地盯着 终神秀身后的 十八座名墓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一个卑微的人类 如何能够掌握禁忌之物 好东西 想不到本尊一脱困 便遇见了如此逆天之物 当真是运气绝佳呀 九一邪魔 发出争鸣的大笑 立刻挥动三叉戟 杀向终神秀 他可不认为 一个卑微的人类 可以让禁忌之物 发挥出真正的力量 见九一邪魔杀来 终神秀眼中 没有丝毫波澜 他缓缓伸出一只手 默然道 跪下 问 十八名墓 同时爆发出恐怖的 禁忌之威 向着九一邪魔镇压而去 轰隆 九一邪魔还未靠近 便被轰入地面 双膝直接跪在了地上 身躯更是出现了 蜜蜜麻麻的裂痕 乌黑的血液飞洒而出 第276章 禁忌之力 血色宝骨 吼 人类 你找死 在跪下的瞬间 九一邪魔发出一道 愤怒的咆哮声 眼中露出屈辱之色 他背后的九一震动 恐怖的魔威爆发 三叉魔戟挥动 猛然杀向终神秀 一个卑微的人类 仗着禁忌之物 让他下跪 若是不把对方震杀 如何对得起 他九一邪魔这个名字 想当年 他入九州 占诸地 夺至宝 使得整个九州支离破碎 连人皇都拿他没办法 如今一个人类 却让他受此奇耻大辱 这让他如何能够忍受 覆灭吧 卑微的人类 九一邪魔怒吼 魔戟弥漫着黑色光芒 古老的符文符线 爆发万丈魔器 吞噬天地万古 腐蚀天地法则 搅动诸天星辰 长河祭面 九霄失色 魔威滚滚 杀意滔天 霸道无双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九一邪魔一出手 远处的陆无为等人 脸色再次一变 眼中露出金句之色 这九一邪魔属实可怕 散发的威压 已然让他们 有一种神魂覆灭的感觉 这九一邪魔 到底有多强 这威压 实在是太可怕了 方长老额头不满冷汗 神色凝重无比 他已经入了半步圣人之境 但是此刻隔这么远 面对九一邪魔的威压 他还是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若是九一邪魔 这一剂的对象是他的话 他必死无疑 甚至连带着他们 所在的这个位置 都会瞬间灰飞烟灭凤华眼中 露出一抹沉思 这九一邪魔巅峰时期 应该是一尊大帝 而且是顶尖的那种 至于现在的话 应该就大胜之敬 九州大陆 曾出现一尊大帝级别的邪魔 战力非常可怕 让九州的几位大帝 束手无策 最终人皇出手 却让其逃走了 不出意外的话 眼前这种九一邪魔 便是传闻中的那一尊 大胜之敬 听到这里 陆无为等人 不禁神色一宁 心中更为忌惮 凤华神色平静地说道 这九一邪魔 被封印无尽岁月 修为早就跌落 面对中道友 注定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九一邪魔虽然可怕 但在凤华看来 终神秀更为恐怖 毕竟终神秀 可是能够入九幽的狠人 九一邪魔扑杀而来 终神秀眼中 却没有一丝波澜 只见他再次伸出手 禁忌之力 化作一只苍穹大手 哄 苍穹大手自天而降 瞬间向九一邪魔 大手锁过之处 空间不断崩碎 禁忌之力冲斥 寂灭天地万古 凶猛无比 在苍穹大手之下 天地间的魔气 被不断震散 连带着三叉魔脊 轰出的万丈魔气 也在寝刻间碎裂 苍穹大手速度极快 骤然拍向九一邪魔 一个卑微的人类 竟然真的可以调动 禁忌之物的力量 怎么可能 九一邪魔瞪大双眼 神色骇然无比 此刻他身体紧绷 巨大身躯上的裂痕 不断增加 鲜血鼓鼓直冒 禁忌之力袭来 他根本不能抵抗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苍穹大手 轰杀而下 哄 苍穹大手瞬间轰下 九一邪魔的身躯 顷刻间化作漫天血舞 直接被轰碎 而在那浓郁的血舞之中 则是有一块血色宝骨 宝骨散发着浓郁的血光 疯狂吞噬周围的血舞 九一邪魔被中长老轰杀了 中长老威武 真的好强大 这九一邪魔的威压 那么恐怖 没想到在中长老面前 竟然撑不过两招 众人神色震惊地 没想到那九一邪魔 却被中神秀单方面屠杀 大圣之境的九一邪魔 却被中神秀 抬手轰成血舞 中神秀的真正修为 到底有多强啊 没那么简单 凤华摇摇头 神色凝重地 盯着血舞之中的血色宝骨 这块宝骨很奇特 上面带着一股 他从未感受过的力量 极为不简单 估计是什么逆天之物 仙谷 中神秀凝视着血色宝骨 按道了一句 这血色宝骨 其实是一块仙谷 自古老的天地坠入九州 最终成为九州至宝 后来被九一邪魔盗走 九一邪魔以神魂为绩 与此骨有了一些联系 只要宝骨不灭 他就不会死以仁皇的实力 想要震杀九一邪魔 轻而易举 但他却奈何不了九一邪魔 就是因为这块仙谷 九一邪魔的神魂 与此骨联系在一起 此骨不灭 九一邪魔就不会负面 还能借助这块仙谷的力量 不断修复肉身 无比诡异 片刻之后 九一邪魔再次恢复肉身 人类 你杀不死我的 九一邪魔握紧三叉魔戟 满脸嗜血地盯着中神秀 眼中充斥着暴虐的杀意 当年仁皇奈何不了他 更何况一个不知名的人类 中神秀淡然道 有此骨在身 你倒是可以源源不断地恢复肉身 不过我要杀你 谁能阻拦 那你就试试 邪魔震天解 九一邪魔眼中血光暴射 再次握紧三叉魔戟 杀向中神秀 中神秀神色淡漠 一把抓住三叉魔戟 魔戟之威瞬间被镇压 什么 九一邪魔目光一凝 吃了 中神秀随手一抽 直接夺过三叉魔戟 禁忌之力涌入三叉魔戟之中 他反手一致 三叉魔戟顿时暴射向九一邪魔 三叉魔戟瞬间洞穿九一邪魔的身躯 将其定在虚空中 恐怖的鲜血流淌而下 一滴可以洞穿空间 寂灭山河恐怖异常 天荒神拳 中神秀抬手 对着九一邪魔一拳轰去 轰隆 一拳之后 九一邪魔的身躯再次被打爆 化作漫天血雾 天荒地落盐浮现 金色烈焰爆发 疯狂坟灭这些血雾 血色宝谷在线 弥漫出一股浓郁的血光 竟能抵挡天荒地落盐 人类 我说过 你杀不死我的 九一邪魔的声音响起 有血色宝谷在身 天地之间 谁能杀他 是吗 中神秀神色淡漠 大手伸出 一把将血色宝谷抓在手中 禁忌之力覆盖宝谷 他打算直接炼化这块仙谷 第277章 一道声音 神魔静点 问 就在中神秀的手 刚抓住血色宝谷的时候 子府内的小树苗 突然爆发一股恐怖的力量 一股中神秀从未感受过的力量 比这血色宝谷的力量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血海顿时浮现 竟直接在中神秀背后演化 无边无际的血海 密密麻麻的尸骸 在不断咆哮 嘶吼 恐怖的禁忌之威 疯狂弥漫 笼罩着天天地万古 小树苗在血海中央 七片叶子微微晃动 喂 无形之中 有一道飘渺的声音响起 仅有一个字 仿佛来自万古 仿佛来自另外一片宇宙 极为神秘 带着一股无形的威压 让时间长河都停止了流淌 天地寂静 时空静止 这道声音响起的时候 中神秀的神魂 都出现了一道道裂痕 十八条魂合 何其可怕 但此刻 却挡不住一道飘渺的声音 问 小树苗轻轻一晃 回到中神秀的子府内 中神秀的神魂再次恢复如初 血海消散 唯有十八座明墓 还悬浮在中神秀背部 中神秀愣了几秒 才缓过神来 神色有些凝重 那道声音来自哪里 仅仅是一道声音 竟然让它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甚至难以抵挡 小树苗与那道声音 有何联系 为何小树苗浮现之后 那道声音就出来了 一时之间 中神秀大脑里面 充斥着诸多疑惑 唯 中神秀面露不解之色 唯便是假 什么是假的 他看向眼前的血色宝骨 久一邪魔在上面的神魂 已经彻底消散 血色宝骨依旧散发着泄光 就悬浮在他的身前 弥漫着恐怖的威压 这血色宝骨的威压 自然很可怕 但是感受过刚才那道声音的威压 他不禁觉得 这块宝骨散发的威压 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甚至在那道声音面前 血色宝骨并未抵抗 连上面的血光都消散了 显得极为温和 刚才发生了什么 陆无为等人则是眉头紧锁 刚才他们看到一片浓郁的血光 然后就什么都记不得了 中神秀收起血色宝骨 又伸手去拿旁边的三叉魔戟 咔嚓 就在他的手刚触碰到三叉魔戟的时候 三叉魔戟竟然直接崩碎 刚才受到了小树苗 与那道声音的影响 三叉魔戟根本承受不住那两股威压 中神秀眉头一皱 倒也没有因此惋惜 他身影一闪 来到严晨鱼等人面前 九叉邪魔已经解决 这秘境之中还有一些好东西 感兴趣的可以继续去探索一下 中神秀看向众人 众人心中一宁 强大的九叉邪魔 终于还是被中神秀震杀了 中神秀到底是什么境界的怪物 陆无为深深地看了中神秀一眼 然后对方长老等人道 秘境之中确实还有很多东西 大伙去探索一下吧 此刻他心中还有很多疑惑 不过他并未多问 有些事情中神秀不多言 他自然不敢问 中神秀看向严晨鱼和严洛雪道 这秘境内的其他东西 对你们意义不大 先随我离开秘境吧 嗯嗯 两女连忙点头 无为风 中神秀几人现身 严洛雪好奇地看向凤华道 师尊 我之前的那道金色光芒是什么 上面有强大的封印 我暂时好像解不开 凤华笑着道 为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不过 你倒是可以问一问中道友 严洛雪一听 立刻看向中神秀 中风竹 那是什么啊 中神秀神色平静地说道 那是仁皇金 不过上面有人黄封印 纵然你踏入大地之境 都很难破解 唯有一个办法 严洛雪闻言 不禁神色一愣 那金色光芒上面的风雨 踏入大地之境 都难以破解什么办法 严洛雪连忙问道 中神秀道 让仁皇塔帮你 如今你已得到仁皇金 便是仁皇传人 你再去趟仁皇塔 他应该会认你为主 说完之后 中神秀随手一挥 带着严晨鱼离去 严洛雪已经得到了仁皇金 接下来 他也得给严晨鱼一点好东西 啊 看到中神秀与严晨鱼离去 严洛雪神色有些愕然 凤华神色严肃地说道 洛雪 此时听众长老的 虽然是严洛雪的师尊 但他有种感觉 中神秀似乎比他更为了解 严洛雪的情况 嗯 严洛雪连忙点头 中神秀既然这样说 肯定不是在开玩笑 不过那仁皇塔 真的会认他为主吗 这倒是让他有些疑惑 再去趟仁皇塔那里看看情况 天暗风 中神秀坐在桃树桩旁边 将血色宝骨拿出来认真观看 血色宝骨上面有诸多符文 这些符文其实是一门强大的仙道传承 名为神魔静典 九亿邪魔虽然得到这块仙谷 可惜他却难以参悟出其中玄机 秀 鸿蒙塔碎片飞出来 不断对这些符文进行推演 半个时辰后 推演结束 一篇古老的经文出现在中神秀灵魂深处 中神秀沉声道 修士寻先问道求长生 但仙又岂是那么容易寻道的 在这天地间 纵然是大地级别的强者 也没有资格谈论仙之一字 不过此事离你太过遥远 暂时你也不需要多想 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严晨渝深吸一口气 点头道 明白 中神秀思索了一下 将一盏黑色的天灯拿出来 这是震魔天灯 也是一箭圣器 现在也一并给你了 谢谢师尊 严晨渝接过震魔天灯 心中感动无比 师尊对他真的太好了 第278章 巨兽之弹 九种地数 中神秀的目光落在虚空界上 神魂进入其中 星空巨兽的骨骸摆放在中央的位置 秀 中神秀轻轻挥手 一颗灰色的蛋出现在手中 这是留在星空巨兽骨骸内的东西 亦是他说的意外之喜 灰色蛋有西瓜大小 上面布满各种复杂的符纹 还有诸多地级大阵 看起来很是神秘星空巨兽的蛋嘛 中神秀凝视着手中的蛋 眉头微皱 据他所知 星空巨兽的蛋是蔚蓝色的 但是手中的这颗蛋则是灰色的 如此说来 这或许并不是星空巨兽的蛋 能够留在星空巨兽体内的东西 想来不会简单 先留着 看看能孵化出什么 中神秀暗道一句 严晨鱼也满脸好奇地盯着中神秀手中的蛋 桃树桩上的朱雀下意识退后 看向这颗蛋的眼神充满金句 似乎在害怕 能让太古凶兽之一的朱雀 如此金句的东西 自然不凡 中神秀随手将蛋收起来 他又将九州顶拿出来 这是一尊极道地器 品级或许不如人黄塔 但也是绝世至宝 而且 此顶上面还有九州传承 更为不凡 此顶倒是可以暂时放在天暗风 中神秀面带沉阴之色 九州传承 地数起步 珍贵无比 不过对他而言 这上面的传承 还不足以让他心动 不过功法这样的东西 自然是越多越好 倒是可以掌握 想到这里 中神秀看向严晨鱼道 晨鱼 接下来的时间 你就炼化仙谷 待你炼化完这块仙谷之后 我想你的神葬之物 也能全部入十大洞天 好的师尊 严晨鱼轻然一笑 盘西坐下之后 他直接捏动法掘 疯狂炼化手中仙谷 中神秀的目光 落在严晨鱼身上 以严晨鱼此刻的修为 想要炼化这块仙谷 最起码需要十年的时间 不过对修士而言 十年也就是眨眼间的事情 中神秀闭上双眼 鸿蒙塔碎片浮现 不断烙印九州顶上面的传承 三个时尚后 中神秀身上 弥漫着一股恐怖的威压 在这九州顶上 共有九种地数 每一种都玄妙无比 如今九种地数 已经被他获得 想要全部掌握 倒是需要一点时间 鸿蒙塔碎片 中神秀又看向手中的 鸿蒙塔碎片 万古时期 鸿蒙塔碎裂之时 流落诸天 天荒大陆便有五块碎片 分别位于南荒 东荒 西荒 北荒与中州 如今他手中掌握着一块 其余四块 均在其余四地 鸿蒙塔的品级非常高 比仁黄塔 虚妄中还要高数倍 属于大到逆天之物 剩下的碎片 他自然要全部获取 不过想要获取剩下的碎片 倒是急不得得一步步来 轰隆 与此同时 乌微风传出一股恐怖的威压 使得整个南荒道院 一阵颤动 仁黄塔认主了 中神秀看了乌微风一眼 看来仁黄塔 已经让阎洛雪认主 对此 他倒是没有丝毫意外 半月之后 以后南荒道院的人 依旧可以轻松进入其中 不过此处 成了南荒道院的重地 需要表现绝佳的弟子 才有资格进入其中 探索天暗风之上 中神秀随手一挥 地气九州顶 株立在一座白玉广场上 中长老 这是要 方长老神色诧异地 看向中神秀 中神秀轻语道 此顶上有诸多传承 暂时放在这里 可以让天暗风长老 弟子自行参悟 至于南荒道院的其余人 想要参悟 也可以 需要拿出足够的资源 当真 方长老一听 顿时激动无比 之前他们可是亲眼所见 南荒圣子 南荒圣女 从上面获得了两门地数 如今此顶在天暗风山 说不定天暗风之人 也能获得地数传承 一口顶而已 这段时间 此顶便交给方长老管理 终神秀旦孝道 以他的眼界 未来要获取的东西 远比九州传承强大数倍 地道传承缺失 若是有人能获得九州传承 这传承便不会断 倒也是一件好事情 他得到了九州顶 倒也算是为九州 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 钟长老大公无私 方某佩服 方长老深吸一口气 恭敬地对着忠神秀行了一礼 如此宝物 带着强大的传承 寻常人得到的话 肯定会藏起来 自己悄悄参悟 但忠神秀却直接拿了出来 让外人随意参悟 如此境界 实在让人佩服 大公无私 忠神秀面露怪异之色 摇摇头后 他便副手离去 忠神秀离去之后 方长老立刻传音道 众位长老立刻过来 随后 一群天暗风的长老出现在这里 众长老神色震惊地 盯着眼前的九州顶 方长老看向众人 沉声道 众长老有言 天暗风长老 弟子均可参悟此顶上的传承 甚至连南荒道院的其余人 也有资格来参悟 不过此事暂时必须要保密 待我天暗风参悟结束之后 再将消息传出去 此事当真 众位长老一听 不禁瞪大了双眼 呼吸急促无比 方长老瞟了众人一眼 往一旁抱拳道 此事乃是钟长老吩咐的 大家可得记得钟长老的好 明白明白 众人连忙点头 甚至已经有长老在布阵了 打算将九州顶一出的气息封锁 立刻让天暗风弟子来此处 同时传令下去 天暗风封锁十年 谁也不见 方长老神色严肃地说道 众长老没有犹豫 立刻照办 没过多久 天暗风被封锁 诸多长老 弟子坐在广场上 认真参悟九州顶上面的传承 能获得什么传承 全看他们与这些传承是否有缘 若是无缘 也怪不得谁 而南荒道院的其余各风之人 则是满头雾水 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天暗风的弟子 只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奇怪归奇怪 却没有多想 修行之人 每日努力修为即可 其他的事情 没必要过去多关注第279章 绝世凶器 杀生之剑 藏风垫 神机百炼 终神秀祭出十剑胚胎 诸多稀释金属 捏动硬绝 天荒地落盐浮现 将十剑胚胎 和诸多金属包裹 不断进行淬炼 这十剑胚胎 坚不可摧 纵然它掌握神机百炼 和天荒地落盐 淬炼起来 也困难无比 但也并非没有效果 最起码 隐隐可以看到一些细微的杂质浮现 终神秀也没有着急 反正有足够的时间淬炼 一年不行 那就三年 十年 终有一天 可将其炼制成一柄绝世神兵 三年过去 终神秀依旧在淬炼十剑胚胎 原本粗糙的十剑胚胎 此刻已经变成光滑无比 整体小了一圈 诸多金属融合在一起 散发着阵阵幽光 秀 终神秀轻轻挥手 又有两块特殊石料飞出来 其中一块石料 带着浓郁的九幽之气 一块带着血煞之气 带着九幽之气的石料 来自十八明目 而带着血煞之气的 则是来自血海 两块石料都带着禁忌之力 用来炼气 自然最佳 两块石料被快速炼化 融入剑中 原本散发着幽光的长剑 此刻更是弥漫着两股截然不同的禁忌气息 威势不断暴涨 剑还未彻底炼制完成 但威势已经可以秒杀诸多质宝 一旦炼制完成 定然凶猛无比 继续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天荒地洛言的威势再次增强几分 转眼 又过去七年 这是终神秀淬炼此剑的第十年 长剑彻底成型 剑身散发着浓郁的血光 剑韧锋利无比 弥漫着恐怖的禁忌之威 一剑便可劈开天地 斩下星辰 凶利至极 此剑已然变成了一柄绝世凶器 是否要克阵 终神秀凝视着眼前的长剑 面露思索之色 这柄剑炼制即将结束 若是在上面刻上地道大阵 自然可以让此剑的威势再次增强几分 不过思索了一下 终神秀还是放弃了 炼制此剑耗费了那么长的时间 未来它成长的空间定然非常巨大 暂时倒也没必要在上面刻阵 地道大阵虽然强 但终究不是极致 若是刻下地道大阵 反而会让这柄剑的成长受到限制 没错 他炼制的这柄剑正是带着成长属性 可以不断提升品级 至于极限在这里 他倒是不知道 毕竟这十剑胚胎本就不凡 连六道炉都难以撞碎 材料极为特殊 既然不刻大阵 那么就在网里面融入一些东西 融入死亡大道吧 终神秀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立刻将死亡之力注入剑中 剑为凶器 一旦出鞘 自然是为了取敌人之命 蕴藏着死亡大道 此剑将会成为绝世兄兵 终剑者 必死无疑 几个时辰后 死亡之力彻底藏于剑中锋利的长剑 弥漫着禁忌之力 死亡之力 凶力异常 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神魂悸动 似乎还差了点什么 终神秀握着长剑 面露沉思之色 除了差名字与气灵外 他总感觉还差了一点极为特殊的东西 但他暂时就是想不起来 嗡 就在此时 血海中央的小树苗微微晃动 一股玄妙的力量弥漫出 将长剑笼罩 终神秀目光一凝 神色严肃地盯着手中的长剑 小树苗都出手了 这柄剑定然更为可怕 如他所料 一盏茶后 小树苗的力量留在长剑上 刻出了一些特殊的血色符纹 这些符纹极为强大 带着寂灭神魂之力 与吞噬万物之力 一旦敌人中剑 神魂会瞬间覆灭 血肉会被此剑吞噬 嗡 长剑的气息变得更为凶利 血光弥漫 血煞之气更为浓郁 比之前强了百倍不止 已然化作一柄绝世邪兵 终神秀握着长剑 隐隐感受到了一股滔天的杀意 还有隐晦的吞噬之力 此剑没有气灵 但是却在向他传递一股 要屠戮万古的情绪 极为诡异 寂灭生魂 吞噬血肉 这是一柄凶器 得取一个凶利的名字 才震得住 终神秀眼中浮现一道血光 他捏动法觉 立刻在剑身上刻字 片刻之后 终神秀在剑身上写下两字 杀生 杀生剑 这便是此剑的名字 哄 杀生二字刻完 长剑顿时爆发滔天血光 无尽杀意横贯而出 整个藏风殿 更是在瞬间化作积粉 连带着终神秀布置的诸多大阵 都被震碎 哄 血光冲入天际 整个南荒道院 瞬间变成一片血红色 终神秀立刻出手 再次布置一个大阵 将院中的阎沉与封锁 嗡嗡嗡 长剑不断震动 血光更为浓郁 杀气不绝 欲要冲入九霄 一剑斩杀苍天 在这一刻 天道好似受到了影响 浓郁的雷霆元素浮现 疯狂凝聚在一起 化作密密麻麻的雷阀 需要轰碎杀生剑 杜劫 终神秀眉头一挑 此剑竟然要杜劫 倒是有趣 他随手一致 长剑飞入天穷之中 爆发万丈血色剑气 欲要斩下天道雷阀 怎么回事 这天怎么变成血色的了 谁在杜劫 这股威势来自天暗风 难道寒夜要杜劫成胜了 不对 大家快看 那好像是一柄剑 蓝黄道院 无数人抬头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一柄剑 竟然在杜劫 纵然是圣气成形之际 也不可能杜劫 难道是帝兵 如无为抬头看向天暗风的位置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立刻飞向天暗风 凤华 不添书 各封强者也纷纷冲向天暗风 竟然真的是一柄剑在杜劫 众人震惊地 看着虚空中的杀生剑 这柄剑的气息 好诡异 凤华神色凝重无比 一柄剑竟然带着禁忌之力 死亡之力 还有一种极为诡异的力量 凶力无比 一旦度过雷劫 定然更为可怕咔嚓 咔嚓 与此同时 无数人发现身上的灵气 倒气在颤抖 甚至连带着南皇道院 一些圣人手中的圣气 也在恐惧 人黄塔 你怎么了 人黄塔第一层 阎洛雪满脸不解地问道 此刻人黄塔亦在颤抖 空间在开裂 好似在恐惧 有一件绝世凶器现实 我感受到了死亡的危险 人黄塔气灵传来一道声音 显得无比凝重 阎洛雪神色一惊 人黄塔品级非常高 到底是什么样的凶器 让他如此忌惮 第二百八十章 杜劫结束 逆先之见 南皇道院上空 雪光浓郁 仿佛化作了一片血海 在浓郁的血光之中 雷霆凝聚 带着毁灭之威 让人感到呼吸困难 不好 此见杜劫 看着雷伐威势 注定毁天灭地 一旦落下 南皇道院估计得灰飞烟灭 不天书瞳孔紧缩 似乎是钟长老的 雷伐落下 他应该会出手 天暗风之巅 终神秀看向天穹 只见他随手一挥 禁忌之力弥漫 化作一个禁忌大阵 将整个南皇道院封锁 轰隆 大阵刚出现 雷伐便降下 不是一道 而是数万道 每一道雷伐 都带着浓郁的血光 毁天灭地 压迫感十足 温温 虚空中 杀生剑震动 数万道血色剑气弥漫 剑气纵横 覆盖天地 猛然斩向天穹 凶威十足 数万道血色雷伐 与血色剑气 猛然对轰在一起 天穹爆炸 虚空碎裂 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 弥漫四周 疯狂撞击 毁灭之力不绝 纵然有禁忌大阵封锁 整个南皇道院 也是在疯狂颤动 受到了一些影响 片刻之后 血色雷伐 与血色剑气消散 杀生剑威势 更为凶利 剑芒弥漫 横绝九霄 欲要一剑斩灭天道 血色天穹中 雷伐之力再次凝聚在一起 化作一尊巨大的雷伐之鼎 这一次不是血色 而是漆黑之色 巨顶镇压天穹 猛然轰向杀生剑 杀生剑丝毫不拒 直接对着上方的 雷伐巨顶斩去 杀生剑与雷伐巨顶 对碰在一起 咔嚓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雷伐巨顶竟然一剑劈成两半 顿时爆裂 雷伐之力弥漫着虚空中 但是还未结束 更为可怕的雷伐之力再次凝聚 眼花万物 随后 雷伐之术 雷伐仙影 雷伐棺材 雷伐之塔 各种雷伐眼花之物 疯狂轰向杀生剑 面对这等雷伐之力 盛道之境的修饰 必死无疑 杀生剑却威势不减 疯狂斩上去 将这些雷伐眼花之物 全部斩灭 此番杜劫 持续时间很久 足足三个多时辰 哄 最终杀生剑煞气弥漫 雄威爆发 一剑斩向天穷咔嚓 天穷被一剑劈成两半 大道崩碎 无尽雷伐之力 纷纷被震散 杀生剑开始疯狂吞噬 血光 雷伐之力 全部被杀生剑吞噬 过了好一会儿 天地寂静下来 血光与雷伐全部消散 唯有一柄血红色的长剑 悬浮在虚空中 他的雄威已经彻底收敛 但依旧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此剑杜劫终于结束了 足足持续了三个时辰 这还是一柄剑吗 哪怕是圣人节 也难以持续这么久 刚才这雷伐太过可怕了 想当年本生杜劫的时候 都没有遇见如此恐怖的雷伐 不过相对来说 此剑才是最为可怕的 万般雷伐 竟被他全部斩灭 这是一柄绝世凶器 此剑似乎是终长老的 难怪这般凶猛 蓝黄道院的众人 神色凝重地 盯着虚空中的杀生剑 此剑的威势太过可怕 让他们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秀 终神秀伸出手 杀生剑飞到他手中 他随手一挥 一滴鲜血诸入剑中 嗡 杀生剑发出一道柔和的血光 与终神秀建立了联系 算是彻底认主 与此同时 终神秀体内的小树苗 一片叶子晃动 一股灰色雾气弥漫 这股雾气笼罩杀生剑 被杀生剑快速吞噬 逆仙诅 终神秀眼中露出一抹一色 这灰色雾气 正是之前小树苗吞噬的逆仙诅 没想到 现在他却给了杀生剑一部分 现在杀生剑上 再次多了一种力量 诅咒之力 逆仙诅 号称是仙的大敌 此诅咒已经入杀生剑 从今往后 杀生剑将会是一柄逆仙之剑 此刻的杀生剑品级到底如何 圣器 地器 反正绝对超越了地器范畴 至于具体到哪一个品级 终神秀也不知道 因为那十剑胚胎材质特殊 连六道炉都难以撞碎 材质品级属于未知 此剑的品级自然也属于未知 不过可知一点 此剑可不断成长 至于能够成长到何种地步 这些得看未来 剑已铸成 还缺一个剑鞘 终神秀握紧杀生剑 眼中露出一抹沉思 此剑兄弟 寻常剑鞘自然不行 突然 终神秀大脑里面有了一个想法 只见他挥动衣袖 一口小小的血色棺材浮现在身前 卧槽 他不会试药 天暗风不远处 战无敌不禁抱了一个粗口 他神色呆滞地看着终神秀 一柄诡异的剑 已然让他感到头皮发麻 现在终神秀 竟然还把藏天官拿出来了 他这是要干什么 不会是打算 把藏天官当作剑鞘吧 藏天官 号称藏着一个纪元 里面藏着恐怖的诅咒之力 一旦彻底开启 诅咒之力爆发 可灭一剑 他此刻真的害怕终神秀 把棺材打开 如战无敌所言 终神秀正是打算 将藏天官当作剑鞘藏天官内 有可怕的诅咒之力 恰好可以用来瘟养杀生剑 咔嚓 只见他按住藏天官棺盖 轻轻一推 棺盖露出一角 里面诅咒之力弥漫出 天地瞬间颤动起来 空间出现到的裂痕 周围的一些植物纷纷凋亡 秀 杀生剑瞬间飞入棺材里面 终神秀立刻将棺盖合拢 诅咒之力消散 狠人 但无敌忍不住伸出大拇指 他自认为自己也算是一位狠人 但是看到终神秀此刻疯狂的举动 他还是露出了敬佩之色 终神秀收起藏天官 天地间的血光消散 天地归于平静 覆盖南荒道院上空的禁忌大阵 也随之消失 各位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终神秀看向四周之人 众人闻言 敬畏地对着终神秀行了一礼 才转身离去 但是今日见到的事情 他们注定一辈子都忘不了 第281章 仙谷之力 双眸脸上露出一谋笑容 在他头顶 十大洞天期限 此刻神藏之物全部入洞天 九条鱼儿与混沌清廉 已经入了洞天之中 而颜沉鱼的修为 也直接步入了洞玄境巅峰 只差一步便可入万象境 已经追上了终神秀的脚步 更为奇特的是 此刻他身上弥漫着浓郁的混沌之力 混沌经在十年时间 自动修炼到第四层 体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混沌之力 与他之前掌握的有所不同 他的骨骸血脉深处散发出来的 每一寸血肉 每一个细胞都化作了混沌 肉身之力 比之前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此刻他抬手之间 可一山填海 身上有史不完的力量 这些都是炼化 那块仙骨带来的好处 仙骨已经被他炼化 融入了他的体内 此刻他身上除了有混沌之力外 还有神秘的仙道之力 一旦他调动仙骨之力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咦 终神秀看向颜沉鱼 眼睛一亮 他立刻伸出手 抓着颜沉鱼的手腕 一番感受之后 他笑着道 沉鱼 你可知 自己现在的体质 有了什么变化 颜沉鱼道 混沌精在那块仙骨之力的加持下 已然自主修炼到第四层 肉身之力增强了数倍 此刻调动混沌之力 都不需要运转混沌精 可随意调动 甚至不需要 去挤压混沌清廉的力量 终神秀大笑道 你的肉身 已经变成了混沌体 混沌体 颜沉鱼神色一正 终神秀神色严肃地说道 天地间各种体质无数 什么神体 道体 仙体等等 而混沌体 则是诸天公认的 十大最强体质之一 为师一开始给你混沌影 便是希望 有朝一日 你能拥有混沌体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这一天 比为师想象中来得更早 一旦颜沉鱼拥有了混沌体 从今往后 大道之路将会一帆风顺 再加上他那块仙骨 掌握仙道之力 将会更为可怕 颜沉鱼神色一正 没想到自己此刻的体质这么强悍 继而 他又感动地对着终神秀行里道 这一切都多亏了师尊 终神秀笑着道 大道永无止境 你未来的路还很漫长 此番你进步巨大 为时给你一个小礼物 只见他伸出手 九州顶瞬间从广场上飞到他面前 此顶给南荒道院众人感悟了十年 已经差不多了 此刻倒是可以给颜沉鱼 严落雪有人黄塔 自然也得给颜沉鱼九州顶 九州顶 看到九州顶的时候 颜沉鱼神色一愣 这九州顶乃是极道地气 算是为师给你的一个小礼物 终神秀将顶递给颜沉鱼 颜沉鱼文言连忙道 师尊 此物太过珍贵了 九州顶 这可是极道地气 而且 此顶与寻常极道地气不同 上面还有诸多强大的传承 更是珍贵无比 此物品级太高 在师尊手中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势 若是在他手中的话 反而会被埋没 以他此刻的修为 可动用不了极道地气 终神秀笑着道 一件地气而已 算不得什么 以后你就会发现 这天地间 还有无数比地气 更为厉害的东西 为师身上宝物也不少 此地气就送给你了 他身上的质宝 确实不少 其中最为凶猛的 自然得属小树苗 十八明目 六道炉 杀生剑 藏天官 天荒地落岩 杜恶魔剑 这些质宝品级都非常高 在这些质宝面前 连带着他掌握的那几件盛器 也显得不够看 如今给阎晨宇九州顶 倒也没什么 自己的徒弟 自然不能亏待 可是 阎晨宇神色有些复杂 心中很是感动 还有一丝惭愧 师尊为他做了那么多 他又为师尊做过什么呢 收着吧 未来的路还很长 再推四为师 可要生气了 而且 人黄塔已经认主阎落雪 你自然也得有一件 品级高的宝物防身 终神秀轻然一笑 阎晨宇闻言 眼中浮现一抹雾气 只得默默地接过九州顶 他恭敬地对着终神秀行了一礼 谢谢师尊 你为我做的一切 陈宇此生此事都不会忘记 师尊给他的东西很多 单单宝物而言 便有破炉子 半圣之剑 天蚕道一 黄泉葫芦 镇摩天灯等 如今再加上一剑 集到地气九州顶 这些东西 随便一样 都足以引发各方血腥争抢 终神秀笑着道 多大的人了 还打算哭鼻子不成 这十年 你的进步虽然很大 但还得继续努力才行 阎落雪在仁皇塔内修炼了百年 已然修炼成大荒神体 神葬之物全部入洞天 修为也入了洞玄境巅峰 同时 他还将天凤传承 仁皇经等全部掌握 如今可不弱 阎晨于闻言 心中一动 神色严肃地说道 师尊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定然不会让你失望 他暂时没有好东西可以给师尊 唯一能做的 就是努力修炼 不辜负师尊的期望 终神秀思索了一下 如今你的修为 已经踏入洞玄境巅峰 接下来就是融合洞天 不过融合洞天之事 暂时急不得 需要做好万全准备才行 你先练化古魔之眼 混沌经是你主要的功法 如今已修炼第四层 道士不急 神魔境典也可以慢慢参悟 未来你有时间 也得参悟一下九州顶上面的传承 好的 陈渝会努力的 阎晨于乖巧的行礼 混沌经 共分为九层 这是阎晨于主修的功法 大道之路 由此经文 畅通五祖 与终神秀的鸿蒙道经一般 除此之外 他还掌握诸多秘法 禁连三世 圣道五纪大荒指 准地及五纪 徒生地数 这四大秘法 是他必杀之术 而在之上 还有更为玄妙的神魔境典 神魔境典太过复杂 练化仙古后 他参悟了一段时间 并未参悟出太多东西 估计是他境界太低 至于清连剑经与踏心部 与这五种秘法相比 倒是差了一些 后续感悟九州顶上的传承 或许还会有更大的收获 先练化古魔之眼 到时候 师尊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里对你融合洞天极为关键 终神秀陈英道 嗯嗯 严陈鱼连忙点头